萧鸣意外穿越到高五世界,抵御凶兽 奈何他天赋太差,空有一身热血,却毫无作用 可没想到,在舞者测试临近之际,激活神级天赋系统 学习功法比喝水还简单 一呼吸,神级功法,极限,一盏茶,超脱 萧鸣从此强势崛起,带领人族灭凶兽,战外族 叹未知,一步步走向巅峰 第一章,系统激活 龙国,南江市 清晨,蔚蓝的天空被雨水冲洗后,一尘不染 天空蔚蓝,看不见一朵云 中安小区锻炼场 萧鸣闭着双眼,眉头紧皱 仿佛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一拳拳挥舞出去 仔细一看,他头顶都在冒着热气 这是气血充盈,沸腾的节奏 一点点,就差一点点 萧鸣咬牙坚持着,气血不断消耗 被雨水淋湿的衣裳都被气血轰得一干二净 他感受自身的气血,已经所剩无几了 原本红润的面色变得苍白 可恶啊,又失败了 萧鸣立即停下气血的冲击,神色黯然 内心充斥着失落,无力和无奈 他无力地瘫坐着,打开手机,呆滞地盯着 上面的内容很简单 是舞蹈联盟的高级舞者测试,将于三天后开启 测试的目的很简单 只需要拳头瞬间爆发力达到三千斤 萧鸣今年已经25岁了 联盟规定,25岁战力还没有突破高级舞者的将取消舞者资格 因为过了25岁,没到高级舞者的,气血会不断衰退 想要突破,几乎不可能了 而舞者的待遇很高,每个月都有上万元的津贴 但是萧鸣的天赋太差,常年停滞在终极舞者 看着一个个同龄人走向更高的舞台,心里很不适滋味 高级舞者对于他来说如同天职 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无法跨越 萧鸣长叹一声,无力地手放下手机 捏着高挺鼻梁,面露苦笑,感到十分无力 回顾自己这七年,因为一次意外,穿越到了蓝星 初次了解到这个世界的局面 一百年前,全国各地出现空间裂缝 无数凶兽从裂缝中入侵人类世界 人类引以为傲的武器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 蓝星生灵涂炭 然而,人类的抗争从未停止 经过不懈努力 舞者横空出世,凶兽的无敌不复存在 在舞蹈上,人类潜力巨大 一些舞蹈强者诞生,成为对抗凶兽强者的重要力量 舞者们势如破竹,收复人类的土地,建立安全区 人类和凶兽经过长期的战争 双方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大灾难时代结束 他对这段历史耳濡目染 渴望变强,带领人类打败凶兽的种子在心中种下 本以为,自己这一世将会逆天崛起 攀登人类极限,傲视苍生 然而,现实却非常残酷 他的天赋实在太差了 他十八岁时就已经有同龄成为武师 而他才成为初级舞者 当别人成为宗师,自己还在终极舞者摸爬打滚 萧民想着,也许自己的刻苦锻炼 可以弥补天赋的不足 然而现实给了他一个大 逼逗,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 只能说,这效果有等于没有啊 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日复一日的尝试突破 相信一定能够成功 就算最后结果不尽人意 他也无怨无悔 因为争取过,不留遗憾 萧民看了看时间,该去武馆了 他回到家里 简单冲了地走,便向武馆走去 没过多久 萧民就来到了武馆门前,腾飞武馆 萧民对他了解不多 只知道是南疆市镇首使王腾飞所建造 免费为舞者们提供锻炼资源 进入武馆第一层 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各样的锻炼设施 这些健身器材和普通的健身器材 简直是大屋见小屋,不是一个级别 在武馆第一层的舞者 无一例外是终极舞者 成为高级舞者才能去上一层 你们看,他又来了 又是他,怎么还没放弃 这个老六,我真的是服了 要是我早放弃了 周围人像萧民投来一样的目光 焦头接耳 萧民对此毫不在意 因为任何干扰都无法动摇他变强的心 他静止走向健身器材 自顾自地开始锻炼 喂,给你个机会 两秒钟,把这里给我让出来 一个奇貌不扬,尖嘴猴腮 则一眉鼠眼的人命令到 萧民里都没理他,假装没听到 来者他认识,是和萧民在同一个班 叫卫博 家里有钱有势 喜欢找萧民的茶 听别人说是因为极度萧民的样貌 萧民全神贯注地锻炼着 懒得理他 喂,你个废物 装龙是吧 行,你给我等着 卫博眼神阴沉 转身离去 全体集合 一道魂后的声音响彻起来 强大的气血之力直冲大脑 是教官 快集合 武馆内的舞者不敢有一丝怠慢 迅速排列整齐 教官吴刚笔直地站在队伍前面 犀利的眼神盯着 让人不敢直视 他浓密的大胡子 尤为显眼 萧民站在队伍第一排 看着眼前的高大的身影 他周身蓬勃的气血 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集合完毕 吴刚将周身的气血 缓缓收起 今天 我们进行一对一对抗训练 大家可以自由 指定对手 战斗适可而止 我来当裁判 还有一件事 三天后就是高级舞者测试 全力必须达到三千斤 有信心的可以试一下 至于到了二十五岁的 必须参加 吴刚说完 瞪了萧民一眼 大家也纷纷看向他 想从他脸上看到什么 大家交头接耳 卫博更是在冷嘲热讽 但是萧民不以为然 面无表情 喧嚣任其喧嚣 自有我自为之 安静 你们谁第一个上 如果没有我就随机点名了 吴刚眼神扫视着全场 舞者们纷纷低下头 异常安静 教官 我第一个 一道声音打破了全场气氛 望去 是卫博 是卫家公子 他会选谁作为对手呢 听说他的权力 已经突破高级舞者了 希望他不要选我 惹不起惹不起 卫博起身向萧民走去 嘴角扬起阴险的笑容 教官 我选他 卫博指着萧民大声道 吴刚没有说话 而是目光看向萧民 你不会不接受吧 你的武灵可是比在座的都高啊 窃战可是舞者大计啊 你不会不懂吗 卫博满脸笑容地嘲讽道 这时 在人群 不知那个喊了一声接战 大家也跟着喊起来了 萧民面无表情 他知道这是迟早会来的 心中渴望战斗的火焰燃气 本来天赋差 就让人看不起 如果在窃战 那就别想你的春秋大梦了 来战 萧民站起身大声道 眼神坚定 卫博见萧民应战 脸上的笑容更慎望 你也不是那么废物吗 萧民这时没理会他的嘲讽 而是呆滞地听着脑海里的声音 能量储存完毕 神级天赋系统正在激活 系统激活成功 第一阶段开始解锁 百倍天赋激活 正注入中 预计十秒之后注入完成 第二章 秒杀 系统 萧民内心翻将倒海起来 他有种恍惚的感觉 当初穿越而来的时候 他无数次幻想着自己能够激活系统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 对当初的想法 感觉倒是多么的可笑 现在 他早就对什么系统 不抱什么希望了 可是今天的声音响起 一瞬间拨动他内心的 无数次的期盼 终于萧民握紧拳头 感受着这不真切 又无比真实的感觉 系统第一阶段开始解锁 百倍天赋激活 正在注入 几乎一刹那之间 一股古怪的清凉感 猛然间注入他的大脑 一瞬间 大脑变得清晰起来 快速运转着 各种奇思妙想 不断涌现 以前想不通的 现在毛色顿开 仿佛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现在想起来 为什么以前那么蠢 这不是游手就行的吗 萧民 愣着干什么 上台 吴刚的声音响起 萧民的思绪 立刻被拉了回来 哈哈 他不会害怕得走不动路了吧 我看他是想在台下多待会 因为待会啊 就要挨打咯 哈哈 看戏看戏 台下笑声四起 都在等着看萧民笑话 萧民一扫往日暗淡的神色 抬头挺胸 自信地走上台去 吴刚看见萧民的神情 眼神闪过一丝诧异 但没多想 这可能是他身为舞者 必争 我的学生 没有一个闹钟 吴刚无法抵挡内心的自豪 大声道 好 我宣布 对战开始 双方并没有着急开打 而是相互盯着对方 废物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后果 我要将你彻底废掉 你不配拥有这张脸 萧民抠了抠耳朵 不耐烦地看着他 仿佛在看小丑 魏伯看到萧民的不屑 心中怒火爆发 废物 我改主意了 我要你死 紧接着 他骤然握拳冲向萧民 气血之力充斥着他整个拳头 仿佛能够将整辆卡车击飞 萧民淡定地看着快速接近的魏伯 眼睛盯着魏伯的拳头和脚步 脑海快速解析着他的招式 不到一秒 解析完成 他甚至还能够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 又是不到一秒的间隙 他就完成了招式的进阶 萧民能明显感觉到 自身实力的不断提升 握紧拳头 感受着那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这时魏伯已经接近萧民 拳头临近萧民不到半步 仿佛就要将萧民的脸轰烂 哈哈 废物去死吧 萧民仍然面不改色 只见他一只脚向后缩 带动拳头猛然轰出 砰 拳头瞬间轰在了魏伯肚子上 他浑身的气血之力被打散 强大的气劲将他轰回原地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萧民冷眼看着魏伯 他翻着白眼 嘴里流出鲜血 看来已经失去意识 此时台下安静无比 都不可置信地看着倒在地上的魏伯 吴刚瞬间出现在魏伯旁 观察着魏伯的伤势 内伤严重 大肠严重出血 吴刚此时松了口气 便让医务人员抬走 随即看向萧民 既诧异又欣慰 崩泉 你已经理解得那么透彻了吗 很好 萧民知道他的意思 崩泉 这是进入武馆必学的初级拳法 到了极限 能够打出强大的气劲 大幅度忽略表面防御 直击内斧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修炼到极限 因为这不值得 突破到高级武者后 很多人都选择更高级的功法修炼 没必要为了这门初级功法 修炼到极限 萧民起初打出这一拳的时候 也十分震惊 竟然能打出气劲 萧民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 他刚才还是收了力的 他完全有实力将魏伯打死 但是他没有 因为时机未到 这会惹上很多麻烦 等他强大了 谁敢惹我 统统弄死 萧民阴沉地盯着 被医务人员抬去的魏伯 我宣布 第一场对战 萧民胜 台下的舞者们没有多大反应 不敢相信 更多的是在震惊中没有醒来 开玩笑 连魏伯这样 已经达到高级舞者权利的 都没有打败萧民 谁还敢惹他 等一下就给他指定上去 和他对战 谁敢啊 接下来的对战照常进行着 舞者们都不敢选萧民作为对手 萧民看着 已经没有兴趣的对战 便向吴刚申请 先行离开了舞馆 吴刚也爽快地批准了 没办法 已经没人和他打了 留着这也没有意义了 干脆走了 萧民走出舞馆 他刚才想到 既然自己能够瞬间理解崩拳 那他修炼更复杂的功法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然后他匆匆忙忙地 朝着重安小区走去 重安小区里 路过的人们 热情地向萧民打着招呼 萧民满脸笑容 一一附和着他们 大家都对萧民 很是照顾和尊重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是舞者 保家为国 萧民穿过各个街巷 回到他那不大不小的房子 他迫不及待地走向书柜 仔细地在书柜上寻找着 书柜上的书不多 应该很快能够找到 找到了 萧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 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本 已经积满灰尘 书页泛黄的书籍 还能若隐若现地 闻到一股霉味 萧民将书籍表面的灰尘擦去 书籍三个大字显露出来 九阵拳 这本秘籍 是他最开始就修炼的秘籍 在一次集体探索 大灾难时期文明遗迹的时候 无意间得到的 修炼了六年 才达到第一层 他来到这个世界 也不过七年 可想而知 有多恐怖了 但也许是萧民的 天赋太差的缘故 这是一本增幅拳法 第一层可以增幅一重的权力 顾名思义他 可以增幅九重的战力 萧民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也是多亏了九阵拳的增幅 这对他而言 显得十分重要 如果还能达到第二重 那高级舞者 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但是他的天赋太差 只能修炼到第一层 第二层 简直一窍不通 萧民回顾以前的憋屈 暗淡的神情一闪而过 他不再多想 现在他想试试 自己有了系统的支持 能否更进一步 领悟第二层 虽然经过刚才的实战 萧民认为这是 无庸置疑的 但是还是按捺不住 内心的渴望 因为这放在以前 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萧民内心激动地 翻开了手中的九阵拳 第三章 战力的飙升 萧民有些期待地 翻开了第一页 他先复习一下 第一层的内容 温故而知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 领悟第二层的内容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投入感 就像你做数学题 你能够看懂 并且能够写出来的那种感觉 看着看着 他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一页页地翻看起来 仿佛忘记了外界的时间一样 时间不知不觉间 悄然流逝 萧民看得如痴如醉 他的眼里仿佛透露着光芒 眼睛不曾眨一下 当最后一页看完时 他仿佛还有一种 意犹未尽的感觉 十分充实 就这 没了 萧民回过神来 惊异地看着 已经读完的书籍 感觉这也没有这么难 甚至能举出其中的不足 他一度以为这是做梦 内心震惊无比 简单 极其地简单 甚至看完之后 萧民感觉自己 能够将这本书的后续 给推演出来 好像只要提起笔 就能写出下面 未出现过的层次 WTF 这也太夸张了吧 想到这里 他深吸一口气 眼神中的震惊 久久未能消散 心中的喜悦感 油然而生 紧接着 萧民又想到的 令他再一次震惊的是 震惊中的震惊 刚才我看完了这本书 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 那岂不是 我的战力 能够有最高九重的增幅 萧民激动得全身都在颤抖 难以想象 这是什么概念 他挥起拳头 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他的拳头里酝酿 心中想到 终于可以守卫 人类那种自豪感 虽然现在我领悟了 整本九阵拳 但是我还不知道 我现在到底多强 九重的增幅 到底有多强 萧民有些谨慎地想着 觉得出去试试 自己的战力 到底增长了多少 他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傍晚 没想到 已经过去那么长的时间 走在小区的路上 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溜达 他们都回家吃饭了 萧民走了 大约几分钟 来到了小区外街边 这里有一个舞者锻炼场 也就是舞者健身场地 这里的锻炼器材 看起来和舞馆的 没多大差别 但是你去亲身体验一下 还是会发现很大的不同的 唯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有一台力量测试机 这样的机器 在人类城市十分常见 几乎到处都有 这是为了方便舞者 检测自己的力量 达到何种程度 不过这样的机器 在这里极限测试 大概只有一万斤 只有在舞馆或市中心地带 才有更高端的机器 但是这里离肖明家很近 没几步路就到了 所以他有空时 可以经常来这里 测试自身的力量 机器有一米七左右 刚好符合大部分人的身高 在漆上面 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显示屏 肖明走到机器前 四处张望了下 确认没人 我之前测试过我的净力量 1600多斤 差不多属于中级舞者里最低 现在使用崩拳 应该能达到3000斤 踏进高级舞者行列 这是加上九阵拳第一层的效果 肖明深吸一口气 拳头猛然握紧 手肘朝后 一拳轰出 碰 拳头轰然击中 整个机器轻微震战了一下 屏幕上亮起一行数字 1610斤 与上次相差不大 再次深吸一口气 肖明的内心没什么波动 对于这个结果 他早有预料了 肖明缓缓闭上双眼 脑海中快速运转 关于九阵拳的所以内容 下一秒猛然睁开 拳头也轰然而出 碰 机器出现了剧烈的震动 屏幕上的数字在快速跳动 从原先的1610斤 疯狂飙升 最终跳动的数字 缓慢停了下来 定格在3101斤 终于 终于达到高级舞者了 没想到第二重就成功了 3000斤的权力 属于高级舞者了 但是想要成为武师 全力得突破到万斤 这仅仅才第二重 那第三重 第四重 甚至是最高的第九重吗 肖明内心激动不已 兴奋地想要继续 他将手掌摊开 然后猛然握紧 拳头使劲捏得噼里啪啦 眼神变得凌厉 砰砰砰 砰砰砰 拳头疯狂击打着机器 每一拳的振幅都在疯狂叠加 机器上的数字在疯狂跳动 快得看不清 3911 4739 5555 当肖明停下来时 他震惊地看着屏幕上的数字 卧槽 8792斤 我我我 肖明此时震惊地无法言语 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冲击着他的大脑 就差跳起来欢呼了 要知道高级舞者和武士之间有着7000斤的跨度 有的高级舞者 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肖明现在的水平 8792斤 这已经属于半步武士的境界了 可想而知 这九重的增幅有多么恐怖 现在在市面上已经没有增幅那么恐怖的功法了 大量的功法在大灾难之后就流失了 只能在大灾难时期的遗迹里寻得到 如果使用崩泉的时候 再使用九震拳的九倍增幅会有多强 肖明此时就想试验一下 但是他忍住了 因为机器不行啊 极限只有一万斤 打出崩泉的话呢 肯定能达到上万的权利 嗯 没钱赔 虽说舞者每个月可以领到国家的津贴 但是这是有层次的 终极舞者的津贴根本拿不到多少 仅仅是高级舞者的一半 这个机器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赔不起 也许 我可以尝试一下 创造出九震拳的第十重 十一重 甚至更高 肖明激动地想着 有着如此强悍的天赋 他有绝对的自信 在先被创造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第四章 推演九震拳 系统第一次就给了肖明如此强大的天赋 竟然只是第一层 那往后的天赋不是更加恐怖 这肖明已经不敢想象了 但是现在问题是 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启天赋系统的下一个层次 既然找不到答案 肖明也不再多想什么 苟且且苟且 只要一直向前远方迟早会来 慢慢摸索吧 他平复自己的心情 走出锻炼场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肖明有种恍惚感 就在早上 他还在为高级舞者测试 害怕失去舞者资格而懊恼 现在已经成为了半步武师 这种大落差感 让肖明感到如此的不真切 但又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 肖明不再多想 朝家里走去 仰望着月亮 肖明眼神黯然 不知道爸妈怎么样了 穿越前他的父母还等他养老 现在肖明穿越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 既来之 则安知 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回到家中 肖明简单地吃了一顿宵夜 因为刚才消耗太大了 需要补充一下 然后迫不及待地取出纸和笔 脑海里将九阵拳的 一致九重的运行原理 进行重复解析 时不时还在纸上做一些审批 肖明就这样沉浸其中 不断推演出功法的运行方向 结合前九重的运行原理 以此推演出第十重 呼 搞定 时间没过多久 没想到怎么顺利就推演出来了 这天赋恐怖如斯 如果解锁更高的天赋 那这些功法不是有手就行 甚至世间万物在我面前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肖明揉了揉太阳穴 刚才气血和精力消耗太大了 本来想一鼓作气 推演第十一重的 现在看来极限快到了 不过他也不急 随即闭上双眼 开始打坐 恢复消耗的精力和气血 嗯 他刚闭上眼睛 下一秒就睁大双眼 他竟然现在才感受到 自己体内那增加 的气血变得更加蓬勃 这增加的不是一星半点 别人锻炼增加气血 也需要四五天 天赋好点的 也要两三天 为什么呢 肖明突然想到 刚刚推演出第十重 可能是因为突破了 九阵拳的极限 推演出第十重 而增加大量气血 肖明立马找出答案 在练习功法突破时 会增加一些气血 可能突破极限 增加更多的气血 在肖明的记忆里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也许是还没有接触到 那个层次 肖明没想太多 继续打坐 恢复精力和气血 半小时过去 肖明缓缓睁开眼睛 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气血的恢复速度 是之前的两倍 虽然他早有预料 但是依然感到兴奋和震惊 他马上重新拿起笔 开始进行推演 哗啦哗啦 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工事 两个小时过去 十一重增幅 搞定 肖明内心非常激动 自豪感油然而生 系统低层天赋 让他感觉就像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换作以前那是一窍不通 看这些 就像看天书一样 闭上眼睛 感受着体内的气血 果然又增加了 而且增加的 比第十重的还要多 这让肖明内心兴奋不已 我感觉 这还不是我的极限 还可以继续推演下去 肖明看了看时间 已经凌晨 嗯 该睡觉了 他走到床前 一倒就睡 第二天 肖明睡到自然醒 本来还想睡一下懒觉 但是想到测试一下 现在自身的基础站立有多少 而且还要去武馆锻炼 他立马从床上弹射而起 出发 没过多久 肖明就来到武者锻炼场 此时已经来了不少人 有男有女 老老少少 无不在锻炼自己 增强气血 想更进一步 肖明没有立马测试 而是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因为现在还有不少人 在测试着自己的权力 他现在不想太早 暴露自己的实力 结合老祖宗的教会 行高于人 众必非知 等他实力足够了 管他是谁 谁惹我 让他们统统消失 小哥 你也来测试啊 最近突破了 肖明这才看见 那个测试实力的 竟然也是自己小区的武者 看起来也就比肖明年轻 也是一名终极武者叫李卫 不过放在人群里 也就平平无奇的感觉 难怪肖明没认出 嗯 是小李啊 我就是来看看 自己的力量有长进没 这不马上就要进行 高级武者的检测了 我这个年龄的 还没突破高级武者 到时候 武者身份就不保了 肖明无奈地说着 顺便叹了口气 是啊 不过 我最近刚刚达到高级武者 现在在学习防御功法 遇到难关了 想去回云天武馆 请教一下教官 顺便出来测试一下实力 李卫健谈地说道 言语中透露着得意洋洋 肖明听到云天武馆没什么波动 整个龙国武馆盛行 南疆市就有三大武馆 肖明所在的腾飞武馆 李卫的云天武馆 还有一个十分低调的尹山武馆 不过肖哥你也不用着急 不当武者也行 到时候在大城市里随便找份工作 毕竟武者找工作 有优惠政策的呀 不能浪费 没等肖明说话 李卫继续说道 细血地看着肖明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管好你自己 肖明冷漠说道 看着他那欠揍的脸 也不生气 现在的他不知道有多强 超过他那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两人说了一会话 李卫便离开了 肖明朝着机器走去 做贼式的四处张望 确定没人在这之后 他深吸一口气 碰 一拳轰然挥出 机器震荡 屏幕数字跳动 一行数字定格 3120斤 肖明虽然他早有预料 但是还是十分的震惊 他没有使用九阵拳的增幅效果 仅仅凭借自身纯力量 就达到了高级武者的战力 那现在 如果再加上增幅效果呢 肖明不敢想象了 要知道 这次他可是有着11重的增幅效果呀 但是他没有继续下去 因为这个机器对肖明没有用了 如果再进行下去 估计会报废 他赔不起 他突然想起 刚才小年轻说的防御功法 自己还没有 在高级武者检测中 战力不仅要达到3000斤 还需要一门防御功法 肖明打开手机点五个宝 开始浏览起来 铁布衫 9万 混元术 99万 金钟罩 99万 金刚不坏身 999万 北明神弓 999万 肖明看着琳琅满目的防御功法 他第一眼就看上了 金刚不坏身 再看看价格 WC 这么贵 我从成为武者以来 省吃俭用 也才100多万 肖明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点开金刚不坏身 仔细看了下其功效 呼 还好 没有保元阳之类的说法 肖明松了口气 继续浏览着 嗯 这居然可以分层付款 金刚不坏身 一共有十层 从第三层开始可以分层购买 也就是说 肖明只用买金刚不坏身的前三层 后面的可以自己推演出来 肖明越想越激动 那以后 他只要知道功法的前几层 就可以自己推演出来了 只不过有点耗神耗力 但是没关系 睡一觉的是 再看一眼前三层的价格 刚好100万 肖明想都没想 立马点击购买 购买成功 功法电子版正在发送中 丁 金刚不坏身 三层 已到账 第五章 战力破武师 肖明迫不及待地点开它 第一层 打蝉饰 第二层 画树盘根 第三层 引气入脏 点开第一层 肖明开始浏览起来 没过几秒便领悟了 然后他继续往下看 一斩茶的功夫 肖明关闭手机 就地盘腿而做 开始修炼起来 周围的人看到没觉得奇怪 因为在这里修炼 只是家常便饭罢了 肖明周身气血浮现 不断将周围的能量因子 吸入体内 强化着全身 先是皮肤 然后到内脏 紧紧几呼吸的时间 肖明收缩气血 皮肤表面显露出微弱的金光 但很快暗淡下去 呼 肖明吐出一口浊气 睁开眼睛 便看到浑身留下黑色黏液 还带着一股腥臭味 这应该是身体排出的杂志 回去洗个澡吧 肖明匆匆回到家 洗了个澡 出发前往武馆 没过多久 肖明来到武馆 与往常不同的是 今天异常的安静 那些以前经常对肖明恶语相向的人 也纷纷低下头 肖明也没在意 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但心中的自信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快看 他向测试室走去了 难道他高级舞者了 哼 我不信他已经高级舞者了 他能打败魏博 谁知道 他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对 我猜他只是装给大伙看而已 等肖明走远后 舞者们又开始纷纷议论起了 肖明以前天赋太差 几年了都没什么进步 测试室几乎没用过 现在来这么一出 很难让人不注意 况且 他昨天还把魏博给打败了 那更让人怀疑了 肖明走进测试室 房间不大不小 中间有台力量测试器格外亮眼 与锻炼场不同的是 这台显得更大 更精密 但这还不是 让肖明满意的地方 更满意的 这里保密信号 可以暂时不用暴露自己的实力 肖明来到测试器前 深吸一口气 随即一拳猛然轰出 碰 屏幕上数字跳动 3960 4557 肖明每等数字停下 继续挥出拳头 砰 砰砰砰 5357 6199 70112 强大的气血之力 充斥整个房间 肖明身上 冒着微弱的金光 仍在持续输出着 集合 吴刚教官的洪亮的声音响起 舞者们匆匆忙忙的集合 不敢有一丝怠慢 集合完毕 教官和往常一样 扫尸着全场 嗯 肖明那小子呢 没来 报告教官 他现在还在测试室里没出来呢 是啊 说不定人家现在已经是高级舞者了呢 那肯定要来测试一下 哈哈 你说 武师我都信了 吴刚猝了一下眉头 没想到那臭小子 打败了魏博就飘了 现在为了测试 我的课都不上了 待会一定要教训一下这个臭小子 吴刚心里想着 一般上吴刚教官的课 没有人敢这样 因为上一个这样的 已经被开除出馆了 不管你在干什么集合的时候就要整整齐齐的 这就是吴刚教官的规矩 当然不是每个教官会这样对待学生的 吴刚在当教官前是军部舞者 他会这样跟着关系很大 安静 既然这样 那我们等他出来 教官这一叫 让在场的舞者瞬间鸦雀无声 测试室里 萧明击打测试器的拳头停了下来 惊呆地看着眼前的数字 12699 武师 萧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盯着眼前梦幻般的数字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昨天还是为了突破高级舞者而发愁 今天就达到了武师战力 这么快的战力上升速度 怕是整个蓝星天赋最强的人 也不过如此吧 坏了 集合时间过了 萧明收敛自身气血之力 赶忙冲测试试 但眼前一幕他愣着了 整个舞馆一层的人都盯着他看 站在他们前面的是吴刚教官 哈哈 看他这下怎么逃 赶紧把他开除了吧 一直站着这里的资源 同意 底下的舞者们又开始窃窃私语 准备看萧明笑话 吴刚没说什么 而是有些惊骇地看着萧明 显然看出了萧明身上气血的怪异 虽然萧明收敛了气血 但是吴刚可是修炼了精神力功法的 一眼就看出来了 嘿嘿 教官 我刚刚测试上头了 忘了几何时间 萧明善善一笑 试图缓解场面的尴尬 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你跟我过来 吴刚说完转身就走 萧明健壮赶忙跟了上去 心里忐忑不安 没过多久 萧明跟着吴刚来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四周空无一人 你小子 用全力来打我 萧明此时一脸猛逼 他已经准备好暴露实力 来保护管名额 你现在要我打你 不对 他回头想想又感觉不对劲 难道他发现我的实力了 其实你不用隐藏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机遇 我们不会干涉 如果有人这样做 我们无管也会帮你的 当然只要看你自己 来 用全力打我 萧明听完吴刚的话 松了口气 随即眼神坚定了起来 挥起拳头 气血之力在拳头上凝聚 犹如乾隆出冤 一拳猛然轰出 吴刚健壮 立马运行起防御功法 他浑身瞬间布满气血铠甲 这是军部的独门防御功法 血铠 碰 吴刚被这股强大的气血之力震退 气血铠甲表面出现了一丝裂痕 吴刚盯着铠甲上的裂痕 眼中显露惊异 初级武师 你小子可以啊 昨天还只是终极武者 吴刚到底是高级武师镜 不是初级武师镜 不是初级武师的全力一击可以比拟的 况且 军部的防御功法 血铠 可是防御功法顶级的功法 嘿嘿 运气好 运气好 跟教官比我屁都不是 萧明对吴刚拍马屁道 你小子我教你那么久了 终于有一天要发光了 去吧 你已经不适合我教了 记得明天的高级武者测试 表现得好一点 有好处 吴刚说完 转身离去 是 教官 感谢一直以来你对我的教导 萧明看着吴刚走去的背影 心中五味杂陈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吴刚此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第六章 十二层金刚不坏身 吴刚他人虽然严厉了点 但是他对萧明 还是挺照顾的 也许只有他知道 萧明有多努力吧 萧明不再多想 转身朝着 家的方向走去 你们看那不是萧明吗 他 他果然被开除了 太好了 终于把他给赶走了 萧明走在回家的路上 脑海中思索着 金刚不坏身的后续 应该如何推演 很快他便有了方向 瞬间勾起了萧明的兴趣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家中 拿起笔推演 想到这 他加快了脚步 然而就在 他经过一个小巷子时 哟 这不是萧明吗 好巧啊 萧明还在思考着 这时面前出现了一群人 他回过神来 才看清楚眼前的人 大概有七八个左右 手里还拿着战兵 并且看起来都是高级舞者 不用多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哼 我当是谁 原来是手下败将啊 怎么 不服 叫上几条狗来咬你点 那快点吧 老子赶时间 萧明微笑地看着他们 完全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心里只想着 回家推演功法 现在被他们拦下 心中无名生出怒火 魏博此时 即使怒火中烧 但还是说道 本来我只是 让你跪下道歉 然后自断双手 但现在 我要你 他最后话都还没讲完 萧明便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一拳打在他的胸口上 他胸口被强大的气静 轰得向内凹陷 口吐鲜血 向后飞去 魏博身边的几个高级舞者 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运行气血 向萧明砍去 萧明凭借着强大的天赋 推演出他们的攻击轨迹 预判闪躲着他们的招式 他没有急着反击 用这种方式锻炼一下自己的战斗经验 他一边躲闪 一边找出自己能够反击的机会 你们就这几个招式吗 那你们没用吗 那几个舞者察觉到不对劲 立马向后撤 可是已经晚了 只见萧明将气血之力集中在手脚处 快速向他们冲来 砰砰 几人应声倒地 萧明顺手抄起一把战刀 冷眼朝着魏博走去 此时倒地的魏博 惊恐地看着萧明走来 他刚才亲眼目睹了萧明战斗的全过程 这不是舞者该有的力量 是舞师 魏博现在心中十分懊悔 我竟然招惹了一名舞师强者 完了 他要杀了我 不 不要杀我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不该与你作对 然而萧明没有停下 举起手中的战刀 你不能杀我 我是魏家的独生子 我父亲是宗师 你杀了我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等等 我有很多钱 我可以给你钱 听到前 萧明停下了手中的战刀 蛮有兴趣地看着他 有多少 全部给我 魏博见状有活命的机会 立马回答道 一 一千万 萧明还是冷眼地看着他 没有回答 但是心中狂喜不已 这辈子都没有过这么多钱 那得敲诈 呸 赚更多才行 魏博见萧明不为所动 咬牙说道 三千万 不能再多了 萧明看了下手中的战刀 再细血地看了一眼魏博 魏博瞬间明白萧明的想法 这 这把战刀 就当礼物送给您了 他立马掏出手机 将三千万转给萧明 不敢有一丝怠慢 萧明看着手机上的几个灵 内心激动 好家伙 老子终于有钱了 滚吧 下次再招惹我 不是钱就可以解决的了 几个舞者立马搀扶着魏博 灰溜溜地走了 害怕下一秒萧明 就改变主意 拿刀砍来 回到家中 萧明没有把金刚不坏身 全部买下来 因为刚才在修炼的时候 就发现了他的瑕疵 他想着 靠着自己极强的天赋 创造出比原作者更完美的功法 说做就做 他立马拿出纸张 拿起笔投入到推演 他的方向是这样的 防御力变得更强 气血消耗更手 运行速度更快 哗啦哗啦 整个房子里 回荡着萧明的推演的沙沙声 纸上的公式密密麻麻 夏天中午的阳光格外强烈 烤着地面 犹如一个大火炉 阳光照着窗外的铁皮 反射进萧明的房间内 房间变得格外刺眼 然而萧明仍然在 专心致志地推演着 金刚不坏身 外面的一切 都无法影响着他 终于完成了 萧明停下了手中的笔 满脸笑容地 看着自己的推演成果 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 他一共推演到了十二层 就到了极限 后面怎么想都毫无头绪 脑中对后面的内容 呈现出一片虚无 所以萧明才停下来 他迫不及待地盘腿而坐 开始修炼起来 脑海想起自己推演的公式 用气血运行于自己的身体 气血在周身运转 无数的能量因子吸入体内 这次比上次修炼的时候 更加猛烈 第四层 第五层 随着萧明修炼的层的上升 吸入的能量因子 也变得更加猛烈 萧明额头上布满汗珠 仿佛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身上也有黑色的杂质渗出 流到地板上 形成一滩黑水 萧明的身体被不断强化 从皮肤到内脏 再到骨头 他身上的金光变得更盛 本来被阳光照亮的房间 变得更加耀眼 猛烈的气血运转 随即气血猛然散开 形成一道冲击波 把房间里变得凌乱不堪 呼 第十二层 一口浊气吐出 此时萧明浑身冒着金光 身体洁白如玉 面容变得更加俊朗 身体强度提高了 运行速度也变得更快了 不愧是金刚不坏身 萧明仔细感受 这身体的变化 果然 气血又增加了 这次增加了不是 基础战力应该到了5000斤左右 如果再用上增幅功法 可以达到2万斤的战力 萧明自信满满地计算着 自己的战力又提升了 这种提升实力的感觉 让他无比踏实 看着地上的一滩黑水 无奈倒 又脏了一套衣服 看来五个宝上买一件战符了 随着武道的盛行 各种黑科技也被应用于武道 比如说战符 战兵 能量业等等 再与凶兽 战斗中 这些武器极其重要 关键时刻既能杀敌 也能保命 第七章 战力侧评开始 魏家 魏龙狗贼 你背信弃义 之前说好的 我帮你们运这批火果安检 事成后会给我高级能量业 现在你跟我说没有 我要回联盟揭发你 一位身穿武道联盟服饰的武者 在朝着座位上的人怒吼道 那人面容猙獰 身材魁梧细血地看着他 那名武者察觉不对劲 立马向外冲出 速度极快 可以看出他修为不弱 然而就在他准备逃出魏家时 一道雷光闪烁 脖子一凉 应声倒地 武 道 联盟 不 不会 放 没等他讲完就被魏龙踩爆了脑袋 他一边擦拭着手中的刀一边说道 打扫一下 别脏了我们家 是 家主 报告家主 还有一件事 魏龙停下离去的脚步 哦 什么事 少 少爷又被打了 这次伤得不轻 肋骨都断了几根 内脏也受到了损伤 听到手下说的话 魏龙双眼一冷 吓得手下一哆嗦 带我去看看他 是 蓝江市第一医院 呜呜呜呜 爸 你要替我报仇 那萧明不仅将我打了一顿 还敲诈了我的钱 您给我的战兵 也被他抢走了 呜呜呜 魏伯见到魏龙来 立马喊冤道 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没关系 萧明才是那个恶人 自己是受害者 魏龙听到他的话 面色阴沉 争鸣的脸 显得给外丑陋 我自习无以来 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我 况且 这是我儿子 萧明是谁 敢欺负我儿子 我要他生不如死 魏龙瞪大眼睛 咬紧牙齿地怒吼道 萧明他和我一样 腾飞无管的血缘 魏龙听到腾飞无管 面色一变 心里想到 腾飞无管是出了名的护犊子 小辈之间的是他不管 但是老辈的打小辈 那人家可是往死里管的 当初自己儿子放进去 就是因为这点 以为没人会欺负我魏龙的儿子 可谁知 看来不能明面来了 只能来按的 好了 我会处理的 你好好养伤魏龙安慰道 魏伯暗自窃喜 仿佛真的看到了 萧明生不如死的样子 南江市舞者测试地 这是一栋巨大的圆形建筑 这个建筑在大灾难时代 是一个足球场 后来扩建 改成了现在的舞者测试地 一次性可以容纳上万人 30多米高 一共有8个大门 此时每个大门都人满为患 还有专门的士兵 在维护现场秩序 萧明也在人群中 此时他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 有序地开始排队 一对队进入其中 先在前台领取每个人的号码 然后等待 萧明找位置坐了下来 回想着昨天晚上 推演了九镇拳的第12层和第13层 但是推演到第13层的 开始有点吃力了 感觉要推演后面的层级 有些困难了 哟 萧哥 萧明屁股还没坐热呢 就听见有人在叫他 他顺着声音看去 就看见一名20多岁的小年轻 身边跟着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 女孩长相清秀 头上戴着粉红色的蝴蝶结 一双大眼睛 好奇地张望着四周 萧莉亚 又见面了 你的防御 功法练得怎么样了 萧明声音有点低沉地回了一句 看着这架势 他肯定是来炫耀的 还行吧 上次去请教了吴教官后 马马虎虎也就练到了第八层吧 小李黑黑笑着 语气盛气凌人 对着旁边的女孩道 这是和我同一小区的舞者 叫萧哥 嘿嘿 她是我新交的女朋友 转头又对着萧明嬉笑道 萧哥好 女孩腼腆地喊着 心花怒放肆地一直盯着萧明 萧明被盯得有点尴尬 淡默地回答道 嗯 叮咚 就在这个时候 大厅里面传来一阵广播声 1778号1779号 1800号 请立即前往五号测评区等待 哎呦 萧哥 我就不陪你聊了 我刚好1779号 我先去测评了 说着 一脸得意地走了过去 萧明看了一眼手上的号码 发现自己是1785号 排在对方后面 笑着摇了摇头 毫不在意 萧明起身 朝着五号大厅区域走去 五号大厅一共有十个房间 每个房间里 都有专业的监控人员和监控 时刻观看着一切 确保测评的公平和严谨性 杜绝一切作弊现象 萧明和其他等待测评的舞者 站在等待区 在此处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些房间内部的情况 这时 里面的测评的十个人 已经测评完毕 从里面走了出来 有人激动 面色涨红 满脸笑容 几乎都要跳起来了 显然是通过了测评 有人通过 自然也有人没有通过 他们出来面色苍白 浑身微颤 眼神呆滞 萧明一眼望去 没有通过的 一般是年轻人 或者已经25岁的青年人 那些已经25岁的人 估计很快就气血衰退 当然也有例外 但那是占少数的 没有衰败的 可以下一年继续测评 没有的话 最终只能沦落为普通人 曾几何时 自己也是即将面临这样的惨状 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啊 萧明有感发 叹息一声 身边突然传来 李渭细血的声音 哟 真巧啊 没想到 也在这个区域测评 我们真是有缘啊 怎么 看着他们 你感觉没希望了 萧明转头看了对方眼道 有没有希望测了才知道 我都没急 你急什么 没有 没有 我这不是关心关心你吗 毕竟我们是一个小区出来的 当然要互相照顾一下 李渭一脸讥讽地对萧明道 萧明冷哼了一声 便没有再理睬对方 李渭健壮 也没有再对萧明说什么 而是转头向女朋友说道 等一下看我表演 高级舞者而已 轻轻松松 有手就行了 女孩敷衍地回应了他 嗯 加油 然后偷偷描了下萧明 似乎在想着什么 请被点到号的舞者 立即进入测评房间 1775 1780 1785号 5号区的广播声音响彻起来 萧明握紧拳头 自信地迈着脚步 向测试房间走去 第八章 36000站立 站立测试 是一个一个房间来的 很快 第一号房间就完成了测定 房间门口上有一台显示屏 数字跳动着 最终定格在3002的数字 其后面被打上高级舞者的绿色标记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房间 门口上的屏幕 也浮现了一串数字 最终定格在2991 看到这串数字 四周很多人都露出了惋惜和失望的神情 不禁摇头叹息一声 因为哪怕力量无限接近3000斤 但是始终没有到达3000斤 就永远不是高级舞者 在战场上 哪怕仅仅因为一斤的力量 也会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果不其然 他的后面被打上了不合格的自串 然后就是第三个房间 第四个 很快轮到了第五个房间 那是李卫测评的房间 这一刻 李卫紧张的身体都在颤抖 额头上也冒出细密的汗珠 他调动全身的气血之力 一拳轰向机器 下一秒 五号房间门口屏幕上 跳动了几个数字 最终定格在了3321 后面同样出现高级舞者的官方认证字样 李卫走出房间看向屏幕 激动的差点跳起来 面色红润 那笑脸都要咧到耳根子上了 激动了一会 很是骄傲地向女朋友大声说道 你看 你男朋友我厉害吧 我说了 这不简简单单吗 有手就行 随着她话音刚落下 四周很多舞者投来羡慕的眼神 22岁就达到了高级舞者 如果中途不夭折的话 前途不可限量 女孩微笑迎合道 嗯 不愧是我男朋友 这让李卫的得意 脸色更盛 高傲无比 看人的眼神 都高人一等 鼻孔朝天 仿佛整个世界都要顶礼膜拜她 接下来轮到了第六个房间 直至到第十个房间 这是肖明测评的房间 所以 人的目光都会挤到这里 李卫细血地看着肖明测评的房间 等待着肖明测评结果 准备看肖明的笑话 此时在房间之中的肖明 目光看向面前的机器 她的旁边站在一名手 拿着控制面板的工作人员 在上面不停地滑来滑去 然后打量着肖明 好像是在确认是否为本人 规则我简单说一下 你在测评中 可以随意出全击打力量测试器 不论击打次数 但现时间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如果听明白了 你就可以开始了 肖明微微点头示意 对于这次的测评 她已经没有三天前那样紧张了 现在她随意一拳下去 力量绝对超过了高级舞者 现在具体有多强 她自己都不知道了 既然如此 那她就趁着这次机会 看看现在自己几斤几两 她走到机器面前 深吸一口气 开始调整状态 调动全身气血 旁边的工作人员 稳稳当当地坐了下来 喝了口水 漫不经心地拿起计算表 向肖明示意 可以开始了 肖明右腿向后胯 拳头猛然握紧 哼 肖明一声怒吼 双眼瞪大 拳头迅猛地轰击了出去 碰 随着一声闷响 机器出现一丝摇晃 屏幕上的数字 骤然从零开始疯狂跳动 一呼吸的时间破败 并且在疯狂地增加 旁边的工作人员 随意地瞟了一眼 并不怎么在意 然而还没等她转移目光 数字居然突破了三千斤 并且还在快速上涨着 转移破四千 但是没有丝毫减缓的趋势 依旧疯狂增加 工作人员有刹那之间的震惊 目光死死盯着屏幕 哗啦哗啦 又刹那间 数字就到了五千斤 开始变慢 最终停止在六千一百二十一 要知道着 只是她的一拳 看到这里 工作人员猛然站立起来 目光转向肖明 从漫步惊心 逐渐演变成一种震撼 肖明并没有在意旁边的工作人员 目光仍然看着测试机器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 但是还是有点湿惊 要知道刚才的那一拳 她可是没有使用九阵拳 就连崩拳都没有使用 属于是自身基础站立 如果使用崩拳加上九阵拳 一层层的增幅叠加下去 那会有多么恐怖 就让我看看 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肖明心里想着 继续深吸一口气 眼神锁定机器 碰 刹那之间 她的拳头再次击打出去 这一次 她使用了九阵拳 整个机器轻微地震荡着 哗啦的声音绵绵不绝 旁边的工作人员 把刚喝的一口水 直接喷了出来 喷喷喷 肖明的拳头 疯狂地击打着力量测试器 声音如同雨点滴下一般 机器被连续不断地击打 肖明在不断增加力量 打得机器不停摇晃 哗啦啦上涨的数字 在疯狂叠加着 6912 7729 8619 10217 17925 21123 23927 当肖明达到最后一拳时 再一次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气血沸腾 运行着崩泉 哼 话音刚落 拳头再次如雨点般轰出 砰砰砰 数字在24000向上疯狂飙升 强大的气径一层层叠加 空气都被压出一层层气了 26817 28740 31481 34871 36110 最后一拳落下 肖明压制着自身的气血之力 让自己沸腾汹涌的气血 缓缓收缩下来 旁边的工作人员 哪里见过这样的事 呆呆地看着力量测试器上面的数字 倒吸一口凉气 努力平复着自己震撼的心 25岁的武师 那已经不是天才的概念了 而是妖念 到达了武师 就可以成为武馆的教官级别的人物 放在军队之中 也是排长级别的人物了 掌管着几个班 几十号人的存在 何以为师 在武者中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才能成为师 如果放在大灾难之前 那就相当于老师 你 工作人员已经被震惊地支支吾吾起来 想要说什么 却发现肖明突然盘腿而坐 闭目思考起来 一动不动 好像睡着了一样 工作人员自然不敢 只能静静地等待着 因为强者在哪里都有话语权 而此时的肖明 进入了一种顿悟的状态 在刚才出拳击打的时候 他心中突然迸发出一下想法 对于九阵拳有了更多的理解 隐隐抓住了九阵拳接下来的发展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测试房间外面的人已经疯狂了 第九章 灭世李卫 WC3600的战力 他不会是武师 然后偷偷溜进来测试的吧 有人质疑道 不会的 武道联盟严格的规定 这是25岁以下的武者 才能进行高级武者测试 并且里面还有工作人员 进行信息核对 不可能出现这种错误的 这时又有人解释道 如果这是真的 20多岁的武师 前途不可限量啊 这天赋恐怖如斯 有人羡慕且惊叹道 而此时的李卫看到这一幕 呆滞地看着屏幕上出现的数字 嘴里喃喃自语道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能打出这么高的战力 他明明才终极武者 对 他作弊了 一定是他作弊了 这时他终于想到了其中的漏洞 强行安慰着自己 而他旁边的女朋友 眼睛发亮 一直盯着屏幕上的数字发呆 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他怎么还不出来 数字都没有再变了 怎么搞的啊 你急什么 时间还没过呢 人家爱什么时候出来 就什么时候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那房间上屏幕的数字 并没有再跳动 而且 萧明也没有出来 这让在场的人感到奇怪 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但是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 机器出现了一些故障 工作人员正在维修 也不是不可能 然而在房间之中的萧明 猛然睁开双眼 嘴一脚上扬 就在刚刚那一顿雾 他终于找到了 发展九正拳的方法 嘴里小声地说道 我一点点地结合 各种拳法的精髓 能否自己创造出一本 更加强大的增幅功法 萧明越想越激动 不过没有马上动手 因为现在还在测试中 趁着这次机会 沉下心 好好感受一下 极致所带来的压力 将功法的推演 慢慢沉淀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先生 你醒了 旁边的工作人员 顿时松了一口气 态度转变 他还真怕萧明没醒过来 因为这是在测试 每一分每一秒都浪费不得 并且离结束还有一分钟 但是还是没敢打扰萧明 他只能耐心等待着 萧明看向对方 微笑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刚刚对修炼有了一些顿舞 请问我还能继续吗 哦 哦你继续 没关系的 工作人员连忙摇头解释道 萧明对着他微微点头 目光转向力量测试器 拳头再次握紧 运行着防御功法 使整个身体绷紧 不断发出骨头噼里啪啦的声音 这次他要用尽全力打出一拳 萧明调动全身气血 集中在右拳 调整好状态 磅礴的气血 在右手聚集 仿佛如一头巨型猛兽 封印于右手中 随时破牢而出 哄 一拳迅猛轰击出去 拳头锁过之处 仿佛空气都在爆炸一般 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波浪 朝着四周扩散 砰 拳头落在机器上 上面的数字 开始疯狂地刷新 哗啦啦哗啦啦 动了动了 数字又开始动力 外面有人注意到 数字的跳动 开始惊呼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到屏幕上 那跳动的数字 根本看不清 四 旁边的工作人员 倒吸一口凉气 刚才强大的气血 让他喘不过起来 本来以为他浑身气血 已经打完了 谁知道 还有这么庞大的气血 让他匪夷所思 屏幕上的数字 最终定格在 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七 萧明此时 头上已经出现了 细密的汗珠 大口呼吸着 显然已经到了极限 不过他没有感到疲惫 而是细细地感受着 先 先生 旁边的工作人员 结巴拿着毛巾道 擦 擦汗 萧明接过毛巾道 谢谢你 麻烦了 我现在通过测试了吗 通 通过了 那肯定通过了 工作人员连忙点头道 萧明这一次测试 他哪见过这样的场面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高级舞者 你却来个舞室来测试 当然不敢怠慢 没什么事情 那我先走了 萧明微微一笑 自信地说道 紧接着朝外面走去 也就在这时 外面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四万的战力 真的假的 这已经属于一阶五市中断了 我怀疑他作弊了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 有这么高的战力 就算从小开始修炼 也不可能吧 那可不一定 毕竟舞者测试 我们是知道的 他防作弊最严格了 况且 里面还有工作人员看着呢 有可能他买通了工作人员呢 外面的人开始吵起来 有点认为这是真的 也有人认为是作弊的 快看他出来了就在他们 吵得难舍难分时 有一人惊呼道 只见一个格外帅气的青年 从房间里不紧不慢地走出来 令在场的不少女舞者 芳心涌动 李渭的女朋友 也甩开他连忙看向 肖明帅气的面孔 就差冲上去了 李渭也没阻止 只是远远地看着肖明 眼神阴沉地 仿佛能滴出水来 肖明自从房间里出来 就被全部人盯着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还是有些 不知所措 肖明 我要向发出你挑战这时 一声突兀的声音 从人群里传出来 大家目光转向声音发出之处 纷纷为他开出一条通道 肖明听着那声音就知道是谁 目光望向那条通道 只见李渭眼神阴沉地盯着肖明 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肖明 我怀疑你作弊 这成绩我不承认 我要挑战你 你接受吗 李渭轻蔑地看着肖明 大声喊道 这武者测试地 每年也有不少 因为各种事情而引起的争分 但是这就避免不了 武者之间的约战 所以在此地 也建设了武者战斗的场地 所以这些约战的武者 自然没人管 除非出现非法斗争 那武道联盟就会出动武者镇压 这是之前给肖明测试的工作人员 想出来给所有人解释的 但是 只见肖明冷笑一声 并没有说话 而是蔑视地看着他 举起手指向着他勾了勾 完了 晚了 工作人员同情地看着李渭 惋惜道 李渭看见肖明的挑衅和蔑视 顿时怒火冲天 大声吼道 来战 画壁 便向着战斗场冲去 而肖明 只是不紧不慢的嘛 举手投足之间 游刃有余的感觉 第十章 王腾飞的惊讶 有好戏看了 大家快走 看戏有人在人群里喊道 吸引了更多的人的注意 众人纷纷集中到战斗场 这时 李渭和肖明都站在对立面 肖明 我要让你知道 你这个废物 永远是废物 永远都抬不起头 李渭怒视着肖明大吼道 废话真多 要打赶快 肖明斜着身子 不耐烦地说道 李渭并没有被激怒 立即冲过来 反而打量着肖明的防御漏洞 但是令他纳闷的是 肖明为什么如此从容 一脸心不在焉的样子 这令李渭心存顾虑 肖明见李渭不打算先攻过来 他皱了皱眉 运行气血 举起拳头冲向李渭 李渭死死地盯着肖明 却发现肖明突然冲过来 让他有些错不及防 好快 李渭惊讶 这速度快到 让他不知如何躲闪 仿佛全身的气机 都被肖明锁定住 李渭就傻傻地站在那 打也不适 党也不知道如何抵挡 一股危险的气息涌上心头 这种无力感 让他仿佛被巨型猛兽盯上 他手脚颤抖 手心出汗 就在这时 肖明已经来到李渭面前 一拳往李渭的头打去 强大的气浪 把他的头发吹得四处飞舞 李渭猛然闭上眼睛 哄 李渭以为自己要完蛋了 但是浑身没感觉到一点疼痛 唯有感觉的是 自己的右耳嗡嗡作响 他颤颤巍巍地睁开眼睛 却看见肖明极为冷漠的眼神盯着他 肖明冷笑一声 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兄弟该换裤子了 李渭下意识地看了下自己的裤裆 这才发现裤裆已经湿了一大半了 哈哈 他居然吓尿了 这下脸丢大了 身为武者尊严都没了 他要是我直接拿块豆腐撞死的了 这样看来 那位兄弟的战力测试是真实的 如此年轻的武师 太可怕了 记恒王后 我仿佛看到又一人足帝君降临 台下嘈杂的声音传来 有的人嘲笑着李渭 有的人在敬畏着肖明 肖明没在意别人的流言蜚语 而是自顾自地转身离去 武者们自觉地为他让出一条通道 目送着肖明离开 台下李渭的女朋友 此时厌恶地看着台上 已经失魂落魄的李渭 没有一点同情他 而是朝着肖明离去的方向追去 一切尘埃落定 测试照常进行 而处在原地的李渭 已经被工作人员抬走 而此时的肖明 离开武者测试地 正在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突然被一道倩影挡住去路 小哥 你刚才好厉害哦 人家被你的英姿 折服了女孩卖弄风骚 用充满雌性的声音说道 肖明才想起来 她是李渭的女朋友 冷淡地对她说道 滚 像这种人 肖明一眼也不会看她 直接走开 然而她还不罢休 继续纠缠着肖明道 肖哥 人家不叫滚 人家叫王耀 哎 不要走吗 肖明离也不理她 自顾自地走 脑海里构思着 如何结合工法的精髓 王耀见肖明不搭理她 羞怒地 看着走远的肖明 在她的世界里 就没有人敢这样对她 各种各样的人 都败倒在她的石榴群底下 她哪里见过肖明这样的 就算是喜欢男的 也会多看一眼吧 南疆市五道联盟分布 她坐落在南疆市的市中心地段 她是一栋高耸的大楼 但是她更威严 门口上一个大大的徽章引人注目 上面刻着一个威武的战士 双手举着一柄战刀 仿佛有魔力一般 一般人看到她 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这栋楼里 一个面容坚毅的男子看向窗外 手里拿着还未掐灭的烟 威严的脸上显露出黯淡的神情 咚咚咚 屋内传来一阵敲门声 近来男子用浑厚且威严的声音说道 馆主从门外进来的人 恭敬地问候了男子一声 没错 这个男子就是南疆市腾飞武馆 馆主间南疆市五道联盟镇首使 王腾飞 吴刚啊 怎么样 最近在武馆待着可好 王腾飞温和地问道 吴刚听到 略微沉声回答道 我很好 谢谢馆主的关系 王腾飞看着吴刚犹豫了一两秒 还是语气不变道 吴刚啊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没必要一直放在心上 况且 那不是你的错 你这样 很难再进一步 吴刚听到王腾飞的话 眼神瞬间黯淡 沉声道 谢谢馆主 我自己会处理的 不用馆主操心 王腾飞看着吴刚叹了口气 转移话提道 不说这个了 说吧 来找我什么事 吴刚立马回过神来 恢复以往的语气说道 我们搬出了个25岁武师 叫萧明 哦 25岁的武师而已 我龙国一抓一大把 何须大惊小怪 王腾飞质疑道 吴刚转而又说道 但是他突破到武师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一天的时间 那确实有天赋 王腾飞有些惊讶 似乎想到什么 随即又说道 你看出什么了 我怀疑 他用了一种更高级的增幅功法 我在与他对战时 我用精神力能明显地感受到 他体内气血成倍的增长 目前市面上 肯定没有这样的功法 吴刚回想起 和萧明的战斗分析道 成倍增长 我们目前确实没有这样的增幅功法 但是抛开功法不谈 能掌握如此高级的增幅功法 那他的天赋 恐怕可以和龙国各地天才相比了 王腾飞同样分析道 咚咚咚 就在这时敲门声再次响起 近来 王腾飞威严地说道 只见一个身材高挑 带着一股成熟韵味的女子走了进来 看到吴刚眼神立马冷了下来 怒吼道 你这个王八蛋怎么在这 给我滚 说完他立马运行气血 磅礴的精神力涌向吴刚 是极限宗师 吴刚立马被这股强大的精神力给震慑住 动弹不得 吴刚欣然地闭上了眼睛 仿佛接受了这一切 碰 一股更加强大的精神力 将女子的精神力湮灭 柳希 够了 王腾飞威严地喊道 第十一章 启元经 听到王腾飞的命令 那个叫柳希的女子 不得不收回气血 怒视着吴刚 都是夫妻一场 没必要为了那件事一直闹下去 而且 这也不全怪吴刚 王腾飞劝解道 谁和他是夫妻 都是因为他 要不是他为了心中所谓的严厉 逼着我的儿子 前往凶兽禁区 遇到宗师级凶兽 为什么我儿子死了 他这个混蛋还活着 柳希继续怒吼道 吴刚被说得哑口无言 头垂下 显得十分自责 他忍着泪水 任由柳希吗 柳希 你先消停一下 吴刚 你先回去吧 王腾飞无奈道 是 管主吴刚低着头回答道 随即转身离开 柳希碍于王腾飞的命令 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怒视着吴刚离去 待吴刚走后 柳希才调整回状态 正惊道 不好意思 震手使 刚才失态了 嗯 我能理解你 王腾飞点头道 这是今天舞者测试的结果 请您过目 如果没问题请您签字 柳希严肃道 王腾飞接过资料 翻开起来 前面没什么问题 当翻到高级舞者测试时 略微惊讶道 哦 又是肖明 有意思 是的 肖明这个成绩实在亮眼 四万的战力 有资格拿到南疆舞道大学的 天才般的名额了 柳希分析道 王腾飞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道了 这个我会考虑的 他想了会 陈生说道 凶兽禁区那边动静如何 凶兽禁区目前还没有任何动静 柳希回答道 王腾飞听完 眼神里显露出一丝担忧的神情 说道 命令军部加强警戒 同时以防邪教叛徒 全面排查整个南疆市 是 镇首使 柳希接受命令道 肖明已经回到家中 此时已经是中午 他简单吃了个午餐 便急急忙忙回到卧室的书桌上 拿起笔和纸 立马投入推演 肖明先将九阵拳和崩拳的起源公式 写在纸上 双眼一目十行 不断寻找出其中可以结合的点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下来 肖明根据两种不同的增益效果的拳法 一种是持续增益的功法 另一种是一次性增益的功法 他不断总结 不断改变 并且他经常查阅资料 把和人相关的资料都研究一遍 比如人体医学资料 人体解剖学 脉络学 基础医学 甚至是人体影像学都在翻阅 在恐怖的百倍天赋下 一些知识点只需一眼扫过去 大脑快速运转 很快便记了下来 并得出答案 这为他创造出新的功法 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肖明仍然在埋头工作着 仿佛那些投身科学研究的狂热分子 稿子散落一地 在别人看来 这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在肖明看来 那是非常有趣并且有意义的 那些创造功法的人 无不都是天纵奇才 或是自身积累庞大 和经验丰富的前辈 即使肖明现在结合的是前辈们的精髓 但是能够结合两种功法 创造出一种新的功法 也是一种跨越性的成就 新功法就快完成了 还差一点点 肖明喃喃自语 神色狂热 无法抵挡住内心的期待之情 他激动的功夫 无数的奇思妙 响容在笔尖 跃然指上 呼 功法第一阶段完成 日落西山 肖明缓缓放下手中的笔 深深呼出一口气 双手颤抖地拿起稿子 脸上的激动 难以掩饰 他结合了两种不同的增益功法 最终创造出一本 更加强大的功法 他将其命名为 起源精 在我的构思中 起源精 一共有12个阶段 第一阶段 可以使用10倍的增幅 肖明激动地说道 没错是10倍的增幅 他现在的基础战力 为6000多斤 在其基础上 增加10倍的增幅 那就是6万多斤的战力 相当于一阶五十中断了 比原先极限战力 增加了整整2万的战力 可以看见 起源精恐怖如斯 肖明都没有想到 能够有那么高的增幅 没想到自己的天赋 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神功 他可以自豪地说 这样的功法 至今为止 可能全世界都没有 世人修炼的增幅功法 最高只有9倍而已 还是要修炼到 功法极限的程度 但是他现在创造出的功法 第一阶段 就是10倍增幅 高下力判 如果这样的功法传出去 世界都要为之震动 甚至能够轰动人族强者 嗯 什么情况 我的气血再一点点的增加 肖明惊异道 肖明刚刚感受着自身变化时 震惊地发现自己的气血 居然在自动增加 如果换算过来的话 差不多每秒增加0.01卡 一天有86400秒 也就是一天增加差不多86卡的气血 如果再加上自己修炼 那效率能够提高不少 这时肖明又想到 如果要把起源精往下推演 估计会十分困难 那结合更多的增益功法的精髓 来推演的话 估计会简单一些 肖明想也没想 打开手机 点进五格宝 开始浏览起来 增益功法类 七杀权 200万 七伤权 300万 震权 缺 100万 崩权 200万 肖明一眼看去 就看见震权这两个字 他点开它 发现这个震权确实是残缺的 只有七层的增幅 大概是还不知道它有九层 所以就笼统地称它为震权吧 肖明直接买入大量的增益功法 他不需要担心钱的问题 这不是上次刚从宋宝童子魏伯那里 赚来的三千万吗 他一点也不心疼地买了下来 很快 功法的电子版发了过来 大概有七八本 不过肖明没有继续进行推演 因为他要适应和沉淀一下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的话 增益功法 不仅增益了气血之力和力量 还增加了速度 肖明分析道 肖明继续浏览着手机 顿时想到了什么 喃喃自语道 我记得 要达到宗师境界 战力不仅要达到五十万 想要修炼精神力需要精神力功法 他迅速打开精神力功法类 然而 看了一会他便失望地退出了 因为那太贵了 根本买不起 最低的都要五千万 相当于二分之一个小目标 不过肖明没多想 看来要想办法赚一下钱了 他关上手机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肖明现在心情极好 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走到阳台 伸了个懒腰 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他看向远方 看着家家户户灯火通明 不禁感叹道 如果这样的安宁能一直维持下次多好 肖明握紧拳头 眼神坚定 仿佛暗自下了某种决心 第十二章 五管第二层 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肖明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简单吃了的早餐 便匆匆忙忙前往锻炼场 他有了如此强大的天赋 如果自己不努力修炼 那更对不起自己这强大的天赋了 所以 肖明还是和往常一样 大清早就前往锻炼场 在锻炼场内 肖明运行气血 简单的挥拳 他一边挥一边感受着体内气血的变动 气血消耗了 又补充 反反复复 他的补充气血的量更大了 速度更快了 这时他修炼了防御功法 防御功法炼体 脆体 使身体变得更精脆的结果 肖明就这样 一直地挥着拳头 时间过来很久 他的姿势依然不变 呼 完成了肖明吐出一口气说道 他看了下时间 自言自语道 该去五管了 没过多久 他便来到了五管 他看向五管的第二层 仅仅从外面看去 都能感受到他的端庄奢华 肖明一路都在想 上一层的舞者实力怎么样 里面的器材如何 教官怎么样 种种想法在他脑海里浮现 就这样 他带着各种疑惑 踏进了五管第二层 肖明来到第二层 不同的是 他的门口有一个前台 前台上有一个工作人员 肖明走上去 工作人员见到肖明这个生面孔 微笑道 先生你好 你是刚成为高级舞者的学员吗 肖明也不意外 因为这是需要严格排查的 如果让不是高级舞者以上的舞者混进来 去用那些更高级的器材 可能会气急而亡 他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是的 工作人员又问道 说出你的姓名 年龄和境界 肖明没有犹豫说道 肖明 今年25岁 境界舞师 工作人员听到舞师和年龄 眼神闪过一丝惊异 有点难以置信的感觉 他连忙在电脑上查询 一呼吸的时间 他就找到了肖明的名字 姓名 肖明 年龄 25岁 测试结果 41587 一行惊人的数字 映入工作人员的眼帘 他一边打量着肖明 一边表现出震惊的神情 连忙给肖明办理 如内信息 肖明也见怪不怪了 毕竟如此年轻的舞师 在腾飞舞馆 还是第一次见 先 先生 这是您的高级学员证 下次进来 只需出示这个证件即可 工作人员 恭恭敬敬地说道 肖明微微点了点头示意 结果证件 静止走入第二层内 很快 肖明来到第二层里面 这里是一处巨大的整体空间 一眼看过去 和第一层完全不同 只见几个机器人 在打扫着地板 清一色没见过的 高级站立测试器 是多少站立的测试器 还未可知 在他们旁边还有 好几间空房间 外面有一层透明玻璃 里面有一个机器 肖明不知道是什么 还有很多东西 肖明没见过的 肖明看着那些 正在锻炼和修炼的人 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一个男子走了过来 肖明目光落在那名男子身上 他戴着一双 看起来十分斯文的眼镜 更显眼的是 左手绑着厚厚的绷带 肖明虽然无法判断出他的境界 但可以猜测出 是武师境界 这位兄弟你好 我叫江涛 刚刚我看你四处张望 你应该是刚进来的吧 江涛伸出握手姿势 温和地说道 肖明玩耳一笑 一边握手一边说道 你好 我叫肖明 可以麻烦你介绍一下这里吗 江涛自信地拍拍胸脯道 没问题 我保证知无不言 肖明边跟着他走边说道 非常感谢你 以后我们都是兄弟 不用客气 江涛豪迈地说道 肖明心里传来一阵暖意 点点头回应 这是百万级测试器 最高可以承受宗师 及强者的攻击 那是重力士 可以大幅度锻炼自身气血 江涛指了指 一一为肖明讲解道 江涛带头在前 突然转头对肖明说道 我们第二层总体来说 高级武者居多 武师仅仅占三分之一 我看肖明兄弟 是高级武者境界吧 听到这句话 肖明眼神闪过一丝惊异和疑惑 但很快 他便恢复平静 他没有运行起源精 他自然看不出来 肖明的真实实力 但问题 是他已经将所有的气血 收缩到平常状态 一般人很难看出 他的气血浓度 除非精神力 看见肖明的疑惑 江涛立马解释道 其实我是通过精神力 看出你的气血 我只是好奇肖明兄弟的境界 所以就观察了一下 冒犯了 肖明点了点头 平和说道 没关系 我不在意的 江涛见肖明 好像对精神力很感兴趣的样子 继续说道 呃 我们这里采取的是贡献制 我们可以通过做任务 赚取贡献值 贡献值可以拿起兑换各种功法 包括精神力功法 也可以用贡献值 去请教宗师级强者的指点 其实我也是领取了任务 为新进来的舞者熟悉环境 说着 江涛指了指远处的一处机器 肖明定睛看去 上面写着一行行字 剿灭邪教余孽 一名宗师十名武师及武者 现在还需五名武师 需地点需领取任务后才可排放 贡献值 一千 斩杀五只二星凶兽 推荐境界 武师 贡献值 五百 招募护卫两位 要求境界 武师 贡献值 五百 肖明看了看说明 贡献值一般都在一百以上 一百贡献点相当于十万联盟币 可想而知 第一个任务一千贡献点有多高了 直接一个小目标 江涛看着上面的第一条任务 眼神黯淡 沉声道 最近武道联盟下令剿灭邪教 但是上次 我们武馆已经去了一队 全部牺牲 平常和我有说有笑的兄弟 就这样没了 肖明看着他突然落寞的背影 想着说什么话去安慰他 但是肖明发现自己 无法以自身的精力去安慰他 肖明没有资格 沉默了一会 江涛恢复以往的神情 对肖明说道 啊 不好意思 刚刚想到了一些难过的事情 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呃 对了 我们上面一层是宗师吉代的地方 不过我不知道上面怎么样 我只知道 需要更上一层楼 就要考到宗师徽章 凭借此徽章才能上去 哟 这不是江涛吗 这时 一道细血的声音响起 第十三章 战丽华峰 只见一个身材高大 虎背熊腰的男子走了过来 气势汹汹 丽华峰 你来干什么 旁边的江涛顿时怒吼道 那丽华峰继续细血地看着他 阴阳怪气地说道 哎呀 我好像忘记了 是谁被我打断了一条胳膊呢 他声音地挠了挠头 大声说道 哦 是你呀 江涛 哈哈 江涛听到他的嘲讽 脸黑了下来 下意识摸了摸自己隐隐作痛的左手 肖明没有说话 将江涛的动作收入眼底 继续观察着事情的形势 丽华峰的声音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他们向这边聚集过来 咦 那不是江涛和丽华峰吗 我记得上次他们因为抢夺一个任务而打了起来 江涛不敌丽华峰 被打断了一条胳膊 现在又怎么了 不知道啊 不过我听说丽华峰残暴无比 最近有一个舞者 也是因为一个小事和他大打出手 打生死战 最后那名舞者被残忍杀害了 而且 那名舞者 还是一名武师 嘶 看来丽华峰不能招惹啊 我得去提醒一下兄弟们先 走我们过去看看 在场的舞者们纷纷开始讨论 一时间第二层开始嘈杂起来 看着聚集过来的人 江涛收起了愤怒 理性地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兄弟 不要理会他 我们走 萧明微微点了点头 毕竟这里是舞馆 不能随便打架 不然会承受舞蹈联盟和舞馆的双重制裁 随即就要 跟着江涛转身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 丽华峰那虎背熊腰的身体 挡在萧明面前 嚣张地说道 那个废物可以走 不过我要和你宣战 敢不敢啊 没用的东西 萧明看着那嚣张的嘴脸 真想一拳轰烂 不过萧明想不通 哪里招惹到了他 难道仅仅因为和江涛接触 萧明摇摇头 显然不可能 于是萧明想了想 自己最近得罪的 只有李卫和魏伯了 李卫的话萧明知道 他仅仅是云天武馆的小小的学员 那只有魏伯了 没等萧明开口 旁边的江涛立声呵斥道 丽华峰 你别太过分了 他只是刚刚进来的新人而已 跟他没关系 转向萧明劝解道 萧明兄弟不要接受他的挑战 他已经武师了 紧接着 李华峰起哄道 哎呀 谁是我是武师 就不能和我打了 那还不简单 我可以压制到舞者的水平啊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位兄弟是高级舞者啊 他应该不会接受这样的挑战吧 一位炼有精神力的舞者说道 对啊 傻子才会接受这样的挑战 况且 还是李华峰这样的卑鄙小人 一位舞者理性分析道 我记得李华峰最近的战力 已经突破到四万的恐怖实力 除非他没脑子 才会接受他的挑战 一位消息灵通的舞者说道 萧明冷眼看着他 没有说话 而是静止地走向决斗场 他这一举动 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震惊 不是吧 这都接受 他的脑袋被驴踢了 这就是被驴踢了 别人还知道是驴踢的呢 他 恐怕连他爹是谁都不知道了 哈哈 李华峰残暴无比 上去的下来 都是缺胳膊少腿的 甚至还有被打死的呢 我倒要看看他 小小舞者怎么死的 各种嘲笑声四起 都在准备看萧明的笑话 行 萧明兄弟 别去 他为人卑鄙无耻 他说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想把你骗上去 不要信 江涛跟在后面劝解道 没事 他打不过我 萧明留下一句让他疑惑的话 便走上决斗场 李华峰看着萧明走进了决斗场 一脸得逞地走上去 他没想到那么顺利 就将萧明骗上决斗场 他微笑露出牙齿 发出黑黑的声音 决斗场说是规定不能对对手下死守 但是上了决斗场的多少 会有出现意外的 毕竟上了决斗场的舞者 都要确认生死协议 紧接着 舞馆第二层的舞者们聚集到决斗场 虽然舞者之间的决斗很常见 但是像这种高级舞者 对打武士的太少见了 有见过境界差距的 没见过境界差距那么大的 来了 来了 舞者界最大的笑话即将诞生了 兄弟们 哈哈 那么不要那么悲观嘛 蚂蚁还会蹦打几下呢 这么重要的时刻 当然要好好记录一下了 台下的舞者们 齐刷刷地看着台上的二人 纷纷开始准备看戏 有的拿出手机在录着 有的还在那嘲笑着 萧明漫不经心 对着丽华峰说道 来吧 用全力 啊 我没听错吧 丽华峰把手搭在耳朵上 紧接着又说道 我本来就没打算压制到舞者境界 你不会真的信了吧 哈哈 你 说着 他用手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姿势 话音刚落 台下又开始喧哗起来 哈哈 他真的是挑灯上茅厕 找死 他怎么敢的 他就这么想死吗 不会他真的以为舞者 能够打过舞师吧 别人找死 原来可以这么艺术的 哈哈 叮咚 请双方舞者做好准备 叮 检测双方到达指定位置 叮 正在检测双方信息 检测完成 一道机械声响起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大屏幕 出于对舞者隐私的保护 只能够看见双方的姓名 叮 请双方确认生死协议 确认 萧明和丽华峰 异口同声地喊道 叮 确认完毕 叮 正在布置场所 叮 场所布置完毕 结结结 准备好怎么死了吗 丽华峰那肥头帕耳地 发出魔性的笑声 话音刚落 他运转气血 猛然向萧明冲去 气势汹汹 他瞬间贴近萧明 不留余力地一拳 朝他轰去 轰 嗯 丽华峰疑惑地看着前面 他发现 萧明不见了 嗯 我的速度应该超过了二阶舞者境界了 萧明的声音突兀地在丽华峰背后响起 丽华峰猛然将拳头轰向后面 这次的威力更大 速度更快 哄 然而 他还是感觉不到打到人的那种实体感 他只能看到萧明的影子 看来还不够快啊 萧明的声音又在他的后面响起 你这个狗东西 只会躲视吧 丽华峰恼羞成怒道 紧接着 丽华峰运转精神力 再次冲向萧明 就要打中萧明的时候 萧明再次闪开 这时 丽华峰终于能看清萧明的身影 紧接着 一拳朝着萧明的撤去的方向 轰了过去 第十四章 风魔萧明 萧明这次无法闪避 只能反击了 他运转气血 将气血集中在右拳上 猛然朝着丽华峰的拳头轰去 碰 丽华峰的手臂被强大的气血之力 瞬间压得四分五裂 鲜血散开形成血舞 只听见 几声碎骨的响声 两股强大的气血之力 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 双方被冲击波反震开来 哎呀 我的手丽华峰痛苦地嘶吼着 这声嘶吼 将台下的舞者们 从震惊中猛然觉醒 咕咚 吞咽的声音非常清晰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那个萧明绝对也是舞师 而且是比丽华峰更强大的舞师 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方法 逃过了精神力的探测 我们刚才说的话 萧明大佬应该没听到吧 而在台下的江涛 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睁大眼睛地看着这一切 台下看到这一幕 对萧明的敬畏值直线飙升 有的在分析着萧明的境界 还有的在为嘲笑萧明 而担心秋后算账 台上 丽华峰看着自己断裂的左手 他迅速封住左手的穴位 使其减少流血 然而萧明没有在意着他 而是心里想着 看来自己精神力要赶快修炼精神力了 不然迟早栽在精神力很高的舞者上 他这次仅仅是 凭借着战斗经验 预判丽华峰的拳头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萧明此时 察觉到丽华峰那阴狠的眼神 看着他那狼狈的模样 不由觉得可笑 你个狗东西 竟然扮猪吃老虎 一接武士中断 NND 装到老子头上来 老子认灾 我认 丽华峰话都还没讲完 就见萧明的身影 突然萧明不见 他赶忙运行精神力 探测萧明的位置 瞬间抬起右手 挡着萧明的攻击 碰 强大的气血之力挡在前面 这时他有了准备 运行了防御攻法 但是还是感觉到 右手传来的痛觉 你别 丽华峰又是话都没说出来 便被萧明压制了过来 萧明专门往他嘴上打 拳头如同下雨一般打向丽华峰 啊 嗯嗯 丽华峰显然一只手无法抵挡 一开始先是疼痛地吼叫着 然后他嘴都被打得变形 说不出话来 他猛然一拳 把丽华峰打到地上 紧接着整个身子压了上去 让他无法动弹 萧明看着 已经无法说出话来的丽华峰 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手中的气血之力 变得更加凝聚 猛然朝着丽华峰的头一拳拳地轰去 萧明如同蜂魔一般 血溅的萧明身上都是 很快 萧明停了下来 看着地上的不动弹的丽华峰 显然已经没有了任何气息 他站起身来 他原本洁白的衣服染成了血红血红的 加上冷漠的双眼 如同一尊沙神 台下的观众 已经被萧明的蜂魔 吓得脸都轻了 纷纷不敢说话 即使他们见过不少血 但是像这样恨的人 他们还是很少见的 看着萧明那眼神 顿时不寒而栗 那几个之前嘲笑萧明的舞者 已经被萧明吓得原地发抖 就在这时 屏幕的机械声再次传来 叮咚 检测到一方已死亡 此战 萧明胜 萧明恢复以往的平静 朝着台下走去 众人见状 纷纷为他让出了一条路 表情丰富地看着他 萧明第一次杀人 以为自己内心会有什么阴影 结果发现 他内心毫无波澜 在这个世界 杀人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你只需坚定自己 就不会迷失自我 别人要杀他 他自然不能放过一个要杀他的人 自身强大才是真理 萧明走到姜涛面前 用平常的语气说道 走吧 带我去换件衣服 姜涛即使知道这不是梦 但是他此时还是有些如梦如幻的感觉 萧明的声音响起 他才猛然觉醒道 哦 哦好 我带你去更衣室 而丽华峰的尸体 被扫地机器人抬走 众人看着那面目全非的丽华峰被抬走 原本安静的决斗场 又开始嘈杂起来 看来 我们武馆又要出一位狠人 不知和那几位比怎么样 从他的气血看来 也就一揭五尸 怎么和那几位比 你不会这样就被他吓住了吧 可是他年轻啊 你刚刚没看到吗 他才25岁 那几位都快奔三了 全国比他年轻的武师 一抓一大把 他算什么 在场的几个武师强者 在为萧明而争论着 你一句我一句 谁也不服谁 呼 舒服 萧明从更衣室里出来 伸展着身体 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畅 这是生理核心里的蜕变 此时原本聚集在一起的舞者们 也恢复了原样 他们因为萧明的强大 变得更加努力锻炼 因为只有变强 才不会被丽华峰这样的人欺凌 江涛兄 可以带我去重力室吗 我想试试 萧明转头对江涛说道 江涛听见萧明的声音 立马豪爽地回应道 哦 好 走 我带你去 他此时变得非常轻松 仿佛心中的石头落下 说话也变得铿锵有力 非常自信地带着萧明走在前面 很快 他们便来到一间重力室前 这里人比较少 他们前面只有一人 江涛的带领还是可靠的 就这样 萧明站在那里等待着 就在萧明前面那个人 即将要进入重力室时 他眼角看到了萧明的身影 连忙来到萧明面前 恭敬道 原来是萧明大佬啊 刚才没看见您 您 您先进去吧 我暂时不用了 他说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萧明一脸疑惑地看着他离去 想了想 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肯定是被他的英姿所折 流逝着 直至一道空灵的机械声 响起 叮咚 您的使用时间即将用尽 请问是否继续 检测到您的贡献值不足 无法为您继续服务 萧明知道自己的时间用完了 开始收缩回自己的气血 身上的重力也开始慢慢变弱 过了一会 一切恢复如初 萧明仔细感受着身上的气血 看看增加了多少 这不感受不知道 一感受下一条 他能明显地感受到 自己的气血增加了不少 因为他感觉到 这增加的气血 堪比自己以现在的天赋 十天左右的修炼 可惜只有十五分钟 我得去赚点贡献值 萧明意犹未尽地说道 走出重力室 他现在已经完全熟悉了这里 于是对着姜涛说道 姜涛兄 我已经对这里十分熟悉了 我就不麻烦你了 姜涛也不客气 豪爽地说道 好 下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和我说 只要是我姜涛能帮的 我一定帮 正要走时 转头有对萧明投来感激的目光 萧明兄 今天的事情多谢了 萧明耸了耸肩 解释道 你不用谢我 今天他的目标本来就是我 嗯 萧兄最近是得罪了什么人吗 想让丽华峰置你于死地 如果不是萧兄你隐藏实力 恐怕 姜涛的神情先是疑惑 然后是后怕 萧明听到姜涛的称呼 从萧明兄到了萧兄 他也不矫情地说道 姜兄 我最近确实得罪了一些人 方便告知是谁吗 也许我可以帮上忙 姜涛跃跃欲试地说道 萧明看着姜涛那渴望的眼神 拒绝道 抱歉 姜兄 我不想连累你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今天你也帮了我 那我不能一直欠着你啊 姜涛一脸理所应当地说道 既然这样说了 那萧明也无法反驳了 我猜测是魏家 魏家 没听说过 我可以帮你去调查他的底细 姜涛看着萧明等待着他的答应 嗯 麻烦你了 我确实对他了解不多 萧明也没拒绝 毕竟他真的需要一些情报去了解敌人 不然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 萧明又和姜涛相互聊了回日常后 便各自分开了 跟姜涛分开后 萧明没有急着离开武馆 而是来到一间测试事前 他想要看一下 经过重力室的修炼 自己的战力增加了多少 刚好萧明找的这间测试室没有人 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在重力室或实战演练室 都忙着提升自己 没空来测试战力 听江涛说 这里的设施都要用学员证才能使用 萧明喃喃自语地说道 走进测试室 近距离观察这台力量测试器 才发现他有多高级 比如防抖 击打杆等等 萧明将学员证插进卡槽 静止走到力量测试器前 他气息猛然一变 眼神将前面的力量测试器 看作敌人 碰 拳头击打在测试器上 测试器稳如泰山 没有一点抖动 并且萧明感觉这股击打感十分逼真 仿佛打在了真实敌人身上似的 然而 就在萧明感叹力量测试器的不同时 屏幕上的数字早早计算后 摆着萧明面前 8923 萧明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喊叫道 要不是这里有隔音效果 不然又要成为重矢之地了 萧明没想到 仅仅在重力室修炼15分钟 竟然增加了这么多的战力 如果加上起源精的10倍增幅 那差不多接近9万的战力 这已经是一阶50高段了 兴奋的萧明 顿时想要继续下去 他运行起源精 周身气血沸腾 调整好状态 一拳朝着机器轰去 第16章 神秘的老板 强大的力量撕裂着空气 发出刺耳的声音 碰 机器依旧纹丝不动 如同一座大山 唯一变的是那屏幕上 那高速跳动的数字 然而萧明没等数字停下 紧接着又是一拳轰出 就这样 房间里毫无节奏感的 砰砰声不断 萧明的全速 快到已经看不清 几分钟过后 萧明停止了击打 此时他已经气喘吁吁 汗流加倍 气血已然用完 这台机器的计算速度 显然比之前的任何一台都要快 几个呼吸的时间 屏幕上的数字 已经清晰可见 90213 萧明看着这串数字 果然如同所料 没多想 他盘腿做 开始恢复气血 几分钟后 原本白青白青的面孔 开始重新变回红润 萧明站立起来 突然 肚子传来咕噜咕噜的响声 肚子饿了 回家吃饭吧 萧明摸了摸肚子说道 虽然他平时 可以不用吃那么多次饭 但是这次消耗了太多气血 单单靠着空气中的能量因子 恢复需要的时间太长 远没有吃饭的快 萧明从武馆出来 此时已经是中午12点左右 街道上的正在行人 匆匆忙忙赶回家 去买凶兽血肉吧 很久没吃了 萧明顿时想到 凶兽血肉 是能够为武者提供气血的血肉 武者们出去猎杀凶兽后 将他们的尸体卖给商家 然后他们获取资金 而凶兽血肉 就给大众食用 不过没有练过武的人 吃了会被庞大的气血称暴 所以 联盟规定 只能给武者食用 萧明以前存钱吃过一顿 但是由于实在太穷 他这几年都没有吃过 现在终于有钱了 那不得来一顿 没多想 萧明立即出发前往肉类市场 没过多久 萧明就闻到了 那浓厚的血肉的腥味 到了 一次性买多点吧 萧明下定决心道 由于萧明来过这里 所以对这里可以说随便逛了 很快 萧明来到一个肉摊面前 看着眼前熟悉的肉铺 又看见了那熟悉的老板 他还是老样子 一脸胡渣的中年大叔 旁边还有好多买凶瘦肉的老板 但是萧明只找这家 没别的 就是这家好骗 那老板躺在摇椅上呼呼大睡 好像一点都不怕 有人偷走他的肉 老板 老板 醒醒 萧明大声喊道 睡梦中的老板顿时惊醒 忧愿地看着萧明 好像在说 这臭小子打扰我美吗 要点什么肉啊 老板不耐烦地说道 来二十斤凶瘦肉 萧明豪爽地说道 老板听到走进仓库 没过多久 便拿出一箱肉出来 不紧不慢地说道 一百万 萧明微微一笑 老板 可惜我只有八十万 我钱不够 要不你就八十万买给我吧 老板皱了皱眉 大声道 八十万 我这可是高品质 凶瘦血肉 刚杀的不久 气血没有亏散多少 八十万不行 至少九十万 老板 你看我还是个五管学员呢 给我便宜点呗 萧明继续砍价 老板听到这句话 仔细打量着萧明 哦 我知道了 又是你这个臭小子 上一次也是用这句话 绑架老子的 嘿嘿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看着老顾客的份上 就便宜一点呗 萧明善善一笑 继续说道 老板神色转变 环顾四周坚定道 不行 绝对不行 如果人人都这样 那我还做不做生意了 哎 那就没办法了 说着萧明转身准备离去 等等 八十万 也不是不行 不过 我们做一笔交易如何 老板叫住萧明 萧明顿时回头 感兴趣地说道 交易 对 跟我来 我们里面细说 老板向着仓库里走去 萧明没多想 跟了上去 萧明跟着老板 来到仓库里一间小房子里 看起来十分简陋 坐吧 老板对萧明说道 萧明也不客气 坐下 随即开门见山地说道 说吧 什么交易 老板见萧明这么直接 也不拐弯抹角 我没看错的话 你使用的是增幅功法 并且 这个功法已经超越了人类所能接触的 萧明一听 猛然站立起来 死死盯着老板 你怎么知道的 萧明明明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时萧明猛然清醒 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别紧张 精神力到了 我这个境界 自然能够看出 你的气血运行方式 就算你没运行 但还是会残留诡计 况且 你又没有修炼精神力 一点防备都没有 很容易被像我这样的强者看穿 老板看见一脸紧张的萧明 解释道 萧明顿时变得非常谨慎 他下意识远离老板 被这样的强者盯上 他感觉坐立不安 他想逃 但是对付这样的强者 自己逃得掉吗 他放下戒备 回到座位上去 既然逃不了 那就坦然接受吧 他发誓 下次一定敢去做任务 兑换精神力功法 太危险了 老板见状 不由对萧明的胆识 刮目相看 其实呢 这个交易很简单 我也不要你什么 也不问你的增幅功法 我看你能够把如此高深的增幅功法 理解到这个程度 可见你天赋的超越了大部分天才了 我呢 由于天赋有限 想沉下心来 修炼增幅功法突破 但是至今毫无进展 我只要你知道我 修炼增幅功法 老板对着萧明说道 那我能得到什么 萧明问道 我免费赠送你一门精神力功法 比市面上的精神力功法都要好 并且在你知道我的期间 每天免费送你五斤 高品质凶兽血肉 怎么样 老板提出意见道 萧明听到精神力功法 顿时眼神闪过激动 想也没想立即回答道 成交 这么大的好处 免费的高品质精神力功法 还有每天五斤的高品质凶兽血肉 谁不用谁是傻子 况且 他又没要求把自己的增幅功法交给他 只需要教他 如何修炼增幅功法而已 现在萧明已经将增幅功法融会贯通 无论是什么增幅功法 他都能一语道出其不足 八十万 那二十斤凶兽血肉 你可以拿走了 老板一脸公平地说道 对了 每天你再过来吧 今天我还有事 没等萧明说话 老板继续说道 第十七章 雪山观想法 萧明别过老板 回到了家里 这一路上他都在想 那个老板到底是谁 萧明想着想着 他便想通了 毕竟在他这个境界的人 很难遇见想老板那样的强者 不认识也很正常 况且武道联盟极力保护武者的隐私 普通人很难认识到那些强者 算了 先炖肉吧 萧明喃喃地说道 很快 他便把五斤凶兽肉放进大锅里炖 做完这一切 他迫不及待地跑回房间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本破旧的书 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雪山观想法 这是肉店老板承诺给萧明的精神力功法 这名字看起来平平无奇 不知道是不是高阶精神力功法 没多想 萧明翻开了第一页 时间过了很久 萧明一一不舍地合上了书 他眼睛发亮 仿佛发现了新世界 他一点也不耽误 开始修炼起来 他坐在床上盘腿坐 闭上双眼 在他的脑海里 他按照书上所说 要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观想出一座雪山 根据事物的本质 一点一点地观想出雪山的模样 萧明要想 雪山是如何形成 形成后如何运作 慢慢地观想着 根据书上的说明 雪山观想得越高 精神力就会越强 萧明在精神世界里开始观想 凭借着自己的天赋 萧明没有感觉到太大压力 他很快便观想出十米高的雪山 没有停 雪山继续上升着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就在这时 一阵滴滴声响起 萧明听到 便念念不舍地停下了观想 这时的雪山 已经观想到四十米高了 他仔细感受着 自己精神世界里 多出了一股能量 这股能量十分飘渺 但是可以随时供萧明使用 他运行起这股能量 顿时感受到四周的一切 他看见四周弥漫着能量因子 能量因子一点一点地往萧明身上钻 他知道这是起源精的作用 萧明知道 精神力的作用有很多 但是他还没摸索出来 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激动地用精神力观察着 自身的状况 然而 他并没有观察到 自身气血的运行轨迹 这可能是自己的精神力不够强 所以观察不出来 他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隐藏起自己的气血运行方式 萧明根据肉店老板所说 将精神力附着于经脉 这样 别人只能看出气血浓度 而看不出功法的运行轨迹 如果被高手看出了 功法的运行轨迹和方式 那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别人 可以通过精神力 认出你下一步的攻击方式和方向 然而 他还没弄完 顿时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 果然 他现在才观想到四十米 现在的精神力 还不能够附着完全身 算了 先吃肉吧 此时从厨房里传来的肉香味 让人馋咸欲滴 很快 萧明便把炖好的凶兽肉 摆在餐桌上 由于萧明今天消耗太大 他现在已经鸡肠鹿鹿 拿起肉大口大口地吃着 凶兽肉非常好吃 入口即化 让人百吃不腻 凶兽肉一口一口地吃进肚子 化作精纯的气血 补充着萧明的气血 没过多久 一锅的凶兽肉 已经吃得干干净净 就连炖肉的汤底 都喝得一滴不剩 萧明摸着微微鼓起的肚子 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他立马盘腿而坐 运行起源精 将吃进肚子的凶兽血肉 化为气血 果然是高品质凶兽血肉 没想到一下子就补完了 并且还剩余很多 萧明心里想着 他继续运行着起源精 将剩余的气血 同样转换为自身的气血 没几分钟的时间 他便将凶兽血肉吸收完了 可见起源精恐怖的吸收力 但是 他还很难将空气中的能量因子 只见转化为气血之力 那种功法在世界上十分稀少 几乎掌握在那些顶级强者手中 所以 只能通过锻炼和凶兽血肉等等 媒介提升自己 当然 这也是要看天赋的 萧明转化完气血 没有停下 而是转向观想雪山 继续提升精神力 魏家 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室中 再传来粗广的声音 圣使大人 那人单膝跪地 低下头颅 对着上面的黑袍人说道 黑袍人面带猙獰的凶兽面具 黑袍上有一个紫色的凶兽徽章 他旁边几个护卫 也带着各有不同的面具 魏龙 安排得怎么样了 黑袍人居高临下地 对着魏龙质问道 圣 圣使大人 我们本来一切进行的顺利 但是武道联盟好像有所警觉 我们 魏龙磕磕绊绊地说道 嗯 什么 说 紫袍人周身的精神力涌动 形成一股 威压压向魏龙 魏龙被这股强大的威压压得双腿跪下 他立马说道 我们被联盟的人包围 损失惨重 但是他们也有一名宗师陨落 这有何用 南疆是一手南攻 我要的是 破坏他们的护城防御 让我们伟大的兽神的子民们 攻占这座城市 可还可 紫袍人突然咳嗽起来 圣使大人 您没事吧 魏龙一脸担心地喊道 旁边的黑袍人正准备上前 被紫袍人阻止了 我没事 我只是受了点小伤 没想到在这南疆市 还有如此人物 紫袍人眼神闪过一丝阴影 你下去吧 计划有变 最近收敛一点 南疆市有未知强者 我要向教主说明情况 紫袍人对着魏龙命令道 是 兽神永恒 魏龙做了个奇怪的手势 慢慢退了出去 出来到地面的魏龙 一脸阴沉 家主 有事上报 一旁的魏家手下 见魏龙出来 赶忙道 魏龙本来就心情不好 现在又有事出现 他大声吼道 什么事 他的手下被吓了一跳 颤颤巍巍道 利 利华峰 死 死了 碰 一个桌子被拍得粉碎 死了 没用的废物 魏龙被气得怒目圆睁 旁边的手下 被吓得脸色铁青 不敢说话 去 派两个武士盯死他 只要他一出城 我要他死 我就不信 随手能捏死的小虫子 能够翻了天 魏龙眼神闪过疯狂 对着手下道 是 是 第十八章 启元经第二阶段 呼 就要到一百米了 这下 应该能够附着全身了吧 萧明睁开眼睛 自言自语地说道 有了上次的经验 现在萧明变得更加熟练起来 很快 他便把精神力附着完全身 嗯 搞定 萧明高兴地说道 他终于可以继续苟了 毕竟这个世界太危险了 连去个肉店都遇到那样的强者 到时候 将自己的增幅功法暴露 后果不堪设想 哎 果然 还是实力强大 才是至关重要 继续推演启元经吧 萧明感慨道 话音刚落 萧明便跑回房间 坐在熟悉的书桌前 拿出手机 将上次买的功法翻出来 紧接着便开始推演 今天在武馆测试站立的时候 我有了别样的感触 萧明喃喃地说道 他测试站立时 可谓是底牌进出 极限爆发 站立高达9万多 因此对于自创的起源经 又有了一些全新的感悟 九阵权的增幅是有极限的 他的道路迟早会走到尽头 毕竟底蕴不足 而自己创造的起源经却不一样 岂不就是十倍增幅 底蕴雄厚 未来还有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甚至是第十阶段 都有可能 不过现在 他只开启了十倍天赋 再逆天 也是不可能 创造出第十阶段的起源经的 要知道 十倍增幅的起源经 有什么奇异之处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摸索出来 但是十倍增幅是跑不了的 萧明有了思路 便沉下心思 不断推演起源经 起源经第一阶段 字数超过一万字 无数文字和公式组合在一起 犹如一本天书 就是此刻 萧明把第一阶段的起源经扔出去 恐怕能够看懂的人 也屈指可数 看懂和能修炼 又是不同的概念 可见有多恐怖了 转眼间 天色就渐渐黑了下来 期间 还有手机传来的震动 但是萧明好像没听见 没感受到一样 一直提着笔写着 又过了几个小时 萧明脸上的表情 逐渐露出一丝惊喜 仿佛他写出来的不是功法 而是一个游戏 他沉迷其中一样 对 就是这样 我怎么没想到 萧明观察着刚买来的功法 会突然冒出一点想法出来 萧明继续推演着 他明显有的吃力 结合别人功法的经验 可以减少推演的强度 但是这已经超过了 萧明天赋 所能推演的力度 转眼间 一夜悄然而过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 从窗外照射进来的时候 萧明长出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 极为惊喜 昨天的一个下午 加整个晚上 差不多20个小时 在他的推演下和结合下 居然真的把 起源经的第二阶段 给推演出来了 他震惊的是 自己推演这么长的时间 居然一点都不累 这就是精神力的加持吗 虽然推演出来了 但是其中的内容 依旧有些问题 还需要他仔细整改 不过他有一种感觉 哪怕是不完整 但是已经可以使用了 第二阶段 按照我的推演 不出所料的话 也是10倍的增幅 如此一来 加上第一阶段的增幅 现在使用起源经 就是20倍增幅了 萧明想到这里 自己都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起源经的增幅 是可以一层一层叠加的 这就是他的恐怖之处 20倍增幅 我现在的基础战力 是8900 也就是可以达到 18万战力了 二阶五师高段了 萧明仔细分析着 就目前而言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增幅类功法 不管哪种 修炼到极限 都没有一本超过10倍的 更何况的20倍增幅 等过几天完善之后 或许会有意外惊喜 出现其他增幅效果 也说不定 不过现在去武馆测试一下吧 萧明站起身来 伸了一个懒腰 让全身骨头关节 尽情地舒展 刺激气血循环一下 话音刚落 萧明便夺门而出 没过多久 萧明来到武馆 他照常拿出学员证给工作人员 然后匆匆忙忙地 向第二层走去 他来到里面 舞者们还是和往常一样 在各做各的事 萧明静止地走向任务领取地点 剿灭邪教余孽 一名宗师十名武师及舞者 现在还需三名武师 需地点需领取任务后 才可排放 贡献值1000 斩杀宗师及凶兽 推荐境界 宗师 贡献值 一支1000 长期任务 斩杀武师及凶兽 推荐境界 武师 贡献值 一接武师100 二接武师200 招募护卫两位 要求境界 武师 贡献值500 一眼望去 琳琅满目的任务映入眼帘 但是前几个任务 还是和昨天一样没变 萧明上下寻找着 看看哪个任务适合自己 他看向第一个任务 随即摇了摇头 这个风险太大了 邪教的人都是极端分子 据说 他们会和你拼命 死对于他们来说是快乐 萧明看了看第三个任务 武师及凶兽 如果是一接武师的凶兽 萧明是可以秒杀的 二接武师的话 可以立敌 但是网上的话就不好说了 他也没说 要杀几接武师的凶兽 我专找一接的不就行了 萧明分析道 萧明正要向前领取任务 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萧兄 今天这么早啊 只见江涛微笑地说道 是啊 我准备领取一个任务 萧明回答道 江涛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萧明说道 萧兄 昨天很忙吗 萧明想了想 疑惑道 是有点忙 怎么了 呃 昨天我给你来电了 但是你没见 江涛解释道 萧明急忙打开手机 看见几个未接来电 顿时挠了挠头 善善一笑 不好意思啊 我忘记了 没关系 现在也可以告诉你 江涛耸了耸肩 随后严肃道 我调查了你说的魏家 最强的是 他们的家族魏龙 族中的武师居多 大多是一街武师 萧兄 你得罪的事里有点东西啊 最近你要小心 听说那魏龙瑕疵必报 萧明点了点头 陷入沉思 见萧明没有说话 江涛安慰道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 毕竟你有武管的庇护 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先不说这个 你帮我看一下 第三个任务 怎么样萧明指着屏幕说道 第十九章 进入凶兽禁区 江涛顺着萧明指着的方向望去 他手指摸了摸下巴 在思考着什么 以萧兄的实力 我认为这个任务应该没问题 这个任务我也做过 你只需要杀五只一截武士凶兽就行了 并且武士级的凶兽 智力还不太高 击杀不难 江涛理性地分析道 萧明听到江涛的话 他也不多想了 立马前刷上学员证 然后点击第三个任务的接受 丁 任务领取成功 祝你好运 机器响起一道机械声 江兄 我先走了 任务要紧 萧明对着江涛说道 哎 萧兄等等 你就这样去 江涛把萧明叫住 问道 是啊 有问题吗 萧明一脸理所当然地说道 你等我一下 江涛一边跑一边说道 过了几分钟 江涛才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个长方形的机械箱子 这是 萧明疑惑地说道 来 先借你用用 他将箱子递给萧明 然后继续说道 你出去怎么少得了装备呢 这是我的战刀和防御套装 萧明一脸疑惑地看着江涛 这套战斗装备起码有一个小目标那么贵了 自己这个穷鬼 那能体验过这样的装备啊 难道江涛是副歌 哎呀 这个是我自己做任务攒钱买的 江涛见萧明那不对劲的眼神 解释道 谢了 那我先走了 萧明对着江涛摆摆手 转身离去 无管外 萧明拿着手机在搜索着什么 我记得凶兽禁区在西面来着 先查查看 以免出错 萧明自言自语 OK 没错了 出发 萧明继续说道 他随便打了个车 往目的地出发 南江市西面防线 这里高墙耸立 高墙上安装了许多高科技武器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士兵在巡逻 他们无不穿着高科技套装 看起来十分威严 站住 请出示证件 一位坚守大门的士兵禁令道 萧明没有犹豫 立马拿出学员证 递给士兵 士兵接过后 将其插入特制机器中 在屏幕显现出萧明的资料 士兵上下打量着萧明 核对着他的信息 可以了 祝你好运 士兵将证件还给了萧明 萧明点了点头示意 便跟着士兵走到一个门前 士兵输入密码 门便打开了 萧明走出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长蛮草的平原 他拿出姜涛给的箱子 输入密码 箱子自动打开 首先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柄战刀 战刀通体漠黑 锋芒逼人 削铁如泥 萧明打开第二层 只见一套黑色的套装平躺着 当萧明接触到他的时候 套装自动识别 然后自动穿到萧明身上 萧明只觉一股清凉的感觉涌上来 一呼吸后 整件套装便穿到了萧明身上 他上下打量着 自己就像穿了机甲的战士 并且萧明没感受到任何一样 感觉就像身体的一部分 嗯 居然还能减少气血的溃散 萧明面带惊讶 当你运行气血的时候 有一部分气血会溃散出去 导致战斗力不完整 这是十分致命的 拿起战刀 左右滑了两下 风力无比 随后 萧明根据手机上的地图指引 前往凶兽禁地 凶兽一般都是群体活动的 他们会有一位统领 统领都是高智慧 强实力的 但是统领一般不会轻易出来 因为一出来 必定会受到人类强者的关注 同样人类这部也是一样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衡 萧明在飞速奔跑着 他此时十分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 听着风的声音 他的内心变得平静下来 萧明一路走来 看到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炮火留下的痕迹 城市破烂不堪 显得格外萧条 就在这时 萧明猛然闻到一股浓厚的血腥味 他停了下来 观察着四周 不是只有凶兽禁区才有凶兽 凶兽现在在蓝星上到处都是 只不过是凶兽禁区里的凶兽比较多 比较强 萧明运行精神力 探测着四周 眼中出现无数能量因子和气血颗粒 他顺着气血浓厚的区域 慢慢摸索过去 这时眼前出现两只酷四郎的凶兽 在啃视着同类的尸体 萧明眼神凌冽 运行气血 突然出现在两只凶兽后面 一刀横斩过去 两只凶兽被展开 两只高级凶兽 萧明看着死透的凶兽 眼神透露着狠意 没多想 萧明继续向着凶兽禁区跑去 然而 在萧明走后没多久 出现了两道身影 还有余温 刚死的 他还没走远 追 其中一个人摸了摸凶兽尸体 沉生道 终于到了 萧明看着面前的一片森林 心中不禁有点期待 他以正常的速度走了进去 里面时不时传来一声凶兽的吼叫 萧明没多想 运行精神力不断观察着四周 萧明谨慎地走着 期间遇到了几只低级高级凶兽 萧明没理他们 他现在的目标是五十级凶兽 找到了 他锁定住一个方向 向着那个方向走去 很快 他跳上一处隐蔽的树上 向下观察着 只见 一只非常巨大的凶兽 出现在萧明的眼前 他正在呼呼大睡 萧明判断出 这只凶兽 应该在一星五十级左右 猛然握紧战刀 从树上一跃而下 这时 凶兽察觉到萧明的气息 猛然睁开眼睛 想要躲开萧明的攻击 然而 萧明怎么会让他躲开呢 手中的刀 快速朝着凶兽的眼睛 砍去 扑吃 吼凶兽痛苦地吼叫着 凶兽顾不得疼痛 凶狠地朝着萧明撕咬去 萧明躲开他的撕咬 手中的战刀 再次朝着凶兽砍去 扑吃扑吃 几刀快如闪电 实打实地 看在了凶兽的要害处 就这样 凶兽不断追击着萧明 但是就是打不中 而萧明 已经砍了他十几刀 凶兽的动作 肉眼可见的变慢 气息逐渐萎靡 萧明见状 没犹豫 一刀斩向凶兽的头颅 扑吃轰 巨大的头颅 硬生倒地 嗯 谁 萧明惊呼一声 他的精神力 刚才捕捉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息 他谨慎地观察着四周 运行着精神力 试图找出目标 突然 萧明猛然转身 只见一道身影 出现在萧明眼前 那人同样穿着套装 小子 你的谨慎性挺高啊 那人细血地说道 第二十章 顿悟暴血狂刀 萧明没有说话 打亮着眼前的人 但是萧明没有看出什么来 那人显然精神力比萧明要高 萧明无法探测出来 嗯 你怎么是高级武者 难道你有什么掩盖气血 或精神力的手段 那人打亮着萧明疑惑道 萧明用脚想都知道 这肯定是魏家派来的杀手 他没有回答 调整自身状态 这一战是避免不了的了 见萧明没有说话 那人也不再废话 拔出背后的战刀 做出战斗姿势 你的人头 我收下了 到时候 家主一定会重赏我的 记住今天杀你的人 叫魏蒙 他大喊道 然后猛然朝着萧明冲来 萧明摆好防御架势 等待着魏蒙的攻击 枪 两把战刀碰撞在一起 萧明奋力抵挡着魏蒙的攻击 但是萧明显得十分吃力 因为敌人的战斗经验 显然比萧明要高 哈哈 什么呀 原来是个新手 魏蒙细谑地喊道 魏蒙的攻击变得更猛烈 打得萧明连连后退 萧明此时内心非常疑惑 为什么他总是能够 预判到自己的攻击 而自己却不能预判到 有几次险些被砍到 要不是他反应快 恐怕已经成了 魏蒙的刀下亡魂了 萧明一边战斗一边想着 这时他强大的天赋突出了作用 他运用强大的天赋 看透了本质 没过多久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 萧明的脸上不再惊慌 露出了笑容 他运行气血 将气血之力附着在了战刀上 魏蒙看到这一幕 有些惊讶 怎么快就学会了 你挺牛啊 那这个你会吗 他继续攻向萧明 猛然气息一遍 呵 爆血狂刀 魏蒙大声一喊 只见他的战刀上 凝聚了浓厚的气血 然后在远处猛然斩出 气血形成一股刀芒 朝着萧明砍去 萧明健壮 一股危机感 猛然涌上心头 他本能地想要逃离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那刀芒已经来到了 离萧明不足两米的地方 这时他的大脑快速运转着 推演着面前即将砍来的刀芒 一呼吸的时间 萧明赶忙运行起气血 学着魏蒙的样子 将气血凝聚在战刀上 枪 一道同样的刀芒 斩出 碰 两道刀芒碰撞在一起 形成强大的冲击波 把周围的树叶震得沙沙作响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 我调查过你 你明明没有购买过暴血狂刀 不可能 魏蒙难以置信地看着萧明 这时魏蒙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难道他是一瞬间学会的 这怎么可能 就算蓝星天赋最强的人 也不可能做到吧 他随即排除了这个荒谬的想法 强行让自己认为 萧明一定是学过了 萧明此时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感觉在那生死关头脑海中 好像突然多出了一道 更可怕的天赋一样 就在这时 一道久违的宏伟声音响起 宿主在危机中顿悟 能量加200 当前能量 8001000 萧明有些猛逼地听着这道声音 他此时内心在想着 顿悟 能量 这是什么 难道是升级天赋所需的条件 那怎么获得能量 顿悟获得 他心中有很多疑惑 想要知道答案 然而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系统的升级以后可以慢慢摸索 但是现在还在战斗中 他不能分心 哼 你觉得呢 这么简单的功法 不是一眼的事 萧明嘲讽地说道 魏蒙听到 勃然大怒 你个废物 找死 画壁 他气血沸腾 迅猛地朝着 萧明斩了过来 萧明见状 用心感受着 魏蒙的斩下的气血轨迹 预判到了他的招式 就在要砍中萧明时 身体往一边一侧 魏蒙的招式落空 萧明运行气血 一刀往魏蒙的左臂上砍去 就在即将砍到的时候 萧明神情一变 运行气血 刀口猛然全力向后砍去 扑痴 一只握着匕首的手臂 掉落在地上 啊 我的手 那想要偷袭萧明的人 发出撕裂的喊叫 左手手使劲捂住 鲜血喷涌的右臂 魏蒸 该死啊 去死 萧明身后的魏蒙 目自欲裂 奋力看向萧明 萧明立马换一身位 手中的战刀 快速凝聚气血 爆血狂刀 斩 萧明一声大喊 魏蒙健壮 赶紧收回招式 想要躲开 然而 还是晚了 扑痴 只见魏蒙的胸口 被砍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上面鲜血喷涌 显得十分猙獰 如果不是套装的保护 估计魏蒙会被一刀两半 直接毙命 此时状态好了些的魏蒸 看见这一幕 十分惊恐 没想到萧明那么强 嗨嗨可 魏蒙跪在地上口中 咳出大口大口的鲜血 气息为民 萧明朝着魏蒙走去 力索地举起战刀 一刀 看向魏蒙的脑袋 扑痴 人手分离 魏蒙 足 嗯 想逃 萧明精神力探测到 魏蒸消失了 他顺着魏蒸一散的气血 追了上去 萧明全力加速着 很快他便看到 捂着右臂逃跑的魏蒸 找到你了 萧明对着魏蒸大声喊道 魏蒸听到 瞬间煞白的脸 变得十分惊恐 他转过头去 却发现 没有任何人在那里 在这呢 萧明的声音 从魏蒸的后面传来 萧明一脚踢在魏蒸的身上 魏蒸猛然向前倒去 摔了个狗啃泥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说 是家主 是家主 叫我和魏蒙来追杀你的 魏蒸回过头来 一脸惊恐地向萧明求饶 我知道 我迟早会去找他的 你有钱吗 萧明弯下身子 贴着魏蒸的耳朵说道 魏蒸听到钱 眼神中闪过一丝希望之光 有有有 我有两千万 全部孝敬大哥你了 萧明拿出手机 示意了魏蒸 他看着萧明的眼神 很快便明白了什么意思 拿出手机 立马转账给了萧明 叮 到账两千万 听见声音 萧明微微一笑 嗯 做得不错 魏蒸听到心中的希望更加浓烈 微笑道 嘿嘿 应该的 应该的 扑吃 但是呢 你必须死 萧明以死神般的口吻说道 扑通 人头落地 第21章 渔翁得利 萧明举起战刀 向下一甩 将刀身上的血字甩掉 血腥味会引来凶兽 有可能是强大的凶兽 也有可能是一群凶兽 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赶快回到凶兽死的地方 将他的耳朵切下来 放入一个袋子里 作为凭证 该走了 萧明看着空中弥漫的气血颗粒 随即离开了这个区域 萧明不断穿梭在丛林间 寻找着武师级凶兽的踪影 嗯 那里居然有两只武师姐 萧明停下脚步 看向一个方向 萧明收敛任何气息 慢慢摸过去 尽量不透露任何信息 二只凶兽在互相对着对方吼叫 一目剑拔弩张的形式 猎虎兽和猎豹兽 它们好像要打架 萧明安静地坐在树上 观察着下面的一切 在凶兽入侵蓝星时 我们为了方便辨别凶兽 同意将一些长得 像蓝星生物的凶兽 命名为猎兽 而那些长得不三不四的凶兽 都有特殊的名称 萧明眼前的 一只看起来像老虎的凶兽 一般称为猎虎兽 那只看起来像猎豹的 围猎豹兽 但是凶兽之间也会有纷争 和人类有点不同 它们是以绝对实力评判 谁实力强 那一切都是它的 萧明猜测 这两只凶兽 应该是因为领地的纷争 而大打出手的 这不单在人类区域 在凶兽区域也很常见 突然猎豹兽猛然朝着另外一只攻击 而另外猎虎兽也不慢 也朝着它轰了过去 轰 强大的冲击波 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地面的尘土飞扬 两只凶兽纷纷倒退开来 谁也不服谁 猎豹兽和蓝星上的猎豹类似 都是依靠着速度的优势 只见猎豹兽在丛林间不断窜来窜去 寻找着猎虎兽的防御漏洞 而猎虎兽安静地站在原地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它运行着自行觉醒的精神力 作为看穿猎豹兽的优势 猎豹兽见猎虎兽终于露出了破绽 犹如闪电般的速度杀了过去 然而 就在它即将打到猎虎兽时 猎虎兽突然跃起 猛然朝着猎豹兽砸去 猎豹兽此时扑了个空 并且它还置停在空中 无法借力躲开猎虎兽的攻击 这凶兽的智力不低啊 故意露出破绽 引敌上钩 嘖嘖 萧明一脸称赞道 猎豹兽见无法躲避猎虎兽的攻击 便爆发气血 猛然反击猎虎兽 哄 尘土漫天飘扬 肉眼无法观察到实际情况 萧明运行精神力 观察到信息 它随即嘴角上扬 等灰尘散落 视线便得清晰 只见猎豹兽痛苦地躺在坑里 挣扎着 受了十分严重的创伤 而猎虎兽也没好到哪去 它终归智力有限 没有意识到 敌人的鱼死网破 反而适得其反 两只凶兽都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创伤 既然打了起来 那就必须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的结局 猎虎兽慢慢走向猎豹兽 准备给它致命一击 噗哄 猎虎兽一脸惊恐地转头 看向背后 但是它的生命正在慢慢流逝 眼神逐渐溃散 噗通 猎虎兽硬生倒地 萧明的身影出现 噗哄 萧明把插入猎虎兽心脏的战刀 猛然拔出 得来全部费功夫 萧明一脸得意地笑道 而躺在坑里的猎豹兽 还在痛苦地挣扎着 看着靠近的萧明 眼神凝聚恐惧 萧明 噗哄 突然 猎豹兽运行气血 向天吼叫 气血之力扩散 萧明看着这一幕 有些疑惑地看着猎豹兽的行为 坏了 他要摇兽 萧明大惊 他猛然握紧战刀 运行气血 凝聚气血于战刀 爆血狂刀 萧明大喊 话音刚落 刀芒斩出 噗哧 一刀 猎豹兽的身体被展开两半 呼萧明吐出一口气 他已经用了三次爆血狂刀 消耗不小 刚才猎豹兽的吼叫 显然是要叫帮手 萧明赶紧将他们的耳朵切下来 嗯 看来我小看了猎豹兽的速度 萧明环顾四周 他已经被猎豹群包围了 这时 在猎豹兽群里走出两只武士级别的猎豹兽 萧明冷静地看着他们 他知道 他已经被包围了 跑不了了 就是跑出去 但是还是会被追上 现在只有站了 吼 前面的武士及凶兽吼叫 仿佛是某种命令 萧明周围的凶兽 仿佛洪水猛兽一般 看着这一阵势 萧明不慌不忙 往上一跃 凶兽们扑了个空 相互碰撞起来 随后萧明运行气血 将气血凝聚于双脚 猛然踩下去 哄 几只凶兽被直接踩爆开来 直接升天 然而还没完 萧明在他们中间 向四周疯狂地斩着 凶兽被斩得七零八落 残枝断壁到处都是 萧明一点都不感觉到累 还在疯狂地斩来斩去 即使凶兽们的速度很快 但是还是逃不过萧明的预判 他对气血和精神力的控制 已经达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 他一直在战斗 也一直在进步 并且速度快得离谱 战斗经验不断攀升 快了 就快了 萧明满脸血红 疯狂地喊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疯子 就在战斗期间 他感觉自身的某种瓶颈 某种境界 即将要突破了 噗哧噗哧 萧明手中的刀 始终没有停过 远处的两只武师级凶兽看见这一幕 知道萧明的强大 一起出手 冲入战场 偷袭萧明 萧明此时正在专心地领悟着 他的每一步 都无意躲过了凶兽的攻击 他的每一刀都控制得非常好 斩得恰到好处 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血之力 迅速朝着萧明轰过来 萧明没有搭理 还是自顾自地斩着 好像没有感觉到危险的到来一样 还差一点点 一点点 萧明眼神坚定 平静地可怕 那股力量仿佛无比强大 这一击 恐怕已经堪比宗师级别的攻击了 萧明旁边的凶兽都被轰得粉碎 那股力量一点点接近萧明 萧明这时突然闭上眼睛 但是手中的刀还在不停地砍着 他是放弃抵抗了吗 第二十二章 刀法入微 不 不是 是他挂到了 萧明猛然睁开眼睛 一股寒意弥漫于两只凶兽心头 萧明运行气血 握紧手中战刀 一斩 朝着他们斩了过去 两只凶兽看着 那萧明斩过来的招式 仿佛无法躲避 锋利无比 必死无疑 噗哧 噗哧 他们的堪比宗师级别的攻击 瞬间被击溃 而他们也被展开两半 双双毙命 死得不能再死了 周围的凶兽 看见他们的首领已经死亡 纷纷开始向远处逃窜 萧明也不追 没理他们 萧明看着手中的战刀 喃喃自语道 我这应该是刀法入微了吧 刀法入微 要知道 这种刀法 身法 剑法等等的境界提升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全蓝星能够在萧明这个年纪 刀法入微几乎没有 最多也就精通级别 接近入微 目前人类接触到的这些的最高境界是如意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到了如意的刀法非常恐怖 比如 你是武师级 你的对手是宗师级 但是你有如意刀法 你也可以与之一战 甚至是将其斩杀 然而萧明只是第一次用刀就入微了 想想多可怕 望着这一堆的凶兽尸体 萧明对自己的实力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现在刀法入微 身法精通 战力不知道了 经过这次战斗 战力肯定提升了不少 萧明仔细分析着自己的提升 他没想到 在战斗中的提升和进步 居然这么大 萧明没再多想 他迅速把凶兽尸体上的耳朵割下来 放入袋子 以做凭证 嗯 这套装还有这样的功能 萧明惊呼 便看见自己身上的凶兽血迹 开始被清洗掉 做完这一切 他赶紧离开了此地 如果被那里浓厚的气血 引来强大的凶兽 那萧明恐怕凶多吉少了 萧明一直在穿梭着 至今为止 除了魏家的人 他还没遇到过其他人类 因为这凶兽禁区太大 太危险 位置太多 他们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赶出来 不然随时会横死此地 萧明停下脚步 看了看地图 前面就是比武士更强的凶兽领地了 凶兽的领地意识很强 他们会以凶兽统领为尊 以统领周围的领地视为圣地 所以 凶兽的实力越往里面越强大 萧明思考 要不要进去 他想了想 还是算了 毕竟自己的精神力还很弱 如果被实力强大的凶兽盯上 自己的精神力 还没来得及探测到危险 自己就被拍死了 他握紧手中的战刀 坚定地看着凶兽区域深处 我现在实力还不够 不过很快 我还会再回来的 萧明眼神坚定 然后 萧明便离开此处 继续寻找武士级凶兽 这次萧明寻找的武士级凶兽 是要战力达到20万或30万的凶兽 也就是三阶和四阶武士级凶兽 以他现在的实力 应该可以与之一战了 就这样 萧明在丛林剑不断穿梭 寻找着目标 期间还杀了几只一阶武士凶兽 个个都是一刀秒的那种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找到了 哦 那是人 他们正在和一只四阶武士凶兽打 萧明往着一个方向看 去看看 很快 萧明来到一棵树上 他向下观察着情况 只见一个身穿红色套装的胖子 首当其冲地冲在前面 后面一黑一蓝套装地跟着后面 我来牵制他 你们乘机攻击他的弱点 红色套装的胖子大声喊道 那只凶兽身形庞大 长相奇异 身上还长着蘑菇式的疙瘩 应该是特殊的凶兽 萧明查了一下 叫独孤兽 那胖子运行气血附着于战锤 猛地朝独孤兽砸去 地爆锤 独孤兽反应不慢 甩着长长的尾巴回击 哄 胖子和独孤兽扭打在一起 不过胖子显然落入了下风 被一直压制着 其他两个舞者健壮 也不留守 纷纷祭出自己最强一击 石鬼枪 穿杨剑 噗哧 噗哧 他们的攻击完完全全地击中了独孤兽的身上 但是也没见到独孤兽身上出现任何伤口 萧明只看见了 他们在对着空气打 独孤兽还在远处观察着 这是 中了独孤兽的迷幻毒 下面的兄弟危险了呀 萧明搓了搓下巴 这个迷幻毒 听说要精神力非常强 或者服下醒神剂才能解除 那几个兄弟 居然敢毫无防备 就敢贸然上前 真是不怕死啊 萧明自言自语 说完 萧明运行气血 凝聚于战刀 暴血狂刀 独孤兽准备上前将几个武者收拾掉 但是他感受到了浓厚的气血之力 和强烈的危机感正在靠近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躲 扑斥 整个头颅被斩了下来 眼睛大大的睁开 死不瞑目 入危及刀法 加上暴血狂刀 一刀毙命 萧明冲树上一跃而下 他在凶兽的尸体上 迅速将他的耳朵割下 这时 那三个武者也恢复了过来 看见这一幕 惊讶地看着站在尸体上的萧明 这位兄弟 刚才多谢了 要不是你 我们哥三个 就命丧皇权了 那胖子马上上前 对着萧明拱手道谢 那其他两个武者 也纷纷点头致谢 萧明对他们抱有警惕 毕竟在这凶兽禁区 杀人 越货 暗杀十分常见 所以 在这里最危险的 往往不是凶兽 而是人 见萧明不说话 那胖子立马心领神会 我们是南江武道大学的普通学员 我们这次出来 主要是历练历练 没想到这遇到第一个凶兽就这么强 差点就 南江武道大学 这个萧明可是非常了解 是荣国四大武道大学之一的顶尖学府 他位于南江市的南面 萧明以前有幸去过 想当初 萧明刚来到这里时 他也去考过这个大学 奈何天赋太差 别人不要 萧明只能加入没有门槛的武馆学习 你们不知道 独孤兽的迷幻独吗 萧明现在有些怀疑 南江武道大学的教育程度了 这些连萧明这个武馆学员都知道 胖子挠了挠头尴尬地笑道 其他两个武者也是 将头低下 无地自容的样子 萧明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也没再说什么 随即准备离开 第二十三章 千倍天赋激活 这位兄弟请留步 胖子叫住萧明 萧明停住 想要听听他们想干什么 既然你救了我们 那就是我们的恩人 我想知道你的贵性 胖子解释道 哦 我还没自我介绍 我叫王宝乐 那两位分别是李人 刘超 胖子继续说道 如此年轻的武师强者 而且还是如此强的武师 恐怕有三四阶的实力了 这个他们自然要认识一下的 萧明萧明平静地回答道 胖子听到这个名字 仔细想了想 萧明应该不是高级学员 不过那么年轻 实力那么强 应该能够匹敌高级学员了 我们先加个好友 下次回南疆是我做东 胖子拍拍胸脯 大声说道 萧明也不拒绝 经过刚才的交流 萧明觉得他们应该可信 随即和胖子他们 交换联系方式 做完这一切 萧明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他现在确认自己的实力 入危急刀法 加上暴血狂刀的攻法 威力可以直接秒杀四阶武师 如果是五阶武师 萧明也确认了 即使不能秒杀 那应该也能重伤 那他现在自己的实力 已经堪比五阶武师高段了 他还不敢说 堪比半步宗师 要不找个五阶凶兽来练练 萧明心中冒充这个想法 没犹豫 他立马出发寻找起来 这一次 他来到一条小河边 沿着小河走 凶兽和野兽一样 喜欢在河边逗留 觅食 这种重要的地方 一般都被强大的凶兽作为领地 所以 萧明在河边寻找五阶凶兽 会更快一点 在寻找的过程中 萧明也遇到了不少凶兽 不过都敌不过萧明随意的一刀 很快 他便探测到 强大的气血 充斥于河内 萧明看着这平静的水流 确定那只凶兽就在河里 并且 那只凶兽 一定已经察觉到萧明的到来 一般而言 凶兽不允许别人随意踏入他的领地 不过 那是在看敌人实力的情况下 敌人实力非常强 那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不应该 我现在 没有运行起源精 看起来应该是高级舞者 他怎么还不出来 萧明一脸疑惑 看着平静的水流 萧明想要一探究竟 他没有急着攻击那只凶兽 而是一跃而下 跳进河里 跳进河里的同时 他还憋气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个套装居然能够防水 还能做到呼吸自由 萧明再一次被套装的便利性震撼到 这个河道还挺深 萧明凭借着太阳光线 在河里寻找着 他运行精神力 寻找那只凶兽的身影 很快 他便找到了 但是萧明没有发现凶兽的声音 只看见一个奇怪的大钟 长相有点像寺庙里的大佛钟 但是他显得更加神秘 这时萧明想到 一种可能 他在这大钟里面 但是萧明没听见一点动静 萧明想用精神力探查一番 但是就在萧明的精神力 即将触碰到大钟时 萧明的精神力 被强大的反震了回来 看来这个大钟 不是什么反物 萧明摸了摸大钟 只感觉一股凉意 他运行气血 手指一弹 定 一股反震之力 从大钟传到手中 一一声沉闷幽远的钟声 温然响彻河道 震耳欲聋 仿佛就在这一刻 时间都在刹那之间凝固 大钟仿佛是来自古老时代的范英 带着奇特的韵味 神秘的音韵 就在这一瞬间 萧明感觉自己的灵魂 都带有一阵颤抖之意 紧接着 他就感觉到 自身的细胞 在猛然震战起来 疯狂地跳动 仿佛合列变一般 隐隐约约 有种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的样子 不过终生来得快 去得也快 气血细胞并没有达到 增加蜕变的要求 萧明眼神顿时变得极为锐利 大脑开始飞快运转 无数气血细胞都在震战 精神力都在膨胀 只见萧明眼中 呈现密密麻麻的推演数据 紧紧几呼吸的功夫 一组可怕的数据 呈现在他面前 他瞬间明白了 这口中的用法 这中震荡的力量 蕴含一种未知的能量 那股能量 不断冲刷着萧明的身躯 不仅可以加强 他的肉体防御 还可以猛增气血之力 这口神秘的大中来历 虚无缥缈 在数据里 萧明可以找出 他的名字 灭世忠 萧明尝试 能不能将灭世忠收服 萧明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灭世忠 无数数据一样的知识 在他脑海之中翻滚 一个个古老的文字呈现 不断组合 形成一道极其复杂的公式浮现 他不断推演破解这个公式 前面的还挺简单 但是到了后面 就开始吃力了 就在萧明破解到一半时 他突然感觉到 脑袋一阵头晕 紧接着就是疼痛欲裂 这时萧明遇到了 极其复杂的公式 打量的信息 无法一时间领悟和演化 导致萧明的脑海 爆满了这些信息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说不出道不明的声音 骤然响彻起来 仿佛是从灵魂深处传来的一样 丁 恭喜宿主推演远古神器 能量加500 当前能量13001000 宿主满足天赋进阶条件 百倍天赋进阶 千倍天赋正在注入 一瞬间 一道清凉感 让萧明脑袋的疼痛感消失 一道冥冥之中的感悟 从天灵盖传递下来 瞬间涌入大脑之中 不知不觉间 萧明就漂浮在河道中 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这一睡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 就看见河里变暗了不少 几条小鱼从她的身旁游过 同一时间 海量般的信息 在她的大脑运转着 几呼吸的时间 便运转完毕 一眼看过去 游动的小鱼 一切仿佛化作数据一般 呈现在脑海之中 比如小鱼的体重 体积 游动的速度 摆动的频率 每秒消耗的能量等 全部被量化 萧明骤然一惊 她突然想起来 自己脑海中响起的声音 她顿时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着四周 目光锁过之处 任何东西 都仿佛化作一道道数据一般 我这是 激活了千倍天赋 嘶 萧明倒吸一口冷气 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很快便平静下来 看来 刚才推演蔑视中的公式 用脑过度 太过相信自己的天赋 导致大脑运转不过来 不过也走运激活了千倍天赋 萧明思考了一下 就明白了前因后果 第24章 获得灭视中 我隐隐记得 系统提到的能量 根据刚才的推演 我觉得天赋的进阶 应该和这个有关 萧明分析 这刚才系统刚才说的话 千倍天赋 这灭视中应该不成问题了吧 那就用你来试验一下 在千倍天赋的加成下 我推演和领悟的能量 提升了多少 萧明看向灭视中 自信地说道 站在灭视中前 萧明眼神变得锐利 和刚才一样 无数数据一样的公式 在她的脑海里翻滚 那道极其复杂的公式 再次出现 上下浮动 在强大的天赋推演下 灭视中 尚出现各种各样古老的文字 萧明看着他们 每一个都被她深深地 寄入脑海之中 进行不断地组合 推演 经过千倍天赋的悟性 上面出现的 一个个古老的数字被破解 就在这时 萧明心中一阵狂喜 她显然已经破解了 那个复杂的公式 这居然是一篇 精神力运用的法门 原来 想要控制灭视中 需要特定的精神力运行路线 不然就会像上次 萧明的精神力那样 反弹回来 需要在刹那间 连接其核心 才算是真正的控制灭视中 萧明破解完灭视中后 也知道了她的相关信息 灭视中 可以帮助人凝聚肉身强度 加快分裂气血细胞 属于行星及武器 虽然不知道武器的阶级划分 但是萧明清楚 这极有可能不是蓝星的产物 因为在蓝星当前 绝对不可能打造出 如此无上宝物 并且蓝星也没有给武器 进行明确的等级划分 我们潜意识里 一般都是贵的品质越好 不过这也让萧明证实了 有更加强大的外星文明的存在 没多想 萧明按照精神力运作法门 随即运转精神力进入灭视中 没过多久 萧明便掌控了灭视中的核心 她仔细感受着 就像脑海中多出了一个控制器 专门控制灭视中 萧明意识一动 灭视中便开始慢慢变小 然后萧明伸出手掌 灭视中飘到萧明手上 变成手掌般的大小 这时萧明才看到 那只精神力探测到的凶兽 原来他被灭视中罩住了 萧明想到 灭视中的一个保护机制 如果你强行用蛮力控制灭视中 他就会触发保护机制 将你罩住 萧明走上前去 发现这只凶兽已经死了 并且死了没多久 应该是这几天刚死的 而萧明探测到的气血之力 是这只凶兽死后 被灭视中罩住 而萧明探测的 是他一散出来的气血之力 看着死去的凶兽 萧明毫不犹豫地割下其耳朵 并朝着河岸边游去 来到岸边 天空呈现出昏黄的晚霞 非常美丽 萧明看着这片森林 以前应该挺多小动物的吧 现在已经被凶兽们 当作食物 吃得一干二净了 凶兽践踏着我们这片土地 将人类当作他们的血食 然而 这离萧明并没有太远 就在萧明这七年里 他已经听说过 两三次人类城市 被凶兽入侵 被灭成 人类强者战死的消息 整个城市的人类 被当作食物吃掉 萧明猛然握紧拳头 眼神锐利 暗自发誓 一定要将蓝星的凶兽 屠杀殆尽 该回去了 萧明看着那漂亮的晚霞 沉声道 晚上的凶兽禁区非常危险 凶兽四处游荡 甚至还攻击人类防线 萧明在这里逗留 位置性很大 话音刚落 萧明便根据地图 以最短的路线 穿梭在回去的路上 期间还有几个 向偷袭萧明的凶兽 不过都被他给秒杀了 萧明 今天出城的收获很大 首先是凶兽杀了很多 战斗经验大幅度提升 顿物暴血狂刀 刀法入微 然后是获得蔑视中 这代凶兽 应该够赚不少了吧 萧明一脸欣喜地 看着那装得盆满钵满的袋子 没想到萧明出城一次 就收获那么大 如果是一般人 那这些是敢都不敢想的 很快 萧明便回到人类防线 还是那高耸的城墙 萧明来到那出口处 他插入学员证 然后大门扫描着萧明 主动识别他的身份 完毕 大门打开 萧明没有犹豫 快速走了进去 呼 终于回来了 萧明伸了身懒腰 他现在心情非常好 萧明心里想着 今天回去蹲锅肉 奖励一下自己 他打开机械箱子 脱下套装 他这才发现 套装已经变得残破不堪 但是战刀却没什么磨损 应该是萧明刀法入微的缘故吧 萧明一脸无奈地 看着那件套装 心想着 这该怎么办 怎么跟江涛交代 这时萧明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赶紧打开手机 查询起来 只见他搜索着套装破了 如何修理 几个纸样 然后便谈出很多答案 萧明在浏览着 没过多久 萧明便找到了答案 只见手机上出现一个定位 南江市武器修理所 萧明没犹豫 走到路边 打了一辆出租车 便出发前往目的地 很快 萧明便来到了武器修理所 一眼望去 上面刻着一个锤子的标志 萧明走了进去 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 先生 请将您的套装拿出来 我好鉴定磨损情况 工作人员说道 萧明听到 立马打开箱子 把套装拿出 交给了他 工作人员便开始鉴定 先生 您这个属于S系列套装 如果想要修理 预估价为1亿联盟币 工作人员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顿时大惊 S系列 那不是在五个宝很贵的套装系列吗 江涛怎么会有 S套装有很多 萧明没认出来 也不足为奇 难道 萧明想到一个可能 那就是 江涛身份不简单 才能买得起这样的套装 呃 那算了 我先不修了 萧明一脸尴尬地说道 他立马将套装收好 迅速离开了现场 萧明 现在有很多疑惑 江涛到底是什么人 他的身份是什么 如果他是大家族的人 为什么还要来武馆 哎 不想了 先去把我的任务提交了再说吧 萧明摇了摇头 然后便出发往武馆的方向走去 第25章 吴刚的震惊 几分钟后 萧明便回到了熟悉的武馆 萧明踏入武馆 就在准备前往第二层的时候 萧明被一道熟悉的声音叫住 萧明 最近去了第二层可好啊 萧明转头一看 是他以前的教官 吴刚 还可以吧 但哪有教官你好啊 萧明打句道 吴刚嘴角抽搐 你小子别嘴平了 我来找你不是嘴平的 说正经事 管主找你 管主找我 是 萧明疑惑地问道 像管主兼镇守使的王腾飞那样的日理万机的人物 哪有什么闲工夫来找萧明这个小人物 萧明一脸猛 这个你去了就知道了 哎呀 是好事 吴刚看见萧明那个样子 不耐烦地说道 萧明一听是好事 他顿时感兴趣了起来 不过 我还要去上交任务 萧明摆出那个大袋子 给吴刚看 吴刚一把抢过萧明的袋子 随即说道 我帮你上交 到时候 我将贡献值转给你 萧明看着吴刚 站在原地不动 有些不自愿地看着他 你还怕我抢了你的不成 你当我是什么人啊 吴刚看见萧明那不情愿的眼神 顿时忧愿地说道 听到吴刚的话 萧明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是自己 哼 给你 萧明冷笑一声 将电话递给那个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颤颤巍巍地接过电话 眼神中充满了惊恐 喂 喂 工作人员磕磕绊地说道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哎 你辞职吧 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吴刚本来还怒火中烧的 但是听到那人的熊样 他连发火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26章 推荐信 工作人员听到吴刚的话 顿时瘫倒在地上 他知道 他已经没希望了 没想到 因为自己一时的冲动 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萧明冷眼看着他 一把拿回自己的手机 随即低头又问道 现在可以告诉我 镇首使的办公室 在哪里了吧 那人目光无神 嘴里喃喃自语道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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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何必呢 萧明见他这样 叹出一口气 随即去找其他工作人员 但是他还没开始寻找 便看到一个工作人员主动上前 先生你好 我知道镇首使的办公室 我这就带你去 萧明微微点头 表示同意 其他工作人员 看到刚才的那一幕 谁都知道 萧明这得罪不起 所以他们 变得更恭敬起来了 他们很快坐电梯 来到了王腾飞所在的楼层 这位先生 那里就是镇首使的办公室了 工作人员为萧明指出来 萧明点头示意 随后说道 嗯 你下去吧 然后萧明走到门口 敲了敲门 进来 听见里面传来浑厚且威严的声音 萧明慢慢地打开门 只见王腾飞笔直地坐在椅子上 眉鱼眼闪过一丝威严 他低着头 目不斜视地写着什么 萧明见他没有说话 带着恭敬的语气说道 管主 您找我 王腾飞没有抬头 继续低头写着 用浑厚的声音说道 嗯 不错 你出去一次进步了不少 你不用一直运行增负功法 其实你不运行 我也知道 萧明听到 一脸尴尬 他本来想运行增负功法 逃过王腾飞 探测到自己的增负功法 但是还是被发现了 果然在强者面前 什么都被看穿了 你的增负功法很有趣 放心吧 我是不会抢你的宝贝的 王腾飞抬起头 侃然正色地说道 我找你来 是看中了你的潜力 能够将如此复杂的增负功法 修炼得炉火纯青 并且短时间达到如此高的战力 可见你天赋不凡 王腾飞继续说道 萧明看着王腾飞那领若冰霜的眼神 他顿时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威压 但是他还是毅力原地 目不斜视地看着王腾飞 馆主过奖 萧明一脸严肃地说道 王腾飞撇了萧明一眼 随即低下头 继续写着 我有一个南疆武道大学高级学员的名额 怎么样 感兴趣吗 王腾飞问道 萧明听到南疆武道大学 眼睛顿时一亮 这是自己以前的梦想之地啊 是 馆主 我非常感兴趣 萧明一脸炯炯有神 大声回答道 然后便看见王腾飞将写完的纸丝下 飞了过来 萧明见状立马接住 这是进南方武道大学的推荐信 记住 不管你到哪里 你永远是我们武馆的人 我武馆的人 腰杆子给我挺直了 如果有哪个不长眼的老东西欺负你 你尽管来找我 但是以后 你强大了 武馆需要你 你必须回来 王腾飞站起身来 郑重其词 明白 这是我的责任 萧明义正言辞地说道 萧明内心非常激动和自豪 听到王腾飞霸气的话语 他内心不禁充满了底气 又震手使护着 看谁敢动我 王腾飞微微点头 表示满意 我给了你这个推荐信 我会在武馆发布声明 到时候 王腾飞欲言又止 然后又神秘地说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萧明虽然有所疑惑 但是现在他的喜悦之情 已然充斥他的内心 他已经顾不得了 王腾飞转过身去 望着下面车水马龙 欢歌笑语 他眼神深邃 你下去吧 萧明看着那伟岸的身躯 默默地走了出去 王腾飞听到萧明离开后 他眼神黯然 时间不多了 不知道你能不能 给我们人族带来奇迹 他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萧明从武道联盟大楼出来后 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回家吧 他随即在路边 叫了一辆出租车 几分钟后 萧明回到了中安小区 小区内聚集着不少人 他们几乎都是吃完晚饭后 来到小区散步的人 他们看见萧明后 纷纷向萧明问好 萧明也很有礼貌 与往常一样 一一复合 这是萧明在人群中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萧明弯起嘴角 细血地迈着脚步走了过去 那人本来想出发 前往小区的锻炼场 但是他这时感受到一道目光 他转过头去 看清楚那道身影 顿时大海 他此时想起了高级舞者 测试那日的种种画面 没错 萧明看到的身影 就是李渭 他现在变得非常狼狈 从那日后 他被自己无管的人嘲笑 女朋友也决然和他分手 一点勤奋也不留 想起这些憋屈 他咬牙切齿 拳头握紧 眼神凶狠地看着过来的萧明 眼神不错 但是没用 萧明细血地说道 废物 你给我等着 我总有一天会打败你 李渭咬牙切齿地说道 也不知道谁是废物 连我一拳都戒不住 萧明运行气血 凝聚于拳头上 李渭看到这一幕 他眼神不变 但脚步不自觉地 向后退了几步 萧明看到这一幕 笑意更甚 李渭顿时感觉被戏弄 内心的怒火更甚 他面部已经被气得扭曲 他拳头握得更紧 指甲都陷入肉里 看起来非常猙獰 我不会等你 我会一直奔跑 直到你看不见 萧明平静地说完 便转身离去 萧明恶心了李渭一波 他那心舒服了不少 想起以前自己天赋非常差的时候 他那时就是这样无力 屈辱 被他尽情地戏弄 一切能够嘲弄萧明的地方 李渭都毫不留情 萧明也要让他感受 自己所受到所有屈辱 他看着李渭的狼狈样 他一点也不同情 反而有点快意 小萧 做得好 一个年长的老者称赞道 这一幕也被周围小区的人看见 他们也纷纷拍手称快 李渭这人心胸狭隘 刻薄 小区的人都不喜欢他 并且他们 身为旁观者 也清楚萧明以前的屈辱 现在萧明反朝回李渭 他们双手称赞 第27章 灭世中脆体 一段小插曲过后 萧明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 他现在心情非常好 迫不及待地从冰箱里 拿出十斤的凶兽血肉 放进大锅里盾 做完这一切 萧明回到房间里 坐在床上 他从口袋中拿出灭世中 现在的灭世中 只有一个巴掌小 看起来非常小巧 萧明运行精神力 控制灭世中 他慢慢开始变大 他控制着 直至让他带到 与自身身高相等为止 萧明这次看清 这口大钟的全貌 之前在河里光线不足 精神力也无法探测 现在终于看到了全貌 只见他通体黑色 上面有各种各样怪异的花纹 一些形状奇怪的生物 给他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萧明喃喃自语道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能让我的实力 提升到何种程度 声音落下的刹那 萧明运行气血 全身气血沸腾汹涌 哼 拳头瞬间轰击而出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当拳头和灭世中 碰撞在一起的一刹那 萧明体内的气血 瞬间被拉扯 一股恐怖的无形的反振冲击波 一下子铺天盖地般袭来 顺着他的手臂开始 一路飞快蔓延 从毛孔进入血管 然后进入内脏 仅仅是刹那间 无数的细胞 被这股反振之力 震得完全崩碎 大量的黑色杂质 从细胞之中被提取出来 一点点的汇聚在一起 凝聚成一个个黑色杂质小球 顺着毛孔滚落下来 萧明运行精神力感知着 他有点惊讶 仅仅是一次的击打 体内的无数杂质 就被提取出来了 气血浓度骤然拔高 战力猛然飙升 萧明眼冒金光 心中的热血在沸腾 他的拳头再次轰击灭世中 这一次他不是单手 而是用双手不断爆发 起源精被运行到极致 二十倍增幅 拳头摩擦着空气 发出巨响 犹如龙银一般 每一拳都无比快速 肉眼只能看到萧明的拳影 如雨点一般密密麻麻 轰击着灭世中 轰轰轰 钟声悠长 嗡嗡响得不停 萧明形成一圈圈无形的震波 如同水里击打的涟漪 疯狂扩散 空气中的微小颗粒都被震碎 变成一颗颗粒子 席卷而起 形成一个小型龙卷风 围绕在萧明周身 他身上的衣服被颗粒卷得破烂 最终粉碎 他的头发随风飘扬起来 一呼吸的时间 萧明已经赤裸上身 可以清晰地看见皮肤的毛孔增大 无数黑色的颗粒密密麻麻地往外排出 数量多到把毛孔都撕裂 但是可以看到萧明撕裂的皮肤之下 开始慢慢显露水晶般的光泽 金光绽放 萧明刚刚击打灭势中时 运行了金刚不坏身的功法 再加上灭势中的脆体 这大大加快了金刚不坏身的运行 他的金身变得更加凝实 自身防御大大增加 萧明一边击打灭势中 一边感知着 他震惊地发现 这灭势中 居然可以随着自己的实力的增加 他反正的力度也会增加 他整个人都呈现出金光 照亮了漆黑的房屋 就这样 萧明不间断地轰击着灭势中 而他的战力也在不断地增长 一刻钟 钟声不断 婉转悠长 就在这时 萧明突然停下手中的轰击 四 萧明捂住脑袋 面部抽搐 他突然感觉到 脑海传来一阵撕裂的痛 感觉整个脑袋都要裂开 萧明痛得大口大口呼吸着 他面前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 眼前一黑 萧明整个人倒在了床上 没了动静 钟声鱼音绕梁 慢慢地消逝 直到无比安静 几个小时后 萧明猛然睁开眼睛 眼睛睁大显得十分惊恐 原来使用蔑视中 与精神力有关 刚才过度使用蔑视中 导致精神力枯竭 差点就 萧明一脸后怕 萧明平复自己那惊恐的心情 看来我的精神力还很弱 不能使用蔑视中太长时间 不然下次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这时 一股腥臭味 猛然冲进鼻腔 萧明环顾着自己的周围 一滩黑色的液体映入眼帘 萧明已经见怪不怪了 然而让他在意的不是这个 而是自己的身躯 他的身躯变得晶莹剔透 洁白如玉 呈现着金色的光泽 仿佛一枚绝世宝玉 他从抽屉中拿出一柄小刀 往手臂上轻轻划上一刀 叮 声音仿佛划在了金铁上 而且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完好如初 萧明如我所料时的点点头 随即运转气血 以用力一划 吃叮 皮肤上出现了一点点伤口 但是仅仅是破了皮 连血都没出 但是过了一呼吸 伤口便愈合 消失不见了 萧明被这一幕震惊到 他刚才可是用了自己的一半的实力 要知道 自己现在的一半的实力 恐怕可以直接秒杀一阶 二阶武师急了 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现在一阶 二阶武师 已经无法穿透自己防御了 恐怖如斯 萧明握紧拳头 他现在的实力 仿佛可以一拳轰死一个巨型猛兽 这掌握强大实力的感觉 让萧明变得非常自信 没多想 萧明收拾了下已经肮脏的地板 随后马上洗了个澡 萧明洗完澡出来 那大锅炖的凶兽血肉 刚刚好炖完 正好把刚刚消耗的气血补回来 随即萧明马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凶兽的血肉 化作精纯的气血 不断补充着自己的气血 没几分钟 一大锅的凶兽血肉 被吃得一干二净了 萧明吃完 平静地坐在餐桌前 在思考着什么 我的精神力还很弱 据说成为宗师的标志 是要战力达到五十万 精神力还要达到凝雾成低的境界 萧明喃喃自语道 说着萧明没有空想 而是立马付诸行动 他猛然闭上双眼 迅速观想着雪山 嗯 我观想 雪山的速度怎么变快了 萧明突然发现自己观想雪山的速度 比上次快了不止一点点 而是快了一大截 照这样的速度 最多一两天就可以凝雾成低了 难道是我天赋提升的原因 嗯 应该是了 萧明这时想到天赋 原来精神力也与天赋有关 第28章 气血丹 早上第一缕阳光照射龙国大地 万物从沉睡中醒来 中安小区 萧明盘腿而坐 无比安静 阳光照射在他志气中 带点成熟的面孔上 他猛然睁开双眼 明亮的眼睛透露着深邃 还差一点点 就可以将雾气凝结成水滴了 萧明观想了一晚上的雪山 精神力差一点点 就凝结成水滴了 但是萧明并没有急 凡是要有个循序渐进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萧明是知道的 先打捞根基 这时 手机传来震动 萧明打开一看 是吴刚 萧明已经猜到了吴刚的来意 他没犹豫 立马点击了接听 喂 教官 你小子行啊 现在都敢不接我电话了 电话那头 传来调侃的语气 上面标出 贡献值2000 随后 萧明的目光放在了物品上 嗯 这个这么便宜 萧明发出疑惑的语气 他刚才点到丹药类的时候 发现了气血丹 只要一点的贡献值 换算成联盟币 仅仅1000联盟币 这放在五个堡 那得上万才一颗呀 整整贵了十倍 萧明也才买过几次 但由于价格贵 他只能隔几个月买上一颗 极为窘迫 这些只要有钱人才买得起的 他赶紧打开手机 在五个堡搜索起气血丹来 一看 果然 这里显然比五个堡便宜 萧明看到这里有点惊讶 无管那么大气的吗 众所周知 气血丹的作用很多 比如可以增强体魄 延年易受 最关键的是 可以补充气血 在战场上 气血丹的作用就非常大 凶兽 由于自身体质原因 自然补充气血的速度特别快 我们人类为了抵抗凶兽 研制出了气血丹 补齐了短板 第29章 33万战力 萧明点开气血丹的页面 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一串红色的字样不可用于商用 为者必揪 萧明点点头 因为在这里的气血丹比市面上便宜 如果没有这样的管制 会导致有心人买入五管的气血丹 以高价卖给别人 谋取利益 这是禁止的 他没有急着买气血丹 而是用手滑向了装备篮 S系列 明光甲五千贡献值 金师甲五千贡献值 龙银甲五千贡献值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S系列的套装 它们都有独特的名字 无一例外都是五千的贡献值 萧明还看见了姜涛的套装 果然 姜涛背景不简单啊 在套装上面 还写着制作的材质 萧明点开明光套装 材质 五阶宗师星光兽灵甲 四阶宗师雷金兽利爪 材质多种多样 由不同凶兽的身体部位 和一些特殊的材料制成 萧明没想到 制造一件套装 需要那么多的材质 不仅如此 那些套装还附带了各种黑科技 比如 姜涛的那件套装 能够自动穿着鱼全身等等功能 也难怪价格那么贵 一般来说 所用的材质凶兽等级越高 特殊材料越稀有 那就可以评定为 S系列的套装了 太贵了 五千的贡献值 要杀多少凶兽 和做多少任务才能挣到 萧明摇摇头 暂时放弃了 他点到A系列套装的页面 A系列 夜光狼甲两千贡献值 大夜龙龄甲两千贡献值 紫金甲 一五零零贡献值 黑光甲一千贡献值 前面几个套装 应该是A系列的最顶级的 萧明首先排除了前面两个 看向第三个紫金甲 这个价位 萧明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买了自己不够买武器了 萧明也排除了 萧明看着这些昂贵的装备 他瞬间觉得自己的两千贡献值 什么都不是 连中等的A系列套装 都不能买最顶级的 虽然套装的品质很重要 毕竟能够保命 但是萧明现在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啊 他看向第四个套装 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兑换 他现在不是自己想选什么装备 而是自己能够选什么装备 兑换成功 黑光甲 萧明心疼地看着自己的一千贡献值 就这样没了 看来 我得多去凶兽禁区啊 萧明感叹一声 没多想 他点开武器类 选择战刀兰 然后再选择战刀的价位 星运堂刀一千贡献值 狂尸霸刀一千贡献值 一千贡献值价位的战刀不多 萧明瞬间被第一把战刀吸引 萧明点进去 只见通体黑色的堂刀呈现在眼前 萧明第一眼便喜欢上了 他立马点击兑换 兑换成功 星运堂刀 一串数字弹了出来 哎 没有贡献值了 看来气血单暂时兑换不了了 可惜 萧明心有遗憾 他拔出学员证 钉 紧烧等 正在出货 屏幕旁边升起了一道小门 小门里出现了一个机械臂 机械臂上拿着萧明兑换的两件装备 都被用特殊的包装包裹着 机械臂伸到了萧明面前 萧明欣喜地接过了战刀和套装 虽然这品质没有姜涛那套好 但是还能凑合着用 先去测试一下自己的战力吧 他收起自己的装备 走向了战力测试师 战力测试师还是照常的少人 没等多久 萧明便静静来了 他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了 他出去了一趟 气息都变得强大 杀气腾腾 放下东西 萧明气息顿时一变 他将前面的机器看作凶兽 杀意腾起 猛然握紧拳头 一拳挥击而出 碰 机器不动 屏幕数字快速地跳动 16756 等到数字停下来 萧明惊讶地看着 虽然早有预料 但是还是不如眼睛看到的冲击大 基础战力已经上武师了 那加上起源精的增幅 岂不是萧明激动地说道 但是萧明很快收回激动的心情 继续握紧拳头 全力运行气血 砰砰砰 拳头如同雨点一般击打在机器上 屏幕上的数字和往常一样迅猛地跳动 快到模糊 看不清 就这样 萧明一直击打着机器 几分钟后 呵 大喝一声 萧明打上了最后一击 砰 机器微微震战 呼 萧明吐出一口气 萧明一屁股坐下 刚刚消耗太大了 先恢复一下 运行起精神力 萧明运用精神力 闭上双眼 现在已经能够细微地捕捉一些能量因子 他仔细感受着 一点一点地把能量因子吸入体内 但是自己的精神力也在疯狂消耗着 与此同时 屏幕上跳动的数字 这时也随之停了下来 几分钟后 萧明睁开眼睛 抬头看向屏幕 33万2547 33万的战力 四阶五师级 还差七万就到了五阶五师级别了 还不错 离宗师又近了 萧明心满意足地说道 五师和宗师是值得蜕变 到了宗师 就算十个五阶五师级也打不过一阶宗师 可想而知 宗师有多强了 如果我这个实力 加上入微级刀法 能不能与宗师一战呢 萧明心里突然冒出了这样的疑问 他摇摇头 现在想这些还是不太切实际 毕竟如果真的对上了 那就不好说了 说不定对手一下子就秒杀了萧明呢 现在我的实力 就算打不过宗师 但是五阶五师以内 无 无敌 萧明一脸自信地说道 我刚才得到了一些感悟 应该能完善起源经第二层 萧明拖着下巴思考着 不过他不急 现在他的天赋又近了一步 这些等回到家再慢慢操作 他从测试室里出来 走向了重力室 今天他还要十分钟的免费时间 萧明一如既往的进重力室锻炼 重力从低到高 十分钟后 萧明舒展了下身子 便从重力室里出来 虽然看不出来 但是萧明的实力又有了提升 对了 今天还要去那个肉铺老板那里 萧明这时想起 自己还有这样一件事要做 他看了看时间 便出发前往肉类市场 第三十章 紧得震惊 肉类市场 萧明来到了那熟悉的店面 此时的店铺已经敞开 老板还是满脸胡渣 一如既往地躺在椅子上 呼呼大睡 上次忘记请教前辈的名讳了 敢问前辈贵性 萧明对着老板说道 萧明的到来他 肯定已经知道了 像这样的强者 萧明在他面前的一举一动 他都能感知得出来 老板没睁开眼睛 而是平平淡淡地说出了一个字 紧 紧 萧明没听说过 不过他现在还没强到那种实力 不知道强者圈子里的人物 是再正常不过了 你果然天赋一饼 几天就学会了雪山观想法 看你的样子 应该快凝雾成低了吧 实力也提升了不少 紧睁开双眼 看向萧明说道 萧明虽然有所隐藏自己的实力 但是还是被他看出来了 但是他想说他并不是几天学会的 而是几个小时就学会了 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毕竟话还是不能乱讲的 嘿嘿 侥幸侥幸 在前辈面前 我屁都不是 萧明嬉皮笑脸 拍马屁 紧嘴角抽了抽 眼神一脸无语地看着萧明 好像在说 你这是侥幸 那我辛辛苦苦地修理 我算什么 紧并没有多看萧明那欠打的嘴脸 而是转身过身 一边走一边说道 跟我来 我们去里面说话 很快 萧明跟着紧来到了熟悉的小房子里 还是那样简陋 这就是陋世明吗 萧明找地方坐了下来 而紧走进了一个小房间里 没多久 紧从小房间里出来 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 这本我在遗迹里搜集到的增幅功法 萧明看着这泛黄的书籍 居然和自己的九阵拳一样 是文明遗迹里出来的功法 紧将这本书提给萧明 萧明接过书 目光放在书的封面上 酒想通背拳 萧明翻开书籍 仔细地阅读着 他一页一页地翻看 不想遗漏任何地方 紧静静地看着萧明 想看看萧明是如何做到的 但是他失望了 因为他根本看不出来 萧明有做任何其他的动作 一直在翻看书 就像正常阅读一样 他想着 自己看一页都要理解半天 并且还是没有理解全面的那种 没错运行气血 都感觉没到那种效果上 几十分钟后 萧明慢慢地合上了书本的最后一页 目光如炬 眼神深邃地看着前方 仿佛看穿了一切 好了 萧明停了半天 吐出两个字 好 好了 你没开玩笑 紧眼睛瞪大 震惊地看着萧明 然后他便看到萧明重重点了点头 他深吸一口气 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自己的天赋 放在人族里 也算不错的 虽然自己走到这一步有点久 但是已经算不错了 他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萧明 看来他有点低估了萧明的天赋 这何止是天赋一柄啊 这放在全世界也没有吧 这简直就是绝世妖孽啊 紧静力平复着自己的震惊 守住自己的心境 不然一个不注意 就被萧明击碎了 在萧明看来 这是看到了紧脸上 呈现出一丝震惊而已 不过萧明没在意 萧明刚才看这本书的时候 已经完全掌握了九想通辈权 毕竟他现在已经是千倍天赋了 不需要在纸上圈圈画画地推演了 他现在只需要看一眼 就完全理解了 这本书和九振权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所以他可以看出 这本书的瑕疵 还在上面积累到了很多的感悟 这对他推演《起源经》第三层 有很大的帮助 嘿嘿 呃 你可以开始讲解了 紧恢复以往的威严 正色道 萧明也不墨迹 正经威奏地讲了起来 这本《增幅公法》 是大灾难时期保持下来的 他和市面上的增幅公法不同 他更注重 萧明滔滔不绝地讲解着 他将九振权和九想通辈权的理念 结合起来 这样可以讲得更加通俗易懂 他突然发现 在讲解的时候 自己也会冒出不同的感悟 是对增幅公法的延伸 可以积累经验 这使萧明更加满腹经文地讲起来 根本停不下来 与此同时 萧也在认真听着萧明的讲解 他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萧明讲的话语上 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字 然而 他越听越感到震惊 因为他听明白了 以前那些完全搞不懂的地方 现在恍然大悟 他还想过 如果听不懂 准备让萧明反复讲解 但是现在他一听就懂 难道这是自己的天赋 不 这是萧明讲的通透 如果一个人想把一个难题讲给别人听 那个人必须理解得非常通透才行 也就是说 萧明仅仅是看了几十分钟 就把整本功法理解通透了 这天赋 恐怖如斯 萧反观自己 他看那本功法 看半天才能理解一点皮毛 他不禁感叹 这就是绝世妖孽的恐怖吗 但是他又转变过来思考 有这样一号人物在 人族和仇不兴 他仿佛看到了一位人族大能 正在冉冉升起 萧明感受到一道炽热的眼神 他被警看得心里发毛 仿佛要把萧明吃了一样 萧也发现了自己的不得体 立马收回眼神 认真听着 过了几分钟 紧叫停了萧明 他现在感觉已经到了极限了 不能再往下听了 毕竟自己天赋有限 他需要时间消化 不过他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由于之前他自己理解过 现在只是把那些 不懂得给弄清楚了 所以他也受益匪浅 今天就到这了 消化消化 紧对着萧明解释道 说完他便盘腿做 闭上双眼 开始消化萧明刚才所讲的理念 萧明表示理解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萧明这样 有妖孽般的天赋 他也没着急着走 毕竟别人还没让他离开呢 可能别人中途还会有什么疑惑 需要萧明解答 现在走了 就是不守信了 萧明也没有闲着 趁着这个时间 他也闭上双眼 开始观想雪山 现在他的精神力 还没达到他的理想状态 所以他现在主要提升的是 自己的精神力 第三十一章 凝雾成堤 萧明正在疯狂地观想着雪山 他现在的精神力 已经快接近凝雾成堤了 是那种灵界的状态了 他现在非常着急 不断观想 但是还是无法达到那种状态 仿佛前面有什么 旋直又旋的东西 需要跨过去 这就是瓶颈吗 萧明心中想着 他开始推演出突破的办法 很快 他便找到了 他立马运行起 大量的精神力物器 将它们集中在一起 强行将它们堆积起来 但是他显得非常吃力 感觉就像一颗很重的石头 塞在自己的脑子里一样 然而 他不肯放弃 大量的精神力物器挤在一起 但是它们会发生排斥反应 就这样 那些物器挤进去了 又弹出来 反反复复 萧明感到非常难受 他再一次感受到了 自己以前的那种无力感 那种屈辱感 瞬间涌上心头 我就不信了 萧明怒吼 随即疯狂运转精神力物器 将它们强行揉捏在一起 大量的精神力物器 疯狂往着一个地方 很快便形成了一团 但是那团物器 开始不稳定地晃动 仿佛随时都要炸开了 这时 萧明突然感受到头疼欲裂 意识都要模糊 整个脑袋浮起大量的青筋 就像一条条青色的虫子 使劲往脑袋钻一样 萧明痛苦地控制着那团物器 他还没有放弃 他依靠自己的毅力坚持着 然而 这已经无法控制了 他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 就在他即将倒下时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涌上萧明的脑海里 那股精神力 化作一只庞大的手掌 向着他团精神力物器抓去 手掌与精神力物器团接触 那手掌瞬间握紧 将精神力物器团抓住 控制在手心 那精神力物器团 一直在那手中使劲晃动 想要逃脱掌心 只见那手掌用力一抓 随即爆发出 强大的精神力冲击波 震荡着萧明的整个脑海 那只巨手却毫发无损 巨手慢慢张开 一颗巨大的水滴 从手掌中飞出 稳稳地屹立在脑海中央 那只巨手 也消失在萧明的脑海中 一切恢复原本的平静 萧明也已经恢复了正常 脸上的青筋消失 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服 呼吸也变得平稳 萧明慢慢睁开眼睛 看见紧站在自己面前 闭着眼睛 手按着他的脑袋 这时紧也睁开了双眼 眼神闪过一丝深邃 他将自己的手拿走 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 紧开口说话 一脸严肃地看着萧明 萧明有些猛逼 为什么突破到凝雾成低的境界那么难 危险那么大 难道每个将要突破到这个境界的人 都到经历这样的生死吗 你强行将如此庞大的精神力雾气柔和 极其的不稳定 这样做的人成功的十个里面只有一个 甚至一个都没有 虽然这样加快了下一境界的修炼 但是你想死吗 要不是我 你现在已经 紧大声斥责道 萧明也听懂了 他当时就推演了宁成低的方法 没想到其中的危险 要不是井 他差点就命丧黄泉了 萧明一脸歉意地看着井 多谢前辈相助 给你添麻烦了 我是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限制 我要是知道了 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紧看萧明那样子 显然是不知道了 但是还是开口道 精神力的修炼不可操之过急 虽然你有惊人的天赋 但是欲速则不达的道路 相信你也懂得吧 萧明点点头表示明白 看来他以后要小心点才行 不然可不是每一次 都有这样的强者在自己身边 搞不准哪天就翻车了 嗯 今天的讲解我很满意 你先回去吧 井没有再提刚才的事 而是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也不墨迹 跟井道别一声便离开了 就在萧明要走时 井的声音又传来 慢着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以后遇到什么 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找我 萧明看着井递过来一张纸 没多想便接了过来 好了 你走吧 萧明向井道谢了一番 然后就走了 然而就在萧明走后 井握井拳头 感受着自己的气血 没想到我的气血 增强了整整两倍 两倍 对于强者来说 那是非常恐怖的增幅了 可以瞬间强大一大截的战力 直接秒杀同等级的对手 如果我将在本书理解完 战力会提升多少呢 井看向久想 通背拳 眼神深邃 萧明从嘈杂的肉类市场出来后 便回家了 几分钟后 萧明便出现在了中安小区里 现在小区的人还挺多 都在各自做着自己的事 萧明看着这一幕 瞬间想起了穿越前 在记忆里也是这样的 百姓安居乐业 烟火气十足 但是这样的画面 还能持续多久呢 凶兽指不定 哪天就会把这一切给摧毁 萧明想到这 猛然握紧拳头 眼神坚定 朝着自己的房子走去 回到房间 萧明他拿出自己兑换的装备 然后打开它 萧明看着那件套装 只见套装通体黑色 表面泛着淡淡的黑光 显得格外邪气 他迫不及待地穿上黑光甲 这件套装 没有江涛那件 能够自行穿上 但是萧明穿上它非常方便 很快套装穿在了身上 套装开始吸附在萧明表面 渐渐地调整好了 他的最佳形态 萧明仔细感受着 套装都能减少气血的溃散 这件也不例外 他在房子里 到处跳来跳去 舒展身体 这件套装穿在身上 仿佛就像是自己的一部分一样 没有一点不是 他走到全身镜面前 看着穿着套装的自己 就像一个穿着机甲的战士 帅气十足 萧明满足地点点头 虽然没有江涛那件套装那么顶级 但是萧明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满意的 萧明拿起战刀星陨堂刀 也是黑色的 现在萧明穿着黑色的套装 加上黑色的战刀 整个人都是黑色的 有了自己的套装和战刀 他准备明天就出发 再一次前往凶兽禁区 在这之前 萧明先完善一下 起源经第二层 第32章 30倍增幅 萧明突然想起景说的话 说是强行柔和庞大的精神力 成功了会加快下一阶段的修炼 他没犹豫 果断运行精神力 他的精神力比原先的强大了很多 他感受着脑海中的 那个巨大的水滴 他下一阶段精神力的修炼 要将雾气凝聚成水滴 然后将水滴凝聚成水洼 那这个大水滴 确实省去了不少的功夫 他的精神力 也比一般的凝雾成滴境界 要强大许多 萧明听景说 在凝雾成滴之前 是不能大量凝聚精神力雾气 但是到了凝雾成滴境界 就开始慢慢可以尝试了 但是还是不能操之过急 得慢慢感受 没多想 萧明现在已经顺利达到了凝雾成滴境界 接下来就是实力的提升了 萧明走到书桌前 坐了下去 拿起纸盒笔 埋头推演起来 这一次 他要将整个起源精第二层重新推演一遍 将原先的缺陷和不足一点点补全 没过多久 纸上很快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字体 一张又一张 就这样 萧明埋头推演的时间又开始了 但是时间还是一样的流逝 萧明就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 原本还亮着的天色也变暗了 直到完全黑暗 但是萧明的房间还在亮着 就在这时 萧明停了下来 缓缓放下手中的笔 拿起自己推演的纸张 整整一打 他看着自己的杰作 一股成就感 油然而生 终于完成了 按照我的理想和设定 现在我已经将第二层完善 可以达到20倍的增幅 加上第一层的10倍 现在应该有30倍的增幅 萧明一脸自豪地说道 30倍增幅 上次萧明测试自己的基础战力 为1.6万的战力 加上30倍的增幅 那战力至少达到48万 离宗师级战力只差2万 在境界上已经相当于极限武师了 五届武师级以下统统不是对手 可以说 现在萧明的实力 如果加上入微级刀法 普通的宗师还真不是萧明的对手 但这也是不好说的 毕竟宗师有什么手段还未可知 萧明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相比之前的自己 显然已经今非昔比了 这时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照射在萧明白皙的脸上 自信的笑容一览无余 仿佛阳光都为他喝彩 今天出发 前往凶兽禁区 萧明握紧双拳 兴奋地说道 他简单地准备了下 便夺门而出 前往目的地 魏家 大厅内 只有一大一小的身影 正是魏龙和魏伯 魏龙闭上双眼 单手扶着前额 好像在休息 又像在思考着什么 魏伯已经痊愈从医院回来了 他看着闭上眼睛的魏龙 不耐烦地说道 爹 我们就不能悄悄地过去 把他杀了吗 一定要等他出城吗 魏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魏龙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便找个借口说道 在城里不好展开手脚 武道联盟很快就会发现我们 并且 南疆是强者如云 那更不能出手了 报告 一声突兀的声音 扰乱了这里的宁静 坐在沙发上的魏龙 猛然睁开双眼 眼神中闪过一丝金光 说 粗广的声音 从魏龙的嘴里说出 目标出现 正在前往南疆市西面防线 估计要出城 手下的声音再次响起 魏龙虎区猛然站起 眼神凌厉 魏伯听完 嘴角扬起阴险的微笑 太好了 真是盼什么来什么 连老天都在帮我们啊 哈哈 好 之前我没想到 这次有如此实力 是我大意了 现在本座亲自出马 敢得罪我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魏龙露出凶狠的眼神 仿佛已经看到了 萧明被他踩着了脚底 尽情地凌辱 叫上两个五接五诗 我们现在就出发 我想快点 碾死这个虫子 魏龙对着那个手下说道 爹 我也要去 魏伯挡在他们前面 你去干什么 魏龙呵斥道 我要将我之前所受的屈辱 全部还回去 魏伯恶毒地说道 魏龙看着魏伯那执着的眼神 没有再说什么 蓝江市西面防线 萧明穿上自己准备的套装 熟练地配合士兵的检查 很快 萧明便顺利出到城外 萧明感受着 还是那熟悉的场景 一片荒芜的场景 他沿着上次的道路 出发前往凶兽禁区 萧明释放强大的气血 让周围的凶兽都不敢靠近 这样就省了很多时间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前脚刚走 后脚的魏龙 就带着人跟着萧明走的方向 嗯 有人在靠近我 萧明猛然回头 他感受到几股强大的气血 向他快速接近 仿佛就是要告诉萧明一样 萧明出于上次的经验 这次他十分警惕 他心里已经想到了 是魏家的人 他不敢大意 毕竟这是在荒郊野岭的 很快 萧明便看到了四个身影 只见为首的身材高大 虎背熊腰 穿着套装显得更加庞大 后面三个没什么特别的 同样都穿着套装 他们气势汹汹地向萧明走来 眼神中充满不屑 萧明感知到了一道熟悉的人 是魏伯 这更加肯定了 他们是冲着萧明来的 你就是萧明 为首的魏龙 用粗狂的声音说出 言语中透露着威严和轻蔑 事又如何 萧明也不甘示弱 不卑不亢地说道 哈哈 萧明 你没想到 也会有这一天吧 我实话告诉你 这是我爹 宗师级强者 碾死你如同蚂蚁一样 我要将你给我的屈辱 以十倍还给你 没等魏龙说话 旁边的魏伯 一脸得意地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冷眼看向魏伯 冰冷地说道 魏伯 你记得我说过的话吧 你这次 必死无疑 魏伯听到萧明说出的狠话 瞬间缩到魏龙的身后 仿佛很害怕萧明 颤抖地说道 萧 萧明 你 你休想吓唬我 有我爹在呢 魏龙看见 这没骨气的魏伯 他也没眼看了 而是对着身后的两个手下说道 你们两个给我打残叹 记住 我只要活的 是 那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应答 第三十三章 战魏龙 话音刚落 那两个手下动了起来 迈着快速的步伐 形成双面夹击之势 向着萧明冲去 萧明看到这一幕 他也没动 没有拔出腰间的战刀 而是站在原地 观察着他冲过来的两人 很快 两人便拉近了与萧明的距离 他们各种使用着自己的武器 奋力运用功法 奋力朝着萧明砍去 萧明站在原地 刚才他通过强大的天赋 已经将两人的所有信息收入眼中 他迅速找出他们的破绽 只见萧明后撤一步 运行气血 双拳握紧 猛然轰出 快如闪电 如同惊雷 哄 被强大的气血之力轰了出去 两人应声倒地 嘴角渗出血 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显然已经死亡 魏龙和魏伯 在远处看到这一幕 有点难以置信 魏伯对萧明的恐惧 这时涌上心头 他身体都在瑟瑟发抖 他好像看到了 自己倒在血泊中的样子 看着萧明如同恶魔一般 冷静点 他再强也不过是武师而已 魏伯在他旁边安慰道 魏伯听到安慰 一下子好了不少 但是依然无法释怀 魏伯眼神微微凝重地看着萧明 感觉不简单 那么年轻的五阶五十级 藏得够深的呀 也难怪我派出的手下 全部被你杀了 不过也就这样了 因为我将再次了解你 魏伯不再凝重地看着萧明 而是恢复了往常的自信 毕竟一个小小的武师而已 他一只手可以打十个 一点也不夸张 这就是宗师 你留在这里 我很快回来 魏伯对着魏伯说道 魏伯的脸色比刚才好多了 他听到魏伯的话后 点头示意 萧明谨慎地看着走过来的魏伯 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之前听江涛说过 魏家的家主是宗师级强者 战力还未可知 萧明没跑 就是想试一下自己的实力 能不能对战宗师级 如果不能他就立马跑路 不过也不知道 能不能在宗师手里跑掉 所以现在萧明在赌 萧明拔出腰间的心影战刀 调整好状态 随时迎接魏伯的攻击 哦 你不跑 居然想和我一战 哈哈 不错 有志气 要不是你得罪了我 我还想收你为心妇 可惜了 那我也尊重你 说着 他从一个箱子里 拿出一柄巨大的战刀 他猛然握住巨刀 四处甩了两下 地上的沙尘 都被吹得四处纷飞 威武无比 一般人看了这样 非常有震慑力的场面 那还不得被吓死 但是萧明不为所动 眼神锐利地盯着魏龙 似乎在思考在什么 萧明看着那柄巨刀 他想着 一定不能被他砍中 既然如此 那只能主动出击了 不然等他攻击过来 可能扛不住 萧明运行气血 用脚一蹬 冲向魏龙 战刀砍向魏龙 速度极快 如同乾隆出冤 魏龙反应非常快 但是他没有动 只是静静地 看着萧明冲上来 萧明这时也察觉到不对劲 但是他现在已经退不了了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一瞬间 萧明贴近魏龙 一刀砍向他的头颅 叮 一声清脆的声音 响彻在萧明耳旁 只见萧明砍在了空中 离魏龙仅仅只有几厘米 萧明的刀 好像被一堵空气墙挡住 那堵空气墙 被萧明打得泛起波澜 但是不得寸进 这时魏龙动了 他抡起巨大的战刀 以势不可挡的气势 砍向一旁的萧明 速度极快 仿佛无法抵挡 萧明打中魏龙的一瞬间 闪过一丝呆滞 但很快便恢复过来 他知道自己 没有打到魏龙后 瞬间预判魏龙砍过来的攻击 他立马 把战刀护在身前 抵挡魏龙的攻击 打 一股巨大的力量 击打在萧明的战刀上 战刀顺势击中萧明的胸膛 巨大的力量击打萧明 使他猛然向后飞去 萧明只觉胸口阵痛 口中一甜 吐出鲜血 碰 萧明应声倒在地上 旁边的魏龙看到这一幕 开心地要跳了起来 一瞬间 他的恐惧烟消云散 萧明迅速站起身来 调整自己的状态 他脑海里没停止过思考 刚才他击打到的空气墙 是宗师特有的护体气血钢器 需要强大的攻击才能击穿 或者找出这个护体钢器的弱点 但是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护体钢器极其复杂 不知道本人的气血运行路线 那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 萧明没有用暴血狂刀 因为这个消耗太大了 用几次就没气血了 武师似的 气血没有宗师的魂厚 这也是宗师的优势之一 但是魏龙不给萧明喘息的机会 继续攻向萧明 举起锯刀 往下一砍 萧明往旁边奋力一闪 躲掉了 还没完 魏龙的战刀砍在了地上 随即一甩 甩向萧明 萧明迅速反应过来 躲闪掉了 就这样 魏龙在不断攻击着萧明 萧明也在不断地躲闪 萧明凭借着强大的天赋 预判气血轨迹 把魏龙的攻击都躲掉 魏伯看到这里 他有些恼怒 魏龙也一样 但是还没等魏龙说话 魏伯从远处喊道 你个废物 只会躲吗 有本事正面打呀 魏龙的话被儿子说了 他也没说什么 继续攻击萧明 就在这时 魏龙集中气血 凝聚刀锋上 我倒要看看 你这次怎么躲 血盲斩 魏龙大声喝道 一个巨大的血色刀芒 迅猛向萧明砍来 萧明看到这一幕 他也不慌不忙 凝聚气血于刀上 随即一刀斩出 同样形成一道刀芒 向着另外一道砍去 魏龙的刀芒 显然比萧明的大 威力也更大 但是仔细观察 萧明的刀芒更凝聚 哄 两人的攻击碰撞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沙尘暴起 肆意地飞舞 萧明眼前的视线瞬间模糊 他运行精神力 感知着一切 在他的感知里 看到了魏龙的动作 他锯刀挡在身前 抵挡着萧明的刀芒 原来萧明的刀芒 砍碎了魏龙的刀芒后 继续向着魏龙攻击过去 但是也已经没用了 威力所剩无几了 只见魏龙轻松 把刀芒震碎了 第34章 杀魏龙 萧明这次 已经对魏龙的实力 有了初步的判断 在他的判断里 魏龙是属于 刚突破的一阶宗师级 现在他 唯一在意的是 魏龙的护体钢器 他虽然能够用暴血狂刀 加上入微级刀法击穿它 但是这很容易 被魏龙察觉并抵挡 并且还会消耗大量气血 到时候被再被打死 就得不偿失了 与此同时 魏龙一脸凝重地看着萧明 他没想到萧明那么难缠 他本以为会不堪一击 可谁知 萧明不仅实力强 并且每一次 都能精准预判到他的攻击 虽然他有护体钢器 但是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要是萧明有什么杀手锏 那就麻烦了 魏龙不再轻视萧明 而是郑重起来 把萧明当作对手 旁边的魏伯 看得心情起起落落的 生怕魏龙打不过 不过他也加深了 对萧明的恐惧 居然连他爹都没办法击杀他 现在还打得有来有回 按照他这德性 那魏龙死了 那不得吓死了 哼 我承认你有点实力 但是 你也到此为止了 六连血盲斩 魏龙一声大喝 只见魏龙快速凝聚气血 硬声斩出一道刀芒 速度飞快 然而还没停 下一道刀芒斩了出去 紧接着 魏龙快速连斩了六道刀芒 让萧明退无可退 萧明没有被吓得慌乱 而是平静地 看着这一切 眼神不断流转在那六道刀芒间 这时 萧明流转的眼睛 顿时坚定下来 抬起战刀 运行气血 斩 萧明也跟着大喝一声 他斩出的动作 和魏龙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比魏龙要精湛 紧接着 萧明也斩出了六道刀芒 轰轰 响声响彻 这片荒芜之地 尘埃再次飞舞 刚才萧明硬生生 把魏龙的功法给推演出来了 这不是顿悟 而是纯粹的推演 萧明现在天赋太强了 在蓝星没有什么功法 是他学不会的 当一切尘埃落下 视线里看见了魏龙 非常惊讶的神情 不可能 你怎么我们受神教的功法 魏龙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露出了和上次 被萧明杀了的魏蒙一样的表情 他在想着 难道萧明是自己人 不可能 是自己人的话 应该知道自己的 那只能是 魏龙突然冒出了一个 可怕的想法 难道萧明是 一瞬间就学会的 他不敢相信 顿时忌惮地看着萧明 是了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实力提升那么快 一定是有什么秘密 魏龙越想越觉得萧明神秘 兽神教 那不是邪教吗 萧明顿时想起 之前被五道联盟通报过的邪教 兽神教是专门于人族作对 残杀人族 破坏基础设施 以所谓的凶兽兽神 为尊的叛徒组织 这种人几乎都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败类 萧明没想到 魏龙是兽神教的 他就不能放过这样的人族败类了 魏龙见萧明说话 于是也说道 什么邪教 这是圣教 是伟大的兽神大人 赐予我们神圣的光明之路 我们将走上永恒 走向永生 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你想象不到兽神大人的强大 萧明平静地 看着说着说着 逐渐癫狂的魏龙 没有说话 加入我们怎么样 成为兽神教的一份子 成为兽神的子民 到时候 你将拥有你无法想象的财富 力量 权力 乃至是生命 魏龙间奈何不了萧明 起了策反之心 旁边的魏伯看到这一幕 已经梦了 什么兽神教 要萧明加入 他听到他爹要萧明加入 瞬间慌了 大声喊道 爹 不要啊 杀了他 快杀了他 魏龙听到魏伯的话 完全没搭理他 而是看向萧明 等待着萧明的回复 萧明怎么可能加入他们 他想要歼灭他们都来不及呢 想都不用想 我拒绝 话音刚落 萧明运行气血 一瞬间将气血凝聚于刀上 一刀斩出 哈哈 没用的 魏龙大笑一声 然而 噗哧 魏龙 被一刀斩成两半 场面非常血腥 魏龙瞪着不敢相信的眼睛 死不瞑目 萧明表情没有波动 好像早有预料 其实 他在刚才已经推演出了 魏龙护体钢器的运行轨迹 那这护体钢器就形同摆设了 直接穿透过去 暴血狂刀加上入微级刀法 就算你的肉身防御再强 也无法抵挡 但是魏龙仅仅只是一阶宗师而已 必死无疑 然而旁边的魏伯 已经被眼前这一幕 吓到倒在地上 下面还有不明黄色液体 奇臭无比 不要杀我 都是他 都是他的错 是他要杀你的 不关我事 魏伯看着如同恶魔般的萧明 魏伯被吓得爹都不认了 还甩锅个已经死透了的魏龙 萧明摇摇头 一刀甩过去 不吃 魏伯的脑袋落地 呼 总算结束了 看来我的实力 应该比一般的一节宗师要强 但是护体钢器 还是个问题啊 萧明吐出一口气 自然地说道 萧明能够破除魏龙的护体钢器 完全是靠天赋推演出来的 如果到了宗师的话 就没那么麻烦了 宗师的气血更加强大 一下子就破了那个钢器了 不过 这也是相对而言的 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 魏龙强大吗 当然强大 魏龙的随意一击 就已经把萧明打得吐血 打出内伤 这就可以看出 魏龙的强大了 但是打不中萧明没用 萧明走到魏龙的尸体前 他忍着恶心 搜了一下魏龙的尸体 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嗯 这是 萧明从魏龙的尸体上 搜出了一个徽章 徽章通体黑色 中间有个凶兽的标志 应该是兽神教的徽章 萧明收起徽章 拿出手机 拍了几张相片 他们拿着这个 是这么过士兵大关的 萧明有点疑惑 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通道 通向外面 萧明仔细想着 那这非常危险啊 如果兽神教 通过那个通道 让凶兽大举进攻南疆市 那南疆市必将生灵涂炭 萧明越想越心惊 如果是这样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他没犹豫 赶紧回南疆市 萧明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第35章 邪教分子 萧明原路返回 很快便到达了入口 他和上次一样 进去配合士兵搜身 士兵仔细地搜 不放过每一个地方 这时 士兵从萧明口袋中 搜出那枚兽神教徽章 士兵一看 顿时大惊 兽神教的徽章 你是邪教分子 士兵暴退 举起手中的武器 对准萧明 他的声音引起了其他士兵的注意 不到一秒钟 萧明便被士兵围了起来 许多的高科技武器都对准萧明 无人机 能力炮 萧明插翅难逃 我不是邪教分子 这个徽章 是我杀了邪教分子 在他身上捡到的 萧明见形势不妙 立马解释道 这个徽章 起码是邪教高层人员才拥有的 你怎么可能杀掉了邪教高层的人 这时 士兵中一个人找到了 萧明话语里的漏洞 那人看起来比其他士兵更特殊 应该是个小队长 萧明那么年轻 怎么可能杀掉了邪教高层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我有证据 不过 我要见到你们的高层我才拿出来 萧明回应道 毕竟萧明不敢保证 士兵里有没有邪教分子 贸然拿出来 那就被邪教知道了 到时造成重大损失 就得不偿失了 没等其他士兵说话 那名小队长再次说道 你个邪教分子 休在这虎脚蛮缠 想见我们高层 我看你是想乘机逃跑吧 他这一说 周围的士兵有点被说动了 随时等待命令拿下萧明 萧明眼神一冷 看着那名小队长 没错了 他就是邪教在军部里的邪教分子 一般来说 军部的小队长发现情况 都会派士兵报告上层 但是他显然没有 萧明本来想快速引起高层的注意 这样就不用那么麻烦去武道联盟了 可谁知在士兵里有这么一出 邪教分子都渗透进军部了 周围的士兵被那人说的 没一个去报告上层的 这下麻烦了 那邪教分子知道 萧明肯定不是自己人 萧明肯定知道了什么秘密 现在就想杀了萧明 不让他把秘密说出去 萧明一下子就分析出来了 他知道现在凶多吉少了 看来免不了一战了 他观察着四周 试图寻找突破口 但是这围堵太严密了 不愧是军部科技 连萧明的上空都被无人机占领 哼 你看你没话说了吧 证明你心虚了 你一定是邪教分子 大家都听我的 他就是邪教分子 给我灭了他 那小队长继续煽动士兵 合理地对着士兵下命令道 这命令一下 士兵们不得不对萧明进行攻击 一瞬间 无数强大的能量炮弹 向着萧明攻击过来 萧明无处可逃 仿佛必死无疑 轰轰轰 无数的能量炮弹打中萧明 发出无差别的爆炸声 激起层层灰烬 在远处的小队长看到这一幕 嘴角露出了奸计得逞的邪笑 攻击停止 由于强大的能量波动 他们无法探测里面的具体情况 但是他们都以为 萧明在如此密集的攻击下 必死无疑 他们现在要等烟雾散去看结果 那小队长已经按耐不住 想要看到萧明的尸体 他迫不及待地走进烟雾 然而他走进去 看到了让他不敢相信的一幕 只见萧明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 他的全身被一道透明的钢器笼罩着 荡漾着一道道的波纹 宗 宗师 那名小队长惊讶地喊叫着 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 呼 这就是宗师吗 确实强大 萧明握紧拳头 感受着自己现在的力量 显然跟原来的武师级 不是一个档次的 现在萧明的气血更加浓缩 气血细胞更活跃 刚才萧明面临眼前的压力 生死间 气血沸腾 疯狂吸入能量因子 临场突破宗师 本来萧明就离宗师只差两万的战力 并且之前和魏龙的战斗中 气血提升显著 还推演出了气血钢器 现在萧明迈出了那灵门一角 就突破宗师了 萧明目光转向一旁的小队长 寒冷的目光里透露着杀意 那小队长感受到萧明的杀意 心中变得慌乱起来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他没想到 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名宗师级强者 要是他知道是宗师的话 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啊 到了宗师级 士兵的那些能量炮弹 就对宗师级不管用了 人家有护体钢器 防御力非常强悍 那小队长被萧明盯着 浑身汗毛都树立了起来 胆子都快被吓破了 你是邪教的吧 萧明的声音传开 这时烟雾已经散开 周围的士兵们同样震惊地 看着毫发无损的萧明 在这样的攻击下 都没受到伤害 那肯定是有宗师级以上的实力了 一下子 士兵们忌惮地看着萧明 他们刚才又听到了萧明 认定他们的小队长为邪教分子 他们现在心中有点迷茫 但是他们害怕宗师 又不能不听从上层的命令 他们只能原地待命 未经之际 只能等小队长下令报告上层了 你 你胡说 我不是邪教分子 那小队长明显慌张了 磕磕绊绊地说道 既然你不说 那你就去死吧 萧明这时也有点不耐烦了 这样的邪教分子如此猖狂 不能留着 至于杀害士兵的罪名 倒实在说吧 随即运转气血 猛然冲向那小队长 那小队长看着那飞快冲了的萧明 顿时心中的恐惧弥漫开来 本能地想要逃离 但是自己的脚迈不动 眼睁睁地看着萧明攻击过来 哎呀 兽神大人万岁 就在他即将被萧明打中的时候 他立马倒转运行气血 轰隆 一道爆炸声响彻西面防线 气血弥漫在萧明的周围 萧明同样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 看着周围 由于士兵们离得爆炸中心远 没有造成什么伤亡 自爆了 可惜了 萧明心里有点不爽 这只是五世级的自爆 对萧明没什么威胁 周围的士兵此时也清楚了情况 知道那名小队长 是邪教分子无疑了 就凭他刚才临死前说的那句话和自爆 自爆是受神教的传统手段了 他们蛊惑教徒自爆 说是什么能够得到永生之类的 第三十六章 上报 但是士兵们 还是不能确认萧明的信息 他们谨慎地看着萧明 一直在原地不动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冲了过来 重重地砸在地面上 哄 灰尘再次扬起 灰尘散开 露出了一个精壮男子 身体上疤痕就像虫子一样爬在身上 就连脸上都有疤痕 穿着军部特有的军装 笔直地站立在萧明旁边 你是什么人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的爆炸声这么回事 那名精壮男子询问着萧明 他也看出萧明的不简单 没有立马出手 先搞清楚现场情况先 萧明知道是上层的人来了 对着远处的士兵说道 你问他们 然后一个士兵便把这里发生的一切 告诉了精壮男子 顺便把徽章拿出来给他看 邪教分子 精壮男子看了一眼萧明 接着继续说道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你不是邪教分子吗 萧明打量着精壮男子 看得出来他也是一名宗师级别强者 你是上级吗 刚才我就遇到了一个 混进你们军队的邪教分子 我必须知道 你也不是邪教分子 萧明对着精壮男子说道 精壮男子听到自己的军队 混进了邪教分子 脸上顿时有点难看 我是南疆市军区西面防线守城队队长 王诚 你完全可以相信我 王诚一脸严肃地说道 萧明健壮也不再怀疑什么 而是拿出学员证 对着王诚说道 我是腾飞武馆的萧明 这是我的学员证 萧明现在才有机会 拿出自己的学员证 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刚才他们根本没给萧明机会解释 王诚听到是腾飞武馆的人 眼神地闪过一丝凝重 王诚接过学员证 看了看萧明 便将他还了回去 萧明见没问题 就拿出自己的手机 把录到的语音 和拍到的证据给王诚 等一切都看完 王诚也相信了萧明的话 这个人是谁 王诚问萧明 他是南疆市卫家的家主 是隐藏在南疆市的邪教分子 说明魏家极有可能是 邪教分子的据点 萧明回答王诚的问题 王诚听完顿时大喜 他现在对邪教分子恨之入骨 没错都来防线搞破坏 还得他失去了多少兄弟 现在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老巢 能不高兴吗 他微笑地对着萧明说道 你叫萧明对吧 你立大功了 走 跟我来 直接去见镇守使 萧明想了想 还是没把那个说出来 既然能够见到镇守使了 那直接告诉他得了 随后 两人便出发前往武道联盟 这里的一切也恢复了正常 魏家地下室 几个黑袍人再次聚集在一起 其中 中间那个黑袍人极为显眼 面带猙獰的凶兽面具 黑袍上还有一个紫色的徽章 明显比其他黑袍人强大 中间那个黑袍人发出声音 近来可有事 其中一个黑袍人随即附和道 圣使大人 我们在西面防线的眼线失联了 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恐怕凶多吉少了 中间的黑袍人 听了也没多少在意 毕竟这种事情多的是 只是点了点头 嗯 再拍一个眼线进去 然后观察了下 继续说道 今天怎么没见卫龙 他人呢 台下几个黑袍人面面相去 这是其中一个黑袍人说道 圣使大人 今天我看见他们 从地道里出城了 说是去杀一个小小的武师姐 哦 那为什么现在还没回来 中间黑袍人质问道 下面的黑袍人 也顿时哑口无言 那强大的黑袍人 顿时命令道 去 找一个人给我出城 找到卫龙 以免出现什么意外 是 台下的黑袍人 异口同声地应答 戴面具的黑袍人 眼睛里闪过一丝金光 这时 王成也带着肖明 来到了南疆市武道联盟 工作人员 见到王成和肖明 尤其是肖明 顿时恭敬地上前 他可是知道肖明的 上次一个工作人员 就是因为肖明而被开除了 现在他们哪敢怠慢肖明啊 带我去见阵守使 没等王成说话 肖明便开口说道 那工作人员听到 顿时恭敬地请他们上道 王成一脸猛 难道肖明来过 要知道想见到镇守使 那得是他这种级别的人 才能见到的 况且 他也没享受过 让工作人员带路的待遇啊 你来过 王成有些好奇地问道 嗯 来过一次 肖明也如实地回答道 听到这里 王成也不再问了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走了上去 他现在发现 肖明有点神秘 很快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肖明他们 来到了镇守使的办公室 他们敲了敲门 事宜要进去 静 熟悉的威严声传来 肖明和王成 慢慢推开门 走了进去 便看见一位美丽的成熟女子 也在这里 而王腾飞此时 还是一如既往地看向窗外 那名女子看到他们 好不忌讳地对着他们观察起来 肖明走上前去 自然地站在原地 毕竟他也是来过一次的了 知道王腾飞是怎么样的人 他也没那么紧张 而是自然地站在办公桌前 但是反观王成就比较紧张了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好像王腾飞是什么 心惊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肖明 好像在说 又进步了 他是人吗 肖明听到 暗自一笑 他发誓 自己可不是游手好闲啊 他最近忙着呢 要出城猎杀凶兽 又要去锦那里 讲解增幅功法 然后现在又来了 要剿灭邪教分子 这是忙不过来啊 但是肖明还是没有说出来 而是敷衍地说道 哪有 我可忙了 这不 我现在就是过来锻炼的 吴刚听到顿时嘴角一抽 一脸无语 我还不知道你吗 不说这个了 刚刚我接到了五道联盟的紧急通知 现在赶着要去五道联盟大楼呢 吴刚摆摆手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肖明叫停他 哎 吴教官 你和柳前辈是什么关系啊 肖明有点好奇地问道 吴刚顿时停在原地 背对着肖明 他神色有些落寞 肖明看不见吴刚的表情 而是站在原地 两人一言不语 肖明顿时感觉到尴尬 他感觉自己不该问这个问题的 我和他 等了许久 吴刚终于开口 但是还是没说出后面几个字 肖明健壮 立马开玩笑地说道 嘿嘿 教官我只是随口问问 你不用放在心上 吴刚听到也没回头 而是自顾自地走了 肖明看着他的背景有些落寞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看着走远的吴刚 也没多想什么 以后再说吧 随即肖明走向五管第二层 肖明来到五管第二层 此时的五管有点多人 大家都在奋力地锻炼着 由于肖明的实力 很多人也认识到了肖明 他们纷纷对肖明打招呼 肖明也不矫情 一一回应 甚至有来向肖明请教的舞者 肖明也耐心地为他们解答 恭喜啊 肖兄 得到了管主的推荐信 这时看到肖明的江涛 也过来打招呼 肖明听到这句话 想起了管主之前提过的 他会公开自己的推荐信 难怪最近那么多人 开始向他问好 原来和这个也有很大关系啊 哈哈 我说我是管主的亲儿子 你信吗 肖明打拒道 原来是管主的亲儿子啊 我说 怎么会把推荐信给你个废物 哈哈 这时 从肖明身后 传来一道细血的声音 和几道笑声 肖明打拒的心情顿时一缩 冷眼看向身后 只见身后有五个人 向着肖明走来 其中最显眼的是 前面带头的 他皮肤白皙 眼神阴翼 看起来就像一只老鹰 快看 那是徐芳 咦 他好像去找 那是肖明 他去找肖明了 他肯定是因为推荐信 去找肖明麻烦的 我记得徐芳之前 好像是四阶五十级吧 现在不知道实力是多少了 但是他 一直是武馆第二层的最强者 现在被肖明 抢走了推荐信 他肯定不愿意 旁边许多人在准备看戏 开始七嘴八舌地讲着 第38章 你也配 就在舞者们议论纷纷的同时 一旁的江涛 对肖明悄悄说道 肖兄 他叫徐芳 是一名天才舞者 当年凭借着23岁 成为三阶五十级而闻名 而后一年 便成为四阶五十级 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 我们武馆第二层的最强者 但是现在 不知道实力是多少 是我们武馆的天才舞者 江涛所说的 只是肖明他们 这一代的第二层最强者 到了第二层 一般到了五阶五十左右 就可以出武馆 前往其他地方就职了 一般会留在武馆当教官 其他的都会自行选择 如去军部 去武道士家当保镖 供奉 去学校当老师等等 武馆只不过是舞者的 一个小小的跳板而已 肖明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现在来找肖兄 估计是因为推荐信 本来他是内定了的 现在被肖兄抢走了 肯定会不满 江涛继续说道 这时 徐芳也来到了肖明旁 他走到肖明面前 不到半米的位置 再近一点就轻上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徐芳用阴奕的眼神 盯着肖明的眼睛 开口说道 我奉劝你 自己把推荐名额让出来 不然就别怪我了 他内心没有一点波澜 仿佛在看小丑一样 在自己面前表演 哦 你也配 肖明细血地说道 哼 反正你不配 徐芳回答 至少比你配 肖明回怼道 双方一副剑板弩张的形式 如同火药桶 一点就着 周围的人 也被这股紧张的气势 震住说话的声音都小了许多 让人非常压抑 来站 徐芳开口吼道 来 肖明一脸毫不在意地说道 徐芳看到肖明的态度 心中顿时怒火中烧 那种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态度 让他非常不爽 周围的人终于赶呼一口气了 不然要被刚才那股压抑的气氛 压到窒息了 话语刚落 徐芳率先走去战斗场 他现在就想将肖明暴打一顿 阴逸的眼神中充满了怒火 肖明也反正现在 也没事可做 跟这个小屁孩玩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的 只见他慢慢悠悠地走去战斗场 有好戏看了 大家快来 又是肖明 上次看他和丽华峰打太残暴 太血腥了 但是这次不好说 毕竟对手是第二层的最强者 哈哈 这还用说 肯定是徐芳赢了 他现在已经成为 我们这一代的最强者了 谁还能够打败他 就凭肖明 如果肖明不强 他为什么得到了管主的推荐信呢 我看啊 他说不定就是管主的亲儿子呢 等肖明和徐芳走远后 在原地的舞者们 又开始激烈地讨论起来 众说纷纭 有的人觉得肖明强 有的人觉得徐芳暴打肖明 各有各的谱 但是他们 还是大部分支持徐芳的 毕竟别人的实力摆了出来 又是熟悉的场景 上次还是和魏家派来的 丽华峰战斗呢 肖明心中不有感叹 然而现在又来了一个 没办法 大家都是为了争夺更大的资源 谁的天赋好 实力强那这个资源就归谁的 这是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在这个舞蹈盛行的世界 也是一样的 谁的实力强 就可以主宰一切 当然 这也是要看天赋的 有的人的实力升得很快 而有的人终其一生 也无法到达顶点 不过从总体看来 人类的天赋潜力 还是非常强大的 从大灾难至今 要不是无数前辈的付出 才有我们的今天 但是如果仅仅靠的是 汗水与血泪是不行的 最关键的 还是得看天赋 从而涌现出各种天才 才让人族免于凶兽的灭族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以前的肖明就是 没有天赋 仅仅靠着努力 还是无法寸进半步 当然像肖明这样的 在人族里是占极少部分的 相当于全民的天赋 都比肖明要高 这也难怪肖明会被看不起 肖明想着这些 眼神更加坚定 他自己现在有了 如此强大的天赋 自己就是注定 要和别人抢夺资源的 这样会承受更多人的恶意 肖明要做好心理准备 很快 两人来到了战斗场台上 肖明与徐芳四目相对 一个眼神在充满杀意 一个眼神松散 这时 熟悉的声音再次响彻起来 叮咚 请双方舞者做好准备 叮 检测双方到达指定位置 叮 正在检测双方信息 检测完成 叮 请双方确认生死协议 徐芳看到这有点犹豫 但是看向肖明 只见肖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确认 他心中的好生心顿时燃气 也跟说了确认 叮 确认完毕 叮 正在布置场所 叮 场所布置完毕 周围的场景慢慢构建完成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决斗场 做完这一切 只见徐芳穿上套装 手里拿着战刀 指着肖明 废物 我再说一遍 把他让给我 你还有机会 徐芳再次冷声道 肖明用双手拖住头 一脸不在意 嗯 说完了吗 他没有穿上套装 也没有拿出战刀 这让在场的人感到 是在羞辱徐芳 徐芳也不质问肖明 为什么不穿上套装 而是静静地看着肖明 徐芳看到肖明的态度 有点愤怒 但他还是保持理智的 他不知道肖明的具体实力 能够得到管主的推荐性的人 应该不简单 并且根据他的态度来看 显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这如果不是 对自己实力的极为自信 就是装的 但是徐芳相信前者 所以他现在不敢轻举妄动 即使打不过自己的气势 还是不能弱 这个推荐性 还是要争取一下的 万一呢 肖明也站在原地 等着徐芳的进攻 就这样 双方都在原地僵持着 他们在干嘛 不知道啊 怎么不打起来啊 这样没意思啊 哈哈 这是在意念交战吗 台下看见他们都不动 开始哗啦哗啦吵起来 毕竟观众都喜欢看点刺激的 肖明有点不耐烦 本来是想稍微玩一下的 谁知道那人根本不动啊 既然这样 肖明运行气血 冲了上去 动了动了 终于要来了吗 我等得都快睡着了 快看快看 是肖明先动的 徐芳想着 等肖明攻击上来 打探他的底线 第39章 碾压 徐芳看着冲过来的肖明 他运行精神力 试图找出肖明的弱点 但是他没有成功 因为肖明的战斗经验 比他丰富多了 不可能在他面前露出弱点的 徐芳咬紧牙关 既然这样 那他就来看看 肖明有什么本事 他没想着 躲开肖明的攻击 而是正面迎接肖明的攻击 这时 肖明也来到了徐芳的脸上 只见肖明一拳轰了过去 徐芳找不出肖明的弱点 只能接过肖明的攻击 剑壮立马举起战刀 抵挡在前面 然而肖明在那一瞬间 便转力道 将气血转到右脚上 猛然朝着徐芳下盘踢了上去 徐芳见状 有点慌乱 不知所措 就在肖明即将踢到他的下盘时 他突然把手中的战刀放下 用手抵挡住肖明的攻击 然而还是有些晚了 只见肖明一脚踢在了徐芳的脚上 扑通 徐芳整个人倒在了地上 他知道自己倒地的后果 立马用手挡住自己的重要部位 猛然闭上双眼 过来几秒 没见肖明攻击过来 他睁开眼睛 只见肖明漫不经心地 拿起徐芳的战刀 观察了起来 徐芳有点羞耻地站起身来 愤怒地说道 刚才是我大意了 再来 嗯 这个战刀和我的战刀品质一样 不错不错 肖明仿佛没听到他的话 开口说道 肖明一脸微笑地看着徐芳 开口道 喂 这样打没意思啊 不如我们赌一把吧 我赢了 你把你的套装和战刀送给我 徐芳看着一脸微笑的肖明 有种被猎物盯上的感觉 他摇摇头 开口说道 那我赢了呢 他也不蠢 立马找出好处 肖明继续说道 你赢了 我的推荐名额 就是你的 徐芳也反应得很快 立马反驳道 你那不是等于没说吗 我赢了推荐名额 自然是我的 肖明看着徐芳 心想 对方看来不好骗啊 那我就自断舞道 并发誓 永不习舞 肖明大声地说道 徐芳一听 顿时有点震惊 没想到肖明赌那么大 不惜赌上自己的前途 那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自己输了的 还能赚回来 但是肖明输了 那可是一辈子啊 如果你说 他不遵循赌注怎么办 要知道 在武道联盟 可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不遵循赌注 可是要判刑的 最低都是终身监禁 最高到死刑 然后还要自己的 直系后代 来偿还赌注 可见 这是多么的严格的赌法律了 好 这个赌注我接了 徐芳也斩钉截铁地说道 肖明一听 脸上露出了微笑 就等着他这句话呢 徐芳看着肖明脸上的微笑 他那种被猎物盯上的感觉 更加强烈了 他感觉他被骗了 但是他很快便将这个想法抛开 现在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吗 你们看 他们在开赌注 哈哈 还是肖明提出了的 他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这样子作死 刚才你没看见肖明和徐芳打起来时 肖明战上风吗 这就判定肖明不行了 不好说 我们继续看吧 由于肖明和徐芳的赌注 又引起了下方武者们的讨论 那继续吧 肖明回到原地 徐芳也恢复了状态 他想着 刚才已经探查到 肖明的攻击是没有破绽的 但是如果自己主动攻击过去 就不一定了 也许对方的反击招式 没有那么完整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是对的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看着肖明被自己打趴在地上 对自己求饶的样子了 想到这 他运行气血 全力朝着肖明冲过去 拳头凝聚气血 气血逐渐庞大 逐渐地形成一只狮子的模样 但是看起来 还是和狮子有点差距 但是整体看起来 已经够像样的了 徐芳靠近肖明大声喊道 狮吼拳 一股强大的气血 狮子头猛然朝着肖明冲了过来 一声巨大的狮吼声 响彻整个战斗场 震得在场一些弱小的五折脸 顿时煞白 好强 我都要被震得不能呼吸了 哼 那是你弱 这点小场面就不行了 不过他的狮吼拳 居然修炼到了如此境界 这是圆满境界了吧 台下看着这股强大的力量 顿时震惊地讨论着 肖明看着那个狮子头 眼中流转着 仿佛在解析着这个狮子 又学到了一门品质不错的功法 威力还不错 至少能够增加舞者的十万的战力 肖明嘴角露出笑容 那我还给你吧 血狮拳 肖明也吼一声 拳头同样凝聚着气血 形成一头狮子头 这个狮子头 对比徐芳的更加栩栩如生 仿佛就像一个真的狮子 从肖明拳头中跑出来 紧接着 一声狮吼响彻整个战斗场 这一声更加大声 在场的人 感觉灵魂都受到了震战 一些弱小的舞者 直接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不省人事了 哎呀 好强的声波攻击 WOC 兄弟醒醒 一些比较强大的舞者 虽然有些痛苦 但还不至于口吐白沫 但是还是 对他们有不小的冲击的 轰隆 两股庞大的气血狮子头 相互碰撞 紧接着一声巨响 再次响彻整个场地 徐芳刚才被那个狮吼 真的有点恍惚 他摇摇头 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但是 这时他眼睛一缩 只见那只狮子头 在碰撞完自己的那头后 威势不检地 朝着徐芳冲了过来 徐芳顿时惊讶地唐木结舌 但是他还是有点本事的 面对这种场面 他立马回过神来 紧接着 只见他举起战刀 凝聚气血 猛然一盏 血刺刃 扑吃 形成一道表面带刺的刀芒 砍在了狮子头上 两道气血之力 消散于战斗场内 一切恢复平静 两人仍然站立在原地 唯一不同的是 徐芳脸色变得 有点煞白 这是气血消耗过多的预兆 对比肖明 他和原先进场时 没什么两样 徐芳看到肖明 会用施吼拳也不惊讶 比较这个高品质的功法 只要有足够多的贡献值 就可以兑换了 让他惊讶的是 肖明的施吼拳的境界 没想到 竟然比自己高那么多 这威力强的 不是一星半点啊 都把自己的 另外的刀类功法 都逼出来了 第四十章 实力差距 徐芳现在的消耗有点大 但是他还没有放弃 毕竟 这是自己能够拿到 推荐名额最快 最简单的方法 他怎么可能那么快放弃 即使肖明如此强大 他也要试一试 只见他从口袋中 拿出几枚气血丹 一口吞了下去 几秒钟的时间 徐芳的脸色 开始变得红润回来 在这个战斗场上 没有规定不能使用丹药 徐芳能吃 肖明自然也能吃 但是肖明现在 还没有这些丹药 这是肖明的一大劣势 肖明看到徐芳 吃了气血丹 恢复气血 也不心慌 反而觉得有意思 他想要在这个战斗时间里 把徐芳的价值全部榨干 看看他还有什么功法 让他推演 并掌握 虽然肖明没反应 但是台下的观众 反应可大了 哎哎 你们看徐芳吃了气血丹 但是肖明怎么不吃啊 难道他没有消耗吗 别人吃了他都不吃 这不是找死吗 就算自己的气血庞大 但是也会被别人耗死啊 不知道 可能是别人有把握吧 毕竟根据我的观察 肖明不是那种吃亏的人 只是因为肖明不吃气血丹 台下的人吵得不可开交了 即使台下的人在吵闹 台上的他们也听不到 毕竟武馆这个战斗场地 隔音效果非常特殊 台上的人讲话台下的人能够听到 台下的人讲话台上的人听不到 台下的观众 是无法影响到他们的战斗的 徐芳看见站在原地的肖明 他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 因为根据刚才的试探 他几乎可以认定 自己面对的对手非常强大 不管是攻和守 面对自己都是几乎完美 没有一点点破绽 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能主动进攻 逼迫肖明自己露出破绽 不然自己根本没有几乎可言 碰 徐芳再次冲了上去 和肖明扭打在一起 他运转精神力 感知着肖明的每一个动作 试图找出肖明的破绽 然而 肖明还是站在原地 游刃有余地接着徐芳的攻击 仿佛毫无压力 从嘴角上扬 既然自己没有压力 那就给徐芳压力 让他交出他的招式攻法 随即 肖明加快的全速 加大了气血之力 重重地击打着徐芳 徐芳也不得不迎合肖明的攻击 加快加大 徐芳被打得汗流加倍 面部痛苦地扭曲 仿佛正在抵抗着强大的压力 徐芳被逼得步步后退 肖明就这样逼着他打 不让他有逃走的机会 只见徐芳双目瞪大 咬紧牙关 轻轻爆起 一道浑浊的气血 从他的口中吐了出来 吐 那道浑浊的气血 形成一枚箭 速度极快地 朝着肖明的脸上飞来 肖明眼神一闪 然后猛然将头后仰 箭头飞过肖明的鼻尖 离他只有仅仅几毫米 非常惊险 然而肖明躲开了徐芳的阴招 并没有什么凝重和惊险的表情 因为他刚才看见徐芳瞪大双眼 清津四起的时候 他就早有预料 他在武馆的兑换商城上看见过 这个是 血剑属于暗器类功法 练到高境界的时候 别人使用出来 不会表现出很多的预兆 令人防不胜防 徐芳用的 显然没有修炼到高境界的 这就让肖明有了躲避的机会 如果不是这样 肖明还对他有点忌惮呢 那样的话 恐怕肖明已经重伤了吧 修炼这个功法极其困难 不仅需要对自己喉咙 有高精准的控制气血 还要理解透彻 但是肖明 在刚才那个极其迅速 极其惊险的场面下 他也推演出了血剑的一点皮毛 比徐芳的还差了点 但是总体还是能发射出去的 肖明没有尝试 等自己以后慢慢完善后 用作保命的功法吧 徐芳看见自己的底牌 都被肖明躲开了 他的自信心一下子掉了下去 心里想着 自己不可能打败他的 就是这样 他也要搏一搏 肖明 这是我的最后一招了 接好 徐芳拿出战刀 对着肖明大吼道 只见徐芳手持战刀 运行气血 气血之力凝聚于刀尖 一股庞大的气血在徐芳周围萦绕 肖明看到这里 他也没打断徐芳 既然徐芳放出了自己的大招 那自己自然也要回应一下 只见肖明拿起战斗场的常备的战刀 他凝聚气血于刀锋 气血之力变得凝聚 血牙刺 徐芳大喊一声 肖明没有喊 而是一刀斩了出去 紧接着 徐芳的血牙刺 如同非常锋利的尖牙一样 急速冲了出去 而肖明的也不弱 反而更强 一道薄如指的刀芒飞了出去 是暴血狂刀 铺枪 两道攻击碰撞 只见徐芳的血牙刺 被肖明的暴血狂刀切开两半 形成两股气血之力 朝着两边飞去 砰砰 那两道被分割开的力量 撞在战斗场的墙壁上 爆发出两道巨大的响声 然而 肖明的暴血狂刀 在迎接完攻击后 威势不减地朝着徐芳飞去 徐芳看见这一幕 仿佛已经看开了一切 表现出慌张 闭上双眼迎接死亡的到来 此时在台下的观众们 也平住呼吸 有的还闭上眼睛 不愿看到那血腥的场面 场面异常安静 轰隆 一声沉闷的响声响起 如同一拳打进棉花的声音 台下观众正眼望去 有的惊讶地看着台上 此时在台上的徐芳 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疼痛感 有的只是爆炸 产生的风吹过的风 你是个不错的对手 你不该死在这里 应该死在战场上 肖明开口 意味深长地说道 肖明已经将爆血狂刀 修炼到了极限 自然对他的控制自如 他刚才直接停止了 爆血狂刀的攻击 在空中爆炸开来 肖明没有用权力 他将自己的境界 压到与徐芳同级 但是显然还是打不过肖明 不过对肖明来说 徐芳是一个不错的对手 肖明也从中受益良多 台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 又开始讨论起来了 哎 这不是我认识的肖明啊 他上次打力滑风 可不是这样的 是啊是啊 他上次可凶狠着呢 看了肖明 也不是那种施杀的人啊 这时 在台上的徐芳也睁开了眼睛 第41章 肖明胜 徐芳对于这场战斗 没有感到后悔 他反而感觉自己 变得非常轻松 音音的眼神 也慢慢舒展开来 变得有了光彩 他默默地脱下自己的套装 拿着战刀 走向肖明 肖明也注视着对方 没有说话 愿赌服说 我输了 这些给你 徐芳微笑说道 肖明也没犹豫 接过他的装备 有点猛逼地 看着对方的笑容 肖明 非常感谢你 我之前还一直很迷茫 只是笼统地认为 推荐名额很重要 没有考虑自己的心 现在我找到了自己目标 我准备去军部就职 徐芳继续说道 肖明听到这句话 有点猛 他仔细回想着 他这时恍然大悟 原来是之前自己说的一句话 肖明点点头 想徐芳这种人 更应该去 军部杀敌建功立业的那种 不用谢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而已 肖明恢复道 做完这一切 徐芳转身离开了 迈着自信的步伐 WOC 你们看见没 徐芳被打败了 还去感谢肖明了 这是什么操作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 看来肖明已经无敌了 现在连徐芳都打败了 能打败肖明的 恐怕只有前一届的前辈们了吧 台下的讨论声不停 肖明看着徐芳离开 心里想着 果然现在的人 为了追名逐利 而迷失了自己的初心 台下建 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 大多数都散场了 有一小部分人 是仰慕肖明的 没有离开 好了 现在先去兑换区 把这个卖了吧 肖明喃喃自语 哈哈 果然肖兄牛啊 不愧是我姜涛的兄弟 这时 姜涛见肖明出来 拍马屁道 没有 只是自己恰好比他幸运而已 一切都是运气 肖明也客套地说道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 姜涛继续说道 肖明不想跟他说这个了 随即转移话题 对了 姜兄的套装修好了没 那必须好了 怎么 肖兄 想借去用 拿去 姜涛拍着胸脯说道 肖明虽然有点心动 毕竟是S系列的套装啊 但是自己 已经有了 上次还把别人的套装 弄得破破烂烂的 再借来就不好意思了 不用 我自己有了 对了 上次我拿起维修店 发现姜兄的套装 肖明说了一半 姜涛自然也听出来了 肖明话里的意思 他立马敷衍回答道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套装而已 你看 兄弟间 谈钱就没意思了 肖明点点头 既然他不想说 那肖明也不再问了 我刚刚看完肖兄的战斗 有所感悟 我就不打扰肖兄了 我先去修炼了 姜涛摆了摆手 转身离开 武者也能够通过观看别人的战斗 有所感悟 特别是那些强大的武者的战斗 就算他们的功法高深 还是能够让人感悟很多 就像一个高深的拳法 那修炼低级拳法的武者 肯定能够从中感悟出来 这就要看自己的天赋如何了 所以一般那种强者之间的对决 往往现场都挤爆了人 肖明来到了兑换的地方 他按照要求 将套装和战刀放在指定位置 然后插上卡 点击开始操作 只见一道光束 从那个区域中扫描着两件装备 定 屏幕上弹出一个窗口 上面标出许多数字 孟之森甲 磨损20% 价值1300 水滴之刃 磨损30% 价值700 是 否出售 肖明没有犹豫 立马点击了 是 很快 便看见了从兑换点后面 伸出来一只机械臂 迅速将两件装备回收了 等这一切完成 只见肖明上面的贡献值 从零加到了2000 又是2000的贡献值 买点什么好呢 肖明挠挠头 马上就要去剿灭邪教了 这期间的危险还未可知 准备多一点的保命手段非常重要 要是遇到强大的对手 自己还能逃跑呢 肖明这时想到了丹药 丹药中的气血丹 这一件时刻也许可以保命吗 他随即点开丹药类 气血丹 1 治愈丹 1 助言丹 1 肖明点开 看到的第一个就是气血丹 他立马点击 一口气买200了个 然后 肖明的贡献值变成了1800 肖明继续往下翻看着 嗯 这个不错 肖明看到一个 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 只见页面上标注着 暴气丹三个字样 肖明没多想 马上点开 看其概述 暴气丹 顾名思义 五者吞噬后 能够的凝聚激发气血 短时间内提升自身实力 按照身体的精粹程度 100 副作用 用完后 气血亏空 肖明看了他的说明后 没有一点犹豫 立马点击了购买 叮 购买成功 暴气丹新号5 这个能够保命的玩意 在自己没有退路的时候 就可以用了 拼命搏一搏 还能找到一线生机 当然也不一定是在自己 没有退路的时候 在对战比较强大的对手时 也可以使用 肖明看向自己的贡献值 剩下1300了 他来来回回浏览着 想找到一些满足他心意的东西 然而并没有 肖明在这个价位 想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几乎没有 肖明 所以想要的功法 装备都是 比较高级的 他们的价格不言而喻了 他也不再浪费时间寻找着 拔出自己的学员证 然后 如同上次一样 旁边的小门里 伸出来一个机械臂 将肖明购买的物品递了出来 肖明接过他 购买的气血丹和暴气丹 只见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水晶状的盒子 肖明迫不及待地打开 只见一颗颗血红色的 如同珠子一般的丹药 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水晶盒子里 其中 还有几颗红黑红黑的丹药 这些应该是暴气丹了 其他的都是气血丹 肖明看着盒子 喃喃自语 肖明看完 把盒子收了起来 朝着重力室的方向走去 肖明现在已经是宗师级的战力了 不知道他现在能够承受出多少级的重力 肖明有点期待 他慢悠悠地走过去 旁边的人都对他既有忌惮 又有敬仰 不过肖明没注意 第42章 重力室16层 重力室 肖明很快就轮到了他 没办法他很友好 又不跟别人抢 别人都是主动让给肖明 他们一看到肖明 都拾去地离开了 肖明今天的表现 已经彻底折服了 武馆第二层的武者们 他们都不敢招惹肖明 反而想和他交上朋友 攀上关系 肖明差不多每天 重力室锻炼 他记得第一次使用重力室的时候 他那时最高的重力为第八层 也就是蓝星重力的八倍 经过他很多天的锻炼 他现在最高已经能够到第十层了 肖明看着机器的屏幕 他现在还有1300的贡献值 按照重力室规定 超过十分钟后 按一小时100贡献值来算 现在肖明已经有足够的贡献值了 他几乎可以把那十分钟给省略了 他熟练地操作着重力室里的机器 没多想 他立马连续点击五次加号 轰隆 压在肖明的身上 然而肖明仿佛毫无压力一样 如无其事地站在原地感受着 现在 我连五倍压力都没什么感觉了吗 肖明一边感受一边说道 他随即又点击了加号 这一次 他没有连续点击 而是一层层的叠加上去 第六层 第七层 第八层 他一直加着 层层推进 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强 第十二层 他停了下来 这一次 他开始感受到了压力 但是还是没有令他感到难受的地步 依旧走动自如 只是脚步有一点点重 再加 话音刚落 他就点击了加号 很快 一股笔上一股强大的重力袭来 肖明顿时感觉身体一重 那种第一次测试时的感觉来了 继续继续 轰隆 肖明连着点击了两次加号 顿时铺天盖地的重力席卷而来 他立马席地而坐 运行起源经 修炼起来 肖明身体的毛孔张开 将大量的能量因子 吸入体内 如果你用精神力观察的话 你能够发现在肖明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小型漩涡 不断地旋转 吸入能量因子 虽然重力有力 能够淬炼身体 增加气血的作用 但是这远没有蔑视中 通过反正而反补的能量多 这不是一个级别的 要知道 蔑视中可是远古外来武器 肖明仔细感受着 道路宗师级 吸入能量因子的速度 明显提升了很多 这和武师级不是一个级别的 就算没有这些重力等外部辅助 肖明也能够很轻松地 吸入能量因子 只不过对比在重力是 平常吸入能量因子的速率 没有那么高而已 还不够 肖明感觉没有压力 有种不尽性的感觉 紧接着 他继续点击屏幕 重力随即上升到了15倍 肖明开始感觉到了 很久没有出现的撕裂感 仿佛整个空间 都在向下拉扯着 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紧接着 肖明许久未出现的精神 开始显现 这是肖明修炼的 金刚不坏身 金刚不坏身属于防御功法 防御功法也称炼体功法 肖明此时显现出精神 显然是身体受到了威胁 而做出的反抗应答 整个重力势力的空气 都被压到了地上 空气变得非常稀薄 不过没关系 到了宗师 自身的细胞逐渐转向进化 已经不太需要氧气了 但是宗师级的细胞 还没有完全进化 还是需要氧气的 但是坚持个半天是可以的 还不够 继续 点击加号 16层 肖明感觉那种撕裂感 变得更强烈 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轰然挤压着肖明的每一个细胞 细胞做出反抗 就算没有起源筋的加持 它也会自动吸入能量因子 使自身变得更强 抵抗这股压力 就这样 肖明闭上双眼 坐在那里修炼着 四个小时后 肖明感觉身上的压力 没有那么强了 身体上的撕裂感 也没那么强了 仿佛回到了15层的样子 呼 收获虽然没有蔑视中大 但是还行 肖明习惯性地吐出了 一口浊气 又庞大了一小圈 别小看这一小圈 这个一小圈 那得有好几千的基础站立了 肖明站起身来 看向屏幕 经过四个小时的使用 它的贡献值又减少了400 剩下900 它慢慢点击减号 把重力降下来 肖明知道 不能一下子把重力降下来 因为这需要自己身体里的细胞 慢慢适应 不然会被细胞里的压力 撑爆整个细胞 也就是说 肖明会一下子死亡 以前发生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因为诚意时之快 而死亡 重力渐渐地降了下来 肖明感觉身上的压力 在不断减轻 他这时感觉身体非常轻盈 仿佛自己一跳 就可以跳到天上 不过 这是不可能的 肖明拔出学员证 从重力室中走了出来 出来了出来了 WOC果然是肖大神 居然可以承受16倍的重力 哎呀 我都看湿了 肖明哥哥好帅 肖明这一出来就吓了一跳 他所在的重力室外面堆满了人 都是过来观察肖明的 重力室是透明的 外面很容易就观察到立马 并且由于肖明最近的表现 让他成了武馆的明星 被很多人崇拜 肖明虽然有点不习惯这样的围观 但是这也不由得他了 实力强大的人 不仅会饱受质疑 也会被敬仰 哎 看来以后这种事多着呢 肖明感叹一声 肖明走到哪里 他们都会让出一条通道来 期间 还有找他要签名的呢 肖明有点惊讶 没想到在武馆 实力强大的人会受到如此推崇 不过 这只是在腾飞武馆而已 不知道在其他地方会怎么样 浪费了几分钟 他终于等到武者们解散了 不过还是有几个会来打扰肖明的 他迈开脚步 走向测试室 既然刚刚提升了实力 当然要看看自己 提升了多少实力 不过他现在只需要知道 自己的基础战力就行了 他现在不想消耗太多 毕竟剿灭邪教的任务 随时可能到来 第43章 63万战力 肖明来到测试室里 先调整好状态 拳头握紧 猛然一拳轰了出去 碰 就在拳头击打机器的一瞬间 发出了强大的气浪 震得肖明头发四处飘动 熟悉的数字跳动 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肖明紧紧地盯着屏幕 一脸期待 数字转得很快 没过多久就停了下来 21451 肖明看着屏幕 有点震惊 他清楚地记得 上次测试是16000的基础战力 现在就到了20000 要知道 他修炼的如此强大的增幅功法 想提升基础战力 远远比普通人要难 况且 进阶到了后面 就越难提升 这已经超出了肖明的预想 他本来以为 自己最多只能提升个 一两千的战力 可就连他也没想到 居然提升那么多 现在加上30倍增幅 相当于63万的战力了 这已经是二阶宗师级别了 这才突破多久 就今天吧 几个小时就到二阶了 死 肖明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 有种不真切的感觉 不可思议 他此时内心有些激动 心想 这次的剿灭邪教行动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吧 他现在实力有了 保命的手段有了 应该问题不大 他高兴地从测试室里走了出来 做完这一切 肖明在武馆 已经没食妖食可做了 现在 他还不急着提升实力 最近他的实力提升得太快 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先让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 稳固根基 不必急于求成 肖明走出武馆 叫停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 距离这里最近的肉类市场 司机听到 立马心领神会的答应了 肖明定睛一看 他发现很多次都是这个司机 肖明已经成为他的老顾客了 司机也对肖明非常尊敬 毕竟舞者的地位在龙国高 到哪里都受人崇敬 当然 这也是相对来看的 速度很快 几分钟就来到了肉类市场 肖明礼貌性地跟司机道别后 走向了井的肉店铺 此时的肉类市场不是很多人 然而 当他走进店铺时 却没有看见井 躺在椅子上睡大觉 但是店铺是开着的 人呢 肖明四处张望 寻找着井 井前辈 在吗 肖明大声喊 他将目光放到了仓库 顺着道路走了进去 肖明进来仓库 来到了那个小房子里 但是还是没有发现井的身影 茶室刚泡的 人应该在的 去哪了 肖明四处观察房子 疑惑到 肖明把整个店铺找了个遍 还是没有发现井 算了 今天他可没有事吧 肖明喃喃自语 说完 他便准备走出仓库 然而 就在他准备走出去时 脑子里传来了一道 虚无缥缈的声音 肖明 我在地下室 你回到房间 把书架上的第三层 第三本书拿出来 肖明听得非常清楚 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回答 他也没多想 回到房间 按照井的指引 找出书架上的那本书 一拔出来 紧接着 整个书架向内移动进去 呈现出一条楼梯通道 肖明顿时感觉到一股神秘感 仿佛在玩密室一样 他走进去 把书放回原来位置 只见书架又重新关上 肖明眼前的光线变暗 直至一片黑暗 忽然 眼前一亮 肖明头上的灯光亮起 肖明自然地向下走去 肖明走着走着 发现前面一道门口 他加快脚步 很快 肖明走到门口 一眼望去 发现了一道身影 正是井 只见他盘腿做 好像在修炼什么 肖明没打扰他 而是观察起这个地下室来 嗯 这里居然也有重力士 还有力量测试器 这是S系列套装 这是肖明仿佛发现宝藏一样 眼神发光 这里就像一座宝库 什么东西应有尽有 就这样摆着肖明面前 肖明看得不快流口水了 但是他也不敢拿 只是拿起来看看 就在这时 井的眼睛猛然睁开 眼睛闪过一道金光 总算是消化完了 增幅功法果然甚奥 井开口说道 他目光看向肖明 发现肖明在拿着他的东西 东看西看 哇 这个应该不是S系列套装吧 没见过这样的套装 肖明在一件套装上 摸来摸去 肖明用精神力感知着 他感觉到一阵心迹 从这件套装上传来 这时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 巨大凶兽的虚影 只见那凶兽非常庞大 那样貌有点像龙 对着肖明吼叫 肖明被这个威势 吓得冷汗直流 那道虚影冲向肖明 就要将他吞噬掉 就在这时 一只手拍了拍肖明的肩膀 肖明的意识 大口大口呼吸着 这是地龙甲 刚才那是这件套装的 特殊精神力攻击 只要你用精神力探查它 就会被它的精神力攻击 像你那么弱小的精神力 要不是我 估计你现在 已经成了白痴了 肖明旁边传来景的声音 肖明这时 也慢慢恢复了回来 他看着那件套装 没有感觉到害怕 反而越发对他感兴趣了 他平稳住自己的呼吸 向景问道 地龙兽是什么 肖明在这个层次 还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强大的凶兽 不懂 这很正常 景没说话 他看向肖明 感知到肖明又变强了很多 他也没藏着掖着 毕竟现在肖明也该知道了 地龙兽 非常强大的凶兽族群 他们天生实力 就相当于武师级 等到了宗师级 就可以自主修炼 实力提升飞快 精神力极强 非常恐怖 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杀死的 景解释道 肖明仔细听着 他现在对凶兽的了解渗手 他以前学习到的 都是低级的凶兽 现在他实力上升了 对更强大的凶兽 没有多少的认识 现在我的实力 对上他会怎么样 肖明感觉问了 都非常低级的问题 那还用说吗 如果是幼年的地龙兽 以你的实力 应该没问题 但是如果再大一点的地龙兽 对上你 几乎都是秒杀 景一脸严肃地陈述道 死 肖明有点震惊 深吸一口气 第44章 任务 肖明本以为自己的实力 已经足够强了 可今怎么一说 他顿时感觉自己 还是很弱小 他也深刻认识到了 景的强大 但是肖明也没那么脆弱 他现在才多久 就已经将实力 提升到了宗师境界了 这个速度 整个蓝星 恐怕只有肖明了吧 像景这样的强者 是用多少年 才提升到这种境界的 难以想象 景刚才看得出来 肖明变得不自信了 但是肖明的自信 突然又回来了 他不禁对肖明的心境 刮目相看 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人 你能够不被自己所束缚 我很欣赏你这种任性 但是你要记住 能打败你的 只有你自己 景忍不住讲大道理 肖明重重地点头 然后铿锵有力地说道 我明白 景也欣慰地微微一笑 他都有点想收肖明为徒 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 像肖明这种绝世妖孽 他感觉不配当肖明的师傅 他也只是肖明 人生路上的一位领路人而已 迟早会分道扬镳的 嗯 先不说这个了 我们开始修炼吧 景正色道 肖明也调整好状态 开始讲解 景这次做好了准备 他一定要将更多的难点理解通通 肖明用一种不快不慢的语气 讲着 这种语速不快 有讲的通俗一懂 让景感觉非常舒服 就这样 过了两个小时 景感觉到 自己还是不能将其理解通透 需要时间消化 已经到极限了 他立马叫听肖明 再讲下去 也没有意义了 因为这样 他每次看肖明 就像看怪物一样 心想 如此深奥的功法 肖明是如何在几十分钟内 完全理解通透的 他自己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况且还没理解通透呢 这就是绝世妖孽的天赋吗 景羡慕地看着肖明 肖明再一次感受到一道炽热的目光 心里毛毛的 不自在 景也很快收回目光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我还要消化消化 你先回去吧 肖明也很干脆 点点头 转身离开 等等 每天就不用来了 我还有事要做 没等肖明走远 景继续说道 肖明应答了一下 也没问是什么事 毕竟在他这种境界 就不要知道太多的时候 不然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肖明熟练地拿了五斤凶兽血肉走了出来 叫了辆出租车 往仲安小区驶去 南疆市五道联盟 报告镇首使 我们已经找到了 通往南疆市外的秘密通道 我已经派人封锁住了 并且 我们还抓到了两个 想从通道出来的邪教分子 一道女子的声音传来 是柳希 嗯 干得好 看来肖明的猜测没错 说到肖明 王腾飞满意地笑了笑 然后继续说道 好 柳希对哪两个邪教分子言行拷打 尽量问出邪教在魏家的具体位置 以及人员部署 我们于今晚对邪教展开行动 王腾飞说完 眼神闪过一抹利涩 是 镇首使 柳希说完 便转身离去 王腾飞看向窗外一切平静的城市 嘴里喃喃说道 山雨欲来风满眸啊 肖明这时也回到了家中 只见他正在房间里 盘腿而坐 闭上双眼 他此时正在修炼精神力 今天的那个地龙兽的精神力攻击 让他记忆犹新 自己能够被压制住 都是因为他的精神力太弱小 他回到家 立马开始观摩雪山 修炼精神力 地龙兽不仅给了他压力 同样也给了他动力 就在这时 肖明突然睁开眼睛 嘴里喃喃自语道 既然我能够观想雪山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观想其他的东西 肖明刚才心中突然闪过这样的疑问 他越想越觉得 这个想法可行 一发不可收拾 闭上眼睛 肖明回归脑中世界 开始尝试观想其他的东西 先从小草开始吧 肖明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个东西 因为小草这个 没有雪山那么庞大 先从小的东西来 这样应该不会太难 果然 他很快就观想出来了 看来真的可以啊 那岂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观想 肖明睁开眼睛 激动地说道 他站起身来 拿出仅给他的雪山观想法 仔细观摩起来 按照这个想法 我感觉 我可以创造出一部前所未有的精神力功法 肖明一边观摩一边说道 说干就干 他拿出纸盒笔 立马投入写写画画的状态 肖明写了一张有一张 他仿佛忘记了时间 时间过了不知多久 肖明仍然在心情工作着 这时 肖明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 这一次 肖明没有将手机调成静音 手机开始叫了起来 肖明顿时被这个声音吵醒 他的思想从高速运转的推演中回归 掏出手机 肖明立马接听 肖明 现在立马前往南江广场 我们在那里回合 电话里传来柳希的声音 是 肖明回复道 挂了 嘟嘟嘟 电话说挂就挂 肖明看了下时间 凌晨两点 自己已经推演了那么长的时间了吗 他每次都是 一直沉浸在推演中 忘了时间 他念念不舍地站起身来 虽然他现在很想继续推演下去 但是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 去做 南江广场 我记得姜涛说过 魏家就在南江广场附近 肖明难难自语 虽然他不是五道联盟的人 但是他既然接受了五道联盟的这个任务 那他就不得不去完成 再说了 这个行动也与肖明有一半的关系 并且去参与剿灭邪教 是肖明自己提出来的 他不能言而无信 没多想 肖明收拾东西 将自己的装备 单药等等都拿上 万事俱备 肖明收拾完毕 便夺门而出 来到路上 现在已经是凌晨 路边也没有了出租车 肖明平时都是坐出租车去往目的地的 现在没有了 他只能不行了 南江广场里 肖明家还是蛮远的 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到 柳西在电话里也没交代 肖明看了下时间 已经过去三分钟 他运行气血 开始狂奔 第四十五章 柳之威 魏家 盛世大人 我们出城探查情况的教徒 失去联系了 在一个圆桌台上 有许多黑袍人 其中中间面带面具 胸前戴着紫色徽章的黑袍人 最为显眼 他们听着台下的手下说话 哦 失去联系了 中间的黑袍人 惊讶地说道 旁边几个黑袍人 同样露出惊讶的神情 看来 我们暴露了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黑袍人瞬间一惊 他们猛然站起身来 有点慌张 不知所措 盛世大人 那魏龙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都怪他 非要去杀一个无名小辈 害得我们暴露了 盛世大人 什么刚刚好 迟到了就是迟到了 我建议 不要让他参与这次行动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没看他 仿佛当他是透明的一样 毕竟柳希 都还没开口 他就抢先了 显然柳希是站在 萧明这一边的 他们肯定不会 支持彭飞的 随即都不搭理他算了 好了 不要为这点小事计较了 也怪我没有和他 说明清楚时间 既然人齐了 你们先互相认识一下吧 方便等一下的行动 柳希柳眉一昼 严肃地说道 你好 我叫柳芝威 很高兴认识你 你看起来比我小 你可以叫我芝威姐 那个小姐姐 第一个上前伸出手 甜美地说道 萧明一听 心想 也姓柳 难道和柳希有什么关系吗 萧明看着可爱甜美的柳芝威 好像是有那么点神似 萧明伸出手和她握手 微笑道 萧明 芝威姐 以后请多多关照 然后萧明便跟后面几个队员 去认识一下 她一个个跟他们握手 表示敬意 他们也态度非常好 友好的回应了萧明 很快 萧明走到彭飞面前 微笑地伸出手 和前面几个一样 说着有礼貌的话 但是 只见彭飞英译地看着萧明 既不伸手 也不说话 就这样晾着萧明 萧明有点尴尬 又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个人老是针对自己 难道仅仅因为迟到 就讨厌自己 萧弟弟 别理他 他心眼小得很 柳之威把萧明拉了回来 萧明听到 柳之威喊自己萧弟弟 顿时有点不自在 目光看向其他地方 哈哈 怎么了 叫你萧弟弟 你害羞了 柳之威甜美地笑道 没 没有 我只是不习惯而已 萧明挠挠头 柳之威扑斥一笑 继续说道 没事 以后就习惯了 萧明心里莫名地 感受到了一股暖流 而彭飞看着 有说有笑的萧明和柳之威 他猛然握紧拳头 咬牙切齿 第46章 进攻开始 与此同时 在旁边的柳西 满意地看着这一切 然后又看了一眼彭飞 他恨铁不成钢地摇摇头 心想 这孩子力气太重 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天赋 迟早一天会出事的 好了 大家既然都认识完了 我先来说明一下行动计划 柳西开口说道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靠近柳西 仔细听着 根据我们的情报 邪教分子的总部就在魏家 而邪教分子 大部分都藏在了魏家的地下室内 这个地下室可以通向城外 我们已经封锁住了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 杀进地下室 剿灭邪教分子 柳西严肃地说道 一旁的几个人也仔细听着 但是说道 有地下室通向城外 他们脸色顿时一变 随即传来的是一股后怕 队长 我想知道这么隐蔽的通道 我们是如何发现的 柳直威好奇地问道 因为这个通道太隐蔽了 如果不知道情报 根本发现不了 到时候 凶兽从这里大举入侵南疆市 那后果不堪设想了 柳西知道 肯定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们 说完他看了一眼萧明 一旁的柳直威也抓住了这一下 他看向萧明 越发觉得萧明的神秘 他想想就知道 突然加入他们小队的一个陌生人 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呢 萧明的神秘感 让柳直威越发地想要了解这个人 他一直盯着萧明 有点痴迷 萧明也感受到 身边的那股炽热的目光 有点尴尬 直威姐 你别这样看着我了 萧明小声说道 我不 我就不 我爱看哪看啊 你管得着 柳直威有点傲娇地说道 萧明也很无奈 他也没办法 毕竟他也不可能阻止别人不看吧 行动开始之后 我负责强大的敌人 你们尽量寻找实力比较低的邪教分子杀 然后再对战和自己实力相仿的 如果你们遇到比你们强的敌人 往我这边引 或者你们一起将其击杀 柳希继续说道 其他人听了没有一点反应 好像他们早就清楚了 这是说给萧明听的 萧明也立马心领神会 点点头表示明白 毕竟萧明是刚来的 不清楚 这些很正常 其他人也没说什么 就彭飞有一点意见 但是没说出来 而是冷眼地看着这一切 柳希看见没什么问题 开口说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开始行动 说完他拿出一个信号枪 往天空一射 蹦 只见一个非常亮眼的光点飞出 飞到上空 整个南疆广场都被照亮 出发 话音刚落 所有人往这一个方向冲去 柳希带头冲锋在前 他的速度很快 但是考虑到我们 他故意把速度放慢下来 萧弟弟 跟紧我哦 我保护你 柳之威对战萧明说道 然后转身跟了过去 萧明虽然有点不自在 他听着这个萧弟弟 好像是小弟弟一样 让他非常无奈 但是他还是感受到了一股温暖 就这样 一行人在各种楼层的房顶上 跳来跳去 往魏加的方向飞去 萧明在这期间 还看见了其他武道联盟的队伍 也在往魏加的方向赶去 他们也在向萧明这边问好 魏加 快看那是什么 这时 一个魏加的巡察人员 对着其他的魏加人员喊道 只见空中是柳希放出的信号弹 闪亮了整个地区 那是信号弹 快 快去报告盛使大人 武道联盟来了 一个邪教分子立马知道了情况 对着手下说道 很快 那个手下来到了地下室 冲进了邪教会议大厅 报 报告 慌慌张张的成和体统 我还以为武道联盟来了呢 一个黑袍人 看到那个手下的样子 立马呵斥道 那手下本来想说出口的 立马被这句噎住了 嗯 让他说 中间的圣使大人摆摆手 那个黑袍人 看见圣使的指示 也不再说什么 他本来是 想在圣使大人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的 圣 圣使大人 武道联盟来 来了 那手下磕磕绊绊说道 一众黑袍人听到 没有原先那么惊慌 而是静静地坐着 等待圣使大人的发话 他们在半夜发起进攻 明明可以偷袭 却偏偏选择高调 这要么是 他们有极强的舞者 要么就是 他们已经做了十足的准备 武道联盟一贯的风格 看来我们是逃不掉了 那位圣使大人沉声道 旁边一众的黑袍人一听 脸色顿时有点惊恐 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怕死 就连凶兽都会有恐惧 更何况是人 哦 不 是兽神的子民 哼 既然横竖都是死 那我就杀个痛苦 那个脾气暴躁的黑袍人 再一次站起来喊道 其他人 听了也没跟着喊 他们多多少少有些害怕 毕竟武道联盟的手段 他们是知道的 对待叛徒 最轻的就是死亡 大家不必惊慌 我们这次还不一定会死 这次兽神大人会亲自出手 所以我们只需要拖住他们就行了 那位圣使大人安慰道 说完 他面具里嘴角上扬 露出可怕的笑容 非常甚人 这时 萧明他们一行人 也来到了魏家外 魏家很大 比一般的别墅 都要大上不少 看起来富丽堂皇 但是此时的魏家 阴暗无比 没有一点灯光 就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非常安静 仿佛就像一处凶宅 柳希也停了下来观察着 他运行精神力 感知敌人的位置 很快 将自己的精神力 共享到团队的每个人身上 萧明也不例外 他有点惊讶和好奇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是队长的精神力共享 到了大宗师的精神力招式 一旁的柳之威 看着疑惑的萧明 他耐心地解释道 萧明点点头 表示明白 他观察着脑海中敌人的位置 敌人是一个个红点 仿佛就像雷达一样 每个人的气血不一样 也就是红点越大 敌人越强 轰隆 就在这时 在不远处想起巨响 是别的队伍 在其他区域发起了进攻 发起进攻 柳西大声喊道 第47章 恐怖实力 话音一落 所有人开始冲进魏家 各种寻找目标 这时 邪教分子们也出现在眼前 他们有的拿着战刀 有的拿着激光炮 萧明也跟着冲了出去 首先锁定了一个邪教分子 他拔出战刀 一刀砍了过去 噗哧 那个邪教分子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人手分离了 萧明也记住了柳西的话 先找弱小的邪教分子杀 然后他精神力又锁定了 另一位邪教分子 紧接着继续一刀砍了过去 速度极快 让敌人没时间反应 就已经暴毙了 萧明杀这些邪教分子 简直如同切西瓜一样 一刀一个 而另一边的柳之威 也看到了萧明一刀一个小朋友 顿时有的 惊讶于萧明的实力 他果然没有猜错 萧明的实力一定很强 那彭飞也时刻关注萧明 他虽然惊讶 但是更不服于萧明的实力 心里认为自己比萧明要强 他眼神变红 仿佛入魔了一般 疯狂地砍着邪教分子 叨叨毙命 非常凶狠 就连队友的人头都要抢 与此同时 柳西站在魏家的一处高处 从高往下观察情况 就在这时 他眼神突然变得凌厉 目光看向身后 只见一个黑袍人 出现在柳西眼前 他也同样忌惮地看着柳西 因为他根本看不出柳西的实力 哼 这个真是个美人啊 但是就是有点带刺 黑袍人舔 是 这干枯的嘴唇 仿佛看见了 让他非常兴奋的东西一样 柳西厌恶地看着黑袍人 握紧战刀 猛然砍了过去 速度不知有多快 黑袍人看见柳西消失在原地 顿时有点心惊 他谨慎地观察四周 突然 柳西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只见柳西的刀 已经砍了下去 快到离谱的刀 而黑袍人在柳西出现的那一刻 快速后撤 但是还是慢了 那战刀赫然落下 砍中了他的左臂 扑哧 他的整个左手 被硬生生砍了下来 随着他后撤的惯性 掉落在了两人的中间 啊 我的手 可恶 黑袍人大叫 他立马掏出一个丹药 迅速未进嘴里 他没想到 柳西的实力那么强 这已经属于极限大宗师的实力了 他今天的运气有点倍 那么多的大宗师 他偏偏 选到一个最强的 他有点后悔他的决定了 不行 不能再打下去了 黑袍人心里想到 然而 柳西哪里会给他机会 再一次消失在原地 黑袍人刚刚吃了丹药 伤势好些了 手臂不再流血 但是他发现 柳西不见了 他运行精神力 奋力感知着柳西的位置 但是仅仅只有一点效果 他只能看到柳西的残疑 受神大人万岁 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 果断倒行气血 准备自爆 就在这时 柳西的刀已然落下 扑哧 人头落地 只见那个人头上 黑袍人不甘的眼神 展现无疑 他最后连自爆都做不到 柳西的实力 恐怖如斯 另一边 萧明已经把所有的目标 都解决掉了 他刚才观看到了 柳西战斗的整一幕 他连人都顾不得杀了 就被柳西的实力震惊 连大宗师级别的强者 在他手里都不堪一击 萧明站在原地 倒吸一口冷气 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 哎哎 小弟弟 醒醒 别看了 队长的实力就是这样 大宗师在他手里 如同切菜一样 我们已经习惯了 柳直威靠近萧 萧明看着震惊的萧明 不由得有点可爱又好笑 而一旁的彭飞 也抓住萧明这个样子 毫不留情地说道 哼 弱者永远只有崇拜强者的份 我迟早也会和队长一样强大 而你也将崇拜我 萧弟弟 别搭理他 我悄悄跟你说哦 这人是个神经病来的 柳直威大声地说道 萧明本来还挺生气的 但是听了柳直威的话后 他顿时心情好了不少 露出微笑 没有搭理彭飞 你个 彭飞一脸愤怒 彭飞耗子立马噎了回去 没办法呀 他现在还打不过柳直威 并且他和柳希的关系 然后他想把气撒在萧明身上 就在他怎么开口时 柳希走过来说道 大家收拾战场 找到卫龙的地下室 我们继续进攻 听到柳希的话 他也没再说什么 而是眼神阴险地看着萧明 萧弟弟 我们走吧 柳直威拉着萧明的手 往另一边走去 没过多久 他们一路走向目的地 期间还遇到不少 武道联盟的其他队伍 就在这时 他们来到卫家一处 就看见我们武道联盟的队友 被大宗师邪教分子追杀 柳希没犹豫 立马冲了上前 猛然一刀将砍了过去 这一刀惊世骇俗 直接秒杀 萧明他们也杀进邪教分子里 一刀一个 很快 所有追过来的邪教分子 都被屠杀殆尽 柳希队长 我们队长死了 一道哭腔响起 只见一个舞者抱着一个 魁梧的舞者尸体 在哭泣 众人看了 一股难受的情绪涌现众人心头 怎么回事啊 柳希竖起柳梅 沉声道 刚才突然出现两个 大宗师级别的邪教分子 把队长围攻致死 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在临死前 和另外一名大宗师级别邪教分子 同归于尽了 那名舞者 一边哭一边说道 那些被追杀至此的舞者们 也默默落下了眼泪 柳希看着这一幕 有点难受 对着那名舞者说道 你们先撤退吧 你们的队长好样的 做完这一切 所有人也对刚才那一幕有所感触 但是他们 毕竟是经历过各种风雨的人 不会轻易被这种生离死别 而束缚住前进的脚步的 萧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不愧是舞蹈联盟的人 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 萧明一行人 往着地下室入口的方向赶去 舞蹈联盟的人 也不断开始加入柳希的队伍 他们都听命于柳希 柳希是这场行动的领导者 他们越往深处走 出现的邪教分子就越多 有点邪教分子 几乎直接跑到萧明他们面前自爆 极为疯狂 受神大人万岁 第48章 进入地下室 一路上都是想要自爆的极端邪教分子 不过都被萧明一行人安全处理了 但是这也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萧明心想 难道他们是想拖住我们 那拖住 我们究竟有什么目的 萧明此时 心里充满疑惑 萧明摇摇头 没多想 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 他们一行人加起来 差不多有几百人了 其中有好几个大宗师 但是大部分都是宗师 武士级别的 他们一路前进 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 在他们眼前的 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庞大的宅院 这种级别的大别墅 在南疆市想买下 那不得几十个亿的联盟币 魏龙可真够有钱的 不过也是 魏家 虽然在表面上不怎么知名 但是在背地里 却有许多黑心产业 一夜就几个亿 这种别墅 还是小意思了 众人看着眼前的豪宅 一片冷清的模样 嗯 这里的材料 能够隔绝精神力的探查 大家小心点 柳西刚才尝试用精神力探查 但是没有结果 这是能够隔绝 武者精神力的特殊材料 除非你的精神力非常强大 不然会无法透过这些特殊材料 这些材料 大多数都会用在套装上 但是没见过 用作整个豪宅的构造中的 果然财大气粗 宗师以上的舞者 跟我进去 武士一下的舞者 在这里待命 柳西对着其他舞蹈联盟的队员说道 这里柳西有绝对的话语权 他们也只能服从他的命令 柳西这么做 是为了减少伤亡 如果一起进去的话 遇到埋伏 必定会造成极大的伤亡 我们走 接着又对着肖明他们一行人说道 说完 他们形成一个小分队 探索进去 柳西带头在前 慢慢地摸进去 你们尽量不要分开 如果有紧急情况我掩护你们 你们要第一时间跑出去 柳西严肃地说道 是 众人一口同声 他们一进来 里面没有开灯 非常黑 但是他们 还是能够看见的 映入眼帘的 是各种精美的物品 闪闪发亮 如同富丽的宫殿一样 哇 肖明一旁的柳之威 忍不住感叹一声 就因为这一声 他被柳西狠狠地瞪了一眼 他立马闪闪一笑 好像在说 我不是故意的 果然 女孩子都喜欢闪闪发亮的东西 然而 他们进来后 没看见一个人 整个屋子没一个人影 但是他们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仔细地搜寻敌人的踪影 他们应该是 躲进地下室里了 柳西沉声道 他没想到 邪教分子 也会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他以前遇到的邪教分子 要么是一群疯子 要么就是到处破坏 残杀人类 这有点蹊跷 根据情报 情报 地下室的入口 就在这栋房子里 大家分头找找 柳西命令到 于是大家都开始分头寻找起来 萧明自然也在找着 不过他也不是一股脑地乱找 他以前看过很多的那种密室的影视剧 清楚密室一般藏在哪里 于是他走进一间间的房间 寻找着比较特殊的地方 大家也在到处寻找着 衣柜 鞋底 凳子 马桶 等等都找了个遍 萧明仔细地寻找着 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进萧明耳朵 报告 柳西队长 我找到了 众人随着声音走去 萧明也跟着过去 只见那人带领着大伙 来到了一处房间 里面赫然呈现着一道漆黑的大门 就这 不是密室吗 怎么这么显眼 萧明心中顿时有些不解 说好的密室呢 他本想体验 一波寻找密室的刺激 可现在这一下子就找到了 有什么意思 邪教分子也太不谨慎了吧 怎么了 我看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柳直威注意到了萧明的表情 担心地问道 嗯 没事 我在想 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萧明随便找了个借口 很快的 只剩下地下室里的邪教分子了 我们把他们剿灭了就可以了 柳直威微笑道 彭飞听到他们的讲话 厌恶到 懦夫 萧明也听到了 但是他没有生气 这要不是在任务当中 以他的德性 直接给他一刀砍了 这时 一声巨响传来 碰 只见柳西一拳 就把整个大门轰碎 我们进去 大家小心点 画壁 所有人都跟着走进去 里面一片漆黑 但是如果用精神力的话 还是能够看清楚路的 当所有人进来时 突然一声巨响再次传来 萧明回头 他感觉是从身后传来的 果然 只见刚才的入口 突然被堵上 众人纷纷回头 有些慌乱 他们跑过去 想把那道堵住入口的大门打烂 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大家不要慌 保持镇定 柳西开口说道 柳西的话语 仿佛有魔力一般 他一开口 所有人立马安定下来 我们继续前进 柳西看见大家安稳了下来 命令道 只见柳西拿出一张地图 在那里观察着 然后柳西带领在头 继续谨慎地摸索着 这里有很多通道 不知通向何处 但是柳西好像认识路 带着他走 他们一路上 什么人都没遇见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非常蹊跷 但是一路走来 还是能够看见一些 人为留下的痕迹 他们走了不知道多久 就在这时 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道大门 这个门看起来非常坚硬 众人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他们赫然发现 这个大门是开着的 立马一片漆黑 看不清东西 就连精神力探查 也无法得知里面的情况 萧明看着这熟悉的画面 这不就是陷阱吗 现在他们的后路也被堵了 里面恐怕都是邪教分子 就等着我们开这扇门了 等一下全部进去了 就被一锅端了 这么低级的陷阱 是人都能看得出来吧 没想到邪教分子 知道我们要剿灭他们 他们就不逃跑 反其道而行之 想把我们一锅端了 要知道 这里的人 虽然不是南江市五道联盟的主力 但是也是一道有生力量 如果没了 那会让南江市五道联盟元气打伤 在场的各位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了 他们虽然知道这是陷阱 但是还是没有害怕 大家小心 柳希谨慎地说道 就在这时 没等我们开门 那大门突然自己敞开 地下室的灯光也突然亮起 第49章 劲敌 一瞬间 整个地下室亮了起来 而在敞开的大门后 呈现出许多人影 但是令人在意的 不是那些小鱼小虾 而是在他们上面的那几个黑袍人 只见 那几个黑袍人 坐在一个圆桌上 其中 中间那个黑袍人最为显眼 他戴着可怕的面具 让人毛骨悚然 胸口上有一枚紫色的徽章 特别引人注目 就连他坐的椅子都是比较特别的 柳西一众人谨慎地看着他们 都在打量着彼此 邪教分子 都该死 一位大宗师愤怒道 后面也有 我们被包围了 该死的 我们要围剿他们 他们反倒围起我们了 奶奶的 我要碾死他们 战 这时 所有的武道联盟 舞者们 热血沸腾 渴望战斗 这时 坐在上面的那个面具 黑袍人站起身来 张开双手 欢迎来到 我的世界 受神的子民们 撕碎他们 黑袍人下命令 花音刚落 所有的邪教分子 一窝蜂地涌了上来 而在座位上的黑袍人们 也动了起来 冲向战场 没想到 这里还藏着如此多的邪教分子 难怪杀都杀不完 一时间 王对王 江对江 而那个在座位上的 面具黑袍人没有动 而是静静地坐着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柳西没有强大的敌人 挡在面前 一路势如破竹 一个个黑袍人过来 就被柳西砍死 但是那个面具黑袍人 还是不为所动 仿佛不把他们的生死 放在眼里 萧明他们 也在奋力战斗着 轰隆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整个地下室都在震动 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 哈哈 受神大人万岁 只见他坐在上面的 黑袍人猛然站起来 眼神炽热地吼道 随即他也加入战场 冲向柳西 柳西也反应了过来 和他扭打起来 与此同时 萧明他们 不断砍杀着邪教分子 不知疲惫 柳之威 彭飞 都在奋力战斗着 柳之威身轻如燕 不断穿梭在战场间 下手一点也不留情 而彭飞更加残暴了 与他战斗的邪教分子 几乎没一具尸体是完整的 都剩下了残枝断海 他还时不时地和萧明比较 萧明杀两个 他就杀三个 萧明不知道彭飞的想法 依旧战斗着 战斗经验在不断地增长 自己的气血 也在战斗中不断地凝食 变强 就在这时 萧明突然感知到 一股强大的气血突然出现 萧明猛然转头 看向那股气血的来源 只见一道刀芒 快速地飞向柳之威的方向 那道刀芒极为阴险 他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一路上的邪教分子 都死在了这股刀芒下 极为残忍 柳之威也感受到了 强大的气血向他袭来 但是由于这道气血极其阴险 隐蔽 他现在才反应过来 他想要转身抵挡 这时 在和面具黑袍人战斗的柳西 也感受到了 他猛然朝着柳之威那边喊道 之威 但是晚了 刀芒已然临近 定 只听见一声非常清脆的声音 响起非常悦耳 只见一个大钟出现在战场上 紧接着 大钟开始缩小 飞走了 回到了肖明的手上 柳之威的身影 也随着大钟的消失而出现 他此时小脸煞白 头上香汗淋漓 肖明看到柳之威没事 也松了口气 谢谢你肖明 刚刚那事 他虽然刚才很惊险 但是他也同样被肖明 刚才的手段吸 呃 一个小玩具而已 肖明随便搪塞一句 众人也被刚才肖明的手段惊讶到 这是什么宝物 虽然在现在的市场上 有很多这样的宝物出现 但是都没有像肖明这样的 可以随意放大缩小的宝物 自然让人非常在意 肖明没管他们 目光锐利 转向那个放出刀芒的方向 只见一道非常矮小的黑袍人 出现在肖明眼前 他观察不出对方的实力 但是能够根据刚才的气血波动判断 应该在宗师 而且还是非常强大的宗师 只见他嘴角露出猙獰的微笑 小姐姐 姐姐姐姐 我喜欢你 所以 你去死吧 姐姐姐 那个矮子黑袍人 一脸疯狂 柳之威也从刚才的惊险中缓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矮子 顿时感到一阵恶心 终于来个强大点的敌人了 你个懦夫让开 看我怎么报杀他 这时彭飞站了出来 细血地说道 只见他冲了过去 萧明想要说什么 但是彭飞已经冲远了 哈哈 受死吧 该死的叛徒 彭飞气血猛然沸腾 跳在空中运行攻法 看向矮子黑袍人 姐姐姐 就你 矮子黑袍人手持匕首 放到嘴边舔尸 这 紧接着 消失在原地 在空中的彭飞 看见消失的黑袍人 顿时心慌起来 他慌慌张张地 感知着敌人的位置 然而 扑吃 他的脖子一凉 鲜血直流 在半空中被抹了脖子 直接死亡 尸体应声倒地 而矮子黑袍人 出现在彭飞尸体上 踩着他的尸体 舔尸 这带血的匕首 如同一条蛇一样 看着消敏二人 彭 彭飞就这样 死 死了 柳之威有点结巴地说道 他不是害怕 而是震惊 彭飞和他的实力相比 虽然他比彭飞强 但是只是 强一点而已 如果全力开打的话 那实力是不相上下的 而和自己实力相差不大的彭飞 就这样死了 肯定让他震惊 消敏此时心惊地看着这一幕 心想 好快的速度 他没有可怜已经死去的彭飞 只能怪他太过傲慢了 面对强大的敌人 连护体钢器都不开 白白葬送性命 与此同时 柳西看到柳之威没事 顿时松了口气 但是他也因此落入了下风 面具黑袍人乘机偷袭 但是柳西还是很快反应过来 不过也因此受到了一点轻伤 但是问题不大 他非常感激消敏救了柳之威一命 但是他没有里面去感谢 而是更加专注地面对眼前的敌人 这时 他气息猛然一变 仿佛他的整个人都变得锐利 非常可怕 而面具黑袍人顿时一惊 入危及刀法 他发出惊讶的声音 第五十章 被动的局面 南疆市五道联盟 镇首室办公室里 王腾飞正在盘腿而坐 闭目养神 如果你运行精神力观察 你一定会发现在王腾飞周围的能量因子 如同遇到风暴一般 疯狂吸入王腾飞体内 源源不断 就在这时 一道警报声突然响彻整个南疆市 警告 西面防线遭受凶兽攻击 请南疆市居民待在家里 不要外出 西面防线正在遭受凶兽攻击 王腾飞猛然睁开双眼 一抹凝重之色赫然显露在他的脸上 与此同时 一个工作人员冲了进来 大喊道 镇首使 西面防线遭受到了凶兽的猛烈进攻 这次进攻非常有组织性 应该是有强大的凶兽在发号施令 王成队长拼死抵抗 战斗到了最后 王成 王成队长 光荣牺牲 工作人员眼神黯淡 感到非常痛心 王腾飞他鹦鹉的神情也净显暗淡 但是他很快恢复过来 眼神凌厉 传我命令 告知南疆市军部总司令 派遣四万兵力赶赴前线支援 各武馆 学校学员随时待命 还有马上疏散附近居民 王腾飞也在第一时间下达命令 抵御凶兽 是 工作人员飞快地跑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 王腾飞望向窗外 嘴里喃喃道 看来他应该出动了 那我也去准备准备 说完 他打开一处密道 然后走了进去 消失在办公室内 卫家地下室 入危急刀法 面具黑袍人大惊 消敏本来在专心对战 那个矮子黑袍人 但是这时 他忽然感受到一股 非常熟悉的力量 他目光看向来源 赫然发现 是从柳希的身上发出来的 一瞬间 入危急刀法的威势 震慑全场 哈哈 好 很好 终于有一个强劲的对手了 面具黑袍人大叫 只见他拿出一瓶 绿色的不明液体 这是兽神大人赐予我的圣物 我将得到无穷的力量 面具黑袍人 黄热地看着瓶子 逐渐疯狂 他撵破瓶口 猛然倒入口中 一饮而尽 面具黑袍人的身体 顿时冒出白气 只见他低下头颅 好像死去了一般 哈哈 面具黑袍人 忽然喊叫起来 那个声音非常惊悚 让人毛骨悚然 只见面具黑袍人 的身体开始各种蠕动 抽搐 他倒在地上 痛苦地翻来覆去 他的身体逐渐庞大 三米 四米 他的面具破碎开来 露出一副争鸣的面孔 看起来像是带着 人类特征的凶兽面孔 非常可怕 他的黑袍 也被他逐渐庞大的身体给撑爆 身体完全显露出凶兽的本体 这已经不是凶兽和人类的特征了 是怪物 柳希这时也察觉到不对 他握紧战刀 一记刀芒 瞬间从战刀中飞出 速度极快 扑痴 命中了 然而 那个怪物 没有痛苦地叫起来 哈哈 我成功了 我感觉充满了力量 那个怪物发出的声音 不男不女 让人感觉非常恶心 只见他被柳希的刀芒砍中 裂开一个猙獰的口子 流出鲜红的血液 但是他肉眼可见地愈合了 圣使大人成功了 一个黑袍人狂热地大喊 哈哈 我们离成为兽神的子民 又进了一步 兽神大人万岁 紧接着 又有各种黑袍人狂热地叫喊起来 仿佛不顾眼前的战斗 人类 准备好受死了吗 怪物用一种非常怪异的声音 对着柳希说道 说完 他猛然冲向柳希 发出力量无比强大 柳希反应非常快 轻松地躲开了 就这样 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而在另一边 萧明也同样在战斗 而柳之威 没有萧明的实力强 只能在一旁寻找机会 给那个矮子黑袍人来一下 萧明一边战斗 一边观察 他面对的敌人速度非常快 萧明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 专心观察敌人的进攻 乘机寻找反攻的机会 萧明虽然可以用入微级刀法 但是敌人移动的速度太快 无法锁定目标 就算你用了入微级刀法 也无济于事 砍不到人 也白大 萧明天赋非常强大 通过敌人运行的气血轨迹 判断出敌人攻击的轨迹 后面 萧明心中大喊 然后他猛然将战刀砍向身后 先发制人 定 砍中了 但是敌人一瞬间又消失了 速度极快 萧明没停 战刀转砍向头顶 但是他气血猛然提升 速度也极快 定 清脆的声音响起 而那个矮小的身影 终于能够出现在眼前 只见他被萧明强大的气血之力震飞 向后倒退 矮子黑袍人很快稳住身子 阴沉地看着萧明 他本来以为萧明是个愣头青 没想到是个高手 每次都能预判到他的位置 让他非常被动 他狠立的双眼 如同一条蛇一般 发出阴冷的声音 小子 你挺能啊 但是也到此为止了 鬼影七杀 话音刚落 矮小黑袍人消失在原地 只见他速度快到形成残影 如同鬼影一般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鬼影出现在萧明眼前 他无法判断出 敌人的真实位置在哪里 精神力也无法感知到 一股未知的恐惧弥漫萧明心头 他努力平复内心的情绪 仔细观察着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叮 噗哧 一道攻击 猛然从萧明侧面攻击过来 萧明来不及抵抗 就被砍中一刀 那道攻击 直接将萧明的护体钢器 连同套装给砍烂 但是他的肉身防御非常高 到了萧明 他们都感到惊讶 一个高兴 一个愁 没想到战场上 还会出现这样一个变数 你们几个 给我杀了他 不能让他成长起来 不然将会是我圣教的一个大患 那个怪物大声命令到 萧明不知道战场上所有人的想法 他此时还是待在原地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他刚才在那一瞬间有了感悟 把自己学过的刀法 在脑海中浏览 然后把他们有机结合 准备推演出一门全新的刀法 他现在一共掌握了 两门刀到功法 一门是比较常见的 暴血狂刀 一门是徐芳的 血刺刃 一门是从魏龙身上学到的 兽神教功法 六连血盲斩 但是萧明发现 这个称为兽神教的功法 根本不是兽神教的 而是大灾难时期的遗物 只是被兽神教收为己有了而已 按照他的设想 不仅要威力大 还要气血消耗少 运行时间短 在一呼吸的时间 萧明已经将整个功法的进度 推演到了一半 速度非常快 柳之威走了过来 脸上呈现出一抹红欲 萧弟弟 谢谢你 救了我两次 然而 他发现萧明无动于衷 仿佛一根木头一样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也发现了萧明的奇怪 这是顿悟了 柳之威一眼 就看出了萧明的异样 有点惊叹地说道 就在这时 他猛然感受到 几股强大的气息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他们这个方向袭来 他的目光转向那个地方 他眼睛顿时一缩 只见几个黑袍人 正在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他们都眼神 黄热地看着萧明 这是冲着萧明来的 期间还有几个宗师级别的 舞蹈联盟队员 想要阻挡住他们 但都被杀死了 柳之威一脸紧张地 看着靠近的黑袍人 对着萧明说道 这次换我保护你 萧弟弟 黑袍人们的速度极快 一瞬间就贴近到了萧明跟前 准备一刀将萧明砍死 然而柳之威 怎么会让他得逞 抵挡了回去 其他几个黑袍人 也对萧明发起了进攻 招招致命 非常残忍 柳之威就是自己再强 也总归一拳难敌四手 挡住一个 还有一个 萧弟弟 柳之威大喊 试图唤醒萧明 就在黑袍人们的攻击 即将打到萧明时 萧明的意识回归 他非常清楚 刚才发生的事 所以他没有什么惊讶 他看着黑袍人的攻击 即将临近 没有一点慌张 萧明嘴角上扬 爆血框连斩 萧明抬起斩刀 凝聚气血与刀锋 一斩而出 紧接着又一斩 两斩 三斩 黑袍人们还没反应过来 眼看着带刺的刀芒临近 扑哧扑哧 在一瞬间 场地上爆出一个个血物 强大的刀芒 直接锋利地将黑袍人们 平整地切开 场面非常血腥 紧接着 一具具尸体 变成了残肢断害 掉落在地板上 鲜血染满了整个场地 他们死前都是 眼睛突出 仿佛遇到了什么 非常可怕的东西 柳之威小脸煞白 双手捂住嘴巴 萧明做完这一切 仅仅只是在三四秒的时间 非常快速 非常恐怖 他的刀刀功法 显然达到了他的预期 运行快 气血消耗少 但是速度他是没想到的 他没想到速度那么快 敌人都反应不过来就死了 虽然说是气血消耗少 那仅仅只是 一道刀芒而已 如果是连着斩出多刀 那气血消耗就大了 第52章 迷路 萧明现在消耗就是挺大的 他记得 刚才敌人应该有九个 也就是说 他连着斩了九道刀芒 想想都可怕 要知道 蓝星的刀刀功法的连斩 都是有限的 要么二连斩 六连斩 十连斩 但是萧明创造出的 刀刀功法是没有极限的 只要你有足够的气血 就可以斩出无数道刀芒出来 如果是按照以前的 暴血狂刀 那萧明基本上是斩上的三刀 就已经是极限了 暴血狂刀不属于连斩类刀刀功法 虽然它威力大 但是气血消耗大 凝聚时间短 无法完成连斩 而萧明结合了暴血狂刀的威力 和六连血盲斩的凝聚时间 气血消耗的各种优点 创造出了这个矿式刀法 当然 它也结合了血刺刃的优点 极大的提高了刀法的威力 这门功法能达到的威力大 气血消耗小 凝聚时间段 速度极快的效果 所以萧明称之为 暴血狂连斩 萧明本来就白皙的脸色 现在气血消耗太多 显得惨白 她感觉眼前摇摇晃晃的 她赶紧从口袋中 拿出气血单 一口气就吞下了好几个 萧弟弟 你没事吧 柳芝威已经从刚才的画面中 缓了过来 她走向萧明担心地说道 萧明摆摆手说道 芝威姐 我没事 很快 萧明吃下的气血单 也起了作用 她的脸色逐渐变得红润 眼前的视线 也没有摇晃感了 拿出治愈单 一口吞进肚子 之前和那个矮子黑袍人 战斗受了不少伤 需要治疗一下 这时 没有其他敌人在攻击他们 其他的邪教分子 已经被五道联盟的队友们杀完 她把那些强大的黑袍人杀了不少 减轻了他们的压力 五道联盟的舞者们 瞬间士气大涨 WOC 兄弟牛逼啊 九刀九个 哪怕十个 我也做不到啊 兄弟们 给我杀 杀光这帮狗 娘养的 话说那兄弟是谁啊 是谁不重要 他是我们这边的就行了 他们一边战斗一边闲聊着 因为剩下的基本都是小鱼小瞎了 数量多 强大的黑袍人 现在也减少了 其他的黑袍人 都被五道联盟强大的舞者制衡着 现在整个局势不一样了 来到了五道联盟这一边 啊 一声巨大的惨叫声响彻起来 萧明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柳心猛然一刀罢 那个怪物的一条手臂砍断了 就算他的治愈能力再强 也无法恢复了 可恶 你居然还是个极限大宗师 该死啊 居然这个时候还隐藏实力 还有那个变数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明明只是个小小的二阶宗师 却连掌我的手下 怪物咬牙切齿 愤怒道 刚才萧明的战斗 他们也在关注着 到了大宗师的境界 时刻掌控战场的变化 这也不稀奇了 你们这些阴险小人 怪物继续吼叫 任谁也不喜欢听他的声音 非常让人不舒服 柳心没搭理他 而是看向萧明的方向 萧明此时也在看着他们那边 只见柳心点了点头 表示满意 萧明也跟着点了点头 表示尊敬 然后 萧明便和柳之威 一起杀入战场中 一路高歌猛进 遇到个黑袍人一刀一个 非常迅速 好了 你败局已定 你也该上路了 柳心开口 眼神凌厉 而此时的怪物眼神阴狠 他看向战场的情况 只见萧明仿佛一个推土机一样 来一个死一个 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他 他们的人数在急剧减少 很快就会被杀完 他虽然很不服气 但是还是保命要紧 只见他猛然回头 速度极快地朝着一个通道飞去 柳心这时反应很快 也跟着飞去 十几分钟后 地下室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看着地上成群的尸体 这个地下室已经血流成河了 萧弟弟 我们胜利了 柳之威习惯性地对着旁边说道 但是他没有听到回应 他转过头 赫然发现萧明不见了 一 刚才那位小兄弟呢 我想认识一下 是哪位年轻才俊 一位大宗师来到柳之威旁说道 我也不知道 他刚刚还在这的 哎 算了 这里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还要上去对战凶兽呢 柳之威满脸担忧 哼 想逃 萧明大喊一声 萧明此时正在追击着一个黑袍人 萧明刚才敏锐地发现了 这个黑袍人想要逃跑 所以他追了上来 不要杀我 我可以给你很多钱 黑袍人剑跑不过萧明 他停下试图说服萧明 钱 萧明顿时产生了兴趣 扑吃 还是杀了吧 萧明说杀就杀 一刀砍下去 这些邪教分子的话 怎么能随便相信呢 等一下偷偷案件伤人 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他还是洗了算了 一 这里是那里啊 刚才我从哪里过来的 萧明看着身后出现了几条通道 他忘记了 刚才从哪里过来的了 这个地下室错综复杂 有很多的通道 不知道通向何处 他现在只有一个人 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萧明顿时感觉一阵头疼 不知道该走哪里 既然如此 我就随便选一条吧 萧明没有多想 既来知 则安知 随后他凭借自己的感觉 选了一条通道走了进去 而在另一边 柳西还在奋力地追着那个怪物 那个怪物速度很快 如同一辆小汽车一样 但是柳西更快 他很快就能追上 那个怪物看着逐渐靠近的柳西 奋力喊道 可恶 你为什么一直追着我 不肯放股 看见柳西没反应 他继续吼道 哈哈 杀了我又怎么样 你们都得死 都得死 柳西柳眉一皱 他听不到那个怪物的意思 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他们 还有什么阴谋 他也知道地面上的事 但是有镇守使镇守南疆事 应该问题不大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就在这时 前方出现了一小道光 那是通往外面的井盖 第53章 发现秘密 那个怪物看到这道光 顿时兴奋了起来 哈哈 真是天助我也呀 他顿时加快了速度 柳西心中一沉 如果让他出去 就糟了 不行 不能让他出去 柳西心中想着 让他跑到外面去就糟了 外面都是一些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那柳西就不好 大展身手了 如果让他结实到人质 那就完了 只见柳西浑身一阵 瞬间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他整个身体散发出气血 如同被点燃了一般 一瞬间 柳西的速度猛然飙升 如果刚才的速度是汽车 那现在的速度 一下子就变成了火箭了 非常离谱 那个怪物也感受到了什么 他转头 却看见柳西就要贴到脸上了 该死 你居然燃烧气血 你这个疯子 啊 那个怪物惊恐地看着柳西 他不断抓狂 他其实也可以燃烧气血的 但是他现在 恐怕燃烧了气血 也来不及逃跑了 柳西已经来到了 柳西来到怪物旁边 他奋力一刀 砍在怪物的背上 不吃 啊呀 该死 他的背被撕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鲜血飙出 非常猙獰 这一下 怪物逃跑的速度 一下子减少了很多 他还在跑着 但是离出口还有一段距离 然而 现在柳西完全可以追得上他 他也立马收回燃烧气血 毕竟燃烧气血会损坏根基 非常危险 但是柳西只开了一段时间 问题不大 如果开久了的话 就会损坏根基 直至完全破碎 柳西既然已经抓到了他 那就不可能给他跑了 他握紧战刀 猛然向下横展 威力不可抵挡 连空气都被撕裂 扑吃 怪物猛然倒在地上 痛苦哀嚎 他的双腿 已然被柳西砍断 场面非常血腥 怪物也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索性也不再想着跑了 杀了我 快杀了我 怪物甩着非常猙獰 可怕的脸 疯狂的吼叫 柳西眉急着杀了他 说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还有什么秘密 柳西冰冷地说道 怪物听了变得更加兴奋 想知道 哈哈 我就不告诉你 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哈哈哈哈 怪物仿佛入魔了一样 柳西眼神一沉 看来是问不出来的了 但是这个怪物 他是不能放过的 只见柳西举起战刀 猛然滑向怪物的头颅 怪物见自己要死了 随即疯狂地大喊道 兽神大人万岁 哈哈 扑痴 怪物那毛骨悚然的笑声 嘎然而止 做完这一切 柳西的眉头没有舒展 反而更加凝重 因为关键的信息没有问出来 他感到非常难受 憋屈 随后 他便拖着怪物的尸体 往回走去 与此同时 萧明一直在漆黑的通道中前行 他已经走了有段时间了 但是还是没有到达出口 并且有好几次都遇到了岔路口 他也是凭借自己的感觉来选的 这该死的邪教 怎么建立那么多的通道啊 他们建这些通道 到底想干嘛 萧明走得有点不耐烦了 开始埋怨邪教 他用精神力探测每一条岔路口 也没结果 因为他的精神力探测的范围有限 每一条的通道长度还巨长 萧明可无法做到 他的精神力还不够强 难道他选的通道 都是错的 那也不可能啊 邪教分子建设这些通道 肯定是有什么用的 萧明上次上报给五道联盟 就已经知道了 这里通道通向外面的 但是那个通道 已经给封上了 虽然五道联盟也派人进来探查过 但是也是没有结果 毕竟情报上没有出现过这几条通道 萧明已经变得烦躁起来了 嗯 有声音 萧明小声自语道 就在刚刚 萧明听到了一点动静 他顺着声音的源头走去 只听见声音越来越大 萧明仔细听着 听起来像脚步声 好密集 萧明思考着 在这个地方 萧明不敢保证 是我们刚才的大部队 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 萧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顺着声音的方向 慢慢摸了过去 他把自己的气血 气息都收到最小 尽量不暴露自己 萧明也没有用精神力探查 如果遇到强大的敌人 那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那就完蛋了 萧明一直顺着声音的方向走 脚步非常轻 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这时 萧明眼前赫然出现了一点微弱的光 萧明顿时兴奋起来 有光也就意味着离出口不远了 他的脚步也随即加快了 很快 一个通道的门口 出现在萧明眼前 他迫不及待地走着 但是还是没有发出声音 毕竟声音也随之越来越近了 萧明十分谨慎 没过多久 萧明就来到了通道的门口处 他已经按捺不住 要过去观察出口的方向了 但是萧明一眼望去 看到了非常令人后怕的一幕 这 这是凶兽局 萧明心中大惊 只见萧明出现在一个通道的门口中 那个门口的海拔 离下面的地面很高 而在萧明的下面 出现了大量的凶兽 他们都有组织 有纪律地前行着 并且数量非常庞大 这还有通道通向城外的 如果让他们突袭到南疆市 那整个南疆市 都要完蛋了 萧明睁大眼睛 萧明观察了一下 下面的凶兽 大多数都是舞者级别 舞师级别也不少 至少有好几百 宗师级别的凶兽也有 不过数量比较少 大宗师级别萧明 现在还没发现 这一股凶兽 如果突袭南疆市 从里面开始攻进去 整个南疆市市民都得完蛋 我们的舞者根本反应不过来 这样让凶兽里应外合 对我们极为不利 甚至可能导致灭城 萧明倒吸一口冷气 想想都可怕 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也迷路了 找不到增援啊 就算现在把情报送出去 也来不及了 萧明仔细分析 他看了一下自己的丹药 还有非常多 这时萧明目光如电 仿佛做了什么决定一样 第54章 凶兽统领 这时 柳西也回到了刚才的地方 而舞蹈联盟的成员们 也在等着柳西 快看 是柳西监察使回来了 一人惊呼 所有人纷纷目光 看向那人所指的方向 在舞蹈联盟中 柳西的职位是监察使 所以大家都这么叫他 监察使好 所有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眼神里仿佛充满光 嗯 你们辛苦了 柳西欣慰地说道 他看到每个战士的脸上 都显着一股勇者之气 刚毅 凶狠 他目光扫向人群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就在这时 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 队长 萧明他不见了 只见柳之威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出来 不见了 他能去哪了 柳西疑惑地说道 这时 所有人也开始讨论起来 那兄弟 不是自己先走了吧 他可能有急事 所以就先走了 也说不定了 有没有可能 他去了其他通道迷路了呢 难道他会遁地的 有人看到 萧明去哪里了吗 柳西大声地喊道 顿时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过来很久都没有说话 既然没有 所有人听令 迅速打扫战场 回到地面 柳西正色道 柳之威这时听到柳西的话 疑惑道 那我们不管萧明了吗 他可能还在地下室这里呢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不能为了他一个人 而耽误了任务 我相信萧明他吉人自有天象 不会死在这里 其实大多数人都认为 萧明是进入了地下室的 其他通道迷路了 因为只有这种 是最有可能的了 柳之威也没再说什么 他一脸担忧 他很想 现在就冲进通道去寻找萧明 但是理智告诉他 不要这样做 所以 他也只能作罢 他现在只能在心里祈祷萧明 不要出现什么意外 与此同时 在一处地下室的通道里 传来无数的嘶吼声 这不是人类的声音 反而是凶兽的声音 只见凶兽的尸体散落无数 无数的残肢断害掉落 非常恐怖 吼 可 恶的 人类 一只凶兽开口说人话 而他说的人类正是萧明 只见萧明身穿黑色套装 手持战刀 在他脚底下无数的凶兽尸体堆成 一座小山 萧明的样子如同恶魔一般 一双冰冷双眸 给人一种胆寒的感觉 嗯 会说话的凶兽 那应该实力挺高的嘛 那杀起来才有意思 萧明发出恶魔般的话语 说完 他拿出几颗丹药 想也没想就一口吞进肚子 好 你 别得意 等 我们的 副统领 来了 你 必死 那只口吐人言的凶兽 磕磕绊绊地说道 副统领 我倒要看看 他有多强 不过在此之前 你就去死吧 萧明发出恶魔的死亡警告 只见一到速度非常快的刀芒 从萧明的战刀上斩出 扑哧 那个口吐人言的凶兽 被一刀两半 然而 刀芒还没消失 继续朝着后面的凶兽砍去 扑哧扑哧 被刀芒撕裂的声音 持续不断 然后 萧明继续朝着凶兽攻击 整个地下室 传来凶兽的哀嚎 充斥着非常浓厚的血腥味 这完全是碾压的形式 当气都打不破 萧明一个人 就已经把刚才的一大群凶兽杀了 差不多一半了 非常恐怖 萧明也在杀戮中不断变强 他的实力 恐怕已经来到了三阶宗师的级别了 再加上他的刀法 身法也在进步 而且进步的速度非常恐怖 别人需要几个星期 几个月的积累 萧明现在几分钟就完成了 可想而知 就在这时 一声巨喉响彻整个地下室 强大的气血之力和精神力 直冲萧明而来 就连萧明一旁的凶兽 也被震得凸鞋 萧明满脸通红 青筋四起 他的肉身也焕发着金光 这样的吼声没持续多久 萧明大口呼吸着 松了口气 刚才那是气血加精神力的夹杂攻击 这是大宗师的手段 有大宗师级别凶兽 萧明谨慎地看着前面的通道 他的精神力 在大宗师面前一点用也没有 无法探查到敌人的位置 他此时非常被动 如果这个时候敌人偷袭的话 自己根本反应不过来 人类 你很强啊 杀了我那么多的不暇 只见一只长相如同猫 豹子 露结合体的凶兽 出现在萧明眼前 他浑身布满金色的条纹 看起来非常奇异 叫什么名字 萧明不知道 他还没学习过 强大凶兽的知识 他主动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这要不是对自己的实力 有极大的自信 要么就是他非常自大 高傲 我杀他们 如同切菜一样 一点挑战性也没有 萧明摊开双手 一脸细血地说道 那我来当你的对手怎么样 凶兽同龄也没有生气 而是眼神炽热地说道 他仿佛不把那些 凶兽的生命放在眼里 那只凶兽同龄 也对萧明非常好奇 这看起来是 三级宗师级的人类 怎么会那么强大呢 自己的宗师级手下 全部被打死了 看形势 那是一下秒的 所以他对萧明的实力 非常感兴趣 萧明当然不知道 凶兽的想法 而是谨慎地 看着眼前强大的敌人 一点也不敢松懈 他现在面对的是 大宗师级别的凶兽啊 他哪敢松懈啊 人类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吧 凶兽统领兴奋地吼叫 其他的凶兽主动远离他们 好像是 受到了那个凶兽统领的号令 只见那只凶兽 凝聚气血于他的爪子 速度极快地滑了出去 朝着萧明飞来 萧明看着飞来的攻击 显然是他遇到过 最快的攻击了 那矮子黑袍人 在这个面前 也不过如此罢了 萧明凭借强大的天赋 观察着这个攻击 一瞬间 他便掌握了 这个攻击的精髓 他感觉也能发出来 但是自己没有爪子 无法做到 预判他的攻击诡计 提前躲掉 还是可以的 那个凶兽看见自己的攻击 没中 也闪过了一丝惊讶 不过很快 他又继续发出这要攻击 这一次 他发出了很多道攻击 让萧明无法躲掉 第55章 入危急身法 萧明虽然预判到了对方的攻击 但是如此密集的攻击 以他的速度 根本躲不开 但是如果你用暴血狂连斩的话 虽说可以抵消掉对方的攻击 但是对气血的消耗太大 他也不敢保证在自己抵消完后 对方还会不会继续攻击 就算自己有气血单能够恢复 但是 那也是需要时间的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根本来不及 没办法了 只能硬着头皮躲开了 萧明脸色有点难看 他运行气血 凝聚于刀锋 朝着那个攻击砍了几刀 轰隆隆 然后他就停止了 先抵消掉一部分攻击线 只见他调整好状态 直面飞过来的攻击 很快那攻击来到了萧明面前 如果是一般人 肯定会被这个阵势吓得不轻 但是萧明哪里是心理脆弱的人 只见萧明的双脚动了起来 控制着整个身体 紧接着 萧明脚步再一转 身体也随着转动 把身体和攻击的间隔 控制得恰到好处 整个过程非常丝滑 然后 萧明的步子 不断在密集的攻击键 如同舞者一样舞动 很快就躲开了几道攻击 在他不断躲避的期间 他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感悟 好像是对身法的感悟 紧接着他躲避的也变得逐渐轻松起来 就在这时 他心中猛然一阵 仿佛是有什么突破了屏障一般 一时间 萧明对于身法的控制变得非常通透 他再次看向那些攻击 在他眼里躲避它们 已经变得非常轻松 然后 萧明紧紧挪动几下脚步 他如同有肌肉技一般轻松躲开了 这是 入危及身法 萧明心中震惊 这时 在不远处攻击的凶兽统领 也看出了萧明的变化 他也同样很震惊 入危及身法 这么短的时间就突破了 那个凶兽 有些怀疑人生了 而且还是借着他自己的攻击 突破的 那他岂不是帮了萧明 但是他也没想到 没想到萧明的天赋那么恐怖 明明是给萧明的攻击的 谁知道是给萧明突破的帮手 这不是扯淡吗 他此时仿佛变成了 进步萧明的魔刀石 可恶的人类 我这次看你怎么躲 那只凶兽一想到 自己成为了魔刀石 而愤怒地喊道 他如此高贵的身份 怎么能变成别人的魔刀石 他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必须把他眼前的人类给杀了 才能还他的高贵 去死吧 话音刚落 只见从凶兽体内 猛然发出一股强大的气血冲击波 这个冲击波的范围非常大 萧明用身法是无法躲掉的 冲击波以他为中心 向四周迅速扩散 他全然不顾他周围的凶兽手下 大多数凶兽被波及 他们死都没想到 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 萧明眼睛流转 运行精神力试图找出 这个冲击波的弱点 但是 萧明只能够判断出 冲击波的威力和速度 萧明眼前出现 一大堆的公式和数字 这是他天赋的体现 萧明的神情 没有一丝慌张 反而更加沉重 冷静地看着面前的攻击 这时 萧明动了 只见他抬起手中的战刀 随即运行气血 整个人的气势突变 如同一柄非常锋利的神刀 做完这一切 他手中的战刀 猛然往前一展 形成一道极大的刀芒 刀芒飞出 空气撕裂 发出极其尖利的声音 还没完 萧明继续横向一展 又一道刀芒猛然飞出 威力丝毫不比前面一展弱 在凶兽统领的角度看了 萧明的攻击 如同一个巨大的十字斩 很快 两道攻击贴近 猛然相撞 扑驰刺了 轰隆 两道攻击 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声音 重新在碰撞的地方 形成一股气流冲击波 整个地下室泥沙四起 眼前的视线模糊 还有无数的凶兽残骸 被吹得浮动 萧明有护体钢器保护 不怕那些爆炸的余威 入威级刀法 你简直就是个怪物 二十多岁的古灵 居然已经能够掌握 两种入威级意境了 这我从来没见过 哪个人类能够做到这样的 你是第一个 等尘埃落定 凶兽统领 一脸震惊的吼叫 他不敢相信 如此弱小的种族 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天赋 但是他眼前这个人类 居然掌握了两种 而且他的入威级刀法 恐怕是更早之前领悟的 看起来非常熟练 不行 不能让他活着 不然以后定是我们 兽族的最大劲敌 甚至 凶兽统领心里很利地想到 后面的他 已经不敢想了 他现在已经顾不得 什么袭击南疆式的任务了 必须杀了眼前这个人类 哦 人类你今天必死无疑 凶兽统领吼叫 萧明这时 正在谨慎地观察这对方 但是他突然感觉脑海一阵恍惚 一时开始慢慢模糊 不能控制自己的脑子了 凶兽统领 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 他没犹豫 趁着萧明这个谎神的机会 他立马气血沸腾 猛然朝着萧明冲过去 速度飞快 他锋利的爪子气血涌动 仔细看的话 非常浓厚 威力非常恐怖 这是他的杀招 他要一下子把萧明给杀死 萧明双眼空洞 僵硬地站立在地上 仿佛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曲强 这时 萧明的眼睛瞬间凝视回来 他猛然眨眨眼睛 摇摇头 让自己清醒回来 他现在非常恐惧 刚才那是精神力攻击 要不是我的意志力强大 不然现在 恐怕还在无意识当中 萧明身后直冒冷汗 非常后怕 大宗师级别 精神力已经能够修炼 精神力攻击的功法了 精神力攻击轻则像萧明这样 重则直接泯灭元神 瞬间死亡 但是凶兽的精神力攻击 是到了大宗师级别就有的 比人类修炼的更容易 然而 他还没缓过气来 就感知到一股强大的气血 猛然靠近 只见那个凶兽 统领一个庞大的身体 飞快地冲过来 张大嘴巴 极为猙獰 此时冲过去的凶兽统领 也看到了萧明恢复了意识 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没想到那个人类 有如此强大的意志力 但是他也不能改变什么 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第56章 暴怒 凶兽已然贴近萧明 他已经不能用脑子思考了 只能靠自己的本能反应 躲开凶兽统领的攻击 萧明瞳孔一缩 他顾不得思考 脚步移动得非常快 就在即将碰到萧明的头颅时 只见萧明猛然整个身体旋转 然后向前一跳 跳向凶兽过来的方向 但是凶兽统领的攻击飞快 在萧明跳走之前 刮到了萧明的脸 上面出现一道浅显的血痕 萧明跳在空中运行气血 手中的拳头猛然握紧 很快 气血在手 再凝聚成一头狮子 萧明猛然向下一拳击打过去 吼 巨大的狮吼声响彻整个地下室 而此时的凶兽统领 想要击杀萧明 反而扑了个空 但是由于飞过去的惯性 他腾飞在空中 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向任何一个方向挪动 这是他的精神力感知里 猛然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气血 在他的背后传来 他中空中猛然身体一转 转到了气血飞过来的方向 然后蜷缩成一团 抵挡着对方的攻击 轰隆 强大的气血之力击打中凶兽统领 他的护体刚气瞬间破碎 那股气血之力 实打实地击打在他的身上 扑 凶兽统领吐出大口鲜血 染红了地板 紧接着 他猛然撞击在地板上 发出巨大声响 砸在地上烟尘滚滚 而此时的萧明 从空中落下 稳稳地站在地板上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发现上面流出了鲜血 他用手擦干净血液 时刻观察着敌人的情况 只见那只凶兽 统领狼狈地从坑里爬了出来 他此时非常生气 眼神也变得非常凶狠 邪怒了一般 该死的人类 你怎么那么强 明明只有宗师级的实力 你让我很没有尊严 我高贵的身份 怎么能够让你这个小小的人类 肆意践踏 凶兽统领暴怒 紧接着 凶兽统领整个身体 开始变得通红 气血沸腾 他原本的金色的条纹 也被染成了红色 原本黑色的瞳孔 也变得心红 整个身体仿佛变大了一圈 凶兽统领吼叫 震动四周的灰尘飞扬 这是带精神力的攻击 肖明这次有了准备 将敌人的精神力攻击抵挡住 人类 你逼我变成这样 准备好受死了吗 凶兽的声音变得粗狂 黄野的气息弥漫开来 哼 你不过是只变大典的小猫咪而已 肖明细血地说道 凶兽统领变成这个形态 显然更容易被激怒 这不 那只凶兽统领立马张开巨大的血口 人类 你找死 一瞬间 凶兽统领消失在原地 肖明用肉眼 已经无法看到对方的速度了 他运行精神力感知 然而还是不能捕捉到对方 这些麻烦了 下一秒 凶兽统领突然出现在肖明面前 猛然一找攻击过去 当敌人出现时 肖明的思想跟上了 但是动作没跟上 即使他自己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 但是 只见肖明被击中 猛然朝着身后飞去 肖明成功 抵挡到了对方的攻击 但是那股强大的惯性 迫使肖明向后倒飞 喂喂 我在这呢 突然 一道声音从肖明身后响起 肖明瞳孔一缩 显得极为惊恐 他低估了对方的速度 肖明趁着对方还没攻击时 脑海里运转着 他的眼前出现攻势和数字 紧接着 凶兽统领一拳打向肖明后背 当凶兽统领击打到肖明身上时 只见肖明的身体呈现金光 抵消大部分的力道 肖明一瞬间 肖明闷哼一声 一点鲜血溢出肖明的嘴角 肖明担心对方继续攻击 他在空中一转 形成一道气血环 向着四周攻击过去 轰隆 紧接着 肖明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但是没有像凶兽统领那样狼狈 肖明是站在砸在坑里的 他没有没压到 肖明大口呼吸着 皱着眉头 眼神冰冷犀利 这是他遇到过最强的敌人 他的移动速度 差不多是之前的两倍 力量也提升了不少 这就是他的暴怒状态嘛 果然强大 肖明嘴里喃喃道 刚才肖明在被打的时候 计算出来对手的实力 显然已经比肖明强大了好几倍 肖明现在又变得极为被动 他无法预测到对方的攻击 这是非常致命的 但是他也可以运用自己强大的天赋 计算出对手的攻击 以此来躲避和反击 但是这需要的时间有点长 毕竟这是大宗师级别的存在 甚至有点柳西那样的实力了 哈哈 人类 以我这个实力来杀你 你应该感到荣幸 我就喜欢看到你狼狈的样子 哈哈 凶兽仰头大笑 肖明听到对方的嘲笑 他没有生气 这个时候更应该冷静下来 思考对策 而不是像一头畜生一样 只会攻击 这时 肖明眼中猛然闪过一丝金光 你还好意思笑 打我这个小小的宗师 都要你用尽全力啊 你可真是个废物啊 你不会是大宗师级凶兽里最弱的吧 肖明一脸戏血 毫不留情地说道 那个凶兽统领听到这句话 他的眼神阴沉 大嘴裂开 咬紧牙关 爪子狠狠地抓地 显得非常愤怒的样子 你 找死 凶兽统领大吼 整个地下室都在震动 然后他猛然消失在原地 速度快到破音了 肖明看见凶兽动了 嘴角上扬 他做好抵挡的姿势 迎接敌人的攻击 去死 肖明的耳边传来一声咆哮 仿佛把耳膜都要震破 紧接着 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肖明的侧面传来 朝着肖明的脑袋攻击去 这一次 对方好像用了全力 一点也不留情 就在即将打中肖明时 肖明的面前 突然出现一个大钟 挡在肖明面前 动 凶兽巨大的力量 击打在大钟上 震出一阵阵气波 整个大钟发出嗡嗡声 紧接着 大钟猛然传出一道 更加强大的反阵力 反阵力如同洪水猛兽一般 震向凶兽统领 从他的爪子到手臂 再到整个身体 第57章 出口 咔嚓 凶兽统领的护体刚气 猛然破碎 紧接着 凶兽统领的整个手臂 猛然爆裂开来 一直蔓延到他的半边身体 看起来非常猙獰 然后凶兽统领 被反阵之力猛然震飞 倒在地上痛苦的哀嚎 肖明收起大钟 看向倒在地上 痛苦翻滚的凶兽 只见那只凶兽的 整个个半边身子 已经被震得血肉模糊 看起来就像是一滩烂肉 上面还流出鲜血 开玩笑 这个大钟的反阵力 岂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要知道 这个大钟在 萧明还没收服之前 他已经测试过了 他仅仅只是 用一根手指弹了几下 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反阵力 而在萧明收服后 那股反阵力才会减少 按照萧明的实力 来对他的身体继续淬炼 凶兽统领 从原先的愤怒 也已经变得恐惧 他整个瞳孔 都散发着恐惧的样子 他看见 萧明就瑟瑟发抖 甚至不敢直视 不 过来 不要 过来 凶兽统领一脸惊恐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 原先的高傲 有的只是无尽的狼狈 现在的他 已经完全失去了 行动能力了 更别说站起来攻击萧明了 萧明来到凶兽面前 他一点也不同情对方 冰冷地看着 萧明的脸色也不好看 刚才用了蔑视钟后 自己的精神力 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脑子有点恍惚 不 不要杀我 凶兽开始求饶 他现在还不想死 在兽族里 他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地位 所有的兽族 都要听他的号令 每天享受着 无比舒服的待遇 他现在非常后悔 和萧明战斗 这就是个怪物 在和他战斗时 他就感受到 萧明恐怖的进步速度 这已经不是人类 能够办到的事了 是怪物 你你不 杀我 我的父亲是凶兽禁区的领主 你杀了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凶兽开始威胁萧明 搬出靠山 然而 萧明不为所动 他哪会放过他 这可是凶兽统领啊 大功一剑 嫁个昂贵不说 他可是要杀自己的敌人 就算杀了他 他的领主父亲 也不知道是萧明杀的 萧明眼神伶俐 举起战刀 一刀落下 扑痴 可 可 你 是 病了 他 不会 放 过 你的 凶兽临死前 说出口齿不清的话语 但萧明 还是能够听清大概意思的 萧明也没在意 放心 你父亲我迟早也会灭了他 萧明开口对着他道 抹了脖子 一开始还在不断地挣扎 没过多久 便一动不动了 已经死透了 呼 萧明一屁股坐在地上 呼出一口气 通道里的凶兽 见到同龄死了 便开始往回跑去 他们仿佛看见了恶魔一般的 逃离了地下室 随即凶兽一窝蜂地涌了出去 期间还踩踏死了好几只 这次太惊险了 要不是我有蔑视中 可能躺在这的 就是我了 萧明一脸苦笑 这次的敌人的实力 相当于中等实力的大宗师 和柳西比还远着呢 只是有一点柳西平常的实力罢了 萧明现在 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实力了 他现在已经能够对着 大宗师级别的强者了 他现在的实力 相当于低级的大宗师 对上刚才那个凶兽的暴怒状态 就不行了 萧明环顾四周 全部都是凶兽的尸体 有的已经发出阵阵恶臭 非常恶心 他打开口袋 发现自己的气血单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几十颗左右 萧明刚才一直服用气血单 才勉强将自己的气血补上 他看向暴血单 他还没用过暴血单 这个是自己 在逃跑的时候 或者自己必死无疑的禁地时才用的 刚才那种形式 萧明想过使用暴气单 但是萧明想要杀了对方 如果使用暴气单 没有最大的把握杀死对手 自己就会因气血耗尽而别杀死 这样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对策 萧明没多想 感觉盘腿而坐 运行精神力法门 恢复起精神力 萧明整个身子都是黑色的 在漆黑的地下室里 如同融入黑暗 显得格外邪性 过了不知多久 萧明猛然睁开双眼 他的精神力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拿出一个特殊的袋子 把那个凶兽统领的尸体装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 他精神抖擞 看向凶兽进来的地方 该走了 我倒要看看 这里会通向哪里 萧明好奇地说道 萧明快速地穿梭着 在黑暗中 很难捕捉到他的身影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光线呈现在萧明眼前 快到了 萧明兴奋地加快脚步 萧明眼前的光线越来越亮 很快 他来到了一处下水道 下水道的水已经干枯 没有了水流动的声音 难怪萧明听不到 看起来有点久远 这里怎么会有下水道 萧明有点疑惑 萧明朝着光的方向跑去 很快 他就走到了光线的尽头 萧明一眼望去 看到了此生难忘的场景 他此时站在一个下水道的通道里 这个通道的断开的 至于为什么是断开的 萧明眼前的场景给出了答案 只见萧明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 他抬头看去 却发现很多破烂的楼房 这是一个人类陷落的城市 到底是如何强大的力量 才能砸出这么大的坑 萧明倒吸一口冷气 越来越惊叹于 这个世界强大的存在了 这显然不是自然形成的 也不是核武器炸出来的 这里明显没有核辐射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是强大的舞者或凶兽留下的 我就说 武道联盟已经把通道堵上了 凶兽怎么会出现在通道里 原来是从这里来的 这个下水道里 通向南疆市 应该是邪教分子挖的 没想到邪教分子 为了把凶兽送进南疆市 做出如此大的功夫 这都通到废弃的城市来了 萧明仔细分析着 幸好他发现了凶兽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了 萧明虽然找到了出口 但是现在他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的手机也没有网络了 无法得知自己的位置 第58章 大战 南疆市西面防线 兄弟们 给我守住 一位人族将领大声嘶吼 此时的西面防线已经全面瘫痪 之前高耸的城墙也已经被打得破碎不堪 无数凶兽越过城墙 攻进人类布置的第二道防线 场面战火纷飞 横尸遍野 大量军部武者冲锋在前 抵御凶兽的进攻 有的手持战刀 疯狂砍杀 有的手握激光炮 对凶兽疯狂输出 但是凶兽如同打不完一样 死了一波又来一波 如此反反复复 凶兽们仿佛不怕死一样 往武者们的刀口上撞 而军部武者们 也是不怕死的往前冲 但是他们 显然比凶兽更有智慧 更有组织性 一方是为了尽情的破坏 突破 解实 一方则是为了保家卫国 保护身后的无数的黎民百姓 西面防线临时指挥部 一位身穿军装 历经沧桑的面容 白花花的胡子 显得威严且端庄 如果你仔细观察 他的军服上 赫然带着很多星星 这是将军的象征 只见他抬起头 双手放在背后 看着面前巨大的地形图 眼神深邃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现在战况如何 那位将军开口说道 一旁的助理 一边为其倒茶 一边开口说道 报告雷宇将军 由于凶兽这次的数量 和总体实力 远超我们想象 我方的战线 一直在往南疆市收缩 我建议将军请求支援 雷宇听后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好像早有预料 请求支援 说得容易 但是短时间内 调动大量兵力 是无法做到的 现在只能等待 其他势力的支援了 对了 我们现在伤亡如何 雷宇说道 根据最新统计 我方战士总共战死1.1万 伤员5000 歼灭敌方3万 其中 武者及战多数 武师及其次 歼灭敌方宗师及43名 大宗师及一名 一旁助理拿出一个数据 说道 他没有说出 人类这一方的具体伤亡 虽然这个数据 看起来是军方一边优势 凶兽是很多 都是没有智慧的 这种伤亡很正常 但是人族这边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超过了1万的伤亡 这在寻常来看 是非常不正常的 说明了这次的凶兽 显然比以前的实力要强 这次凶兽为了攻击我南疆市 真是下了血本了呀 也不知道是什么 给他们胆量 来如此进攻我们 真是丧心病狂 雷宇分析道 紧接着 他走出指挥部 望向天空 眼神深邃 继续开口喃喃道 也不知道镇守时怎么样了 他们一直没有动静 与此同时 在南疆市西面防线的上空 只见两道身影 赫然处立于空中 他们相互对持着 分别降临在凶兽和人族一方 他们形势非常紧张 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 在人类一方的 那当然是王腾飞镇守时了 而在凶兽一方的 如果肖明在的话 他一定很熟悉 因为他刚刚 就和他长得非常相像的凶兽战斗过 并且还将他杀了 他与那只一样 浑身布满金色的条纹 长相怪异的凶兽 只不过他看起来 没有肖明遇到的那只毛色鲜艳 显得非常成熟 而且 他此时还是人形形态 凶兽在修炼到这个实力时 能够转换成人的形态 显得格外怪异 金文路脚报 你这次是不是过分了 王腾飞突然开口 语气非常愤怒 哈哈 你们人类的称呼 还真是有趣 是按照我们的长相来看的吗 金文路脚报 没有理会王腾飞说的话 自顾自地说道 王腾飞听后 有些疑惑 这明显是在拖延着什么 但究竟是什么 王腾飞也不知道 怎么 你们不喜欢 王腾飞此时最重要的 是要对方说出意图 随即顺着对方的想法 说了下去 哈哈 其他的我不知道 不过你们给的 我这个名称我很满意 金文路脚报回答道 你来这里 就是为了说这些 这次你是一定要置 我们南疆士与死地 王腾飞转移话题 金文路脚报 见自己 已经无法逃开这个话题了 他眼神变得阴狠 然后说道 我就是要把 你们都灭了 把人类都灭了 冲到我们兽族的血石 你们永远 只配成为我们圈养的牲畜 说完 他目光如炬 看向南疆士内 眼中闪过一丝不解 怎么说 我们非战不可了 王腾飞眼神阴沉 哼 事又如何 来 站 金文路脚报 也不想太多 此时这个形势 已经不得不战了 随即双方都运行气血 他们的气血猛然沸腾 气血环绕他们四周 气血外放凝石 然后两边猛然相互打斗在一起 一瞬间 天空中传来声声巨响 响彻整个云霄 一道一道战斗形成的冲击波 非常恐怖 而此时的地面上的舞者们 看到了王腾飞镇首使战斗起来 他们也顺势气大掌 气势如虹 非常兴奋 兄弟们 那是我们的镇首使 是他在和更强大的凶兽战斗 我们也要加把劲 干他娘的 杀 一个人族统领大声说道 眼神里狂热之意 净险无疑 杀呀 所有人如同打了鸡血一样 奋力冲锋 在他们的心中 镇首使就是他们的守护神 只要守护神在 他们的军魂 战魂 就永远不倒 他们也就有战斗下去的动力 守护住家园的希望 就算让他去死又何妨 这就是人族的凝聚力 人族的魂 凶兽是永远无法理解和模仿的 一瞬间 军部武者们凝聚气血 万众一星 形成了一道气血长城 直冲凶兽 凶兽瞬间被打得散乱开来 人类一下子就掌握了战场优势 但是凶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只见一只凶兽 统领一声怒吼 那些散乱的凶兽 一瞬间又集结了回来 继续攻击 就这样战斗一直持续着 与此同时 萧明已经从那个大坑里走了上来 来到了那个已经破败的城市 在这个陷落的城市上 还盘踞着许多的凶兽 萧明见一个就杀一个 凶兽也觉得 萧明侵占了他们的领地 来攻击萧明 第59章 支援 萧明来到了这个城市上 映入眼帘的是 满目疮痍 残垣破壁的各种房子 大楼 萧明一路走在 看见许多的被炮火染黑的墙壁 还有许多的人骨头 散落的到处都是 非常惊悚 他看见这一幕 瞬间愤怒感涌上心头 见一个凶兽就杀一个 丝毫不手软 如此残暴的场面 萧明对凶兽更加恨之入骨 期间萧明甚至还看见了 一颗小小的人骨头颅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连小孩都惨遭毒手 沦为他们的血食 萧明越是往前走 心里越沉重 他眼神阴沉地 想要杀光所有的凶兽 就这样 萧明一路杀着盘踞在这座城市里的凶兽 城市里的凶兽 都是比较弱小的 因为强大的凶兽 恐怕已经去攻打南疆市了 萧明遇到最高级别的凶兽 顶多是宗师 所以萧明一路杀着 一刀一个 非常残忍 萧明此时在这座城市 如同死神一般 索取着凶兽的性命 呼 这些该死的凶兽 我恨不得将他们全部杀光 萧明一脸狠利 说出恶魔般是低语 萧明已经把这一部分区域的凶兽 全部杀得一干二净 但是他现在不能继续下去了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那就是回南疆市杀凶兽 保卫南疆市 萧明现在只需要找到一张地图 知道这座城市的方位 就可以很快找到南疆市所在了 他动作非常利落 进入各个人类以前的居住过的房子 大楼 军营里寻找着 而此时南疆市指挥部 报告将军 现在战场十分紧急 凶兽的数量突然增多 我们的防线濒临崩溃 无者死伤惨重 请求支援 这时 一通电话传来了噩耗 而此时雷宇正是那个接电话的人 他眼神黯淡 手握着电话有些颤抖 本来战场的形势好不容易好转 这一下又传来噩耗 你告诉各位战士们 支援 马上就到 雷宇说出这句话 他不禁有些哽咽 其实这是骗他们的 而一旁的助理也明白了一切 他低下头 眼神同样黯淡 收拾好这些东西 带上我的守备队 我要上战场 与战士们共存亡 雷宇眼神坚定 对着助理命令道 不可呀将军 我们还要指挥战场 助理这是理智地开口道 无备战士 就算死 也要与阵地共存亡 连阵地都没了 要我这个指挥有何用 那我哪对得起 我身后的千万百姓 雷宇铿锵的话语 响彻整个指挥部 助理也被说得哑口无言 便服从雷宇的命令 去安排了 然而 在助理出去没多久 他又返回了指挥部 眼中带着兴奋和激动 雷宇这时看到 立马呵斥道 不是让你去准备吗 你回来干嘛 将军支援来了 是我们南疆市的武馆 和武道联盟等势力 助理就算被呵斥了也直了 立马解释道 听完 雷宇立马冲出指挥部 只见一大群舞者赶赴前线 雷宇看到 随即也一脸兴奋 进了一个军力 去继续按照我说的 我要亲自上战场 雷宇大声命令道 见雷宇的坚定 助理也不能不服从命令 随即立马去准备了起来 这战场上 一道声音响起 兄弟们 坚持住啊 只见一个舞者大声喊道 撕心裂肺 这时 一道声音又响起 兄弟们 快看 那是什么 本来就身心疲惫的舞者们 已经没有心思看了 但是看见那名舞者的激动 他们也好奇 是什么东西 让他那么激动 他们目光转移 一看 他们立马跟着激动了起来 那是我们的支援 我们的援兵来了 我们的援兵来了 所有人都激动地大喊 那是武馆弟子 腾飞武馆的吴刚教官 云天武馆 还有尹山武馆 我们南疆市的武馆都来了 还有那是武道联盟的人 一那不是柳西监察使吗 太好了 听说柳西前辈的战力极强 那 那是南疆武道大学的高级学员 一声惊呼 所有人的目光 看向那人的方向 是叶云州 他是南疆武道大学的 最强高级学员 没想到他也来了 还有那是林家林辅文 刘家刘淡 还有 他们都是大宗师级别的强转 没想到都来了 太好了 这下我们有救了 在他们看去的方向 只见一群长相年轻的舞者 赫然走了过来 其中 一个长相俊美的年轻舞者 非常显眼 正是叶云州 还有两个也非常亮眼 一个长相鹦鹉 高傲净险无疑 一个体型非常庞大 肥头大耳的 是林辅文和刘淡 军部的舞者们 看见他们的救兵来到 激动地喊着 连年轻强大的舞者都来了 这能不让他们激动吗 一瞬间 他们也加入到了战场 叶云州是用剑的 只见他运行气血 脚步一踏 一剑穿了过去 十几只凶兽一瞬间被穿死 还没完 他继续 斩出几道剑芒 然后坦然地回头 看起来非常帅 而一边的林辅文 他浑身金色 手持一把大戟 四处砍来砍去 全方位无死角的攻击 刘淡也不甘示弱 他一身白甲 手持两个锯锤 剑一个锤一个 凶兽的脑袋爆开 一边的柳西 带领着柳之威 他们一路高歌猛进 势如破竹 他的实力 显然比他们都要强大 柳西沙凶兽的手段 非常残忍 一只也不肯放过 而腾飞无管的吴刚 同样对凶兽恨之入骨 在疯狂杀着 眼睛都杀红了 就这样 战场的局势瞬间逆转 而此时 在空中战斗的 金文陆角豹 和王腾飞 也时刻关注着战场 他们战斗着 实力那是势均力敌 王腾飞此时 嘴角已经露出了笑容 而金文陆角豹 他的脸 已经有点难看了 他此时心里非常郁闷 为什么南疆势力 还没有动静 难道是儿子出了什么问题 很显然 他心里想的 就是地下势力的突袭 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 他不得不怀疑了 跟我对战 还敢走神 王腾飞的声音 传进他的耳朵 他瞬间回过神来 抵挡王腾飞的攻击 但是这也让自己 落入了下风 与此同时 在离南疆势不远处 一道喃喃自语的声音响起 呼 刚才找地图浪费了点时间 终于快到南疆势了 不行 我得加快脚步 只见肖明快速穿梭在丛林里 期间遇到不少凶兽 凶兽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这也表明了 他就快到南疆势了 第六十章 招惹谁了 不过肖明没有一路杀凶兽 而是悄悄地绕过去 因为他想从凶兽的背后 出其不意 偷袭凶兽 就这样 肖明不断摸索在丛林里 他尽量不发出声音 把自己的气血 气息收敛 不给凶兽发现 肖明眼前的凶兽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都在原地等待在冲进战场 紧接着 只听见一声吼叫 所有的凶兽开始奔跑起来 全部都朝着一个方向跑去 就是才死了一两只也不在意 他们一股脑地往前冲 看来凶兽统领就在前面了 肖明嘴角扬起 没错 他就是想要偷袭凶兽统领 让凶兽群龙无首 说着 肖明顺着凶兽吼叫的声音 慢慢摸了过去 肖明移动的速度很快 但是动作很轻 几乎没有声音 肖明这样子 简直就像个刺客一样 穿过千军万马 想取敌人手机 就在这时 肖明已经听到了很多的喊叫声 和打斗声 肖明已经要回到南疆市了 但是眼前太多凶兽和树林挡住了 肖明看不见战场 他继续往前摸去 很快 他就看见了一只凶兽统领 只见那只凶兽统领 站在原地不动 适不适地吼叫着 凶兽从他的一旁穿梭过去 不敢到他 凶兽统领悠闲地站着 在凶兽的眼里 净显威严 但是他此时 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肖明已然摸到了 凶兽统领的身后 他此时站在一棵树上 站得非常高 观察向下观察 肖明一眼望去 只见战场上无数凶兽 冲击人类防线 还有无数的武者 在奋力砍杀凶兽 不远处 还有大范围杀伤的巨能炮 时不时轰向凶兽 地面上已经形成了 各种各样大小的坑 肖明看向战场 有点疑惑 肖明看向的是叶云周他们 他们在战场上 也是十分亮眼的 宗师及凶兽 在他们面前 如同切菜一样 这说明 他们要么是大宗师境界 要么就是宗师里 像肖明这样 非常强大的存在 但是他们看起来 也是非常年轻的 肖明也不好判断 没多想 反正实力越强大越好 对战凶兽越轻松 随即肖明 看向下面的凶兽统领 然后目光 再看向其他地方 嗯 等一下就从哪里逃走 肖明分析着下面的地形 肖明浑身气息一变 运行气血 凝聚于刀锋上 速度很快 这时 那凶兽统领也感知到了 其他的凶兽也停了下来 纷纷望向上面的树 一展 一道刀芒快速落下 朝着凶兽统领飞去 刀芒非常锋利凝食 凶兽统领还没转头 就别刀芒命中 护体刚气猛然间破碎 噗哧 大宗师级别凶兽统领 瞬间就被肖明斩下头颅 这时 所有的凶兽也惊醒了过了 冲向肖明所在的树上 该走了 找下一只 肖明平静地说道 此时在战场上 柳西突然愣了一下 眼神深邃 望向不远处 只见那只凶兽统领 已经头颅落地 一动不动 随即 叶云舟 林辅文 刘弹 还有雷宇 也看向那个地方 雷宇刚刚也加入了战场 在他加入之后 军部的士气 变得更加强大 发生了什么 怎么凶兽统领突然死了 看样子 是被刀芒砍死的 见没人说话 雷宇开口说道 他们也是纷纷摇头 表示不知道 由于这一变故 他们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一时间 所有人的士气大涨 与此同时 在空中的金文路角报脸色 已经变得像黑炭一样难看了 你们的天才不少啊 我只是 好奇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金文路角报目光看向下面 他显然 发现了肖明 王腾飞此时也看见了肖明 他心里跟恶开花一样 但是表面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也很好奇 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王腾飞掩饰住 只见兴奋 杀兽诸心道 哼 他是 你们人族的天才吧 那就让我看看这个天 才有什么本事吧 金文路角报 一脸阴险地说道 王腾飞听到金文路角报的话 他猛然间想到了什么 不好 王腾飞立马运行精神力 想要阻止 然而完了 只见金文路角报的精神力大放 整个战场都弥漫在他的精神力 一时间 整个战场的凶兽突然一愣 任何仿佛受到了什么只是一样 全部朝着一个方向跑去 王腾飞见状 没有任何办法 他现在不能让防线的人贸然追击 不然南疆市就危险了 现在只能看肖明自己了 在战场上的所有人瞬间明白了 他们现在有点猛逼 不知道为什么 凶兽突然朝着一个方向跑 是逃跑了吗 但是 他们不像是逃跑的样子 他们相当有组织性地 往一个方向奔去 在防线的武者们 也没有追击过去 他们的任务 只是保卫南疆市而已 而在一边蹲在草丛里的肖明 正在寻找的下一个目标 就在他走了几步路时 突然感觉地面一片震动 并且震动越来越强烈 他这时 感觉有点反常 赶紧运行精神力感知起来 然而他不感知不知道 一感知吓一跳 他的精神力里传来的一大群凶兽的气血 非常庞大 WOC 怎么回事啊 他们怎么都来我这 肖明给整不会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中传来一道空灵的声音 肖明你现在很危险 快往着我们城里跑 肖明知道这是王腾飞的声音 他也没多想 立马开始逃跑 他现在必须绕回南疆市 那些凶兽按照王腾飞的说法 显然是朝着自己来的 只是肖明现在有点不解 为什么他们会追击自己 他不就是绕了个后 偷了个凶兽统领吗 至于吗 现在他们连城都不攻望 反而来攻击肖明这个无名小卒 究竟是为了什么 肖明越想越觉得气愤 他招谁惹谁了 凶兽的速度很快 最先接近肖明的 是大宗师级别的凶兽统领 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肖明当然不能让他们打中 随即一边打一边躲避 第61章 追杀 一时间 一场凶兽与一个人类的 你追我赶的戏份上演 肖明在丛林中不断地穿梭着 试图摆脱掉身后的凶兽 但是他们好像是装了雷达似的 肖明走到哪他们都知道 紧追着肖明的是 好几只大宗师级别的凶兽 后面还有一大群凶兽 仿佛前面几只大宗师级别的凶兽 一抓住肖明 后面的就会像蜂窝一般 冲上来撕碎肖明 后面几只追得很紧 要不是肖明身法好 加上自己一边攻击 来减缓他们的速度 自己恐怕已经被抓住了 肖明现在才宗师级 速度跟大宗师比 还差得远呢 爆血筐连斩 斩 肖明大声喊道 他时不时回头斩几个刀芒过去 但是都被他们给抵挡了 可恶啊 这个该死的人类 怎么这么狡猾啊 领主大人为什么要我们追杀 这个小虫子 直接攻进城市 碾死这些该死的人类不好吗 一个正在追击的凶兽统领 愤怒大吼 领主大人的意思 我们也不好妄言 但是他让我们追杀他 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一旁的一只凶兽统领解释道 说得对 我们只需要听领主大人的命令 你在这里妄言小心 我告诉领主大人 另一只凶兽统领点点头 小明一直在前面躲来躲去 他虽然在逃跑 但是他 还是能够听清楚凶兽们的对话的 领主大人 原来是他的命令 我就说 这么全部凶兽都来追杀我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小明心中疑惑 这时 他猛然回想起一件事 我记得我在地下室杀的那只 凶兽他的父亲就是领主 难道他已经知道了 是我杀的 这也不可能啊 他一直在这里和镇守使战斗 怎么会知道那里的事情呢 小明现在越想越疑惑 他抬头看向天空 只能看到两个模糊的身影 这时小明也就接近了南疆式防线 一群武者大军呈现在眼前 小明离他们差不多 还有九百多米 而在防线这一边 众人也能够看到大概 他们看到了一群凶兽 正在追击着一道身影 但是由于距离有点远看得不够真切 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他们好像在追一个人 不是他们为什么要放弃攻打 反而去追杀一个人 所有人都是一脸疑惑 然而 柳西目光一直盯着那道身影 他顿时眼前一亮 那是小明 他还活着 柳西的声音不大 但是在场的 所有人都能听得到 他一旁的柳之威 听到是小明身体一震 他顿时感到非常欣喜 但是看向被追杀的小明 又变得心痛和担忧 而在腾飞武馆一边 吴刚 姜涛 以及一众崇拜小明的 让顿时为小明捏一把汗 在腾飞武馆旁边 就是云天武馆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就能看见一道身影 只见他握紧拳头 眼神阴暗 嘴里碎碎地说道 没错 听这个声音 就知道是李渭了 自从那次被小明反向嘲讽后 他每天不断修炼 拼命锻炼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追上小明 然后在小明面前羞辱他 找回自己曾经的优越感 但是现在恐怕是不行的了 而在南疆武道大学的 就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了 他们一部分人眼里充满了高傲 仿佛不把小明放在眼里 虽然小明在武馆之间是出了名的 但是在他们学校那边 没人一点存在感 他们有些人 就是天生优越感十足 这时 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 姐 队长 我们去救一下小明吧 我担心 在柳西一旁的柳之威 担忧地说道 在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不敢贸然出去 他们担心 他们出去后 会不会从哪里冒出来 一对凶兽 突袭南疆士 而这时 所有人也看着柳西 这样吧 你们想去救那小伙子的自愿去 不过也得考虑自己的实力 不要到时候吧 他给救了你就搭了进去 一道魂后的声音响起 众人望去 是军部将军雷雨 众人听了 也点点头表示赞同 柳西也不犹豫 立马跳出城外 朝着萧明的方向冲去 众人顿时你看看 我看看你 看看 还有那位勇士 然而过了几秒 又有一道身影冲了出去 一眼望去 是叶云舟 柳之威 吴刚 江涛他们 当然也想要去救萧明 但是他们 也非常清楚 自己的实力是做不到的 他们也只能在这里 等待着萧明他们的凯旋 然而 在他们之后 也没有人愿意上去救萧明了 与此同时 萧明也不知道 那边发生的事 他现在只顾着跑 啊啊啊呀 该死的 他就要 跑到人类那边去了 再不把他抓住 就没机会了 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凶兽 统领大喊 其他的凶兽统领 这时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眼睁睁地看着萧明 接近人类防线 一 那是人类强者 不好 他们是要救走这个人的 再不抓住 就来不及了 一只眼睛 比较尖的凶兽统领 看向远处 慌张地说道 这时 所有的凶兽统领 也陷入了慌张 哎呀 我不管了 给我燃烧 一个凶兽统领 大声喊道 然后浑身燃起了气血 这是燃烧气血的表现 我也不管了 领主大人的命令 我们不得不听 然后越来越多的凶兽 统领燃烧气血 速度提升 萧明听到他们的对话 也发现了 来救自己的两道身影 一个他认识 是柳西 还有一个 他就陌生了 他这时猛然感受到 几道庞大的气血 正在快速地接近 萧明向后望去 是凶兽统领 他们燃烧气血追上了 速度极快 估计用不了几秒 他们就能够抓到萧明了 与此同时 在上空对峙的凶兽 看到这一幕 顿时心情大好 他现在想对下面的手下说 干得好 哈哈 你们的天才 恐怕今天就要陨落 真是可惜啊 经文陆角报 一脸戏血地 对着王腾飞说道 而王腾飞此时 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心里也有点担忧的 不过呢 他选择相信萧明 第62章 危急时刻 毕竟萧明每次都能给他惊喜 每一次王腾飞看到萧明 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萧明的不一样 这一次也是 给了王腾飞很大的惊喜 比如为南疆市铲除了邪教 现在又深入敌人后方 王腾飞也不禁感叹 所以 他选择相信 萧明一定能够创造奇迹 他心里也在猜想 难道是这小子 还有什么手段不成 或者 这只是王腾飞装的 但是 他更倾向于后者 哈哈 你别装了 我看他这次死定了 经文陆脚豹 继续炮轰王腾飞 但是王腾飞不为所动 他很想冲下去帮萧明 但是他不能这样做 因为如果他贸然出动的话 经文陆脚豹 就会攻击南疆市防线 到时候 他们哪里抵抗得住 一个阵将级别强者的攻击 王腾飞知道 这是经文陆脚豹的诡计 他不能够上当 现在只能够看萧明了 如果他能够逃脱 那场面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现在萧明已经逃到了 里南疆市不远的地方 大概700米左右 在这个距离所有人 也能够看清楚场上的情况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萧明 他们都想知道 萧明面对这一场面 该怎么办 这时 萧明做出了 令所有人震惊的一幕 就连凶兽统领也猛逼了 只见萧明停了下来 不再继续逃跑 他转身面对 迅速靠近的凶兽统领 眼神毫无波动 脑海中呈现出 一大堆公式和数字 好像在推演计算着什么 而在南疆市防线里 柳之威看到萧明停了下来 他仿佛心脏骤停 顿时心急如焚 他走到防线最前 大声喊道 萧弟弟 快跑啊 别停下来 你快跑 他在撕心裂肺地喊叫着 他现在恨不得冲过去 但是被他的队员阻止了 而一旁的吴刚和江涛 同样不好受 非常难受 他们 很自己的无能 不能冲上去 就自己的朋友 正在全力冲向萧明的柳西 和叶云周 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也非常清楚 萧明现在的处境 他们也明白 为什么萧明要停下来 既然跑不掉 那就拼死一战 虽然萧明也可以燃烧气血 但是这也是没用的 大宗师级别燃烧气血 和宗师级别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就是自己燃烧气血逃跑 也无济于事 萧明当然不知道 现在所有人的想法 他现在正在推演着 敌人的移动速度 就在这时 萧明从口袋 拿出几颗丹药 是气血丹 只见萧明一口吞了下去 紧接着 萧明又掏出了一颗 黑红黑红的丹药 还散发着非常浓厚的血腥味 是爆气丹 萧明想也没想 一口吞了下去 爆气丹的作用非常快 一呼吸 萧明气血猛然沸腾 身上冒着白气 血气弥漫于他的周身 连空气都被气血之力压得粘稠 萧明感受到 身体充满了非常强大的力量 他身上的青筋爆气 整个人像被一条条青色的虫子 转进皮肤 看起来非常怪异 这时凶兽统领们也贴近萧明 想要合力一击 必杀萧明 但是萧明哪里会站在给他们打 只见萧明的身法抄群 一下子就躲避开了他们的攻击 萧明感觉他的身法运行得更加流畅 是因为自己实力的短暂提升的缘故吧 萧明心里想到 紧接着 萧明运行气血 将气血凝聚于战刀上 随着气血之力的附着 他手上的战刀 开始变得极为不稳定 在抖来抖去 但是凝聚的速度非常快 爆血筐连斩 萧明一声大喊 萧明手中的战刀 猛然向着凶兽统领砍去 一瞬间 一道极其强大的刀芒 猛然间飞出 速度快到凶兽统领们反应不过来 领主 大人 一个凶兽统领 见自己已经无法逃跑 他赶紧向空中的金文鹿角报求救 但是他话都还没说完 不吃 紧接着 有好几个凶兽统领都被萧明斩出的刀芒给腰斩了 场面非常血腥 然而 萧明命中的仅仅只是实力比较弱的凶兽统领而已 还有其他的强大的凶兽统领 能够躲开萧明的刀芒的 该死的人类 没想到还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一个凶兽统领躲开了萧明的攻击 心有余悸地说道 是啊 果然 领主大人是对的 我们不能让如此可怕的人活着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原先抱怨过的凶兽统领 这时也恍然大悟 而在防线一边的众人也为萧明捏一把汗 看见这惊险的一幕 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一上一下的 我们杀了他 嗯 人呢 那个凶兽统领看向萧明的方向 却发现萧明早已消失不见 这时凶兽统领们也察觉过来了 顿时大喊道 该死他跑了 这个狡猾的人类 我们追 就算根基破碎又如何 今天我们一定要把他留下 我们追 说着 他们继续燃烧气血 追击萧明 而此时的萧明 在展出那一道刀芒后 显然已经消耗了不少 但是已经起到了减缓他们速度了 萧明现在气血消耗得非常快 他的暴气丹的效果还没过去 但是气血显然已经不够用了 萧明现在脸色非常苍白 但是他 还是在全力冲向柳西他们 可恶 那人类已经跑那么远了吗 他到底做了什么 居然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比较靠后的凶兽大喊道 那个人类 应该是使用了一个叫丹药的东西 该死的人类 竟搞出这些对我们不利的东西出来 可恶 一个凶兽同龄解释道 这时萧明已经距离柳西他们非常近了 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然而 萧明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但是他还在奋力支撑着 速度瞬间慢了下来 监察室 我借力 将你送过去吧 叶云舟难得开口说道 柳西见情况非常紧急 现在救人要紧 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这时萧明眼前变得模模糊糊 他的脚步也变得非常沉重 难以迈进一步顿时萧明眼前一黑 倒在了地上 第六十三章 霍救 萧明现在倒在了地上 他虽然没有任何力气了 但是他 还是有些许知觉的 啊啊呀 我的手啊 混蛋 可恶 没想到志愿来得那么快 该死他要被救走了 不行他太强了 我们不是对手啊 怎么办 萧明听到凶兽的喊叫声 他现在已经明白 是柳西他们赶到了 这时 萧明被抬上了一个坚实的背上 他知道是跟着柳西过来的人 但是不知道他是谁 紧接着 叶云舟背着萧明 拼命地往回跑去 速度非常快 而柳西也在打斗中撤退了 他们 成功就吓了萧明 就在这时 在南疆市防线那边 已经沸腾了起来 WOC 成功了 太刺激了 这惊险的场面 我都不敢呼吸 宗师级别硬钢十几个大宗师 WOC 这也太疯狂了吧 这谁能在宗师级别 对战十几个大宗师啊 他看起来好年轻啊 如此堪比大宗师级别的年轻人 以后一定是我人足之光啊 我记得他叫萧明是吧 武刚 江涛他们也非常兴奋 激动 这一幕仿佛非常不真切 他们还捏了捏自己的脸 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原本非常担忧的 柳之威他握紧的小手也松了下来 脸上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这一幕 也被他一旁的流淡看到了 顿时露出的邪恶的笑容 眼神猥琐 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在柳西他们离开后 就有一大群凶兽奔涌而来 非常凶险 与此同时 在上空中的金文鹿角包的脸色 此时非常难看 他原本想以此来拖延时间 给他的儿子 突袭南疆是拖延时间的 但是现在看南疆是没有一点动静 他现在已经知道是出事了 他的脸色阴沉得要滴出水来 他现在很想知道 他的儿子现在情况如何 所以他只能等 而在他对面的王腾飞 此时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他现在虽然奈何不了对方 但是萧明非常给力啊 你说了 王腾飞正色道 哼 你们的虫子可真会跑啊 金文鹿角包嘲讽道 王腾飞也不在意 他现在主要是要让对方撤走 毕竟人类这边的伤亡 王腾飞是非常清楚的 人族这边已经死了一大半 军部原本的四万 现在还剩下1.6万人 这次的凶兽实力非常强大 现在再打下去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如我们各自退一步 王腾飞继续说道 金文鹿角包虽然不服气 但是王腾飞说的也不无道理 哼 所有兽族听令 撤 顿时所有的凶兽停了下来 然后开始撤退 金文鹿角包也飞了下去 萧明现在也已经被叶云洲带到了防线内 由于叶云洲在他昏迷期间 给他喂了颗气血丹 他的意识也逐渐恢复了过了 勉强能够看清眼前的人 顿时 所有人都朝着萧明这边走了过了 纷纷对萧明进行称赞 叶云洲看见萧明恢复了过了 随即把他放了下来 萧明也是懂得知恩图报的人 开口说道 谢谢这位兄弟的救命之恩 叶云洲也是寡言少语的人 但是还是解释道 你要谢 就谢奸茶屎吧 是他帮你挡住了凶兽 我只是把你背回来而已 然后他指向柳希 虽说如此 萧明还是非常感激他的 然后萧明又向柳希道谢 没什么 你是我们小队的 我当然要把你安全带回来 柳希微笑道 萧明心中非常感动 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而萧明的在人群 再也看到了吴刚和江涛 萧明随即对他们微笑表示 这时 一道倩影冲了过来 猛然抱住萧明 萧明顿时闻到一股清香 萧明有点猛 他看向抱住自己的女孩 是柳芝威 柳芝威抱住萧明 顿时潸然泪下 哭得梨花带雨 呜呜 你跑去哪了 你突然不见了 你知道 我有多担心吗 刚刚那么危险 你知道 我有多担心吗 呜呜 柳芝威哽咽地 说着口齿不清的话 萧明抬着无处安放的双手 有些不知所措 芝威姐 对不起 是我让你担心了 萧明也抱住柳芝威 安慰道 而在不远处 没有加入的流弹 看到这一幕 他顿时眼神变得阴沉 但是他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在心里暗暗记下了 与此同时 在不远处云天无管处 李渭咬紧牙关 脸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这个废物的命真大 这都死不了 而在他一旁的一名舞者 仿佛听到了 便说道 嗯 李渭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死 李渭阴沉的脸 立马变得嬉皮笑脸 哈哈 没有 我只是说 那些凶兽都该死 哦 是啊 不过萧明还真是厉害啊 要是我也有 别人一半 实力就好了 那名舞者惋惜道 李渭听到 眼神恢复了阴沉 不过没有让别人发现 柳芝威这时也松开了萧明 抹干净眼泪 仔细一看 他的白嫩的眼眶 已经通红 萧明还没把女孩子弄哭过 看到柳芝威哭心里 顿时不好受 他没想到柳芝威 这么关心自己 哈哈 不愧是我人族豪杰啊 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拒 连我都自愧不如啊 一声听起来浑厚的声音响起 萧明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一位身穿军装 面容有些苍老 但是净显威严的男子走了过来 萧明看见眼前陌生的人 看起来地位非常高 他看了看对方的军衔 他顿时变得肃立起劲 这是我们南疆市军区的 军部雷语将军 柳芝知道萧明不认识 向前介绍道 雷将军好 萧明正色道 这走近一看 果然一表人才啊 哈哈 雷语爽朗地说道 萧明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好了 你们不要夸他了 再夸他他 恐怕都要飘了 这时天空中 响彻起宏伟的声音 是镇守使 一个舞者率先看见王腾飞 大声喊道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 看向那个方向 他们一个个目光炽热 这是崇拜的目光 萧明也将目光看过去 只见一道散发金光的身影 赫然飞在空中 显得格外神异 第六十四章 质疑 看到王腾飞 所有人顿时肃然起敬 仿佛看到神明一般 眼神炽热 萧明也不例外 他握紧拳头 眼神坚定 心里想 总有一天 自己也能够拥有这样的实力 而这一天 不会太远 王腾飞从空中慢慢落下 稳稳地站在地面上 身上的金光也慢慢消散 他威武的身躯 威严的神情 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 镇守时好 所有人向王腾飞问好 他们个个都探出头 想要看到镇守时的威武真容 嗯 各位将士们辛苦了 你们为南疆士 抛头颅洒热血的丰功伟绩 武道联盟是不会忘记的 王腾飞声音不大 但是魂厚 在场的人都能够听到 众人都非常安静地 听着王腾飞的讲话 王腾飞就是他们的守护神 对他尊敬 是他们身为南疆士一份子 最基本的礼仪 王腾飞说完后 目光看向萧明 眉宇间威严中带着一股赞许 紧接着 王腾飞走向萧明 来到萧明跟前伸手拍了拍萧明的肩膀 萧明 干得不错 刚刚你的战斗我都看在眼里 等这一切结束后 你放心 你的奖赏不会少的 王腾飞面怀笑意说道 萧明听到奖赏 瞬间眼前一亮 心里非常激动 不过他也没有表现出来 不卑不亢地说道 多谢镇守使 这是我应该做的 南疆士有难 匹夫有责 萧明非常有责任感地讲话 也让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目光赞赏萧萧 王腾飞点点头 然后又差异地说道 对了 萧明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敌人的后方 按理说 敌人已经将整个西面防线都封锁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此话一出 所有人也看向萧明 他们的心中也非常疑惑 为什么萧明会无缘无故 出现在敌人的后方 他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想要问萧明 现在王腾飞问了 正好也符合众人的心意 随即他们侧着耳朵 洗耳恭听 对了 说到这件事上 我有一件事 想禀报镇守使 没等萧明说话 柳西突然开口说道 王腾飞见到柳西不惜插话 应该是很紧急的情报要说 他也不在意 哦 是什么事 柳西也不敢怠慢 立马说道 是这样的 我在和邪教分子的头目战斗的时候 无意从他的口中 听到我们所有人都要死的话 并且不止一次 我想问出答案 但是那个邪教分子头目死活不肯说 最后我把他杀了 我猜测 他们应该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阴谋 但是现在看来 有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 我觉得 还是有必要查查的 听完 所有人心里 也顿时产生了怀疑的心理 那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 也已经打完战斗了 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难道这和凶兽是没有关联的 一时间 所有人都奇思妙想地 想出一大堆可能性 就连毁灭地球 都被他们想了出来 简直荒唐不已 众人众说纷纭 场面变得如同菜市场一样 吵闹声一片 萧明听到这里 眼睛顿时瞪大 好像想到了什么 王腾飞也注意到了萧明的神情 他此时心中也疑惑重重重 毕竟他是南疆市的镇守使 如果南疆市出了什么事 那不得是千古罪人 萧明 你是想到了什么吗 不妨说说看 王腾飞的声音不大 但是所有人都能听到 一时间 所有人都稍微安静了下来 看向萧明 想要知道答案 柳希也看向萧明 他此时心里有点愧疚 因为他这是他的问题 是他没有问出来 现在才导致这样的局面 萧明被很多人看着 心中不由得有点毛毛的 他微微一笑 缓和气氛 关于我为什么出现在敌人身后 其实是我为了追杀敌人 导致自己 在地下室里迷路了 然后我在寻找出去的路口时 遇到了凶兽大军 萧明不紧不慢地讲着 仿佛在讲故事一样 情节蜿蜒曲折 听得众人那是心情起起伏伏的 很快萧明便说完了 众人此时听得有惊讶 有质疑 有不可思议的神情 但是他们更多在意的 不是地下室出现凶兽 而是萧明的战斗 这一人敌千军万马 这可能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刚刚也看到了 萧明他不就是在 对敌千军万马吗 你们只听他的一面之词 反正我是不信的 在场的众人 又开始了叽叽喳喳地争吵起来 有的支持萧明 也有反对 是啊 换谁都不可能相信 一个人能够强大到 敌千军万马 并且还斩杀了 大宗师级别凶兽 这是在血玄幻小说吗 而在不远处的 刘弹和林辅文 听了都不相信 露出了鄙夷的眼神 好像在说 这边的够完美的 连草稿都不打一下 萧明的实力如何 王腾飞一看便知 王腾飞运行精神力 观察起萧明的气血 这一观察 王腾飞都有点惊讶了 萧明的气血 明显比上次见到的时候 要强大了很大 看着气血的浓度 应该是达到了四阶宗师级 即将突破五阶宗师级的程度了 这个速度 简直是天纵奇才啊 萧明听到那些质疑的话 他也没在意 强者总是要接受 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质疑的 当然 了解萧明的人 是非常清楚萧明的为人的 比如吴刚 江涛等等 他们认为 萧明不能那种为了一时口舌之快 而说出如此荒唐的话语 这时 王腾飞魂后的声音脱口而出 各位肃静 听见王腾飞的命令 所有人瞬间不说话了 场面恢复了平静 萧明所说的那个城市 应该前些年陷落的淮江市 如果萧明说的是真的 那么这就吻合上了 如果凶兽趁机从地下室 突袭南江市的话 那后果会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是真是假 我们派人前去探查便知 现在当务之急是打扫战场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王腾飞继续说道 然后 王腾飞便安排了一队人前去调查 第65章 怒火冲天 所有人听了王腾飞的话 他们也不再说什么 他们都同意王腾飞的说法 这得探查一番后才能知道答案 这如果萧明说的是真的 那他们肯定对萧明敬佩无比 如果是假的 那就对萧明恶语相向 这就是真实的人性 王腾飞当然也相信萧明说的话 毕竟萧明的气血和成长速度 是骗不了人的 他只是想要安抚一下众人的心理 他还向前去探查的人交代 顺便将萧明所讲的那个通道给堵上 不然担心迟则生变 王腾飞下令 所有人不敢不从 紧接着 众人开始散开 去各自打扫着战场 嗯 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你们先忙 说完 王腾飞快速飞走了 萧明现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刚才又补充了几颗气血丹 现在他的脸色也变回红润 这时 一直在萧明旁边的柳芝薇开口道 萧明 我相信你 萧明微微一笑 对着柳芝薇说道 嗯 谢谢你 芝薇姐 哼 他们有些人太过分了 说出那么难听的话 有本事 他们自己上 柳芝薇鼓起腮帮 生气地说道 看起来非常可爱 萧明听到柳芝薇为自己打抱不平 他此时内心不由地有些感动 这时 只见两个身影 朝着萧明这边走了过来 萧明这时也注意到了 他一眼望去 嘴角上扬 哈哈 萧明 干得不错呀 有出息了 只见吴刚走过来 笑着对萧明说道 而在他旁边的 正是江涛 柳芝看见吴刚走过来 他眼神顿时一冷 目光一向别处 而在萧明旁边的 柳芝薇下意识地问好 姐 就在柳芝薇 即将要说出下一个字的时候 柳芝狠狠地瞪了柳芝薇一眼 好像在警告他 不要说出来 吴刚也看出了这一幕 他的眼神变得暗淡 心里非常难受 顿时 场面变得非常尴尬 仿佛有一股肃杀之气在弥漫着 萧明这时开口道 对了 教官 你不是还要去整顿我们吴馆的事物吗 吴刚这时 也听出了 萧明是在帮自己解围 他脸色非常难看 但是还是 尽量不表示出来 哦 是啊 那我先走了 说完 吴刚转身离开了 柳芝薇看了看落魄了吴刚 又看了看一旁强硬的柳芝 他不由地叹了口气 而在吴刚离开后 柳芝也冷眼 转身离开了 萧明有点担大的挠挠头 萧明 你可以啊 这位是 而在一旁许久未说话的江涛 也开口道 他说 我在执行任务时认识的朋友 叫柳芝薇 而这位是我在武馆认识的兄弟 江涛 萧明为双方相互介绍 他们听到后 纷纷向对方问好 紧接着 他们三人相互聊了几句 时不时还笑了起来 非常投机 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也去收拾战场了 紧接着 江涛对他们告别 现在只剩下萧明和柳芝薇两人 两人就这样干站着 没有说话 萧明是在思考着东西 而柳芝薇此时面色朝红 两只手放在后面握着 看起来非常可爱 这时 萧明突然开口 芝薇姐 吴刚教官和柳芝监察室 到底怎么回事啊 柳芝薇原本一脸期待 但是听到萧明的话 她的心仿佛被浇了一盘冷水一般 感觉非常失落 萧明经过了观察 不难看出柳芝薇和柳芝的关系 随即便问柳芝薇吴刚和柳芝的情况 这个 其实他们是夫妻关系 但是由于姐夫的原因导致 他们的孩子死在了凶兽手里 所以他们柳芝薇解释道 萧明也点点头 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吴刚教官的心事了 他本来想着了解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 但是现在看来 这是非常困难的 萧明也为吴刚头疼地挠了挠头 难怪每次柳芝看到吴刚就会生气 走吧 我们也去打扫一下战场吧 萧明随即不再多想 对着柳芝薇说道 柳芝薇掩饰出自己失落的神情 微笑答应萧 与此同时 金文陆角豹带领着凶兽大军 返回凶兽禁区 他此时眼神非常阴沉 他显然对这次的进攻极为不满意 他旁边的几个凶兽统领 被他的气势吓得瑟瑟发抖 纷纷不敢说话 你们说 为什么突袭南疆式的队伍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难道那废物儿子又去哪里投篮了 金文陆角豹开口 语气里非常生气 此时凶兽统领们 都瑟瑟发抖地趴在地上 他们听到金文陆角豹的语气 更加显得极为紧张 这时 一位凶兽统领撞着胆子上前说道 领主大人 我是亲眼看见少主带领了队伍出发了的 金文陆角豹听后 好像猜到了什么 脸色非常难看 报告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远处响起 只见一只比较强大的宗师级别凶兽 带着一群凶兽 从远处跑了过来 他们的样子 显得极为狼狈 那只凶兽走上前 报 报告 领主大人 出大事了 那只凶兽慌慌张张 支支吾吾地说着 金文陆角豹脸色更加难看了 好像已经猜到了 发生了什么 说 金文陆角豹用着极其威严的语气说道 少 少主 死 死了 那只凶兽已经被吓得不轻 浑身都在发抖 金文陆角豹听后 拳头猛然握紧 他身上的毛发竖起 变得极为可怕 怎么死的 金文陆角豹 强行压制住自己的怒火 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只凶兽也不敢不从 立马把那时候发生的所有事 全盘说出 金文陆角豹听后 他把那只凶兽描述的那个人 在脑海里塑造了一遍 这时 他身体猛然一震 是他 是他 该死啊 我就说他 怎么会从我们身后突然出现 原来是这样 我刚才就该把给杀了 金文陆角豹朝天怒吼 怒火冲天 整个区域都在颤抖 在场的所有凶兽 被震得整个身子都趴在了地上 无法抗拒这个强大的力量 第66章 大战再起 金文陆角豹吼叫持续了几分钟 然后他停了下来 紧接着 他的整个身体赫然变成了红色 就连他金色的条纹也被染成了红色 他的眼神变得极其凶狠 仿佛只要别人看了一眼 就要别杀死一样 这几分钟里 你不知道在场的凶兽 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折磨 他们被震得生不如死 整个身体都要变得扭曲 我的儿子死了 你 为什么还活着 你也给我去死 金文陆角豹那凶狠的目光 猛然看向那只逃回来的凶兽 大声吼叫地下令死神令牌 然后只见金文陆角豹站在原地没动 手掌猛然往前一抓 然后猛然一捏 紧接着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只凶兽突然整个身体被捏爆 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巨大手掌给捏爆了 非常惊悚 看到这一血腥 残忍的一幕 加上那神一般的手段 把在场的人吓得不轻 他们个个都脸色铁青 整个身体趴在瑟瑟发抖 低下头颅一眼 不敢正视金文陆角豹 你们都给我死 还没完 金文陆角豹又对着那只凶兽 带回来的其他凶兽吼叫道 紧接着 又是一手掌 一握 数百只凶兽一瞬间被捏爆 全部毙命 原本就充满恐惧的凶兽们 现在又看到这一幕 他们有些已经被吓晕过去了 他们都非常害怕 自己是下一个 凶兽统领们更加害怕 比他们是李金文陆角豹最近的 如果金文陆角豹脑子一抽 也要置他们于死地 那他们也是毫无办法的 只能任他宰割 整顿大军 从禁区里 把所有的兽族都叫上 加入大军 我们对南疆市发起总攻 金文陆角豹 对着下面的凶兽 统领命令道 凶兽统领们听到顿时松了口气 幸好领主的理智还在 不然他们都得死 经过刚才的一幕 所有凶兽不敢不从 紧接着 整个原本离开的凶兽大军 再次开拔 冲向南疆市 那金文陆角豹 猛然飞向天空 奋力朝着南疆市飞去 他此时非常气愤 虽然他的儿子废物 但是 那也是他唯一的血脉 现在没了 他暴怒不已 他现在只要见到肖明 就想把他碎尸万段 为他的儿子报仇 而在南疆市这边 王腾飞此时正盘腿而坐 坐在空中 正在恢复气血 他下面的舞者们 也在井然有序地收拾着战场 成堆的凶兽尸体 被运往南疆市进行加工 舞者的尸体全部裹起来 等着后葬 就在这时 坐在空中的王腾飞 猛然睁大眼睛 他神色惊慌 眉头紧皱 王腾飞猛然朝着 下面的舞者大声吼道 所有人 返回防线 凶兽来袭 顿时 王腾飞的声音 扩散到整个战场 所有人都能听得到 他洪亮的声音 众人 从原本的一脸猛 任何变成慌张 他们混乱地返回防线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凶兽不是刚走吗 怎么又来了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很快 他们便放下手中的工作 火速返回防线 调整好状态 迎接凶兽 萧敏也不例外 他也感到有点猛逼 不过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涌上心头 轰隆 这时 天空响起了可怕的响声 如同打雷一般 但是现在一片乌云都没有 弹劾打雷 王腾飞摆好战斗姿 目光谨慎地看着前方 这时 他眼中出现了一道 极其庞大的气血之力 猛然冲击过来 仿佛要将王腾飞 整个人都要吞噬掉 半个天空 都被这股巨大的气血之力占据 威猛无比 王腾飞看着飞过来的巨大攻击 脸色露出了不是汗水 眼前的攻击非常棘手 只见王腾飞气血猛然沸腾 整个身体散发金光 紧接着 王腾飞伸出手掌 朝着那道攻击 大力轰了过去 轰隆 整个天空再次响起了 雷鸣般的声音 与此同时 地面也传来了地震般的震动 防线的所有人望向远处 只见一股规模极大的凶兽群 朝着这边 如同洪水猛兽般奔袭而来 这 这凶兽数量比刚刚更加庞大 一个军部武者开口说道 言语中散发着恐惧 顿时 所有人心中也充满了恐惧 他们虽然经过刚才的战斗 心理承受程度已经大大提升 但是看到一个经常战斗于战场的军部武者 都感到恐惧的 那他们更别说了 萧明看着眼前这一切 感觉自己还是那样渺小 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 该怎么办 这样下去 整个南疆是真的要被灭成了 萧明心里想着 他此时非常难受 他脑海中闪现着南疆是许多美好的画面 都要在一瞬间别碾碎 他感到一阵心痛 无力回天 就在这时 他猛然想到了什么 天空中 王腾飞艰难地把那道气血之力给抵消掉 他此时额头上已经冒了不是冷汗 刚才那道攻击就已经够他吃一壶的了 紧接着 天空中 金文陆角豹的身影显现出来 他浑身血红 眼神凶狠 王腾飞也被他这个样子惊到 他和金文陆角豹交手那么多次 还没见过他这副模样 金文陆角豹 难道你一定要与我们南疆市死磕到底吗 王腾飞大喊道 金文陆角豹听后 顿时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死磕 我要你们整个南疆市 为我儿子陪葬 王腾飞有点猛逼 心里想到 儿子 等等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王腾飞 想要尽可能的缓和 误会 你们南疆市的人 把我儿子杀了 你告诉我是误会 金文陆角豹变得更加生气 然后他猛然凝聚气血 抓向王腾飞 速度飞快 王腾飞反应也非常快 迅速做出回击 但是王腾飞显然有些吃力 对方好像不怕死一样 疯狂朝着王腾飞攻击过来 王腾飞的攻击他也不管不顾 硬是接住了 非常疯狂 而此时的地面上 凶兽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估计没多久 就要到底防线了 照这个数量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把整个防线踏平 第67章 赌约 所有人的心 都被提到了嗓子眼里 他们看着眼前 令人窒息的一幕 本能告诉他们要逃离 但是在他们身后 就是千万百姓 就是亲朋好友 他们重任在间 柳西 叶云周等强者 站立于防线前面 就连他们的眼神中 都充满了凝重 吴刚和那些军部舞者 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毕竟他们也是 上过战场的人 但是眼前的一幕 还是令人战速 江涛他们等一众人 就不一样了 他们哪里见过 这样的场面 一瞬间 一股死亡的危机感 弥漫于他们心头 而在南疆武道大学的学生们 也是没有那么惊恐 而是有一种 面临危机的决心 他们的心理 承受能力 显然是受过考验的 但是在那个方向 林辅文和刘弹的身影 极为显眼 他们在焦头接耳 悄悄说着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他们时不时看向周围 时不时看向身后 不知道在想什么 萧明一眼望去 便看到了所有人的神情 那些心理承受 能力弱的舞者 直接瘫倒在地上 如同一滩烂泥 目光无神 仿佛眼中 没了任何希望 萧明收回目光 把手掏进口袋 掏出一张 折得陈旧的纸条 萧明摊开它 赫然显现出一串数字 看起来像一通电话号码 它确实是电话号码 只见萧明拿出手机 拨打起了这个电话号码 拨打了几分钟 电话那边接通了 但是电话那头没有说话 好像是在等待着萧明先说 萧明也立即开口 喂 是井前辈吗 我是萧明 电话那边静默了几秒 然后传来了萧明 非常熟悉的声音 你小子找我什么事 不是说今天我没空吗 电话那边传来井的声音 怎么 你小子有麻烦了 井继续说道 萧明摸了摸鼻子 略有点尴尬地说道 呃 我确实遇到了一点问题 其实也没多大事 就是我在南疆市西面防线 遇到了十几万的凶兽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对抗 萧明继续说道 电话那边停了会 我知道 腾飞和我说过 放心 我会出手 井说话的声音中 传来极为自信的语气 萧明尴尬地挠了挠头 没想到王腾飞 已经把这一切都想好了 不过王腾飞 和井相互认识 萧明也猜测到了 毕竟这是强者之间的交易 那自己打这通电话 就有点多余了 这样啊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感谢前辈的相助的 萧明正色道 你小子怎么变得这么客气了 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井打巨道 萧明本来也没想到 井的实力那么强大 连王腾飞都要亲自去请他出手 在平常 萧明看他平平无奇 乍一看 就是一个普通臭买肉的 放在人群里就找不到的那种 谁能想到 他是超级强者呢 这放在萧明意识里 平时也没觉得井的实力 但是到了这一刻 他就不得不对井尊敬了起来 见到萧明没有说话 井继续说道 先不说了 我该干正事了 嘟嘟嘟 电话挂了 萧明满脸笑意 把手机放下 他此时的心中 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旁的柳芝威 注意到了萧明这一神情 他有点看不懂 按理说在这个绝境中 不应该表现出凝重的神情吗 萧明怎么会笑了起来 在不远处 时刻观察着柳芝威的刘弹 目光看向萧明 赫然看见了萧明满脸笑意 他眉头不由的一皱 紧接着 他嘴角露出阴险的笑容 嗯 萧明兄弟 是想到了神妖办法吗 笑得那么开心 刘弹虽然体型庞大 但是他的身形 和他的声音截然不同 听起来 就像一个老婆婆的声音 极为为何 由于此时 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胆的 听到这样气愤的声音 他们都没有看向刘弹 而是看向了萧明的方向 萧明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 他们当然知道萧明的样子 萧明听到这个声音 他笑容收敛了回来 冷眼地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他心里想到 又一个找茬的 我哪里得罪他了 萧明的笑在这个 不合十一的场景 显然要引起众怒了 萧明 又是萧明 怎么成也他 败也他 他到底要笑什么 难道他不知道 现在我们的处境吗 就算无知 但是面对生死 也不能那么无知了吧 我看他就是凶兽的奸险 他肯定是看到 我们要完了 所以他高兴地笑了 一时间 原本压抑的气氛 被一句话变得 场上的人们 军心不稳 安静 雷宇的声音 响彻整个防线 他非常生气地怒吼 战斗就要打响 这个时候 这样军心不稳 成何体统 雷宇眉头紧皱 呵斥道 原本吵闹的场景 变得非常安静 就连柳西 叶云周等人 都不满地皱了眉头 但是将军 他就不该在这个时候笑啊 我不服 他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榴弹继续起哄道 这时 所有人又开始了 叽叽喳喳的指责 萧明看向战场 凶兽李 这里已经不到五百米了 紧接着 他的目光看向榴弹 我笑是因为我们有救了 这样吧 如果我说的是真的 你给我下跪 我说的是假的 我给你下跪 萧明收敛笑容 正色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萧明心中想到 在场的所有人 听到了萧明的话 顿时激起了一阵波澜 他们面面相去 有的相信萧明说的 有的不相信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不相信的 认为萧明说的话是假的 刘少爷 答应他 那些不相信 萧明的人开始喊叫 他们试图说服刘弹 接受这次赌注 刘弹心中想着 如果这次没能抵挡住 凶兽的进攻 那所有人都不会在意 这样的赌注了 接受他有何妨 反正他随时可以逃跑 好 我接受你的赌约 刘弹阴险的脸色 传来一阵笑意 听到这里 所有人也安定地下来 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毛 来平衡住他们心中浮动的情绪 第68章 紧得强大 紧接着 在场的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经过刚才的一个小插曲 所有人也没有那么的恐惧了 他们的军心重拒 纷纷开始专注 眼前即将开始的战斗 萧明看向这一幕 他也不由得欣然一笑 他眼神深邃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当中 虽然大部分都是不相信萧明所说的话 但是还是有小部分人是原因相信的 而与萧明认识的人 都知道萧明的为人 一时间 吴刚 江涛 柳西以及柳之威 都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如果萧明说的是真的 那他们是如何得救的呢 是援军来了 还是有强者降临 或者是凶兽突然撤退 一时间 无数的想法涌上了他们的脑海 萧明 你是怎么知道的 柳之威忍不住问道 萧明微微一笑 神秘地说道 你等等就知道了 萧明没有说出来 就是为了保持神秘感 如果就这样说了出去 那就没意思了 柳之威看到神秘兮兮的萧明 他可爱地撇了下嘴 凶兽现在已然来到了防线不到几十米的地方 即将冲向防线 一个个庞大的凶兽率先冲锋在前 他们作为先锋 视如破竹之势 给每个人的心中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影响 吼 无数的凶兽吼叫声 响彻整个大地 就连南江市里的居民都被震得短暂失聪 完了 我们南江市要完蛋了 啊啊 为什么啊 该死的凶兽 如果有来生 我要将你们全部错谷杨辉 上天啊 救救我们南江市吧 南江市的市民 此时也被遮到吼叫阵醒 他们也清楚了现在的处境 他们纷纷在埋怨 道不公 祈求上天的帮助 这时所有人都知道 南江市要灭亡了 他们都开始混乱了起来 他们不再遵守武道联盟的警示 纷纷冲向街道上 试图逃跑逃出南江市 一时间 整个南江市陷入了混乱 然而 此时在战场上的舞者们 对城里的情况浑然不知 他们都凝重地看着眼前 即将攻击过来的凶兽巢 来了 大家做好准备 雷雨大声喊叫 说完 所有人严阵以待 他们紧张地握紧手中的武器 脸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这时候 他们心里多么希望 萧明说的是真的 但是他们 可能无法见证萧明的下跪了 可惜了 便宜了萧明 他们也都明白 兄弟们 我们不惧 就算死 我们也要死得其所 兄弟们 轻始流明的时刻来了 雷雨豪情万丈地大喊 顿时所有的舞者们眼神炽热 他们都被这一话语点燃 战 所有人都吼叫了起来 声音气贯长红 气血之力 顿时在防线里的一道气血长城 猛然生气 凶兽们也在这时临近了防线 紧接着 他们猛然撞上了气血长城 他们冲过来的速度非常快 导致他们直接被撞得粉碎 直接死亡 然而还没完 后面的凶兽又冲了上来 但是都撞死在了气血长城上 我坚持不住了 一位向上输出气血的舞者大喊道 紧接着 他猛然倒地 脸色惨白 然后 后面越来越多舞者都坚持不住 倒在了地上 气血长城这时也变得极为透明 仿佛要消失不见 但是剩下的舞者 还在苦苦地支撑着 他们无不都面色痛苦 原本红润的脸色 也逐渐变得红白色 萧明同样在支持着 他的气血本来就庞大 但是也经不得这样巨大的消耗 那些倒下的舞者们 也立马服用资助的气血单 恢复气血 有的准备迎接冲进来的凶兽 有的继续输出气血 到气血长城上 与此同时 在天空中和金文路角爆 战斗的王腾飞 也被打得节节败退 对手的实力 显然和之前的不是一个等级的 王腾飞每次都非常吃力地 抵挡住对手的攻击 他看向防线战场 此时战场的形势非常不妙 气血长城濒临破碎 即将被数量庞大的凶兽潮突破 就在这时 王腾飞的身体猛然一震 然后他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不由地松了口气 您终于来了 前辈 王腾飞苦笑地看向后面 紧接着 王腾飞身后显现出了一道身影 这个身影被金光环绕 显得格外神异 金文路角爆目光 猛然看向那个突然出现的身影 他现在才发现对方的出现 他非常惊骇 如果想要杀掉自己 那不是轻轻松松 金文路角爆面对这样的超级强者 他知道自己已经跑不掉了 所以他没有逃 而是看看对方究竟想干什么 哎呀 腾飞啊 这就是你急了 这不 我来得刚刚好 紧的开口说道 王腾飞一阵无语 好像在说 你实力强你说了算 紧一眼都没看不远处的金文路角爆 他的目光看向防线战场 嗯 都是好样的 面对凶兽潮都能坚持那么久 紧点点头 表示赞许 紧接着 他的目光看向萧明 这小子 怎么又进步那么大 真是个怪物 紧小声碎碎念 虽然声音不大 但是王腾飞还是能够听到的 他在想 难道萧明和这位前辈认识 紧也没再多说什么 只见他大手一挥 一道巨大的气血手掌猛然飞出 还没完 那个巨大的气血大掌 在空中逐渐变大 而人类防线这边 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快看 那是什么 一个人率先发现了头上的巨掌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头顶 就看见一个极为庞大的手掌 猛然攻向凶兽潮 那 那是我人族大能的攻击 我人族大能来了 我们有救了 太好了 人族必胜 一时间 所有人非常激动 狂热之情 弥漫整个人族防线 然后整个战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凶兽潮里的凶兽抬头 顿时惊恐猛然涌上心头 他们本能地想要逃跑 但是他们好像被一股极为强大的契机锁定 无法迈出半步 他们只能直面死亡的到来 轰隆 气血剧长猛然落入凶兽潮中心 第69章 你别太过分了 过了一会儿 凝时的气血剧长开始慢慢消散 紧接着 一个极其恐怖的一幕 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 只见气血剧长消散后 整个凶兽潮的中心 被轰出了一个血红手掌印 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 那些血是凶兽的血 他们的整个身体被压成了一滩烂泥 看起来非常惊悚 非常血腥 这一下就把凶兽潮的凶兽轰死了一大半 那些凶兽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们变得极为惊恐 所有的凶兽都停了下来 不再攻击气血长城 他们也想继续攻击 但是刚才那个攻击太可怕了 他们不知道 下一道攻击会不会突然攻击过来 小米也非常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她知道 锦的实力非常强大 但是没想到这么强大 一击就把凶兽给消灭了一大半 这就是超级强者的实力吗 不光消灭震惊 在场的所有人都极为震惊 他们这些人 哪里见过这样的震撼场景啊 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了 WOC 这就是我人族大能的实力吗 这 这人类居然能够强大到如此程度 我也要成为那样的强者 这一击也是有好处的 为每个年轻舞者们 埋下变强的种子 这其中 目光最为炽热的 当然是叶云洲 柳希等人 他们都是极为渴望变成强者的人 与此同时 飞在空中的景 做完这一切 他拍了拍双手 仿佛做了件轻轻松松的小事 嗯 这样安静多了 景点点头 满意地说道 好了 接下来到你了 景的目光收回 转向不远处的金文陆角报 金文陆角报 被景看了一眼 一股强大的威压传来 他整个身体的细胞都在颤抖 仿佛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哦 你强行突破 根基毁坏 是什么 让你如此做 景观察金文陆角报 金文陆角报 此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他艰难地说道 你们人类杀了我的儿子 我要报仇 哦 谁杀了你的儿子 景好奇地说道 金文陆角报 目光看向防线下面 在寻找着什么 紧接着 他游动的眼睛一定 眼神很利 然后伸出手指出 他 我改主意了 你们把他交出来 我立即撤军 金文陆角报 咬牙切齿地说道 景和王腾飞 顺着他指出的方向看去 他们同时眼睛稍微瞪大 有些惊讶 又是肖鸣 王腾飞脱口而出 景的也有的惊讶 怎么哪里都有肖鸣啊 景接着 景眼神一冷地 看向金文陆角报 景接着 景朝着 人类防线下方猛然一握 下面的一个武者的战刀脱手 飞入景的手中 只见景朝着 金文陆角报的方向一展 景接着 金文陆角报的手臂 猛然被平整地砍了下来 哎呀 我的手 金文陆角报 痛苦地哀嚎着 景冷眼地看着这一切 用冰冷的语气说道 是你们 想要入侵我南疆市 现在你儿子死了 是他活该 你居然还想像我们要人 当我不存在吗 金文陆角报 赶紧给自己的手臂止血 谨慎地看着景 担心他再次攻击过来 我给他一个面子 放你一码 滚吧 景沉声道 金文陆角报听到他 立刻心领神会 知道景说的是谁 他目光狠立地看着 下面安然无恙的萧明 仿佛在说 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会杀了你 紧接着 他的目光看向气势 违你的凶兽群 大声吼道 兽足听令 撤 下面的凶兽一听 顿时如同看到 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争先恐吼地朝着后方 跑去 场面极为混乱 金文陆角报说完 也转身飞在 看着他飞走的背影 极为狼狈 而此时的人类防线 看到凶兽群撤退 传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我们胜利了 人足必胜 所有人的激动 瞬间被点燃 有的人激动地拥抱起来 他们仿佛忘记了 之前战斗的所有伤痛 尽情地享受着 这胜利果实 他们欢呼的声音 就连城里的居民 都能够清楚地听到 他们原本准备 收拾东西跑路的 现在也停了下来 紧接着 他们也跟着欢呼了起来 顿时整个城市的人 都在为胜利欢呼 萧明也不例外 在欢呼中 然而 在这极为热血的时刻 全场有一个人却黑着脸 没错 正是刘弹 他打死也想不到 萧明能够 请出人族的强者 他满脸阴沉 随即准备离开 萧明当然不能放过他 他时刻都在注意着刘弹 嗯 那位兄弟 不会想要逃避赌约吧 萧明的声音很大 足够让大部分人听到 顿时所有人的激动的思绪 被拉了回来 目光看向准备跑路的刘弹 此时的刘弹 也听到了萧明的声音 停下了脚步 哈哈 他不会真的要逃避赌约吧 那样恐怕连他身后的世家 也就不了他 哈哈 愿赌服输吧 不然要受到武道联盟法律的制裁 哎 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 别人笑一下都不放过 在场的舞者们 都在三言两语地说着 好像在嘲笑他 又好像没有 刚才我也算一个见证人了 既然要赌 那就要愿赌服输 这时雷宇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正色道 就连他同学都在看着这一切 仿佛想要看到刘弹的出丑 毕竟他们也是非常讨厌刘弹的 他们都愿意看到这样 而此时的刘弹的脸 阴沉得要滴出水来 他目光看向萧明 好像杀父仇人一样 他走到萧明跟前 肥胖的体型 在人群中显得非常格格不入 萧明 你别太过分了 得罪我们五道世家 以后就别想在南疆市混下去 刘弹警告道 萧明听后不禁想笑 说得好像他现在没有得罪对方一样 既然这样 那就得罪到底吧 那些所谓的五道世家 在整个龙国多的是 是大灾难时期的强者们 生根发芽建立起来的家族 而像刘弹这样的家族 在南疆市里 实力算是比较强的了 他们平时霸道横行 有时候连五道联盟的命令都敢违抗 可想而知 刘弹是多么的有恃无恐了 第七十章 来者不善 萧明也不甘示弱 细血地说道 我哪里过分了 愿赌服输 不是我们身为龙国人都需要遵守的吗 除非你承认 你不是我们龙国人 那我也没办法 还有啊 这是我们个人的事 没必要上升到你们家族层面是吧 我这是完全合理合法啊 萧明一脸无辜 好像他才是那个应该跪下的人 刘弹听完萧明的话语 他原本以为自己的身份会让对方忌惮 没想到 萧明却完全不在意 根本不给他面子 他也不傻 他从萧明的话语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陷阱 如果他不遵守赌约的话 不仅会受到五道联盟的制裁 还会被扣上叛徒的帽子 然后又把这个事情 说为是个人行为 直接把他的底牌给抽掉了 刘弹眼神凶狠地看着眼前的萧明 他握紧拳头 很想一拳打爆萧明 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我是五道联盟的监察使 可以为这件事做个见证 这时 在远处看戏的柳西走了过来 严肃地说道 他本来就看不惯这些世家 仗着自己有权有势去欺凌弱小 面对危险时 跑得最快的就是他们 这放在整个龙国 就是一颗毒瘤 当然 这也是相对而言的 有些五道世家也是有正义的 怎么还不贵啊 我还有事要做呢 对啊 不就是一贵吗 又不是逼你去死 大丈夫能屈能伸 贵吧 一旁的舞者们看戏不嫌热闹地说道 一时间 榴弹被吹到了风口浪尖 就算他再狡辩 也跑不掉的了 还等什么 跪下吧 萧明也是在加一把火 大声说道 与此同时 飞在空中的王腾飞合景 看向萧明那个方向 这小子是个旷世奇才啊 将来可能是我人族的希望 锦一脸炽热地看着萧明 王腾飞也听到了锦的话 他点点头表示赞同 锦前辈 我会尽量帮助他成长起来 王腾飞正色道 锦也点点头 下面挺热闹的吗 一 那边有个阵将级别再往这边赶 哎 肯定是这小家伙又惹了什么麻烦 锦摇摇头苦笑道 萧明就没有消停过 这件事交给你解决了 锦对着王腾飞说道 前辈放心 这点小事就包在我身上 王腾飞拍拍胸腹回答道 锦满意地点点头 嗯 没我的事了 我也该走了 锦转身准备飞走 前辈 请留步 王腾飞叫住锦 王腾飞没有犹豫 立马说道 前辈 你有考虑过 加入我们五道联盟吗 锦没有回头 我不考虑加入任何组织 说完 锦快速地朝着远处飞走了 王腾飞看着锦飞走 不由地叹了口气 随即他看向地面上 眉头皱了下 只见那个阵将级别强者 已然到来 与此同时 在地面上 一道极其狂妄的声音响彻起来 我看谁敢让我孙子跪下 众人顿时被这一道声音吸引 他们看向声音的来源 只见一个身影赫然出现在众人空中 那人面容苍老 但是他没有弯着身体 而是挺直摇杆 眼神灵力 俯视着下方的舞者们 他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好像在看蝼蚁一样 小米也同样在观察着对方 看来来者不善啊 反观刘弹 完全没有了原先的愤怒 阴沉 现在的他 重新变回高傲 一脸目中无人的模样 爷爷 你终于来了 再不来你都不知道 你孙子都要被欺负成什么样了 刘弹变得非常乖巧 对着那个老人抱怨道 那个老人缓慢从空中落下来 稳稳地站在刘弹旁边 老人一脸宠溺地看着眼前的大胖子 是爷爷不好 爷爷来晚了 我这就为你找回公道 老人语气非常轻地 对着刘弹说道 紧接着 他目光一冷 看向人群 是谁想让我孙儿下跪的呀 连我刘道平孙儿都敢欺负 活得不耐烦了 老人刘道平历声喊道 刘道平是刘家创始人之一 也是大灾难时期的武者 听说他为人横行霸道 不但对待凶兽残暴无比 对待我们招惹他的人 更是心狠手辣 一个认识刘道平的武者解释道 这时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毕竟谁也不敢得罪一个阵将级别强者 那个刘弹就等着他爷爷这句话 他阴险的神情显露无语 就是他 爷爷 刘弹指着萧明大声说道 刘道平的目光 看向刘弹所指的方向 哦 就是你 刘道平目光凌厉 紧接着 刘道平气势一开 一股无形的威压 猛然朝着萧明涌去 轰隆 萧明顿时感受到一股压力 猛然间作用在萧明身上 不过 萧明没感觉到太大的压力 他面色不变 眼神坚定地看着对方 刘道平看到一点是没有的萧明 他不禁有点惊讶 他刚才感知到萧明的实力 他是在其实力的基础上 放出大宗师级别的威压 没想到萧明跟个没事人一样 哦 实力不错嘛 宗师级的实力堪比大宗师级 刘道平打量着萧明 就在这时 一旁的雷宇开口说道 这位前辈 这是小辈之间的小打小闹而已 我们这些人不应该插手 况且分明就是 你孙子他赌输了 在场的大家都是见证人 刘道平看向雷宇 见到对方穿的将军服 他没有像看其他人那样 不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还是带着一股高傲的气势 小打小闹 在我看来 我孙子的事就是大事 刘道平呵斥道 而此时柳希站了出来 这位老先生 根据武道联盟的法律 萧明的行为 完全符合联盟的法律 而你的孙子 如果不履行相应的责任 将会受到联盟制裁 而你参与进来的话 你们整个家族都要受到制裁 柳希正色地说道 萧明也没想到 事情会闹到这样 你说你留单跪一下不就好了吗 那么多事 而一旁的舞者们 本来经过了一场大战后 早就身心俱疲了 现在看到这一精彩的一幕 他们瞬间清醒 变成一群吃瓜群众 第71章 跪下 刘道平听到了柳希的话语 他显然有些忌惮了 当然让他妥协 必然是不可能的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别想阻拦我带走我孙子 想让我孙子跪下 先问问 我同不同意 刘道平气势一开 整个防线都被他的气势震住 眼神疯狂地怒吼道 刘道平显然是微压全开 顿时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极为痛苦的撕裂感 一些实力低微的舞者直接被压到趴在了地上 动弹不得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极其威严的声音响彻整个人类防线 哦 这么说 难道我也不能留下你吗 紧接着 王腾飞的身影赫然出现在防线上空 他浑身金光 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王腾飞身上的金光 显然比那个刘道平的要更加耀眼 更加凝实 众人一听便知道是王腾飞 他们欣喜地抬头 看向王腾飞 只见王腾飞大手一挥 便将刘道平释放的威压给消除掉了 没有一点点压力 那些被压倒在地上的舞者终于得以松了口气 他们凶狠地看着刘道平 吃个瓜都遭受无望之灾 他们容易吗 刘道平有点猛逼地看着眼前的王腾飞 他没想到王腾飞会出现在这里 他刚才在闭关突然收到自己孙子的电话 随即立马赶了过来 他哪里知道外面的情况 朕 朕首使 您怎么在这 刘道平惊恐万分 王腾飞从空中落下 他没有急着去找刘道平 而是先鼓励在场的所有舞者们 然后他静止地走向萧明 他走到萧明身边 然后转向舞者们 大声喊道 关于之前你们质疑萧明地下室的战斗的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 那是真的 我的调查人员发现 在往城外方向的地下室中 发现大量凶兽尸体 并且 那条通道 就是通往淮江市 顿时所有人瞳孔一缩 显得极为震惊 就连柳西 叶云州他们 也是非常震惊 如果是他们 他们也不敢保证能够以一敌万 并且 还有一个极强的大宗师级别凶兽 敢问那个大宗师 可以做到这样呢 况且 萧明现在还是个宗师 想到这里 他们倒吸一口冷气 看向萧明 仿佛在看怪物一般 从王腾飞口中做出来的 就算是假的 那也得是真的 他是谁 是南疆市的守护神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萧明 那些原本表示质疑的舞者 现在也感到非常的惭愧 他们的目光 也带着一股崇拜之情 说完 王腾飞的目光 转向刘道平 刘道平此时也是没有轻举妄动 他以前也是过 违抗舞蹈联盟的法律 但是他那时面对的 都是那些舞蹈联盟的小鱼小虾 现在直接遇上了的罪大的 他还哪里敢造次啊 刘道平 你刚才无故对自己同胞出手 弃威罪一 你庇护你孙子 违法法律弃威罪二 你可知罪 王腾飞立声说道 刘道平 此时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目中无人 那种硬气也消失了 但是他没有认罪 镇守使 你也知道我儿子是谁吧 到时候 他来请你喝茶 就不要怪我了 刘道平隐晦地说道 王腾飞听后 眉头一皱 我不管你什么儿子的 违法了联盟的法律 就得罚 王腾飞 强硬地说道 刘道平看着坚定的王腾飞 他知道 今天他们是跑不掉的了 刘道平眼神阴沉 冰冷地说道 那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 就按照肖明之前的赌约来 既然你伤害了自己人 那你就向他们跪下 王腾飞毫不留情地说道 刘道平听后 瞬间暴怒 你让我去给这些废物跪下 我做不到 而他身后的刘弹 此时已经瑟瑟发抖了 他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接受那个赌约 刘弹现在心里非常后悔 哼 这可由不得你 王腾飞大声呵斥道 紧接着 王腾飞抬起手臂 手掌张开 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猛然之间释放出来 只见王腾飞的手掌猛然往下一压 轰隆 强大的力量压在了刘道平的身上 一瞬间 刘道平脚下的地板猛然间凹陷下去 可以看出 王腾飞释放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连刘道平这样的阵将级别强者都抵挡不住 刘道平被压得非常痛苦 但是他没有跪下 苦苦支持着 肖明的目光一直盯着 脑海快速运转 仿佛在计算着什么 他惊讶地发现 王腾飞这个压力 是自己去重力室最高层的四倍 重力室最高层为二十层 四倍 也就是八十个地球的重力 要不是刘道平脚下的地面极为坚硬 恐怕他已经别压入了地下了 强大的压力 持续不断地压向刘道平 刘道平整个身体动弹不得 就连他原本干瘪的皮肤都抱起了青筋 整个脸都变红了 显得极为恐怖 刘道平痛苦地喊叫着 王腾飞见刘道平还没跪下 紧接着他另一只手也跟着压了下去 轰隆 强大的压力发出了巨大的响声 一百倍 萧明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计算结果 非常震惊 哎呀 我跪 不要再压了 刘道平大声哀嚎 只见刘道平两腿一弯 朝着吃瓜群众们跪了下去 王腾飞见状 两只手掌收回 呼出了一口气 哼 王腾飞冷哼一声 刘道平低下头颅 就这样跪着 他眼神非常暗淡 已经没有了原先那种高傲 有的只是无尽的屈辱 而刘弹就更不用说了 他已经被吓破胆了 尿都出来了 他立马往萧明那里跑过去 他跑着跑着 摔倒在地 紧接着 他像狗一样爬了起来 继续跑 很快 刘弹来到了萧明面前 扑通一声 跪在了萧明面前 萧明也懒得看那个胖子的狼狈样了 转而对着王腾飞说道 多谢郑收拾 王腾飞也没有不领情 点头失忆 紧接着 他转身对着舞者们大喊道 各位将士们 你们辛苦了 接下来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回家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 第72章 举世欢呼 众人间隙已经看完 随即开始解散开来 已经有不少人离开了 那些军部的舞者 也被召集回队了 而此时跪在地上的刘道平 和刘弹二人已经站了起来 刘弹已经被吓破胆了 而刘道平一脸凶狠地 看着萧明他们 刘道平扶起刘弹后 便一刻不留地朝着远处飞走了 王腾飞也没搭理他们 看向萧明他们说道 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萧明你的奖赏 我会向上级申请的 到时候 我会通知你 说完 王腾飞猛然一跃 飞向空中 朝着远处飞去 萧明 你很强 我听说你要来南江武道大学 那正好 我们下次来决斗一下怎么样 一直没说话的叶云舟 对着萧明说道 他眼神炽热 萧明微微一笑 回答道 嗯 我们下次在南江武道大学见 说完 叶云舟极为罕见地笑了笑 便转身离去了 一旁的武道大学的同学们 看到都惊呆了 他们还没看见过叶云舟笑过 现在在萧明面前 反而笑了起来 震惊归震惊 他们也跟着叶云舟离开了 一旁的柳希也开口 他们都走了 我们也该走了 萧明今天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说着 柳希的眼神闪过一丝暗淡 但很快恢复过来 继续说道 可惜你不是我的队员 算了 只为我们走 柳希拉上柳之威 转身离开 柳之威离开时 还不舍地回头看了几眼萧明 萧明我们也要走了 这里还有几百号人 要我回去统计呢 吴刚和江涛 也过来和萧明道别 天色不早了 我也该回家了 萧明看着远处的落日 萧明从防线那边走回了城区 便看见了不少在为胜利 而庆祝的居民们 满大街都是在交流着胜利的事 百万凶兽攻城 南江市灭城在即 关键时刻神秘强者出手 一掌消灭大半凶兽 凶兽撤退 南江市全面胜利 萧明看向不远处的商店 商店上面有一个屏幕 上面是南江市的报道 嗯 为了庆祝我是胜利 接下来五天内 本店全场半价 萧明看向一个餐馆 上面有张纸条 紧接着 萧明继续往下一个垫看 他们纷纷贴上了 为庆祝胜利而促销的纸条 甚至还有专门为舞者免费的字样 嘶 这影响也太大了 萧明深吸一口气 那当然 灭城的噩耗居民们 在这几年可是人尽皆知的 他们都害怕他们的城市 会成为下一个被凶兽毁灭的城市 每天提心吊胆地活着 让他们非常憋屈 现在的胜利 点燃了他们心中那股压抑已久的情绪 也在这一刻爆发了 大多数的餐厅店铺 都爆满了人 他们都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呼 萧明没有搭乘出租车 因为现在大街上很少车辆流动了 他想找辆出租车都找不到 当然 这一路走了他 他还是比较开心的 萧明回到熟悉的中安小区 他高兴地走了进去 进到小区 他看到了极为罕见的一幕 只见在小区的草坪上聚满了人 老老少少在愉快地交谈着 他们有的烧口 有的戏耍 极为温馨 要知道 这样的大型聚集 一般只发生在春节等重要的日子里 咦 你们看 那是不是萧明 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力非常好 很快就发现了远处的萧明 他的声音一出 小区里的所有人都看向那里 那就是萧明 他回来了 萧明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大家快来 快点 我要去看看我们的英雄 一时间 所有人疯狂往萧明走过来的方向跑去 而此时 在人群中有一个身影 显得非常异样 他脸色难看 无比愤恨地看着萧明 没错正是李渭 又是萧明 又是萧明 可恶 李渭愤怒地说道 他也是参与过战斗的人 他回来后 小区里的人都是一脸默视李渭 小区的人都自觉地远离李渭 仿佛见到什么奇怪的人一样 而现在 萧明一回来 他们都沸腾了起来 李渭的心里非常极度地看着这一幕 他凭什么不能受到这样的拥挫 李渭握紧拳头 带着愤怒 不甘离开了 与此同时 萧明这边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小萧啊 你吃饭没有 没有的话来我这里 我这里什么都有 萧哥哥 你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萧明兄 好久不见啊 没想到你都如此强大了 改天我请你喝酒 小区的人都非常客气地对着萧明问好 萧明只能一个个地回应 虽然这样有点累 但是萧明还是非常乐意去做的 大家的好意我收下了 经过一天的战斗我也累了 就不打扰各位了 萧明对着热情的人们说道 说完 萧明朝着只见的房子走去 众人也没有继续去打扰萧明 毕竟别人可是战斗了一天了 已经够累了 众人也非常默契地走了回去 继续进行他们的庆祝 萧明看到他们没有追上了 不由地松了口气 其实他是随便找了个借口 趁机离开 没多想 他走上楼去 很快 他回到了他温馨的小屋 今天他确实有点累 但是也不至于一倒在床上就睡着的那种 萧明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今天我经过很多次战斗 冥冥之中有很多的感悟 感觉可以推演起源经的第三层了 萧明仔细分析道 他没有着急地立马进入推演 萧明闭上双眼 仔细感知着着急的气血 我的气血浓度又增加了不少 这次的增加比上次的多 萧明喃喃自语 萧明睁开双眼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他没有骄傲 有的只是自信 他盘腿坐 再次闭上双眼 脑子快速运转 开始推演起来 他这次推演没有用上纸盒笔 因为现在以他的天赋 完全可以在脑海中凭空推演 他现在的脑子运转飞快 用纸盒笔 已经无法跟上他脑子运转的速度了 他将自己战斗中所积累下来的感悟 一点点的推演出来 作为起源经第三层的基石 第73章 寿王 夜深了 银色的月亮点缀着深蓝的夜空 外面那些小区的居民们 也逐渐变得零零星星 他们平时都没有在外面逗留那么晚的 但是今天非常特殊 很多的居民都已经熄灯了 今晚一定能够睡一个好觉 带着今天的喜悦 进入了美好的梦乡 小区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然而有一间屋子 还在灯火通明 如果你在小区楼下仔细看 一定会发现 那是萧明的房子 没错 萧明此时还在推演 他现在正在全身心地 投入到脑子的高速推演中 他想要把自己的感悟 融进起源经的话 就必须将他的感悟 接上起源经的公式上 这一步骤 就已经消耗了萧明大部分的精力了 萧明已经预料到了 第三层的难度会增大 但是没想到会如此地复杂 他超乎萧明相信 在这一层 已经不单单要推演了 而是要考虑到了 自己身体的适应性和变化 将公式计算到位 然后才能把那些感悟 运用到起源经中 萧明的脑海中 把一些公式结合后 不断地模拟 以此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就这样 萧明模拟了上千上万遍 时间过得很快 此时已经是深夜了 虽然如此 但是南疆是一些地方 还是亮起灯光 还在尽情地饮酒作乐 在萧明的房间里 萧明猛然睁开双眼 眼睛中爆射出一道金光 这也太复杂了 这还达不到我预想的三分之一 萧明有点难以置信地说道 他望向窗外 赫然发现 现在已经是深夜 今天就到这吧 我今晚要睡个好觉 萧明深深许久没动的懒腰 紧接着 他走到床边 一倒躺在了床上 没过几分钟 萧明便发出了呼噜声 在某处凶兽领地 此时一个非常靓丽的王座上 只见一个身材壮硕 面容如同一头猛噬的人形凶兽 慵懒地瘫坐在上面 他的旁边还有两个非常漂亮的母凶兽 在一旁侍奉着他 大王 我为您喝口酒 哥哥哥其中一只母凶兽 用非常雌性的话语聊波道 哈哈 好吧 只要是你给的酒我都喝 那个大王 用如同盘子一般大的口说道 紧接着 他猛然把那只母凶兽抱了过来 就要亲上去 而另一只母凶兽看到这一幕 也不甘示弱地说道 大王 你看人家这里还有美味的果子呢 那个大王转头 眼神非常温柔地 看着另一只母凶兽 微笑道 好好 你的我也爱吃 你也过来 说完 他又一把把另一只母凶兽也抱了过来 那个大王左拥右抱 凶兽的场面 非常辣眼睛 就在他即将往另一只母凶兽上侵去时 一道声音把他的雅信给打断了 报告 兽王大人 南疆领地领主求见 一个兽型小兵进来禀报道 而那个兽王 看见自己的雅信被打断 他顿时感到非常愤怒 这个时候 没看见本王正忙着吗 那个兽王站起身来 大声怒吼道 他发怒的样子 像急了吼叫的狮子 威严十足 王者霸气 而那个小兵 立马别吼地吓了一跳 他整个身体都趴在了地上 在瑟瑟发抖 都要吓尿了 兽王怒吼 他旁边的两头母凶兽 同样面带恐惧 被兽王的王者霸气给吓到了 那个兽王怒吼完后 他稍微冷静了一下 仔细想着 紧接着 他恢复以往的神情 对着下面的小兵说道 罢了 让他进来 我倒要看看 他给我带来的是好事 还是坏事 然后兽王坐回王座上 接着左拥右抱起来 继续他的贤情雅兴 那个小兵 亮亮呛呛地退了出去 他被吓得不轻 过了一会儿 一个人形的凶兽 走进了兽王的殿堂 他身上的血红色条纹 非常显眼 没错 他正是金文鹿角豹 兽王在和母凶兽们 轻轻热热 他感知到了 金文鹿角豹的气息 于是停了下来 目光看向了一个屏幕 屏幕上播放的 正是此次舞者们 战斗的录像 哎哟 那个玩好惨哦 眼睁睁地被凶兽咬死了 你们看那个舞者好厉害啊 他已经杀了好多凶兽了 哇哇哇 那些怪兽好可怕呀 妈妈 小区的人们 观看这个录像 心情起起落落的 即为舞者们杀了凶兽高兴 又为舞者的死亡哀叹 恐怕不止中安小区 整个南疆市 甚至整个龙国的人 都在观看这段录像 而此时 萧明本来在睡梦中的 突然被几道欢呼声吵醒 萧明猛然睁开双眼 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 已经九点多了 我睡了那么久吗 看来我是真累了 萧明喃喃自语 他平时都是六七点 天还没亮就起床了 有时候甚至没有睡觉都可以 但是经过了昨天的战斗 加上他的推演 他的身心已经疲惫到不行了 爷 那个舞者好厉害啊 哎呀 我好像爱上了他 一道极其激动的女高音 响彻起来 萧明有点猛逼 舞者 发生了什么 萧明拉开房间的窗帘 打开窗户 看向外面 只见小区的大部分人 都聚集在了公园一处 还挂上了一个电视 电视里面出现了 舞者和凶兽打斗的画面 萧明看着看着 越看越熟悉 这是 我们战斗的地方 萧明突然醒悟起来 这是他昨天战斗的地方 怎么会忘记呢 难道 萧明没多想 里面打开手机 他解锁屏幕 赫然发现 他的通知已经要报了 只见他的通知栏那里 充满了各自新闻 都是关于他们战斗的报道 南疆市成功抵挡住凶兽进攻 人族胜利 神秘强者突然出手 拯救南疆市 神秘强者是谁 少年出现敌人后方 以异敌万 上面的报道五花八门 各自夸张的说法 呈现在萧明眼前 让他眼花缭乱 嗯 少年以异敌万 萧明赫然发现了一个新闻 非常感兴趣 这怎么有点熟悉 萧明心里想着 萧明随即点开了 紧接着 一段短视频赫然出现在萧明眼前 萧明点击播放 只见萧明的身影出现在视频里 那时萧明暗自偷袭到了 大宗师级别凶兽统领 这都被拍了下来了 萧明有点不可思议 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连人类防线里的舞者们 也没有发现萧明的存在 这都被拍了下来 这是什么高科技 萧明继续看下去 只见里面的萧明 一下子跳转到了他暴露的画面 只见萧明被几十万的凶兽追杀的画面 赫然呈现出来 紧接着 萧明最先被大宗师的凶兽统领追杀 然后萧明反杀了几只 然后萧明倒得昏了过去 到这里 整个视频完毕了 这样看萧明是生死未知的 让人很想知道萧明的生死情况 那是 萧明拖动视频的进度条 重新观看起 他战斗的画面 他突然发现 自己不断复盘自己的战斗场景 可以增加自己 对于创造功法的感悟 第75章 各方反应 萧明拉动这视频的进度条 萧观看了一遍又一遍 原来可以这样 萧明喃喃自语 他观看了很多遍之后 再也感悟不出来了 他便放弃了 就在这时 刚才那道女高音再次想起 啊 那是 那是 那是萧哥哥 他居然以一笛万 哎呀 萧哥哥我爱你 小区的其他人也在观看着 他们也都兴奋了起来 小 小萧 真的是小萧吗 天佑小萧啊 一个老子拄着拐杖 眼神不好 他走上电视机前去观看 激动地说道 旁边几个年轻人 立马上前扶着他 他们此时也非常激动与自豪 那位老者是知道萧明的 萧明以前天天五六点准时起来锻炼 那时候 也天天路过小区的公园 看到正在努力锻炼的萧明 那位老者 每次都会向萧明问好 他知道萧明的天赋非常差 他也心痛看见 这样努力的萧明 如今 看到了变得如此强大的萧明他 怎么能不激动呢 顿时 所有人对萧明的崇敬 再次上升了一个高度 他们虽然不动什么舞者的修炼 但是舞者的级别 他们还是稍微了解的 萧明此时不知道下面的欢呼是为了什么 他现在正在继续推演 外面的事情 他现在全然不知 就算再大的声音 他也不在意 刚刚复盘自己的战斗画面 让他的感悟变得更深 他索性快刀斩乱麻 先把自己的感悟加入到推演当中 避免自己会因为其他不一样的感悟 而造成冲突 萧明此时正在进行与昨晚一样的工作 而在龙国的各个地方 都在讨论着这场大战 龙国的东面 临近海域 有一所知名舞蹈大学 传来一道声音 有意思 南疆市除了叶云洲 还有这样一号人物 在龙国中心 那里同样坐落着一所大学 只不过这所大学看起来 比其他的舞蹈大学 更加金碧辉煌 哈哈 给我去查查他是谁 我已经渴望和他一战了 龙国的西面 一个满是佛像的寺庙里 有许多和尚在练功 许久没有出去 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了吗 还有很多很多的天才 都在观看肖民战斗的视频 他们眼神炽热 渴望与这个横空出世的天才战斗 来证明自己 然而 也有很多强者 在观看锦出手的视频 他们都在猜想着 各个强者到底是谁 有的高层 甚至亲自打电话到 王腾飞的办公室 而王腾飞 都是以他本人不想被打扰 但是人类有难 他一定会出手 唯由拒绝暴露锦的信息 王腾飞答应郭锦 不会暴露他 所以 王腾飞也没有办法 王腾飞也不知道 在推演的肖民也睁开了双眼 呼 这第三层果然复杂 总是推演到三分之一了 肖民吐出一口浊气 喃喃自语 肖民没有继续推演下去 他也不急 这种是要慢慢来的 要知道 他可是在创造前所未见的功法呀 稍微出点差错 就前功尽弃了 今天干什么呢 肖民仔细想着 话说我什么时候 才能进入南疆舞蹈大学啊 肖民顿时想了起来 自己还有这么一回事 他记得王腾飞说过 要等通知 但是到了现在 都还没有消息 可能是被这个战争延误了吧 肖民安慰自己 肖民没多想 反正推荐信还在自己手上呢 难道还能跑了吗 先去找前辈吧 上次在战场上 还没有感谢他呢 肖民喃喃自语 话音刚落 肖民便夺门而出 肖民走下楼 赫然发现 一堆小区里的居民 正在等待着他 他有点猛逼 他明明是看到了 下面没人才出门的 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小肖啊 你要出门啊 注意最近天凉了 注意身体啊 肖兄 要不要跟我出去喝一杯 我请客 肖哥哥 你有空吗 跟我一起去玩吧 众人见肖民出来 立马拥了上去 对肖民嘘寒问暖 然而肖民哪有这个空闲啊 随即说道 各位 我还有重要的事 去做 下次吧 下次 肖民委婉地拒绝了他们 众人也很识趣 知道肖民是那种大忙人 他们立即给肖民 让出一条道路 肖民迈开脚步走了出去 顺便和他们道了个别 肖民从小区出来 不由地松了口气 现在他已经在他的小区里出名了 以后有他瘦的了 他一出来 就发现一辆出租车在路边 好像是专门为了等肖民的 肖民也没多想 随即走了上去 打开车门坐上去 然而 他看向那个司机 赫然发现 那个司机 就是经常接送自己的司机 小伙子 你就是电视上那个人吧 没想到我每天接送的客人里 有这样一位强大的舞者啊 那个司机见到肖民 他立马感慨到 他天天送客 当然知道肖民是舞者 所以他一般 对肖民比较尊重 但是他没想到 自己每天送的是 这样强大的舞者 这是他的荣幸啊 师傅 那只是运气 没有电视上那么夸张 肖民谦虚地说道 那个司机听后 微微一笑 然后便不说话了 司机他不傻 那个舞蹈联盟发出来的视频 能够有假的 能够把视频弄得那么夸张 那是违法的好吗 肖民也没有多在意这个 这个热度用不了多久 就会退下去了 只是他们南疆市 影响大了一点 出租车发动 开往肉类市场 肖民坐在车上 他也没有闲着 趁这个空闲时间 他开始修炼精神力 很快 出租车便开到了肉类市场 肖民于往常一样 和司机道别后 下车走向肉类市场 他的目标很明确 走去景的肉店 肖民来到肉类市场 今天的肉类市场很热闹 大家都在购买着战场上 刚流通下来的新鲜凶兽肉 肖民从远处 就看见了景的肉店 只见景今天没有像以前一样 空闲地躺在椅子上 呼呼大睡 今天他忙得根本不可开交 第76章 赠送 肖民看到这一幕 不禁有点好笑 拯救南疆市的神秘强者 居然在肉类市场里卖肉 你敢信 而且这个画面一点也不为何 好像景就是天生的屠夫一样 只见他 拿出一大片凶兽血肉 然后把他们剁剁剁成一小块 快速把他们装好 卖给各个顾客 一眼望去 整个过程形如流水 非常顺畅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他的每一刀控制力度恰到好处 非常精妙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 这么精湛的刀法的 而肖民看到后 他看到的 却是不一样的画面 这是接近画镜的刀法境界 肖民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是入微级刀法 当然能够看出 景刀法的强大 他无形之中 在刀法的意境上 感到一股令他窒息的力量 完全压制住了肖民的刀法意境 盖住了他的锋芒 肖民仔细观察着 惊讶地发现 仅在用刀石有点微小到感觉不到的提升 这 居然能够提升刀法意境 肖民有点难以置信 他一直以为 是需要不断的战斗才能提升 没想到这种方法也可以 肖民在一直观察着 他的刀法意境也在不断提升 肖民的天赋极高 不用别人教导 凭借自己的观察 就能够看出 景刀法的本质 以此提升自己 肖民越看越入迷 顿时他的刀法 意境在不断的提升 紧接着 肖民身上赫然出现的 无形的锋芒 肖民还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人路过 突然被割伤了一个口子 WOC 这么回事 是哪里来的东西 割伤了我的手 啊 我的脸怎么流血了 嘶 我的脚 路过肖民的人都 发现了自己不同地方的割伤 虽然没有很深 但是他们都心有余悸 不知道哪里割的 普通人是无法感知到 肖民身上一出的锋芒的 所以他们 都是非常猛逼 无缘无故就受伤了 肖民顿时被这几道声音叫醒 他这时赫然发现 自己刚才太入迷了 没有把自己的锋芒收敛 导致误伤了周围路过的人们 而在切肉的锦 早已发现肖民了 他看向肖民的方向 顿时感到惊讶 不过很快就释怀了 好像是什么正常识一样 这小子的天赋 还是那么变态 锦靠肉眼 就能领悟到 我的刀法意境 看样子 他的刀法意境 已经快赶上我了 锦看向肖民发呆 哎 老板你在发什么呆啊 我还赶时间呢 一个顾客 看见锦在发呆 抱怨道 锦回过神来 刚才自己的失误 而向刚才的人们道歉 那些人听到肖民的道歉 也是一脸猛逼 但是他们也是 没有多计较 转身离开了 肖民看见他们 没有责怪自己 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随即面带微笑 握紧拳头 我的刀法 意境提升了不少 离话近即不远了 肖民非常自信地 喃喃自语 然后肖民看向肉店 只见锦的店里 已经没有多少顾客了 而锦的凶兽肉 也卖得差不多了 肖民走了上去 满脸笑意 锦看见肖民走了过来 他双手插腰 你小子来了 也不知道来帮一下忙 老子都快忙死了 锦一脸打去道 肖民一听 挠挠头 微笑道 嘿嘿 我这不就来了吗 你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小子的天赋 真够变态的 锦听到肖民的话 顿时想翻翻白眼 肖民也知道 锦指的是什么 他尴尬地笑着 侥幸 侥幸 和前辈比 还是差远了 肖民拍马屁 呵呵 你小子现在 可是出名了呀 至于那么狗吗 锦继续打去道 我那算什么出名啊 我就是莫名其妙地 被那些凶兽追 我只是想逃跑而已 肖民无奈地说道 锦有点好笑地 看了肖民一眼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今天怎么来的怎么早 平时不都是下午来的吗 锦好奇地问道 肖民也没什么好隐藏的 经过昨天的战斗 我们武馆给我们每个人 放了一天假 所以我就第一时间来找前辈 算你小子聪明 知道第一时间来找我 锦开玩笑道 收拾收拾一下 跟我来吧 他继续说道 锦接着 肖民和锦收拾了一下摊位 然后便朝着仓库的方向走去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上一次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 还是和上次一样 都是一些让肖民 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 特别是那件金色的地龙甲 非常耀眼 锦也看见了肖民 对这件套装的渴望 他嘴角上扬 看得出来 你很喜欢那件套装啊 那这就作为你第一时间 来我这里的奖励 送你了 锦用极其平淡的语气说道 仿佛一点也不心疼 肖民一听 他有点难以置信 他捏了捏自己的脸 一再确认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这 这 肖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锦看到 肖民这个吱吱吱吱样子 不禁有点好笑 我 没听错吧 肖民终于说出话来了 你小子那么磨叽干嘛 要不要 不要拉倒 锦假装不耐烦地说道 呜呜 起飞 肖民高兴地跳了起来 然后他便冲了过去 迫不及待地 把那件套装拿在手上 眼神发亮地打量着 其实 这也是 作为你帮助我修炼 增幅功法的报酬了 你教得很好 困扰我多年的瓶颈也打破了 锦抬起手 握紧拳头 眼神充满自信地说道 肖民虽然现在全部的目光 都放在了那件套装上 但是他还是能够听到锦说的话 打破瓶颈 突破了 肖民心里想着 他随即感知一下 顿时他猛然感觉到 锦周深的气场强大了很多 这股气场 已经超过了王腾飞的气场 四 肖民倒吸一口冷气 虽然震惊 但是他的注意力 还是在这件套装上 肖民在套装上摸来摸去 仔细感受着 他明显感觉 这件套装 对比江涛那件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是肉眼可见的强大 这不单在防御上 在其他方面的功能 也更加强大 第77章 南宫世家 仅看着肖民爱不释手地 拿着那件套装 摇头苦笑 这件套装 是我摆脱龙国顶尖的锻造师 帮忙锻造的 防御力不用说了 其他S系列套装的 大部分功能他都有 这件套装理论上 已经超过了S系列了 锦对着肖民解释道 肖民也在仔细听着 然而听到了大部分功能时 他眼神一亮 这件套装 我也没用过几次 不过我觉得他不适合我 所以就闲着在这里了 我已经解除了他的控制 你只需要滴一滴你的血液 就可以和他绑定了 锦继续说道 肖民一听 他立马咬破手指 挤了一滴血液 滴在了地龙甲上 就在血液和地龙甲接触的同时 地龙甲上赫然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过来一会儿便暗淡了下去 好像是在认可肖民一样 肖民想着 他既然拥有大部分 S系列套装的功能 那江涛那件套装的自动吸附 会不会有呢 没多想 肖民触摸地龙甲 脑子里冒出了那个想法 这时 地龙甲快速一动 吸附到了肖民身上 直接穿到了肖民身上 有一样的功能 而是他的这个功能 显然比江涛那个强大 一旁的景看到这一幕 他也有点惊讶 肖民怎么会这个功能 难道他穿过S系列套装 肖民不知道景的想法 他现在的注意力在套装上 太强大了 我的气血几乎不易散 我的气血和精神力都被加强了 而且 这件套装 还可以随意变换自己喜欢的形态 这也太酷了 肖民满脸激动地说道 肖民把地龙甲穿在身上 才能感受到他的强大 他穿上这件套装 他敢肯定自己 已经能够对战一些 比较强大的大宗师了 肖民穿在身上 如同一个身穿机甲的武士 看起来非常帅气威武 嗨嗨 肖民被一道咳嗽声拉了回来 肖民看向景 他发现自己沉迷于这件套装 已经忘记了景的存在了 他赶紧脱下套装 好了 我们今天好像是 九想通辈拳的最后一层了 景平淡地说道 肖民这时也想到了 好像真是到了最后一层了 怎么快就要结束了 等这一层修炼完后 我也该走了 景平静地说着 眼神略微有点晃动 肖民一听 看向景 景接着又低下头 有点感伤 其实我的全名叫南宫景 是来自京城南宫世家的 南宫景一脸歉意地说道 肖民听到 双眼瞪大 好像听到了非常难以置信的东西 他当时也怀疑过南宫景的身份 他就说 这种强者一般都是身份 景顿了顿 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副歌V我五时 肖民心里默念 要知道 南宫世家的财产 那是出了名的富可敌国 就拿大家都用得到的五个宝来说 就是他们家开发的 你说付不付啊 南宫景感受到肖民炽热的眼神 立刻给肖民浇了一盆冷水 你可别看我呀 我可没钱 没看见我的钱 还是靠卖肉来的吗 肖民也是懂得适度的 毕竟别人送了自己地龙甲 再死皮赖脸的贴上去 小心别人脸一黑 把地龙甲给收了回去 到时候 肖民哭都没眼泪了 好了 我们开始吧 听到这句话 肖民也没有犹豫 开始讲解起来 最后一层的理解 是有点难度的 但是肖民 还是耐心地讲了下去 时间过得很快 仿佛都在催促着他们 肖民讲完 只见南宫景和以前一样 紧闭双眼 在细细感悟着 过了很久 紧睁开双眼 一道金光赫然发出来 肖民顿时感觉到 一股强大到毛骨悚然的力量 一闪而过 他感觉南宫景又强大了不少 呼 我的力量又增幅了一圈 不愧是增幅功法果然深奥 要不是你 我恐怕这辈子都领悟不了 现在没想到 用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全部修炼完了 紧仔细感受着自己的力量 然后感激地对着肖民说道 肖民没有羡慕 反正他很快就可以拥有 这样强大的力量了 他不急 他有的是时间 他还需要积累 恭喜南宫前辈 实力又精湛了 肖民客套道 我这次外出呢 是因为我一直卡在了阵降级别 于是我想出了游历 看看能不能找出自己突破的方法 于是我就遇到你了 既然我突破了 也就不久留了 下次你来京城的时候 记得找我 我待你熟悉 我们龙国没有被凶兽破坏的京城 是多么的壮观 南宫景一脸自豪地说道 肖民认真地听南宫景说 他一边听一边点头 下次有什么事 我给你的那个电话号码一直有效 打给我就是了 南宫景好像一个老父亲的样子说道 多谢前辈 肖民原本还想和南宫景唠叨几句话 没想到手机响了起来 肖民打开 只见是吴刚打来的 南宫景看到之后 心领神会 行了 你小子走吧 记得我说的话 你应该还有事 我就不送了 以后就不用来了 肖民也不矫情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反正也不是永远都不见 以后见面的机会多了事 没必要搞得那么伤感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肖民走出南宫景的仓库 看向正在震动的电话 接通 而过去 喂 吴教官 有什么事吗 肖民正常地回应道 你小子现在马上前往五道联盟 管主找你 电话那边传来了吴刚的声音 管主找我什么事啊 肖民好奇地问道 你小子怎么每次都磨磨叽叽的 还能有什么事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我哪知道啊 吴刚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哦 那好 我这就去 肖民也没多问什么了 然后挂了电话 管主找自己会是什么事呢 肖民一边想着 一边走到路边等车 第78章 奖励 肖民坐在出租车上 他没有多想什么 吴刚说的对 去了不就知道了 不必纠结于是什么 只见肖民和平常一样 闭上双眼 修炼精神力 而现在搭载肖民的司机 已经换了个 不是原先那个了 可能是在这个时间段内 他很忙吧 毕竟肖民平时都是在中午 或者下午出来了 经常能够遇到 但是这个司机 显然也是认识肖民的 他满脸激动 我终于遇到了我的偶像了 他非常激动 肉类市场 离武道联盟不远 几公里就到了 肖民走下车 他司机还不忘和肖民合影留念 肖民抽了抽嘴角 现在的人还真把他当明星了 他可是一位舞者啊 肖民的实力强 加上他长得帅 非常吸引人 当然 别人是如果想的肖民 这是不知道的 他走下车 非常熟练地来到武道联盟的大门 随即踏了进去 当肖民进来时 那些原本在忙的工作人员 立马方向手中的工作 纷纷跑上前来 抢着为肖民带路 然而 只见肖民回答了三个字 我拒绝 他来过那么多次的武道联盟了 他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这里 他能够自己去到镇首使的办公室 何必麻烦工作人员呢 那些工作人员听后 顿时感到心灰意冷 都回到了各自的赶为工作 随即肖民便迈开脚步 走去镇首使办公室 没过多久 肖民来到了那个熟悉的办公室打门 肖民和以前一样 礼貌性地敲敲门 王腾飞的声音传来 进来 肖民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进来之后 便看到了很多人坐在两边 肖民还看到几道熟悉的身影 肖弟弟 你来了 柳之威一看见肖民 立马笑了起来 除了柳之威 还有柳系等一众人 而王腾飞赫然坐在上面 手中拿着什么再仔细看 肖民看向那些人 他有的认识 是在战场上见过的 有的不认识 看到肖民进来后 那些没见过肖民的人 也在打量着肖民 肖弟弟 那些都是我们南疆市 武道联盟各位强者哦 有巡察室 监察室 柳之威向肖民解释道 好了 我们先坐下吧 柳系在一旁说道 然后他们就随便 找了个位置坐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 两边的座位都坐满了人 看了人已经到齐了 王腾飞这时 也看见人齐了 他放下手中的纸张 正经危坐 扫视着全场 好 既然人已经齐了 那我们开始吧 王腾飞发出威严的声音 紧接着 只见柳系站了起来 镇守使 这次我们圆满完成了 剿灭邪教的任务 歼灭邪教分子两万名 邪教黑袍人五十名 邪教头目一名 我方伤亡七千人 柳系说完 就坐了下来 肖民明白 柳系是负责这次 剿灭邪教任务的 现在是汇报时间 没完 又有一个人站了起来 镇守使 由于这次的凶兽比较强大 我方伤亡惨重 共计三点一万人 消灭凶兽十点八万 那人说完也坐了下来 接下来 还有其他的人站起来 汇报了不一样的任务 很快 他们的任务都汇报完毕 王腾飞也了解到了基本情况 这是他们必须汇报的环节 以此作为自己任务的奖励 然后王腾飞就根据具体的情况 开始宣布奖励 柳系监察使 带来队伍剿灭邪教计为 A级奖励 奖励联盟B15亿 龙虎单一枚 醒神水五瓶 王腾飞的声音非常洪亮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听到柳系的奖励全场哗然 萧明这时也是非常惊讶 15亿就不说了 这是分给每一个参与任务的舞者的 龙虎单萧明是知道的 他能够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 发挥出比自己实力高出两倍的实力 非常稀有 而醒神水就广为人知了 他能够加快精神力的修炼 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就是贵 这奖励也太丰厚了 萧明眼睛都看馋了 紧接着 王腾飞继续宣布着在场所有人的奖励 就这样 办公室里一直回荡着王腾飞的声音 直到王腾飞停了下来 好了 大家的奖励都已经宣布完毕 接下来 我公布一个特殊奖励 王腾飞说完 目光看向萧明 萧明听到特殊奖励 立马提前了精神 本来他听那些都快要睡着了 现在终于到了重头戏了 特殊奖励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知道 那是给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奖励 难道是我们之中 有人做出了什么特殊贡献 顿时场面一片哗然 众人纷纷讨论起来 同时也好奇 那个人是谁 萧弟弟 那是你的奖励了 柳直威悄悄说道 柳西也看向萧明点头示意 萧明也知道 那是自己的 他现在非常期待 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 我们本次的战斗中 有一位不是我们武道联盟的成员 但是他却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首先他参与剿灭邪教任务 其中情报是他提供了 然后他也发现了凶兽的轨迹 并成功破坏 接着他又在战场上 做出了更大的功劳 王腾飞说话的语气不紧不慢 但是每一个字都震惊众人 那些没有上战场的舞者 不敢相信的 听着王腾飞讲的 而那些上过战场认识萧明的 他们都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这真的是一个人做的事吗 听镇首使这样说 应该是的 太夸张了 嘿嘿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他就是那个 最近非常火爆的那位少年 很多人都被萧明的所作所为 震惊到了 当然 其中还有很多细节 王腾飞是没有说的 不然肯定让在场的 让都震惊起来 比如 萧明在那个通道中 以一己之力 抵挡住了数以万计的凶兽的进攻 并且反杀了大宗室级别的凶兽 还有在战场上等等 这些细节都没有说出来 顿时 那些人都想要知道 这个人是谁 还有他的奖励会是怎么样的 萧明这时同样在期待着 第79章 封厚奖励 这时 很多人也注意到了萧明这个新面孔 看到这个帅小伙 他们有同样的想法 难道是他 虽然他们猜测着 但是他们 还是想听到王腾飞亲口说出来 他们才肯相信 安静 听到这个命令 这时在场的人没有在讨论 王腾飞见场面安静了下来 顿了顿 继续说道 他虽然不是我们五道联盟的成员 但是他在我们南疆市有难的时候 挺身而出 为我是免于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向上级申请 与他们的一致决定 奖励他洗水单一枚 无极之境地龙兽龙血一瓶 明刀龙牙 奖励一出 所有人都惊讶了 随即便是哗然一片 我 我 WOC 洗水单 龙血 龙牙刀 这些可都是超过十亿以上的物品啊 就连洗水单一枚 都要十二亿联盟币啊 这 这个奖励 是不是太过丰厚了 他做的这些 也不配这些奖励吧 是啊是啊 我不是眼红了 我是觉得 这样不公平啊 场面的议论声不停 大多数都决定 这个奖励不公平 他们羡慕极度 显露无虞 肖明听到这些奖励 他人都傻了 整个呆住了 一度感觉眼前的一切都是 不真切的 洗水单 肖明在五个堡上看过 是可以清除身体杂志 改善身体资质 提高能量因子的吸收能力 也就是可以提高舞者的天赋 但是这个一个人 一生只能用一次 再多用就无效了 地龙兽 蓝宫瑾和他说过 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凶兽 一般而言 凶兽的浑身都是宝 我们可以利用凶兽身上的材料 开发出有利于我们的东西 这地龙兽的血液 是非常珍贵的宝物 其功效肖明还不知道 而明刀龙牙 肖明也是一脸猛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战刀 但是听名字和别人的反应 这应该是非常厉害的一柄战兵 肖明刚刚得到了地龙甲 现在又得到了一柄强大的战刀 肖明不禁感叹 真是还没瞌睡 就有人送上了枕头 肖弟弟 你的奖励也太丰富了 不过我觉得 你绝对配得上这样的奖励 柳之威也惊叹道 旁边的柳西这时也开口 肖明 你这个奖励 别说别人了 就连我都眼红了 恭喜你了 肖明听到他们俩认可 他微笑道 谢谢你们 肖明 上来吧 肖明这时被一道威严的声音叫唤 肖明立马将目光 朝着王腾飞那个方向 而王腾飞的目光 也在看向这边 他随即站了起来 向前走去 是他 那个网上火爆的那个 一亿敌万的少年 是他没错了 一亿敌万 就连我这个大宗师 也不敢这么做啊 况且 那些凶兽 大多数都是五十级的 他是怎么做到的 哼 他凭什么 不就是一亿敌万吗 看见肖明的模样 那些人又开始了讨论 有的在质疑 有的在惊叹 震熟使 肖明这时也走到了王腾飞身前 他恭敬地说道 嗯 你这次的表现非常不错 我很满意 希望你继续保持 王腾飞威严的脸色露出了笑容 看起来非常和蔼 肖明看到王腾飞的笑容 也有的震惊了 要是王腾飞经常这样笑 也不至于大家都害怕王腾飞了 肖明也微笑道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会一直保持下去的 谢震首使 王腾飞拿出一个非常精密的密码箱 然后递给肖明 紧接着 肖明的脑海里赫然穿一道空灵的声音 肖明这就是你的奖励 为了保密 我用精神力和你交流吧 这是我五道联盟特制的密码箱 必须要特定的密码才能解开 我把这个密码箱的密码告知你 你要记住 王腾飞随即把密码告诉了肖明 肖明听完也点点头表现记住了 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毕竟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宝物 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肖明 你有有意愿加入我五道联盟吗 王腾飞把东西给肖明后 继续说道 肖明听到后 愣了一下 他也想过加入五道联盟 但是这样就等于给自己加了一道束缚 肖明更向往自由 不想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挡在前面 以他的天赋迟早会走得更远 他可不想被永远关在这里 到时候自己就不由自己说了算了 肖明没多想 眼神非常坚定 回答道 镇守使 很抱歉 我暂时没有这个意愿 王腾飞看着眼神坚定的肖明 他点点头 表示理解 也不会抢求肖明 嗯 我将你的潜力上报了 才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奖励 五道联盟非常看重你的潜力和天赋 给如此丰厚的奖励 也是对你的投资了 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们 王腾飞看着肖明正色道 肖明也听出了王腾飞的意思 眼神不变 回答道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而肖明和王腾飞的对话是公开的 在场的人当然能够听得到 这小子真是不识抬决 邀请他加入我们五道联盟 是他的荣幸 他居然拒绝 是啊 他对我们五道联盟有什么偏见吗 就是 那个奖励 就不应该给个外人 场面上的怨气非常大 他们都对肖明的拒绝加入五道联盟 表示不满 你们吵什么吵啊 加不加入是别人权力 你们管得着吗 柳芝威听到这些诋毁肖明的话 他瞬间气不过 大声对道 柳西听到他们难听的话 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然而那些人仿佛没有听到一样 还在继续说着 柳芝威看见这一幕更气了 想要上去理论 但是被柳芝拦住了 而那些见识过肖明的舞者们 他们也没说什么 而是静静地看着 他们双方都不愿意得罪 那些人越吵越大声 他们想要以此宣泄自己的不满 而肖明和王腾飞 也听到了他们的吵闹声 就在这时 一个人猛然站立起来 大声对着上面的王腾飞和肖明说道 镇守使 我不服 只见那人看起来三十左右的年龄 长相为大众脸 放在人群里就找不到的那种 但是他此时的脸非常阴沉 第八十章 对战神勇 那人站立起来 面色朝红 眼神阴沉 而他旁边的人拉着他的衣服 小声地说道 神勇 赶快坐下来 别说了 然而 那个叫神勇的 更不没有搭理自己的同伴 继续说道 我不服 是 在这次战斗中 我承认他的贡献非常大 但是他一个外人 也不至于得到如此贵重的奖励 镇守使请告诉我 为什么 他的质疑声 顿时受到了广大舞者们的反响 非常支持他的说法 肖明也站在原地 仔细听着对方的讲话 王腾飞见到这样一幕 好像早有预料一样 他的眼神毫无波澜 平淡无奇 他也没有想要 这怪神勇无理的意思 这是上集一致做出的决定 我们是看中了肖明的前置 所以这个算是武道联盟 对他的投资 也就是说 到时候他是要还的 用什么还 战场上多杀凶兽 王腾飞的声音 越说越大 肖明面对这些质疑与恶意 他早就习惯了 毕竟一个强者 总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猜忌和恶意的 神勇听到看中肖明的潜力 他脸都变黑了 指着肖明继续说道 镇守使 我还是不服 我不服他的天赋 照这么说 我的天赋也不错 为什么我得到的 和他简直是天差地别 那些人纷纷为神勇鼓掌 王腾飞顿了顿 看了一眼肖明 叹了口气 说道 那你想怎么样 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不能改变了 神勇一听 他阴沉的脸消散了不少 他嘴角上扬 开口说道 我想和他决斗 如果他输了 就把他的奖励给我 他的真实目的 终于显露出来了 王腾飞怎么能不知道呢 但是这是他们的事 他也只是个见证人 那你得问他同不同意 王腾飞目光看向肖明说道 而神勇也看向肖明 挑衅地看着肖明 不把肖明放在眼里 怎么 你这个大功臣 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我可是听说 你能够以宗师的实力 战胜大宗师呢 神勇一脸嘲讽地说道 肖明面色不变 开口说道 那你输了呢 肖明哪是会吃亏的主 立刻问道 神勇胸有成竹地说道 如果我输了 就主动退出五道联盟 勇是不得再入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震惊了起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神勇 要知道 既然五道联盟容易 但是想退出就难了 五道联盟为了不让自己的秘密泄露出去 与想要退出的舞者 签订保密协议 但凡你和其他势力 有一点点的接触 就算泄密处理 所以就变成了哪个组织 联徒和肖明当作赌注 这玩得也太大了吧 肖明也对五道联盟那些制度有些了解 也觉得这个能够当作赌注 就在肖明要开口时 柳之威大喊了一声 肖明 不要答应他 他可是五节大宗师 柳之威的声音穿来 肖明看向他 微微一笑 于是说道 之威姐 相信我 然后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眼神 柳之威看见肖明一已决 他选择相信肖明 但是 他还是一脸担心 神勇看见柳之威出来捣乱 他顿时感到担心 他担心柳之威说服肖明 不要答应自己的挑战 到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了 不过看到肖明说的话 他的担心 瞬间烟消云散 肖明的目光转向神勇 平淡地说道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听到肖明答应了 他露出了阴险的微笑 一脸得逞 心里想着 鱼儿终于上钩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你们说他们 谁厉害点 那肯定是神勇啊 他现在都五节大宗师了 实力才是一切 不过我听说 但是他能够杀大宗师了 还是不好说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肖明杀的那些大宗师凶兽 都是比较低级的大宗师 但是 那可是神勇啊 你不也打不过他吗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场面非常热闹 王腾飞看到这一幕 他皱了皱眉头 大声吼道 安静 在场的所有人 听到王腾飞的声音 他们立马安静了下来 一点声音也不敢出了 王腾飞看见场面安静了 继续说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作为你们的见证人 这场战斗成立 紧接着 所有人都往武道联盟专门的战斗场地走去 兄弟发生了什么事啊 好久没看见过这样的场面了 一个刚刚加入进来的舞者 好奇地问道 兄弟 你刚来的呀 我来和你说吧 那个人认识吧 我就不说了 另一个人你看一下 是不是有的眼熟 听到这话 他立马看了过去 那帅小伙 是那个视频上的吗 对就是他 他们干嘛了 他们啊 要打起来了 WOC 这么精彩 我可不能错过了 我闲得无聊来这里看看 没想到能够遇到这样 精彩的一幕 在战斗场上 不止这两个人在讨论着 其他的舞者 也在相互讨论 萧民和神勇 这时也走到了战斗场上 这里和武馆的战斗场地 不能说完全一样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萧民和神勇 就这样相互对立着 他们都各自准备好了 穿着套装 手持战刀 萧民看到此情此景 感到有点熟悉 他想到了那个徐芳 当时也是这样的 但是结果总归是好的 萧民没有穿着地龙甲 而是穿着以前那一件套装 对付这样的货色 用地龙甲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这时 熟悉的电子音响起 叮咚 请双方舞者做好准备 叮 检测双方到达指定位置 叮 请双方确认生死协议 听到这里 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了确定 这原本就答应好了的 要来一战的 这没必要犹豫的 确认完毕后 双方随即进入战斗状态 而此时的王腾飞 正在不远处观察着这一切 在场的所有人 顿时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他们也不敢乱讲话 安静地看着眼前 即将开始的战斗 柳之威和柳希 也在观众习观看着 柳希没有那么担心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反观柳之威 那是非常紧张 一脸担心地看着场上的萧明 第81章 龙虎丹 在战斗场上 神勇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歪着嘴巴笑着 眼神鄙视地看着萧明 好像在说 和这个废物战斗 轻轻松松的事 萧明看到神勇的样子 他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有点好笑 这是什么歪嘴战神 他也是没有小看神勇的 这个大宗师不简单 不像那些凶兽一样 都是一些比较弱小的大宗师 反观萧明 是一脸谨慎地看着对方 只见神勇伸出一个手掌 摆着萧明面前 我五招内 你必败 神勇非常狂妄地说道 萧明听到这狂妄的言语 他的内心毫无波澜 这就是个 B 哈哈 我沈兄如此大度的嘛 居然还要五招 我开啊 三招够了 什么三招 我看一招就够了 这是不是有点瞧不起人了 起码要尊重对手啊 确实有点过了 下面听到神勇的话 立马激起了一阵哗然 上次这样说的人 现在坟头都长草了 萧明回怼道 神勇听到 脸色顿时变得阴沉 显然有些愤怒了 哼 那就看看 你究竟能不能躲过我五招吧 说完 神勇猛然冲了过来 那战刀举过头顶 做好了预砍的姿势 萧明站在原地 没有一丝的慌张 反而有点兴奋 给我死 神勇已经临近萧明 朝着他砍了过去 萧明看着眼前过来的攻击 他不紧不慢地移动了下脚步 躲开了 神勇看见萧明躲开 继续朝着萧明的方向砍去 又躲开了 神勇不服气 接着攻击萧明 每一刀都极为强大 好像想要把萧明置于死地 萧明也感受到了 这股力量的强大 他眼神顿时变得凌厉 既然对方想要杀了他 那他也不能手下留情了 就这样 神勇一直攻击萧明 而萧明一直在躲避着 而此时正在观战的王腾飞 他看到正在躲避的萧明 他眼前顿时一闪 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一样 这小子 入危急的身法 你个耸祸 有本事别躲呀 和我正面打一场 神勇火气非常大 大声吼道 萧明哪里会听他的 他就不 就不 就是玩 气死你 神勇别说碰到萧明了 他连萧明的护体钢器都碰不到 这时 萧明躲开了他的一道攻击后 他气息猛然一变 萧明握紧战刀 朝着对付的腰部砍去 叮 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神勇反应很快 立马用战刀抵挡住 紧接着 他气血猛然沸腾 手中的战刀快速移动 朝着萧明砍去 萧明凭借自己的天赋 推演出敌人的气血轨道 他立马反应过来 用战刀抵挡住 叮 又是一道清脆的响声 萧明奋力抵挡着 刚才太快了 他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要转换脚步 就被对付砍上来了 他被神勇的力道砍到手麻 对方的实力有点东西 萧明抵挡完 立马转换脚步 换位置 抽出身来 哼 反应挺快啊 宗师级就又这个反应 我承认 你的天赋很强大 但是也仅是如此了 神勇说道 哎呀 这已经是第几招了啊 我叔叔啊 第九招了啊 你没在第五招内打败我呢 看了你真是个小丑 萧明一脸细血地说道 场下的人们 也开始对神勇的狂妄 感到嗤之以鼻 神勇听后 他满脸通红 呼吸急促 非常愤怒 你闭嘴 他愤怒地呵斥道 哈哈 看来小丑急了 你先别急 萧明用非常嘲讽的语气说道 神勇顿时怒火冲天 拳头握紧 眼神非常可怕 哎呀 你找死 神勇怒吼 他本来就是个暴脾气 他就是个火药筒 一点就着 紧接着 神勇浑身气血喷涌 他的战刀凝聚气血 给我死 青龙斩 一个大刀芒飞出 速度非常快 为了也极其强大 萧明凭借身法 根本来不及躲开 既然躲不开 那就迎接他 萧明同样凝聚气血 速度非常快 所有操作一气呵成 紧紧一呼吸就完成了 他同样展出一道刀芒 轰隆 巨响传遍战斗场 所有人都看不清场上发生的事 除了王滕飞 王滕飞此时一脸震惊地看着场上 这小子还有入危级的刀法 藏得够深的 而且他的入危级刀法就快要突破了 王滕飞瞪大眼睛 观察着场上的一切 王滕飞原本还有些疑惑 为什么萧明能够以一敌万 现在看来他是有这样的实力的 以他这个实力 击杀大宗世纪的凶兽 显然是可以的 这时场面已经恢复清晰 萧明和神勇的身影也显现了出来 两人都没什么大碍 但是神勇的脸色非常凝重 他面前的护体钢器赫然破裂 化作虚无 反观萧明的没什么异样 什么情况啊 他们的攻击都抵消了吗 萧明原来怎么强大 我看他的视频以为是假的呢 没想到还是有实力的 为什么我看神勇的样子 不是很好看啊 神勇没想到 自己那个强大的攻击 轻轻松松地就被萧明抵消掉了 并且他的攻击还继续朝着神勇飞来 速度非常快 该死 他的实力怎么那么强 这是宗师级的实力吗 神勇心里开始忌惮 他显然已经没有的原先的那种狂妄 紧接着 他的眼神猛然一坚定 好像下了什么决定 哼 既然如此 只见神勇从口袋中 拿出一枚漆黑的丹药 没有犹豫 一口气吞了下去 嗯 那是龙虎丹 王腾飞观察得非常清楚 神勇吞下去后 他突然感到一股非常庞大的气血 直冲他的全身 紧接着 他的全身气血沸腾 他浑身都变得通红 好像被烤熟了一样 他的实力在快速增长 肉眼可见 从原来的中阶大宗师 提升到了高阶大宗师 萧明也感受到了神勇的异样 这是嗑药了 萧明心里想着 龙虎丹的增幅效果那么大 萧明是没想到的 这直接提升了一大截实力 比暴气丹强多了 第82章 步伐 好强大的力量 哈哈 你准备好迎接我的怒火了吗 神勇获得强大的力量后 自信满满 一脸高傲地说道 他的护体刚气 在这个时候 也快速重新凝聚回来 然而萧明却一点都不害怕 一脸细血地对他说 不愧是小丑啊 这也要表演一下 你到底打不打得 磨磨叽叽的 萧明说的话不大声 但是足够让在场的人听得到 这哥们勇啊 这样做死的 不好说 可能别人有什么底牌呢 哎呀 佩服佩服啊 舞者们再次讨论了起来 佩服萧明的勇气 别人可是磕了药的啊 这实力提升的不止一心半点 要是别人只提升的一点 他们还不说什么 但是 这可是提升了一大截啊 场下的柳芝威 也不由得握紧拳头 担忧之色 净显无疑 姐 你说萧明他能赢吗 柳芝威眼神颤抖 柳西抓住柳芝威的双手 安慰道 放心吧 相信萧明 听到柳芝的安慰 柳芝威放松了不少 沈勇听到萧明说的话后 眼神一冷 表面虽然没有表现出生气 但是他此时已经怒火中烧 你就那么着急去死吗 那我成全你 沈勇大声吼道 从他的语气中 可以听出他的怒火 说完 沈勇赫然消失在原地 速度飞快地接近萧明 萧明也立刻释放精神力 感知对方的位置 他的眼睛也不断地四处张望 这时 萧明感知到了沈勇的位置 在左前方 只见沈勇的战刀上凝聚满气血 随时准备一展而出的态势 萧明眼神不断移动 脑海高速运转着 就在这时 萧明的脑海猛然一震 他的精神力迅速溃散 意识脱离肉身 这是与那个金文路脚豹 类似的精神力攻击 大宗师的标志性手段 稍有不慎 就会被对方的精神力给真晕 一呼吸后 萧明的意识猛然回归 精神力也迅速在脑海中重新凝聚 经过了与金文路脚豹的战斗后 萧明显然对这些精神力攻击 是有准备的 但是只见的精神力 对比他们还是有点低了 所以很容易中招 但是萧明也反应很快 迅速恢复过来 萧明重新凝聚气血 他感知到 神勇已然临近自己 只听见神勇大喝一声 青龙十字斩 神勇飞快地朝着萧明的 放心划了两刀 紧接着 两道刀芒猛然飞出 两道刀芒一横一竖 形成一个十字刀芒 这道刀芒让对方 减少了移动的幅度 并且速度极其的快 威力也很大 萧明刚才被震了一下后 已经没有时间躲避了 那个神勇看见 一瞬间就恢复回来的萧明 他也有点惊讶 惊讶归惊讶 他嘴角上扬 开口说道 哼 这一下看你怎么躲 萧明现在是躲不开了 但是他还能反击啊 既然躲不开 只能硬扛了 萧明平淡地说道 这时 场地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看看萧明如何处理 萧明的气息 瞬间变得锋利 明亮的眼眸 变得如同阴笋一样锐利 远处的王腾飞 看见萧明的气息变动 眼睛闪烁 萧明的天赋王腾飞喃喃自语 他刚才猛然感知到 萧明的刀法意境的提升 他的刀法意境 已经达到了入微级的极限了 也就是说 和南宫颈一样 萧明的刀到意境 随时可能突破 场上的萧明 迅速凝聚气血 快速附着与战刀上 紧接着 甩着肉眼看不清的速度 斩了出去 一斩就是两刀 整个过程不过两呼吸的时间 萧明凝聚的气血刀芒 猛然斩出 同样形成了一个十字斩 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萧明的刀芒 明显要比神勇的凝食 轰隆 两股刀芒相互碰撞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巨大的声响 在这个场地里 显得格外大声 强大的气流搅动 抬下 斗舞者们被吹得头发凌乱 但是这股气流吹过来 刮得众人的身上有些刺痛 他们突然发现 身上突然出现了一道伤口 WOC 我的脸上为什么有血啊 嘶 我的手臂怎么感觉有点痛啊 哎呀 我的脸怎么办要留疤了 我不要啊 王腾飞这时也感觉到了异样 站起身来 力量涌动 只见他大手一挥 那股气流猛然停了下来 这是萧明的气血之力上 附着了萧明的刀刀意境 导致萧明的气血之力 都变得锋利无比 由于王腾飞的干预 此时场上已经恢复了正常 萧明和神勇 都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 神勇的身体 变得没有原先那样赤红 逐渐恢复了肉色 而萧明脸色也有点惨白 可见双方都消耗不少 萧明掏出几枚气血丹 一口气吞了下去 神勇服用过了龙虎丹 不能再服用气血丹了 龙虎丹其实只是扩大身体的上限 如果服用气血丹 他的身体就会别撑爆 就像一个容器 你突然扩大他的体积 里面充满了水 但是它是能够恢复 水慢慢地流出 容器也在慢慢地恢复 但是这个时候 你突然增加水 就会给它撑爆 这是龙虎丹的一个禁忌 神勇谨慎地看着萧明 他此时心中产生了一丝悔意 没想到萧明那么强大 说这是宗师 现在谁信啊 现在每一个人敢小看萧明了 神勇现在有些操弹了 我特么嗑了药也打不过他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神勇心里非常难受 龙虎丹的效果很快就会过去 到时候 他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神勇没多想 将刚才所有的负面情绪消除 全身心投入战斗 他还是有点底牌的 遮影步 神勇喃喃道 话音刚落 神勇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萧明反应很快 发现消失的神勇 萧明感知着 嗯 这是高级步伐 萧明惊叹一声 他以前也遇到过对手用过步伐 比如徐芳 但是那时候的萧明的实力强大 精神力直接就感知出来了 他也没有过多的在意 但是他现在眼前这个不一样 第83章 破绽 萧明通过精神力 无法感知神勇的具体身影 神勇若隐若现 萧明的精神力不够强大 很难感知出 对方具体出现的位置 萧明以前是没有多少 钱去购买这些步伐 现在是他的身法已经入微了 足够躲闪了 只是步伐的转变 没有那么灵活 看来我也需要去找一部步伐了 不过 我试试看 能不能学习到眼前的步伐 萧明嘴里喃喃道 目光快速跟着神勇移动的身影 萧明没多想 先解决眼前的战斗 神勇来到萧明旁边 他抬起战刀 就要砍向萧明 萧明感知气血轨迹的速度很快 随即一刀砍过去 然而 萧明砍过去的时候 神勇的身影再次消失 紧接着 他又出现在萧明的身后 萧明猛然朝着身后 砍去 如你所料 萧明又砍空了 哈哈 果然我猜得没错 你没有修炼过步伐 神勇的声音 如同鬼魅般 传进萧明耳朵 步伐和身法本质上是一样的 一个是对步伐的控制 一个是对身体的控制 都是寻求躲闪 这时 神勇突然从萧明的左后方攻击过来 角度积极刁钻 萧明反击不过来 只能躲不了 那战刀砍过来时 萧明的身形猛然一清 躲开了 萧明立马砍了过去 然后转换位置 神勇轻易躲开了 萧明这时眼神一亮 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但是他还是不太确定 需要再验证一遍 哎呀 你有步伐又如何 还不是打不中我 萧明采用激将法 哼 你先别得意 我就不信你能够一直躲下去 神勇还是一脸黑地说道 上钩了 萧明心里想着 随即嘴角上扬 不过没让神勇发现 神勇的脾气 还是一样的火爆 他的步伐加快了 身影在不断变换 萧明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 战斗的局势起起落落 一时是萧明站上风 现在又到了神勇压制着萧明 怎么回事啊 怎么萧明怎么没有修炼步伐啊 没有修炼步伐 也不碍事吧 别人可是会伸法的 对啊 是别人的步伐移动得太快了 萧明的精神力跟不上 导致自己落了下风 说到底 这是实力的差距啊 很多人在分析着 他们大多数都是比较理智的 分析出萧明的缺点 柳之威看见局势的转变 他的脸色难看 恨不得上去帮他 柳西很平静 他没有柳之威那样的慌张 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大 他怎么也不会相信 那个在剿灭邪教时 意气风发的人会败在这里 他内心还是非常乐观的 而王腾飞也对这场战斗 感受到有点难以预料的感觉了 除非萧明还有什么底牌 或者能够打破这个被动的局面 而此时的战斗场上 萧明在奋力躲避着 同时他也在挥舞着战刀 反击回去 期间萧明还斩出好几道刀芒 速度很快 不过也只是擦到了神勇的边边 神勇能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气血在减弱 使龙虎丹的效果快要结束了 顿时 他眼神一灵力 手中的斩刀 加快了砍击的速度 就在这时萧明嘴角上扬 这个步伐的破绽 终于找到了 萧明小声喃喃道 神勇也发现了萧明的笑容 他身后顿时传来一股凉意 但是神勇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能向前攻击过去 萧明感受到气血的波动 在身后 他猛然挥舞战刀 向后砍去 不出所料 就在萧明砍过去的时候 神勇的身影再次消失 萧明立马转头观察四周 这时 萧明很快就观察到地上的影子 只见那个快速影子浮动 很快呈现出神勇的身形 萧明战刀猛然一转 运行气血 快速凝聚与刀锋上 紧接着 萧明奋力一展 一刀刀芒快速形成并斩出去 而此时的神勇的身影出现了 他的感知里 突然出现一股极其强大的气血波动 迅速朝着自己的方向飞来 神勇目光望去 他的瞳孔猛然一缩 缩成一根针一样 他反应过来时 刀芒已然到了他的脸上 噗哧 刀芒极其锋利 神勇的护体刚气一瞬间破碎 紧接着实打实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顿时 鲜血飞洒 在空中形成一道弧线 刀芒击中神勇的瞬间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猛然捏碎 萧明猛然抬头 只见王腾飞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的上空 好了 到此为止 今天是你们获奖的日子 没必要搞得那么不愉悦 王腾飞站在空中 发出了威严的话语 众人看向神勇 只见神勇倒在地上 痛苦不已 他的胸口上 赫然出现了一道猙獰的伤口 伤口再往外渗血 这时 几个医护人员 马上进入战斗场 把神勇抬走了 WOC 萧明大老牛逼 刚才 看得我都燃起来了 太热血了 不行我也要找人战斗 刚才要不是镇手使篮下 估计神勇已经 原本非常安静的场面 开始变得爆燃起来 所有人都在讨论着萧明 他们都认可了萧明的实力 柳之威看见萧明没事也松了口气 脸上终于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战斗场上 萧明呼出一口气 神勇是个强劲的对手 要不是萧明刚才发现了 神勇步伐的端倪 这个事情 应该会变得非常棘手 萧明其实没有领悟到 对方的步伐 没办法 对方移动太快了 萧明根本捕捉不到 但是他利用自己观察 找出了对方步伐的缺点 紧接着 那道电子音再次响起 叮咚 战斗结束 王腾飞从空中落了下来 落到了萧明旁边 此战 萧明胜 王腾飞的声音 传遍整个战斗场 一时间 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 萧明 你的天赋很强大 是我至今为止 见到过最强大的天赋了 你要好好珍惜并利用他 王腾飞语重心长地 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听到王腾飞的话语 他正色道 镇守使 我会的 王腾飞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对萧明的表现非常满意 第84章 特殊体制 好了 战斗已经结束了 大家都散了吧 王腾飞对着场下的众人喊道 我也要去战斗一番 太然了 兄弟要不你和我打一架吧 我们友好交流一下 嗯 好啊 我求之不得 王腾飞说完后 场下的人被萧明和沈勇的战斗给点燃 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找人切磋 走吧 我们先回到办公室 王腾飞开口说道 然后王腾飞好像想到了什么 继续说道 放心吧 我会让沈勇辞去五道联盟成员的身份的 萧明点点头 他没什么可说的 王腾飞说完 转身离开 走下战斗场 萧明紧随其后 很快 他们回到了办公室 萧明走近了 只见那些舞者们早已经回到了这里 当看到萧明进来时 他们都敬畏地看着萧明 没有之前的那种鄙夷 这时 一个舞者突然站起身来 眼神带着一丝歉意 萧明兄弟 是我错怪你了 在这里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他一说完 然后又站起来一个 也是向萧明道歉的 紧接着 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 没过多久 那些曾经质疑过 辱骂过萧明的 纷纷站起来 和萧明道歉 萧明面色平淡 没有任何波动 如果不是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 那今天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他们也不会对自己道歉 果然 还是实力强大 才有话语权 实力强大 才能够服中 萧明握紧拳头 王腾飞看见萧明的样子 欣慰的点点头 他没有阻止沈勇 擅自挑战萧明 其实就是为了让萧明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看来 他的计划非常成功 好 大家对萧明的奖励 还有什么意见吗 王腾飞大声喊道 说完 下面一片安静 没有人敢说话 柳芝威在座位上 看着意气风发的萧明 他看得有点发呆 露出甜甜的微笑 既然大家没有问题 那就散会吧 萧明你留下来 王腾飞对着全场大喊 紧接着又对萧明说道 所有人也逐渐离场 只剩下萧明和王腾飞 王腾飞见所有人都走了出去 然后目光看向萧明 萧明 我叫你留下 是关于进入南疆武道大学的事 萧明一听 眼神一亮 终于要来了吗 萧明想到 在加入南疆武道大学 除了我这个推荐性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需要进行一场测试 测试过了 才能正式进入 王腾飞说道 萧明点点头 这个他已经预料到了 测试时间是明天 以你的实力 通过这个测试没问题 记住我以前和你说过的话 王腾飞继续说着 萧明眼神坚定 回答道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王腾飞欣慰地点点头 然后转过身去 说道 好了 你走吧 我还有很多公务 要处理 萧明表示理解 毕竟昨天刚刚战斗完 还有很多的事情 等着王腾飞处理呢 他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夺门而出 萧明从办公室出来 就看见一道倩影 出现在他的面前 萧明 你刚刚好厉害啊 刷 刷两下 就把那个神雍给打败了 萧明面前的 赫然是柳之威 他在萧明前面 比划了两下 看起来非常可爱 萧明见到柳之威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变得奇奇怪怪的 他坚毅的心 也变得温柔了起来 哈哈 我也没有多厉害 纯属运气 萧明微微一笑 我不管 你就是厉害 柳之威傲娇道 萧明听到柳之威的傲娇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脸无奈 直威 我们该走了 柳之威从远处喊道 柳之威听到后 他转身回应道 好的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来 然后他又对着萧明说道 我要回去了 我们下次见 说完 柳之威一脸不舍地离开了 萧明看得柳之威离开 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失落 唉 我也该走了 萧明自言自语 走去哪里 当然是回家了 刚才萧明战斗的时候 有了不少的感悟 并且 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回家 打开这些奖励了 说走就走 他很快走出五道联盟大楼 他走出来时 柳之威他们 显然已经离开了 他随即走到大街上 等待出租车 然而 一辆出租车 很快就来到了萧明面前 萧明看向那辆出租车 赫然是经常搭载萧明的那辆 这辆出租车 好像成了萧明的专车 哟 好巧啊 师傅 萧明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哈哈 是好巧啊 我正好准备下班了 最后再在兄弟一趟吧 司机微笑道 对了 师傅你家住哪啊 萧明好奇地问道 哈哈 其实啊 我家距离你家很近 就在南桥一路啊 司机回答道 原来如此 难怪我每次都能遇到你 萧明眼前一亮 哈哈 这么说 我们还是挺有缘的 司机套近乎道 萧明也明白司机的意思 回答道 是挺有缘的 萧明一路上都在和司机闲聊 很快就到了司机家了 通过闲聊得知 这司机名字叫许国旺 是个普通人 他有个老婆和儿子 通过每天跑车养活一家人 师傅 就在这里停吧 你家就在附近吧 还有一点点路 我自己走吧 萧明叫那个司机停下来 司机也同意了 随即找了个车位停了下来 然后走下车 就在这时 从远处传来一道稚嫩的声音 爸爸 萧明的目光望去 只见有个六七岁的小孩 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他的身后站着一个美妇 在微笑地看着许国旺 那个小孩一下子抱住许国旺的腿 他是我的儿子许义 那个是我老婆 许国旺向萧明介绍道 萧明看向那个小孩许义 原本平淡的眼神突然瞪大 好像看到了什么惊讶的东西 他突然发现 眼前这个小孩气血充盈 多余的都一散出去了 并且吸收能量因子的速度很快 这是特殊体质吗 萧明有点疑惑 他也听说过 那些天生体质特殊的人 一般而言 普通人没有修炼武道时 他的气血不会如此充盈的 但是眼前的这个小孩不同 第85章 收图 萧明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特殊体质的人 所以有点好奇 许国旺见萧明愣住 试图叫醒萧明 萧兄 萧兄 萧明从思考中回归 微微一笑道 不好意思 刚刚在想一些事 对了 我想问一下 令狼的身体状况 有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许国旺听到萧明的话 心里顿时一沉 难道是我的儿子 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 他幻想着 萧明可是舞者 自然能够看出 别人的身体状况 很难不让许国旺怀疑 萧明也看出了 许国旺的猜忌 解释道 令狼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好奇 他有过什么异样吗 听到萧明的解释 许国旺松了口气 然后他想了想 没有吧 我的儿子非常健康 他从小没生过病 连那些感冒 发烧都没有过 要说有什么异样 我感觉我的儿子的力量挺大的 许国旺一边想一边说道 萧明一听 没错了 这就是特殊体质了 萧明心里想着 你的儿子拥有特殊体质 是天生的舞者 一般而言 正常人都是要成年后 才能修炼舞蹈的 但是你的儿子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 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练舞 萧明看向小孩许易 对着许国旺说道 许国旺顿时眼睛瞪大 有点不可思议地看着萧明 你 你是说 我的儿子是舞蹈天才 许国旺激动到说不清楚话了 但是他压抑住自己的激动 想要确认到 萧明微微一笑 点点头 许国旺震惊地向后亮枪了一下 他现在觉得自己在做梦一样 老婆 你捏我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许国旺觉得如梦如幻 对着一旁的老婆说道 而他的老婆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你希望这是假的吗 他的老婆美好气地 瞪了许国旺一眼 哈哈 我许国旺的儿子要成龙了 许国旺疯狂大笑道 许国旺一个出租车司机 他的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本来他想着自己能够 凭借着这个工作 养活自己的老婆和儿子 渐渐康康地看着自己儿子 长得就满足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 他的儿子我舞蹈天才 许国旺越想越激动 但是他没有忘记 萧明还在一旁 赶紧说道 萧兄啊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的儿子是舞蹈天才呢 小事 就算我没有发现 迟早会有人发现的 萧明回答道 许国旺也客套一下 爸爸 什么是舞蹈天才啊 稚嫩之声传来 许国旺温和地说道 舞蹈天才就是以后 能够成为打败凶兽的大英雄哦 哇 大英雄 我要成为大英雄了 萧明看着这一幕 开口说道 这样吧 我也算是许易的伯乐了 我给你们一本功法 先给他修炼 萧明也算是 发掘了一个天才了 相信以后 一定能够成为一个超级强者 许国旺听到 他眼前一亮 他早就发现了 萧明的不简单 现在他好像找到了机会 马上对着许易说道 小义 快说感谢师父 萧明诧异地看着许国旺 却发现他满脸笑容 非常开心 谢 谢谢师 师父 许易有点怕生 小声地说道 萧明还是能够听到的 他此时心里想着 收个天才徒弟也不错 既然收了人家为徒 就不能给这么寒酸的功法了 萧明随即拿出 自己之前推演的起源 经第一层 然后递给小孩许易 他们没有繁杂的收徒仪式 萧明也不想那样复杂地做 太麻烦了 大家心中知道就可以了 许易在许国旺的催促下 小心翼翼地接过了功法 这个功法有点难 有什么不懂的 随时可以来问我 我家在中安小区 好了 我先走了 萧明说道 和许国旺一家道别后 萧明转身离开 朝着中安小区走去 那个小孩许易 一直看着萧明离去的方向 直至萧明消失不见 萧明收了个徒弟 他的内心有点高兴 没想到他现在也能收徒弟了 要是放在自己天赋差的那段时间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 萧明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变得自信 刚毅 很快 萧明回到了中安小区 此时的小区里 停留的人们零零星星 大多数都回去吃晚饭了 但是还是有几个人认出了萧明 纷纷向前和萧明问好 萧明也习惯性地回应他们 他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萧明放下密码箱 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它 他根据王腾飞告诉自己的密码输入进去 第一 密码证券 密码箱传来电子音 紧接着 萧明立马打开了箱子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带有花纹的瓷器瓶子 这个应该是洗水单了 然后还有一个透明的瓶子 里面装着红金色的液体 是地龙兽的血液 萧明 看向箱子里的物品 赫然被一把血红色的战刀吸引 龙牙 龙牙刀身稍微弯曲 勾勒出完美的弧线 在灯光的照耀下 刀锋显出一点寒芒 非常锋利 拿在手上 萧明从龙牙身上感受到了一股龙威 紧接着 是一股强大的刀翼冲斥开来 萧明有点惊讶 这居然能够提升我的刀法意境 但是为什么我的刀法意境 好像没什么变化的 萧明感觉有点奇怪 明明这龙牙可以增加自己的刀法意境 但是萧明感觉自身却没有什么变化 难道是自己的刀法意境 已经达到了极限入危急 不能再提升了 萧明摇摇头 肯定不是这样 他有些疑惑 他想着想着便没多想了 下次问一下王腾飞 他仔细感受着这把名刀 赫然和自己之前用过的所有战刀都不一样 非常的轻盈 这柄战刀给他一种 好像非常顺心的感觉 就好像自己的手足一样 没有一点异样 萧明气息一变 整个人变得锋利起来 紧接着 萧明抛出一张纸 然后一刀砍下去 整个纸张被平整地切开 没有一点的瑕疵 嗯 不错 这下 我的实力又有提高了 萧明点头表示满意 他在想 如果和金文鹿角暴打的时候 自己如果有这些装备 那不是直接暴杀 第86章 器械的进化 那个时候 萧明打金文鹿角暴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要不是他有面试中这样的神器 萧明现在恐怕已经横尸荒野了 现在他有了这些装备 就算对上了两三个金文鹿角暴 也不足为据 地龙甲加上龙牙 防御和攻击的装备都有了 何惧之有 萧明炽热的眼神中 显露着渴望战斗 不是萧明好战 是他有了如此好的装备 不用可惜了 但是萧明还是很理智的 只是想想罢了 他也不能马上出城去杀凶兽吧 现在天色已经黑了 他也没多想 反正以后的战斗有的是 何必急于一时呢 体验完龙牙 萧明的目光 看向那个瓷器瓶子 他拿在手上 有一点清凉感传来 萧明打开瓷器的木质瓶盖 一股清香味赫然弥漫来看 萧明凑近闻一下 他猛然吸进一口 一股强烈的清香 直冲萧明的大脑 他赫然感觉自己神清气爽 这就是洗髓丹 如此浓厚的丹香 不愧是价值十几亿的丹药 萧明喃喃说道 丹药的品质 大多数都是看丹香的 一般而言 丹香越浓 丹药的品质就越好 萧明手中这枚洗髓丹 就是品质高的丹药 萧明弹腿而坐 他拿起花纹瓷器 张开嘴巴 一口倒进去 一颗青色的丹药 赫然倒进萧明的嘴里 含在嘴里 一股含义传遍他的口腔 咕咚 吞进肚子 那股凉意 继续顺着食道进入肚子 萧明随即运行功法 把洗髓丹的药力分散开来 传遍全身 这个过程没持续多久 几分钟后 洗髓丹的药力 彻底弥散开 萧明感觉整个身体 传来了一股清凉 非常舒服 顺着萧明的每一个血管 经脉等等 紧接着 又过了几分钟 萧明开始感到了 浑身传来苏痒的感觉 有点舒服 又有点难受 感觉很多的蚂蚁 在萧明的身体里爬一样 这种感觉也没持续多久 萧明又开始感觉到 赫然出现了痛感 传遍全身 那个痛简直是越来越痛 从皮肤到内脏 萧明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感觉到痛感 那股转型的痛 让萧明非常难受 啊 萧明在痛苦的吼叫 太痛了 这简直不是人 能够承受的痛苦 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这个痛一直折磨着萧明 萧明身上 这时也从身上的毛孔 渗出了一些黑色粘液 看起来非常的恶心 那些黑色粘液不断地渗出 萧明也不断感受着痛苦 这是洗嘴丹 在改善萧明的身体 把萧明身体里的杂质统统排除 这个改善体质的过程非常痛苦 萧明痛的眼神 已经变得模糊 就快坚持不住 要晕倒过去了 也就是这时 那股疼痛感慢慢减退 萧明通红的脸上 也逐渐恢复回来 直至那股疼痛感消失不见 萧明松了口气 太恐怖了 紧接着 又是一股舒服感传遍全身 萧明仔细感受着 享受着个舒服感 他仿佛自己沐浴在温泉里一样 非常舒服 这个感觉持续了几分钟 很快就消失了 萧明的身体恢复了正常 慢慢地站起身来 萧明感觉一阵神清气爽 感觉自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萧明看向自己的身体 赫然发现 他身上滞留着那些黑色的粘液 又是这些恶心的杂志 我下去冲洗一下 萧明说完便冲进浴室 开始冲洗起来 哗啦啦哗啦啦 很快 萧明光着身子从浴室中走了出来 他走到镜子前 萧明看向自己的身体 发现他的身体变得非常的晶莹剔透 奶白色的皮肤浑身显得非常壮硕 有条纹 萧明整体样子非常的帅气 人人看了都要回头的那种 萧明刚才走路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轻盈 他跳了跳 身体真的变得轻盈了 萧明运行精神力仔细感知着 赫然发现自己身体吸收 空气中的能量因子的速度变快了 他立马运行起源精 我的身体吸收能量因子的速度 居然快了那么多 萧明震惊地说道 一个小小的洗水单 居然给萧明带来了那么大的变化 可惜一个人一生也只能服用一颗 多了没效果了 只是浪费罢了 如果能够多次使用的话 那还不直接无敌了 这颗洗水单 都能给我带来如此大的帮助 那这瓶地龙血呢 萧明的目光 看向那瓶红金色血液 开口说道 这时萧明突然想到 他还不知道 地龙兽血液的作用和功效呢 他赶紧看一下 箱子里有没有什么说明书 萧明找了一下 真的发现了一张纸条 出现在地龙血瓶子的下面 他拿出来 打开纸张 里面赫然出现了一行字 地龙血可直接服用 也可服在身上 能够进化武者的气血细胞 提升气血浓度和品质 可以服用 那直接喝下去吧 萧明也明白了地龙血的使用和功效 他打开瓶盖 一股灼热之气传来 但是很快就消散了 萧明看着他 没多想 一口饮尽 咕咚咕咚 灼热感充斥着萧明的喉咙 萧明吞下去后 整个身体快速呈现血红色 气血沸腾 一道道白气从萧明身上冒出 这个过程 萧明没感觉到多少痛苦 和刚才的痛苦相比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不值得一提 运行精神力 萧明内视着自己身体的改变 萧明赫然发现 他的气血细胞 在那些庞大的地龙血的助力下 慢慢转变成金色的气血细胞 这个过程 好像不是在增加气血浓度 而是气血的进化 萧明想到了 王腾飞和南宫瑾 在战斗时发出金色的光 就是这些金色的气血细胞的作用吧 也就是说 在修炼到一定的境界后 气血细胞就会进化成金色的气血细胞 那萧明现在就已经提前把气血细胞进化成金色 岂不是自己的实力会有很大的提升 萧明越想越激动 他一直内视着自己的气血细胞进化的过程 一个 两个 三个 越来越多的气血细胞变成金色 萧明的实力也在不断地增强 第87章 太极步 萧明一点也不觉得累 一直在内视着自己的气血细胞的变化 这个时候 萧明的气血细胞 也就成功进化了一个手臂那么多 地龙血的功效 这时也被消耗完了 萧明的气血细胞开始停止了进化 萧明睁开双眼 闪过一道金光 我这些进化的气血细胞非常强大 到时候可以当做底牌用 萧明分析道 他刚才感知到 那些进化的气血细胞非常强大 不过还是有点少的 这点恐怕在王腾飞和南宫颈的身上 放腮牙缝都不够的 所以 萧明只能把它当做自己的底牌 呼 如果再来几瓶就好了 萧明一脸意犹未尽地说道 如果王腾飞在 估计要给萧明来一脚 这个地龙血萧明不知道有多宝贵 非常的稀有 整个龙国都没有多少 拿出来给萧明 已经武道联盟高层的忍痛割爱的行为了 要不是他们 看中了萧明的潜力 他们恐怕只会随意拿出一个奖品给萧明 做完这一切 萧明穿上衣服 他突然发现 这些衣服穿起来 已经不合适他了 他照了照镜子 赫然惊奇地发现自己长高了几厘米 现在的萧明 已经长到了一米八的个头了 身体修长 这身材简直完美 唉 真伤脑筋 只能网购了 萧明一脸遗憾地说道 这里的快递送达得很快 因为萧明可以在网上订购附近服装店的衣服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送达了 提到了网购 萧明想到自己还需要一门步伐 随即 他先在网上选购了几套符合自己的衣服 然后就点开五个宝 开始浏览起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比较高级的步伐 鬼影迷宗布 六亿 神形百变 六亿 摘心布 太极布 两亿 出现在页面比较靠前的功法 都是高级的步伐 好贵啊 这些比较高级的步伐 动不动就上亿的 我现在的联盟币 总共加起来也才五千万 根本不够啊 萧明一脸无奈地说道 没想到他现在实力变强了 还是那个被钱困扰的穷逼 他虽然可以买一些比较低级的步伐 但是那些步伐 已经不适合萧明这个境界了 对他的作用不大 因为现在萧明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那些低级步伐的速度了 跟不上萧明本身的速度 这就没有用了 哎 还是钱的问题啊 萧明感叹道 就在这时 手机传来一阵震动 萧明目光看向手机 只见一条信息出现在屏幕上面 萧明打开一看 哈哈 这个来得真是及时啊 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萧明微笑道 显得非常开心 这是萧明参与的 剿灭邪教任务的奖励 今天柳希受到的15亿联盟币 分发给他们小队的每一个成员 萧明在此次任务中 得到了2亿的联盟币 萧明重新点进五个宝 浏览起来 找到适合自己这个价位的步伐 我看了一圈 适合我的 只有太极部了 萧明上下浏览 开口说道 他点开太极部的页面 太极部 太极升两仪 两仪升四项 四项升八卦 下面是关于太极部的介绍 很多萧明都是 看不懂的 这需要购买深入了解 他的内涵才能理解 现在仅凭这些萧明 很多是看不懂的 嗯 买了 萧明坚定地说道 然后他点击了购买 购买成功 电子书一发 紧接着 萧明下载电子书 开始观看起来 这个步伐总体有五层 层数越高越深奥 而且步数变化更加变化莫测 萧明打开第一层 开始理解修炼起来 第一层很简单 萧明没过几分钟 就已经理解完毕 紧接着是第二层 不一会儿 萧明便往第三层翻去 萧明的天赋太恐怖了 用了不到一小时 就把这个高级的步伐 修炼到了第二层 这放在以前 萧明是不敢想的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恐怕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才修炼完第一层 而现在萧明 已经修炼到了第二层了 萧明没有停下 继续修炼第三层 他在孜孜不倦地修炼着 如果放在萧明穿越前 萧明一定是一个学霸 有极强的天分 加上非常努力的信念 想要第二都难 又是一个小时候 第三层完成 萧明一脸自信地说道 他现在已经对这个步伐的 修炼完成入了迷 根本停不下来 继续投入到第四层的修炼中 萧明一修炼就是几个小时 如果你看向窗外 就会发现已经进入了深夜 萧明的房间里 和往常一样亮着灯光 呼 终于把这个太极布修炼完成了 我的步伐应该提升了很多 嗯 试试看 萧明站起身来 松了松手脚 他已经修炼完了太极布五层 现在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尝试一下效果如何 然后萧明运行起太极布 在他的意识里 以他的房间为中心 向四周呈现出了一张很大的太极图 蔓延到方圆几公里 在这个太极图里 萧明的步数可以任意变换 例如躲避 追击等等 萧明心意移动 脚步变换 紧接着萧明快速出现在门前 WOC 好牛 没想到步伐的增幅那么大 萧明一脸震惊 难以置信 他以前可没有认为步伐很重要 现在看来 他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萧明继续运行太极布 紧接着 整个太极图运转升出了两仪 萧明移动的速度变得更快了 没停 萧明继续运行 太极图运转加快 两仪升出了四项 萧明的步伐变换速度 便得随心所欲 非常震撼 太极图继续高速运转 整个四项勾勒出八卦 萧明可以任意快速出现在八卦图的任意一个地方 不过这也就意味着 消耗的气血也越恐怖 这个可以放到逃命用 萧明分析道 他刚才赫然发现在这个境界的太极布 消耗的气血非常庞大 以他的气血也只能维持两三分钟 如果萧明能够不消耗气血运行这个境界 可以出现在八卦图的任意地方 那他岂不是无敌了 第88章 你猜猜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你有高的回报 也需要有高的付出 这样 我在步伐上就不成问题了 萧明难难道 萧明停下运行太极布 在他的意识里 也恢复了正常 他盘腿而坐 闭上双眼 随即脑海高速运转 萧明在把今天和神勇战斗时 获得的所有感悟 给融入进起源经第三层中 果然 战斗来的感悟很快 萧明现在巴不得来多几个神勇 和自己对决 和这样非常强劲的对手战斗 获得的感悟自然也是比较多的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就到了第二天早上了 这时萧明也睁开了双眼 这一晚上 他的收获非常大 他的体质加强了 机动性也增强了 气血能力也进步了不少 他的起源经 第三层的推演进度 也将近一半了 萧明望向窗外 发现外面阳光明媚 但是萧明 没有一点疲惫之意 他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干 就是要去参加南疆武道大学的测试 虽然以他的实力问题不大 但是还是要好好准备一番的 萧明走进厨房 拿出几斤凶兽血肉 放入大锅 点火 炖了起来 不急 还有几个小时 萧明走回房间 王腾飞和他说过具体时间 到了那个时间他会安排的 现在的时间还很充裕 所以不急 萧明回到房间后 拿出蔑视钟 然后慢慢把他变大 他已经好久没有 进行过蔑视钟淬炼了 今天萧明 想趁着这个空闲时间进行淬炼 拿出蔑视钟后 萧明看向蔑视钟的眼神猛然一灵 紧接着 萧明猛然握紧拳头 一拳轰了过去 咚 蔑视钟阵战 紧接着一股反正之力 传遍萧明全身 酥麻的震感 让萧明的身上的每个气血细胞都破裂 然后又补充回大量的气血细胞 萧明眉庭 继续轰击着蔑视钟 咚咚 声音传遍萧明的整个房间 虽然萧明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 但是声音还是从萧明的房间传出 一旁的邻居听见也见怪不怪了 他们都习惯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生气 毕竟萧明也不是在大晚上的搞这些 萧明大多数都是在白天 人们都起床的时候进行的 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 咚咚 声音还在持续着 萧明的气血也在不断地消耗在增加 反反复复 萧明表面呈现出金光 过了很久 萧明突然停了下来 他的精神力已经到了极限 不能再继续了 不然又要像上次那样晕倒了 萧明停下得很及时 呼 这个感觉有点小爽啊 萧明呼出一口气 爽快地说道 他慢慢把蔑视钟缩回原来的大小 然后静止走向厨房 这个时候 凶瘦血肉也好了 萧明打开 一股非常浓厚的肉香为弥漫 直冲萧明鼻子 萧明的肚子顿时感觉到一阵饥饿感 随即萧明立马大快躲移 暴风吸入 很快几斤的凶兽血肉 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萧明立马运行其起源精 将这些 凶兽血肉炼化 化成精纯的气血 补充自己刚才的消耗 嗯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萧明这时看向时间 王腾飞说的那个时间也快到了 萧明拿出手机 拨打起王腾飞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刚打 就接通了 喂 镇手使啊 您说的那个测试 是不是要开始了呀 萧明正常地说道 电话那边传来了王腾飞的声音 嗯 我已经派人去接你了 说着 王腾飞停顿了下 继续说道 这个时间 他应该到了吧 就在这时 从街道的远处传来了一阵跑车的声音 萧明朝着窗外望去 开口说道 镇手使 你说的来接我的是开跑车的吗 嗯 按他的性格 应该是喜欢驾驶跑车的吧 王腾飞说道 谢谢镇手使 我先走了 挂了呀 萧明随即挂断电话 他收拾好东西 然后跑下楼 朝着门口快速走去 萧明的 也被小区的人看见 快看 那是萧明 一 外面怎么停了辆跑车 难道是 WOC 舞者就是富有啊 不像我们 可惜我们 不能成为舞者 快去攀攀关系吧 你但凡和萧明有点关系 那你就发了呀 小区看到萧明就讨论着 毕竟整个小区就萧明一个舞者 哦 不还有一个 李卫 萧明这时走到跑车前 赫然发现 这辆跑车是限量版的 非常的昂贵 一般的舞者都买不起 别说普通人了 就在这时 跑车的车门突然自动打开 萧明看着这一幕 不禁有点羡慕 车门打开后 萧明朝着车里望去 只见一道倩影 出现在萧明眼前 萧明 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吧 又是我 一道甜美的女生传来 萧明看向那道倩影 她愣了一下 呆呆地看着眼前 非常美丽的女孩 她的心跳加快 碰碰直跳 知 知微姐 萧明有点口齿不清地说道 今天的柳芝威 穿得非常的漂亮 一身粉红色的长裙 加上柳芝威精致的脸蛋 萧明看得眼睛都直了 柳芝威看着在那发愣的萧明 扑斥一笑 别发呆了 上来吧 萧明这时也回过神来 一脸尴尬 她习惯性地微微一笑 一眼是内心的尴尬 萧明坐在柳芝威旁边 传来了一阵清香 她看着车里的装饰 赫然是一些女生喜欢的装饰 看起来非常的温馨 萧明上来后 车子便开动了 萧明感受着 不愧是限量版跑车 速度非常快 不过萧明这时也有了疑惑 为什么是柳芝威来接自己 这是王腾飞特意安排的 还是 芝威姐 你也要去参加测试吗 萧明疑惑道 柳芝威露出神秘的微笑 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你猜猜 柳芝威一脸调皮 非常可爱 听到柳芝威说的话 萧明更加笃定了心中的想法 芝威姐莫非是也拿到了 镇首使的推荐信 萧明试探性地问道 柳芝威摇摇头 萧明现在变得更疑惑了 难道就只是当接送萧明的司机 想到这 萧明打死都不信 第89章 到 经过萧明的观察 一看就知道 柳芝威和柳芝的身份不简单 王腾飞会这样做 不过以王腾飞的性格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也太扯了吧 萧明现在心中非常的疑惑 他急切地想要知道柳芝威的事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平时也不是这样的 萧明一脸便秘的样子 看着前方的车辆 柳芝威看到萧明这副表情 有点好笑 他开口说道 哎呀 你就别想了 你进入南江舞蹈大学就知道了 萧明听到这 他又开始怀疑 进入南江舞蹈大学 难道柳芝威和南江舞蹈大学有关 他摇摇头 没多想 随即和柳芝威闲聊了起来 他们聊着聊着 时不时还相互笑一笑 聊得非常开心 南江舞蹈大学 在一处非常大的练舞场里 映入眼帘的 都是身穿休闲服 聚集在这里的天才舞者 有的来自全国各地 有的是南江市本地的 还有的是南江舞蹈大学的低级学员 他们都在相互交谈着 有的眼神炽热 在寻找着对手 有的到处搭讪 寻花问流 还有的在角落里静静地站在 沉默不语 一副朝气蓬勃的模样 安静 一道如雷惯耳的声音 传遍整个练舞场 顿时 在场的所有人安静了下来 他们都纷纷看声音 传来的方向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 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一脸严肃 双手放向背后 站在一个高台上 俯视着众人 显得非常威严 大家好 我叫高文山 是你们这次测试的总指挥 首先我们先要明白 我们南江舞蹈大学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 除了要有推荐性 还要通过我们设置的测试 我们要的不是那些歪刮裂枣 而是要最顶尖的人才 大家请记住这一点 高文山用着极为有震慑力的语气说道 台下的年轻舞者们 也在认真听着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点名 那些没有到处的 统统示威放弃 高文山眼神 闪过一丝金光 紧接着 他就开始了点名 与此同时 萧明他们 也来到了学校 萧明走下车 看向这曾经来过的学校 没有什么改变 还是老样子 他的门口非常的大 上面写着飞舞的字 萧明看过去 一股非常强大的精神力 直冲萧明的脑海 萧明立马收回精神力 他一脸疑惑 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把精神力 注入他们的门面 在文字的下面 一个校灰出现在眼前 那个校灰看起来非常的威武 是一把战刀长着翅膀的战刀 寓意着舞蹈崛起 还寓意舞者不屈 在校园的不远处 还有许多的美丽的建筑 萧明不知道 那些是什么楼 然而 这也只是这个校园的 一小部分地方而已 南疆舞蹈大学是非常大的 走了 别发呆了 你要迟到了 柳之威这时走下车 提醒萧明 萧明看来下时间 他顿时慌张了起来 随即拉着柳之威的手 走向门口 柳之威这时顿时脸一红 看着自己被萧明拉着 他的心砰砰地跳 他们来到门口 只见一个看门大爷 躺卧在椅子上 拿着一本书 在津津有味地看着 萧明看向那本书 封面赫然写着 霸道总裁的修炼手册 萧明震惊了一下 就没在意了 大爷 我是通过推荐信 来参加测试的 萧明对着那位大爷说道 那个大爷抬起眼眸 看向萧明 怎么现在才来 已经很晚了 现在估计在点名了 大爷说道 紧接着 他看向萧明身后的柳之威 他顿时眼前一亮 杜爷爷 没等那位大爷说话 柳之威走上前开口说道 萧明这时猛了 柳之威认识这位大爷 萧明想要开口问柳之威 只听见那位大爷再次说道 哎呀 你小子要迟到了 还不赶快走 萧明这时也反应了回来 立马拉着柳之威跑了起来 但是他不知道在哪呀 他又停了下来 想要回去问那位大爷 在练武场 我带你去 柳之威走在前面拉着萧明 那位大爷撇了下手拉手二人 他眼神闪过一丝金光 萧明被柳之威拉着 他看着柳之威的背影 他心里莫名有一种不知名的感觉 刚才那是我们学校的杜丰爷爷 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的疑问 但是不急 你先去完成测试 柳之威一边跑一边说道 练武场离校门口不是很远 他们很快就到了 萧明 练武场传来萧明的名字 萧明这时也听到了 他随即飞奔起来运行太极步 萧明 高文山继续喊着 他拿起笔 就在他即将化掉的时候 他突然感受到一股汽血之力传来 他往那个方向望去 只见一个非常帅气的青年身影浮现出来 道 萧明朝着高文山的方向大喊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萧明的出场方式所吸引 他们有些没有感受到萧明出现的舞者 这时被突然出现的萧明吓了一跳 那些感知的到萧明的天才舞者 饶有兴趣地看着萧明 他们眼神中炽热净显无疑 有意思 我居然看不出他的境界 他好像很强的样子 我好想和他打一架 伊那人好像是我们南疆式的舞者 我在视频上见过他 对战凶兽时一亿敌万 切 那个谁信啊 在场的南疆式的舞者都认识萧明 而那些各地来的舞者就有点陌生了 而高文山看向萧明时 他的眼神里闪过一阵惊讶 非常的隐晦 他放下手中的笔 对着萧明说道 就差一秒你就迟到了 算你好运 萧明松了口气 差点就没了 他看向聚集的人群 赫然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萧明 萧明顿时感到一阵尴尬 他微微一笑 举起手打招呼道 大家好啊 我刚来的 大家请多多关照 好了 我们继续点名 直到高文山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的目光开始转移 萧明 怎么样 赶上了吗 柳之威走过来说道 萧明这时嘴角上扬 开口道 哎 我没赶上 萧明假装很失落地说着 看起来非常真实 柳之威这时皱了下眉头 看向高文山 石膏说 走我过去和他说去 柳之威一脸严肃地说道 第九十章 林府号 萧明一脸坏笑地看着柳之威 被柳之威拉着 他站在原地不动 柳之威剑拉不动萧明 他转头 便看到了萧明的坏笑 他这时顿时想到了什么 好啊 你敢耍我 柳之威称怒道 紧接着 他抬起玉手 轻轻地拍打了下萧明 让你耍我 让你耍我 柳之威一边拍打一边说道 萧明这时也立马求饶 柳之威才肯罢休 看到这一幕 另一边人群里 已经吵得揭开锅了 那个好可爱的女孩 那个男生好帅啊 我想和他认识一下 和他在一起的那个男的谁 可恶啊 便宜这个王八蛋了 人群里的男生见柳之威 他们纷纷眼前一亮 仿佛发现了什么瑰宝一样 他们各个春心萌动 高文山这时也注意到了柳之威 他眼睛突然瞪大了一下 很快消失 小姐怎么来了 高文山小声的喃喃道 但是他也没有下去 还是眼前的任务重要 好了 点名完毕 本次阴道人数127人 识道人数108人 下面我宣布一下本次的测试内容和要求 高文山的声音传来 所有人都集中注意力 看向高文山 这次测试很简单 我们采用擂台的方式进行角逐 选出前30名的舞者 紧接着 高文山就在讲一些战斗的规则 小明认真听着 规则很简单 双方两两对决 胜者晋级 双方可以用自己的装备 不过严禁使用丹药 并且不能致对手死亡 这只是个测试 不是那种私人恩怨 没必要搞出人命 明白规则后 所有人都好奇 擂台在哪 所有人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 前往学校的战斗场馆 高文山的声音很洪亮 方圆几百米都能听得到 那些工作人员 大多数都是些学校的学生 他们都非常有礼貌地指引着 毕竟集中在这里的 都是要角逐高级学员的全国各地的天才 没有宗师级以上的实力 和强者的推荐信都不能参加 除了这些条件 还要进行测试 只有测试通过了 才能正式成为高级学员 他们这些人都是低级学员 当然 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测试 升级到高级学员 只要你实力足够强 萧明和柳之威走在一起 柳之威知道 战斗场馆在哪里 直接带着萧明去 就不麻烦工作人员了 柳之威看向萧明 开口问道 你就不好奇 为什么我知道这些吗 萧明本来在观察着四周 想要提前熟悉一下这里 听到柳之威的话 他一边走一边说道 虽然我有很多疑问 但是我不抢求你 你想告诉我 自然会说的 听到萧明的话 柳之威心里一触动 他也想着不买关子了 全盘说出 其实我 就在柳之威想要说出来时 突然被一道声音打断 这位小姐 你好 可以和你交一个朋友吗 萧明望去 只见一个穿得十分精致的男子 出现在眼前 男子年纪大约二十七八岁 短发 鼻梁高挺 嘴唇性感 看起来有点帅气 一副花花公子的模样 但是对比萧明的颜值 还是逊色很多的 萧明看着眼前的男子 他怎么感觉在 哪里见过一样 但是又不是 只是有些相似罢了 柳之威没有理会他 而是小心翼翼地 撇了萧明一眼 哦 我还没自我介绍 我叫林辅浩 来自南疆市林家 林辅浩文雅地说道 林家 五道是家 林辅文是你什么人 柳之威问道 林辅浩一听 眼睛闪过一丝得意 正是我的哥哥 林辅浩一脸自豪地说道 林辅浩嘴角上扬 他心里想着 柳之威一定是被 自己强大的家族给吸引了 到时候 萧明一听 顿时想了起来 他记得在战场上 见过一个叫林辅文的人 难怪会觉得 眼前这个人那么眼熟 原来是亲兄弟啊 然而 柳之威没给林辅浩好脸色 说道 没兴趣 说完拉着萧明转身离开 他们刚刚在干嘛 哎呀 你是没看到啊 那个是林家的小公子 刚刚想搭讪 那个漂亮的姑娘 被人家给拒绝了 哦 我看那个姑娘是有男朋友的 这都敢搭讪 兄弟 你不是南疆人吧 我告诉你吧 那个姑娘身边的青年 是我们南疆市的一名天才 听说他来自滕飞舞馆 现在来参加南疆舞蹈大学的测试 哈哈 这样啊 这下有好戏看了 一旁的舞者们 也看到了这一幕 大多数都是南疆市人 还有一些外地来的舞者 也在看着 林辅浩见自己这样被拒绝 他眼神变得阴沉 显得非常生气 哼 臭表 给你机会你不要 那我就把那个废物给打发走 林辅浩小声地碎碎念 然后他走向萧明 挡在萧明面前 你 十项点 我给你钱 你离开他 说吧 要多少 林辅浩挡在萧明前面 非常高傲地说道 看他这个样子 显然是不认识萧明的 萧明此时一脸关爱弱智的样子 看着林辅浩 心里想着 这人是什么品种的 总的 VS孙二 众人望去 看见屏幕上的名字 他们有的松了口气 有的一脸可惜 还有的饶有兴趣地看着 萧明 没想到他第一个就上场了 看来这次又有好戏看了 林辅浩和萧明 居然都在第一次出现了 可惜他们不是一个场的 不然那可好看了 我们可以看看 谁的实力比较强 看到萧明和林辅浩出现 众人又开始了讨论 林辅浩看见 和萧明插肩而过的战斗 一脸可惜 哼 算你好运 他阴狠地看向萧明 速战速决吧 萧明喃喃自语 请选手们迅速上场 一道电子音响起 嗯 这是来自南疆世外的舞者 让我看看 外面的舞者实力如何吧 萧明眼神炽热 随即走上擂台 凑巧的是 林辅浩的擂台就在萧明旁边 林辅浩上台后 没有看向对手 而是看向萧明那边 根本不把他的对手放在眼里 而他的对手康爽 皮肤有黑 身材壮硕 长相凶恶 看起来就不好惹 哼 敢小看我 看我等一下 怎么他踩着脚下 康爽喃喃道 与此同时 萧明和孙二都在打量着对方 我听他们说你很强 但是我不信 我孙二 今天就让他们闭嘴 孙二一脸挑衅地说道 他的长相人如其名 尖耳喉腮 一看就知道 是自私自利 笑里藏刀的人 萧明没把他的话放在眼里 他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 他抬头 赫然看见高文山的目光看向自己 他正在观众席上观察着全场 萧明微微一笑 点头示意 高文山也点头表示回应 在我面前还敢这么嚣张 你找死 孙二手持战刀 气血沸腾 气血凝聚 血闪斩 孙二一声大喝 一道血色刀芒飞出 萧明目光回归 看向眼前的攻击 只见拿到血色刀芒 与一般的不同 他是在飞行过程中 不断地躲闪着 让人琢磨不透他的运行轨迹 萧明站在原地不动 就这样等着对方的攻击飞过来 刀芒赫然闪现在萧明眼前 萧明步伐一动 轻松地躲开了那道刀芒 这个还挺有意思 只是修炼得要不到家 要是再精炼那么点 我还会有点忌惮 萧明说道 萧明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孙二还是能够听到的 这话到了孙二里 简直就是耻辱 可恶 竟敢小瞧我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孙二一副恼羞成怒 紧接着他猛然冲了过来 朝着萧明攻击 萧明举起战刀一挡 挡掉了孙二的进攻 孙二继续发起猛攻 他一脸疯狂 使劲地攻击萧明 试图打到萧明 萧明本来是想要测试一下 南疆世外的武者实力如何的 现在 他恐怕要失望了 打了这么久 就这点实力 结束吧 萧明心里想着 就在这时 观众席突然传来一阵惊呼 WOC 林辅号牛逼 直接秒杀 我去 这也太离谱了吧 啊 林辅文好杀啊 萧明和孙二 也看向林辅号那个擂台 只见林辅号一脸傲气地踩着康爽 盛气凌人地说道 哼 废物 连我一招都接不住 也配当我的对手 说完 他的目光看向萧明 眼中露出不屑 仿佛好像在说 你打个废物 都能打那么久 你也是个废物 叮咚 第二擂台 林辅号胜 一道电子音响撤起来 紧接着 又是一道电子音响起 是第一擂台的战斗也结束了 开场没几分钟就结束了 非常迅速 几乎都是压倒性的战斗 而现在萧明所在的第三擂台 还没有结束战斗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 集中在第三擂台上 嗯 萧明突然感觉到 一道极其隐晦 力量非常强大的弃血之力 第九十二章 你信吗 萧明的目光 从第二擂台回归 看向孙二 只见孙二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看起来非常甚人 好像是什么奸计得逞了一样 那道强大的弃血之力 变得越来越强烈 本能地想要逃离 萧明朝着源头望去 他顿时瞳孔一缩 只见一个灰黑色的匕首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朝着萧明的心脏刺来 他赫然感受到 一股危机感传来 萧明心意一动 意识里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八卦图 他步伐快速移动 加上身法的控制 紧接着 萧明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而孙二阴险的攻击继续着 他一副非常得逞的表情露出 仿佛看到了 自己让那些人闭嘴的画面 这时 他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萧明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的攻击打在了空落落的空气上 他一脸难以置信地待着原地 他回想起自己的攻击 明明丝毫没有疏漏 他的那个暗招也非常的成功 就算萧明感应到 照这个速度也已经无法躲开了 萧明是怎么做到的 他此时一脸疑惑地待着原地 然而 他打死也想不到 是萧明太变态了 萧明直接全面运行太极步 消失在原地 这时萧明出现在了孙二的身后 萧明运行气血 一拳轰了出去 孙二感受到身后庞大的气血之力 他猛然清醒过来 想要转身格挡 但是他晚了 轰隆 强大的气血之力 直接湮灭了他的护体刚气 实打实地打在了孙二的背后 孙二受到了距离 整个人往前飞去 喉咙一甜 吐出鲜血 洒落在地上 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生死不明 萧明站在原地 拍了拍手 叮咚 第三擂台 萧明胜 电子音再次响起 呼 真够音的 要不是我昨天晚上学会了太极步 恐怕今天就要 栽在他手里了 萧明喃喃道 看着倒在地上的孙二 萧明想想都有些后怕 他仔细回想起 他们战斗的细节 赫然全部都是阴谋 孙二假装自己很愤怒 然后冲上来 疯狂攻击萧明 就是为了找出萧明的破绽 然后暗中进行一击必杀 非常阴险 萧明刚刚被林府号的战斗 吸引了注意力 要不是他反应快 他已经隐恨西北了 虽说是 不给搞出人命 但是 这也不是说说就能决定的事 最讨厌这种老六了 萧明痛恨地说道 这整个过程不过几十秒 却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他们也认识到了 萧明强大的实力 是毋庸置疑的 WOC 这个更精彩好吧 打得太惊险了 是啊 我都没看见 萧明是怎么突然消失 又突然出现在别人背后的 要我看 这可比那个什么一下子 就秒杀了的林府号 精彩多了 观众席赫然传来一阵欢呼 为萧明的惊人操作给赞许 高文山把刚才萧明战斗的 全过程看在眼里 眼神闪过一丝惊叹 哼 有意思 这小子出现的时候 我就有点怀疑了 现在终于确认了 他的步伐是太极步 并且已经修炼到了极限 这天赋 高文山难难道 眼中出现一丝赞许和震惊 一般而言 想要把一部功法修炼到极限 那就需要非常强大的天赋 或者用无与伦比的时间来修炼 当然 这也是看功法修炼的难易的 但就算是比较简单的功法 想要修炼到极限 这也是需要非常难的 况且 萧明修炼的步伐显然不简单 耐够把如此的功法修炼到极限 是难上加难的 所以 高文山才会如此的震惊 这时高文山 看向柳之威的方向 只见柳之威 站起身来 在为萧明奋力地欢呼 看来小姐和她的关系不一般啊 与此同时 刚走下擂台的林府号 突然被那阵欢呼声给得吓一跳 她立马 看向萧明的方向 发现萧明已经把孙儿给打败了 她此时 心里有些疑惑 她刚刚转身走下擂台 一眨眼的功夫 第三擂台的战斗就结束了 萧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萧明就那么强 不 她不信 一定是萧明使用了什么阴险手段取得的胜利 想到这 林府号看向萧明的眼神 显得更加狠利 随即转身离开 擂台上 倒在地上的孙儿被医抬走 迅速拉去抢救 做完这一切 萧明走下擂台 这时她看向观众席 发现那些观众们 看自己的眼神不一样了 这放在这场战斗前 他们大多都是质疑 偏见的神情 但是现在有的只是静养 就在萧明走下来后 屏幕上的名字再次跳动 萧明走下台 向着观众席走去 走向柳之威位置 萧明 刚才你是怎么做到的 柳之威显然是看出了刚才场上的端倪 开口问道 萧明走上前去 坐在她旁边 我说我的步伐 已经修炼到了极限 你信不信 萧明卖关子的说道 柳之威听后 她瞪大眼睛 瞳孔微缩 然后很快恢复过来 我信 我当然信 柳之威坚定地说道 柳之威可是见过萧明战斗时的非同寻常的 在地下室战斗时 她就已经看出来了 萧明总是能够将危机化显为夷 萧明听到柳之威的话 她顿时一脸错愕地看着她 但是想了想 也是 刚才那一幕除了这个说法 在她这个境界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解释的了 柳之威看见萧明没有说话 她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你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 柳之威微微一笑 说道 萧明也笑了笑 其实这些都是运气 你信吗 柳之威一听 立马说道 我信 不 我不信 萧明看见柳之威这副样子 不禁觉得有点可爱 就在萧明想要开口说话时 观众吸得嘈杂声响起 快看 那是来自我们北面罗恒市的黄修卓 听说 他是因为在罗恒市年轻一辈里 已经是无敌的了 实力非常强大 看来他的对手要遭殃了 一个在萧明他们附近的舞者 大声地喊道 非常激动 萧明当然也听到了对方的声音 他的目光看向擂台 第九十三章 你说了 只见一个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子 稳稳地站立在擂台上 他的身后背负着一柄长剑 周身散发的气息 让人感受到一股望而却步的距离感 萧明从远处就能感受到对方的气场 剑修 不简单啊 萧明目光深邃 在龙国 剑修也是有很多的是主流之一 总体来说 还是刀修多一点 但是刀修和剑修的实力差不多 这个看个人选择而已 柳之威在一旁听到萧明说的话 非常期待这一场战斗 被萧明督这也评价的人 肯定不是一般人 柳之威是这样想的 要我说 这个黄修卓 好像更厉害一点 我听说罗恒氏的舞者也挺强的 能打到罗恒氏 最强也是挺厉害的 这可说不定哦 林府昊我觉得更厉害 他的身份你们知道吧 他肯定能够接受强者的教育 他的实力 应该还是很强的 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萧明啊 刚刚我们可都是亲眼目睹了呀 谁强谁弱 还不一定嘛 这时 观众席的舞者们开始讨论 哪个人比较强 都是围绕着萧明 林府昊和黄修卓的话题 他们都各执一词 各有各的说法 场面极为激烈 擂台上 黄修卓的对手 是一个壮汉 双手各自拿着一柄锤子 吃暗一锤 突然 那个壮汉运行气血 猛然向着黄修卓冲了过去 像一头牛一样 黄修卓站在原地 不紧不慢地从背后拔出长剑 紧接着 他的眉目一冷 整个人都显得凌厉了起来 那个壮汉 已然临近黄修卓 一锤子就要将黄修卓锤死 黄修卓一个横批格挡掉 然后转变方向 猛然朝着壮汉的肚子刺去 那个壮汉反应也很快 将两个锤子格挡在胸前 叮 清脆的声音响起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壮汉猛然向后面震开 壮汉不断地后退 他奋力地稳住身体 一脸凝重地看着眼前的黄修卓 他的双手被震得抖动 刚才的进攻告诉他 眼前的敌人非常强大 不是自己靠蛮力就能打败的 然而 他的瞳孔突然一缩 他眼前的黄修卓不见了 壮汉慌张地四处张望 试图找出敌人的位置 他疯狂运行精神力 感知着黄修卓 这是步伐 而且是比较高级的步伐 看样子 已经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萧明在观众席上 时刻观察着这场战斗 萧明还是能够观察到黄修卓的位置的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的观众席上 高文山也看着这一幕 哦 又有一个有意思的家伙 不知道这两个家伙打起来会怎么样 哎呀 有点期待了 高文山津津有味地看着 而此时的擂台上 黄修卓的身影赫然出现在壮汉的侧面 他一剑滑向壮汉的胳膊 强大的力量 直接把壮汉的护体刚气滑破 力量不变地朝着他的胳膊滑了一剑 扑痴 鲜血涌出 壮汉感受到一股刺痛感 他脸上露出一丝疼痛的神情 紧接着 壮汉抓住这个机会 气血凝聚 大声一喝 碎星锤 他的锤子 一下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血虚影 一柄巨大的气血锤子举起 壮汉呲哑 猛然朝着黄修卓攻击过去 这股力量非常的庞大 天崩地裂般的气息弥漫 黄修卓立马运行步伐 逃离现场 那柄锤子也很快 就在黄修卓还没跑的时候 就已经锁定了黄修卓的气机 黄修卓见到自己的气机被锁定 他在到处的闪避 然而那柄锯锤一直锁定着他 黄修卓这时气息瞬间一变 轰隆 一声沉闷的巨响响彻起来 只见壮汉的锯锤突然崩裂 化作气血粒子四处飞散 怎么回事 怎么就突然没了 是啊 什么情况 有没有看懂的兄弟解释一下 难道是那个锤子兄弟的运行功法处插错了 顿时众人一脸猛逼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完全看不出来 那个气血锯锤是怎么破碎的 现在唯一可靠的解释 就是黄修卓弄的 等等 刚刚那是 萧明瞪大眼睛 说道 他刚才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争锋 但是萧明不太确定 另一边 高文山眼睛一挑 哈哈 越来越有意思了 高文山笑道 擂台上 壮汉一脸猛逼 他刚才感受到一股非常锋利的力量 把自己的招式给破碎了 此时的他已经无计可施了 他一脸苍白 显然是气血即将亏空的征兆 这时 黄修卓的身影出现在壮汉面前 他神情平静 没有一丝的波动 仿佛对刚才的战斗 没有多大的兴趣 只见黄修卓伸出长剑 架在壮汉的脖子上 你说了 认输吧 他的声音非常的沉稳 壮汉双手一松 两个锤子脱手落在地上 紧接着 他摊坐在地上 低下头 一副失去了士气的样子 我认说 壮汉用着非常虚弱的声音说道 仿佛壮汉一瞬间老了一样 有气无力地说出来 叮咚 第二擂台 黄修卓胜 电子音响起 黄修卓收回长剑 走向擂台 他的目光这时 看向萧明的方向 萧明的目光 也迎在了黄修卓的目光上 双方就这样看着 他们都眼神炽热 渴望与对方交手 这个过程没多久 就十几秒 但是他们 仿佛是战斗了很多次一样 WOC 黄修卓牛逼啊 我完全没看懂啊 看来高手的招式 我是无法理解的 是啊 他确实厉害 可能比萧明 林辅浩都要强 这个不好说 得站过才知道 好了 准备到我上场了 诸位为我加油啊 他们观看完黄修卓的战斗后 觉得这个擂台赛太有意思了 这比他们自己上场战斗都要有趣 萧明刚才经过和黄修卓的眼神交锋 好像从他的眼里看出 他很想和自己一战 并且 这已经是期待已久的了 萧明他也是第一次 见过这个人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这个黄修卓应该是 看过萧明的视频 才激起了他的斗志的 不过他也是渴望和这样的强者战斗的 第94章 上场 擂台赛继续进行着 后面的亮点就少了很多 不过还是有一些强大的舞者横空出现 一鸣惊人 但是对比萧明那些妖孽 还是暗淡了许多 而萧明通过观看多场的战斗 他也从中学习到很多功法 一刀 扑吃 男子直接被一刀砍倒在地 仔细一看 他的胸口处出现了一道很深的伤疤 要不是有护体钢器和套装的保护 恐怕男子早就被砍成两断了 还能这样 萧明看见林辅浩刚才的气血之力 突然转变成了一股极其霸道的力量 但萧明说不清 那股力量是什么 但是他感觉是他的功法的独特之处 高文山看到这一幕 继续喃喃道 哦 林家的独门绝技霸气一刀 听说难度非常大 没想到他学会了 不过看他那性子 就算有天赋 也发挥不出来啊 高文山看到林辅浩 嚣张跋扈的样子 摇摇头 萧明刚才观察的时候 看出了这门功法的一点门道 不过还不完整 如果林辅浩再使用多几次萧明 就可以完全将他学会了 台上的林辅浩 没有立马下台 而是走向躺在地上身影的男子 你个废物 连我的一招都抵挡不住 就你也配 林辅浩蔑视男子 说着难听的话语 紧接着 林辅浩举起战刀 猛然一戳 扑哧 戳进了男子的大腿 男子疼痛地嘶吼着 他胸口的伤口也裂得越深 让你认输 你还敢反抗我 林辅文面目猙獰 我我 男子痛得出不出话来 他想要说出 我认输 然而林辅浩接着 捅向男子的另一条大腿 男子惨叫声再次响起 太过分了 他怎么能这样 别人都已经没有战斗能力了 还要折磨他 柳芝威在观众席上 愤怒地说道 萧明看到这里 他也生出了一股无形的怒火 规则说了 不能致死 但是没说 不能这样做 对方没有失去意识 但是又没有说出认输 当然没有出现评判 什么人啊 别人都打不了了 还折磨别人 就因为说了一句话 就这样子吗 没想到林辅浩的心胸如此下隘 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又不是他的对手 上去也是白大 只能看总指挥 与此同时 观众席上都非常愤怒地 看着这一切 个个都面红耳赤的 恨不得冲上去和他打一架 但是他们还是理智的 随即他们看向高文山 看看高文山有什么反应 高文山也觉得 这样做有些过分了 就在他准备开口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擂台上 紧接着 那人一刀罢 林辅浩正开 快看 那是萧明 他上去了 WOC 萧明你就是我的神 牛逼啊 不愧是我认可的男人 没事 萧明会出手 此时冲上去阻止林辅浩的 赫然是萧明 医护把他抬下去吧 萧明对着那些医护人员说道 没有搭理林辅浩 医护人员看向高文山 高文山也点点头表示同意 医护人员才跑上来 把那个男子抬走 林辅浩看见上台的萧明 他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哈哈 怎么 看不下去了 我告诉你 下一个就是你 哈哈 我要你比他惨实呗 林辅浩一脸疯狂 萧明听到他的话 不为所动 像他这样的人 他的人格已经变得畸形 他不搭理他 而是转向高文山 总指挥 我能申请和他战斗吗 萧明开口说道 高文山听后 没有立马说话 他正在思考着全场 权衡利弊 林辅浩 你接受吗 高文山说道 林辅浩一听 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他没想到 萧明自己送上门来 他疯狂点头 接受 接受 当然接受 我太接受了 他现在巴不得自己 把萧明踩在脚下 尽情地凌辱 听后 高文山也不再多说什么 既然双方都同意 那这场直接计入成绩中 你们可以开始了 高文山直接口头宣布 比武开始了 林辅浩现在非常激动 他看着萧明 仿佛看到了 萧明跪下求饶的模样 我说过 我最后不要遇到我 没想到你却主动找上门来 你不会真的觉得 你能够打败我吧 哈哈 林辅浩轻蔑地说道 萧明没有说话 经过他的观察 他已经可以确定 林辅浩的境界 为大宗师境界 虽然说是大宗师 但是他的根基极其薄弱 这明显就是花架子 第95章 霸气 萧明都无语了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 萧明现在的实力 都能够一个打他十个 难道他没有看过自己的战斗 还是说他有什么仪仗吗 萧明心中不眠 有些疑惑 我上来 就是为了教训 教训你这条疯狗的 萧明细血地说道 林辅浩原本带有微笑的脸 也垮了下来 你真就那么想死吗 听到林辅浩的威胁 萧明不在意地耸了耸肩 林辅浩这下终于绷不住了 他的愤怒已经一于言表了 你我就成全你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林辅浩怒吼 这时 林辅浩的套装浑身冒着红光 这是套装的血怒状态 萧明说道 他自己都有一套顶级套装 自然了解这个功能 不过萧明这次没有拿出那件套装出来 毕竟放在这里太显眼了 套装的血怒状态 其实是模仿一些凶兽的血怒状态所设计的 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武者的力量 速度 防御 还有气血运行速度 做完这一切 原本的套装现在已经变得通红 去死吧 林辅浩大喊 他猛然冲向萧明 速度飞快 萧明不紧不慢地举起战刀 同样冲了出去 他的步伐非常奇异 闪来闪去 让人琢磨不透他的具体行踪 林辅浩看着闪来闪去的萧明 捕捉不到萧明的身影 他顿时有点恼怒 哼 雕虫小技 紧接着 林辅浩的气血猛然散开 他的精神力附着于气血颗粒上 形成一个场域 找到了 林辅浩眼睛一闪 他立马持刀斩了过去 定 只见萧明将林辅浩抵挡在前 萧明气血涌动 猛然战刀一阵 把林辅浩震开 紧接着 萧明快速移动 出现在林辅浩的背后 他一刀看向林辅浩的背部 霸气 萧明就要看中林辅浩时 突然感觉到 一股霸道的力量 震开了萧明 萧明有点惊讶 刚刚那事 萧明喃喃道 林辅浩转头 看着萧明 一脸戏血 哈哈 你是碰不到我的 我们林家的独门绝技 可是顶级的 萧明当然不会信 如果是这样 那岂不是无敌了 肯定有什么弱点 他只能继续攻击 找出对方的弱点 然而 霸气 霸气 经过了好几次 萧明都碰不到林辅浩 没错碰到时 就被对方的霸气震开 萧明脑海不断地回想起 当才战斗的细节 脑袋告诉运转 推演出这个所谓的霸气 难怪林辅浩对萧明 没有丝毫的忌惮 原来是有这个杀手锏啊 哈哈 我承认你很强 但是这又怎么样 还不是打不到我 林辅浩嚣张地说道 紧接着 他继续攻击萧明 萧明在不断地抵挡 他现在是一边推演 一边战斗 台上的情况如此激烈 而台下也是如此 怎么回事啊 萧明怎么看起来 是落入下风了 应该是林辅浩有问题 我看见每次萧明 想要打中林辅浩时 都被震开了 太奇怪了 这是什么 与此同时 一个身体修长 背负长剑 一袭白衣的男子走了进来 他那阴挺的鼻梁下 唇形略薄 透着一股冷峻无情之意 只见他静直地走向高文山 高文山早在不远处 就感知到了 云州 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 我记得你对这些 不感兴趣的呀 高文山对着那个男子问道 没错 这个人正是叶云州 高导师 最近闲来无事 想到今天有高级学员的测试 便过来瞧一瞧 叶云州温文儒雅地说道 高文山微微一笑 看向擂台 你看 他们的战斗可有意思了 比你们那次都有意思 叶云州当然早已经注意到了 萧明和林辅浩的战斗 哦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个林辅浩的 用的是林家的独门绝技 霸气 并且 此功法的修炼难度非常大 一般而言 很难有人能够修炼成林辅浩这样 就连林辅文 也无法修炼到这个境界 叶云州看向林辅浩 有点吃惊 是啊 据说这个功法修炼到极致 他将没有任何弱点 即可杀敌 也可防御 不过林辅浩的没有修炼到那个境界 就永远存在弱点 高文山说道 叶云州点点头 看向萧明说道 不知道 萧兄能不能找到他的弱点 你认识他 高文山听到叶云州的话 疑惑地问道 之前执行学校抵御凶兽任务的时候 认识的是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叶云州眼神炽热地看着萧明 渴望与之一战 哈哈 说实话 能被你怎么评价的人物 在南疆武道大学没几个了 其实我也对他蛮感兴趣的 我们拭目以待吧 高文山说道 随即看向战斗 你个废物 就知道多 有本事 来正面跟我打一架 林辅浩大喊 萧明才没有那么傻呢 在他还没有推演出来之前 是不会出去的 就在这时 萧明脑海里突然一震 原来如此 看来这个弱点好明显 我居然没找到 萧明露出笑容 萧明突然停了下来 他没有继续躲闪 而是正面迎接林辅浩 林辅浩见萧明停了下来 他眼前一亮 哈哈 你是跑不动了吗 林辅浩提刀 就上前砍去 萧明笔直地站着 迎接着林辅浩的攻击 他抬起战刀 气息突变 他整个人都变得极为锋利 猛然突了过去 他没有运行气血 就这么平平无奇地攻击过去 萧明的刀极其地快 林辅浩同样在朝着萧明攻击 但是他这时赫然看到萧明的刀飞快过来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抵挡 仿佛就像是降维打击一样 霸气 扑哧 鲜血流出 一眼望去 林辅浩的肩膀 被萧明的战刀贯穿 林辅浩非常的猛逼 他不知道萧明是突破他的霸气的 但是他还没想出来 他就感觉到肩膀传来一阵剧痛 哎呀呀 此时 众人看到这一幕 他们都惊呆了 原本还是林辅浩压着萧明打的 现在怎么反转了 第九十六章 看一眼就会了呀 这怎么回事啊 我没看懂啊 有人解释一下吗 我刚刚感知到 萧明他没有运行气血 也就是 他不用气血之力 就把别人打败了 用气血之力反而打不过 这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急需一个解释啊 众人 看得一头雾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怎么回事 哦 这小子 连我都找不出来 他的弱点在哪里 他那么快就找出来了 高文山看着萧明 有点难以置信 而且 这小子的刀法意境 居然是入危急 高文山再一次惊讶地说道 而此时的叶云舟露出笑容 好像他早有预料一样 不愧是我看中的对手 擂台上 萧明猛然拔下 插进林辅浩肩膀的战刀 哎呀呀 林辅浩又惨叫起来 紧接着 他的身体暴退 远离萧明 哎呀 可恶 我要杀了你 林辅浩赶紧给肩膀止血 他没想到 自己的护体钢气 霸气 加上套装 都不能抵挡 林辅浩脑海里 突然回想起来 他的老师说过 林家修炼的霸气 是有缺陷的 他非常震惊 连自己都找不到的弱点 居然被萧明找到了 一般人很难找到这个弱点 要不是萧明通过推演 他也会被蒙在鼓里 毕竟战斗时 没人会不运行气血进行对决 经过刚才的一通推演 萧明现在已经基本上了解 霸气是如何运转的了 如果他现在想要将 气血之力转换为霸气的话 随时都可以 林辅浩现在唯一的倚仗没了 他现在已经萌生了一股退意 没想到萧明的实力那么强大 并且战斗意识也是强的离谱 根本没有什么破绽 但是林辅浩想到 让他羞辱的那一幕 他就怒火冲天 恨不得把萧明千刀万剐 现在萧明在他眼里 已然成为了心魔的存在 挥之不去 林辅浩咬紧牙关 眼神阴狠 样子非常可怕 完全没有了花花公子的模样 很快 林辅浩的伤口不再流出血液 他见萧明没有攻击过来 显得更加生气 这明显是看不起自己 这时萧明仿佛像看废物一样 看着林辅浩一脸不屑 好像在说 你就是个废物 没用的废物 林辅浩越想越气 他现在如同一个疯狗一样 见谁就要 是你逼我的 林辅浩愤迹性 不然就他那个性格 成不了气候 高文山正色道 一旁的叶云周点点头 然后想到了什么 皱了皱眉头 导师 萧明这样做会不会 高文山听后 眼睛一眯 皱着眉头 冷声说道 哼 在学校我晾他们 也不敢做什么 只不过那小子 会有一点麻烦而已 如果他连这点麻烦 也解决不了 那真是白瞎了 这么好的天赋 叶云周听后 也不再说什么 继续看向擂台 与此同时 萧明做完这一切 他还没有结束 接着捅向林辅浩的两个手臂 林辅浩就要晕厥过去时 有感受到强烈的疼痛感 再一次清醒过来 他被这样反反复复的折磨 已经痛苦到流下了眼泪 嗯 差不多了吧 萧明满意地看着 轻描淡写地说道 紧接着 萧明拿开按住林辅浩的脚 此时的林辅浩 终于可以说话了 哎呀 你居然敢这样对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的老师是谁吗 知道我哥是谁吗 林辅浩嘶吼着 搬出自己的背景 萧明非常平静 他说的话 萧明一点也不在意 还是冷眼地看着 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林辅浩 我知道啊 萧明淡淡地说道 林辅浩听到 他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萧明 他从萧明的眼中看出 没有一丝的恐惧 他没想到 萧明居然一点都不怕他的家族 难道是他的家族的威慑力不够吗 不 不是 他林家 身为南疆市的武道世家 实力堪比南疆市武道联盟的 他林家还有一位阵将强者 论威慑力 那是不亚于南疆市武道联盟的 论实力 虽然比武道联盟逊色了点 但是 如果真的打起来 那必然能够使南疆市武道联盟元气大伤 而此时他眼前的这个人 居然不怕他们 是因为他有什么后台吗 林辅浩心里想着 你还敢威胁我 是还不够吗 萧明举起战刀 想要继续 然而林辅浩惊恐地说道 不要 我该死 是我嘴贱 我不该威胁你的 我该死 大哥放过我 放过我 林辅浩立马耸了 连忙求饶 果然 其实林辅浩全身都是软的 只有最适应的 萧明也没有真的继续下去 只是想要吓唬一下他而已 只是没想到他的没有一点骨气 这秒怂啊 我认输 林辅浩没有犹豫 马上说道 他非常害怕 萧明会突然给他再来一下 林辅浩现在非常狼狈 一整个人躺在地上 呈现出一个大字形 让人觉得非常好笑 哈哈 你们看林辅浩那个熊样 我看了都觉得丢人 我今天也是认识到了 原来林辅浩是个欺软趴音的主啊 萧明大老牛逼 就是要这样狠狠地教训一下 这些名门世家的人 观众席的声音再次响起 叮咚 第一擂台 萧明胜 电子音如约而至 哼 萧明 我们林家是不会放过你的 到时候 我要将我受过的屈辱 全部加倍奉还 林辅浩听到电子音后 语气恢复了以往的嚣张 威胁道 这时 医护人员也抬着担架上来 萧明没理会他 转身走下擂台 林辅浩见到不为所动的萧明 他顿时更生气了 想要开口骂 但是这时担架已经来到 把他抬走了 看来 他已经完全忘了刚才的事 萧明走下擂台后 朝着观众席走去 观众席的舞者们 都一脸尊敬地看着萧明 挡道的舞者 也会非常识趣地给萧明让路 他们非常安静 生怕得罪萧明 等萧明走远后 他们才敢说话 就在这时 一个长相漂亮 身材凹凸有致的女舞者 走到萧明面前 你你 你好 我刚刚被你威武的英姿折服 我们能 能够认识一下吗 那个女舞者害羞地说道 萧明看着挡在眼前的美女 她不为所动 我还有事 下次吧 萧明敷衍地说道 紧接着 萧明直接穿了过去 走向柳芝威的位置 而这一切 柳芝威都看在眼里 她的脸渐渐变了颜色 柳眉拧到了一起 看见萧明走过来 她把头扭到别处 萧明走过来 也注意到了柳芝威的意样 紫威姐 萧明试探地问道 哼柳芝威生气地冷哼了一声 萧明一脸猛逼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哪里惹到她了 怎么就无缘无故地生气了呢 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萧明仔细回想 试图寻找着自己 哪里得罪过这个小祖宗 难道是 萧明这时 才想起来刚刚发生的事 紫威姐 刚刚其实没什么的 是那个女孩子 想和我认识一下 不过我拒绝了 萧明解释道 第98章 战役 柳芝威一听 顿时瞪着同龄般的大眼睛 她强压兴奋地说道 真的 萧明看见柳芝威转头 微笑地说道 嗯 真的 柳芝威看着萧明的微笑 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然后脸红地说道 我只是怕你 被那个人骗了而已 我是什么人 向来只有我骗别人 别人根本骗不了我 萧明义正言辞地说道 听萧明这么一说 柳芝威的脸色 瞬间变了回来 笑嘻嘻地看着萧明 那就好 萧明看到柳芝威恢复了回来 不禁松了口气 她心中感叹道 幸好 如果她当时答应了那个女子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了 就在这时 萧明眼前闪过一道熟悉的身影 她坐在座位上 抬头望去 云州兄 你怎么来了 萧明看到叶云州 眼前顿时一亮 哈哈 萧兄 我最近比较闲 这不听说你要参加测试吗 我来看看你 叶云州客套道 我上次还没好好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萧明想到了 自己被叶云州 从凶兽群中救走的一幕 立马说道 不用这么客气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再说了 其实是柳芝前辈救的你 我只是负责 把你背回来而已 叶云州说完 看向柳芝威 点头示意 柳芝威也注意到了叶云州的目光 她也点头回应 萧明还想说什么 但是被叶云州给打住了 不说这个了 其实刚刚萧兄 在战斗的时候我也在场 萧兄的表现 真是惊为天然啊 叶云州赞许地说道 萧明一听 善善一笑说道 和云州兄比 我还逊色许多啊 叶云州说道 哈哈 萧兄谦虚了 以你现在的实力 我也不敢说 有十足的把握战胜萧兄啊 叶云州没听继续说道 况且刚才我可是看见了啊 萧兄居然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找出霸气的弱点 震惊到我了 我自愧不如啊 运气 都是运气 萧明用着这个万能的理由回答道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 萧兄可记得我临走前的约定 萧明一听 脑海里回想起当时告别的场景 他是记得叶云州说过那么一句话 云州兄说的 是我们之间的决斗 萧明明知顾问地说道 叶云州眼神里 闪过一丝渴望战斗的炽热 正是 只要你想 我们随时可以开始 萧明点点头 说道 等下次有机会 一定和你痛痛快快地战一场 不过 我现在还有这次擂台战要解决 说的也是 叶云州说道 就在这时 观众席传来了一阵欢呼声 看啊 又是那个黄修卓 他又是一招秒了对手 太强了 拔剑 进攻 收剑 就是那么干净利落 看完我人傻了 太快了 我都看不清黄修卓是怎么进攻的 萧明和叶云州也注意到了 他们听到观众的讨论声 他们纷纷转头看向擂台 只见黄修卓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 而他的对手已然倒地 他也是用剑的 嗯 这个人很强 我从他的余流的剑气上感觉到 这个人不简单 叶云州的表情从惊讶到感兴趣 嗯 确实强 并且他藏得很深 让人琢磨不透他的具体实力 萧明点点头 说道 现在整场擂台赛已经诞生了四强 也就是说 剩下萧明 黄修卓和其他两位舞者争夺最终的排名 这个擂台赛非常快 从开始到现在也只是过去了半天时间 这半天就已经诞生了四强了 就在这时 擂台的屏幕上的名字再次开始快速地跳动 在剩下的四个名字之间徘徊 众人屏住呼吸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他们在想着 萧明和黄修卓会不会被抽到一场呢 这样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战斗了 反正他们之间必定会有一战 很快 屏幕上跳动的名字在这个时候停了下来 萧明vs李军 黄修卓vs陈浩 众人看到这里 他们面露可惜 但是很快就恢复回来 萧明和黄修卓的实力毋庸置疑 他们俩肯定会有一战的 那就是最后一战 请选手们迅速上场 电子音在催促着他们 我去去就回 萧明和叶云周他们招呼了一句 便走向观众席 向着擂台走去 而在萧明走在观众席的路上 碰到了同样走向擂台的黄修卓 二人对视 迸发出强烈的战役 萧明 我们下场见 黄修卓平淡地回答道 萧明从他的言语中 感受到黄修卓极大的自信 好像对这场战斗 非常有把握一样 萧明微微一笑 点点头 随后 二人便各自前往不同的擂台 这场不同 二人的擂台相隔非常远 萧明在第一擂台 而黄修卓却在第三擂台 这就有点难为观众了 他们那些在两边的观众 就不能观看到另一边的情况了 观众们都对两边的战斗 有极大的兴趣 当然 他们也不能做什么 嘴上说说罢了 萧明来到擂台上 他眼前的对手 身材伪暗而挺拔 长得相貌堂堂 一张刀削抚批斑刚毅的脸庞上 线条分明 透着甘云的豪气 非常威武 他的身前放着一柄巨剑 稳稳地屹立在地上 双手撑着剑柄 他见萧明上台开口说道 萧明 我看过你每一场比赛 说实话 我非常崇敬你 但是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我会全力以赴 击败你 李军说话非常粗犷 但是从语气中就能够听出 他的斗志非常强烈 嗯 我已经知道了 你的决心 来吧 痛痛快快地打一架 萧明战意凌然 大声说道 说完 只见李军拔起巨剑 他的气血猛然间沸腾 突刺闪萧明 另一边 黄修卓的战斗也打响了 他的对手也不简单 是个实力非常强劲的对手 双方在打的你来我往 但是 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可以发现 黄修卓明显游刃有余 而他的对手 却仿佛是被牵着鼻子走一样 第99章 金飞昔比 呵 一声大喝 李军的巨剑砍向萧明 萧明也不是傻子 站在原地让他打 萧明步伐奇妙地转变 躲开了李军的攻击 李军看过萧明的战斗 自然知道 萧明的步伐非常了得 他也不浪费气血 他闭上眼睛 用心仔细感知着萧明的位置 事实证明 萧明的步伐 也不是无敌的 李军很快找到了萧明的位置 其实只要是运行气血精神力 都是能够感知到的 步伐也是一样 但是有些步伐的运行太过精妙 气血残留 让人很难感知到 如果要感知到这类人的位置 这需要极强的专注力 和强大的精神力 显然李军做到了 李军猛然睁开双眼 聚见猛然气血凝聚 很快一道剑气飞出 萧明看见剑气飞来 他没有过多的惊讶 他的步伐被识破是迟早的事 只是前面的对手 没有像李军这样用心感受罢了 都是极为莽撞 见到萧明就盲目冲了上来 相反李军就不一样了 别人会冷静地分析 感知萧明的位置 这是舞者和强大的舞者之间的区别 萧明此时是制空的他 无法做出多余的动作 自然是没办法逃脱李军的剑气的 他眼神一灵 手中的战刀 快速凝聚气血 一刀斩出 抵挡李军的剑气 然而 这道剑气受到了萧明的刀芒抵挡后 还是没有消失 但是 他已经变得不再凝实 这一切都太快了 给萧明的时间太短了 他无法在一秒之内 就把刀芒凝聚完成 所以 威力才会那么弱 萧明健壮 立马横刀于身前 很快 剑气狠狠地装在刀锋上 萧明此时也从空中落地 稳稳地站在 紧接着萧明战刀一阵 直接把这道薄弱的剑气震散 然而还没完 就在萧明落地的瞬间 李军已经来到了萧明的侧面 一股威势极为强烈的气血之力 从萧明的侧面传来 很快就要击中萧明 定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萧明的护体刚气破碎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萧明口中念叨 霸气 李军强大的力量 直接被震开 李军暴退 就在刚刚 萧明突然把自己的气血之力 转换成了霸气 抵挡住了李军的攻击 从前面几波攻击来看 李军对萧明显然是很了解的 他的攻击 基本上都是针对萧明而设立的 差点就成功了 这是 林辅号的招式 李军闪过一丝惊讶 萧明没说话 而是微微一笑 这时 萧明突然出现在李军的面前 紧接着 萧明手中的拳头猛然握紧 气血凝聚 快速形成一个狮子模样 李军反应很快 想要躲开 但是萧明更快 提前预判到了李军的位置 紧接着就是一拳轰了上去 吼 一声巨大的狮子吼穿遍擂台 只见身形庞大的李军被猛然轰飞 直接落到了擂台的边缘 嗯 发生了什么 我都没看清 我只看见萧明不见了 这一眨眼的功夫 然后就是李军倒地了 卧槽 萧明大佬也太强了吧 快看 那边的战斗也结束了 所有人都被萧明快速 果断 强大的执行力给震惊了 这时 另一边的战斗也同时结束 非常快速 这开场不到十分钟 就结束了战斗 黄修卓这时 看向远处的擂台 目光落在萧明身上 而萧明感受都一股目光 随即转过头去 目光同样看向黄修卓 萧明微微一笑 而黄修卓自是点了点头 叮咚 第一擂台 萧明胜 叮咚 第三擂台 黄修卓胜 卧槽 要来了吗 要来了吗 两大强者的对决 哈哈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呜呜 看看这第一岛地 花落谁家呢 所有人激动地欢呼起来 这比他们自己上场都激动 与此同时 高文山从观众席上飞了起来 他站在擂台的上空 居高临下地看着下方 众人这时也注意到了 他们纷纷看向高文山 如同天神一般 好了 擂台赛到这里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还有一场战斗 你们两个先下去休息十分钟 恢复恢复气血 高文山大声说道 紧接着 他从空中落下 回到他特定的观众席 萧明和黄修卓同时走向擂台 他们彼此间擦肩而过 没有过多地露出反应 反正下一场就是他们的战斗了 很快 萧明回到了座位上 萧兄啊 刚刚我全程都在观察着那个黄修卓的战斗啊 不简单啊 你要小心 叶云舟说道 说实话 叶云舟也看不出黄修卓的具体实力 就是看着有点怪怪的 说不出来是哪里奇怪 萧明听后 点点头说道 嗯 我会注意的 你们这届出现了如此多天才 我们南武下次的武道联赛 一定能够在前三 有我们一席之地 叶云舟难难道 叶云舟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萧明还是能够听清的 云舟兄 你刚刚说的武道联赛是什么 萧明问道 就在这时 在一旁听的柳之威 突然发出声音 武道联赛 有武道联盟组织的一场大赛 大赛汇集了全国的组织 大学 世家 宗门等等的年轻才俊 直接的比斗 比斗完后会形成一个排行榜 排行越靠前的组织 获得国家的资源越丰富 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比武大赛 萧明之前在电视上 听说过这样的大赛 但是他没有仔细关注 顾着修炼了 现在他才初不了解到这个大赛 你们说的排行榜 那我们南武的实力如何 萧明好奇地问道 柳之威和叶云舟听后 他们面面相去 眼神突然暗淡了起来 脸上的笑容也收敛 其实我们南武以前 是能够排行前三的 但是随着我们强大的年轻舞者 在对抗凶兽中死亡 而且有天赋的人才 也选择去了那些好的舞蹈组织 我们南武从那时起 一直衰落下去 现在排名在前世以外了 叶云舟用着非常沉重的语气说道 萧明听到叶云舟他们的解释后 才明白 如今的南武 已经并非以前的南武了 第100章 战斗打响 别小看这个排名 这个排名 是在龙国最具权威性 影响力最大的榜单 而它也是争夺资源的象征 国家会根据这个排名分配资源 排行靠前的势力 获得的资源越多 南武一直是这一片区域的有声力量 每一场有凶兽入侵 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出现 可见南武的责任心 这个萧明知道 在西面方向对抗凶兽时 也有南武的身影 叶云舟就是个证明 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南武武者 在对抗凶兽时不幸丧生 即便这样 他们还是坚持下派武者赶赴战场 现在已经这样了 那为什么南武还要继续 下派武者前往战场了 萧明抓住关键地方 问道 这是我们南武的传统 是我们南武的校训 一方面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国家 另一方面 是为了让学生在无数的战斗 在锻炼自己 得到蜕变 叶云舟解释道 听到叶云舟的解释 萧明点头表示明白 在整个龙国里 能够像南江武道大学这样 负有责任心的势力不多了 其他的势力 几乎都是 对那些要么就是敷衍了事 要么就是直接不作为 每一场战争动员南武都会上阵 武者实力 战斗能力非常强大 越级挑战都不算罕见的了 喝水吃饭的程度罢了 当然 这也是自愿的 不是强制性的 不过如果你参加了 那你就能够得到大量的积分 叶云舟继续说道 当然是要自愿的 如果是强制性的还得了 会出大问题的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要说是强制性的话 那应该是 搁在大灾难时期了 积分 萧明一脸疑惑地问道 叶云舟这时才想到 萧明是刚刚进来南江武道大学 还不了解这些 然而还没等他说话 萧明旁边的柳芝威 抢先了一步 我们学校采取的积分制 积分可以兑换到你想要的资源 比如说 工法 担药 装备等等 也不止这些 在学校 你可以运用积分 解决绝大部分的事 柳芝威说道 柳芝威显然是对这里 非常的熟悉 当然萧明是知道的 他也不多想什么 这不和他武馆的贡献点类似吗 非常容易理解 萧明这时 也是初不了解了 南江武道大学的基本情况了 一道电子音响彻整个场馆 叮咚 请萧明 黄修卓两位选手上场 听到这道声音 他们也没再多说什么 萧明 加油 加油 柳芝威和叶云州二人 为萧明鼓励道 萧明微微一笑 点点头 转身走向擂台 萧明很快来到擂台上 他一眼望去 就看见了早早就站在擂台上的黄修卓 他从黄修卓的种种行为 这都能够看出 黄修卓渴望与自己一战 萧明谨慎地看着眼前对手 他观察黄修卓的战斗狠手 对他的了解也不多 但是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在双方上台时 擂台赛已然开始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中间的第二擂台 观众席上 除了参战的舞者 还有大部分都是校内的低级学员 他们都来观摩这场战斗 举校著名的战斗即将打响 他们都是谁啊 有谁能告诉我 兄弟 我一看你就是刚来的 看见那个长得非常帅 拿刀的没 是我们南疆市的天才 网上那段视频看过吧 就是他 你再看看那个持剑的 他是罗横的 听说他已经同辈无敌了 幸亏你来了 不然你错过了这场好戏 你会后悔的 WOC 那么劲爆的是 不行 我得打电话叫我的室友来才行 顿时 观众席上坐满了人 有的甚至还没地方坐了 站着看 与此同时 擂台上 小明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和强者一战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场擂台赛 不会有什么强大的对手了 没想到你会突然出现 我看过你的战斗 你很强 这点燃了我的斗志 黄修卓说话的语气 越来越急促 越来越大声 黄修卓其实来这里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找到强者 因为在他的城市里 已经没有能够和他比配的对手了 他渴望找到能和他一战的对手 所以他来到了最近的南武 谢谢你的肯定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来吧 我们痛痛快快地打一场 小明不紧不慢地说道 话音刚落 黄修卓眼神凌厉 拔出长剑 突刺向小明 小明同样手持战刀 运行气血 脚轻轻一蹬 飞来出去 紧接着 他们二人相互碰撞在一起 来了来了 终于要开始了吗 我一定要记录下来 这场战斗 你们别吵了 认真看比赛吧 观众喜吵闹声不断 观众非常激动 双方战斗在一起 你挥一剑 我挡一剑 你挥一刀 我挡一刀 他们双方都在试探着对方 小明步伐突然一变 变得扑朔迷离 他的身形在黄修卓身边不断变换 黄修卓非常的专注 不愧是个天才 很快就掌握了肖明的节奏 跟了上前 肖明看到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对方也是个顶级天才 从和黄修卓的接触中可以看出 对方非常的享受这样的战斗 并且对方还会从战斗中 有轻微的进步 同样拥有强大天赋的肖明 能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就这样 双方再次达到了一种平衡 以来我往的进攻 黄修卓的气血沸腾 突然猛地一刺 刺向肖明 当然 肖明反应很快 直接用身法轻松地躲开了 入微级身法 黄修卓眼神中闪过惊讶 他没想到 肖明的身法达到了入微级 之前没看见肖明用过 那是肖明根本没机会用啊 紧接着 双方暂时性拉开距离 都谨慎地观察着对方 经过刚才的试图 肖明觉得 黄修卓的气血功底非常浑厚 起码有中段大宗师级别 并且对方的战斗意识也非常强大 那是经过身经百战才能练就的 肖明现在 还没有这样的战斗意识 第101章 招式进出 但是肖明 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斗能力弥补的 这个不用担心 肖明眼前的敌人 比之前先战斗过的神勇和灵斧号 强大不知多少倍 他明显地感觉到 黄修卓隐藏了很多实力 没有展现出来 当然 肖明也一样没有 展现出过多的实力 双方拉开距离后 还没停止 只见黄修卓运行气血 他身上的威势猛然变大 这一切 肖明当然都看在眼里 他谨慎地看着黄修卓 飞雪龙闪 只听见黄修卓一声大喝 肖明眼前的黄修卓 赫然消失 紧接着 猛然闪现在肖明面前 黄修卓的剑身一转 一道寒芒仙道 随后剑出如龙 肖明被那道寒芒闪亮眼 失去了眼前的视线 这时 肖明的感知里 黄修卓再次消失 过了一秒 肖明的视线已经恢复了回来 然而黄修卓也来到了 肖明距离不到两米的地方 只见黄修卓手持长剑 静止地刺向肖明 他的长剑上 赫然爬行着一条龙的虚影 紧接着 那跳龙发出一声龙吟 吼 肖明反应很快 但是这个时候 显然已经晚了 肖明他无法做出大幅度的反击 只能硬抗了 霸气 肖明也大喊一声 一股极为霸道的力量 从肖明身体喷涌而出 紧接着 黄修卓的攻击稳稳地落在了肖明的刀上 肖明奋力抵挡着 由于对方的攻击太强 霸气无法把对方震开 不过还是能够缓解一大部分压力的 肖明没有感觉到痛苦 但是他感受到巨大的推力 再把他往后推去 很快就会到达擂台边缘 掉下擂台就等于输了 肖明当然不能让自己掉下去 既然不能躲掉 那就反击吧 他的气血猛然沸腾 战刀凝聚气血 紧接着 他的手猛然一转 把战刀和长剑分开 肖明的步法和身法一起转变 他的脚步转换 身体倾斜躲闪着 就这样 黄修卓猛然向着擂台下飞去 而肖明 已然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黄修卓健壮 立马停止运行攻法 气血收回 然后停止了擂台边缘 他恢复过来 脸色凝重 他没想到 肖明居然能够躲开 他的飞雪龙闪 一般人很难躲开 要么抵挡使用另一个更强大的攻法 要么就在亮出寒芒的时候就躲开了 他还没遇到过一个已经攻击到的 能够躲开的 要知道 这个攻法可是速度非常快的 很难躲开的 就算躲开了 也是掉了一层皮的 而现在 肖明反客为主 灵活运作步伐和身法 巧妙躲开了黄修卓的进攻 把黄修卓推到了边缘位置 就在这时 黄修卓猛然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攻击 在急速往这边飞来 他目光望向那个源头 只见一道刀芒迅速接近 黄修卓现在处在擂台边缘 如果被这道攻击击中的话 一定会掉下去的 他现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硬看或者 黄修卓的气息猛然一变 他的眼睛凌厉 浑身散发出锋利的剑气 他整个人如同一把绝世宝剑一般 不远处的肖明看到这一幕 眼睛不由得一亮 这是 就是这种感觉 他之前在观察黄修卓的战斗时 感受到的 就是这种感觉 这感觉 怎么和自己的入危级刀法那么相像 难道这时入危级剑法 肖明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性 而此时在观众席上 叶云周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气息变幻的黄修卓 这是入危级剑法 叶云周惊讶地说道 叶云周自己也没有 修炼成入危级剑法 他知道入危级剑法修炼的难度 就算是他苦苦修炼 也才到极限精通级剑法 他始终跨越不过那道坎 仿佛前面如同一道鸿沟 哦 有意思 藏得够深的 现在才完全显露出来 前面呈现的 只不过是一点点意境 难怪我看得乖乖的 原来是这样 果然然老了 高文山站着特定观众席上 非常清楚地看着战场的情况 黄修卓立马运行气血 凝聚于长剑上 很快 气血凝聚便打断了 黄修卓猛然一剑滑了出去 一道凝实的剑气飞出 轰隆 剑气和刀芒相撞 发出巨响 两道攻击赫然被抵消了 WOC 这是什么惊人操作 这看得我都快反应不过来了 是啊 刚才还是肖明被压制 现在又到肖明压制 但是现在有变得平衡了 我能够感受到 黄修卓的气息的变化 那好像是入危级剑法 观众席上的舞者们 一开始看他们战斗的时候 是平住呼吸 不敢说话的 现在看到他们的操作 立马吵闹起来 黄修卓做完这一切 他立马走进擂台里 避免自己再次处于不利地位 入危级剑法 我倒要看看有多强 肖明看见对方使用出了底牌 战役瞬间涌了上来 既然如此 那他也不藏着掖着了 只见肖明的气息 也随着一变 变得锋利 如同开封的宝刀 爆血筐连斩 肖明大喊 这是 高文山原本还没从 黄修卓的震惊中缓过来 现在再一次被震惊到了 擂台上的黄修卓 看的这一幕 他双眼瞪得大大的 死死地盯着飞过来的刀芒 不过 很快他就恢复过来 他的气血沸腾 凝聚于长剑上 龙神极气剑 黄修卓也跟着划出一道剑气 样子飞出凝石 紧接着 一道龙鹰传出 气势宏大 两道攻击的速度都飞快 很快 两道攻击相撞 刺 轰隆 巨像赫然响彻整个场馆 就在这时 两道攻击形成了一个气流风暴 冲击波都被这个风暴给震碎 开始肆虐着整个场馆 大家赶紧运行气血 运行护体钢气 这些气流的攻击性很强 高文山运行气血 大声喊道 顿时整个场馆都听到了高文山的声音 WOC 这是什么呀 幸好我反应快 嘶 这也太强了 这么远我都能感受到强大的力量 那他们两个人在中间 岂不是 众人纷纷运行护体钢气抵挡起来 第102章 最后一招 那些气流 带着黄修卓和萧明的意境 攻击力 穿透力极强 气流打在护体钢气上 发出当当当的声响 过了一会儿 气流慢慢流逝掉 场面再次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 在擂台上 萧明二人还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萧明脸上露出微笑 他好久没有那么酣畅淋漓地打一场了 同样黄修卓那冷漠的脸上 也久违地露出一丁点微笑 他很满意这场战斗 他本来以为自己会过完这关 才能找到对手 没想到第一关就遇到了如此强劲的对手 哈哈 痛快 黄修卓一改一往冷漠的神情 变得豪迈起来 再来 萧明大喊 紧接着 萧明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萧明的移动速度飞快 突然出现在黄修卓身后 一刀砍下去 黄修卓自然知道 他以自己为诱饵 紧接着 他的步伐转变 就出现在萧明的侧面 萧明也知道 对方会变换位置 故意做出假动作 实际上 萧明手中的刀猛然一转 往他自己的侧面砍去 这时 二人的攻击已然临近 无法躲避 叮 萧明左手气血凝聚 形成了一头狮子 噢吼 狮吼声响起 黄修卓注意到 这时也晚了 但是他的战斗 经验丰富 知道该怎么应对 只见他气血凝聚于手肘 一顶 由于威力不足 黄修卓被猛然震开 他的身体被强大的力量 形成的惯性 不断往后倒去 黄修卓脚步一踏 稳住身体 停了下来 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黄修卓的右手 出现了轻微的颤抖 显然是受到了轻伤 但是很快 黄修卓的手 便不再抖动 嗯 肖明的观察很仔细 自然注意到了 对方的手的异样 但是没想到 那么快就恢复了回来 一般来说 正常人都会很久 才会恢复回来的 但是眼前这个 不到几秒就恢复了 这是什么操作 肖明不禁对这一点 产生了一点好奇 每等黄修卓反应过来 肖明再一次发起了攻击 肖明的脑子高速运转 不断地预判 对手的攻击位置 和具体位置 肖明每一次都能精准地 预判到对方气血的轨迹 然后迅速做出反应 反观黄修卓就 有些吃力了 他明显跟不上肖明的速度了 从这里看出 他的天赋 没有肖明强大 经过长时间的攻击与抵挡 黄修卓表现着不理想 他感觉自己 眼前这个人 仿佛就是个怪物 越打越强大 他自己的招式 攻法好像全部都被肖明看穿了一样 一直处在被动状态 观众席上的舞者们 当然是看不出来的 他们只能看到两道残影 在擂台上闪来闪去 WOC 我的眼睛跟不上啊 这怎么看啊 哈哈 叫你好好修炼 现在实力不行 当然看不了了 太快了 我看不到 他们什么情况啊 有那位强者解释一下吗 观众席的人已经看迷糊了 纷纷在抱怨着 他们都好强大 一 我怎么看的肖明是战上风的 果然 肖兄的实力 还是一样的强大 叶云舟看着擂台分析道 柳之威已经看不清了 他只能拜托叶云舟 给他解释一下情况了 与此同时 擂台上 肖明猛然握紧战刀 力量加大 气血沸腾 战刀快速砍向黄修卓 这刀飞快无比 黄修卓这时才反应过来 这突然的攻击 让黄修卓无法做出抵挡和反击 他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战刀强大的力量 直接击穿护体钢器 静止朝着黄修卓的肚子上砍去 扑哧 身体与战刀的切割声响起 鲜血飞出 洒落在地上 黄修卓的肚子上赫然出现了一道平整的伤口 一道强烈的疼痛感直冲黄修卓的大脑 他原本冷漠的脸上露出了疼痛的争鸣 他没过多理会肚子上的伤口 只见他猛然往身后一跃 拉开了双方的距离 做完这一切 黄修卓才用手堵住自己肚子上的伤口 眼神凝重 他感觉肖明的实力不止这些 黄修卓受伤了 肖明大佬牛逼啊 WOC 还得是我肖明大佬啊 终于能够看清楚了 不过这一下子就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肖明站在原地 他没有再次上前攻击 因为他想验证一件奇怪的事 黄修卓捂住自己的伤口 很快伤口就不再流血 然后伤口开始慢慢愈合 非常快速 几呼吸后 黄修卓的伤口已然愈合 留下了一道伤疤 果然 你是有特殊体质的人吧 肖明看到这一幕 他开口说道 黄修卓见状也不再隐藏了 你肯定早就猜测到了吧 你现在还不打过来 其实是为了验证你的猜测 黄修卓很聪明 一下子就看穿了肖明的想法 肖明眼前的黄修卓 是他遇到过天赋最强的人了 在此之前 他还没遇到过 顶多就是那个手下败将神勇了 入威及剑法 中断大宗师的实力 现在加上这个特殊体质 说实话 如此强大的天赋 这以后必定能够成为人足顶梁柱 不过 肖明看向黄修卓的脸色 出现了一点惨白 这个特殊体质 还会消耗气血 黄修卓迎着肖明的眼光 眼神坚定 你也看到了 我的气血快要消耗完了 我们最后一道大招结束怎么样 黄修卓对着肖明说道 肖明看着眼神坚定的黄修卓 微微一笑 如你所愿 紧接着 双方拉开距离 各自对立站在两边 他们要干嘛呀 怎么不打了 这是 要一招绝胜负的情形啊 WOC 大帝要来了吗 不行我得做好准备先 远处的高文山看到这里 他眼神闪过一丝深邃 擂台上 二人同时运行气血 紧接着 他们的气息变得锋利 他们浑身气血沸腾 举起战刀剑 凝聚气血 顿时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弥漫整个场馆 这事 形成了气血场域 有人惊呼 气血场域 是舞者凝聚气血时 气血庞大的标志性象征 第103章 强大的杀招 大家快运行护体钢器 高文山大喊 传遍整个场馆 擂台上刀光剑影 气血粒子在舞者的运行下 形成了具有攻击性的气血场域 现在附着上入危急的异景 现在使气血场域 变得更加锋利 更加具有穿透性 威力更加强大 如果你不运行护体钢器抵挡的话 就会一不小心被他们伤害到 这可不妙啊 这两个臭小子 是要把这个场馆拆了吗 搞这么大 高文山在观众席上皱着眉头 抱怨道 只见他的目光看向擂台 他抬起手臂 对准擂台 紧接着高文山的身上 原本平静的空气变得躁动 空气被强大的力量压得粘稠 变得一道道波浪 弥漫在他的四周 高文山的身体 猛然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一种不同于气血之力的力量涌出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股力量与气血之力 有同根同源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王腾飞和南宫颈身上出现过 也许这就是强者的标志吧 强大的力量 从高文山的手中涌现出去 作用于擂台上 很快 那股强大的力量在擂台中 形成了一个淡金色的保护罩 把肖明和黄修卓都笼罩在里面 做完这一切 高文山收回力量 他变成金色的身体 也逐渐恢复了回来 直至金色消失不见 他周围的空气也恢复回来 空气迅速挤压着他的衣服 一 发生了什么 压力怎么消失了 快看 是高导师出手了 太好了 WOC 好强 不愧是导师啊 在观众席的舞者们 感觉周围的变化 都激动地讨论着 他们见到高文山这样的强者出手 更是兴奋不已 崇拜强者 是亘古不变的 与此同时 在擂台上 肖明和黄修卓身上的力量 在不断地增强 二人都在蓄力 为了最后一招 黄修卓在拼命地凝聚力量 他的脸色变得 无比惨白 已然到了极限 他咬紧牙关 坚持着 反观肖明 他虽然脸色出现了一点惨白 但是没有像黄修卓那样 黄修卓之前被肖明砍中一刀 本来就溢散了大量的气血 紧接着 又用特殊体质恢复伤口 气血消耗更多了 现在又要 强行用出最后一招 可想而知 黄修卓是 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他这时已经是极限了 坚持不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就会因气血枯竭而死亡了 黄修卓惨白的面容上 带着一丝微笑 他对这场战斗极为满意 不管胜负如何 他都竭尽全力 酣畅淋漓地大战了一场 紧接着 黄修卓的眼神变得锐利 凝聚的气血一下子收缩 凝结 龙神烟灭煞 他喊出的瞬间 眼睛闪过一丝光亮 话音刚落 黄修卓凭空消失在原地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与此同时 在肖明的感知里 他早就发现了黄修卓的异样 他随即也不再凝聚气血了 立马收缩 紧接着便看见凭空消失的黄修卓 肖明闭上双眼 用心感知着对方的气血轨迹和气血波动 这时 肖明猛然睁开双眼 他感知到一股庞大的气血飞来 就在他睁开眼睛时 便看到一道凝实的气血剑气 猛然掠过来 肖明一道刀芒斩出 与之抵消 然而 就在肖明斩出刀芒的时候 他的感知里 突出冒出黄修卓的气血波动 就在自己的侧面 肖明握紧战刀 迅速抵挡 肖明抵挡完人都没看清 黄修卓就再次消失 紧接着又是两道剑气飞过来 肖明同样展出两道刀芒抵挡 黄修卓同样出现在肖明身边 这一次直接出现了黄修卓的两道身影 肖明快速抽刀抵挡 他看着两道黄修卓的身影 他清楚地明白 这是速度极快 产生的眼睛错觉 就这样 黄修卓的剑气 从两道变成了三道 身影同样变成了三个 不得不说 黄修卓这次的大招 让肖明有点吃力 这黄修卓出现的方位 每一次都不尽相同 肖明仿佛落入了黄修卓的必杀阵里 黄修卓在不同的位置间闪来闪去 攻击着肖明 这时 黄修卓发出的剑气已然来到了四道 并且 威力和前面的相比只增不减 速度非常快 肖明挥出三道刀芒 然而还没等肖明挥出第四道时 黄修卓的四道身影出现了 快到肖明还没来得及推演出他的气血轨迹 肖明没办法了 只能硬抗黄修卓的进攻了 但是这道剑气还是要消灭掉的 他没管出现在身边的黄修卓 毅然斩出最后一刀 紧接着 扑吃 叮 只见黄修卓的四道身影 手持长剑 狠狠地划在肖明身上 直接将肖明的护体钢气划破 然后肖明身上的套装也瞬间破裂 划在了肖明的身体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然后肖明的身体冒出金光 是肖明之前修炼的防御功法 金刚不坏身 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 他的金刚不坏身 之前已经推演到了第十三层 防御力更强大了 现在黄修卓的攻击 击打在肖明身上 划出了一道道白痕 黄修卓见到眼神非常震惊 他还没见过如此厉害的防御功法 居然连他的大招都打不穿 想到这 黄修卓见肖明已然露出了破绽 那就持续下去吧 他握紧长剑 力量变得更大 黄修卓在空中闪来闪去 不断地攻击肖明的身体 速度极快 肖明也在抵挡着 他身上的套装被划破的 已经不成样子了 肖明裸露着上半身 朔壮的身体 展露无遗 肖明现在明白了 他只要受到了对方的一次攻击 自己就已经等于 落入了对方的顺杀阵里 只能被动抵挡着 WOC 好刺激啊 虽然看不清黄修卓的位置 但是我现在看到 肖明明显处于下风啊 咦 要反转了吗 这紧张刺激的一幕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不过肖明的防御是真的吗 受到了如此密集的攻击 还能防御住 他的身体 是用什么做的呀 观众席上没有一人敢眨眼 瞪大眼睛 看着这精彩的战斗 第104章 创造破绽 这小子修炼的是什么防御功法呀 这看起来像金刚门的金刚不坏身啊 但是看起来 这门功法 明显比那个金刚不坏身要高级许多啊 不行 找时间 一定要好好问问这小子 观众席上的高文山 看见肖明的防御后 他立马对其感兴趣了起来 而在观众席的另一边 柳之威看到肖明处在不利状况 他的担忧再一次显现了出来 他双手紧握 放在樱桃般的小嘴上 显得极为紧张 旁边的叶云舟 同样眼神凝重 注视着这一切 我相信肖兄 他不会就这样被击败的 叶云舟也看见了柳之威的状况安慰到 柳之威一听 心里顿时好受了不守 他相信肖明是能够创造奇迹的 与此同时 擂台上的肖明 双手抱头 在抵挡着黄修卓无数的攻击 肖明身上 已经出现了无数道白痕 那些白痕过了一会儿 就慢慢地变成了红色条痕 仿佛是受到了无尽的鞭打 肖明也不是白挨打的 他的脑子高速运转 想要推演出黄修卓的攻法运行规律 试图找出突破口 肖明知道自己 已经落入了别人的杀招 再使劲找也不管用的 但是他 还是要试试 在左边 肖明心里想着 紧接着 他的战刀砍向他的左侧 然而什么都没有 然后 结果是 黄修卓出现在他的后面 肖明又被攻击了一次 肖明无论怎么 都无法攻击到对方 此时肖明的身体 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血痕了 再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会被攻破防御而死 不得不说 黄修卓的这个攻法 简直逆天了 找不出任何破绽 不过也是肖明小看了这门攻法 要是他当时注意力集中点 推演出对方的速度 攻击方位 那就不会被那四道剑气 给陷入了如此被动的境地 既然找不出来 那我就打破这一切 肖明显然有些愤怒了 他大喊道 他这是放弃了 明显不是 紧接着 他猛然调动自己身体里的细胞 只见肖明的右手 呈现出金色的光泽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肖明右手喷涌而出 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他那股力量 和高文山刚才运行的那股力量 很相似 简直是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显然是更加弱小一些 那 那是 高文山显得极为震惊 不敢相信 他已经震惊到 说不出话来了 他的手臂金光呈现 逐渐形成了一头狮子的模样 看起来没有那么凝实 那么的栩栩如生 反而有些淡薄 肖明猛然抬头 朝着天空大吼 狮吼拳 随着肖明的吼叫声发出 他手臂上的狮子飞出 吼吼 一声巨大的狮子吼响彻整个场馆 震耳欲聋 然而有高文山的防护罩笼罩着 观众席的人受到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能够震得气血喷涌 此时正在不断发出攻击的黄修卓 也听到了 这也是巨吼 就是因为这一声 他的身体抽搐了一下 打乱了他的攻击节奏 紧接着 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只见那头狮子 狠狠地撞向高文山布置的防护罩 庞大的能量相互碰撞 咔嚓 防护罩顶端发生军裂 紧接着裂得越来越大 这个简直就不是什么天才 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妖孽啊 高文山惊叹道 巨大的力量在防护罩内肆虐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但是那个防护罩 还是没能破裂开 而此时的黄修卓 黄修卓已经反应了回来 继续朝着萧明攻击 维持他的攻击节奏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萧明已经成功地抓住 他的即将攻过来的招式 他眼神一灵力 迅速捡起地上的战刀 黄修卓这次是从萧明的后面进攻 此时的他还认为 萧明仍然处于他的必杀阵中 他非常的确信 这一次肯定能够击穿萧明的防御 经过刚才 萧明大幅度地运行弃血 这一次 萧明肯定已经没有了大量的弃血 维持防御攻法的运行 到时候 只要穿破了萧明的防御 使萧明受伤 气血一散 那他黄修卓 自然是胜利者了 就在他即将攻击到萧明的背后时 萧明的头猛然一侧 嘴角露出了微笑 黄修卓震惊地看着萧明微笑的神情 他这时也意识到了什么 但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也收不回来了 萧明横刀一个抵挡 定 清脆的声音响起 然而 这时 萧明眼神中闪过一丝震惊 因为他的战刀断了 被黄修卓的攻击 硬生生地打断了 当然震惊归震惊 萧明很快反应回来 但是黄修卓也抓住了这个空挡 想要侧身逃跑 萧明那会让他跑了呢 他左手已然凝聚好气血 猛然朝着黄修卓的胸口打去 这道攻击实打实地打在了黄修卓的身上 发出一道沉闷的声音 噗 黄修卓喉咙一甜 赫然吐出大量鲜血 紧接着 他的身体飞快地向后飞去 很快 他的身体狠狠地撞在了高文山的防护罩上 没有飞出擂台 黄修卓痛苦地趴在地上 不断地咳出鲜血 然而 就算如此 黄修卓还是在使劲地站立起来 在磕磕绊绊地扶着长剑 让自己站立起来 萧明的目光一直落在黄修卓身上 只见他的胸口处有一道萧明留下的拳印 看到这一幕 他不禁有些佩服黄修卓了 痛快了 黄修卓一边咳嗽一边大喊 如此豪情 令人心生感悟 萧明 你 嗨嗨 很强 你是第一个打败我的 嗨嗨 同辈舞者 黄修卓对着萧明说道 他眼神中有的不是暗淡 失望 而是喜悦 感慨 激动 嗯 你也是 我在同辈里 遇到的最强的对手 萧明回答道 哈哈哈哈 是我 嗨嗨 输了 我认输 黄修卓大声喊着 话音刚落 黄修卓就要猛然倒在地上 不过萧明反应很快 立马冲了上前 把即将倒地的黄修卓扶住 第105章 看不穿你 呜呼 太精彩了 我发誓 这绝对是我看过最精彩的擂台赛 是啊 我还从中学会了很多呢 收获极大 果然还是萧明大佬牛逼啊 果然还是我们南疆市的舞者牛逼啊 哈哈 萧明万岁 顿时 观众席上的所有人沸腾了起来 他们很多人都在高喊着萧明的名字 没想到萧明还没进到校园就已经出名了 这在校史上从来没有过 萧明是第一个 然而 此时的萧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出名了 他现在还在扶着已经昏迷过去的黄修卓 叮咚 第二擂台 萧明上 电子音如约而至 就在这时 擂台上的防护罩突然消失 只见一道人影出现在空中 缓慢地降落在他们的擂台上 众人望去 是高文山 高文山降临后 看向萧明和黄修卓二人 一脸欣慰 越看越满意 医护人员看见防护罩消失 立马冲上去 想要把萧明旁的黄修卓抬走 但是这一举动被高文山制止了 你们下去吧 我来解决 高文山对着医护人员说道 他的体质特殊 是难得一见的超量恢复体质 治愈能力极高 但是这治愈需要大量的气血 高文山一边说 一边走向萧明二人 紧接着 只见高文山把手搭在了黄修卓的手上 他的身上的能量转换 变成气血之力输入黄修卓的体内 但是他也是极为容易吸收能量的体质 高文山继续说道 一般人其实很难 直接通过外部传输气血 到另一个人的体内 这会发生强烈的排斥反应 遭到体内气血细胞的强烈抵抗 而黄修卓不同 他的体质特殊 可以吸收任何人的气血输入 萧明看到这都有些眼红了 如此强大的天赋 怎么能让人不羡慕呢 黄修卓的脸色恢复红润 如果你认真看 他被萧明打得凹陷的胸口已经恢复了回来 非常神奇 反观输出气血的高文山一点事都没有 萧明看到了不得不感叹 果然是超级强准啊 萧明 看不穿你 高文山这时突然看向萧明 开口说道 萧明一听 他看向高文山的眼睛 从高文山的眼中 萧明可以看出 高文山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萧明现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 一道咳嗽声响起 打破了这尴尬的场景 萧明扶着的黄修卓已然清醒回来 他慢慢睁开双眼 就看到高文山在眼前 而且 高文山的一只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他立马知道发生了什么 黄修卓一击灵 立马站稳 正色地看着高文山 感谢总指挥 黄修卓对高文山拘了下宫 感激道 嗯 你们两个表现得不错 高文山现在非常 激动 他好久没有遇到过 如此强大天赋的舞者了 自从南武逐渐没落 天才们都加入到其他势力去了 南武很少见到过这样的天才了 他能不高兴 不激动吗 高文山眼神 看着二人 闪过一丝隐晦的炽热 他仿佛看到了南武的希望之心就在眼前 仿佛看到了 南武即将在武道联赛中复兴的壮举 萧明看向一旁的黄修卓 微微一笑 伸出手 今天打得很畅快 这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很高兴认识你 萧明礼貌地说道 黄修卓在萧明转头时 他也很默契地转过去 便看到微微一笑的萧明 紧接着就听到了萧明说的话 他冷清的脸上也微微一笑 同样伸出手 说道 嗯 很高兴认识你 二人随即握了握手 高文山也不理睬这些客套话了 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 要干 随即转身 面向观众席 此时的观众席 还是一样坐满了人 他们看见战斗结束了 居然还没散场 显然是对刚才那场战斗 极为敬重了 这时 那些参加测试的舞者们 也集中在了擂台下 等待高文山的措辞 各位年轻的舞者们 今天的擂台赛 在我看来 还是比较满意的 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测试圆满结束了 在这里 我要恭喜那些晋级的舞者 我代表男舞欢迎你们 高文山一改以往的严肃的神情 他现在热情地说道 但是 那些没有晋级的舞者 也不要灰心 你还年轻 还有很多机会 路漫漫骑修远西 无将上下而求索 相信你们在下一次 必定能够成功 高文山继续说道 也没落下那些没晋级的舞者 而那些没晋级的舞者 纷纷低下头 垂头丧气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黯然离开了这个场馆 我们男舞 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 谁的实力强 谁获得的资源就越多 所以 在这场测试中 我为前五名舞者 准备了一些奖励 高文山大声说道 奖励 什么奖励 WOC 还有奖励 啊啊呀 该死啊 我离第五名还差一点点 就差个十几名 差点啊 可惜了 唉 你们就别想了 不会轮到我们的 那些都是给各位大佬们的 听到奖励 台下的舞者们 立马嘈杂了起来 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 肖明一听 眼睛立马一亮 奖励 他最喜欢奖励了 自从上次 从舞蹈联盟那里 获得的丰厚奖励 他现在已经对这些奖励 充满了期待感 没办法 上次获得的奖励 实在是太丰厚了 只见高文山说完后 示意了一下 台下一名工作人员 那么工作人员随即点头 紧接着走上台 下面由我来公布奖励 第一名获得1000积分 第二名获得600积分 第三名工作人员 大声地公布着奖励 积分 这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不知道啊 是啊 我听说好像是学校的体制 等吧 他会和我们说的 别急 台下的舞者们 一听到积分 他们便一脸猛逼起来 他们哪知道这些 但是很快 工作人员在说完奖励后 也开始解释了起来 我们学校采取的积分制 积分可以对换 第106章 手环 工作人员在细心地讲解着 非常通俗易懂 台下的众人 听到工作人员的讲解后 他们纷纷点头 表示听懂了 好了 关于积分制的讲解结束了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那个工作人员 看向台下的舞者们 问道 报告 那积分该如果获得呢 一个人在人群中喊道 这个其实在后面 分发的学生手册里 会有说明的 但是既然 你在这里提出来 那我就提前 跟你们说一下吧 这些积分啊 你们可以通过做任务 做生意 参加一些比赛等等获得 这等你们真正接触过就明白了 工作人员也不厌其烦地讲着 听工作人员这一通讲解后 台下的舞者们也不再发出疑问了 他们各个脸上都朝气蓬勃 至高气扬 一副青春焕发的面客 期待着美好的校园生活 工作人员见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继续说道 好 既然大家没什么问题了 那拿上来 就在这时 只见一两个工作人员走了出来 他们的手里都拿着一个精密的机械箱子 看起来是一种密码箱 非常坚硬 可能连高文山那样的强者 也未必能够强行打开 他们把那神秘的箱子 放在人群面前 舞者们都非常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纷纷在猜测 这是什么东西 然而那些人群里 显然已经有人知道了 那些从低级学员晋级上来的舞者 开口解释道 这是分发给我们每个人的学员表 学员表 那是什么 是啊 我不懂啊 小姐 哎哎 你们别吵了 那人在讲解呢 这个是你们每个人的学员表 在你们晋级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把你们的档案 绑定在数据库里 你们只需要登入自己的联盟身份 就可以绑定了 就在那个在台上工作人员 在讲解的时候 那些想着已经被打开 萧明和黄修卓 这时也从台上走了下来 他们好奇地看向那些手表 众人望去 只见那些所谓的手表 准确地说不是手表 而是一个手环 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手环 我说 怎么我看见你们 每个人都戴着这样的手环呢 一个眼尖的舞者开口说道 紧接着 随着工作人员的指示 众人有序地上前领取手环 萧明当然也拿到了 他拿在手上 好奇地观察着 这个新鲜玩意 他转来转去 唯一看见的就是 手环是写着男无两个字 然后就没有了 众人拿在手上 也是一脸猛逼 就这个玩意 这没有一个 屏幕操作 要怎么绑定啊 顿时这个疑惑 同时出现在了众人心中 工作人员看见疑惑的众人 他也不卖关子了 这个学员表出来 我刚刚说的之外 还要运行自己的精神力 绑定手环 然而 还没等工作人员讲解完 萧明其实就已经成功绑定了 他刚才推演出了 这枚手环上 有精神力运行轨迹 很快 他就将精神力作用于手环 紧接着 萧明的面前 突然出现了一道 全息控制面板 工作人员在人群中 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没在意 继续讲解着 他认为 萧明一定是 低级学员晋级上来的 他不知道 但是别人是知道的 他们那些认识萧明的 纷纷震惊地看着萧明 就连黄修卓也被震惊了 这是什么怪物 这也行 难道他之前用过这样的手环 他们心中非常疑惑 显然 他不是 他没注意到 众人异样的眼光 他现在还在研究着 他面前突然冒出的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中 上面出现一行字 和一个空白的框框 亲爱的学员您好 欢迎您 加入我们南疆武道大学 下面需要您进行身份验证 请填入您的联盟身份号 下滑信下滑信下 肖明在看完这个说明后 立马填入了自己的联盟身份号 填入后 控制面板在核对着 速度很快 没过多久就完成了 恭喜您 核对成功 紧接着 控制面板赫然发生变化 出现在肖明眼前的是 眼花缭乱的选项 个人成绩 积分商城 任务管理 论坛 控制面板出现的各种东西 应接不暇 让肖明反应不过来 他在仔细地研究着 在上面 他找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比如说 可以直接在这里领取任务 购买商品 学校分布图等等 甚至还能看电视 肖明越看越是满意 这也太方便了吧 肖明心中感叹道 就在这时 众人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解后 纷纷都打开了手环 他们面前都同样出现了一个 全息控制面板 惊艳了众人 WOC 这也太牛逼了吧 这功能也太全面了吧 还能打电话 这个手环 价值连城了吧 太商标符号牛了 舞者们都被这个手环给震惊了 他们纷纷给予超高的评价 就在大家都沉浸在手环的欢乐时 一道声音传来 既然大家都拿到了手环 那这次的测试 正是圆满结束了 各位想知道的信息 都可以在手环上看到 在这里 我就不多说了 祝大家 能够在南武创造辉煌 以上 高文山庞大的声音 显得极为洪亮 说完 高文山飞了起来 紧接着飞出了场馆 而那些工作人员 在高文山飞走后 他们也随着离开了 只留下了猛逼的众人 萧民随即准备打开手环 就在这时 一道倩影冲向萧民 紧紧地抱住了萧民 萧民瞪打双眼 恭喜你 萧民 传来的 赫然是柳芝威的声音 萧民被柳芝威这样抱着 他闻到了柳芝威身上传来的清香 让萧民如痴如醉 嗨嗨 这时 一道咳嗽声突兀地响起 柳芝威这时也松开了萧民 脸上出现了两抹红韵 低下头 看起来非常可爱 而那个咳嗽的人 赫然是叶云周 他本来是和柳芝威过来找萧民的 没想到看到这一幕 恭喜你啊 小兄 叶云周收回刚才的尴尬 恢复平常的语气说道 第107章 也许是吧 萧民微微一笑 随即回答道 谢谢你们 三人相互客套了几句 哈哈 萧兄你以后就是我们男舞的人了 叶云周微笑道 哈哈 是啊 那就麻烦云周兄 以后多多关照了 萧民回答道 那必须的 我现在有空 我带你熟悉熟悉 我们学校怎么样 叶云周搭着萧民的肩膀 说道 就在萧民想要说话时 只见柳芝威从口袋中掏出一枚手环 只见手环在冒着亮光 柳芝威戴上 接听了电话 喂 嗯 好 柳芝威在应答着 萧民和叶云周都看到了这一幕 也没说什么 而静静地等待着 很快 柳芝威便挂断了电话 她看向萧民二人 一脸惋惜地说道 对不起 我还有事 不能陪你们了 说完 柳芝威看了一眼萧民 便转身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萧民看着离开的柳芝威 她从没见过柳芝威这副表情 似乎是有什么事一样 看她走去的方向 应该是校长办公室无疑了 估计又是她爸找她有事了 叶云周平静地说道 校长 萧民有些疑惑 叶云周瞪大双眼 惊讶地看着萧民 你不知道 她没跟你说吗 萧民点点头 说道 她本来是想跟我说的 但是没机会 叶云周这时恢复了回来 说道 她是我们南武校长柳青山的女儿 上次和我去救你的柳芝监察室 还是我师姐呢 我一直以为你知道的 萧民现在才知道 难怪王腾飞会安排柳芝威来接送我 那感情这里是她家 她回个家顺便载个人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一切都说清了 萧民心中的疑惑也解开了 萧民看了一眼叶云周 顿时明白 为什么在那个危险时候 她会挺身而出 救下萧民了 这次原来和柳芝是这样的关系 叶云周也注意到了萧民一样的目光 她顿时明白 是怎么回事 哎哎 我当时可不是因为师姐才去救你的 见死不救 可不是我叶云周的作风 她正色道 萧民听到叶云周的解释 点点头 要不是她解释得快 萧民都要不相信了 随即她转移了目光 那只威解是有什么事啊 萧民说道 叶云周这时嘴角上扬 调侃道 萧兄 你实话和我说 你是不是喜欢师妹 叶云周本来不是那么喜欢说话的 自从遇到萧民后 她反而变得开朗乐观起来了 她一切一味 只是为了变强 现在她不再这样想了 也不知道 是萧民身上的什么东西 改变的她 萧民听后 不禁发起了呆 她也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柳芝威 就是和柳芝威相处 她会非常心情愉悦 这种感觉 她从来没有过 她穿越前就是为了学习 一整个书呆子 穿越后 也是非常努力地修炼 别说谈恋爱了 她连女生都没有接触过 也许是吧 萧民露出淡淡笑容 语气低缓地说道 哈哈 那萧兄 你可要把握好机会哦 根据我的观察 师妹显然也是 对你有意思的 叶云周微笑说道 萧民笑笑没说话 而是轻轻地点了下头 走吧 萧兄 我带你去逛一下 我们美丽的校园 叶云周拍了拍萧民的肩膀 爽快地说道 与此同时 柳芝威来到了一栋办公楼内 她静直地走向一道大门处 停了下来 门上有一个牌子 写着招待式 柳芝威脸色并不好看 她深吸一口气 举起玉手 敲击大门 进来 一道低沉浑厚的声音 从里面穿出 柳芝威一听 便用力推开了大门 一进来 所有人的目光 看着柳芝威 只见里面 坐在正中间的 是一个戴着眼镜 五官显得端庄挺拔 身穿浅色休闲服 洁白衬衫 无不流露出 优雅得体的君子风度 看起来和柳芝威 有几分相像 而在两边做人 一边只做着一个人 那人柳眉信念 肤白貌美 风韵楚楚 如果萧民在的话 她一定能够认出来 赫然是柳芝 柳芝把脸别到另一边 没给好脸色 而在另一边的是一老一少 那个少年极为显眼 只见她脸型消瘦 面色有点苍白 两只眼睛灵动有余 眼珠轮转间 在柳芝身上转动 透露着一股好色 脚狭 当她看见柳芝威进来时 更是瞪大双眼 一双死鱼眼 直勾勾地盯着柳芝威 面露痴呆之色 那老的双手干枯黑瘦 掌心不满厚厚的老茧 手被青筋突起 犹如鹰爪一般伶俐 想必这位也是柳校长的千金了 那个老头看见柳芝威开口说道 柳芝威走到柳芝旁边 对着中间的柳青山说道 爹 他们是 柳芝威此时有一种不好预感 不过李叔还是要的 哦 他们是来自京都侯家的 这位老者是侯家二长老侯森 那位小兄弟是侯建明 柳青山一一介绍道 他们听到柳青山的介绍 一脸高傲地看着他们 摆的架子非常高 柳芝威听到侯家 他的眼神变得凝重 京都的侯家 是非常强大的武道世家 他们的实力堪比南宫世家了 听说侯家是出了名的霸道横行 专门欺负弱小 要不是有武道联盟的制裁 他们恐怕已经嚣张到龙国高层上了 现在侯家来南疆武道大学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并且这次柳青山只叫上了他和柳西 柳青山这次 自然也是猜到了对方的来意 不过他 还是非常注重礼仪的 很显然 大家都心知肚明 柳青山看向一老一少二人 开口说道 我已经把我的小女儿叫来了 不知侯老先生来这里所为何事啊 柳青山明知顾问 而那个侯森眼睛闪过一丝精明 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早就听说了 柳校掌声有两个绝美女娃 而其中一位已经嫁人 另外一位尚未婚配 哎呀 说来真是缘分啊 我孙儿自从上次在京都参加晚会的时候 遇到了恋爱 从那以后就对恋爱朝思暮想 辗转难免啊 说到这 侯森停了下来 看向柳之威 第108章 不同意 而那个叫侯健明的 一直盯着柳之威 眼神露出渴望 贪婪 仿佛要把她给吃了一样 柳之威此时受到两道恶心的目光 她顿时变得不好受了起来 她低下头脸色极为难看 柳青山看到这一幕 眉头一皱 所以我带我孙儿来 是为了向恋爱订婚的 侯森立马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然而 还没等柳青山说话 一旁的柳西便开口说道 我们不同意 柳西从一开始 就没给她们好脸色 她非常讨厌这个武道世家 在他们武道联盟的档案里 侯家起码发生过上千宗的 违法武道联盟法律的事件 其中还有很多惨不忍睹的事情 这导致柳西对他们非常反感 为什么不同意 我们两家和亲 南武和我们侯家合作 我们侯家有大把的人才 完全可以提供给南武 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到时候武道联赛时 我们帮助你们 南武再次夺回前三 不是问题 何乐而不为呢 侯森没有生气 他早就猜到了这个 微笑道 侯森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立马抓住他们的把柄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柳西还是非常强硬地说道 侯森听到柳西的话 他眼神阴沉了下来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看向柳青山 毕竟这里 他才是主事的 柳青山看向柳之威 儒雅地问道 之威 你愿意吗 柳青山知道 柳之威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是他想抛出这个问题 作为理由拒绝他们 柳之威一直低着头 这时听到柳青山的声音 他抬起头 看了看柳西 又看了看一脸猥琐的侯健明 他这时又想到了 现在男舞的处境 他有点犹豫了 就在这时 一道帅气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想起那个人 柳之威嘴角露出了笑容 此时的侯健明 看见微笑的柳之威 他顿时被迷得神魂颠倒 他心里想着 哈哈 他肯定是 被我帅气得我迷住了 然而 柳之威接下来的动作 让他的想法堕入深渊 只见柳之威抬起头 眼神坚定 紧接着他摇摇头 柳青山看到这里 他松了一口气 他看到他的女儿笑的时候 还以为他的女儿 真的要答应啊 吓他一跳 柳青山微笑地 看着侯森二人 儒雅地开口说道 哎呀 对不住二位啊 小女他不愿意 我也没办法 阁下请回吧 侯森看到柳青山的笑容 眼神阴逸 他也明白 柳青山是故意这样做的 为的就是这一句话 他看向自己的孙子 一脸伤心 他不忍心看到 自己的孙子这样下去 只要你们肯和我们订婚 除了刚才提到的条件 我们还会把侯家四分之一的资源 永久性地攻击你们 侯森肉痛地说道 此话一出 震惊四座 要知道 在京都的侯家 可是仅次于南宫家的存在 这样的庞大势力 肯倾斜四分之一的资源 那可是相当于 现在南武的三分之一的资源了呀 怎么样 够诚意了吧 侯森继续说道 柳西虽然有点震惊 但是他的态度 还是没变的 柳青山自然知道 这些资源 对于现在的南武有多重要 但是他不能强迫自己女儿的意愿 他在等待柳之威再次回应 然而 此时的柳之威很坚决 他猛然摇头 表示拒绝 侯森看到这一幕 他的眼神阴沉到滴出水来 他现在是软得不行 难道要来硬的了 就在这时 侯森突然想到了什么 恋爱想必是和我们建民不太熟 才会拒绝的吧 那这就好办了 让他们两个好好地相处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吧 侯森一脸阴险地说道 他旁边的侯建民一听 顿时眼前一亮 心里想着 对哦 他拒绝我一定是对我不熟 到时候接触下来 让他喜欢上自己 不是更有意思 侯森果然老谋深算 柳青山脸色一变 柳校长不会不同意 我把我孙儿放在你们这里吧 侯森气势逼人继续说道 哈哈 这个自然不会 柳青山有些无奈的 哈哈 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 我把我孙儿托付给你们了 不过如果我孙儿出了什么事 你们知道后果的 侯森阴阳怪气地说道 以他们家的实力 谁敢得罪他们 建民啊 你在这里好好和智慧相处 爷爷等着你的好消息 侯森对着侯建民说道 侯建民一脸乖乖仔的样子 点点头 柳青山脸色难看 这不就等于扔了个麻烦给他们吗 既打不得有碰不得 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 一碰就碎 那个侯森说完 连句道别的话都不讲 便夺门去了 柳青山看到这一幕 他眼神阴沉 他柳青山自纵横舞蹈以来 何时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被凶兽咬几口 都不曾眨一下眼睛的 如今居然被这样对待 你们三个下去吧 柳青山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紧接着 柳西的脑海一阵 是精神力传话 柳西 你保护好之威 你是舞蹈联盟的他们 奈何不了你 柳西的脑海里 传来了柳青山的声音 他把柳西叫回来 也是有这一层面的意思的 柳西看向柳青山 点头示意 紧接着 三人朝着外面走去 而后建明 现在可是非常风光 有两个大美女陪在身边 那叫一个爽啊 哎呀 萧兄啊 怎么样我带你吃的 好不好吃 叶云周豪爽地说道 这时 他们处在学校的美食街上 他们两边到处都是美味的小吃 到处人来人往 都是年轻人 在聊天 撸串 唱歌 甚至还有比武 一副朝气蓬勃的模样 到处欢歌笑语 萧明看着这一幕 不禁让他想起了他以前的事 以前的他 虽然是个书呆子 但是还是会有一两个朋友聚在一起 像现在这样喜气洋洋的 他还记得 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现在的他已经忘却了 叶云周也注意到了萧明的神情 怎么 不开心 你不喜欢这样的氛围吗 叶云周问道 萧明微微一笑 回复道 没有 就是被这里的热闹景象给震惊到了 第109章 重回巅峰 叶云周也不再多说什么 叶云周带领萧明继续闲逛着 他们逐个小吃都尝试了一遍 萧明品尝过后才发现 在学校里的肉类 都是富含大量气血的凶兽血肉 那些小吃店 通过批发凶兽血肉 带来这里进行售卖 而且萧明还发现 这里用的几乎都是积分结算 一般的街道里的小吃 武道联盟规定 是不能用凶兽血肉进行售卖的 因为普通人 如果吸入这庞大的气血的话 会被这股强大的能量称死 只有规定的地方 武者才能前往食用和购买凶兽血肉 而南疆武道大学里的 几乎都是武者 他们都能吸收凶兽血肉 所以在学校里 是得售卖这些凶兽血肉的 那些普通人的话 武道联盟也会对他们 进行各种教育 这其中就包括了凶兽血肉 说实话 萧明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 到处摆的都是凶兽血肉 并且在他们学校里 还有几乎上百跳这样的美食街 非常的夸张 哈哈 怎么样 好吃吧 我告诉你 这些畜生的肉就是好吃 你光闻着那味 就已经忍不住流口水了 你咬起来 那些饱满的血肉 入口即化 我还想再来一份 叶云舟干饭的样子 非常狼狈 完全没有之前的冷漠脸 嗯 还不错 一积分一串 不知道是便宜还是贵 萧明回答道 哎呀 这么好吃 你管它呢 萧明听到叶云舟说的话 想到了什么 对了 我们的积分兑换成联盟币的比例是多少 萧明问道 嗯 你不知道 这个是武道联盟规定的 是从武馆来的吧 武馆的贡献值知道吧 我们的积分质和武馆的贡献值是一样的 但是价值是不一样的 这要看你所处地方的资源的多少 要是武馆的资源多 我们的资源少 那武馆用同样的贡献值 就可以获得比我们好的装备了 叶云舟长篇大论地说道 萧明点点头 他听懂了 难怪各大势力都非常看重武道联赛 武道联赛的资源获取非常的重要 这关乎每一个势力的资源分配 哎 现在我们的学校就快沦落到武馆的那个地步了 叶云舟吃着吃着停了下来 哀叹道 他连入到口中的美味食物都感到索然无味了 现在的南疆武道大学人口可是比武馆的要多得多 所以要的资源也更多 现在他们的资源少了 这就不得不减少强者的利益 去分配给那些年轻舞者 这引得那些强者的不满 于是都拍拍屁股走人了 这也是南武衰落的原因之一 萧明听到这一句话 他丝毫没有后悔 自己来到南武 南武本来就是他向往的舞者圣地 他可不会看到这个圣地衰败了 而背道而驰 既然如此 那就要改变他 萧明想到这 他的眼睛静直地看向南武的笑灰 眼神中充满了深邃 我们会让南武重回巅峰的 萧明平静地说道 叶云周错愕地看了一眼萧明 随即恢复了回来 嘴角露出笑容 嗯 我们会让他重回巅峰 叶云周一边开口 一边伸出拳头 萧明也明白 同样伸出拳头 和叶云周触碰在一起 这仿佛就是他们的承诺 这时 阳光也静止地照射在他们的身上 好像是受到上天的回应一样 走吧 这里已经熟悉得差不多了 我们去多功能修炼区 叶云周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点点头回应 经过叶云周的介绍 整个南武分为 多功能修炼区 教学区 住宿区 事务区 有很多的区 南武大的超乎萧明相信 他刚才打开手环 观察到了南武的分布图 他看了一下学校的母地 一万五千亩 你确定 这不是个小城镇 萧明心里惊呼 而他们现在要去的 就是多功能修炼区 这个区离他们很近 刚才萧明测试的场馆 就在多功能修炼区内 他们刚才走得也没多远 离得很久 几步路就到了 萧明和叶云周二人一路无话 因为他们嘴里 还啃着美味的凶兽血肉 哪有时间说话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多功能修炼区 这里有很多的场馆 每个场馆都有独特的建筑风格 就比如萧明去过的那个 看起来像鸟巢的场馆 先去哪个好呢 叶云周挠挠头 苦恼着 哎呀不管了 哪个竞选哪个吧 就去那个虚拟战斗场吧 走 我带你见见世面 叶云周一脸百烂地说道 萧明也不在意 毕竟他现在对这个地方了解得很少 去哪里都一样 随即萧明便跟着叶云周走着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一处非常科幻的地方 萧明一脸没见过世面 好奇地看着眼前的建筑 他的造型非常奇特 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 在建筑上面 还时不时一闪一闪着亮光 给人一种科幻感 怎么样 漂亮吗 我告诉你 你没出过南疆市 等你出南疆市的时候 一些地方更加的科幻 你去到简直就像进入未来世界一样 叶云周对着萧明说道 一脸自豪 这确实 南疆市这边呢 是抵抗凶兽的前线地带 经常会受到凶兽的入侵 发展缓慢 相比内陆的地区 一副祥和 安康 发展迅速 现在到处都是高科技产品 城市也非常发达 不同于南疆市 但是呢 南疆市历来就是抵抗凶兽的英雄城市 会受到国家的重点关注 资源也会投入多一些 这也导致了 从南疆市出来的舞者 一般的实力都比较强大 战斗经验丰富 这内陆的舞者是无法比的 当然也不能小看一些内陆势力的舞者 他们都极为重视学员的教育 都会派遣舞者去战斗 去学习 萧明听到叶云周的话 他现在看到这里 就已经震惊了 那外面的世界还得了 不过他也不羡慕 而是期待 以他的天赋 他不会停留在这里太久 到时候 他要亲眼领略这片神秘大地 第110章 未婚夫 我们进去吧 萧明迫不及待地说道 叶云周嘴角上扬 露出微笑 点头回应 紧接着 他们来到大门口 这个门口的造型 如同登进飞船的模样 入口下面 连接着一条斜斜的坡路 走上前 他们看向前面的建筑 就像即将登入太空飞船一样 入口不像正常那样 方方正正的 他呈现出弯曲的拱状 非常奇特 入口没有任何的阻拦 萧明和叶云周 静止地走进去 滴滴 身份验证成功 萧明的耳朵里传来机械声 他顿时好奇地看着四周 别看了 那是这里的终端 通过验证你的手环 传进你大脑的 叶云周看见迷惑的萧明解释道 萧明其实不是在找声音的来源 在他说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认出来了 萧明只是在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然而 萧明近来没看到有什么特别的 只看见了许多的房间 并且都是密闭的 萧明观察着路过的舞者 他们的实力 大部分都是比较弱的 只有一两个是宗师 大宗师的 就在这时 萧明看到两道熟悉的声音 他们正手拉着手 在萧明目光看向他们的同时 他们也同样发现了萧明 只见其中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 看到萧明顿时眼前一亮 萧明 我终于找到你了 没错 他们正是柳芝威和柳希 柳芝威松开柳希的手 一脸欣喜地朝着萧明跑了过来 萧明看到柳芝威 他也跟着高兴了起来 但是他刚才观察得非常仔细 在柳芝威的脸上 他明显地感受到了柳芝威的不开心 萧明很少见过这样的柳芝威 平时的他就是非常开朗 眼神里充满光的 就在这时 萧明才发现在柳芝和柳芝威后面还有个人 那人脸色苍白 面容消瘦 眼神阴逸地看着萧明 柳芝威猛然地抱住萧明 萧明没什么不适应的 这他已经习惯了 而一旁的叶云舟也识去地站远了点 芝威姐 那个人是谁啊 萧明对着柳芝威说道 柳芝威一听 他顿时一正 紧接着松开萧明 可能会输 不过既然你那么执着 那我就开一个 侯建明停下来想了想 如果我输了 我吃一顿屎 侯建明大声说道 真是语出惊人啊 萧明都没想到 侯建明对自己那么狠 他都有点震惊了 他本来是想让他跪下的 但是现在 既然别人说了要吃屎 那他也是盛情难缺啊 侯建明一脸得意洋洋 他想过和萧明同样的条件 如果他输了 就远离柳芝威 但是他 怎么会离开柳芝威呢 别想了 听到侯建明的话 观众房里的三人 现在已经笑得不行了 这家伙不会以为他 能够比得过萧明吧 他们终于见识到了 什么是过度自信了 那谁先来 萧明说道 哼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侯建明的厉害 在一旁看着吧 侯建明对着萧明说道 他的表现机会终于来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在柳芝威面前表演了 他要用自己的强大 彻底征服柳芝威 紧接着 侯建明走到指定位置 然后一个人形模样的投影出现 正在检测选手信息 检测完成 战斗即将开始 那个投影用机械音说着 萧明看着那个投影 极为的真实 好像就是一个实体一样 侯建明面前出现了一个面板 上面赫然出现许多的人名 和排列顺序 紧接着 那个投影说完话后 消失在原地 就在这时 一个发光的投影 出现在侯建明面前 那个投影和人 几乎没什么两样 就是浑身都发着光 他的身体呈现虚化的样子 这是别人战斗留下的投影 完美地复刻了别人的实力 形态等等 只要那个人使用过的招式 都会复刻出来 连入危急的招式也可以 这时 叶云周和萧明说过的 萧明看向那个投影 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实力 在五十级左右 这个境界 还不够侯建明塞牙缝吗 果然 侯建明手持长剑 一剑就把眼前的投影给击杀掉 侯建明人如其名是用剑的 据说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伴随着剑明 故而取名为侯建明 而且他对剑的感悟极为轻易 萧明看向侯建明的剑气 眼神闪过一丝惊讶 他赫然看见的是和黄修卓一样 有入危急的剑法 就在这时 一道电子音响起 恭喜你 击败第两万零一百五十七名 王军 紧接着 他面板上的排名提升了 是否继续挑战 是 侯建明没有犹豫 说道 他嘴角露出笑容 狂妄地说道着 哼 就这些菜鸟 完全没有我们京都的墙啊 我一招就秒了 说话间他又一剑 秒杀了一位武师级武者 他的声音很大 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得到 这是在说 他们男武的实力不行 在贬低男武 顿时 众人一脸愤怒地看着侯建明 萧明没说话 他倒要看看 这个人能够坚持多久 他们的赌约是这样的 谁的排名越高 谁就获胜 紧接着 侯建明一脸不屑地看着那个排名 给我挑战个 第五百名 侯建明嚣张地说道 很快 一道投影出现 那个投影一出现 肉眼可见的 比刚才的舞者要强大许多 简直不是一个等级的 萧明看向这个投影 是宗师级左右 五百名就宗师级了 萧明有些疑惑 他以为会在几千名才宗师级 没想到五百才宗师级 看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男武的总体实力有些差了 要知道 整个校园里有几万人 几万人只有五百人是宗师以上的 这就可以看出总体实力了 哼 还是菜鸟啊 如果是在京都 我估计连一千名都进不了啊 哈哈 男武真是衰落了 侯建明真是口不离京都 使劲地对比 但是他还是有些实力的 只见侯建明浑身渐气萦绕 气息一变 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紧接着出现在投影面前 而那投影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抵挡 但是还是晚了 侯建明一剑刺穿了投影的头颅 紧接着 消失不见 第112章 感悟状态 肖明也在时刻地 观察着侯建明的实力 大概在低段大宗师左右 实力显然没有黄修卓强大 就算学会了入危及剑法 但是完全是个花架子 没有丝毫的战斗经验 一点没有黄修卓那样的缜密的思维 侯建明在杀完投影后 他此时的自信心爆棚 他仰起头 一脸高傲的模样 用两个大鼻孔看人 仿佛在告诉所有人 看 我多厉害 都来崇拜我吧 然而真实的是 所有人都是看弱智地看着他 原本以为他是不要脸 现在他们看来是太无知啊 而侯建明反而很享受 在他看来 他们的目光 就像是他的聚光灯 给我挑战第三百名 侯建明一脸嚣张 他直接跳过了两百名 话音刚落 投影出现 这次的投影 出来的人物有点强大 那个投影一出现 便猛然朝着侯建明攻击过去 而这也让侯建明猝不及防 他原本充满笑意的脸 这时也迅速收敛 他现在有点慌乱了 那道投影攻击侯建明 侯建明轻松地抵挡掉了 但是那个投影步伐一转变 迅速出现在侯建明的身后 投影快速地给侯建明来了一刀 滴滴 选手受到攻击一次 注意 选手还有两次机会 电子音响起 发出警告 这个虚拟战斗场 也不是没有限制的 如果舞者被投影攻击超过三次的话 就会挑战这个排名失败 想要重新挑战 那得等明天了 侯建明听到这道声音 他顿时有点恼火 握紧长剑凝聚气血 狠力地朝着身后攻击过去 但是 当他的长剑即将接触到投影时 投影已然消失 投影的速度太快 侯建明的精神力显然很低 没办法感知到敌人的存在 加上战斗经验非常的匮乏 不知道敌人的攻击意图和方向 很快 投影再次出现 这次出现的不是背后 而是侯建明的上空 而侯建明这时傻乎乎地朝着身后攻击 但是他身后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就在这时 他脑海里精神力感知到投影的存在 他想要反击 但是已经晚了 那个投影 直接刺穿了侯建明的天灵盖 滴滴 选手受到攻击一次 注意 选手还有一次机会 电子音赫然响起 萧明看到这里 他一脸耻笑 这想要知道敌人在哪 不是有手就行的吗 这个投影萧明估计实力 应该在低段大宗师左右 大概是一二段左右 看起来也不是很强 对萧明来说 已经是非常弱的了 观众房里的三人 无不对这一幕表示可笑 让柳之威上都能赢 别小看柳之威 他虽然是宗师级 但是是极限宗师级 他在那次的西部战线时 就已经能够越级 杀死大宗师级别的凶兽了 当然也只是低段的 高段的就别想了 诶 师姐 师妹 你们看他那熊样 真是太好笑了 哈哈 叶云舟不放过 嘲笑侯建明的机会 大声地喊道 此话一出 柳希和柳之威 也跟着笑了起来 非常欢乐 他们仿佛是在看马戏团表演一样 他们的声音非常大 传到了侯建明的耳内 他拳头握紧 面容争鸣 眼神阴沉 他居然被柳之威嘲笑了 不能忍 侯建明仿佛落入了 投影的攻击节奏里 投影再次出现 朝着侯建明攻击过去 竟敢嘲笑我 本来我想把这招留着最后的 哼 我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这个见到天才的厉害 说完 侯建明身上的气息猛然一变 紧接着 他的气血从身体里飞散出来 形成了一道道剑气 侯建明意念一动 剑气朝着四面八方飞去 那道投影 被细小的剑气给贯穿 成了马蜂窝 紧接着消失不见 恭喜你 击败第三百名 月蒙 是否继续挑战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人都稍微震惊了下 这家伙 还是有点实力的 叶云舟开口说道 而柳西二人没有说话 看到侯建明赢了 就显得不高兴了 肖明看到刚才那招式 他眼神闪过一丝深邃 这一招还挺有意思 原来是这样 我懂了 肖明喃喃自语 他刚才看到侯建明的招式 并没有被震惊 而是非常感兴趣地 仔细观察起来 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 成功推演了出来 击杀完投影 侯建明恢复了高 他仿佛忘记了 刚才自己 被连中两招的画面 他的目光看向 在场地一边的肖明 想要看出 肖明的神情是怎么样的 应该会被自己震惊吧 然而并没有 肖明眼神平静 神情毫无波动 完全看不出肖明的表现 哼 装什么装啊 土包 侯建明的声音不大 但是肖明还是能够听到的 肖明眼神一冷 盯着侯建明 侯建明被肖明一瞪 他顿时感觉到 背后一股凉意 一股杀气 弥漫在他的身上 侯建明健壮 也不再看着肖明 脸别过去 看向面板 可惜他看不到柳之威 现在的样子 柳之威在观众房里 外面看不到里面 他现在一迎着柳之威 一定是被他的威武所吸引了 侯建明想到这 他的脸上的笑容更胜了 给我挑战第250名 侯建明继续挑战 这一次 他没有选择跨度那么大的排名了 显然 他被刚才的投影 给打得有些没胆了 他不敢这样玩了 毕竟他们 还有赌约在呢 他可不敢吃一吨食 当然要做到最好 就在这时 肖明没有再看侯建明的战斗 他盘腿而坐 闭上双眼 他感觉他今天的感悟 已经积累得很多了 如果再不将他融入起源精 可能就会自动消散掉了 等不及了 肖明现在就要推演 咦 你们看 肖明好像在修炼 柳之威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肖明的异样 立马好奇地说道 他这看起来不像是修炼 如果是修炼的话 周围的能量因子会变动 但是你们看他周围的能量因子 没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 这不是修炼 可能是肖明 进入了某种感悟状态吧 柳西同样看到肖明的异样 解释道 第113章 血雷子 柳之威听后点点头 表示理解 肖兄不愧是天纵奇才啊 在这样的场景 也能进入感悟状态 叶云周感叹道 叶云周自己也自愧不如啊 他要进入这种感悟状态 一般都是 要在比较安静的地方 并且没有任何的危险的情况下 才敢这样 而肖明现在处在如此危险 嘈杂的地方 都能进入这个感悟状态 就不怕那个侯建明 突然攻击他吗 当然 这也不是肖明能够决定的 他本来想着 等今天这些结束后 再将这些感悟融合的 毕竟感悟不是长久的东西 与此同时 正在战斗的侯建明 没有时间注意肖明 他现在非常吃力 他感觉敌人的每一招 都非常的沉重 差点招架不住 当然 他也是有进步的 经过刚刚的战斗 他已经增加了不少的战斗经验 抵挡着敌人的攻击 但是 这个投影 显然比上一个更加的变态 滴滴 选手受到攻击一次 注意 选手还有两次机会 只见那个投影 一把巨刀插入侯建明的胸膛 就在刚刚 侯建明本来以为 自己的战斗经验增长了 他想要对投影主动攻击 但是没想到 那是投影故意放出的假把式 就是为了骗侯建明 没想到侯建明上当了 被刺穿胸膛的侯建明 立马和投影拉开距离 他眼神凝重 哼 敢攻击本少爷我 找死 侯建明大喊 紧接着 他的长剑凝聚气血 非常的迅速 剑气纵横斩 一剑划出一道剑气 那道剑气非常奇特 只见那道剑气周身 环绕着细微的剑气 这和侯建明 之前用的 从身体发出的微小剑气 极为相像 投影看到这一幕 他也凝聚气血于他的剧剑 紧接着 那个投影跳向天空 从天而降 一刀砍下来 顿时形成了一道 极其庞大的刀芒飞出 轰隆 两道攻击相撞 双方都在观察着情况 就在这时 投影突然眼神一闪 他赶紧运行护体钢气 把巨刀架势在前 只见在两道攻击中 穿出了一些细小的剑气 如同一根根小针 飞出的锋利 威力巨大 投影随即转动大臂 挥动巨刀 将哪些剑气抵挡在外 叮叮叮 非常密集 一些剑气穿过投影的挥动 击打在了 他的护体钢气上 但是并没有被击穿 而是击打出破裂的痕迹 侯建明见状 他的心沉入了谷底 这样都奈何不了他 经过那么多场战斗 他现在的气血已经不多了 肯定是打不了下一场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全力把眼前这个打败先吧 紧接着 他身上的气血猛然激发 冲向投影 侯建明将长剑刺向前 速度极快 浑身激发的气血 在这个速度下 形成了一道流光 穿向投影 那个投影 此时还在抵挡着那些细小的剑气 就在这时 投影突然停了下来 看向侯建明那个方向 投影的瞳孔微缩 紧接着 他就是一声巨吼 然后他的气血也随着激发 他整个人的气血环绕周身 形成浓厚的气血场域 紧接着 那些微小剑气 赫然被震开 投影举起巨刀 然后猛然甩了起来 他的速度逐渐加快 然后越来越快 最后变成了模糊不清的旋转体 目标明确地朝着侯建明的方向转去 好家伙 这下 是拼威力了吗 叶云周突然说道 以他这个实力 是打不过的 刘夕冷冷地说道 果不其然 侯建明的长剑 一触碰到投影时 他就被弹开了 他的长剑根本寸步难行 然后侯建明也被震飞到不远处 该死 你就不能让我好好出一下风头吗 你该死啊 侯建明愤怒地喊道 紧接着 只见他从口袋中 拿出一枚不知道什么东西 猛然朝着投影扔了过去 轰隆 一声巨响 响彻整个房间 那是雪雷子 叶云周率先喊道 柳希和柳芝威 显然也是知道这个东西的 他们都皱起了眉头 太卑鄙了 他居然使用威力如此大的道具 我要向终端举报 柳芝威一脸愤懑道 没用的 终端没有阻止 证明这是可以使用的 柳希这时理智地说道 那这样对肖明太不公平了 柳芝威为肖明抱不平 这个雪雷子非常昂贵 在市面上是十亿联盟币一个 而且 这还是威力最小的 有的雪雷子威力大的 可以直接炸死震僵 非常恐怖 不过这个价格也是天价了 恭喜你 击败第250名 林山 是否继续挑战 电子音如约而至 而倒在地上的侯建明 站立起来 他一脸得意洋洋 不挑战了 这个排名已经够了 他肯定是追不上来了 侯建明自信地说道 紧接着 他的目光看向肖明 嗯 他在干嘛 侯建明这时发现 肖明正在闭上眼睛 盘腿而坐 这是感悟状态 侯建明还是懂得这些的 立马知道肖明现在的状况 嘿嘿 我现在打断他会怎么样呢 侯建明这时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他现在脑海里萌生了这个想法 心里想着 让你跟我抢女人 你死定了 在别人进入感悟状态时 如果贸然打扰他的话 会让那个人的意识受到损伤 轻则休克 重则直接死亡 而现在侯建明就是要打断肖明 只见他的手准备要触碰肖明 喂 你在干嘛呀 柳之威这时冲了出来 大声喊道 他刚才就一直注意着肖明 现在看见肖明要被打扰 他想也不想立马冲了出来 侯建明听到柳之威的声音 他立马把手缩了回去 没干嘛 我刚刚看到这位兄弟一动不动 我想看看他是死是活 侯建明一脸无辜地解释道 柳西和叶云舟这时也走了出来 他们都冷眼看着侯建明 这名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是想干什么了 他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很显然 他是知道的 你这个卑鄙小人 刚才用道具取胜我就不说了 现在还来搞我肖兄 第114章 借鉴玩玩 叶云舟从刚才开始 就已经一肚子火了 现在又看见侯建明 想要对自己兄弟图谋不轨 他顿时火冒三丈 叶云舟猛然冲了上前 直接把侯建明放倒在地上 拉着侯建明的领子 另一只手挥起拳头 准备打下去 哎哎 你可想好了 你这一拳下去 我告诉你 南无肯定要完蛋 我们侯家的手段 你是知道的 侯建明躺在地上 威胁道 叶云舟即将要打下去的拳头 突然停了下来 他生气的面目猙獰的 看着眼前的侯建明 气不过的 一把把侯建明扔在地上 他还是没有动手 柳志威和柳西看到这一幕 不免有些心酸 曾几何时 他们也是非常强大的势力 现在已经没落成这样了 连自己学生对抗不公的拳头 都打不下去了 哼 你们还是能够认清现实的吗 侯建明站起身来 拍拍自己的衣服 他随即看向柳志威 想从柳志威的脸上 看到对自己的在意 但是柳志威全程一眼都懒得看他 他的目光一直在萧明身上 侯建明憎恶地 看着坐在地上的萧明 哼 我可以使用血雷子 他也可以啊 哦 对了 我差点忘了 他是个穷鬼来着 哈哈 侯建明顿时找到盲点 立马开始炮轰 此话一出 柳志威信念冰冷 就在柳志威想要爆发时 萧明猛然睁开双眼 呼 还差一点点 柳志威听到萧明说话 他的眉目终于露出了阳光 萧明 你醒了 柳志威一脸惊喜地说道 萧明这时发现 众人都围在他这里 嗯 志威姐 我刚刚有所感悟 所以稍微耽误了点时间 他说完 眼神冷峻地看着侯建明 刚刚发生的所有事萧明 可是清清楚楚的 就算他进入了感悟状态 他同样可以观察周围的情况 要不是他也不敢这样 大庭广众之下 进行感悟了 云周兄 借一下你的剑玩玩 萧明对着叶云周说道 此话一出 顿时震惊了柳希二人 在他们的认知里 萧明可是一直都是用刀的 现在怎么用剑了 你会用剑 叶云周一脸疑惑地说道 会一点点吧 我要试一下 萧明轻描淡写地说道 其实也不是他想用剑的 他的战刀 在与黄修卓的战斗中被打断了 他也不想拿出龙牙 在这样的场合用 他就突然想到了用剑 他今天可是通过推演 学习到很多剑招 他也好奇地想试一下 叶云周也看着眼神坚定的萧明 也没再说什么 把自己的配件递给萧明 没墨迹走向指定位置 而侯建明也看出来了 萧明是第一次用剑 哼 班门弄斧 白费功夫 侯建明一脸比一道 萧明没搭理他 静直地看着眼前 他如果拿自己不熟练的兵器 赢了侯建明的强项 那不是更加有攻击性 正在检测选手信息 检测完成 战斗即将开始 一个人形投影 同样出现在萧明面前说道 紧接着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面板 面板上的一个排行榜 赫然呈现在眼前 第一名 南宫天翼 第二名 江浩 第九名 叶云舟 第十名 林辅文 上面的排行榜的名字 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萧明看向前十名 南宫天翼 南宫家的人 也来过这里进修 回头问问云舟兄吧 叶云舟兄那么强 才第九啊 看来前面的应该都是顶级强者了 萧明喃喃自语 要知道 这个排行榜 可是统计的 是阵将级别以下的武者 现在的叶云舟 是极限大宗师 无限接近阵将 已然是非常强大的武者了 那这排在他前面的 岂不是更强 萧明想到这 他眼神闪过一丝光亮 非常渴望与他们的投影一战 当然他也不傻 不是现在就要挑战 现在他的实力 还不够别人一拳的 他要等自己强大了才来挑战 他现在的真实境界 才区区宗师啊 连大宗师都不是 萧明随即收回自己的战役 回归本心 挑战第249名 萧明平淡地说道 此话一出 瞬间劲爆全场 哈哈 萧兄真是一点面子 也不给啊 直接应对 我喜欢 叶云舟大笑 说道 他们三人 早已回到了观众房 观看着萧明的战斗 而那个侯建明 也屁颠屁颠地来到观众房 他硬是要凑到柳之威的旁边 但是都被柳希给狠力地制止了 他只能坐得 离柳之威远一点的地方 他听到萧明挑战249名 他也稍微震惊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 他嘴角露出阴险的微笑 哼 他怎么敢的呀 我都差点输了 他上前肯定撑不过两秒就下场了 哎 为了赢我也不能太冲动啊 侯建明一脸讥讽地说道 一旁的人都能听到 他们顿时想笑 这是他们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萧明可是连黄修卓那样的中段大宗师都能打败 还会害怕区区一个低段的大宗师 他们仿佛像在 看小丑一样 看着侯建明 侯建明收到了柳之威的目光 他顿时心情大好 心想 难道是之威对我感兴趣了 哈哈 终归还是被我的魅力所折服了吧 其实侯建明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 都是那些他家的实力强大 太多的人倒贴于他了 他们都说是被他的魅力折服的 这才造就了侯建明的自信 与此同时 萧明眼前出现了一道投影 那个投影身形巨大 手持巨刀 非常威武 萧明拔出长剑 拿在手里 他感觉非常的轻盈 紧接着 他拿起来在空中划了两下 满意地点点头 他感觉还不错 相信很快就能够适应了 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血猛然袭来 是一道巨大的刀芒 萧明只顾研究着手中的长剑 连看都没看即将到来的刀芒 就在那道刀芒即将击中萧明时 只见萧明的身影突然虚化 不见了 然后萧明的身影 赫然出现在刚才位置的左侧 第115章 剑道提升 那道强大的刀芒 猛然从萧明身边飞过 吹得萧明的头发都在飞舞 投影见萧明躲开了自己的攻击 他的脸上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表情 他现在也只是一个 没感情的虚拟镜像而已 如果是真人的话 那肯定会露出 一脸惊讶的表情 我刚才没看清 他是怎么做到的 侯建明此时在观众房里 他看到萧明明没有动 为什么会完美地躲开刀芒 其他三人见过萧明的战斗后 他们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萧明这个 只能算是基本操作了 他们三人都没有什么反应 他顿时感到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看回战斗 心里暗自默念 希望投影争气点 把萧明打败 萧明第一次使用剑 还是有些不那么顺心应手 给他的感觉 是没有和刀那样的控制力 也是 萧明的刀法已经入微级了 如果再用上陌生的剑 那他的入微级刀法 就没办法使用了 但是他想要试一下 自己的入微级刀法 究竟能不能控制住长剑 把入微级的刀法意境 用在长剑上 萧明说干就干 他将入微级的刀法意境激发出来 一瞬间 萧明的气息转变 整个人都变得极其的锋利 像挤了一把绝世宝刀 然后 萧明把意境作用于长剑上 可是 萧明作用于长剑上时 长剑顿时变得极其不稳定 好像在排斥这股意境 在反抗 萧明凝聚的气血 很难进行精准的控制 看来是不行的了 不过萧明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不是没有收获的 至少他明白了 长剑和战刀的不同 他想尝试一下 自己到底是不适合使用长剑 投影当然不会傻傻地站在 他现在已经提着锯刀 砍向萧明了 萧明没有躲闪 而是用长剑抵挡 叮叮叮 两个一虚一实身影 在你来我往地战斗着 萧明在努力熟悉手中的长剑 萧明对战面前的大块头 明显没有什么压力 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就这样 萧明一边打斗 一边熟悉长剑 他熟悉那么一会 很快就把长剑用得得心应手了 各种花招都能自己摸索出来了 批 撩 崩 劫 刺 刺等等招式 萧明不断经过战斗推演出来了 这时 萧明猛然回想起 和黄修卓的战斗 那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经验 萧明记得很清晰 他的每一式 每一招在萧明的脑海里呈现 很快 萧明的剑法进步飞快 他结合黄修卓和自己的经验 他仿佛每一秒都在进步 高速运转的脑子将这些想法 记忆 理解 都非常顺畅地化为萧明的每一招 萧明在一边战斗 一边推演和进步 萧明肉眼可见的剑法进步 在战斗中出现 战斗的风向从萧明落入下风 到现在 萧明完全压着大块头投影打 嗯 这古剑意 是萧兄 剑意再不断地变强 他是怎么做到的 叶云洲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感受到 萧明剑法肉眼可以的进步 现在修炼剑法 怎么变得那么简单了 要知道 修炼剑法是非常困难的 需要通过好几个星期 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对剑道的理解 有的人 甚至终其一生 也修炼不到萧明现在这个境界 可想而知 有多困难了 然而 萧明现在没几分钟 就已经进步到这样的程度了 叶云洲都要疯了 他现在站立起来 看着战斗中的萧明 一脸震惊 与此同时 同样在观众房的侯建明 也察觉到了 他的剑道 虽然没有叶云洲那么高深 但是他的剑法意境高啊 很容易就感受出萧明的异样了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 肯定是假的 他以前一定是会用剑的 他这是 故意装给我们看 就是为了博取之威的眼球 对 肯定是这样的 侯建明看到萧明进步飞快的剑法 他确实震惊了 也慌乱了 但是他强行通过寻找理由来安慰自己 这是假的 师兄 你怎么站起来了 柳之威发现身后的叶云洲站起来 好奇地问道 怪物啊 真是个怪物 叶云洲难难道 叶云洲敢肯定 萧明绝对不是装的 因为那是本质的提升 非常纯粹 没有一点有益的感觉 紧接着 他终于从震惊中清醒了过来 看向柳之威 没什么 就是有点激动了 叶云洲敷衍道 他们是没有修炼剑道的 自然感受不到剑道的那种本质上的提升 只能感受到表现出来的剑气 至于萧明 他现在还没放出剑气呢 他们当然感受不到 萧明不紧不慢地攻击 他现在已经没这个心思去战斗了 他现在脑海里在回想着 黄修卓使用的入微级剑法 记忆里 黄修卓先是气息突变 紧接着是剑气纵横周身 萧明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里回想着 脑子也跟着高速运转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然而萧明还在和投影 你来我往地战斗着 他在干嘛 缠着投影 不让别人施展 而自己有不主动进攻 他是想要通过这样类似投影吗 哈哈哈哈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啊 侯建明在嘲讽道 他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见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搭理他 当作是苍蝇在耳边响 他们打死也不会相信萧明会输 萧明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而这个叶云周是最有发言权的 因为他感知到 萧明实际上是在磨练自己的剑法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萧明实际上是一边磨练一边推演的 如果让他知道了 那还不得吓死 到时候就不是叫怪物那么简单了 那个投影虽然没有意识 但是战斗久了也是有极限的 只见他猛然大吼 他浑身气血沸腾 喷涌而出 他一边战斗一边暴气 哈哈 来了来了 就是这招 我看看他要怎么躲掉 嘿嘿 侯建明一脸阴险地看着这一幕 那个投影暴气后 浑身血红 显然比侯建明那次的都要强大 投影大吼 将萧明的招式打掉后 他的巨刀猛然晃动 第116章 我看你怎么赢 投影晃动巨刀 在原地转了起来 速度逐渐加快 他的身影变得模糊 整个身体转动非常快 形成了强大的气流 环绕在他的周围 投影瞬间变成了一道龙卷风般的威势 朝着萧明快速接近 气流顿时向着投影那个方向压 萧明顿时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萧明此时显然是不在状态的 但是还是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投影的变化 强大的吸力 将萧明的衣服和头发 都被吸向投影 萧明移动的速度也变得缓慢 仿佛周围形成了一阵吸引场域 萧明此时的脑海里 还在不断地推演 没有太多的心思在这上面 如果别人知道萧明是这样的话 那肯定会震惊 震惊他的做法 在这样的危险情形去一心二用 转动的投影迅速接近萧明 萧明也在不断地躲闪着 但是强大的吸引力 妨碍了萧明的行动 就算他灵活运用步伐和身法 但是在全方位的场域下 萧明也会受到影响的 投影不知道累地朝着萧明转动过来 萧明只要一触碰到 肯定就会被直接搅碎 嘿嘿嘿 我看你怎么赢 我可是牺牲了一枚雪雷子 才赢了他 侯建明一如既往地 在那里阴阳怪气 他现在发布的萧明书呢 那样他就可以立马跳出来 尽情地嘲笑萧明了 到时候柳之威就会因此爱上他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他想得得不到的女人 侯建明已经开始各种意淫了 那猥琐的表情 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姐 萧明他在干嘛呀 为什么不直接攻击呀 柳之威这时忍不住问道 其实他也知道 萧明这样做 有他自己的意思 但是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明知故问 柳西看着场上的萧明 他眼神闪过一丝深邃 你看他的眼神 柳之威随即朝着萧明的眼睛看去 只见萧明的眼睛 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 空洞 完全没有以往那样灵活 他应该也是进入了感悟状态 只不过这种感悟状态 没有完全地进入 我称 他为半感悟状态 他应该是受到了什么感悟 这应该是他不主动攻击的原因吧 柳西分析道 柳之威听后 顿时一双 本来就大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显得非常震惊 啊 他在战斗的时候 也可以进入感悟状态吗 柳之威深吸一口气 缓解自己的震惊 这恐怕很少人能够做到 那些做到的人 无比不都是绝顶天才 柳之威继续说道 这说明什么 说明了萧明的天赋非常的强大 当然 这个他们看过 萧明战斗就知道了 那种令人绝望的成长 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 你想象一下 一个你能够很轻易就打败的敌人 在你和他打着打着 他就在战斗中不断地变强 而你自己也不能立马就能杀了他 他就这样不断地进步 直至将你彻底打败 想想都有些绝望 而此时的萧明和投影之间的战斗 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面前的敌人 也只是一个人的投影而已 如果是真人 他估计也已经崩溃了 投影无法复制原先主人的思想 只能复制他的所有实力 现在的投影的思想 完全是有终端赋予的 是那种类似于人工智能 投影现在在疯狂追逐着萧明 而萧明也在不断地躲闪 投影见自己 奈何不了萧明 他自然也生气了 只见他气血迅猛地燃烧了起来 随即投影浑身变得更深的血红色 他这是直接燃烧气血了 萧明这是连人工智能都惹得生气了 直接不要命地燃烧气血了 虽然这不是真正的人类 但是他还是有着和人一样的脆弱的身体 这样直接燃烧气血等 气血亏空就直接死亡了 而投影也一样 气血燃烧后 投影转动得更加迅猛 力量也变得更加强大 紧接着 随着转速的变快 原先形成的龙卷风般的气流在变大 强大的气流直接卷变整个场地 整个场地瞬间变得不一样了 狂风骤雨般的吸力冲向萧明 萧明如同被一个一百级的吸尘器吸动整个身体 萧明现在是往他的反方向走 现在是寸步难行了 他的步伐和身法 在这个时候也不太管用了 萧明使劲地逃离 步伐 身法发挥到极致 但是还是吸引力大于萧明的逃逸速度 他无论怎么走 最终都逃不过被绞碎的命运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反击了 但是萧明现在还沉浸在推演中 还没结束 萧兄这是到了瓶颈 叶云周眼神凝重 开口说道 他能够感知到萧明的剑法意境不再上升 而是停滞了 但是他再这样下去 要输了呀 其实萧明可以随时都从推演中退出来的 但是他不是那种中途就放弃的人 他一定到达到自己的目标才罢休 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十一头牛才行 哈哈 最终还是我赢了 你们看他 那个狼狈样 已经害怕到只知道逃跑 我至少还和他战斗了几百个回合呢 侯建明这时来到柳之威他们身边 阴阳怪气地说道 哼 你以为萧明是你这种人啊 只会凭借外物的卑鄙小人 柳之威气不过 顿时破口大骂 他鼓起红润的腮帮子 显得非常生气 但是这生气的样子侯建明感觉更喜欢了 他一脸痴迷地看着生气的柳之威 仿佛看到了什么超级美食一样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柳西看见侯建明的样子 他恶心地都要吐了 滚 柳西用非常冰冷的语气呵斥道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气血之力 袭向侯建明 失去控制 整个人飞了起来 就要被吸进中心 被直接搅碎 就在这时 萧明猛然睁开双眼 眼睛里闪过一丝金光 成了 萧明激动地喊道 萧明随即调整着的状态 看着自己即将被吸入敌人的攻击里 他的气息瞬间一变 整个人气血沸腾 紧接着 萧明浑身出现了无数的剑气环绕 剑气快速地凝聚在一起 这是 入微级剑法 并且已经不是普通的入微级了 这是接近极限的入微级 叶云周猛然站立 一脸激动地喊道 柳之威和柳西这时 也变得非常震惊起来 他们在萧明气息变化的时候 就已经感知出了 入微级剑法 入 入微级剑法 他不是只有入微级刀法吗 怎么剑法也是入微级 柳之威虽然很激动 但是更多的是疑惑 就在这时 柳之威猛然回想起了什么 难道是他刚才是在战斗中 临时领悟出来的 我 这也太夸张了吧 柳之威回想起萧明 刚刚那心不在焉的状态 他越发坚信 萧明是临时领悟的 柳西没有说话 但是也掩饰不了震惊的表情 而那个侯剑明 现在已经跑出了观众房 他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假的 都是假的 我不信 我不信 侯剑明在疯狂地叫喊着 他现在的自信已经濒临崩塌了 他不相信 有如此强大天赋的人 你肯定是个剑道天才 然后故意隐藏自己的剑道 你个骗子 你不配和我赌 侯剑明朝着萧明喊道 如此强大的剑道意境 连他现在这个剑道天才也不能达到 他不相信 萧明在如此段的时间就领悟出来了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又不肯承认 萧明比他要强 当然 萧明的天赋就是那么强大 这场战斗持续到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呢 也就是说萧明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把剑道的入微级意境给领悟出来了 并且领悟得更加的深入 任谁也不相信好吧 其实萧明能够如此的顺利 也是因为有了入微级刀法意境的加持 他惊讶地发现 各种并且的意境到了一定程度 是会发生令人唐木结舌的变化 也就是你的兵器意境都会趋于相似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也就是说 两道意境可以相互融合 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意境 当然 萧明这个融合的方式没有推演出来 但是萧明现在还没这个机会 因为他还要面对眼前的战斗 他的剑气现在已经凝聚成了一柄巨大的长剑 紧接着 萧明的眼睛一眯 计算出敌人转动的频率 萧明的手猛然指着转圈圈的投影 紧接着 凝时的剑气速度飞快地朝着投影飞去 那道剑气快到只在一瞬间 扑哧 投影直接被贯穿 他立马停止了转动 消散在房间里 恭喜你 击败第二百五十名 林山 是否继续挑战 电子音非常准时 爷 萧明赢了 柳之威立马高兴地跳了起来 言语中竞选快乐 估计用不了多久 我的实力就不如萧兄了 这天赋 太可怕了 叶云周感叹道 他既高兴又忧愁 高兴的是 他们南无有了萧明 一定能够重整雄风 愁的是 他用不了多久 就要被超过了 他想到这 顿时眼神坚定 他从此以后要更加刻苦 修炼才行 挑战地 萧明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停 一道打断了萧明的说话 萧明一听这个声音 就知道是谁了 他转过头去 冷眼看着那人 赫然是侯建明 哦 有事 我不服 你的实力那么强大 为什么不是先告诉我 我不服 我不承认刚才的赌约 侯建明大声说道 是你坚持要和我挑战的 而且 这还是你提出来的 再说了 我的实力怎么样 难道你不知道吗 萧明一脸细血地说道 他知道 侯建明显然是慌乱 想要耍赖了 是啊 萧明现在的真实境界 是宗师级啊 没毛病啊 并且 只要是大宗师 都能感知出来萧明的境界 侯建明背对的说不出话来 他顿时一脸羞怒 我乃知道你的剑法如此强大 要是知道了 我也不会找你挑战 我就是不服 侯建明继续耍赖 萧明听到这 不禁想笑 难道我的剑法强不强大 还要事先告诉你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有几个毛啊 萧明不紧不慢地说道 听到萧明的话 柳之威他们都忍不住笑了 哈哈 小兄 牛逼 对得好 哈哈 叶云洲这时走过来说道 怎么 你是不想履行赌约 也行啊 我可以亲自去一趟舞蹈联盟的 萧明一脸细血 也不用去舞蹈联盟 我也可以证明的 柳西突然开口 第118章 你死定了 侯建明简直是把不服两个字 写在了脸上 样子非常明显 像急了小时候吵架 吵不过表现出来的羞怒 他现在终于意识到 是自己太过自信 没有事先了解萧明 导致自己夸大海口 收不回来了 他为了在柳之威面前表现自己 才导致这样的后果 开玩笑 要他吃一吨屎 还不如让他去死呢 哼 你现在不是才249名吗 还比我差一名啊 现在说这些是不是太早了 侯建明说道 萧明也是无语了 明明是他打断自己的 他还好意思在这说 这不是迟早的事吗 萧明轻蔑一笑 说道 侯建明听后也没生气 反而变得非常平静 萧明注意到了侯建明的变化 他不禁有点诧异 他的直觉在告诉他 有问题 但是萧明也没在意 兵来降挡水来土掩 他萧明还没怕过 萧明不用想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反正你的排名就是比我低 再说了 万一你输了呢 侯建明说道 如你所愿 萧明转身回到指定位置 我继续挑战第250名 说完 萧明的对面赫然出现了和侯建明一模一样的投影 非常逼真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就连侯建明的傻笑样都显露出来了 萧明看到这 他只能说 不愧是侯建明 连他的特点都成为了终端的复制特点 侯建明一出来 就直接给萧明放了一招大的 数到剑气威势强大 直逼萧明 WOC 这个侯建明是有buff仇恨加成吗 一上来就那么猛 萧明瞪大双眼 惊叹道 与此同时 柳之威三人早就回到观众房 共同观察这场势军力敌之战 这和侯建明的投影战斗 也等于间接和侯建明对决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萧明的战斗上 没有人注意到侯建明偷偷溜了出去 他是想逃走 显然不是 他只要在龙国 他就逃不掉那个赌约 只见他运行精神力 作用于手环上 一道面板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然后 他拨打了一个电话 没过多久 电话那边就接通了 面板上出现了一个面容苍老的人 侯建明见到那个老人 神情立马变得难过 委屈 爷爷 你孙子被人欺负了 那个人非常嚣张 他一点也不怕我们家 那个人要逼我吃 吃屎 侯建明装作一脸委屈 强行扭曲事实 听到侯建明的诉苦后 原本坐下的侯森 立马暴怒地站立起来 我才刚出来没多久 哪个不怕死得如此大胆 敢欺负我孙儿 侯森一脸愤怒 大声吼道 爷爷 你快来救我 不然你孙子就要吃屎了 侯建明着急地说道 好好 明儿你先别急 我马上到 小王 给我掉头 我们回去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活得不耐烦的 敢招惹我侯家 话必 电话也跟着挂断了 侯建明这时心里狂喜 有背景就是爽啊 姐姐姐 小明 你死定了 想让我吃屎 这是不可能的 你实力强又如何 有我侯家的实力强吗 跟我强女人 你还不够资格 侯建明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自言自语 侯建明打完电话 一脸笑意地走回房间 房间来 只有柳希注意到了 侯建明的异样 她心里一沉 有种不祥的预感 小明此时在专心 对战侯建明的投影 她轻松地躲开了 侯建明疯狂发出的剑气后 轮到我了 刚刚学会的 也不知道威力怎么样 话音刚落 小明运行气血 浑身气息突变 气血充盈 凝聚于长剑上 气血在长剑上不断地凝食 威力更强 这整个过程非常快 不过就是两步路的时间 铺枪 气血猛然飞出 形成了一道弯弯的剑气 气血与长剑之间形成震荡 发出响亮的声音 速度飞快 在飞行过程中 就像在闪现一样 嗯 这是 怎么有一点我剑道功法的气息 叶云舟诧异一声 她随即也没有过多的在意 就当是一种错觉吧 如果黄修卓在的话 她也一定会像叶云舟一样 一脸疑惑 当然 侯建明除外 萧明其实是刚才在脑海里 回忆叶云舟和黄修卓战斗 使用的剑道功法 稍微推演出来一点 并不完整 毕竟 这也只是萧明的记忆 信息有限 然后萧明将他们各自的一部分 进行推演 融合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功法 她这个功法 还需要推演 融合更多的剑道功法 把这门功法推演完整 萧明暂时给她起了个名字 叫 无举 现在萧明的这门功法 还是有点弱小的 只见萧明的无举剑气飞出后 很快就被侯建明给抵挡掉了 萧明也在观察着 其实她刚才是想试验一下 这门功法的威力 萧明点点头 她觉得效果不错 超过了自己的预期 要知道 侯建明的投影 可是用了非常强大的剑招 才勉强将萧明的剑气 给抵挡到的 可想而知 萧明的剑气有多强了 就是还是有点弱了 萧明要的是那种战胜一切的剑气 直接将别人的剑气给碾压掉 剑道还不错 我觉得我也非常适合用剑 下次买饼剑吧 萧明看向手中的长剑 开口说道 兵器之道各有千秋 没有太多的好坏之分 看你比较喜欢 或者适合用那种 萧明感觉自己 用剑也不错 在剑身上 他感觉到一股优雅 光洁的气质 少了一点点剑法 而刀呢 给萧明的感觉 是霸道 威武 对于两者 萧明都喜欢 也是符合萧明的气质了 以萧明的天赋 他可以掌握多种兵器的 现在他的兵器里多了剑 但是他也不一定会选择其他了 因为这看萧明个人的嘛 反正兵器都是主杀法的 你用的顺手就行 萧明看向侯建明 眼神凌厉 杀气生疼 好了 这试验也试验完了 也该结束了 萧明语气冰冷地说道 紧接着 只见萧明气血沸腾 气血弥漫周身 形成一个小小的气血场域 第119章 侯森到来 萧明的气血从身体里飞出 形成一道道微小的剑气 很快 气血形成无数的剑气 伴随着萧明身上飞舞 萧明意念一动 那些微小的剑气 快速凝聚在一起 萧明的这招 是在侯建明身上学到的 只是萧明在其基础上 做出了改进 他推演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那些微小剑气 居然能够相互融合 他就造出了这招 剑气凝聚得很快 没过多久 就形成了一柄 由剑气组成的长剑 长剑悬浮在空中 等待萧明的驱使 萧明面前的侯建明 同样在憋打招 去 萧明喊了一声 紧接着 萧明身前的那柄剑气 长剑飞了出去 飞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直至肉眼捕捉不到 那个侯建明 同样一剑斩出 一道剑气飞出 剑气上附带着 许多的细微剑气 在那个大剑气上环绕 然后 两道剑气相互碰撞 它们并没有像刀芒那样 一碰撞就爆炸 而是两道剑气 在空中碰撞起来 相互争锋 它们碰撞在一起 极为不稳定 在上下乱窜 随时准备爆炸 但是萧明的剑气 极为凝实 极为强大 很快 萧明的长剑 就把侯建明的剑气 直接撕裂成两半 向两边飞去 然而 由于它们乱窜 萧明的长剑 早已脱离了原来的轨道 萧明运行精神力 一念一动 长剑瞬间拐回正道 朝着侯建明 迅猛飞去 其实是萧明 将自己的精神力 附着于长剑上 进而起到控制长剑的作用 扑斥 剑气长剑 直接将侯建明的头颅给贯穿 然后投影迅速消失不见 一旁的侯建明 看到这一幕 他下意识地摸了下自己的头 他眼睛瞪大 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显然被萧明吓到了 虽然那个投影不是真的 但是看到自己的投影 这样被杀死 侯建明不由得有点惶恐 恭喜你 击败第二百五十名 侯建明 是否继续挑战 听到电子音 萧明没有回答 他的目光看向侯建明 正好侯建明也在看着他 两人对视 萧明平静的眼神 与侯建明那阴沉的眼神 形成了对比 呜呼 萧兄厉害 没想到你的见到天赋 也一样高啊 叶云周他们三人 走出观众房 哈哈 杜云周兄的剑好 正好 还给你 萧明客套道 然后把剑递给叶云周 叶云周听后 他嘴角不由地抽搐 神他妈剑好 要是我的剑好 我怎么没像你这样变态 剑法直接入微了 叶云周心里奔腾 但是他也没说出来 爷 萧弟弟还是那么厉害 哼 不像某个卑鄙小人 柳之威抱住萧明的手臂 激动地说道 侯建明当然知道 柳之威说的某人是谁 顿时一股羞耻感 涌上他的心头 他今天脸丢大了 不但没有赌因萧明 还损失了颜面 他看着柳之威 走到萧明身边 他顿时火冒三丈 我的排名现在高过你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萧明看着面色 变黑的侯建明说道 侯建明没有说话 而是死死地盯着萧明 仿佛要用眼神杀死萧明 然而他的心中 已经在抱怨了 他的爷爷怎么还不来 他都快急死了 哼 你想要我孙子说什么 一道中气十足 但是有点苍老的声音 突然响起 这时 一个面容苍老 体型销售的老人走了进来 而在他的身后 是一个戴着眼镜 五官显得端庄挺拔的中年男子 还有一个萧明认识 赫然是今天测试他的高文山 爷爷 侯建明见到侯森 一脸欣喜地冲上去 没事 爷爷来了 侯森拉着侯建明的手 安慰到 显得极为宠溺 与此同时 柳之威见到中年男子 立马叫了起来 父亲 萧明 就是我的父亲 南武的校长 柳之威像说道 那个中年男子 赫然是柳青山 柳青山看向柳之威 微微一笑 紧接着 目光看向萧明点了点头 萧明也点点头回应 柳青山已经收到了高文山今天测试的汇报 他也知道了萧明的天赋 他本来是在接受高文山的汇报的 但是看到侯森匆匆忙忙地返回了 他心想 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随即跟了过来 没想到恰巧遇到萧明 显然是萧明出了什么事 他现在心里想着 一定要保住萧明 这里只有两个男的 侯森很快就锁定了萧明 是你想让我孙儿吃饭的 侯森眼神凌厉 与气显得有些威胁的意味 侯建明现在非常的膨胀 他一脸嚣张地笑着 萧明看着眼前的老头 柳之威和他说过 来找他订婚的人有两个 而眼前这个 显然就是侯建明的爷爷 萧明上前一步 面部红心不跳地大声说道 正是我 柳青山看到这一幕 他眼前一亮 有点欣赏萧明的性格了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哦 小家伙还挺傲气啊 侯森说道 傲气还不够 还要有傲骨 不像你孙子 一点傲气也没有 连个赌约都不肯遵守 萧明面不改色地说道 听到萧明说自己的孙子 侯森也没有生气 不可置否 他非常清楚 自己孙子的德性 但是他威力侯家的面子 这他必须挽回 赌约 什么赌约 侯森疑惑道 这时 侯建明顿时脸上 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 哦 你不知道 你的孙子不会 这都没告诉你吧 萧明看向侯建明 侯建明还是一脸欠打的样子 我来告诉你吧 你说的那个让他吃屎 就是他和萧明的赌约 叶云舟这时站出来说道 有这事 侯森看向侯建明问道 侯建明点了点头 没有一点忧郁 显然侯建明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叫侯森出来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侯森也明白了 他看向萧明 眼神突然变得很利 他和我说 是你逼他赌的 要是不赌 就会被你打 侯森语气很重 显得非常生气的样子 萧明顿时眉头一皱 他瞬间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了 第120章 你们是想拆了这里吗 这个侯森 是故意编出一个理由出来 想让萧明自动取消赌约 按照联盟法律 那个赌约胜利的人 可以自由 利用权利 也就是说 萧明可以让他履行赌约 也可以取消赌约 也就是不履行 而这个侯森说出这个话 显然是想让萧明自动赌约啊 这是你逼他的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取消赌约 侯森威胁道 果不其然 萧明猜得没错 我是五道联盟的巡查使 我可以证明 是你孙子先自愿提出的赌约 柳希这时站出来说道 侯森看向柳希 眼神有点阴沉 他接着看向侯建明 孙儿 是吗 侯建明猛然摇摇头 哼 我孙子就是受害者 侯森坚定地说道 哦 你的意思 是你孙子不想履行赌约了 那我们到五道 还没等萧明说话 一股强大的力量 猛然压向萧明 萧明瞬间感觉全身 被挤压着 他的衣服都被往下扯 啊 萧明 喂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攻击萧明啊 柳之威在一旁 心痛地看着萧明 哼 孙媳妇 我教训教训这个无理的小子 侯老先生 你这是在违法赌约 请停止你对萧明的攻击 不然我会上报五道联盟 柳希开口说道 哈哈 五道联盟还不是天 管不了侯家 侯森大笑 没有停手 柳希听后 皱了皱眉头 现在的世家越来越没有章法了 越来越猖狂 显然 这不是靠简简单单两句话 就可以打消对方的意图的 他不再说话 而是默默地退了出去 拿出手机 侯老先生 他是我男武的学员 可否给刘某一个面子 放过他 柳青山突然说道 如果不是现在的男武没落了 他会那么卑微地说话 直接就是硬刚 哼 刘校长 我劝你不要掺和 你知道的 我侯家随时都能让男武灭亡 侯森这时不再和气地说话了 而一旁的高文山 见到这一幕 校长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高文山在柳青山耳边说道 柳青山眼神深邃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而萧明现在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 他面不改色 盯着对方看 侯森见到像个没事人一样的萧明 眼神闪过一丝惊讶 还有点实力吗 说完 侯森的力度再一次加大 这次他加大的是 原先的很多倍 轰隆 萧明身上的压力猛然加大 和上次简直不是一个等级的 萧明现在已经感觉到身体的撕裂感了 但是萧明没有露出痛苦之色 只是面部有些潮红 哼 你小子挺能抗啊 骨头挺硬的呀 侯森看见还不服输的萧明惊叹道 紧接着 他再加大了力度 这一次的事 上一次的十倍了 非常恐怖 萧明感受非常强大的力量 朝自己撕裂开来 他终于感到痛苦了 他浑身的细胞都在被强大的力量挤压 非常痛苦 萧明还是在坚持着 面部改色 哈哈 是不是很痛苦 你刚才不是很拽吗 来 再给我萧张一个试试 侯建明凑到侯建明跟前 一脸嚣张地说道 萧明目光看向侯建明那个剑样 他眼神一宁 他的拳头猛然握紧 浑身气血喷涌沸腾 一股强大的气血之力爆发 强行抵抗压力 紧接着 萧明一拳 朝着侯建明的脸上轰去 孙儿躲开 侯森大喊 他刚才发现自己的力量受到了抵抗 他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侯建明听到侯森的大喊愣了一下 晚了 萧明一拳狠狠地打在侯建明的脸上 侯建明瞬间感受到 脸上传来疼痛 紧接着他整个人的头 带着他的身体飞了出去 侯建明人仰马翻 四脚朝天 非常狼狈 孙儿 找死 侯森看见自己的孙子 在他的面前被打他 顿时怒火冲天 紧接着 侯森飞到萧明面前 速度很快 在萧明眼中如同瞬移一般 出现在萧明面前的侯森 同样一拳朝着萧明的头轰去 那股力量非常强大 好像要把萧明的头给打爆 哎呀 萧明 柳之威眼看萧明就要被打死 他嘶吼着 萧兄 叶云舟同样是大喊 柳西刚从外面回来 瞪大双眼看着这一幕 轰隆 一股强大的声音响起 萧明眼睛都没眨一下 只见萧明面前 出现了一道身体修长的身影 侯老爷子 这就过分了呀 柳青山的声音响起 这时萧明身上的压力骤减 是柳青山出手了 萧明赶紧调节自身的气血 使自身的气血 在那样高压的环境下恢复过来 柳青山 你是想要男舞灭亡吗 侯森撕破脸皮 大声吼道 侯老爷子 这只是个小事 何必把事情搞得那么大呢 小事 你问这小子 他想取消赌约吗 他还当面打我孙子呢 是可忍孰不可忍 想到这 侯森顿时更气了 他浑身冒着金光 力量在不断地加大 非要这样吗 柳青山眼神阴沉 他本来想问萧明 是否要取消赌约 但是眼看这个情形 是不行的了 侯森真的生气了 柳青山也随着爆发力量 整个人也焕发金光 两道金光赫然屹立于天空 哼 侯森一声冷哼 一股铺天盖地的力量 朝着柳青山攻击过去 在这股力量面前 所有人都感觉到 一股压抑的气息 柳青山也使出同样的力量 朝着侯森攻击过去 轰隆 巨大的力量碰撞 爆发出一声巨响 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这股力量波及 萧明离得最近 他直接被冲击波弹飞 紧接着 两道金光碰撞 扭打在一起 非常快速 每一次碰撞 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双方你来我往 谁也奈何不了谁 房间里 已经被他们的战斗 破坏得不成样子 萧萧 我们快走 这里太危险了 叶云周看见 还在观战的萧明 大声说道 是啊 萧明 我们快走吧 柳之威也说道 虽然如此 他还是很担心 在空中战斗的附近 就在这时 一道红亮且浑厚的声音响起 显得极为威严 你们是想拆了这里吗 第121章 不服就干 一道声音 威慑感传遍整个房间 仿佛有种魔力 镇住了在场的众人 当然 在空中战斗的侯森二人一样 停了下来 众人同时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身材高大 体格健壮而匀称 英俊的脸庞上 线条分明的人站在门口 显得刚毅而威严 他的身后 还跟着很多 身穿舞蹈联盟制服的舞者 镇守时 柳西恭敬地对着那人说道 那人赫然是王腾飞 其实是柳西察觉到事情的不对 偷偷出去给王腾飞 说明这里的具体情况 然后王腾飞就带人来这里了 没想到真的出现了状况 嗯 王腾飞欣慰地回应 在电话里 柳西也把全部的事情 说给了王腾飞 所以 王腾飞非常清楚这里的情况 萧明同样在看着他们 在他们一群舞者中 萧明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神勇 他还在舞蹈联盟吗 看来他没有履行赌约啊 而神勇也在看萧明 他看到萧明同样在观察他 他下意识地低下头 眼神中充满惊恐 你们两个下来吧 王腾飞看向空中的二人 开口说道 听到王腾飞的话 柳青山一点也没犹豫 直接缓缓地落下 收回力量 金光消失 恢复原状 而侯森狠狠地瞪了萧明一眼 眼神里充满不甘 要不是现在有两个强大的舞者 一翼第二实属不明智 不然他早就一拳上前 把萧明打爆了 哼 侯森冷哼一声 随即转身缓缓落下 侯森落在地上 第一时间把自己躺在地上哀嚎 手扶着自己已经变得 臃肿的脸的侯剑鸣拉起来 萧兄 镇守使来了 我们没事了 我们过去吧 叶云周对着萧明二人说道 随即萧明三人 朝着王腾飞的方向走去 镇守使 柳青山下来后 他走上前去给王腾飞问好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镇守使 他们对镇守使都非常尊敬 不一定实力最强的就是镇守使 但是在南疆市 王腾飞的实力就是最强的 这也是侯森不敢再打下去的原因之一 而侯森只是脸色非常黑地站在一边 没有给王腾飞打招呼 他认为以自己的辈分给一个小辈称尊 是非常羞耻的 这有损颜面 并且他们也不是属于这个区域的人 凭什么给王腾飞好脸色 他现在还气头上呢 不再打下去已经是最大的忍让了 王腾飞也没在意 镇守使 萧明三人这时走过来 向镇守使问好 王腾飞点点头示意 他目光看向萧明 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和疑虑 他在萧明身上 虽然没有感觉到气血的明显增长 但是他明显感觉 萧明身上多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气息 但是王腾飞有一点头疼 又是萧明 每次都是他 他到哪里 哪里就出事 然而他很快就释怀了 毕竟天才在哪里 都会受到人的嫉妒 自古天才多薄命 也许这正是上天给萧明的考验吧 他熬得过去 也就海阔天空 一路高歌猛进 而熬不过就淹没在时间长河里吧 而柳志威是立马凑到柳青山身边 一脸担忧地查看了柳青山身上 有没有伤到的地方 看到没有 柳志威松了口气 王腾飞目光转向柳青山 问道 柳校长 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 王腾飞虽然已经听过柳西说过了 但是在侯森他们面前 还是需要行事的 毕竟这是外人 需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都是巧合一样 需要行事 柳青山也明白王腾飞的意思 随即把自己所知道的全盘说出 好 我说完了 很快 柳青山就说完了 紧接着 他的目光看向侯森 侯森此时眼神非常阴沉 苍老的眼神如同阴损一样 让人不寒而栗 王腾飞目光看向侯森 直言不讳地说道 侯森老爷子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此时的侯建明 哪里见过这样的情况了 自己的爷爷 被别人以这样的语气说话 他开始有点害怕 但是想到自己家大业大 他顿时好受了不守 但是眼神里还是有点恐惧 都怪那个家伙 要不是你出现 要不是你想要和我抢女人 要不是你故意隐藏实力 要不是 侯建明心里怨念冲天 他眼神很利地看着肖明 仿佛要用眼神将肖明杀死一样 而肖明一点也不躲避 看着侯建明那很利的双眼 他嘴角上扬 显得极为挑衅 侯建明看到这一幕 他更加生气了 他对肖明的怨念更加深了 已经将肖明当作宿敌了 但是他没有冲上去 他可没有忘记自己的脸 现在还臃肿地隐隐作痛 王震首使 我不同意柳校长的说法 什么是二人的正常赌约 明明是他逼我孙儿赌的 他危险我孙儿 侯森故作生气 大声吼道 用如同树枝般的手 直直地指着肖明 侯森在王腾飞面前 没有变现的太过强硬和激烈 虽然他们家族实力是很强 但是他们也不敢明面 和武道联盟作对啊 武道联盟实力庞大 还有一些隐藏不出的怪物 根本不是他们一个 所谓强大的世家 就能撼动的 你放屁 明明是他先提的赌约 叶云洲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破口大骂 萧明见叶云洲 多次站出来帮助自己 他感觉叶云洲够兄弟 他暗下决心 以后叶云洲有什么事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上前帮忙 况且 叶云洲面对的是 来自京都的强大家族 他都敢直接对 能够看出 叶云洲是多么地重情重义了 哼 你们是一伙的 说这话谁信啊 就是就是 侯森说话 侯建民在一旁附和 叶云洲冷清的面容上 他很少这样子的 因为他很少遇到过这样无语的事 今天终于遇到了 这样不要脸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萧明平静的眼神毫无波澜 既然你们想死磕 那他也死磕呗 反正他是站立的一方 萧明即使面对的是庞大的武道世家 他也丝毫不拒 一句话 不服就干 第122章 起来吧 王腾飞看着双方你来我往 事情的成分越来越复杂 不可开交 侯森抛出这个也站立 根据联盟的法律 武者不得逼迫武者 强行进行赌约 侯森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可见侯森是多么的老奸巨滑 如果你说 这里的人都有亲眼见证 但是他会反驳你说 这里的人都是和萧明一伙的 是真是假成分不明 也很难做出定论 双方各执一词 但是王腾飞肯定有一方是说谎的 他想也不要想 肯定是侯森他们了 但是他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啊 证据 刘校长 你们这里可否有什么摄像的设备 王腾飞这时问道 柳青山一听 他眼睛下忧郁的眼神突然一亮 好像如梦初醒一样 对哦 你看我 我还忘了 还有这个东西 柳青山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表示自己怎么没想到 这也不怪他 连叶云周 柳西等人也忘记了 别说他了 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所以很少用到摄像设备 这导致他们都忘记了 现在听到王腾飞提起 他们才和柳青山一样 如梦初醒 一时间 叶云周等人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我这就让人将这个视频取下来 柳青山说道 文山 你去虚拟战斗场的终端 把这里 包括外面发生过的事 全部视频取下来 高文山对着身后的高文山说道 好 我这就去 说完 高文山匆匆忙忙离开虚拟战斗房 小兄 我们有了这个证据 看他还说什么 叶云周激动地对着萧明说道 他比自己亲身经历还开心 萧明微微一笑 点点头 也同样难掩激动 而侯森这边就一片阴沉 侯森这时心里想着 糟糕 忘了还有这茶 这时 侯建明已经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的嚣张和高傲了 他现在身体开始有些颤抖 恐惧在他的心里滋生 他脸色非常难看 仿佛是便秘了很多年一样 爷爷 我们怎么办啊 我不要吃屎 侯建明一脸哭腔 对着侯森说道 侯森见见自己的孙子这样害怕 他非常痛心 他随即安慰道 别怕孙儿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我们身后还有侯家呢 侯建明听到侯森的安慰 顿时好受了不少 是的 他的身后还有侯家呢 他从小到大 都是有侯家罩着 每次有什么事 只要搬出侯家 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会迎刃而解 现在也不例外 侯建明是这样想的 想到这 侯建明终于没有那么怕了 他恢复了以往的刀 心里想着 哼 这又怎么 最后还不是白忙活 哈哈 在这个时间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 场面非常安静 但是暗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王腾飞看向肖明 只见肖明非常平静 对于这样的场面 他一点慌张之色都没有 这样的性格 不由得让王腾飞非常欣赏 沈勇 你过来 王腾飞转向身后 对着在人群中低头的沈勇说道 沈勇慢慢抬头 他眼神里有些惊恐 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众人顿时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只有柳之威和柳希知道 而侯森孙俩 更是一脸疑惑 他们到底 想搞什么妖儿子 去吧 我给你这个机会了 剩下的你 自己和他说 王腾飞严肃地说道 萧勇也是看向王腾飞那边 只见沈勇正在 亮亮呛呛地走过来 这是要做什么 难道是不服上次的对决吗 还想再来 萧勇心里在想着 然而 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沈勇走到萧勇面前 看着萧勇 一脸惭愧的样子 紧接着 他猛然两腿弯曲 向下一跪 一声非常响亮的下跪声发出 爷爷 他们这是 在干什么呀 侯建民看到这一幕 有点心惊 现在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牵动他的心 他有点提心吊胆的感觉了 不知道 看一下吧 侯森一脸严肃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对着侯建民说道 萧勇也有点梦了 要知道 男儿的膝盖下有黄金啊 更何况这是在舞者世界 男儿更是非常的要脸要皮 神勇这样心甘情愿地跪下来 是非常罕见的 这样等于失去了尊严 你这是干什么 萧勇开口说道 神勇猛然抬头 一脸苦闷的表情 萧勇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鬼迷心窍 谈恋你的奖励 我该死 我输得心服口服 但是我不想离开舞蹈联盟 对于我来说 舞蹈联盟就是我的家 如果我离开了舞蹈联盟 那我死了算了 所以 我求求你原来我一次 让我继续留着舞蹈联盟 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 我都愿意 神勇说完 重重地向下磕了个头 显然神勇这是 来博取萧明的原谅的 让萧明取消赌约 这 柳青山看着这一幕 憋出一个字 这是小辈之间的矛盾罢了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王腾飞看向柳青山说道 柳青山点点头 萧明听完 看着趴在地上的神勇 眼神没有一丝动容 萧明深吸一口气 说道 虽然是你挑衅在先 然后输了对决 但是我们之间的仇怨没有太深 只是简单的小打小闹罢了 况且 通过和你的对决 我也从中收获很多 所以 起来吧 萧明没有继续深追下去 毕竟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与其继续加大仇恨 还不如化干戈为玉帛 神勇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 他已经准备了一把小刀 如果萧明拒绝 他就准备直接去死算了 留着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是他听到了什么 是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吗 神勇猛然抬头 一脸没有从猛逼中清醒的样子 看着萧明 神勇的这个样子 看着非常好笑 你还不起来 我可改变主意了 萧明看着还在地上跪着的神勇 神勇这时 才反应过来 他赶紧站起身来 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谢谢你 谢谢你 萧明 神勇现在 是非常的开心和激动 他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他如梦如幻 有点不真切 第123章 你有种 王腾飞的脸上 也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他非常赞赏萧明的这种做法 他很想说萧明为自己的徒弟 这样性格的天才 真的太少见了 但是他没有 因为他知道自己 没什么可交给萧明的 估计用不了多久 萧明就会超过自己了 如果让他做自己的徒弟 只会对这样的妖孽 是一种束缚 你们武馆出来的天才 这是不错呀 谢谢你把他送给我们 柳青山一脸得意地开口说道 王腾飞听了 顿时不乐意了 什么送给你们啊 他永远都是我们武馆的人 我只是让他来你们这里学习的 王腾飞反驳道 哈哈 那也没关系啊 也不妨爱他以后 是我们男武的人啊 柳青山精明地说道 你还是一样啊 老狐狸了 王腾飞眯了下眼睛 称赞道 哈哈 过奖过奖 柳青山推了推眼镜 谦虚地说道 其实萧明还有一个原因 没讲出来 就是看在王腾飞的面子上 王腾飞帮助过萧明很多次 比如来这里的推荐信 上次在战场时的 刘氏爷孙等等 还有很多 这一次 这个让沈永来认错 估计也是王腾飞的主意 这些萧明都看在眼里 所以萧明也就没有再追究了 毕竟他们恩怨也没有那么深啊 沈永一直在道谢 都把萧明炒烦了 行了 你再不走我就改变主意了 萧明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而沈永也意识到 自己是烦人了点 随即一脸尴尬地笑 然后转身离去了 这一幕 全程都被侯森和侯建明看见了 他们也明白了前因后果 这又是一个赌约书的 侯森这时恨铁不成钢地 看在侯建明 心里想着 别人中断大宗师都被打败了 你就不能事先了解一下对方的实力吗 这个鲁莽玩意儿 回去一定好好训训他 就在这时 门口处突然传来浑厚的声音 我回来了 只见高文山一脸欣喜地站在门口处 怎么样 取下来了吗 柳青山一脸急切地说道 嗯 取下来了 高文山说 这句话的时候 看了萧明一眼 眼神有的不是暗淡 而是欣赏 快放给大家看 柳青山立马说道 众人这时也聚集了过去 但是侯森他们没有过去 高文山运转精神力 作用于手环上 一个控制面板出现 高文山在面板上一顿操作 出现一段视频 他点击播放 只见视频上出现了五个人物 赫然是萧明和柳之威他们 还有侯建明 我是他未婚夫 你说我是若鸡 那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视频上的人发出声音 听着声音 就知道是谁跟谁了 紧接着 画面跳转来到了房间内 哼 你可是答应和我比一下的 但是这样比也没意思啊 倒不如加点踩头 如果我说了 我吃一顿屎 众人听得很清楚 这些关键的话 特别是侯建明说的 非常的嚣张 只要是人听了 都会恼火 很快 视频就放完了 哼 这次看他们还能说什么 柳之威愤懑地说道 怎么嚣张的吗 哎呦 还吃一顿屎啊 这堵住够重口味的呀 沈勇这时站出来大声地说道 哈哈 沈大哥 你别说了 别人就好这口 哈哈 不行了 他的脑子是什么做的呀 怎么能那么优秀啊 这是怎么做到的 随着沈勇的起哄 所有的舞蹈联盟舞者开始嘲笑 非常欢乐的样子 其实那些舞者都认识萧明 自从上次萧明展现了惊人的实力后 他们都对萧明很崇拜和敬重 侯森如同阴损的眼神已经阴沉到谷底了 他侯家的面子都要被丢光了 而侯建明更是羞愧地想要找个洞转进去 侯森脸色非常难看 他狠狠地瞪了眼侯建明 但是又狠不下心来对他破口大骂 只能作罢 王腾飞也没阻止舞者们的非议 而是看向侯森 侯森老爷子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既然侯森不给王腾飞好脸色看 王腾飞自然要礼尚往来 侯森这是阴狠地看着萧明 心里想着都是这小子都是他 如果没有他也不会发生这一切 萧明感受到一股杀意浓浓的目光 他感觉自己被一只庞然大物盯上了 萧明看向来源 赫然发现侯森在看着自己 侯森见萧明看过来 他也没继续下去 王震首使 难道一定要搞得那么僵吗 我们不妨各自退一步 如何 侯森一脸平和地说道 侯森老爷子 不是我不肯退一步啊 是联盟的法律就是如此啊 这我可改变不了 难道侯森老爷子 是想让在下违法吗 王腾飞一脸无奈地说道 侯森平和的表情顿时凝固 王腾飞直接把这个问题 上升至国家法律问题 让他无法反驳 那按照法律 赌赢一方的当事人 可以取消赌约的吧 侯森继续说道 是可以 但是这得看当事人同不同意了 紧接着 所有人都看向萧明 现在的问题回到了萧明身上 但是 这也是必然的 毕竟侯森想要取消赌约 萧明的眼神非常平静 平静得可怕 如同一潭死水 我不同意 萧明坚定地说道 既然得罪了 那就得罪到底 在侯森对萧明起了杀意的那一刻 就已经挽回不了了 是属于宿敌了 就算萧明大发慈悲 放过了侯建明 难道就能肯定 侯家不会报复吗 萧明的话一出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场面顿时一片压抑 一股肃杀的感觉弥漫 侯森这时平和的脸上 立马变得争鸣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 侯森脸上的青筋爆起 咬牙切齿地说道 萧明还是一样的平静 没 有 萧明的语气非常的坚决 好 你有种 侯森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了 他的声音非常大声 仿佛有股魔力一般震荡向萧明 第124章 高高在上 这针对的只是萧明 一种强大的压迫感传来 和威亚不同 这是对萧明进行的一种精神力攻击 萧明感觉脑海被猛然震荡 意识变得恍惚 模糊 他虽然时刻都在戒备着 但是还是没有任何作用 这股精神力是压倒性的 萧明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 他现在的精神力境界也才凝误成低 在侯森 这样的镇江大能面前 还是非常弱小 萧明在趁现在还没失去意识之前 脑海运转 寻找出破局的办法 就在这时 萧明身上的压迫感瞬间消失 脑子慢慢恢复了清明 那种令他恶心的恍惚感也消失了 侯森老爷子 在我面前动手 也太不给王某人面子了吧 王滕飞目光如电 一股危险的气息传遍房间 萧明明白 是王滕飞出手了 哼 我只是教训教训这个无理的小子 侯森这时也意识到自己过了 他立马收回精神力 他刚才太生气了 这一下子就上头了 这要是放在外面 王滕飞肯定不能忍 直接就是一拳上去了 但是他现在是来调和的 在这里动手属实不明智 随即也没有动手 王滕飞眼神里 显然已经显露出了一些愤怒 敢在他王滕飞面前动手 他是我无管的人 要教训也轮不到你 再说了我觉得 萧明没做错什么 你为什么要教训他呢 就因为他不取消赌约吗 王滕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变得咄咄逼人 威严感更甚 萧明还没见过这个样子的王滕飞 在他的印象中 王滕飞是一个表面严肃 公正连结 内心温和 待人友善的人 然而王滕飞这个样子 萧明还是第一次见 显然是侯森 已经快要触碰到他的底线了 哈哈 这么说是我岳祖带袍了 我在这里给他道个歉 侯森果然老奸俱滑 说出这样的话 让人拿他没办法了 萧明倒是没什么事 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那萧明他不同意 就依法处理吧 我记得 他赌的是吃一顿的屎吧 那好办了 正好在学校 这里学生多 每天产生的不止一顿了 是他自己来 还是我强制来 王滕飞早已经对侯家的人不爽了 现在抓住了机会 当然要猛烈攻击 王滕飞的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沸腾了 哇塞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吃屎的人 今天终于有幸见到了 我太开心了 沈勇第一个大声喊道 哈哈 沈勇大哥 你可真算啊 不过我喜欢 嘿嘿 我觉得他可以立一个光荣榜啊 就叫我曾经吃过屎 不 哈哈 哈哈 不行了 那么别再说了 我肚子疼 哈哈 那些跟着王滕飞 一同过来的舞蹈联盟舞者们 聊得非常的欢乐 这件事情以后肯定会成为他们乃至南疆式的饭后谈资 在侯森那边 侯建民虽然被他们说得很羞耻 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心思想这些了 他现在是非常害怕自己真的要去吃屎了 听到王滕飞的充满威严的话 他更加害怕了 等等 侯森大喊 这个声音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那些吵闹的舞者们也安静了不少 纷纷想看看 他还想整什么幺蛾子 侯森见全场安静下来 继续说道 我们侯家的家主想和你聊聊 侯森指着肖明 王滕飞听后 眼神有些凝重 这还直接搬出了家主来了 搬出家主就已经代表整个家族了 等于肖明要和侯家整个家族对抗了 这一下不妙了 肖明现在的背景 仅仅只有王滕飞的舞馆和柳青山的男舞了 要是说王滕飞背后还有舞蹈联盟 那也是不可能的 舞蹈联盟也管不了那么宽 只是维持全国的秩序 比如是背地里的暗杀 只要没有证据 很难定罪的 肖明听到家主眼神闪过一丝惊讶 没想到连家主都搬出来了 他的面子有那么大 但是他很快恢复平静 也是这个时候就要越沉稳 绝对不能自己乱了阵脚 侯森说完 只见他拿出手环 出现面板 一通操作 这种手环其实在全国内陆地区很常见 但是在南疆市这样的相对落后的地方很少见 也就一些强大的势力能够见到 南武就是 很快 面板上的电话接通 电话那头出现了一个人 那人身姿挺拔 四肢修长 略显苍白的脸庞上 细碎的额发随风而动 掩映着一双意味不明的眼睛 显得高深莫测 眼底仿佛浮动着一层淡淡的雾气 有着巨人千里之外的冷然之色 但是看镜一定你会发现 他的脸上出现了很多皱纹 肖明一看 眼前这个人 好像和侯建明有一定相像 肖明立马想到的是侯建明的父亲 没想到侯家的家主 居然是侯建明的父亲 难怪侯建明那么嚣张跋扈 原来他是个少爷 五二代啊 果不其然 侯建明见到面板里的男子后 一脸欣喜 父亲 父亲救救我 好了 情况我也就了解了 我会解决的 面板里传来沙哑的声音 这是我儿子 侯家现在的家主侯成天 侯森一脸高傲地说道 语气里透露出一股强烈的自豪感 和对在场所有人的不屑 面板里的侯成天 只是瞥了一眼王腾飞和柳青山他们 非常的嚣张 这显然是 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啊 果然有其父必有棋子 王腾飞和柳青山的脸 都阴沉了下去 不止他俩 在场除了侯森二人之外 全部都一脸厌恶地 看着面板里的人 侯成天直接看向萧明 他的眼神里 充满的轻蔑和不屑 仿佛萧明在他面前 就是一个下等人 一脸高高在上 就是你这个建明 想让我儿子吃屎 侯成天上来 先给萧明来个下马威 语气非常的难听 侯建明每一次听到 让他吃屎的话 好像都是在侮辱他 他现在可以跟是脱不了干系了 是又如何 萧明丝毫不惧 强硬地说道 第125章 电话 侯成天听到萧明的语气后 他露出阴险的笑容 哼 好久没遇到过 怎么和我说话的人了 看来你还太年轻啊 侯成天意味深长地说道 嗯 难道我老了 就会怕你吗 萧明回怼道 萧明一点也不怕他 这些人就是不能这样惯着他 谁给你的优越感 难道你天生就高人一等吗 特么的直接干 侯成天脸上的笑容凝固 紧接着眼神变得凶狠 哼 我也不绕弯子了 建明 给你个机会 把赌约取消了 我们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侯成天说出非常难听的话语 在场的人认谁听了都会愤怒 这个丑八怪商标符号的 要不要脸啊 我商标符号的都吐了 这么恶心 沈永还是第一个站出来 说句公道话 沈永现在是一方面是为了帮萧明 一方面是自己也很生气 他很感激萧明放过他 所以他知恩图报 一直为萧明说话 WOC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没想到第一次见就是个极品啊 不行 今天要去买个彩票 不行 我受不了了 他把我恶心到了 舞者们听到后 议论纷纷 特别是侯成天说的话 他们可是说的最凶的啊 萧明现在很想笑 他在想 到底谁才是掌握主动权的那个啊 他怎么敢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的啊 谁给他的勇气啊 是那首歌吗 这样没有理智的人掌管一个大家族 他到底是如何管理下去的啊 萧明想不通 你是爱搞笑的吗 萧明一脸戏谑地说道 他本以为掌控如此大家族的家主 肯定是那种很有手腕的人 但是他眼前这个 还是算了 简直跟他儿子一个尿性 侯成天听后 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你说什么 能让我亲自来和你说话 已经是你最大的荣幸了 建民 你现在还不知足吗 侯森愤怒的大侯 果然 侯成天他们一家都是容易被激怒的人 哎 你们老是在我耳边嗡嗡地叫 烦死了 镇守使 他们肯定是不想自愿的了 还是来强制性的吧 萧明没理他 一脸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 然后对着王腾飞说道 王腾飞点点头 来人 把他抬走 带去男舞的序分场 王腾飞随即对着身后的舞者们说道 舞者们动作很快 他们非常开心 他们期待已久的场面终于要来了 侯建民现在已经害怕到 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了 他现在非常的后悔 后悔自己不该赌那么大的 你难道就不怕我侯家吗 侯成天还是没搭理他 让他在那使尽叫吧 而侯森见萧明已经不理侯成天了 他眼神凶狠 萧明 给我们侯家一个面子 如果你取消了这次赌约 我们给你钱十亿联盟怎么样 侯森眼看自己的儿子没啥作用 他随即开始从金钱出手 萧明一听到钱 他的眼神亮了一下 不过又恢复回来 你觉得我是那种被金钱诱惑的人吗 一百亿 侯森继续加价 萧明还是不为所动 看向别处 那你想怎样 那个面板里的侯成天怒吼 他急了 他急了 眼看舞蹈联盟的舞者们 就要把他的儿子带走了 他终于急了 我就是想让你儿子吃屎 萧明满脸笑意 给人一种恶魔般的感觉 侯成天和侯森听后 他们明白了一切 萧明这意思就是 要和他们硬刚到底 就是要和他们作对 萧明 你找死 你等着我们侯家的制裁吧 你要是敢踏进京都半步 你必死无疑 侯成天怒火冲天 他苍白的脸上 现在已经被气得满脸通红 面目争鸣 如同一头发疯的野兽 侯森也是一脸愤怒 但是他还是比较理智的 没有立马对萧明出手 毕竟现在的局势对他不利 哦 不让我进京都 嘶 这有点难败 打个电话给井前辈先 萧明轻描淡写地说道 他根本不把他的话放在眼里 萧明拿出手环 他看过很多次他们操作了 他现在也很熟悉了 侯成天和侯森看着这一幕 他们一脸猛逼 不知道什么意思 通了 紧接着 面板上出现了一个人 那人有着风神俊朗的脸庞 轮廓深蒜立体 棱角分明的俊脸上 有着刀削斧批斑的硬朗之色 萧明看见都看呆了 他眼前这个人 还是那个买肉的邋遢大叔吗 萧明差点认不出来了 小子 找我干嘛呀 我现在很忙的 有屁块放 面板那边传来了南宫井的声音 萧明听到这熟悉的话语 那个他认识的南宫井 还是老样子 幸好没变 这这这 这是南宫井 南宫家回来的那个大少爷 侯森看到很清楚 即使是老了 他也是能够认出来的 他听说 最近南宫家的大少爷回来了 作为实力比他们强大的势力 他当然要了解一下 他调查过南宫井 这没什么难的 南宫家可是京都最大市家 这面板上出现南宫井 意味着什么 侯森已经不敢想下去了 侯承天听到侯森的惊呼 更是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与此同时 王滕飞也看到了南宫井 他眼神非常震惊 原来是南宫家的人 难怪我邀请他 加入我们五道联盟室 会拒绝得那么果断 嘿嘿 前辈啊 我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要告诉你 萧明对着面板里的南宫井说道 什么事 南宫井刚刚看到这一幕 他也隐约猜到了什么 有人不让我去京都了 萧明一脸无辜地说道 侯森和侯承天听到这 他们心跳顿时加快 非常紧张 完全没有了刚刚的高傲 开玩笑 那可是京都南宫市家 京都市最强市家 随便放一个屁 都能撼动整个京都的存在 他们现在非常后悔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 萧明的背景那么大 要是他们知道的话 打死也不会招惹萧明 侯森之前还怀疑 为什么萧明一点也不怕他们 原来是有那么硬的背景 哦 是他们吗 南宫井看向侯森二人 第126章 代价 萧明没有说话 而是猛然点点头 他们是 南宫大少爷刚回来 不知道我们也很正常 我们是京都侯家 这位是我的儿子侯成天 那位是我的孙子侯建明 侯森健壮 他的非常热情地站出来 一脸伪善的笑容 如果不是萧明见过他是什么样子的 他估计还真信了这和善的一面 侯家 哦 是那个小小的侯家 我记得 你们以前只是一个小小的家族吧 现在发展那么好了 变化真是大呢 南宫井回忆道 听到小小 这两个字 侯森他们不由地感觉到一股羞耻感 哈哈 是啊是啊 在你们南宫家面前 我们屁都不是一个 侯成天嬉皮笑脸地附和道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你们的权力滔天呢 连我的人都敢来 南宫井说到这 眼神突然变得凌厉 侯森和侯成天顿时心中一震 恐惧涌上心头 在京都 南宫家随便一句话 就可以决定 这个世家的生死了 在南宫家面前 他们就是连屁都不是 一般的势力 都不敢得罪南宫家 因为那些得罪了的 已经被灭了 大少爷啊 我们不知道他是你的人啊 如果知道了 给我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得罪 这位小祖宗啊 大少爷 侯森反应非常快 这个时候就要及时认错 不然等等越说越上头 惹怒了南宫井 就完了 果然老奸巨华 侯成天也跟着开始求饶 那个样子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他的优越感 他的傲气 完全消失了 哈哈 你们看 他像不像一条狗 请你把箱去掉 他们就是一条狗 在弱小面前耀武扬威 遇到强大的 一点骨气都没了 你们刚才的嚣张呢 好似 看到这里 真是大块人心啊 还京都侯家 在别人面前 还不是要加其尾巴 哈哈 武道联盟的舞者们 看到这一幕 纷纷拍手称快 而被武道联盟舞者们 架着的侯建明 已经吓尿了 地上出现了一滩黄色的液体 一股尿骚 未出现 一 你们看 他还尿了 恶心死了 我就不该来抢这份工作的 旁边两个舞者满脸嫌弃 都是这个败家玩意 要不是他 我们怎么会得罪大少爷的人呢 你去吃屎去吧 侯森一抓 把侯建明抓了过来 大声吼着 然后又猛然甩在地上 样子非常凶狠 面板里的侯成天 也装作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萧明他们都知道 他显然是在演给南宫景看的 侯森做完这一切 然后一脸笑容对着萧明说 嘿嘿 小兄弟 之前是我的错 我们也不要你取消赌约了 那是他活该 之前多有得罪 萧明看到这滑稽的一幕 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嘲笑 而是非常的感慨地看着 在这个地方 果然实力才是根本 没有实力 就会任人欺负 只要你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这些人还会那么嚣张地 骑在牛头上拉屎吗 想到这 萧明的拳头猛然握紧 他还需要更强的实力 你们也知道错 既然得罪我 是要付出代价的 萧明说道 然而侯森和侯承天 并没有理他 什么代价 侯森笑容凝固 萧明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南宫井 毕竟他不知道 这些世家的底蕴是多少 不好开口 担心自己会要少了 南宫井没好气地 看了萧明一眼 这小子又把烂摊子 往我身上揽了 南宫井心里抱怨 嘿嘿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错了 你我就放过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敢 对我的人不利的话 你们知道后果的 说到这 南宫井眼神犀利地 看着侯森二人 然后继续说道 但是作为你们得罪我的惩罚 就罚你们一千亿联盟币吧 全部给他 南宫井指着萧明 前面他们 还是点头哈腰地认真听着 一听到一千亿 他们顿时双眼瞪大 这可是他们家的 三分之一的产业了呀 但是他们 也没敢再说什么 就是他们 感觉心在滴血 非常心痛 看着愣住的侯森二人 南宫井继续说道 又有问题吗 嘿嘿嘿 没问题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侯承天强颜欢笑 其实他难受得要死 这一下 他们侯家估计要元气大伤了 没想到这个世界那么小 随便得罪一个人 就是南宫家的 这时 五道联盟的人 也带走了侯建明 爷爷 我不想吃屎 爷爷 爸爸 救我 侯建明哭得整个脸 都是鼻涕和眼泪 他努力地 想要留着这里 但是还是被拖走了 然而侯森和侯承天 根本不搭理他 这也算是给他的惩罚了 谁让是他搞出的事情来 哈哈 我们去看好戏吧 走 哎呀 好期待啊 好了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还有事 就挂了 南宫锦爽快地挂断了手环的电话 而侯承天很愤怒 见南宫锦走后 一下子把手环给摔碎了 紧接着面板的电话断开 侯森见南宫锦消失 随即脸色拉了下来 非常的黑 然后一声不吭地朝着门外走了出去 小兄 牛逼啊 你居然认识南宫家的大少爷 我怎么不知道 叶云舟这时跳了出来 一脸惊喜地说道 是啊是啊 柳之威一脸可爱的附和 萧民微微一笑 都是巧合 上场买肉碰巧遇到的 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 叶云舟听后显然不幸 这样的强者 怎么会去买肉或者卖肉呢 肯定又是萧民不肯告诉他 编出的理由 哇 好厉害哦 我也想遇到这样的前辈 柳之威一脸天真 相信了 萧民看着叶云舟 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他不由地扶了下额头 心里想着 这是真的呀 就在这时 一个充满力量的手 拍着了萧民的肩膀上 又是你小子 你怎么那么会搞事啊 萧民望去 是王腾飞 镇守使 冤枉啊 是他们故意找茬的 人家可乖了 你不信问他们 萧民一脸无辜 好像不关他的事一样 第127章 测试场 而叶云舟他们 看见萧民厚颜无耻的样子 他们也无可厚非 不过这次确实是 那个侯建民先挑起的事端 话虽如此 你小子今天表现得不错 王腾飞一脸欣赏地看着萧民 好像在看绝世宝玉一样 哈哈 萧民兄弟今天的表现 真是让刘某大开眼界啊 不惧强权 神情自若 不愧是我男舞的人 柳青山满脸微笑地走过来 一股劲地对萧民称赞道 萧民听到这个称赞 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其实 萧民之所以不怕侯家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自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自己的性格 在他打电话给南宫景之前 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毕竟他也不知道 在京都谁的实力更强一点 他也只是道听途说 知道南宫家很强 具体有多强 他是不知道的 今天算是让他大开眼界了 在南宫家面前 侯家只是个弟弟 看来世界上 还有很大强大的势力和舞者 萧民放在以前是很少知道的 因为媒体很少报道 强者实力有多强 没有报道具体境界 让人很难判断 什么你男舞的人 他是我舞管的人 王腾飞顿时大声说道 对他这句话表示不满 柳青山推了推眼镜 儒雅地说道 哎呀 既然他都已经来到我们南宫了 也算是我们南宫的一份子了 当然也是你们舞管的人 以后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多好啊 王腾飞眼神一瞇 这招够精明的呀 即把萧民绑在了南宫 还不得罪腾飞舞管 之前柳青山 就已经和王腾飞浅浅地聊过几句 他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现在的萧民 对他们南宫来说 简直是雪中送炭的存在 他们肯定打死也不会放弃的 本来王腾飞把萧民送过来 也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既然如此 那就顺水推舟吧 看在你们为我们南疆市 做出的贡献的份上 就如此吧 王腾飞也是要面子的 随便找了个借口 那就这么说定了 柳青山表面没什么 但是心里乐得跟开花一样 嗯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还有 你小子少惹事 王腾飞说完 准备离开了 又回来训了萧民一顿 虽然不是他的错 但是每次都有他参与 舞蹈联盟和舞管的事 已经够他忙的了 现在还要来管萧民的破事 要不是柳西给他电话 他还不知道 发生了那么大的事 柳青山见王腾飞离开 随后看向萧民 只见萧民和柳之威 挨得特别近 他立即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嘿嘿 萧民啊 你是刚刚来我们南舞 就由之威带你去逛逛我们校园吧 柳青山精明的眼睛 早已看穿一切 叶云州听后 本来是很不乐意了 但是看到 萧民和柳之威 他也不好再待下去 他本来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想要带萧民去玩的 现在萧民体会不到了 他有点失落 那个 我也撤了 我刚刚看萧兄的战斗很有感悟 我去修炼去了 叶云州一脸不情愿地 和萧民道别 我也要回武道联盟了 柳西也拾去地走了 一瞬间 只剩下萧民和柳之威二人了 二人猛逼地停在那 都不说话 一时间有点尴尬 原本乐观开朗的柳之威 也害羞地红着脸低下头 扭扭捏捏捏 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个 之威姐 接下来我们去哪 萧民同样有点害羞 但是还是壮着胆子问道 柳之威被问道 他顿时有点慌乱 他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我 我们现在在多功能修炼区 先在这里逛一下吧 柳之威想了很久 嗯 我们出发吧 萧民和柳之威 走出这个已经被毁的虚拟战斗房 一路无话 萧民也不知道为什么 和柳之威单独走在一起的时候 会那么尴尬 之威姐 你去过美食街吗 萧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 她是土生土长的男武人 怎么会不知道 嗯啊 很多条美食街都有很多好吃的 等一下我们去吧 柳之威一听到美食顿时来劲了 眼前一亮非常兴奋地说道 紧接着 两人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一边走一边聊 时不时还哈哈大笑 非常开心 走着走着 柳之威惊呼 快看 那是我们学员的测试场 萧民顺着柳之威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如同科技馆一样大场馆 出现在萧民眼前 那些灯光看起来非常魔幻 测试场 这是什么地方 萧民虽然猜到了是什么 但是还是要确认一下 就是测试我们实力的地方 柳之威解释道 测试实力 我们进去看看 柳之威也很愉快地同意了 他们走到门口时 和虚拟战斗场一样 会扫描识别他们的身份 扫描识别完毕 二人走进测试场 萧民一进来 映入眼帘的是 很多的房间 有些是透明的 有些是不透明的 萧民知道 这是为了保护武者的隐私 那些是测试室 里面有千万级别的力量测试器 我们可以选择公开 或者不公开你的信息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面 柳之威为萧民解答道 萧民点点头 表示明白 WOC 这个新人牛逼啊 这力量直接碾压在场的各位啊 听说他是刚参加完 高级学员测试的学员 而且据我了解他 还是那次测试的第二名列 这么厉害 难怪他的站立那么高 我们好几个进去的 都被打败了 萧民的耳边传来嘈杂的声音 他隐隐约约听到了什么新人 第二名高级学员 但是他还不清楚 需要去看看 萧民和柳之威顺着声音走过去 只见一堆人围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两个房间 房间门外还有一个大屏幕 那是学员们进行对决的一种方式 用自己的战力数据对决 看谁的战力高 谁就获胜 柳之威为萧民解惑道 哦 这不就是类似 他去舞者测试时候的方式吗 但是没有进行这样的对比挑战 而是个人的测试 第128章 全盘下注 不过这个你要进去和别人对决的话 是需要上交一定的积分的 这个积分必须大于100 后面的可以与对面的对手商定 胜利的一方将拿走对方的全部对斗积分 柳之威继续说道 果然 在这个世界 舞者比争 这个也不例外 萧民大概了解了 这个对决的具体情况 他在想 看来男舞是想方设法的人舞者 避免进行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对抗 从很多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了 就比如萧民刚出来的虚拟战斗场 那里的都是虚拟投影 也可以向萧民和侯建明那样对赌 这是一个类似阶梯的过程 如果你进行非身体对抗的方法 都解决不了问题 才轮到真实的身体对抗 萧民之前测试的地方 估计就是上升到那个程度才会去的 当然 那些去决斗的 也不一定非得是那些发生冲突的人 这是相对而言 有些是单纯为了比一比 有些是为了娱乐等等 听到柳之威的讲解后 萧民顿时对这个比赌感兴趣了 他也想去玩玩 正好他想知道自己的实力如何了 到了他这个境界 虽然已经大概知道了自己实力 但是 这不是具体的 有点模糊 还是需要机器测试才准确 你们看 他出来了 人群里一个人惊呼 萧民目光看向其中一个门口 只见一个年轻舞者 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人脸色难看 垂头丧气的样子 显然是书的一方 啊 我就不该进来的 我就不该和他赌那么大的 我的积分没了 我辛辛苦苦赚的积分啊 那人悔不当初 一脸痛苦地坐在地上 哀嚎起来 很多人 看了都直摇头 这种就是上头了的 为了一点迎头小力 就满盘皆输了 他们见得多了去了 他们也丝毫没有同情他 这是他旧游自取 与其同情他人 不如先看看 他值不值得同情 萧民听到他的话 也是没有任何表现 他的目光看向屏幕 他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就惊讶到了 只见另一个房间屏幕上 出现了萧民非常熟悉的名字 黄修卓 原来是他 我就说他们说什么第二名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就有意思了 萧民眼神闪过一丝金光 紧接着就是深邃 过了很久 都没有人再进去里面 显然舞者们已经不敢再上了 毕竟 这已经输了好几个了 他怎么还不出来啊 难道他还想继续下去吗 这也太贪了吧 可恶 要不是我实力不够 我早上去了 喂 有没有人进去教训教训这个家伙啊 他这样霸占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所有人怨气不断 对里面不出来的黄修卓 一通大骂 大家面面相去 他们都不敢再进去了 麻烦各位让一下 突然一道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 众人目光纷纷转向后面 只见一个面容非常清秀俊朗 身体修长 一双如同阴笋一般的眼睛 极其明亮 透露着一股冷峻之意 舞者们看到萧明 顿时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气场压制他们 好像要喘不过气来 那些挡路的人 非常自觉地让出一条道路 他们几乎都是下意识的 然后萧明静止地走去房间 而柳之威 此时是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等待着萧明 那人是谁啊 看起来好强的样子 刚才他看了我一眼 吓死我了 咦 那人我认识 他就是论坛上很火的 测试第一的年轻高级学员 好像是叫萧明 哦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他 太好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是啊 他刚刚打败过那个 另一边的那个家伙 如果再打败一次 论坛的题目 我都已经想好了 就叫 手下拜拜将 哈哈哈哈 很多人认出了萧明 他们都津津乐道地讨论着 几乎都是关于萧明的话题 要知道 萧明自从那一战后 可是变得很火的 肯定得有很多人认得他的 并且 这还只是萧明进南武的第一天 与此同时 萧明走进房间 房间里和萧明 以前在武馆的时候 没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就是 这个机器变得更小了 这是 千万级别的测试器 在他的想象中 这个机器对比百万级的 之大不小 但是这明显不正常啊 如此小的机器 如何承受起 武者强大的力量 萧明心中充满疑惑 但是他也没想太多 见萧明进来后 一个机器扫描仪 扫描萧明全身 正在确认身份 身份确认完毕 请在屏幕中输入积分 机械音传出 这时 一道面板赫然出现 萧明一看 上面有一个空格 是让萧明填入积分的 他的左上角是萧明的积分 一千 而在另一边 黄修卓正在闭眼打坐修炼 等待着下一个挑战者的到来 滴滴 请输入积分 黄修卓猛然睁开双眼 看向面板 终于来了 他站起身来 非常熟练地 对着对面的房间说道 这位兄弟 你挑战的积分是多少 而在另一边 萧明听到黄修卓的声音 他嘴角上扬 露出如同恶魔般的笑容 一千积分怎么样 萧明语出惊人地说道 黄修卓听到这个数字 他也被惊了一下 这么多 要知道 他现在赚到的 加上之前测试赠送的积分 总共也才一千四百 期间他在这里赚了六百 不过他一点也不担心 又是了愣头青 上一个就是这样 嘿嘿 又要赚一千了 黄修卓喃喃自语 然后他大声说道 好 就一千 萧明听后 笑得更灿烂了 成交 黄修卓听到这个声音 他顿时有点错愕 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熟悉 哎呀不管了 紧接着 黄修卓在面板上输入一千点 然后点击确认 另一边萧明想都没想 只见把自己的全部身家填了进去 他不带犹豫一下的 那么好的是 傻子才会犹豫呢 滴滴 双方确认完成 舞者大人随时可以开始 第129章 十四万基础战力 听到机械音的传出 黄修卓立马对机器展开疯狂攻击 他想要快点结束战斗 让下一个舞者进来 这样他就能在一天里赚得更多 随着他的击打 面板的数字开始飙升 开始了开始了 快看 那家伙的数字动了 不如我们猜一下 最后谁会赢吧 那还用想 肯定是萧明啊 那可不一定 可能是萧明的实战经验强 而黄修卓的实力强 那就不好说了 众人又开始了吃瓜那一套 猜猜谁会赢 房间里 萧明还迟迟没有动手 他正在仔细研究着 这个小小的机器 和之前的有什么不同 萧明经过一通的研究后 他发现 这台机器虽然很小 但是精密啊 萧明推演得到 这相当于他把里面的所有的零件 都做得非常的精细 从更细微的零件上 得到更稳定 更坚固的机器 它的承受能力 自然大大提高 了解了他的原理后 萧明也算是满足了好奇心 开始吧 我先测试一下 我的基础战力 已经达到了多少 萧明怀着非常期待的心 然后萧明的目光看向机器 眼神突变 变得凌厉起来 如同以往一样 把眼前的机器 看作一个强大的敌人 萧明深吸一口气 拳头猛然握紧 气血沸腾 凝聚于拳头上 砰 拳头迅猛地击打出去 击打在机器上 发出悦耳的声音 他好久没听这样的声音了 上一次还是在武馆的时候 现在他找到了一股熟悉感 萧明将自己全部的 基础气血凝聚 轰出这全力一击 看向面板 面板上的数字 飞快地跳动 模模糊糊 几乎看不到 做完这一切 萧明面容没有任何变化 快看 萧明的数字终于动了 我天 我还以为他在里面睡着了 终于动了 我要看看 他的是多少 好快 根据的我的经验 这好像是全力一击 打出的效果 外面的舞者们 见萧明的数字跳动 开始一润纷纷 柳之威坐在不远处 他同样在看着 萧明屏幕上的数字 他也非常好奇 萧明的实力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至于担心 他会输给黄修卓 那是不存在的 与此同时 黄修卓的数字 已经跳动到百万级别了 已经到了大宗师层次的实力了 数字跳动得快 停下得也快 只见萧明屏幕上的数字 赫然慢了下来 十二万两千二百三十 十二万九千零六十 十三万两千零五十 个 十 百 千 万 十万 嗯 是我看错了吗 怎么才十多万 一开始我也以为我看错了 但是我又认真 数了一遍 确实是十万 怎么回事啊 他应该是停下来了 这搞什么啊 众人看见这个不寻常的数字 他们又开始讨论起来 有稍微一点不合心意 风吹草动 就大惊小怪 最终 屏幕上的数字 在十四万一千三百二十一停了下来 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想 在房间里的萧明 现在已经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了 他内视自己的气血浓度 猜测自己的基础占领一个在十万左右 没想到是十四万 要知道 他现在修炼了起源经 想要增长自己的基础占领 是很难的 现在他的基础占领 好像直接飙升了 这已经是二阶五十级了 十四万基础占领 我没记错的话 我上次的测试基础占领 应该是两万左右 现在居然达到了十四万 萧明惊呼 应该是上次的地龙血 和吸水单的作用 吸水单加快了身体吸收能量因子 而地龙血 则是净化气血 在这里并没有体现出来 因为萧明没有用那净化后的气血 但是还是 有一些气血得到强化的 当然 这也不排除萧明最近不断的战斗 十四万的基础占领的话 加上三十倍的起源经增幅 应该是四百二十万的占领 一百万就是大宗师了 四百万的话是四阶大宗师 到了大宗师 五道联盟也对大宗师进行了分级 大宗师分别有九阶 到了一千万 那就另当别论了 并且到了大宗师舞者的实力 已经不再用金来计算了 而是以龙力来计算 五道联盟规定 一百万为一龙力 二百万为二龙力 以此类推 怎么算的话 萧明已经达到了四点二龙力了 但是萧明还不算是大宗师 因为要精神力达到巨堤沉蛙的状态 也就是在脑海的小水堤 要聚集形成一个小水蛙 小水蛙的大小 大概有一个脸盆那么大 萧明回归脑海 只见自己的小水堤 已经聚集成了一个很大的水珠 但是离一个脸盆大小还差点 萧明想着 今晚回去 一定突破到水蛙境界 这水蛙之后 估计就是要成河了 WOC 那家伙的战力超过五百万了 和上次一样那么变态 不知道萧明能不能超过它 他现在都还没动 肯定又是睡着了 黄修卓的屏幕上的数字 赫然达到了惊人的五字开头的七位数 这个数字相当于五届大宗师了 但是他跳动的数字还没停 看来黄修卓的实力 还远远不止五届大宗师啊 萧明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满意 既然如此 那就站得痛快吧 我倒要看看我 最后能够达到的实力是多少 萧明眼神炽热 激动地说道 虽然他计算出了自己的实力 但是并不具体 毕竟影响实力的 还有很多因素 话音刚落 萧明的气息突变 他浑身的微压释放 极其强大 紧接着气血滚烫的沸腾 空气被压出一道道折射波纹 如果有人在一旁的话 肯定受不了 直接晕倒在地 凝聚气血 一拳比原先迅猛 不知多少倍速度和力量轰出 砰 巨响骤然响起 声波已经不亚于萧明的施吼拳了 还没完 萧明继续对着机器轰击 拳影都已经轰出残影来了 砰砰砰砰 听到这频繁的击打声 其实是萧明的拳速 已经快到两道声音叠在一起了 数字从刚才的十四万迅猛飙升 五十万零四千五百零一 六十五万一千二百一十五 紧接着 数字跳动快到根本看不清了 第一百三十章 积分到手 一呼吸后 萧明的屏幕上的数字 已经突破至七位数了 非常快速 你们快看 那家伙的快要停下来了 一声惊呼响起 所有学员们的注意力 此时都被萧明的吸引了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所有人的目光 迅速看向黄修卓的屏幕 他们没有太多的表现 因为他们前面 已经见过好几次了 反而是坐在远处的柳之威 眼神闪过一丝惊讶 这萧明的对手那么强的吗 居然达到了六百万的战力 那萧明岂不是更强 柳之威惊讶的不是黄修卓的数据 他震惊的是 萧明能够打败战力如此高的对手 那不就等于萧明的战力 在六百万以上 柳之威想着 这是萧明 很快就平复了自己的情绪 萧明嘛 很正常 他都习惯了 6126570 黄修卓屏幕上的数字 已然定格下来 房间里 黄修卓的拳头放下 大口大口呼吸着 消耗有点大 他气血刚沸腾完 浑身散发着白烟 紧接着 黄修卓从口袋中 拿出好几颗气血丹 猛然倒入口中 呼 虽然这个赚取积分很快 但是身体这样反复消耗有点大 这样迟早会吃不消的 这最后一次吧 嗯 黄修卓说着说着 看向面板上萧明的数据 赫然发现 对面的数据已经达到了三字 开头的七位数了 但是还是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之前和他挑战的那些舞者们 差不多到了三百万 就已经慢下来了 现在这个有点出乎黄修卓的意料了 但是他没有过多的表现 毕竟舞者的实力有强有弱 这个只是稍微强了点而已 他不在乎 非常相信自己的实力 认为对方肯定超不过自己的数据 这是他多次挑战积累来的经验 过了一会儿 果然 黄修卓猜得没错 对面的数据在四百万的时候慢了下来 四零二 四五六一 四一二 三六四四 又过了几十秒 对面的数据已经定格了 四三三 四五四八 黄修卓看见数据不再跳动 他冷笑了一下 其实他刚才心里还是有点担忧的 但是现在停了下来 他已经完全不用担心了 嘿嘿 一千积分到手 嗯 没结束吗 看来是还不想放弃啊 算了 我先恢复一下气血吧 黄修卓说完 盘腿而坐 闭上双眼 在他心里结局已定 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 如果你说 担心对面会吃气血丹 恢复气血 他丝毫不用担心 这是作弊了 当然那是不允许的 在你吃气血丹的那一刻 机器会自动识别你 已经结束或者放弃了 你想作弊 没门 就在萧明的数据停下来时 外面的舞者们 已经炒得像热开了锅一样激烈 哎哎 什么情况啊 怎么到这里就不动了啊 他行不行啊 怎么这样 他这是又睡着了吗 这也太搞人 心态了吧 这一会停一下 一会停一下的 哼 搞笑 我怀疑他的实力就到这了 他能拿第一 莫非是有什么黑幕 我看那家伙那么弹 估计是了 见钱眼开 他们越说越难听 嘴上毫不留情 远处的柳芝威听到这些话 他的脸已经黑了下来 但是他没有失去理智 冲上去和他们理论 因为他坚信 萧明的实力不止于此 与此同时 在房间里的萧明 完全不知道 外面已经怨气冲天 因为他已经停下双手 看着面板上的数据 呼 爽 这个战略我很满意 和我预想的差别不大 萧明脸上露出喜色 显然是很高兴 他感觉 虽然气血消耗大 但是还没到极限那种 他的身上气血消耗了很多 越加能感觉到 自己体内 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也就是由气血进化的那股能量 萧明在南宫井和王腾飞身上感受过 测试时的高文山 好像也有点 不过不是很浓厚 萧明还不知道 由气血进化的那股能量叫什么 毕竟自己还没有完全接触到那个层次 但是他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 好强的力量 我用这股力量的时候 还是在对打黄修卓的时候 没想到 现在又是用在黄修卓的这里 哈哈 有意思 萧明回想到 话音刚落 萧明的眼神恢复了刚才的灵力 身上轻松自若的气息一变 杀气生疼 然后 萧明猛然握紧拳头 他意念一动 调动身体里的那股能量 很快 只见那股能量带有极其恐怖的威势 慢慢凝聚在萧明的整个手臂上 他的整个手臂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随着力量的凝聚 萧明感觉自己的手臂 充满了非常强大的力量 仿佛可以毁天灭地 非常可怕 这么一点精华的气血 就能够有那么强大的威势 可想而知 王腾飞和南宫锦那些 究竟有多么的强大了 那股力量 在萧明的手臂逐渐凝聚 形成了一个威武的金色狮子 但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凝实 显然是力量不够 做完这一切 萧明的手臂猛然向后 调整好身体状态 紧接着 一拳干净利罗的迅猛轰出 嗷吼 一声巨大的吼叫声响起 碰 随之而来的 又是一声巨大的击打声传出 WOC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凶兽来了吗 我去看看 没有啊 外面一切正常 怎么回事啊 喂喂 你们看 萧明的数字动了 WTF 好快 外面的舞者们 本来还在对萧明 进行各种抱怨 但是被一声巨响给震住了 紧接着 就是看到了萧明的屏幕上的数字 在疯狂地跳动 跳动的数字根本看不清 看着这一幕 众人顿时屏住呼吸 然而 这一声巨响 也把正在恢复气血的黄修卓给吵醒了 发生了什么 黄修卓在四处探望着 紧接着 他看到了对面疯狂跳动的数字 嗯 什么情况 怎么开始跳了 WOC 这是作弊了吧 这速度比他刚才的还要快啊 黄修卓顿时被眼前跳动的数字给震惊到了 他一脸不可思议 简直不敢相信 随着这个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多 也有越来越多的舞者们聚集过来 而其中就有一道高大男子走向柳芝威 第131章 八百万战力 那个男子 他的肩膀宽阔 腰腿强健 胸膛挺直而立 昂首间 透着一股凛然的正气 举手投足剑都非常的张弛有度 柳芝威见到靠近的男子 灵动的眼睛顿时一亮 高叔 你怎么来了 柳芝威见到高文山 立马冲上去抱住高文山 我来找萧明的 那小子人呢 高文山一脸宠溺地 摸了摸柳芝威的头 哼 高叔不是来找我的吗 柳芝威一听 顿时不乐意了 立马松开高文山 生气闷起来 样子非常可爱 哈哈 傻丫头 我来找她 是有些事情要问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今天太忙了 所有 高文山立刻解释道 柳芝威听到高文山的解释 她仔细想了想 也是 今天高文山确实很忙 要主持测试 还要处理萧明和侯建明的事 最后应该还要上报 想到这 柳芝威也理解了高文山的难处 好吧 诺 她在里面呢 柳芝威指向那边的测试房 高文山顺着柳芝威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看到很多人围在那里 讨论声不断 场面 非常嘈杂 她马上知道了 萧明在干嘛 她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有些疑惑 正常来说 这里聚集的人应该不会太多的 今天太异常了 原来是萧明在里面 萧明现在已经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了 一场战斗 一战成名 论坛上 饭桌上等大多数在讨论萧明 紧接着 她的目光被萧明屏幕上的数字吸引 看到这 高文山的眼睛一眯 眼神里闪过一丝深邃 嗯 对面竟然是黄修卓 但是黄修卓 还要挑战萧明呢 她不是刚输了吗 难道是不服 高文山有点疑惑 高文山对面前这个对决非常感兴趣 随即也坐了下来 向柳芝威提出自己的疑问 了解之后 高文山才清楚一切 哈哈 这小子真够损的 不过那个黄修卓也是有点贪啊 这下有她好受的了 高文山大笑道 与此同时 萧明屏幕上的数字终于慢了下来 Walk 我看到了什么 八百万的战力 八龙力 这 这是真的吗 她好像很年轻吧 我听说 好像是25岁来自 这个年龄就已经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实力 她还是人吗 这已经达到了高段大宗师了 太恐怖了 我记得上一届的最强者第一次测试也才六百多万吧 而且我记得那个人已经是27岁了 舞者们看到萧明屏幕上的数字时 全场非常震惊 难以置信 要知道 现在男舞的最强者叶云周 现在是27岁 是极限大宗师 在这个年纪已经算是很天才了 没想到还有个更变态的 此时 屏幕上的数字赫然定格在821 3546 与此同时 房间里 黄修卓瞪大双眼 呆呆地看着面板上的数字 他捏了捏自己的脸 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一念 有痛觉 是真的 不会是哪个不讲武德的老怪物来了吧 黄修卓完全没有之前的冷淡之意 现在他黯然失色 想到他的一千积分要没了 他非常心痛 而在另一边 萧明手臂上的金色光芒 已然消散 萧明面色苍白 但是他丝毫没有任何负面情绪 有的是无尽的喜悦 他没多想 立马从口袋中拿出几颗气血丹 一口吃了进去 哈哈 说 八龙力 萧明大吼一声 他对这个战力非常满意 他没想到 自己的那点气血进化的力量 如此的强大 这一下就增加了四龙力的战力 太恐怖了 吃下气血丹后 萧明的脸色稍微好了点 滴滴 恭喜你获得本次挑战的胜利 获得一千积分 机械声响起 听到这 萧明嘴角上扬 心里想着 这一千积分真好赚啊 这一下他的积分已经有两千了 不知道在这里能够兑换什么东西 萧明有点疑惑 没多想 萧明朝着门口走了出去 你们快看 出来了出来了 随着一声惊呼 众人的目光看过去 只见率先出来的不是萧明 而是黄修卓 黄修卓现在脸色非常难看 他眼神冰冷 走到另一个门口停了下来 那是萧明测试房的门口 他想要看看 里面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如果是年轻无辙也就算了 但是如果是哪个实力有成的老卑鄙 他肯定要上去理论理论 哈哈 你们看他 脸黑得跟个叹一样 哈哈 我估计他打死也不会想到 里面的还是萧明吧 哈哈 嘘 你小声点 别让他听到了 我想要看到他看见 萧明出来时候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太期待了 黄修卓就这样站着门口 等待着萧明出来 他隐约间听到了萧明两个字 心里想着 坏了 不会真是萧明在里面吧 呵呵 怎么会 哪有那么巧的事 就在这时 那个门打开了 走出来的 赫然是萧明 黄修卓看到萧明 冷清的脸上惊慌失措 眼睛瞪得大大的 难以置信 没想到 里面真的是萧明 只见萧明满脸笑容地走了出来 第一眼就看见的黄修卓站在门口 顿时他的笑意更浓了 笑话 他都给萧明送来如此大的礼 萧明不开心才怪呢 一 修卓兄 你怎么在这啊 莫非你是来看我的对决的 萧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黄修卓听到萧明说的话 他的嘴角抽了抽 显然萧明是故意装作不知道的 那屏幕上清清楚楚地呈现出 黄修卓三个大字 你和我说我为什么在这里 黄修卓越想越气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心里对萧明一通臭骂 哼 萧兄 我方才见这里格外热闹 所有过来看看 没想到在这里我遇到了萧兄 真是踩狗屎运啊 黄修卓说到最后 语气变重 哦 这样啊 我和你说啊 刚才有个人竟敢和我下注一千几分 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我还想感谢一下他呢 换作是修卓兄 肯定就不会这样做了 你说是吧 萧明说的话 句句戳中黄修卓的心 这是比直接上口 骂他还难受啊 第132章 原历 萧明在不断地 往他的伤口上撒盐 杀人诛心啊 黄修卓心里非常的恼火 但是却拿萧明没办法 他已经怒火中烧了 脸上的青筋爆起 强忍自己的怒火 就算他出手了 他也打不过萧明 他现在非常的憋屈 但是没办法呀 哈哈 那个人也真是够蠢的 我还想见见那人呢 可惜见不到了 黄修卓努力憋出微笑 然后附和道 嗯嗯 我相信修卓兄 也不会那么蠢的 萧明继续说道 黄修卓听后 也没有再生气了 因为他的怒火 已经达到了顶点 已经无法再生气了 哈哈 这萧明也太损了吧 直接把我整笑了 最关键是 黄修卓还不敢反驳回去 并且还把自己给骂了 哈哈 萧明这操作 我都看傻了 太牛逼了 我学到了 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他们有的哈哈大笑 有的还是哈哈大笑 那个 萧兄 既然已经结束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黄修卓说完 还没等萧明回复 脸色一黑 直接转身离开 这个地方 他已经一秒都不想待下去了 待多一秒 都是他的耻辱 萧明也没太在意什么 看着离开的黄修卓 心里想着贪是人人都有的 但是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满足 事情已经结束了 萧明也要离开了 随即向人群走去 人群也很快给萧明 让出了一条通道 见萧明这个风云人物离开后 在场的众人也散开了 一切恢复了正常 该测试的测试 该对决的对决 萧明朝着柳芝威那个方向走去 他的目光看去 赫然发现 多出一个人的身影 是高文山 萧明一边走一边想着 高文山怎么来这 高文山见萧明走过来 他上前说道 小子 刚刚的对决我看到了 做得不错 如果我们男舞都是 你这样的人 就不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况了吧 过奖 其实是我正好想检验一下 自己的真实实力 所有就上去玩了会 萧明回答道 高文山听后 点点头 知道萧明这是在谦虚 萧明 这位相信你 应该很熟悉了吧 他是高文山 高叔 柳芝威走上前 给萧明介绍的 高叔好 萧明客套道 嗯 其实我这次来 是来找你的 萧明听后 他有点疑惑 找我 对 高文山接着看向柳芝威 小威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我去和他说点事 高文山对着柳芝威说道 柳芝威点点头 跟我来 高文山接着对着萧明说道 然后他转身离开 萧明虽然心有疑虑 但是还是跟了上去 搞清楚 他到底要问什么 萧明跟高文山走着 很快就走到了一个 离他们很近的房间里 高文山打开门走了进去 进来吧 萧明随即也跟着进去了 坐吧 高文山手指向那些精美的沙发说道 萧明也不拘谨 直接一屁股坐了下去 高文山也找了个地方坐下 我就不绕弯子了 直接说了 你身体里的那股力量 怎么来的 高文山一脸严肃说道 萧明一听 脸色一变 他知道高文山问的那股力量是什么 嗯 是我吃了地龙兽的血 然后就莫名其妙来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萧明如实回答道 这没什么 实话实说呗 又不是什么秘密 地龙血 什么等级 高文山难难道 眼神一闪 萧明想了想 随即说道 应该是极限大宗师级别的吧 萧明记得说明书上说过的 极限大宗师级别 就进化出来了 不应该啊 高文山想不通 萧明的这种情况的有的 但是不至于大宗师境界的血液 就能够进化了 那起码是正降级别的 但是以萧明的宗师级境界 吸收正降级别的地龙血 恐怕会被称得暴体而亡吧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萧明好奇地问道 高文山顿了顿 然后看向萧明 我只是对你进化出这股力量比较好奇 一开始我看见你用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震惊到了 其实你的那股力量 本该在正降的时候才能进化出来的 但是你在宗师境界 就已经能够进化出来了 当然如果是天赋异禀的舞者 可以提前进化的 但是你这样的 我还没见过 高文山将自己想法说了出来 萧明非常认真地听着 他听完后 心里猛然一颤 想着 天赋异禀 难道我的身体 也有很强的天赋 我一直以为 系统赋予我的 只是推演天赋 没想到 还有体质上的天赋 他终于明白了 原来自己身体的天赋 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他一开始也不是没有想过 自己的身体 究竟有没有天赋 但是他 怎么是都是没用 他那时就认定 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天赋的 只是普通的身体而已 他没想到 是要靠这种方式 来使用自己身体的天赋 是要吸收凶兽的血液 应该是加大的血液的吸收程度 萧明目前知道的是这样的 现在萧明想起来 难怪之前吸收这股血液的时候 会感到如此强烈的反应 在吸收这个血液时 我们正常人 能够吸收多少 萧明想到这立即问高文山 正常人顶多能够吸收 他的三分之一能量吧 如果天赋好点 能够吸收二分之一 天赋异禀的 能够吸收四分之三吧 总之是会有损耗的 高文山回答道 是了 萧明听完后 他非常激动 他显然不是高文山所说的三种 他吸收的能量 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三了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 你吸收能量时 触发了很小概率 将能量大量吸收 但是这个过程应该很痛苦 高文山继续说道 萧明没在意这个 他能确定 肯定不是高文山所说 他那时吸收太大痛苦 萧明只是敷衍地点点头 高文山越想越觉得 这个可能性很高 但是也不排除 萧明体质上的天赋也很高 现在连萧明也不知道 自己的身体状况 他也不好下定论 但是这也只是 他好奇罢了 他也就不再深究了 那这股能量是什么 萧明到现在 还不知道这股能量的名字 他趁现在向高文山请教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原力 高文山语气平和地说道 第133章 自己学会的 原力 萧明听后 有种新奇感 这是萧明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对 原力是到了阵降级别以后 才能进化出来的能量 不同于气血之力 它的威力更强 使用范围更广 包括很多方面 比如说 你看见我们能够 腾飞于空中 就是靠着这股能量 到了这个境界 你能接触到 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有人说 这也只是五道的开始而已 高文山剑谈地说道 听高文山讲完后 萧明满脸震惊 这只是五道的开始 开什么玩笑 那他以前努力修炼算什么 连个屁都不是 他敢肯定 自己那个时候的天赋 肯定是人族里最差劲的 没有之一 在使用这个原力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到了 他那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也能感受到 那个不一样的感觉 你身上进化的原力 也才一个小B那么多 不过已经很强了 在阵降以下的境界 这个你已经感觉到了吧 高文山盯着萧明说道 眼神深邃 嗯 已经感受到了 但是为什么我使用原力的时候 会感觉到很难控制 很不稳定 萧明回想起 自己使用原力的时候的感受 向高文山请教 你的肉身太弱了 无法承受住那么强大的力量 所以会出现控制难 不稳定的现象 高文山一语道破萧明 身上出现的问题 萧明一听 他眼神闪过一丝惊讶 他修炼的金刚不坏身 已经是推演到第十四层了 肉身已经很强大了 一般的宗师级 都很难攻破萧明的肉身防御 就连大宗师也无法轻易 就突破萧明盾防御 但是现在萧明想到 这是一种更加强大力量后 他就明白了 以他现在的肉身防御 这个强大的力量 需要更加强大的防御 看来 我的肉身需要加强了 萧明喃喃道 眼神闪过一丝金光 然而 高文山需要问的还没完 他这是一脸严肃 推演才发现 这门攻法 还是有点难度的 至少是不能看一眼就会 他脑子高速运转 在他的眼前 出现了大量的公式和文字 萧明将它们一一破解 然后在脑海再同样出现了 和高文山一样的运行方式和轨迹 就在那条巨龙即将撞到墙上时 高文山精神力移动 那条巨龙猛然崩溃 消散于空气中 消失不见 萧明把这一切都放在眼里 不肯放过任何的细节 高文山做完这一切 他收回原力 金光消失 紧接着 看向萧明 怎么样 这可是非常古老的攻法 画龙点睛 我们在遗迹中找到 然后被男武收录了 不过那个原本的攻法太过高深了 经过我们的简化 变成现在适应我们修炼的攻法 高文山满脸自豪地说道 这门攻法修炼起来非常复杂 你需要很大的恒心和毅力来琢磨他 高文山修炼到这个境界 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思的 萧明听到这门攻法被简化过后 他的心灵猛然一颤 难怪 在他推演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 这门攻法存在很大的问题 缺陷 原来是经过简化的 萧明这时 心中突然蹦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以前古时候的人 就能修炼这么复杂的攻法 而现在的人却不可以呢 难道是现在的人的天赋 便差了吗 萧明随即将自己的疑问 告诉高文山 高文山一听 他好像知道 萧明会有这样的疑问 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情绪 嗯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们现在研究出的一种说法是 我们蓝星在很久以前 是一个武道发达的时代 但是呢 有一天 蓝星的能量因子耗尽了 蓝星的武道从此衰落了 现在能量因子复苏 所以武道开始盛行 但是呢 现在刚复苏的能量因子 还不足以出现那样的天赋 所以我们都没办法接受 如此复杂的攻法 高文山怎么说也是个导师 当然对这些很了解 随即长篇大论地说道 萧明津津有味地听着 他心中的疑惑 顿时迎刃而解了 至于为什么能量因子会复苏 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但是最令人信服的说法 是能量因子 是从空间裂缝来的 高文山继续说道 空间裂缝 也就是凶兽入侵蓝星石打开的 萧明点点头 也觉得这个说法说得通 好了 这些都是题外话 你功法学得怎么样了 高文山没有再多说什么 立即回归主题 萧明胸有诚重地说道 不出意外的话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这门功法 高文山听到萧明如此自信的话语 他心中的质疑已经快要消散了 任谁在这个时候 也不敢再继续撒谎了 但是还是要检验一下的 毕竟也不能中途放弃吧 高文山随即走向柜子 拿出纸和笔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 开玩笑 现在萧明也才大宗师 他身上的原力也才那么点 根本无法凝聚出如此强大的巨龙 所以才需要纸和笔 写出这门功法的运行方式 萧明接过纸和笔 很快就进入状态 那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哗啦啦哗啦啦 萧明的思绪非常顺畅 没有一点的停顿 直接写了一页又一页 而在一旁的高文山完全看呆了 这不带想一下的 没过多久 萧明停下了手中的笔 一脸满意地看着手中的功法 完成了 高文山一听 他一抓把萧明手上的功法抢过来 那么快 这怎么可能 高文山随即观看起这门功法 他一页一页地翻动着 他越翻 眼睛瞪得越大 瞳孔都要缩成一根针了 他加快翻页的速度 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这 这怎么可能 你说你已经学会就算了 关键是你那么快就完成了 这不用回想一下的吗 或者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高文山放下手中的功法 震惊地看着萧明说道 就算是那些超级天才 学会了也要停下来回想一下吧 而萧明压根没停过 直接就写完了 现在高文山看萧明的眼神 不一样了 这不是震惊 而是惊恐 心里想着 这个时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变数 这可不见得是件好事 萧明听到高文山的提问 他摇摇头 表示没有 嘶 高文山倒吸 一口冷气 他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需要缓一下 紧接着 高文山非常严肃地看着萧明 萧明 你的这个天赋 绝对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这样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高文山沉声道 萧明重重地点点头 就算他不说 萧明也知道 毕竟匹夫无罪怀必其罪嘛 等一下直接被拉去切片了 嗯 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 林家的事情我会解决的 你不用太过担心 高文山站起来说道 萧明本来就不是很担心 当然 能够帮助他解决掉一个麻烦 也是一件好事 我想问一下 你们要如何解决这件事呢 萧明好奇地问道 高文山这时露出了微笑 哼 我们直接找上林家 先下手围墙 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然后直接开门建山 搬出王震首使 和我们南武 就不信他还不忌惮 如果再不行 那就直接搬出南公家 他们铁定老实了 萧明听完高文山的解决方法后 他不禁想要夸赞 这样先发制人的方法 很大程度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 显得很有底气 这样就很容易让他们猜忌 也就起到了能够忌惮的作用 此事过后 他们应该是不敢再明面动手了 也不敢下拍一些强大的杀手 顶多也是大宗师境界的 以你的实力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多加小心就行 高文山想得很周全 第135章 紧急电话 萧明听后 立马回应道 多谢高叔 哈哈 不用不用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南武的人了 以后我们南武还得指望你呢 帮助你 这不是应该的吗 高文山实话实说 现在南武已经没落了 还需要像萧明这样的天才来拯救呢 高文山坚信 他们南武相信 不久之后将会重返巅峰 甚至更高 想到这 高文山看萧明的眼神 变得更加炽热了 以你现在的天赋 应该能修炼那古老的功法 也就是真正的 没有简化过的画龙点睛 如果你想要修炼的话 和我说 到时候 我向校长申请 高文山已经看出了 萧明对这门功法 有极大的兴趣 萧明一听 他的眼睛顿时一亮 仿佛发现了什么绝世珍宝一样 嗯嗯 我要 萧明重重地点了点头 大声说道 显得极为激动 高文山见到萧明这个样子 微微一笑 就知道萧明会喜欢 就在这时 萧明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萧明拿出手机 赫然发现 是出租车司机许国旺打过来的 那个 高叔 我去接个电话 高文山已经没什么事找萧明了 随即摆摆手说道 去吧去吧 萧明随即走出门外 接通了电话 喂 徐兄 萧明客套道 萧兄 你快过来 我儿子小义 刚才修炼的时候 突然晕倒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电话那边传来许国旺急促的声音 萧明皱了皱眉头 晕倒 怎么会晕倒呢 萧明有点疑惑 按道理 应该不会是自己给许一的功法 会出现问题 况且 就算出现问题了 也不会晕倒 萧明没在现场不清楚状况 现在盲目的猜想 也是一头雾水 许兄你先别急 我马上过去看看 萧明安慰道 嗯嗯 萧兄你要快点啊 许国旺非常着急 萧明随即挂断电话 返回刚才的房间 高叔 我的徒弟晕倒了 我想回去看看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走了 萧明也有点着急地说道 萧明回来 是为了告知高文山一声 他也不知道 高文山还有什么要问的 出于礼貌和他说一声 去吧去吧 高文山很爽快 他也不过问萧明的徒弟的事情了 因为他看 萧明是挺着急的 萧明得到高文山的回应后 马上夺门而出 这小子还有个徒弟 哼哼 能别他看上的 应该也是个天才吧 高文山在萧明走后 暗自说了一句话 与此同时 萧明很快走出来 向着柳芝威走去 此时 柳芝威正在打开手环 浏览着学校的论坛 上面赫然是关于萧明的话题 非常热闹 就在这时 柳芝威看见萧明走过来 他关掉手环 满脸笑容地站起身来 想要告诉萧明 论坛上那些有趣的事 萧明 我跟你说 柳芝威还没说完 就被萧明打断了 芝威姐 你能带我回家一趟吗 萧明一脸急切地说道 被萧明打断了自己的话 柳芝威脸上出现了一点失落的神情 显然有点不开心了 但是看见如此心急的萧明 他也同意了 紧接着 萧明坐着柳芝威的跑车 出了校门 校园是可以随意出去的 但是你回来的时候 必须要进行身份验证 一路无话 萧明在想着徒弟许义晕倒的原因 而柳芝威 是对刚才的事情 感到不高兴了 跑车很快 穿行在各种路面之间 十几分钟后 就回到了萧明的小区外面 再前面一点 萧明说道 柳芝威这是有点疑惑 这不是已经到家了吗 怎么还要继续往前 他也没多问 他倒要看看 萧明究竟是 为什么那么急 继续往前开 停 说完 萧明马上下了车 柳芝威看着头也不回的萧明 他顿时感觉有点生气 随即他也下车跟上萧明 萧明一下车 就看见许国旺 一脸心急如焚地 在四处张望着 他看到萧明 好像看到了希望 萧明立马跑上去 哎呀 萧兄你终于来了 我都急死了 快 带我去看一下 萧明立即说道 哦 好 许国旺急到精神错乱了 马上带路 柳芝威没说话 跟了上去 很快 他们跟着许国旺 来到了一个狭小的房屋 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俱全 这个房屋的设备很齐全 随即 萧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房间 房间里有很多卡通的画画 贴在墙上 萧明看见了许国旺老婆 抱着躺在床上晕倒的许义 可以看见 他脸上有几道明显的泪痕 他看见萧明过来 立马站起来 想哭想哭地说道 小兄弟 你看看小义吧 他刚刚还好好地修炼的 然后就突然晕倒了 许义是修炼出现问题的 他们夫妇俩也知道 与其找医生 不如找萧明 这样保险一点 毕竟萧明是许义的师父 夫人放心吧 我先看看 萧明安慰到 然后他走向 躺在床上的许义 萧明看向许义 很明显地能够感受到 许义身上的 气血沸腾的迹象 嗯 这是 突破舞者了 萧明惊呼 他感知到 许义身上的气血浓度 已经达到了舞者境界 而且还是个终极舞者 这小孩应该只有六七岁吧 六岁的终极舞者你敢信 然后 萧明已经感知到了 许义晕倒的原因 是因为许义 在运行功法的时候 强行突破 导致气血消耗过大 所以才晕倒了 不过这强行突破有点东西啊 这一下子 就来到了终极舞者 萧明猜想 应该是他特殊体质的原因 许国旺夫妇 显然听到了萧明的惊呼 但是他们的心思 完全没有在萧明说的话上 萧兄 我儿子怎么样了 许国旺着急地问道 萧明微微一笑 说道 你儿子没事 不但没事 还有天大的好事 许国旺听到儿子许义没事后 顿时松了口气 全身瘫软了下来 但是他这时反应过来了 立马精神地起来 天大的好事 真的假的 许国旺激动地说道 他是我徒弟 骗你干嘛 萧明回答道 而在一旁的柳之威 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第136章 许义醒了 许国旺立马上前抓住萧明的手 激动地说道 萧兄 到底是什么好事 一旁的夫人 看见许国旺的行为 顿时称怒道 哎呀 你看你 这么没礼貌 感觉放开人家 许国旺听后 顿时意识到自己的无理行为 他赶紧松开萧明的手 抱歉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萧兄 刚才太激动了 是我冒犯了 哈哈 没关系的 其实呢 我要说的好事就是 你的儿子 现在已经是舞者了 而且还是终极舞者 萧明微笑地说着 毕竟这是自己的徒弟 自然为他感到高兴 萧明不紧不慢地说完 而此时整个房间里 一片寂静 许国旺瞪大双眼 死死地看着萧明 而他的夫人 更是捂上嘴巴 一副惊讶的表情 舞舞 舞者 终极 许国旺支支吾吾地说着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紧接着 许国旺猛然跳了起来 大声笑道 哈哈 我许家 要出真龙了 哈哈 我儿喜意要成龙了 哈哈 许国旺高兴地大喊着 眼泪都要出来了 像许国旺这样的普通人 虽然不知道太多的 舞者相关的信息 但是舞者境界还是知道的 他知道一个六七岁的舞者 意味着什么 夫人虽然也是非常开心 但是没有表现出 像许国旺那么夸张 紧接着 许国旺夫妇二人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萧民看向身后的柳芝威 她在刚才就已经发现了 柳芝威的不高兴了 只是刚才太着急 就没有说清楚 而柳芝威看到感受到 萧民的目光 更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芝威姐 我 对不起 萧民还没说完 柳芝威就抢先一步 萧民这时候更加迷惑了 为什么是她道歉呢 其实我刚刚因为 一点小时生你的气了 我不知道事情那么紧急 所以 柳芝威这时感受到 一旁有两道目光 在盯着他们看 继续说啊 许国旺饶有兴趣地说道 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捏向 许国旺的耳朵 你是不是皮痒了 别人的事 你瞎掺和什么呀 许国旺被扯着大耳朵 这一幕看起来非常好笑 看到这一幕 柳芝威的目光 和萧民的目光 碰撞在一起 扑吃 柳芝威捂住嘴巴 奄然一笑 萧民也随着笑了起来 二人显然已经把 刚才发生的事 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痛痛痛 我这不是好奇吗 刚才太紧急了 萧兄还没给我介绍 介绍他的女朋友呢 许国旺赶紧说出事实求饶 听到女朋友 柳芝威的脸 瞬间变得通红 红得像个苹果一样 非常可爱 他低下头不敢看萧民 而萧民也是挠挠头 有点害羞 看向别处 那个 许兄 我们还不是那个关系 萧民如实地说道 这时 许国旺夫妇也停了下来 什么 许国旺一脸震惊 他一直以为萧民 和柳芝威是情侣关系 没想到现在弄巧成桌了 哎呀 还不是的意思是 你们迟早都会试的了 许国旺好像发现了盲点 立马说道 萧民这事被说得 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场面变得非常尴尬 柳芝威的脸 已经红到熟透了 好像在冒着热腾腾的气体 就在萧民不知所措时 一道稚嫩的声音 打破现场的僵局 爸爸 妈妈 只见小孩许义 迷迷糊糊 慢慢悠悠地撑起身体 揉着干涩的眼睛说着话 许国旺见状 马上冲了上前 哎呦 我小姨你醒了 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 本来想要拒绝的 但是许国旺已经跑远了 只能作罢 第137章 我教你 此时 房间里只剩下了三人 柳芝威的目光 赫然被许义房间桌子上的 功法所吸引 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 起源经 他好奇地拿起起源经 读了起来 许义早已将功法 背得滚瓜烂熟了 不需要那本功法了 这个姐姐是谁啊 许义好奇地问道 她是我的朋友 肖明解释道 肖明也发现了 柳芝威拿着自己 给许义的起源经 在阅读着 她也没阻止 柳芝威拿在起源经 翻了一页又一页 即便有些晦涩难懂 但是她还是 很感兴趣地看下去了 没过多久 她就看完了 她此时的表情 是惊为天人的样子 太厉害了 这么功法 她看完才知道 这门功法 究竟有多么的震撼 这个是增幅功法 而且增幅的是 十倍的力量 要知道 现在蓝芯最强的增幅最高 也只能增幅到九倍 而这个十倍的增幅 显然已经是轰动 全国的功法了 况且她还发现 这门功法 显然要比蓝芯上的 增幅功法简单得多 这又简单 增幅又高的功法 谁会不爱呢 她的目光看向许义 说道 小义 这门功法 是哪里来的 许义看向肖明 她很聪明 知道要得到肖明的认可 肖明点点头 表示同意 这是我师父给我的 徐义指着肖明说道 柳芯的目光转向肖明 有点震惊 但是很快平复 眼睛里充满了渴望知道答案 她这时也知道了 原来肖明那么强 有一部分原因 肯定的因为这本功法 其实这门功法 是我在遗迹中捡到的 肖明不想太麻烦 随便找了个借口说道 柳芯听到遗迹 她点点头 明白了 在那些远古遗迹中 有很多的功法 但是大多数好的功法 已经被各大势力抢光了 一般是一出现遗迹 那些大势力就会下派强大的舞者 进去搜刮 但是也有一些遗漏的 肖明的这本可能也是 柳芯在想着 她还真信了 因为能够得到如此厉害的 增幅功法 只能从遗迹中了 但是肖明的运气也太好了 找到了一门 突破蓝星九倍增幅功法的 十倍增幅功法 怎么样 想学吗 我教你 肖明微微一笑 对着柳芯说道 柳芯一听 顿时眼前一亮 猛然点头 满脸星星 然后 柳芯也加入到了学习当中 柳芯非常认真的 听着肖明的讲解 她这一听 越听越震惊 她发现肖明讲解得 非常的通透 让人很容易理解 只要你提出什么问题 她都能够一语道破 说得好像这本功法 就是肖明创造的一样 柳芯看着肖明 她越来越发现 肖明很神秘 她以前一直以为 肖明只是比那些天才的天赋 强一点而已 她现在发现她错了 这根本不是一点 而是遥遥领先 听着肖明的讲着 如同醍醐灌顶 很快 肖明就讲完了 许义和柳芯威 也听得明明白白 几乎不懂的地方 肖明都想到了 他们随即运行起源经 我 我真是突破到大宗师了 而且 这应该已经到了中段大宗师了 柳芯威震惊地说道 她原本还需要几天 才能突破至大宗师境界 没想到这一下子 就突破到了大宗师 还是中段的 她看向肖明 眼神中对肖明充满了好奇 我这个气血浓度 应该算是高级舞者了吧 许义接着喊了起来 肖明看着他们 都双双突破了 自然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多谢师父的讲解 许义很懂礼数 马上对着肖明道谢 肖明也欣喜地回应了 而柳芯威健壮 也想上前向肖明道谢 她看向柳芯威 微微一笑 说道 芯威姐 我们都是朋友 不用那么客气的 柳芯威听到朋友二字 她心里顿时有点失落的感觉 嗯 但是我 还是要谢谢你 你将如此强大的增幅功法交给我 就不怕我往外转吗 柳芯威这时问道 肖明面色不变 不慌不忙地说道 不会的 我相信芝威姐 其实肖明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那么相信柳芯威 甚至想要把这门功法交给她 柳芯威心中一颤 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感触一样 她蔫花一笑 非常真心地说道 谢谢你 肖明 你可以永远相信我 肖明眼睛瞪大 看着柳芯威 然后恢复回来 随即微微一笑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肖兄 你们好了吗 如果好了 就出来吃饭吧 赫然是许国旺的声音 肖明他们 随即打开门走了出去 出去一看 是一桌子的菜 摆在桌子上 来来 多坐 许国旺热情地说道 肖明和柳芯威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紧接着 他们便开始吃了起来 期间 他们还开心地聊聊天 开开玩笑 如同一家人一样 其乐融融 虽然这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不是什么大鱼大肉 但是这些却远胜一切 在这里 肖明品尝到了家的味道 肖明此时莫名有一些感伤 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人 自己家乡的家人 饭后 此时已经是晚上了 他们也该走了 毕竟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 许国旺一家 还想让肖明多待会 但是都被肖明婉拒了 许国旺见状只能作罢 然后他们一家都来送送肖明 肖明临走时 还不忘叮嘱 许易要好好修炼 许易也非常坚定地答应了 道别后 肖明坐上柳之威的跑车 往学校的放心室去 肖明的家就在旁边 他为什么不回家呢 其实 是他在学校有宿舍 肖明不想住在家的原因是 离得太远 整天麻烦柳之威来接送也不好 他自己买一辆车 也不是不行 就是有点太麻烦了 还不如直接住宿舍 肖明还没去看过自己的宿舍呢 他都是忙着在校园里到处逛了 本来是想等侯见明的事情处理完后 就去看看的 但是被各种事情给耽误了 肖明在车上有点无聊 他打开手环 开始漫无目的地的浏览起来 第138章 突破大宗师 而此时在开车的柳之威 也看到了肖明的面板 他立马想到什么 你打开论坛看一下 柳之威神秘地说道 肖明看向论坛 他还从没点开过这个玩意呢 听到柳之威说 他顿时感觉有点好奇了 他随即点开了论坛 一点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行行的标题 肖明瞪大双眼 赫然发现 这些几乎都市和肖明相关的话题 新元肖明 再战手下败将黄修卓 打出惊人巴龙之力 完胜黄修卓 黄修卓成为手下败败将 新元肖明和叶云周 出现在美食街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惊 新元肖明横空出世 成为本次高级学员测试第一名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肖明看着这些帖子 也是震惊的不行 他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他什么时候那么出名了 他不就是拿了个第一 打出了小小的巴龙之力吗 之余吗 肖明随即点开几个帖子 开始浏览起来 肖明越看越有意思 大多数都是比较正面的评论 只有极少数是负面的 并且还诞生了很多的梗 非常有趣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意思 柳芝威说道 肖明点点头 继续看着 过了几分钟 他们就回到了南五 肖明看向大门口 那个躺在椅子上的大爷也不见了 应该是已经回去了 柳芝威把车子开进去 紧接着就对肖明和柳芝威的身份 进行识别 识别的速度很快 几乎就在几秒的时间 回到校园 此时的校园晚上异常多人 学员们在外面尽情地玩耍 过着开心的大学生活 但是 肖明现在当务之急 是去找到自己的宿舍 芝威姐 我还要回宿舍 我就先走了 肖明对着柳芝威说道 柳芝威也愉快地答应了 他想也是 肖明今天进行了那么多场的战斗 肯定是非常累了 他也不再打扰肖明了 嗯 明天见 柳芝威向肖明道别 肖明随即走下跑车 打开手环 他记得高文山说过 宿舍的位置 手环上有的 肖明在面板上四处找起来 很快 他就找到了宿舍一个选项 肖明点了进去 便出现了肖明的宿舍信息 新高级学员一至十名宿舍 肖明有些疑惑 为什么要强调一至十名呢 难道是不一样的吗 上面的信息不多 但是他有一个地图 肖明顺着这个地图走去 有了地图就方便多了 他随即加快速度 肖明来到目的地 他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宿舍 不 这哪里是宿舍 这分明就是个小型别墅 肖明没想到会如此的豪华 他的想象里是这样的 一间宿舍 里面有五六个人住在一起 但是他错了 他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要强调一至十名了 因为这应该是他们的待遇吧 原来这个排名 还有这等好事 肖明惊呆了 他从来没住过 如此奢华的房子 肖明走向房子的门口 门口自动识别肖明的身份 滴 主人 欢迎回来 电子音响起 紧接着 大门打开了 肖明走进去 在他面前的 是一个小院子 古色古香的感觉 肖明看到这里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 太棒了 他心里直呼 然后肖明走向自己的房子 打开门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很大的客厅 有点鼓风 但是里面出现很多高科技机器人 这个鼓风与科技的结合 肖明直接爱上了这里 肖明来到这里 仿佛回到了自己家一样的舒畅 他的心情顿时变得非常好 他还在房子里四处逛了逛 越看越喜欢 这就是高级学员的待遇吗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一只实名的待遇 肖明来到自己的房间 看到又一个小树桌 他就放心了 嗯 我很喜欢这里 肖明难难道 他那么着急回来 当然是要突破大宗师了 他的战力已经达标了 但是他的精神力还没有 就差一点点 当务之急是要突破 他一蹦跳到床上 床很软 很舒服 肖明坐在床上盘腿坐 马上闭上双眼 意识回归脑海 在脑海里 出现了很多的水滴 在肖明面前 那些是肖明日积月累 凝聚出来的水滴 现在肖明要将那些水滴凝聚 形成一个脸盆大小的水洼 肖明估计 自己积累的这些精神力水滴 应该能够凝聚成一个水洼了 如果不够的话 那就麻烦了这样 你的精神力境界 虽然达到了凝聚成洼 但是这样 你的根基就不牢固了 所以 肖明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他现在凝聚的水滴 已经够多了 可以开始了 肖明在脑海里 操控着两个精神力水滴 将它们相互靠近 两两凝聚在一起 肖明小心翼翼地 让它们两个靠近 很快 两个水滴碰撞 出现了一点的排斥 但是很快 又相互吸引 两个水滴自动融合 呼 第一个 肖明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不是很难 只要有耐心就可以了 他现在虽然很想快到完成 把他们一股脑地挤在一起 但是经过上次的教训 他已经不敢冒这个风险了 那时要不是南宫颈出手 他恐怕早就死于自己之手了 肖明就这样 慢慢地凝聚着 随着他凝聚的越多 他的精神力 也在不断地增长 这个过程 是每个舞者 必须经过的过程 就这样 时间过得很快 肖明一直沉浸在凝聚当中 他仿佛不知疲倦 这对他来说 好像不算什么 想想他以前 为了突破 他努力修炼 每天从早修炼到凌晨 他那个时候都不感觉苦 现在这点算什么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赫然从肖明的脑海中散发出来 精神力散发到肖明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把一些物品都震得晃动 漂浮起来 肖明的脑子顿时感觉到一阵清明 他所有的疲劳都赫然消失了 非常舒服 他猛然间睁开双眼 眼睛里闪过一丝威慑的气息 呼 终于突破了 大宗师 肖明一脸激动地说道 第139章 林家的计划 夜晚 林家 这是一个豪华的别墅 门口处站立着两个保安 保安实力不弱 至少有五十级 门上写着两个大大的两个字 林府 府闻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一道魂后 洪亮的声音 从林家一个富力堂皇的客厅里传来 只见那人他 长得身形睽萎 绑大腰圆 显得恐无有力 他将满头黑发修剪得粗短整齐 形如促促有序排列的黑针 透着硬汉的倔强和执拗之色 此人正是林家家主 林府闻的父亲林振天 林府闻浓浓的眉毛挑了一下 露出阴险的笑容说道 父亲 我现在 已经成为了柳青山的学生 已经初步取得了他的信任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是夜家的 早就被送到魔渡武道大学了 不可能来我们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而且现在南无已经没落了 那更加不可能了 林府闻一脸不相信 要知道 现在魔武可是在武道联赛中 排名第二的存在 仅次于金武的存在 如果是夜家的 傻子才会把自己的后背送到这里 要去都是 去魔武或者金武啊 所以 这是不可能的 林振天点点头 认为林府闻说的很有道理 嗯 他没有什么背景就行 那就好办了 我派你三叔去把他 林振天说着说着 眼睛一眯 眼神里充满狠力 然后他一只手抬起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林府闻瞪大双眼 然后露出阴狠的表情 除掉了夜云洲 那他们的计划就好办多了 关键是除掉了林府闻的心头之恨 林府闻心里更是乐开花了 想到三叔 林府闻更加笃定夜云洲死定了 他们林家的三叔 可是阵将级别强者 这杀一个小小的极限大宗师 不是轻轻松松 有手就行 附近 哥哥 就在这时 他们门外突然传来委屈声 他们一听 目光看向门外 只见一个下人 正推着一个轮椅走过来 轮椅上坐着的 赫然是林府昊 林府昊现在满脸委屈 像急了小时候 向家长告状的模样 林振天一看自己的小儿子 变成这样 他顿时眼神阴沉 没有紧皱 脸上浮现愤怒之色 你今天不是去参加 高级学员的测试吗 怎么会伤成这样 林振天质问道 一旁的林府闻 看到自己的弟弟这般模样 他也皱着眉头 林府昊等的 就是林振天这句话 父亲啊 都是那个萧明 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 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林府昊哀怨道 林府闻听到萧明二字 他顿时瞪大双眼 是那个家伙 他在南疆市西面战场的时候 见过萧明 他那个时候 一直没把萧明放在眼里 甚至连萧明的亮眼的表现 都嗤之以鼻 现在萧明居然敢打他的弟弟 林府闻脸色阴沉了下来 林振天顿时怒火冲天 大声吼道 这个萧明是谁 他不知道这是我林振天的儿子吗 林府闻见状 立马把关于萧明的信息说了出来 哦 看样子 他还有镇守使这个背景啊 这下不好办了 哼 福昊 你先忍一下 等我们把南武彻底控制住 再把它处理掉 林振天一听到萧明身后 有王腾飞后 他有点忌惮了 林府昊听后 没有露出任何的可惜的表情 父亲 你不妨听完我的话 再下定论吧 林府昊一脸神秘地说道 哦 什么话 林府昊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们 在我和萧明战斗的时候 他使用出了我们林家的独门功法 霸气 林府昊一口气说了出来 此话一出 林振天瞪大双眼 满脸震撼 而林府闻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什么 你亲眼看见 他用出来了 林振天还是不敢相信 林府昊非常坚定 重重地点了点头 林振天得到了林府昊的肯定后 他震惊的眼神赫然转变 闪过一丝危险的金光 他现在在南武士吧 林振天阴沉地说道 是的 林府昊露出阴险的微笑 他的计划得逞了 他在南武 那就有点棘手了 有柳青山那斯在 哼 那就等他出南武 他有镇手使这个背景又如何 只要我们做得够隐秘 他就拿我们没办法 这是关我们林家的机密 我们绝不能放过他 林振天决然地说道 林府昊听后 他更加高兴了 心里想着 萧明 这次看你怎么死 敢羞辱我 这就是你的代价 第140章 高文山上门 父亲 您难道就不好奇 萧明他是从哪里得到 我们林家的独门功法的吗 林府闻沉着冷静 指出其中的问题 林振天一听 他的心里一颤 他现在才想到这个问题 他刚才太注重 要怎么去解决掉萧明了 忘了这茬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去就回 林振天转身离开 没过多久 他来到了一个房子 然后走进去 他熟练地打开了密道 然后走了进去 进去后 他打开保险箱一看 里面赫然躺着一本功法 和数不尽的财富 呼 还在 林振天松了口气 然后离开密室 几分钟后 林振天回到了他们的客厅 功法还在 林振天毫无忌讳地说道 毕竟都是自己的孩子 这没什么隐瞒的 林府闻听后 他顿时有点迷惑了 这样的话 萧明他的独门功法 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没有可能 我们林家有叛徒 林振文小心翼翼地说道 林振天一听 目光冰冷地看着林振文 这不可能 我们林家的独门功法 传的都是林家敌血 他们就算再怎么背叛 也不会做出这种背叛 自己祖宗的事 这是要挖祖坟的 林振天非常坚定地说道 林振文看见如此坚定的父亲 他也不再说什么 但是林振文现在已经想不出 其他的可能出来了 难道 林振文难难道 看向林府号 他猛然摇摇头 这根本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那根本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林振天见林辯文想不到 他随即说道 既然想不到 那就不要想了 我们把他除掉就是了 林辯号一听 他顿时兴奋了 对 就是要这样 他心里想着 而林辯文也不再多想 听他父亲的 就在这时 一个林家下人 匆匆忙忙地走进客厅 报告家主 南武高文山求见 此话一出 震惊四座 高导师怎么来了 难道是我们的计划败露了 林辯文再一次站起身来说道 林辯号同样有点震惊 要知道 他可是亲眼见过高文山出手的 但是他为什么会来林家 这个问题同时出现在众人的脑中 林振天显然是惊艳老道 他没有表现得像林辯文二人那样 而是一脸镇定 先别急 他只是一个人来 应该不是我们的计划败露了 我们先看看 他到底要干什么 林振天安抚他们说道 让他进来 林振天大声说道 紧接着 吓人恭敬地退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只见高文山坦然地走进林家的客厅 林辯文见状 立马也上去和高文山礼貌性地问候一声 高导师 您怎么来了 来来来 坐 林辯文一副很有礼貌 很有教养地说道 高文山也不客气 坐了下来 而林辯号也问候了一声高文山 高文山见到林辯号 眼神中闪过一丝深邃 然后点点头回应 哈哈 高导师今日有空 来我们林家 不知所为何事啊 林振天洪亮的声音 显得非常的爽朗 高文山看向主座上壮瘦的林振天 说道 林家主 我这人不喜欢绕弯子 我就直说了 今天我来 是为了萧明的事来的 想必你的小儿子 也和你说了吧 林振天眼睛瞪大 没想到高文山这么直接 不过他 很快恢复回来了 还好不是计划败露了 他松了口气 萧明他偷学我们林家的独门功法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这是关什么林家的命脉 林振天处事不经 道出独门功法的重要性 高文山没有太大的反应 已经猜到了 他会这么说 萧明能够学会你们的独门功法 也是多亏了令狼啊 高文山看向林辅浩说道 林辅浩听到高文山的话 他顿时慌了 我可是 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直接将功法的运行轨迹 呈现在萧明面前 高文山继续说道 我我我没有 你胡说 我根本没有那样做 我现在杀了他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把功法运行轨迹给他 他现在已经顾不得礼数了 直接愤怒地对着高文山说道 然后高文山和林辅浩 再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道 林振天和林辅文看着这一幕 他们纷纷皱起了眉头 高文山确实没说错啊 在萧明推演面前 林辅浩就是相当于 把自己功法的运行轨迹 呈现在萧明眼前啊 好了 林振天用洪亮的声音 制止这场争论 高导师 无论如何 萧明就是学会了我们的独门功法 我们是不会放过他的 林振天决然地说道 高文山听后 眼神阴沉 那你们要怎样 高文山的语气变了 林振天一听 好像想到了什么 如果他肯自废武道的话 我就不追究了 自废武道 相当于变回正常人 并且还会落得一身疾病 跟废人没什么两样 这比死了还难受 高文山眼神已经阴沉得不行 这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们校长和镇首使的意思 高文山直接搬出王腾飞和柳青山 威胁道 他也顾不得什么和和气气地说话了 哦 你威胁我 林振天眼睛一眯 语气沉重地说道 我这不是在威胁你 而是告知你一下 如果你要对萧明出手 就等于和我们南武 还有镇首使宣战 高文山很讨厌这样弯弯绕绕 直接说出来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变得非常安静 林辅文和林辅浩都不敢说话 这场面仿佛就要打起来一样 林振天咬紧牙关 他现在已经充满怒火 但是他没有爆发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如果和他们开战的话 他们不但没有什么好处 还会损失惨重 更重要的是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计划 到时候 他们林家再想进一步 就不可能了 林振天想了想 他不能那么冒险 等到时候控制了南武 那萧明不是随便拿捏 哼 我答应你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 不会出手 林振天顾全大局 对着高文山说道 第141章 起源经第三层 高文山听后 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他们老一辈人不会动手 那年轻一辈的 就说不定了 高文山没有反驳这句话 做到这个效果就行了 但是高文山现在有点疑惑 没想到会那么轻松 他还想着 要搬出萧明南公家的背景呢 虽然有疑惑 但是他也没多想 高文山站起身来 露出笑容说道 那希望林家主说道做道 我已经没什么事了 就告辞了 高文山说完 一刻也不留 就走了出去 林振天原本平和的脸 也瞬间变得阴沉 要不是因为林家的大忌 他哪里会这般憋屈 林府号见高文山走后 他立马不乐意地站了起来 父亲 难道就这样 放弃了吗 林府号不死心地说道 哼 要不是你怎么会发生那么多事 况且我说过放过他了吗 林振天怒斥道 林府号这时说不出话来了 只能摆着一脸委屈的样子 林振天不再看他 而是转向林府闻 府闻 在南武是可以进行生死战的吧 你想办法让肖民应战 然后弄死他 林振天狠力地说道 他现在非常生气 他发誓 就要弄死肖民 不然他受到这股憋屈 让他很不爽 林府闻露出阴险的表情 说道 放心吧 父亲 我不会让他活得太久的 林振天满意地看着林府闻 林府号听到这里 原本一脸失望的他 顿时眼前一亮 他哥哥亲自上场了 那肖民死定了 阴险的笑容再次出现在脸上 与此同时 学生宿舍里 成为大宗师的肖民 猛然握紧拳头 仔细感受着 他成为大宗师以后 感知体内气血变得更加精准 他的感知范围也大了很多 以前也只是能够感知 几十米远的距离 现在 他的感知范围 已经达到了上百米 并且 他能够感觉自己的精神力 可以外发震荡敌人 肖民回想起 自己所对战过的 大宗师级的敌人 他们都对肖民 用过精神力攻击 肖民需要时刻警惕着 现在已经不要了 他的精神力 可以凝聚成一个精神力屏障 抵挡住敌人的精神力攻击 肖民感觉 精神力攻击是能够修炼的 这应该需要 更加强大的精神力攻法吧 我的感悟已经足够了 我的起源精这次 应该能够推演出第三层了吧 肖民一屁股坐下来 难难倒 然后 肖民闭上双眼 开始推演 起源精第三层 肖民的脑子高速运转 他将自己的感悟凝聚 快速形成 推演起源精的公式和文字 他的脑海里 如同出现了一本书 肖民不断地撰写着这本书 上面出现了无数的公式 然后肖民将它们都化为文字 密密麻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肖民身上的气息不断地高涨 他的实力在不断地攀升 肖民浑身气血喷涌 沸腾浓厚的气血一散出来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气血场域 空气被气血挤压的粘稠 变成摇摇晃晃的波纹 强大的威压从肖民身上散发 周围的物品被挤压着 一些玻璃瓶子被压出裂痕 就在这时 肖民的实力攀升到顶点 紧接着 他浑身的气血忽然震荡了一下 强大的气血散开 形成了一个冲击波 向着四周掠去 紧接着 房间里的物品被巨大的冲击波震荡下来 玻璃瓶子也震得破碎 肖民猛然睁开双眼 双眼闪过一丝金光 威慑力十足 仿佛只要看你一眼 你就要跪下一样 呼 终于第三层了 肖民收起沸腾的气血 浑身冒着白烟 然后吐出一口浊气 我能够感知到 我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个已经达到了高端大宗师境界了 很接近几千大宗师了 肖民震惊地说道 启元金第三层增幅30倍 加上第一层和第二层的10倍 20倍增幅 现在 他已经有了60倍的增幅了 60倍的增幅 之前我测试 我的基础战力是14万 现在加上60倍的增幅 800万的战力 八龙之力 我需要加上元力 才能达到这个战力 现在已经达到了 肖民非常激动地说着 一切仿佛不真切的感觉 刚才还是个四阶的大宗师 现在已经变成了八阶了 这个进步 太大了吧 那如果在这个实力 加上元力的话 那该有多强 嘶 肖民倒吸一口冷气 他已经不敢想了 他感觉自己 现在用上元力的话 已经可以一拳 把那个千万级力量测试器 给打爆了 感受着浓郁的气血 肖民脸上露出浓郁的自信 他非常享受这种 自己掌控力量的感觉 如果再让他对上黄修卓的话 他非常有自信 能够一拳就把对方给打败 紧接着 他看到自己的房间 变得一片狼藉 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 这搞得动静也太大了 自己刚拿到的宿舍 已经变成这样了 然后他花了点时间收拾了起来 我这个境界 在大宗师境界 几乎已经算是无敌的存在了 如果再加上元力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与阵将一战 肖民喃喃道 就在这时 肖民想起了高文山说的话 自己的身体还不够强大 无法精准地控制元力 想到这 肖民必须要加强自己肉身的强度了 肖民没多想 继续坐在床上 闭上双眼 他的脑海里 寻找着自己的防御功法 金刚不坏身 防御功法 也称炼体功法 锻造身体的强度 这样既可以防御 也可以承载强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炼体是武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他的金刚不坏身 上次已经推演到了第十四层 但是那 已经是很久的时候了 肖民现在需要把金刚不坏身 推演到能够成在元力为止 不 还不够 需要推演到极限为止 肖民也不空想 而是付诸行动 很快他就进入状态 开始推演起来 紧接着 肖民浑身金光呈现 整个身体 有着黄金般的光泽 就这样 肖民再次陷入了枯燥的推演时间中 处于这个状态 时间过得很快 第142章 系统再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肖民推演金刚不坏身的层数 也不断上升 第15层 第16层 第17层 紧接着 肖民浑身金光绽放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肖民的表面除了金色 还有一点点的洁白洁白的颜色 然后他的皮肤上 慢慢地渗出暗红色的粘液 身体里的杂质再往外排出 他的身体变得极为纯洁 在排出杂质的同时 肖民的身体 在疯狂吸入能量因子 加强身体的强度 如果你运用精神力 可以看见 肖民周身的能量因子 在猛地往他身体里转 被吸入的能量因子 在肖民周身 形成了一个大到整个房间的漩涡 随着体内杂质的不断排出 能量因子的不断吸入 肖民的身体 变得越来越洁白 还带着一丝透明 肖民体内的细胞 在疯狂地震战 每一次震战 都会伴随着一股无形的波纹 刹那之间席卷全身 他身上所有的毛孔都在舒张 在疯狂地吸入能量因子 恐怖的气势在肖民身上沸腾 整个房间的物品 再一次被一股强劲的气流 冲刷地四处摇晃 呼啦啦地鼓动不断 肖民推演的 金刚不坏身的层数越来越高 他闭着眼睛皱着眉头 显得有一点吃力感 脸上出现了些许汗珠 随着体内细胞的震战 震荡着周围的空间 把周边无数的能量因子 吸入 化作滚滚的养分 吸收进细胞里 细胞变得极其的雀跃 然后整个细胞都在发生至的变化 变得极其的坚固 如同铜墙铁壁一样 就在这时 肖民的身体 如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身上的金光变得微弱 但是伴随而来的 是一股晶莹剔透的光芒 然后 他的身上的光芒慢慢地消失 所有毛孔都在慢慢地闭合 细小的寒毛 一根根地脱落 他身体的皮肤变得极为的紧致 就连他脸上的皮肤 都变得光滑细嫩 整个人如同一个新生儿一般的 乳白乳白的 光线照在身上 散发出琉璃般的光芒 非常的奇异 肖民双眼猛睁 眼睛如同一把利剑 一剑劈开 24 曾经刚不坏身 肖民开口说道 他语气中震惊之色 显露无遗 他不敢相信自己 能够推演得那么高的层数 一下子就推演了十层 太夸张了吧 这门功法好像 推演到了极限了 无法再进行下一步的推演了 肖民感觉自己 还有余力推演 但是他这么尝试 都无法进行下一步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说不出道不明的声音 骤然响彻起来 仿佛是从灵魂深处传来的一样 丁 恭喜宿主推演出千倍天赋极限功法 金刚不坏身 能量加一千 当前能量 6500 1000 听到这个声音 肖民瞪大双眼 一脸难以置信 他好久没听到过这个声音了 上次还是在激活千倍天赋的时候 肖民都以为 这个系统不存在了 肖民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冷静下来陷入沉思 肖民在想 这个系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来 按照他的说法 是推演出了千倍天赋里的极限功法 为什么以前不出来呢 肖民推演出起源经的时候 也没见出来 肖民上次推演出远古神器灭世中的时候 这个系统也冒出来了 肖民结合着两次得出 难道这个是要自己天赋得到最大程度的运用的时候 才会出来 还是说自己推演的东西 越极限越特殊的时候出来 肖民目前指得出这两个答案 这个系统太神秘了 但是肖民看了看后面的能量 已经增加了那么多 很显然 自己以前推演功法是有用的 只是他没有冒出来而已 肖民越加的坚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肖民想要验证这两种想法 这个不急 我先看看 我的肉身防御怎么样了 肖民难难道 肖民没有急着验证 而是先看看 自己推演出金刚不坏身的效果 肖民看了看自己身上流出的杂质 摇摇头 他已经把床上弄脏了 不过没关系 有机器人会帮忙 肖民随即脱下衣服 站着镜子前 这一看 把肖民直接震惊到了 他身上皮肤变得非常紧致 身上非常光滑 阳光照在身上都要反光了 肖民拿出自己的龙牙 他眼神一狠利 在自己手臂上轻轻地划了一刀 定 清脆的响声响起 肖民看向自己划的地方 直接那里出现了一道白坟 看到这一幕 肖民惊呆了 要知道 龙牙可是非常强大的武器了 这都破开不了肖民的防御 可想而知 肖民现在的防御 有多么的恐怖了 24层金刚不坏身 果然强大 肖民满脸自信地说道 这个身体强度 应该可以承载原力了吧 想到这 肖民说干就干 随即调动自己体内的原力 凝聚于自己的手上 紧接着 肖民的整个手臂 出现了金色的光芒 肖民的肉身 也同样呈现着流离的光泽 在压制着体内暴动的原力 很快 原力就完美地 被肖民凝聚在手上 没有丝毫的震动 极其地稳定 肖民运行原力 变得十分地得心应手 他仿佛能够把这个原力式 放出他最大的效果 看到这里 肖民一脸满意地 收回自己的原力 身体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他坚信 现在就算黄修卓全力进攻 也很难对肖民 进行实质性的伤害 顶多能够打破肖民的表面防御 快速换了件衣服出来 在他换衣服的间隙 机器人已经把他弄脏的床更换掉了 非常的方便 肖民对此非常满意 他重新回到床上 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的试验了 我倒看看这个系统 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肖民喃喃道 语气中有种自信感 第一种想法简单 先试验一下第一种吧 嗯 那就崩泉吧 崩泉是每一个舞者 都必须掌握的一门功法 他的修炼非常的简单 就连小屁孩都会 但是肖民那个时候 因是修炼了好几年 最后还是靠百倍天赋 修炼至极限的 他想选择最为简单的功法 先进行推演 把他推演到极限试试看 第143章 强大的崩泉 崩泉修炼到极限 最大的特点就是打出气境 但是很少人修炼到极限 有的人是天赋太差 修炼不了 有的人则是修炼到一半就放弃了 去修炼更加强大的功法去了 毕竟没有人会为了 把这门入门功法修炼到极限 因为他的威力有点弱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修炼其他功法去了 但是萧明把这门崩泉修炼到极限后 才知道他到底有多强 崩泉到了极限可以打出气境 这道气境可以穿透防御 萧明其实在使用施吼拳的时候 会用上它 只是很多时候看不出来而已 这门功法其实很好用 只是很少人注意到而已 萧明没多想 随即闭上双眼 脑海里搜寻着关于崩泉的相关运行方式 运作法门 很快 萧明就找到了 崩泉一共有八层 每一层都是一个境界 效果完全不一样 萧明脑子高速运转 千倍天赋的加持下 推演着崩泉的后面的层数 一分钟 萧明就推演完了第九层 非常快 这本不愧是舞者的基础功法 这门简单 这一下子就第九层了 紧接着 第十层 第十一层 第十二层 萧明找到了这个节奏 推演就快了很多 一路高歌 随着熟练度的增加 推演的时间在不断地缩短 很快 就来到了第十六层 萧明继续推演下去 但是他发现 已经到了极限了 无法再继续推演下去了 萧明健壮也停下了推演 睁开双眼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十六层 还不错 也不知道为了如何 萧明开口说道 就在这时 脑海中的空铃声再次响起 丁 恭喜宿主推演千倍天赋 极限功法 崩泉 能量加500 当前能量 710000 萧明听到脑海里的声音 他脸上的笑意 越发的浓烈 是了 他的第一个想法验证成功了 这个是要自己的天赋 得到最大的运用 才能激发出来 萧明看到后面的能量 已经到了7000了 还差3000 就可以激活下一层次的天赋了 下一个天赋 应该是万倍天赋 千倍天赋 都已经那么牛逼了 万倍天赋还得了 萧明深吸一口气冷静一下 他已经不敢想象了 到了万倍 不是要逆天 先来试一下 十六层崩泉的威力吧 萧明满脸期待地说道 萧明随即走出房间 来到外面的院子 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练功沙包的 哦 在那里 萧明来到院子寻找着 很快就找到了 练功沙包 是专门给舞者进行锻炼 试验功法的时候用的 萧明以前在武馆的时候就有 但是萧明那个时候没有用 毕竟那时在武馆里 到处都是力量测试器 萧明也不需要这个练功沙包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萧明现在是在宿舍 而且他这里离测试场有点远 不方便 况且萧明只是想要试验一下 崩泉的威力而已 来到练功沙包面前 看着眼前这个沙包 沙包有点大 比正常的要大很多 呈现一个长条模样 被吊在空中 萧明的气势突变 他眼神凌厉 把眼前的沙包当作自己的死敌 紧接着 萧明运行气血 整个身体的气血在沸腾 庞大的气血挤压周身的空气 变出一道道无形的波纹 萧明的气血 显然变得非常的强大 这不是之前能够比的 然后萧明猛然握紧拳头 气血迅速凝聚 萧明的拳头上 震荡出一道道气流 气流被震荡得越发的强大 在萧明的拳头上 形成了一圈一圈的气环 随着环数的增加 萧明感觉到 自己的拳头 传来了非常恐怖的力量 穿透性极强 仿佛可以一拳把一个人打爆 崩拳运转完毕 萧明拳头上的气环 已然凝聚完成 萧明眼神一冷 一拳轰了出去 拳头把周围的空气 都震荡地发出响亮的声音 轰隆 萧明的拳头实打实地打在沙包上 沙包在被击中的瞬间停顿了一下 然后快速朝着后面倒飞过去 在沙包背后 被打出了一圈圈的气景 然而 就在这时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在空中飞高的沙包 猛然间爆裂开来 那些特制的黑色沙子 洒落一地 哗啦啦哗啦啦 萧明惊呆地站着原地 他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 没想到 崩拳的穿透力变得那么强大 只见打爆了整个沙包 要知道 这整个沙包可是非常的坚硬的 就是是极限大宗师都很难打爆它 然而 萧明现在 就真真实实地把他给打爆了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萧明的实力 能够一拳打爆极限大宗师了 太恐怖了 这个崩拳达到极限的气境 简直是直接穿透防御 从里面爆开 看来这门弓法 不是废弓法 而是神弓法 再加上 萧明已经把崩拳推演到了16层 萧明刚才对比了一下 这个威力已经是之前崩拳的整整四倍威力了 在沙子全部落下的同时 萧明再一次瞪大双眼 看着眼前 只见萧明看去的地方是墙壁 墙壁上赫然被强大的气境崩得破裂 这这 太强了 萧明简直是无法想象这是武者的基础攻法了 这被萧明推演过后已经完全蛻变了 不再是以前的废物攻法了 萧明感觉平复自己的情绪 心想 这下坏了 要赔钱了 没办法 实力太强了 萧明也没办法控制住啊 他打开手环 他记得在宿舍那一栏里有一个维修的地方的 萧明点开它 如实填入需要维修的地方 然后进行破坏程度评估 紧接着 弹出需要支付的积分 萧明一看 傻眼了 需要500积分 萧明欲哭无泪的点击确认 他发誓 再也不在宿舍里打了 下次就算麻烦点 也要去测试场 这一下子就没了500积分 萧明心痛啊 今天好不容易才赚到了1000 这一下子就凭空没了500 他哭都没眼泪了 不过萧明很快恢复回来 既然没了就没了 下次再赚回来就是了 这个第二个想法有点难了 要怎么验证呢 特殊的东西 哦 对了 萧明赶紧转移注意力说道 第144章 开天 萧明此时站着的地方 是自己宿舍 房子的楼顶上 他接下来做的试验 是毕竟危险的 所以他来到了这里 在这里 萧明抬头 可以看到漫天的星星 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校园里 不同的建筑 站着上面这风景简直了 萧明欣赏完美景后 盘腿坐在地上 闭上双眼 感受着迎面袭来的风 让他非常的享受 在这样的环境下 萧明非常有感觉 他在懊恼 刚才怎么没想到 还有这种地方呢 萧明没多想 随即进入状态 这时 他的气息一变 整个人变得极为锋利 一股非常强大的刀法意境 充斥萧明的身体 然后散发出来 紧接着 萧明的气息再变 这一次 他的整个人 还是一样的锋利 但是他如同宝剑出鞘一样 惊世骇俗 浑身剑气飞舞 萧明之前在虚拟战斗场的时候 就已经悟出了一点 兵器意境的发现 也就是萧明 想要将两道意境相互融合 从而形成一个 更加强大的意境 萧明那个时候 是在战斗中 没办法进行深入的推演 现在萧明才想起来 这应该算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吧 萧明现在是不断地试验 试图把两道意境相互融合 放出两道意境后 萧明意念一动 将两道在周身肆虐的意境控制起来 然后 萧明将它们碰撞在一起 叮叮 但是很快就相互排斥弹开了 没成功 萧明也没放弃 毕竟这种试验 不是一次就能成功了 那些伟大的发明家也是经过无数的失败后才成功的 萧明就抱着这样的心态 在不断地进行试验 这样子不行 那就换一个 反正能够想到的都试验一遍 就这样 萧明在不断地进行试验 失败了再来 这样反反复复 不厌其烦地进行下去 萧明的脑海 在两道意境中不断地推演 试图推演出两道意境的融合之法 经过很多次的试验 萧明发现 这两道意境的排斥能力非常的强大 如果融合了 也无法坚持很长时间 萧明也逐渐地熟悉了两道意境的相同点 然后以这个为切入点进行推演 这需要对这两种兵器了解得非常透彻 它们如同两匹猎马 需要不断地安抚 就在这时 萧明猛然睁开双眼 他的手动了 只见他两只手360度旋转一圈 然后刀翼和剑翼也随之旋转 它们越转越快 在萧明背后旋转 如同一个大大的圆盘 随着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两刀已经被打乱了 如同找不到组织一样到处乱窜 紧接着 它们变得混乱 一副刀光剑影的模样 只见萧明抬起手 然后两个手掌一合 身后的意境 也随着被猛然间揉合在了一起 刀和剑的碰撞声 强烈地响起 叮 这时 萧明慢慢地张开手掌 紧接着 萧明身后的意境 也随之绽放开来 就在这时 在萧明身后 猛然爆发出惊人的意境 直冲云霄 萧明浑身的气势 都变得极其恐怖 如同一柄神兵一般降临在人间 与此同时 在学校的一个非常古色生香的院子里 一个大爷卧躺在椅子上看书 如果萧明在 一定能够认出他 他就是大门口的那位大爷 就在这时 大爷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猛然站起身来 他眼睛一眯 目光朝着一个方向看 那边赫然是萧明的宿舍的方向 这股意境 那位大爷嘴里喃喃道 紧接着 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这位大爷慢慢漂浮了起来 升到了空中 然后朝着萧明的方向飞去 而此时的萧明 完全不知道有人即将靠近 他此时真正努力地控制着 这股强大的意境 试图把它放出去 萧明面目猙獰 显得非常吃力 他随即咬紧牙关 把体内的全部气血激发 就连原力也用上了 这次终于能够控制这股意境了 萧明以守为兵器 凝聚气血 一斩 往空中斩去 强大的意境 伴随着气血斩出 枪 整个天空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兵器 出鞘的鸣声 紧接着 那道意境直接在天空中 留下了一道痕迹 看起来 好像把整个天空切开两半一样 这一招惊天地气鬼神 也被很多人看到了 WOC 刚才那个是什么呀 吓死我了 太强了 那一招应该是我们人族的舞者放出来的 刚才我感觉到 一股非常浓郁的锋利感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被切开了 太恐怖了 学校里很多人看到那一幕 都是心有余悸 就连导师 校长他们都感受到了 但是他们感知不到具体方向 他们开始纷纷猜测的道石 是和方神圣放出来的 同时 也让学员们加强戒备 萧明这一招 可以说直接轰动了整个学校 就连柳青山都亲自出马 试图找出那个人来 但是他没有任何收获 毕竟那一下时间太短了 就算反应过来了 也很快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 萧明放完招后 他同样呆呆地看着天空中 弥留下来的白痕 满脸震惊 就在这时 那个熟悉的声音 在他灵魂里传来 叮 恭喜宿主创造出特殊意境 能量加1000 当前能量810000 萧明听到这道声音 他嘴角上扬 果然没错 自己的猜测都是对的 然而 就在他完全沉浸在开心中 不远处有一个人在看着他 那人正是刚刚那位大爷 大爷刚才一飞过来 就看到了萧明刚才那一幕 他看得非常清楚 他也被震惊到了 停在原地 如此惊艳的意境 大爷心里惊叹道 他看向在天台上的萧明 眼神里露出了坚定之意 他好像下了什么决定似的 然后 他朝着萧明的方向飞去 系统说我这个意境是特殊意境 没有名字 那我就给他起个名字 嗯 刚才我对着天空展了一下 那就叫开天吧 萧明回想起刚才的一幕 开口说道 开天意境 不错 嗯 萧明越想越满意 开天 好一个开天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第145章 导师好 萧明被这道声音 猛地吓一击铃 感觉转向另一个方向 萧明现在心里很慌 这个地方 怎么会出现人 萧明很疑惑 就在他想的间隙 萧明已经看清了眼前的人 直接那人屹立于空中 衣衫蓝绿 被微风吹动着松散的头发 面前的胡子 有点零星的白花花 他面容微笑 先锋倒鼓 温和地看着萧明 萧明看着眼前的人 他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他仔细回想 是门口的那位大爷 萧明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他一直以为这位大爷 只是个看大门的普通人 没想到是个隐藏高手 听到他说的话 萧明已经知道 自己刚才的那一幕 肯定被眼前这位大爷看到了 这下麻烦了 杜爷爷 萧明试探性地开口 那位大爷一听 没想到这小子还记得他 杜爷爷 也是你这个臭小子叫的 我叫杜哲 叫我哲爷就行 杜哲一脸傲气地说道 哲爷 萧明嘴角抽了抽 这真够不要脸的 都多大岁数了 看这样子 应该有六七十岁了吧 还装嫩呢 不过萧明 也只是心里吐槽吐槽 哪敢真的说出来啊 不要命了 萧明随即微微一笑 说道 哲爷 杜哲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眼神紧盯着萧明看 他的眼神闪过一丝震惊 他不久前看他的时候 还只是个宗师 现在这么一下子 就变成了高端大宗师了 杜哲不敢置信地看着萧明 难道是上次看错了 不可能 他那个时候离得那么近 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宗师 急 难道他有什么东西 掩盖着我的感知 杜哲疑惑地想着 而此时的萧明 被这样的强者 一直盯着心里毛毛的 自己好像浑身被看个精光一样 一点秘密都没有了 杜哲眉头顿时一皱 他也不想了 直接问这小子算了 小子 你的境界是怎么回事 杜哲很直接地说了出来 一点也不绕弯子 萧明一听 他的心里嘎当了一下 糟了 忘了还有这茬 这么快速地实力提升 哪怕是蓝星上最牛逼的天才 也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现在萧明 就是做到了这个不可能 这很难不让人琢磨 萧明挠挠头 试图缓解尴尬 其实是我一不小心突破的 萧明没办法了 直接硬着头皮来吧 果然杜哲显然是不相信的 他看向萧明 眼神深邃 算了 我只是好奇一下而已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机遇 我也不强求 你说出来 杜哲随即说道 萧明听到他这句话 差点翻白眼了 这还不强求 刚才的语气 都快把萧明给吓傻了 他差点就说出来了 要不是萧明意志坚定 没准就招了 多谢折眼 不过萧明还是要客套一下的 杜哲这时从空中慢慢降落 稳稳地站着地上 你刚才那个意境不错 看样子应该是你自创的意境吧 杜哲一眼就看穿了萧明刚才的意境 萧明眼睛瞪大了一下 很快恢复 果然 这一切都被他看光了 不过萧明也没办法 他感知不到强者的存在 这就是实力差距 哎 下次还是在房间里吧 萧明心想着 哲也好眼光 那正是我自创的意境 开天意境 萧明也不打算藏下去了 这都已经被他看光了 杜哲面无表情 但是心里已经开心得不得了 如此强大的意境 想必这小子的天赋不会弱了 好啊 好啊 我男五终于来了个爵士天才了 萧明看着面无表情的杜哲 心里有些疑惑 难道是我的意境太弱了 他连看都没看上 果然 我现在的意境还是太弱了 不能自码啊 想着 萧明的意志坚定 他一定更加努力 要加强自己的实力才行 如果让杜哲知道了 萧明心里的想法 他都要气得吐血了 你这意境还不强 你在开玩笑吗 嗯 小子你叫什么 杜哲点点头 然后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不卑不亢地开口 萧明 杜哲听到萧明的语气 他满意地点点头 明天是你们新晋高级学员选导师的环节 虽然我不是导师 但是我 可比那群导师强多了 你愿意当我的学员吗 杜哲一脸严肃地说道 萧明一听 他看过手环的信息 明天确实是有这个环节 他面前陌生的男人 经过他的种种表现来看 萧明面前这个人确实很强 并且 萧明站在他身边 萧明就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压力 再无形地释放出来 这种压力 萧明只有在男公家身上感受到过 这已经证明了 杜哲的强大了 萧明现在的实力 已经到了高段大宗师了 一般的导师 肯定已经很难 再教导萧明什么了 所以 萧明应该选择更加强大的人 作为导师 萧明看着杜哲 眼神坚定 导师好 萧明向杜哲拱了拱手 礼貌地说道 杜哲听到萧明答应了 面带笑容 一脸欣喜地看着萧明 越看越满意 好 既然你那么坚定地选择我 那我这个作为导师的 也不能没有一点意思 杜哲高兴地说道 萧明一听 眼睛都亮了起来 这是要给礼物的意思 紧接着 只见他从口袋中 拿出了一本书 递给萧明 萧明也接着 一看 霸道总裁修炼手册 萧明瞪大双眼 一脸猛逼 这什么鬼 萧明心里要骂娘了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说 他顿时失望到了极致 萧明看着杜哲 难以置信 杜哲见状 立马把书抢了回来 一脸尴尬地塞进口袋 然后再拿出一本泛黄的书籍 嘿嘿 刚才拿错了 杜哲一脸淡定地咳了咳 说道 萧明一脸无语地接过那本书籍 这么貌设导师 靠谱吗 萧明开始有些后悔了 感觉自己被坑了 不过也没办法了 既然答应 都答应了 也不能又拒绝回去吧 他把书籍拿在手上 他的目光迫不及待地看向书籍 只见书籍上写着三个大字 金刚掌 第146章 没经验 金刚掌 萧明正好却一门掌法 这个功法来得正是及时啊 我观察出你有修炼金刚不坏身 正好 我把这门功法给你 金刚不坏身和金刚掌 本就是同源功法 金刚不坏身 可以大大增加金刚掌的威力 杜哲夸夸其谈地说道 多谢导师 萧明感觉客套一下 萧明越看这门功法越满意 他想了想 有个导师也还不错 萧明暗自窃喜 对了 上次见你和芝威那丫头在一起 你们 什么关系 杜哲眼睛一眯 沉声说道 萧明看着杜哲的表情 背后一股凉意袭来 这 只是朋友而已 萧明说道 嗯 只是朋友 杜哲的气势突变 萧明顿时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气息传来 就在他要说话的时候 被杜哲抢先了 你们到现在怎么还 只是朋友啊 我以为你们都 杜哲突然满脸震惊 杜哲的转变 让萧明吓了一跳 一头雾水地看着杜哲 他还以为 你看你 我一看就知道 你小子是个没经验的 来来来 我来教教你霸道总裁的方式 保证让他立马进你怀脸 杜哲顿时变得不正经 说道 然后杜哲来着萧明 给他灌输霸道总裁的手段 萧明一直在拒绝 满脸都写着不字 但是还是抵挡不住 杜哲的猛攻啊 萧明也只能左耳进右耳出的 听完全过程了 过了几分钟后 杜哲松开萧明 哈哈 怎么样 你折有的方法 是不是很牛逼 啊 杜哲说完后 满脸春风得意地说道 萧明一脸无奈地点点头 哈哈 是吧 那你还等什么 下次就把我的方法用上 保证你满意 哈哈 杜哲非常开心地笑道 好像他把自己的这些东西 说出去后 非常有成就感一样 萧明看着一脸 不正经的导师 他后悔了 就不该答应他的 失策了呀 萧明现在很想说 我把书还给你 我可以另选导师吗 但是萧明没有说出来 笑话 等一下直接把他惹毛了 那就不得了了 他的小命还要呢 哈哈 好 我也该去看我的大门了 先走了 杜哲看了看天空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 已经到第二天了 萧明也发现了 原来已经天亮了 自己练功练了那么久吗 萧明有些难以置信 果然 只要自己一修炼 就会忘记时间 不过萧明也习惯了 嗯 导师再见 萧明强行挤出笑容 说道 你小子别忘记我给你的方法 说完 杜哲飞走了 萧明嘴角抽了抽 他走之前都不忘这件事 你到底是要教导我什么的 萧明无语了 唉 算了 这可能就是命吧 萧明无奈地说道 萧明随即转身走下楼去 回到房子里 萧明简单地洗了洗漱 吃了个早餐 然后他打开手环 新晋的高级学员 在南无广场集合 不得迟到 否则后果自负 萧明读着面板上的字 他刚才只是潦草地看了一遍而已 现在萧明才发现 南无广场这个地方 他目光看向面板的另一个地方 直接那里有一个小地图 上面赫然是南无全貌俯视图 萧明打开地图 一看 整个南无就像一个圆形 一个同心圆 圆形的终极 赫然是南无广场 而萧明所在的住宿区 在南无广场的正西面 只要出门直走就到了 不难 了解完具体位置后 萧明赶紧关闭手环 走到镜子面前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着装 萧明满意地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非常帅气 经过昨天的金刚不坏身的淬炼后 萧明现在的皮肤变得越来越紧致 光滑 白皙 这颜值已经能够吊打 那些所谓的小鲜肉了 不 是完全碾压 嗯 还不错 出发吧 萧明一脸自信地说道 虽然他已经选了杜哲伟导师 但是这种场合还是要参加的 毕竟上面红纸白字地写着 不能缺席 萧明也不想刚进南无 就别退学了 这多丢人 做好准备后 萧明便夺门而出 走到院子 那个沙包已然被修好了 还有那边的墙壁也变得完好如初 萧明有点惊叹这个效率 他亲眼见到 有机器人来修理 而不是真人 萧明不得不感叹 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先进了 走出门 便看到很多年轻有活力的学员们 同样往这南无广场的那个方向走 他们相互结伴 有说有笑 一副朝气蓬勃的模样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舞者看到萧明出来 惊呼道 快看 那是谁 萧明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萧明 他们都停了下来 一脸崇拜地看着萧明 萧明挠挠头 善善一笑 他也知道自己在学校里出名了 也就没有感到奇怪了 萧明随即热情地和他们打了招呼 年轻的舞者们也跟着打了招呼 然后一脸欣喜地继续走了 萧明做完这一切 也跟着走向南无广场 十几分钟后 萧明和那些年轻的舞者们 来到了南无广场 萧明望去 只见广场非常大 在他的中间还有一个铜像 铜像玉树林峰 模样标志 容貌俊美异常 眉目间洋溢着一股鹦鹉之色 浑身透着难以掩饰的君王之气 他双手撑着插在地上的长剑 眼神注视着前方 萧明停下脚步 看着眼前的铜像 他好像被这个铜像所吸引 在铜像身上 萧明好像看出了铜像之前的战斗画面 只见那人面前 有千万只凶兽向他袭来 宛如一道无穷无尽的洪流 在凶猛地冲过来 想要将那人吞没 那人一点也不慌张 只见他轻轻地抬起手中的长剑 又是轻轻地一剑斩出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招 实则毁天灭地 轰隆 无边无际的凶兽群 一瞬间化为灰烬 消散不见 萧明看到这一幕 眼睛都直了 不敢呼吸 脑子如同处于停滞的状态 这是人吗 你确定这不是神 一剑就把将近千万的凶兽给气化了 这是人能够达到的力量吗 第147章 龙军炎大帝 萧明脑子里 不禁蹦出这样的疑问 原来人类可以掌握如此强大的力量 要知道 萧明刚才观察那些兽群里 有好几万是阵将级别的凶兽 肯定还有更强大的凶兽 没想到 这在那个神秘人面前 仅仅只需一剑 看到这一幕 萧明如同受到了雷霆一般的打击 如此不堪一击的阵将 萧明现在还只是个小小的大宗师 他就已经在这里沾沾自喜了 萧明咬紧牙关 他发现 他太过自满了 都已经彻底忘记了 这个世界上强者如灵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萧明现在努力地告诫自己 自己什么都不是 高文山说过 镇将也只是个开始而已 就在这时 只见画面里那个神秘人 目光看向萧明 萧明心里顿时一颤 好像被什么洪水猛兽看上了一样 怎么也逃脱不掉 浑身都是无力感 这时 一只手拍了拍萧明的肩膀 萧明瞬间从画面中 回到了南无广场 呼呼 萧明回来后 大口大口呼吸着 满头大汗 瞳孔放大 好像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一样 太恐怖了 萧明嘴里喃喃道 萧兄 你怎么了 这时 叶云洲的声音传来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疑惑 那个拍萧明肩膀的人 赫然是叶云洲 萧明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摆摆手 说了声没事 他现在有点感激叶云洲了 要不是他 萧明可能要被吓死了 太恐怖了 那个神秘人 好像能够看见萧明一样 好像是有意识一样 萧明以为 这只是个弥留的画面 谁知道 萧明恢复回来后 他看向叶云洲 抬起手指着南无广场中央的 那个鹦鹉男子的铜像说道 萧洲兄 那个人是谁啊 萧明的语气 都有点振扎 哦 你说龙君炎大帝啊 你不知道吗 他是我们小时候 都会教导的一个历史性人物 叶云洲一脸疑惑地看着萧明 萧明这时瞪大双眼 小时候的教育 萧明是十几岁穿越过来的 他哪里有接受过这些教育啊 他一穿越过来 就是修炼 修炼 再修炼 这萧明哪里知道啊 嗯 我失过意 小时候的事情忘记了 萧明挠挠头 叶云洲瞪大双眼 没想到萧明还有这样的遭遇 顿时叶云洲看萧明的眼神里 带有一丝的同情 你我就来跟你讲一下吧 龙君炎大帝 是在大灾难时期 横空出世的一位绝世天才 他的实力一日千里 没过多久 就一跃成为人族最强者 然后带领人族灭杀凶兽 他的实力非常强大 没有一个凶兽 是龙君炎大帝的对手 人族在龙君炎的带领下 一路高歌猛进 为我们夺回大量的领地 然后他称帝建立了我们龙国 我们的龙国就是这样来的 而我们南武 也是龙君炎大帝建立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立了个铜像 但是后来龙君炎大的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叶云洲见谈地说道 萧明认真听完叶云洲的讲话 他眼神里的震惊 显露无鱼 萧明回想起刚才那个恐怖的画面 想必那个神秘人 就是龙君炎了 原来是开国大帝啊 难怪 实力会如此的强大 萧明在想 那位龙君炎大帝到底有多强 这一招的压倒心太大了 完全看不出来 他看着眼前伟岸的男子 眼神中充满了崇拜之情 太强了 萧明握紧拳头 他渴望变得更强 云洲兄 我记起来了 萧明说道 叶云洲点点头 就在这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 各位学员们 请各自站在特定的位置 我们的选导式环节 马上就要开始了 只见在不远处一个舞台上 站着一位身形瘦弱的男子 他身穿宽松的衣袍 在风中烈烈作响 如果不是他的声音 萧明以为自己看错了 那么瘦弱的身子 那个人是楼墨 也是我们学校的导师 看样子 应该是他主持了 走 我们先去集合 叶云洲为萧明解释道 萧明点点头 然后他和叶云洲分开了 各自找着指定位置 很快 萧明就找到了 他一眼望去 便看见人群里的黄修卓 而此时的黄修卓 还在左顾右盼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 正在走过来的萧明 然后赶紧把目光移到别处 萧明当然也发现了 黄修卓这一举动 他有点想笑 现在黄修卓 应该是心里非常复杂的吧 毕竟他已经被萧明 打败两次了 而且自己又打不过萧明 哟 萧卓兄 好久不见啊 萧明向黄修卓打招呼 哦 是萧兄啊 哈哈 好久不见啊 黄修卓也学着萧明说道 萧明也不再理他 而是站在了他的前面 而台上的楼墨 见到人差不多已经集合完毕了 他随即大声喊道 好 今天 我们举行隆重的选导师环节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这选导师 需要那么兴师动众吗 把全校的人都叫上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是的 很重要 因为这次是新晋高级学员的第一次选导师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中流砥柱 他们以后 将是要代表我们男舞去舞蹈联赛的舞者们 所以我们要隆重一点 楼墨虽然瘦弱 但是说起那么长的话来 真是气都不带喘一下的呀 修卓兄啊 你看上面的导师 你要选择哪一个脸 要不要我帮你选啊 萧明继续找黄修卓说话 黄修卓疑惑地看着萧明 心里想着 他难道不紧张吗 在如此多的强者面前 还敢这样说话 但是黄修卓又不得不回到萧明的话 谢谢萧兄 不用了 我自己会选的 黄修卓面带微笑地说道 其实他心里很不情愿的 萧明现在来到这里才发现 他现在在这里很无聊 他已经选了导师了 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干嘛 他随即看向导师们 试图寻找出杜哲的身影 萧明的目光 在导师之间来回找 都找不到杜哲的身影 果然 杜哲没骗萧明 他不是导师 随后萧明就放弃了 第148章 导师出场 萧明在想 这杜哲到底是干什么的 难道只是个看大门呢 他越想越觉得奇怪 那么强大的人 怎么会只是个看大门呢 萧明摇摇头 没多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 他的目光看向夜云周的方向 在那里 萧明不仅看到了夜云周 还看到了柳之威 柳之威和夜云周 都感受到萧明的目光 随即微笑地 对着萧明打招呼 萧明自然也给他们 回了个微笑 而就在这时 萧明的目光里 出现了一股熟悉的身影 萧明眼睛一转 看向他 是林辅文 林辅文感受到萧明的目光 他也转过来 看到是萧明 他嘴角露出邪笑 眼神里充满了一股力气 就在这时 萧明同样感受到了 一股浓烈的杀气 他猛然看向背后 而黄修卓 此时 是时刻关注着萧明 他发现 萧明瞬间转向自己后 立刻慌了 下意识地做出格挡的动作 但是 萧明看的不是他 而是黄修卓背后 不远处的一个 坐在轮椅上的人 那人正是萧明的手下败将 也就是林辅文的弟弟林辅浩 萧明迎着林辅浩的 那个眼神看过去 林辅浩的眼神 非常的阴狠 杀气腾腾 好像是想要用眼神 杀死萧明一样 他在看向林辅文 只见林辅文对着萧明 做出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萧明看到这里 顿时明白了一切 他这时眼神冷了下来 就在这时 台上 的声音响起 好了 下面我们有请 我们的导师和校长登场 台上瘦弱的楼墨 发出非常洪亮的声音 紧接着 在一旁等待的导师们上场了 走着最前面的 赫然是柳青山 柳青山虽然是校长 但是也是一名导师 只是他是要经过试验的 没有叶云舟 林辅文那样的实力 谁敢去挑战 此次的导师 大概有三四个 都是大宗师以上的实力 他们赫然是高级学员的导师 所以实力相对强一点 看 那是我做梦 都想成为他的学员的孙艳宇导师 太美了 但是他只收女学员 太可惜了 那是高文山导师 我想当他的学员 可惜我的实力不够啊 还有那是严肥老师 他好帅啊 导师们一出现 全场欢呼起来 纷纷在幻想着 成为导师的学员 萧明一眼望去 他的目光最先被吸引的 一位女导师 只见她身穿淡白色休闲装 淡雅出多了几分出尘 冷清的眉目 显得优雅滑贵 萧明看到如此美丽的女子 她的眼睛定格了几秒 这颜值 简直堪比柳希和柳芝威了呀 然后是另外一位导师 她的脸上 时刻带着一丝笑意 模样标志 眉目间洋溢着一股风雅之色 浑身透着难以掩饰的高贵之气 还挺帅 不过对比萧明 还是差太远了 剩下的就是高文山和楼墨了 一共四个导师 不 是五个 还有一个是柳青山 不过她总是会被人忽略的 毕竟很少人会去挑战的 只见她坐在舞台里观察着全场 一副极为无聊的模样 而其他四个导师 他们都站在舞台上 好 下面我来说一下这个选择导师的规则 你们可以根据手环上的信息 看看哪个导师适合你 而不是盲目的选择 如果你看中了那位导师 就站在他的前面 手环上也有选导师的注意事项 大家看清楚就行了 楼墨继续大喊 此话一出 所有高级学员都亮出面板 观察起刚刚发的信息 上面赫然出现了 各位导师的相关资料 萧明虽然已经选了 但是他还是好奇地 打开手环看了起来 自己也凑一下热闹 上面写着 各位导师修炼功法方式 和教导的方式 以及导师的性格都陈列了出来 这样方便舞者们进行选择 什么主杀法 主防御 主暗杀等等 萧明看得眼花缭乱 好 下面我宣布 新一届高级学员的 选导师环节 正式开始 楼墨的声音 再一次洪亮地喊了出来 这原来是楼墨的波音攻击 萧明在手环上了解到了 难怪如此瘦弱的身体 而他的声音那么大 原来是有波音功法的呀 别小看这个波音功法 这个功法如果修炼到了一定程度 可以造成大范围的杀伤 非常恐怖 这对于那时没有太多 头脑的凶兽 是最管用的了 与此同时 高级学员们看完手环后 好像下定了决心 他们随之动了起来 纷纷前去站在导师前面 而导师们 也时刻在观察着 自己的学员的情况 想看看自己学员的实力如何 但是他们 也不能够选择学员 毕竟现在学员选择的时间 现在的导师倡导 有教无类嘛 什么的学生都教 随着时间的推移 高级学员们 都选择了各自的导师 萧明观察了一下 黄修卓选了颜飞 很正常 毕竟都是用剑的 而林辅浩选了楼墨 这是什么情况 萧明想不通 楼墨虽然也是用刀的 但是他主修的不是功法 他怎么会选择楼墨 萧明觉得有点蹊跷 但是萧明也想不出来 是哪里有问题 他随即也不再多想了 毕竟 这是别人的选择 萧明这时环顾四周 赫然发现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就他没选了 现在的萧明 相当于处在了 全校的注目之下 快看 那个是萧明 他还没选啊 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导师吗 哇 他就是萧明啊 好帅啊 我一个男的都要动心了 他会选那个为导师呢 毕竟就这几个了 全场看着 顾灵一人的萧明 纷纷开始讨论起来 毕竟现在萧明 在全校已经出名了 很难让人认不出来 一瞬间 所有人都在注视萧明 等待着他做出选择 萧明这时站在原地也很无奈 他本来 也能够参加这个选导师环节的 但是很遗憾 自己已经选了导师了 如果萧明没有选杜哲的话 他一定会选择高文山 作为自己的导师的 毕竟他的第一名阵将级别的功法 都是高文山教的 第149章 怕了 高文山见到萧明 还没进行选择 随即说道 萧明 你小子还在犹豫什么 赶紧选啊 这还用犹豫的 高文山一脸急切地说道 他认为 萧明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的 可谁知道 这小子还在那里想半天 这有什么好想的 他高文山也是用刀的 而且他对自己的教导非常有自信 如果萧明加入他 那他肯定能够使萧明变得更优秀 甚至超越校长 高文山越想越激动 所有高文山现在非常的急切 想不通 萧明为什么会犹豫那么久 就在这时 台上传来一道空灵的声音 非常好听 萧明 如果你愿意来我这里 我可以迫切收你入门 台上只有一个女导师 赫然是孙艳宇 她冷清的眼眸中带有一丝炽热 这些导师都是研究过萧明的 毕竟那个排名 没有人会记住第二 第一永远都是亮眼的 所以 导师们对萧明都非常清楚 WOC 我听到了什么 孙导师要收萧明 难得 这这这 这是什么啊 美女导师啊 羡慕死我了 啊呀 我不活了 我的美女导师 此话一出 顿时场上一群男舞者一片哀嚎 纷纷开始到不公 而其他的导师见证 也跟着给萧明抛橄榄枝 萧明 武器不是阻隔你变强的因素 你也可以选择我 一向随和的颜飞 也对着萧明说道 站在他身边的大多数都是女舞者 那些女舞者看的萧明 他们顿时也花吃了起来 纷纷向萧明抛媚眼 向萧明发出邀请 同样 楼墨也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 来我这 我给你大把的资源 此时站在原地的萧明 一脸无奈 他现在已经没得选择了 他深吸一口气 走向前 来了来了 那么看他动了 他要选择谁呢 我猜啊 他肯定选高导师啊 也不一定啊 他在那里犹豫了那么久 肯定是不确定 萧明走向前后 就要开口时 突然被打断了 萧兄 以你的实力 应该可以去挑战一下 成为校长的学员 说话的赫然是黄修卓 黄修卓说完后 紧接着他身后的几位 歪瓜裂枣的舞者 也随之附和 是啊是啊 我可是亲眼见证过 萧明大佬的英姿的 萧明大佬 如果不去挑战挑战 我觉得可惜了 你这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起码要试一下 与此同时 在楼墨一侧 此时眼神阴沉 坐在轮椅上的林府浩 这时露出阴险的笑容 哎呀 你不会是怕了吧 如此胆小懦弱的人 怎么配的第一呢 大家说是吧 林府浩立马抓住萧明不放 开始狂轰道 林府浩虽然和黄修卓不熟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萧明 所以林府浩趁着这个机会 开始拱火 就在这时 在舞台上的高文山 见到这一幕 立马噤声道 你们闭嘴 有你们说话的份吗 别人怎么选事 别人的事 瞎掺和什么呀 几人见高文山发话 立马闭上嘴巴 他们说的好像也有道了 他都第一了 应该挑战一下 你看你又来了 那是别人的选择 你管别人干什么呀 我们看就是了 同意 如果是我被这样说 我也觉得生气 那些低级学员们 纷纷开始讨论了起来 萧明听完他们的怂恿 他冷笑了一下 他一下子就看出了 他们的意图 无非就是想让萧明去挑战 然后萧明输了 就可以嘲笑萧明了 然后他们再站出来 对萧明进行羞辱 这样的小把戏 萧明知道的比他们都多 他会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吗 此时 叶云周和柳之威 在不远处观看着 显然也看出了 他们的险恶用心 叶云周转头 冷眼看向阴险笑容的林辅文 林辅文脸上的笑容 立马收敛 你弟弟可真行啊 这样说我兄弟 看来我要多多关照一下你了 叶云周露出诡异的笑容 对着林辅文说道 林辅文一脸愤怒 眼神杀意浓浓地看着叶云周 好像想要把叶云周给杀了 但是他却做不到 因为他的实力不够叶云周强 他非常的憋屈 就在这时 他猛然反应回来了 他听到了什么 萧明是叶云周的兄弟 想到这 林辅文的怒火收敛了回去 脸上再次露出阴险的笑容 他心里狂喜 哈哈 萧明是叶云周的兄弟 那我更要杀了萧明了 他必死 哈哈 我倒要看看 萧明死在我面前 叶云周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哈哈 想着想着 林辅文的表情慢慢变得猙獰起来 他杀不死叶云周 难道还杀不死萧明吗 林辅文现在为了报复叶云周 整个人都变得魔忠了 叶云周看着反常的林辅文 顿时有一些疑惑 按道理林辅文会一脸愤怒 然后无能为力地走开的 但是现在什么情况 他还笑了 是皮痒了 应该是被自己给欺负傻了 下次守在下重点吧 帮他恢复恢复 叶云周扭过头去 不再看他 而柳之威 正在无比认真的 看着萧明那里 此时的萧明不再说什么 只见他迈开脚步 走向舞台 众人看到这一幕 瞬间沸腾了 WOC 不会吧 他真的要去挑战吗 太疯狂了 果然 不愧是我崇拜的偶像 就是牛逼 不服就干 无论怎么样 我都支持他 这一下又能看到萧明的英姿了 而黄修卓和林辅浩 见到萧明走上舞台 他们纷纷露出得意的笑容 上当了 他们心里想着 导师们也是一脸震惊 没想到萧明真要上 那么容易被动摇的吗 他们纷纷摇摇头 这样的学生就算是收了 也好不到哪去 太貌实了 这性子很难呈大气 但是高文山的看法不同 他是非常清楚萧明的实力和性格的 萧明如果没有完全的准备 是不会去贸然挑战的 高文山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也不再争取萧明了 毕竟别人有了更好的选择 第150章 一拳崩碎 台上的柳青山本来是很无聊的 但是看到 这有意思的一幕 他顿时便得精神起来 看着来到台上的萧明 柳青山满脸笑容 他现在对萧明非常的有理 开玩笑 别人的背景可是男公家 连侯家见到都要跪下的势力 他哪敢得罪这位小祖宗啊 但是想到萧明 现在是他们男舞的人 他的心里顿时平衡许多了 哈哈 萧明 你是打算挑战一下吗 柳青山站起身来 爽朗地说道 萧明见到柳青山 立马恭敬地问候了一下 柳青山见到萧明如此有礼貌 他也很高兴 他越看萧明越喜欢 嗯 校长 我想要挑战一下 萧明坚定地说道 既然他们想要设计萧明 那萧明他就将计就计 柳青山看着眼神坚定的萧明 他同样一脸欣赏地看着萧明 但是柳青山他发现 萧明身上的气息 好像发生了变化 好像变得更强了 而且还不是一心半点 原来是有备而来 柳青山的眼神 震惊了一下 好 有志气 我们男五男二 就是要你这种敢于挑战的人 这才是年轻人吗 柳青山一鼓劲地对萧明夸奖 台下的人同样听到了 柳青山对萧明的夸奖 他们纷纷点点头 表示赞同 是啊 萧明兄就是我们的模范 哪像我们 这样的胆小 不敢去直言挑战 我要向萧明多多学习才行 我们年轻人 不该这样陌落的 不行 我也要去挑战一下强大的人 哼 相比某人只会在那里阴阳怪气 自己又不敢上 众人纷纷被柳青山这句话点醒了 有的开始斗志昂扬 有的这在那里指桑骂怀 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与此同时 黄修卓和林辅浩 听着众人这些话 他们句句里没有他们的名字 但是句句都有他们 他们现在非常尴尬 本来是想让萧明出丑的 没想到适得其反了 顿时 他们看萧明的眼神更凶狠了 萧明微微一笑 没想到柳青山会如此好说话 这一下子就把萧明想要的效果给搞出来了 很显然柳青山是故意的 就是想帮萧明 多谢 校长 夸奖 萧明一扬顿挫地说道 柳青山自然听出萧明的意思 点点头 好 既然如此 那我直接进入正题 挑战很简单 你只需要打破的前面这道屏障即可 说完 柳青山力量涌现 然后在他的面前形成了一道金色屏障 萧明看到这个金色的屏障 他好像在哪里见过 他仔细回想 是在和黄修卓战斗的时候 高文山用出来的 不过这个屏障 明显要比高文山的要凝实许多 萧明仔细观察这个屏障 他很快就看出来了 是原力凝聚出来的 能够外放凝聚 肯定是原力 好浑厚的原力啊 萧明心里惊叹道 而在这个时候 台下有一个人满脸不屑 正是林辅文 哼 这个狂妄的家伙 我那个时候 也是晋升高级学员几个月后才敢挑战的 他现在就赶上了 真是无知 林辅文毫不留情地说着萧明 而他的话 当然被一旁叶云周听到了 这么说你很自豪了 你个耸祸 我刚晋升的时候就挑战了 叶云周立马吃笑道 林辅文的不屑的脸色 顿时拉胯了下来 他的怒火再次升起 耸祸 说的就是你 叶云周大声地说道 这一下 引得不少人的目光看不来 这些林辅文的脸顿时挂不住了 他恼羞成怒地远离叶云周 叶云周看着气愤离开的林辅文 继续说道 果然是耸祸 还有脸说别人 此话一出 周围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而柳之威本来听到林辅文说的话很生气的 现在叶云周围 萧明出气 他现在非常的舒畅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看向台上 萧明再一次成为了所有人的聚焦点 好了 你可以开始了 柳青山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点点头 然后后退几步 刘初拉开距离 趁着这个机会 我再试验一下崩泉吧 萧明小声喃喃道 来了来了 要来了 我等了好久了 终于可以看见萧明出手了 哈哈 你应该是没见过萧明出手啊 那可是相当的惊讶啊 好好看 好好学 萧明没搭理台下的吵闹声 他现在注意力 集中在面前的屏障上 这时 萧明的气息突变 眼神很利 然后 萧明整个人气血喷涌 整个身体的气血都在沸腾 一旁的导师们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 这是高段大宗师 一导师惊呼 高文山更是擦了他自己的眼睛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他昨天明明还看见萧明是宗师来着 现在这么突然变成高段大宗师了 如果是低段大宗师还能理解 但是高段真的让他不敢相信 要知道 低段大宗师和高段大宗师的差距 如同一个太平洋那么远 现在萧明就如同直接跨越了这个太平洋 柳青山也是被震惊到了 当然被震惊的不只是他们 还有叶云舟 柳之威等等 一众见过萧明实力的人 紧接着萧明气血涌出后 迅速凝聚 在萧明的拳头上震荡出一道道气流 然后形成了一圈一圈的气环 气环增加 力量变得越恐怖 很快 崩拳上的气环凝聚完毕 萧明眼神一变 一拳猛然轰了出去 轰隆 轰隆 萧明拳头接触屏障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巨大的声响传遍广场 一道一道的气径 从萧明手中崩出 如同一只巨大的猛兽一样 狠狠地击打在屏障上 紧接着 屏障在这一瞬间 出现无数的裂痕 一秒钟 屏障猛然崩裂 消失在空气中 直接一招就崩碎了 而且时间非常短连两秒都不到 台下和台上的人都看到 都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 他们都被震惊地待在原地 说不出话来 震撼的屏住呼吸 瞪打双眼 WOC 这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第151章 全场震惊 无比安静的现场 瞬间被这一声惊呼点燃 这是什么 怎么一招就破碎了 这个假的吧 我看消明大佬 我觉得我上我也行 不过为什么我感觉消明大佬的招式 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是在哪里呢 全场顿时议论纷纷 无不被消明这一幕给震惊到了 当然也有人会想了 消明是不是作弊了 但是总会有一些熟悉消明的人反驳他们 他们可都是见识过消明实力的 台上 柳青山更是原本面容儒雅 现在他却露出了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没想到消明一招就打破了自己的屏障 他设置的屏障的最大承受度 是在最低级的镇江实力 也就是石龙战力 也就是说 消明刚才的那一招 已经远远超过了石龙 如果是达到石龙的话 他这个屏障 至少还能撑个四五秒 现在连两秒都不到就破碎了 他的目光震惊地看着消明 现在就已经拥有了堪比正将的实力 柳青山认为 肯定不是消明隐藏了实力 因为没必要 他昨天为什么隐藏 而今天就不藏了呢 这时 柳青山看消明的眼神很复杂 他既欣喜 又担忧 欣喜的是 他们男舞出了一个绝世妖孽 担忧的是他即将要当自己的学员了 但是自己不配当他的导师 柳青山叹了口气 然后目光看向广场中央龙军炎同像 眼神充满了深邃 而此时的台下 叶云周同样是非常震惊于消明的这个表现 萧兄的实力太强了 就连我也无法看清 萧兄的极限在哪里 我当初也是要三四招 才能将他打破 而萧兄 叶云周已经不敢说下去了 怕自己都捂到之心不稳 叶云周从认识消明到现在 就没有一次 见过消明有极限的时候 仿佛每一件事情 都是以碾压的姿态完成 在一旁的柳之威 听到叶云周的话后 他变得更加震惊了 他捂住自己的小嘴巴 掩饰住自己的震惊 与此同时 在他们不远处的一个地方 一个人的眼神中 非常不服气 满脸黑的人 看着台上的消明 没错 他正是刚才被叶云周 气走的林辅文 哼 他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作弊了 或者是柳青山帮他作弊了 我不相信他那么强 一定是假的 林辅文小声地嘶吼道 林辅文现在的眼里 已经完全将消明 当作一个死人了 本来他还想让消明 留个全尸的 现在林辅文 要让消明尸骨无存 谁让他和叶云周是兄弟 林辅文就是要将叶云周的兄弟 一个个撕碎 顿时 林辅文眼神的杀意非常浓烈 台上的消明 此时打完后 他也是为自己所做的震惊了 他现在基本上了解了 崩拳的威力了 这也太强了 穿透性简直如同无视防御 直接真是伤害啊 消明再一次握紧手中的拳头 这种有进步的感觉 消明非常享受 他感觉 如果是用上原力来打出这一拳 那威力肯定是爆表的 就在这时 消明猛然感受到一股极其浓烈的杀气 消明的目光迅速望向台下 然后目光锁定 赫然发现是林辅文 消明同样看着对方 眼神冰冷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杀气了 刚刚还在他弟弟林辅号那里感受到 看来他们是想要杀了消明 消明也觉得理由很简单 无非就是 林家想要置消明于死地 而林辅号 显然就是为了个人恩怨 然后把他的哥哥叫上杀了自己 消明仿佛看穿一切 他感觉自己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意识的 现在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意识 也许是因为天赋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成长吧 这是 崩泉 但是感觉又不太一样 好像是比崩泉要强的一种功法 感觉就像是崩泉的升级版 在台上不远处的高文山 用着平常的语气奇怪地问道 他对消明的行为 渐渐感到习惯了 所以他从震惊中恢复回来很快 然后他就冷静下来 发现了消明使用招式的奇怪 他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而在他一旁的导师们也恢复了回来 当然也听到了高文山的疑惑 崩泉 这么说来确实有点像啊 崩泉的特征是凝聚气环 而我刚才观察到他手上的气环 已经凝聚了超过了崩泉所能凝聚的数量 一旁的孙彦宇说道 他原本冷清的模样 现在已经被打破 变得好奇 这就奇怪了 高文山也是一连猛 于是 其他两位导师也加入了讨论当中 顿时场上无论是台上台下 都在讨论着 而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台下有两个人的表情就精彩了 黄修卓此时看到这一幕 他现在既担心又后悔 他感觉自己不该招惹萧明的 这下好了 别人的实力越强了 那他以后的日子就苦了 黄修卓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了呀 他为了报复一下萧明 现在已经被很多人骂了 痛 太痛了 而在另一侧的灵府号 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他现在想要的是 只要关于萧明的任何风吹草动 他都会去掺和一脚 还是一个目的 萧明必须死 灵府号建计划话不得逞 他也觉得没什么 毕竟萧明马上就要死了 台上 柳青山见状走向萧明 哈哈 你的实力真是人 我们大开眼界啊 你第一次就给我们那么大的惊喜 不错 我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 那么你以后就是我的学员了 柳青山一脸平和地说道 萧明也是微笑地看着柳青山 他回答道 柳校长 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导师了 我之所以来上来 就是为了挑战自己而已 此话一出 再一次震惊全场 柳青山儒雅的双眼瞪大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疑惑 他在想 所有导师都在这里 他是明明都还没有加入任何导师的阵营 他哪里来的导师 柳青山非常疑惑 而在场的所有人 这时也是冒出了这样的疑问 第152章 导师 大爷 台下的人对于萧明这句话 再一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嗯 萧明他已经有导师了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有的导师 他不是要成为校长的学员吗 怎么现在 奇怪 我们学校教导高级学员的 只有这几个导师了 还有谁啊 他的导师不是男武的人 顿时场上的质疑声弥漫开来 都想知道答案 云州师兄 你知道他的导师是谁吗 台下的柳之威也是一脸疑惑 叶云州摇摇头 说道 我还想问你呢 原来你也不知道 那到底是谁呢 奇怪了 萧兄怎么没错 都能这样出乎意料啊 柳之威点点头 赞同叶云州的说法 台上 高文山也是非常猛逼 喂 高导师 你不会是 他的导师吧 你和萧明那么熟 不会是你暗地里悄悄的 让他成为你的学员了吧 离高文山 只有两人身位的楼墨 这是一脸戏血的说道 高文山一听到是楼墨的声音 他的脸顿时拉了下来 摆出一副厌恶的模样 很容易看出来 高文山显然是对楼墨非常反感 哼 我高文山行的端 做得正 用不着这些阴险的方式 你以为我是你啊 可笑 可笑 高文山也是回怼过去 他好像非常熟悉 仿佛他们争吵过很多次一样 楼墨听后 他也没露出什么表情 但是他的内心 好像在酝酿着什么 非常阴险 高文山也见到了楼墨的表情 他最讨厌这样的人了 表面上是一个和室楼 背地里却是另外一副模样 虚伪 旁边两个导师也没说什么 而是自顾自地看向别的地方 他们好像都习惯了他们的争吵 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表现 你有导师了 柳青山有种如是重负 又有种空荡荡的感觉 肖明重重地点点头 对不起校长 让你失望了 肖明满怀歉意地说道 柳青山微微一笑 说道 没关系 我想知道 你的导师是谁 关键的疑问来了 这时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都非常竖起耳朵听着 不想错过任何信息 这一刻 肖明的回答 仿佛牵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都到这一步了 肖明也不卖关子了 反正他本来就是 要说出来的 我的导师是杜哲 肖明不紧不慢地说道 一旁的柳青山 也在认真地听着 他一听 眼神里顿时闪过一丝深邃 他好像知道是谁了 不过他没说出来 而在场的人听了 更是一脸猛逼 他们好像完全不知道杜哲的样子 杜哲 他是谁 我们学校有这个导师吗 没有吧 好像低级学员也没有这个导师 他是哪里冒出来的 奇怪了 肖明不会是被一个假冒导师的给骗了吧 不行我必须得搞清楚 杜哲是谁 敢骗我的偶像 台下的人顿时议论纷纷 他们大多数人 都在催促着肖明说出杜哲是谁 而台下只有一个人 好像知道点什么 他没有表现出其他人那样的表情 杜哲 是杜爷爷吗 柳直威小声说道 眼神还是有点疑惑 而台上的肖明 此时被台下一群人喊着 要他说出导师是谁 他现在真是一脸无奈啊 他也想知道导师是谁啊 他只知道 他的导师是看大门的 这 肖明长叹一口气 没办法 还是说吧 呃 他其实是看大门的那位大爷 肖明似笑非笑地说道 他本来不想说的 但是现在他不得不说了 不然自己都下不来台了 肖明此话一出 顿时全场都沸腾了 大爷 门口的那位大爷 他不就是个看大门的吗 肖明怎么会认一个看大门的 作为导师呢 WOC还真是看大门的 我天天见到那位大爷 还和他打招呼呢 这么说 肖明的导师真是 顿时 场上非议不断 有的说那位大爷是个隐藏高手 有的则觉得肖明被骗了 各执一词 而此时的导师们 也是皱着眉 开始讨论了起来 不过只有高文山没有说话 他看着肖明 陷入了沉思 他觉得 肖明没有那么傻 肖明那么精明的人 怎么会被骗呢 别人不被肖明骗就不错了 他在想 那位大爷肯定不简单 能够让肖明这样坚定地选择的人 肖明听到那些话 也没说什么 而是等待着柳青山的指示 就在柳青山准备说话时 台下突然传来了一声 非常难听的声音 哈哈 他既然认得看大门的为导师 我看他以后也想看大门吧 不对 以后他也只有看大门的份了 哈哈哈哈 肖明望去 他眼神冰冷 林辅文的身影出现在眼里 林辅文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林辅号身边的 肖明听得非常的清楚 不 是全场都能听得到 哈哈哈哈 我就算他认条狗 我也觉得可能 太好笑了 居然认得看大门的 什么测试第一 我觉得他的智商是倒数第一啊 哈哈 林辅号发现 哥哥林辅文开口 他也接上 对着肖明 就是一顿炮轰 但是在言非一侧的 黄修卓没有说话 他现在已经不敢得罪肖明了 那样 他以后也别想在南五混下去了 毕竟肖明现在有那么多的崇拜者 到时候 就是不把他打爆 也给网爆死了 黄修卓静静地看着两边准备 这一次 他站在了路人的视角看着 那叫一个轻松啊 他仔细想想 自己不和肖明闹掰也挺好的 各自相安无事 台上的肖明一听 没有生气 他知道 这一刻一定会来的 经过他今天的观察 肖明就已经认定了 他们俩肯定是预谋了什么 对肖明充满了杀气 肖明随即冷笑一声 一副 不懈地看着台下两个蹦跋的小虫子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两条狗在这叫啊 哎呀 这两条狗还是亲兄弟啊 我记得上次我好像打了一条来着 这下来的条更大的啊 那感情好啊 好试成双啊 极烈 肖明居高临下 细血地说道 第153章 给你吃啊 肖明此话一出 再一次引起了全场的一轮 WOC 肖明大佬真骂得够损了 哈哈哈哈 太商标符号牛掰了 哇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肖明大佬呢 太商标符号酷了 太商标符号顶了 不会是我的偶像啊 哈哈 你们快看 他们两个的样子 好像吃了屎一样 台下的观众都不是骂肖明的 而是支持肖明的 他们同样不爽林辅文俩兄弟 果然 观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他们好像知道了 林辅文 他们是来找肖明查的 所以也帮助肖明说话 此时 林辅文和林辅号的脸色非常难看 这被肖明说了一句 本来就已经够他们瘦的了 没想到 现场还有那么多人支持肖明骂他们的 他们这下的脸顿时变得更黑了 好像他们刚才骂肖明的话 反了过来骂回了自己一样 这效果适得其反啊 林辅文眼神阴沉地看着肖明 眼中充满了杀气 哟 这眼神不错 有那位了 就像狗要咬人的那样 肖明迎着林辅文的眼神 一点也不惧 细血地说道 林辅文又不是耳聋的 当然听了进去 他顿时变得更加生气了 从小到大 都没有人敢这样骂他的 肖明是第一个 你找死 林辅文大声吼道 不过他没有这个时候 立马就出手 毕竟全校都在看着呢 况且 导师 校长都在 他一出手 肯定就会被制止 所以他忍住了 我当然不找死啊 你们不是专门吃死的吗 我找死干嘛 给你吃啊 肖明的口 好像开了光一样 一直泡轰道 哈哈哈哈 不行了 我要被笑死了 哈哈 肖明的嘴也太损了吧 我第一次见这样的肖明 太好玩了 这肖明 不愧是无辈楷模啊 连嘴上的功夫都那么厉害 佩服 佩服 台下的舞者们 被肖明 逗得哄堂大笑 就连女舞者 也丝毫不顾形象的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 台下的叶云周 也微微一笑 柳之威 这是捂住嘴巴憋笑起来 非常可爱 肖兄怎么这样 他以前也是这样的吗 叶云周看到这样的肖明 有点陌生 随即向柳之威问道 柳之威认识肖明 比叶云周要早 而且和肖明更熟 所以叶云周就问了柳之威 柳之威也是贫富 回来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肖明原来还有那么逗的一面 而此时的林辅文和林辅浩 这时已经气得整个脸 都变成了猪肝色 憋的 肖明 我要和你决斗 生死战 林辅文再也不忍了 直接摊牌 恼羞成怒 大声对着肖明怒吼道 肖明一听 也没多大的震惊 因为他已经猜到了 然而此话一出 场上又热开了锅 哈哈 我就说嘛 林辅文我以为他是脑子瓦特了 原来是有目的的呀 WOC 生死战 够狠的呀 什么愁什么怨啊 别人不就是骂了他两句吗 这就交上劲了 我只能说年轻人 沉不住气 不过我好期待 他们之间的战斗啊 那肯定非常刺激 果然 吃瓜群众是不嫌是大的 有的还在使劲拱火呢 而在舞台中间的柳青山 看着林辅文的行为 他没有阻止 他推了推眼睛 好像在想着什么 你也不看一下 现在是什么场合 今天如此重要的环节 你居然搞出这样的名堂来 赶紧给我下去 高文山见到这一幕 立马站了出来 对着林辅文就是说道 林辅文听到高文山的呵斥 他眼神变得更加狠利了 然后转向楼墨 楼墨这时也感觉到了 林辅文的目光 他立马说道 哎哟 这只是小辈之间的事 打得闹闹得很正常 倒是你插什么嘴啊 高文山见到又是楼墨 立马反驳回去 就这样 二人开始无休止地争吵起来 你一句我一句的 台下的叶云周 看到这一幕 他顿时恼火了 你这狗东西 我不管一下他 又出来咬人了是吧 叶云周 慢慢咧咧地走了过去 他好像身得了萧明的真传 直接对着林辅文 就是开骂 林辅文没有理会叶云周 而是看着萧明 怎么 你怕了 怕了就说 我也不是不能接受 哈哈哈哈 林辅文继续刺激萧明 林辅耗在一旁不断地拱火 而萧明脸色平静 他知道 林辅文 无非就是逼着自己上场 如果是昨天的萧明他 还会有点忌惮他 但是现在 直接虐报 那就来吧 他萧明还没怕过谁 哼 狗儿在这叫得挺欢 还想是主 小小狗子 可笑可笑 不对 这样说还侮辱了狗呢 哎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受吧 免得你在这乱咬人 那就不好了 萧明一脸细血地说道 此话一出 所有人再一次哄堂大笑 听到萧明的话语和全场的嘲笑 林辅文再也忍不住了 他猛然往擂台那边蹦去 这里的广场刚好有一个擂台 不过是比较简朴的 没有那些机器在那里主持 哼 废物 有本事上来啊 林辅文来到擂台上 愤怒地朝着萧明吼道 只见萧明扣了扣自己的耳朵 说道 哈哈哈哈 急了 他急了 萧明没有着急地上场 而是看向叶云洲那边 嘿 云洲兄 萧明走到叶云洲旁边打招呼 柳之威当看到萧明靠近时 他的眼神顿时一亮 他发现 今天的萧明变得不一样了 好像变得更帅了 皮肤也非常好 很紧致 光滑 柳之威看着萧明都看待了 叶云洲看到萧明 也朝着萧明问好 萧明 你的皮肤 柳之威这时忍不住说道 叶云洲这时也跟着说道 是啊 萧兄 我怎么感觉 你今天变得比平常要帅了呀 萧明听到他们的疑问 神秘一笑 我这是练功练出来的 萧明如实地说道 他们一听顿时惊呆了 这练的什么呀 还带把自己的皮肤练得那么好 他们也只是点点头 没问萧明练的是什么 毕竟这是萧明自己的秘密 与此同时 全场的人都猛逼地看着萧明 和叶云洲他们 有说有笑 第154章 欠收拾 众人看见林甫文 傻傻地站在擂台上 纷纷开始嘲笑 哈哈 你们看 他还站在上面 人家现在压根不搭理他 WOC 萧明大佬牛逼 让全校第二吃别第二人 看到这样的萧明 我就放心了 原来大佬都那么撇 众人议论纷纷 林甫文现在在擂台上 就像一个小丑一样 嘲笑声不断 而擂台上的林甫文 显然已经知道自己被耍了 他现在已经怒上加怒了 只见他的拳头握紧 指甲都要把手掌抠出血来 整个人面色潮红 气得手舞足蹈 萧明 你个懦夫 不敢上来 你个缩头乌龟 林甫文在那使劲骂 试图刺激萧明上台 但是萧明都没有搭理他 而是自顾自的 和叶云周他们讲话 而导师 和校长他们已经坐了下来 他们好像没有阻止的意思 他们也对这一场面感兴趣 萧兄 你有把握吗 叶云周这时问道 柳之威这时也靠近过来 竖起耳朵倾听着 萧明微微一笑 好像是没有什么在意一样 轻描淡写地说道 轻轻松松吧 有手就像 如果是其他人肯定会认为 萧明说的话非常狂妄 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但是他们可是非常清楚萧明的 他们见过萧明的战斗 每一次都给他们带来震惊 他们都习惯了 叶云周现在觉得自己 好像问了一个非常多余的问题 笑话 这可是萧明哎 当听到萧明这句话 他们也没有什么震惊的表现 而是平平常常地过去了 萧兄 他在上面太吵了 你不管管他吗 叶云周指着台上骂骂咧咧的林辅文 说道 萧明皱着眉点点头 说道 嗯 确实有点吵啊 这样没礼貌的 拨我是得管管了 说完 萧明朝着擂台的方向走去 喂喂 你们看 萧明他终于动了 WOC 终于要来了 我等等都快要睡着了 哈哈 我估计林辅文现在心态都要崩了吧 被这样耍 台上的林辅文 看见萧明终于要来了 他顿时怒气消了不手 但是他 还是要接着对萧明炮轰 但是他还没说出口 就被萧明给硬生生的憋了回去 喂 狗儿别叫 因为没食吃了 萧明一边走一边说道 林辅文本来就不是很会说话 听到萧明话后 他也想不出什么回怼的话来 不过他憋着 等一下要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出去 他要杀了萧明 萧明感受到他的杀意 也不在意 今天他已经腻了 没有一点新鲜的 很快 萧明走到台上 和林辅文对立而战 萧明来到台上后 林辅文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了 想要直接上去捏死萧明 呦 狗儿的眼神不错 就是有点憨了 萧明细血地说道 林辅文听后 眼神还是一样的凶狠 但是他没有立马就冲上去 哼 你等一下你就死定了 萧明耸了耸肩 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舞台那边传来 好了 既然那么坚持要进行这场生死战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就我来当你们的裁判 娄默这时站起来说道 见到娄默主持 大家也没说什么 但是导师里只有高文山的眉头一皱 但是他也没说什么 毕竟今天本来就是他作为主持的 然后娄默继续说道 好 双方准备好了吗 林辅文点点头 萧明则是做了个OK的手势 好 既然你们都准备好了 那么萧明和林辅文的生死战 正式开始 娄默的播音功法 直接把声音扩遍全场每一个角落 这时 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地看着台上 来了来了 世界大战来了 哈哈 你们说我应该支持谁呢 那还用说 肯定萧明大佬啊 那可不一定 萧明的实力是强 但是他 还能强过林辅文 他可是比萧明大了好几年的呢 人家萧明大佬都上了 肯定不是那么莽撞的 可能别人有什么底牌呢 场下有二人 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着 非常热闹 而整个场上 有无数这样的在争吵 所有场面非常嘈杂 台上 娄默的话音刚落 林辅文的身影 就赫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赫然出现在萧明面前 萧明非常平淡地看着眼前 他好像早就发现了林辅文一样 一点也不慌张 只见林辅文举着拳头 就要打抱萧明的头 林辅文的脸上露出了邪笑 今天是选导师环节 谁会想到 有这样的战斗 所以他们都没有携带套装和武器 就这样赤手空拳地在场上战斗 萧明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感觉了 他现在还有点怀念 就在林辅文的拳头 即将击中萧明的头颅时 他猖狂 好像马上就要得逞了一样 萧明平淡地眼神一抬 看着至空中的林辅文嘴角上扬 林辅文自然捕捉到了萧明这一表情 他的笑容收缩 瞬间一股危险的感觉涌上心头 有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 林辅文反应过来的时候 萧明赫然消失在原地 狗儿就是急啊 看来是欠收拾了 我给你尝尝记性先吧 萧明的声音出现在林辅文的右侧 林辅文这个时候 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不妙了 他想要转过身体 但是他反应过来也没用啊 萧明根本不给他机会 只见萧明的速度非常快 一拳大向林辅文的肚子 紧接着 萧明击中林辅文后 林辅文猛然飞了过去 萧明打中林辅文后 脸上没有露出喜悦 而是一脸意料之中的感觉 林辅文被打飞后 只是向后飞去 没有任何痛苦之色 但是他也是一脸凝重 没想到萧明那么强 他大意了 好在他身上没有受伤 萧明刚才打中林辅文的时候 明显没有感觉到肉体的接触感 而是感觉到一股震荡之力 萧明知道那是什么 他打林辅号的时候 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林辅文应该是用了霸气 第155章 慢着 霸气就是林家的独门功法 把气血转换成另外一种霸道的力量 萧明现在对这个霸气最清楚不过了 毕竟他现在已经彻底掌握了 而且还一眼就修炼到了极限 萧明觉得这门功法没什么 他远没有其他功法好 甚至不如崩泉 因为一旦掌握了 他的弱点就没有用了 萧明现在就是 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门功法的弱点 这门功法修炼的话 再没有达到极限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的 就是不用气血来攻击 那霸气就无效了 萧明刚才也只是试验一下 他大概知道了 林辅文修炼霸气的程度了 说实话 萧明有点失望了 林辅文修炼的霸气 还没有达到极限 萧明本来还想要试一下 如果到了极限 那自己的实力究竟能不能够打破 他很想知道 但是现在没办法了 萧明一脸鄙夷地看着林辅文 他太让萧明失望了 林辅文本来就一直谨慎地观察着萧明 没想到看到了萧明鄙夷的眼神 他怒火又自觉地冲了出来 可恶 你居然看不起我 你找死 林辅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直接冲上去 这一次 林辅文显然更加凶猛了 只见他的拳头凝聚出一个恐怖的力量 哟 这就生气了 萧明细血地说道 听吧 林辅文的脸色变得更加凶狠 拳头凝聚的力量变得也更加强大 哎呀 林辅文愤怒地大喊着 萧明摇摇头 心想 怎么跟个疯狗似的 呸 说错了 应该是这只狗怎么疯了 看来林辅文还是没有吸取刚才的教训 难道他真的以为靠霸气 就可以如此莽撞吗 萧明随即冷笑一声 紧接着 他的拳头也凝聚力量 整个拳头快速凝聚出一个狮子的模样 这一次 萧明没有被动让别人攻击过来 而是主动攻击上去 就在这时林辅文在冲过去时 赫然发现眼前的萧明消失了 他立马停了下来 顿时感到一阵心慌 因为在他的感知里 没有感知到萧明的位置 这时林辅文的目光看来看去 试图找出萧明 他眼神变得非常凝重 没想到萧明还有这种 而萧明已经把太极部运行到了最大 最强的状态 整个擂台在萧明眼中 如同一个巨大的八卦图 他想要去哪就去啊 萧明现在的气血非常庞大 已经不惧怕消耗太大的气血了 所以他索性就使用太极部最强状态了 萧明意念一动 出现在林辅文的头上 手中的狮子已然凝聚完毕 萧明猛然朝着下面的林辅文攻击过去 然而林辅文还在四处张望着呢 就在这时 他的感知里赫然出现了一个人形 出现在他的头上 他立马反应过来 想要向上格挡 但是晚了 林辅文这时 心里只能默念一句霸气 就在他默念完后 萧明手中的气血瞬间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个平平无奇的拳头 冲向林辅文 林辅文虽然有了霸气 但是他的手臂 还是下意识地向上格挡 紧接着 随着一声击打声 林辅文瞬间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压力传来 他这时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萧明居然打到了自己 紧接着 一股更加强大的压力袭来 林辅文使劲格挡着 整个面容都变得扭曲 猙獰 啊啊啊啊啊 林辅文痛苦地喊叫着 很快 林辅文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压力 他的腿一下子弯曲 整个人都跪在地上 萧明健壮 立马抽回拳头 往林辅文前面一站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嘿嘿 不必行此大理的 毕竟狗都是也是有尊严的 除了你之外 萧明满脸笑容地说道 全场看到这一幕 顿时热开了锅一样 哈哈哈哈 今天的萧明大佬太损了 太喜欢了 WOC 居然让别人跪下了 还说这样的话 真是杀人诛心啊 哈哈 哈哈 这萧明大佬也太会整活了 我都要笑到肚子疼了 台下瞬间哄堂大笑 而在一旁的林辅号 看到自己的哥哥林辅文 如此的屈辱 他使劲挠着自己的手 都要挠出血来了 他试图缓解自己的怒火 他没想到 连自己引以为傲的哥哥 都不是萧明的对手 他现在是既着急又着急的 总之就是急 他的目光猛然看向 舞台座位上的楼墨 他使了个眼神 擂台上 萧明说完后 想要再给林辅文来一拳的 就在这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 慢着 刚才那一回合不算 萧明他违反了规则 楼墨这时猛然站起来 大声吼道 紧接着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看着舞台上的楼墨 他在说什么壁话 哪里犯规了 我不同意 他明显就是要包庇林辅文 他不配当裁判 就是 有你这样的 我们都觉得不服 此话一出 瞬间引起了重怒 纷纷指责楼墨 而此时的楼墨 听见这些难听的话语 他虽然有些愧疚 但是他 还是坚持下去 听到了没有 台下的观众们都不满呢 你这哪里的规则呢 高文山这时开口道 而一直没有说话的柳青山 一直观察着这一切 看向林辅文 又看向林辅号 最后看向楼墨 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深邃 楼墨眼神沉了下来 说道 这是我定的 萧明他侮辱对手 所以犯规了 什么 他那里侮辱了 我怎么没看见 是啊 我们没看见啊 你拿出证据来 他哪里侮辱了 我还说你侮辱我的智商了呢 台下的观众 瞬间统一战线 纷纷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楼墨听着这些话语 他顿时有点不知所措了 好像完大了 现在连观众都不承认 萧明侮辱林辅文的事实了 楼墨没想到 萧明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这里好像全部人都是 帮着萧明的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柳青山开口了 好了 既然大家都说没有问题 那就继续吧 第156章 结束吧 听到柳青山的话后 楼墨的脸变得更黑了 听到没有 校长都说没事了 哼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高文山怎么会错过这个损楼墨的机会 直接开喷 楼墨也没说什么 毕竟现在校长都发话了 他还能说什么 随后 楼墨便一脸不甘心地坐了下来 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哈哈 你们看他那样 吃扁了吧 哈哈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以后也不要认他为导师了 这样的人 不靠谱 就是就是 我赞同 虽然我的实力 还不过身为高级学员 众人看到楼墨的吃扁 开始议论纷纷 丝毫不顾及他导师的面子 此时 擂台上的萧明 也已经停下了手 没有继续攻击林辅文 而林辅文趁这个机会 立马拉开距离 萧明看着楼墨 这显然 是和林辅文他们是一伙的 难怪林辅浩会进入楼墨门下 原来是这样 萧明瞬间明白了一切 与此同时 和萧明拉开距离的林辅文 满脸震惊 还没恢复回来 他的心里在想 为什么萧明能够打中我 难道他发现了霸气的弱点 这下麻烦了 林辅文眼神变得无比凝重 他引以为傲的霸气不管用了 那他的优势就少了很多 咦 狗儿怎么不上来了 怕了 萧明这时看见林辅文 不再主动攻击上来 他随即说道 林辅文果然是受不了刺激的 他一听萧明的话 木火又上来了 萧明 你别嚣张 我让你马上就说不出话来 林辅文恼羞成怒道 然后林辅文的气血猛然沸腾 强大的气血弥漫在他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气血场域 既然自己的优势没了 那就用力量来凑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林辅文脚一用力 瞬间消失 下一秒出现在萧明上面 他一脚往萧明头上砸去 萧明不紧不慢地伸出右手 护在头上 然后 林辅文的脚 狠狠地落在萧明的手上 发出冲击波 林辅文踢在萧明的手上 仿佛是踹到一根铁管一样 非常坚硬 紧接着 林辅文没有停 继续快速地一拳打在萧明胸口上 萧明这是没有抵挡 而是任由他打 拳头狠狠地打在了萧明的胸上 爆发出强大的冲击波 但是萧明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林辅文的拳头 再一次觉得他打到了铁板上 林辅文这次有点震惊了 心里想着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防御呢 就连萧明的护体钢器他都打破了 但是他 就是打萧明 好像再打一个铁人一样 丝毫不得存尽 林辅文他就不信 继续攻击着萧明的各个部位 然而无一例外 都是徒劳 白费攻法 而萧明有如同有人给他挠痒一样 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林辅文心想 今天没有带装备 真是失策啊 要是战刀的话 应该能够破开他的防御 这下麻烦了 然而就在这时 萧明的眼神猛然一灵 林辅文瞪大双眼 然后猛然朝着后方撤退 拉开了距离 然而萧明却没有动手 而是一脸细血地看着后撤的林辅文 林辅文这时终于意识到 自己被耍了 他的整个脸都呈现出羞怒 哈哈 你们看 他到底有多怕萧明啊 这样就怕了 哈哈 萧明太强了 仅仅一个眼神 就把全校第二给吓退了 笑死我了 WOC还得是萧明大佬啊 这牛逼啊 直接把林辅文玩得团团转啊 台下的舞者们看到这一幕 纷纷开始嘲笑林辅文 舞台上的楼墨 一脸失望地 扶了扶自己的额头 而高文山 却是春风拂面一样 非常开心 他就喜欢看到楼墨这个样子 台上的林辅文 虽然对于萧明的行为 感到非常的气愤 但是他 还是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现在林辅文看萧明的眼神不一样了 有了许多的忌惮 他原本以为 萧明只是一个刚晋升为高级血缘的渣渣 没想到 实力如此强大 林辅文看向自己的手 只见自己的手 已经变得血红了 没办法 萧明的防御太变态了 打他仿佛再打一块铁一样 他必须想办法才行 再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要完蛋 然而就在这个间隙 他看向萧明的时候 发现萧明已经不见了 又去哪了 林辅文心里操弹了 他慌了 与此同时 萧明用太极布再到处闪现 让对方补助不到自己的位置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玩的了 他想要快点结束了 林辅文身上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萧明这时 看向林辅文的眼神 杀意喷涌 既然林辅文想要杀了自己 那他就不能放过这种 对自己产生杀意的人了 既然如此 那就结束吧 紧接着 萧明的拳头猛然握紧 拳头上的气血凝聚 不断地震荡 非常可怕 一道道的气环凝聚而出 没过几秒 整个过程结束 萧明意念一动 出现在林辅文的后面 林辅文刚才就捕捉到了 萧明的杀气 他也反应过来了 迅速同样凝聚气血 然后猛然回头 一拳轰去 然后林辅文的拳头 刚好接住了萧明的拳头 紧接着 两个拳头碰撞在一起 轰隆 巨大的声音响起 一股巨大的冲击波震荡开来 紧接着 全场弥漫着一股压抑的力量 WOC 浩强的力量 我要呼吸不了了 啊 我感觉我要裂开了 原来看个戏 也要遭罪啊 在现场的大多数 都是低级学员 实力比较低 所以承受不住 如此强大的力量 舞台上的柳青山健壮 立马力量喷涌 然后在擂台上 形成了一个防护罩 于是 台下的舞者们 瞬间好了很多 纷纷大口大口地喘气 与此同时 擂台上萧明和林辅文 在拳头对拳头碰撞着 就在这时 林辅文突然感受到了 一股非常强大的振战感 紧接着 他的手一麻 整个手臂都抱开来 一直向上蔓延 林辅文瞪大双眼 不知道是震惊 还是傻住了 然后 力量从林辅文的手臂 一直蔓延到了 林辅文的半边身体 半个脑袋 咔嚓 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第157章 林辅文 死 紧接着 林辅文的半边身子 疯狂震荡 强大的气静 在林辅文半边身子肆虐 下一秒 林辅文的半边身体 猛然爆开 化作血雾 林辅文只剩下了一只脚 撑着身体 他剩下半个脑袋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萧明 然后 林辅文的瞳孔 肉眼可见的溃散 变得暗淡无光 紧接着 林辅文向前应声倒地 他的另外 的半边身子 汛流出大量的血 流淌在擂台上 场面非常的血腥 空气中都弥漫着 非常浓厚的血腥味 萧明做完这一切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非常冷静 眼神冰冷地看着 死无全尸的林辅文 没有一点愧疚感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诛之 既然他已经对自己 产生了杀意 那就不能留了 与此同时 台下的众人们 看到这一幕 许多人面露恐惧 害怕得不敢呼吸 太残暴了 哎呀 杀人了 一些心理素质 比较低的舞者大喊 脸色变得非常惨白 塌塌塌 上一秒还在看玩笑 下一秒 嘶 看来萧明大佬他生气了 这下麻烦了 林辅文可是林家的人 虽然我见过很多 死在场上的 但是这样血腥恐怖的 还是第一次见 哦 台下的观众们 纷纷表现不适 有的直接离开了 这个场地 与此同时 在台下有这样一个人 他不敢相信这一幕 他整个身体都颓了下来 眼神空洞 啊 萧明 你杀了我哥哥 我要杀了你 没错 这个叫喊的正是林辅浩 他奋力把挡在周围的人推开 跑向擂台 但是擂台 有柳青山的防护罩挡着 只见林辅浩 只见整个人撞在上面 使劲地敲打着防护罩 试图冲进去 杀了萧明 林辅文可是林辅浩的亲兄弟 是亲人 平日里还对林辅浩关爱有加 每一次只要惹了什么事 几乎都是林辅文出面解决掉 可是现在 却看见自己的亲哥哥 倒在了血泊中 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而舞台上的导师们 也是有的凝重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也没想到 萧明下手如此之快 刚刚萧明还是细皮笑脸的 不过他们 也产生了一丝担忧 毕竟萧明杀的是林家的人 到时候肯定很麻烦 柳青山则是看着擂台 没有说话 好像在想着什么 萧明看着 在嘶吼的林辅浩 面无表情 现实就是那么残酷 如果这换作是自己的亲人 倒在上面 萧明也会像林辅浩这样 在这个世界 没有绝对的公平 要是萧明再弱一点 倒在这里的就是他了 要怪就怪他们 要来招惹萧明吧 就在这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再次传来 萧明 你竟敢公然杀人 只见楼墨站起来 大声对着萧明吼道 萧明眼睛一抬 一股杀意涌现 楼墨看着萧明的眼睛 他感觉自己背后凉嗖嗖的 一股恐惧涌上心头 他强行把这股恐惧压了回去 心里想着 好恐怖的杀气 呵 你是爱搞笑的吧 明明是他提出的生死战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萧明说道 台下的观众 经过一段时间 已经从惊恐中恢复了回来 但是还是心有余悸 确实 我听到的就是林辅文说的 是他先说出生死战的 我刚刚调查了一下 这个楼墨 好像是和林家靠得比较近的 所以才会一直帮助林家的人说话 我说呢 这个家伙 怎么老是针对萧明 原来是这样 台下的观众们 纷纷对楼墨进行批判 楼墨顿时处于风口浪尖中 他也反驳不了萧明 毕竟生死战 还是林辅文提出来的 哈哈 你无话可说了吧 真是丢人 我们导师的脸 都要被你丢光了 高文山立马对着楼墨 就是一顿炮轰 就在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柳青山站了起来 扶了扶眼镜 然后大手一挥 台上的防护罩消失不见 我宣布 这场战斗 萧明胜 柳青山的声音 传遍整个南无广场 柳青山没有搭理一旁的楼墨 也不让他主持了 都这样丢人了 再这样下去 会更丢人 索性自己来算了 当然他也对楼墨没有了好感 明眼人都能看出 他和林家的关系 柳青山的说完 全场都沸腾了起来 林辅文的死 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大的影响 呜呼 萧明大佬牛逼 不愧是我的偶像 WOC 萧明大佬的实力太强了 第一次见证萧明大佬实力的我惊呆了 别说你了 我见过萧明大佬战斗 他今天的实力 很明显比上一次强大太多了 我这次都惊了 这萧明大佬 打败了林辅文 这不就意味着 萧明大佬 是我们全校第二了 而在众人欢呼中 叶云舟则是冷静地看着台上的萧明 他刚才也被萧明的实力震惊到了 他没想到 萧明一招就秒了林辅文 他原本以为 他们两个会战个几百回合 他现在越看萧明 越觉得萧明很神秘 仿佛每一次都会给人震惊 萧明就好像没有极限一样 欲强则更强 他在想 如果自己对上了萧明 会不会也是这个结果呢 他已经不敢想了 在萧明面前 他好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一样 全是绝望 这样变态的对手 你告诉他要怎么赢 根本赢不了 而在擂台边上的林辅号 见到防护罩消失后 他立马冲上台 萧明 还我哥哥来 林辅号大声吼叫着 而远处的楼墨 原本还在失忆当中 他听到了这一声 瞪打双眼 辅号 别去 楼墨的声音变得非常大 试图阻止林辅号 而林辅号 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毅然朝着萧明攻击过去 萧明杀了林辅文的杀意还没消散 他冰冷的眼神 猛然看向林辅号 林辅号这时 也来到了萧明跟前 萧明一把抓住林辅号的脖子 林辅号就这样腾在空中 林辅号被萧明这样 抓着动弹不得 使劲地击打着萧明的手臂 第158章 放走 我要杀了你 林辅号一边打一边喊道 然而 他无论怎么打 都对萧明造成不了伤害 连给萧明挠痒痒的资格都没有 林辅号使用全身的气血 击打萧明都没有用 只能把萧明的衣服打烂 然而萧明的表面 连一道痕迹都没有 萧明冰冷的眼神盯着林辅号 仿佛下一秒就要杀了他一样 紧接着 萧明另一只手运行气血 林辅号看着萧明冰冷的眼神 他心里开始慌张了 害怕了 瞬间一切的愤怒消失了 紧接着的是一股恐惧弥漫 萧明 停下 楼墨大声吼道 然后他力量喷涌 猛然朝着萧明飞去 一瞬间 导师们都惊了 高文山见状 大声吼道 楼墨老皮肤 你想干嘛 高文山也运行原力 朝着楼墨飞去 就在这时 一道极其强大的力量 猛然压向楼墨和高文山两人 够了 只见柳青山浑身冒着金光 瞬间出现在二人面前 还不嫌丢人吗 他看向楼墨 林辅文是我的弟子 对于他的思维很伤心 但是 这是他先提出来的 先惹的是 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楼墨吃力地 承受着柳青山的力量 他听到柳青山 顿时眼神凝重 柳青山见二人 冷静了下来 将力量收了回来 然后再看向萧明 萧明也被柳青山 刚才的那道声音阵性 刚才杀一上头了 差点就把眼前的 林辅浩也给杀了 那这样 性质就不一样了 萧明 放下他吧 你刚才差点没守住本心 差点酿成大错 柳青山屹立于空中 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听到柳青山的话 松开手 然后林辅浩一下子 瘫倒在地上 眼神已然没有了光彩 变得极为空洞 好像被萧明 击碎了心境一样 是 校长 下次我会注意的 萧明说道 确实 刚才萧明 差点被杀意占据了内心 虽然他的心境 已经够强了 但是萧明这一次 还是第一次差点迷失 他刚才被自己 强大的实力给震撼到了 他很享受 这样强大的力量 导致他那个时候 没有守住本心 萧明现在想起来 都有的后怕 有了强大的实力 还更应该守住本心 这样的舞蹈 才能走得长久 萧明把这一次 当作是自己的教训了 好了 既然都结束了 你先下去吧 柳青山对萧明说道 萧明点点头 对着柳青山 恭敬地拱了拱手 然后离开擂台 楼墨见到萧明走后 他立马冲向擂台 然后扶起林辅浩 走到林辅文的尸体面前 楼墨看着 已经没了半边身子的林辅文 眼神很利 好狠的小子 楼墨咬牙切齿地说道 然后他捡起林辅文的尸体 看向天空中的柳青山 柳青山同样看着楼墨 这楼墨这样做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楼墨的身份了 哈哈 没错 我就是林家的人 我告诉你 今天这件事 林家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你们等着吧 楼墨对着全场说道 林家 我就说嘛 他的身份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的 不行 他是林家的人 我们不能放他离开 对 不能放他离开 台下的观众们 一副凶狠的模样 楼墨说完 一跃而起 朝着远处飞去了 柳青山没有拦下他们 让他们飞走了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梦了 校长 他是林家的人 他刚才说那句话 就知道 现在已经和我们有仇了 为什么还要放走他 是啊 不能放走他的 我也觉得不能放 台下的舞者们 顿时怨气弥漫 而走到台下的萧明 这时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没有说话 好了 大家安静 其实我也明白 你们心里的想法 我放他们走呢 其实考虑到了两个原因 第一 我们男舞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了 如果遇到林家 这样的强敌 我们得靠外力 第二 这个外力呢 就是武道联盟 如果我们刚才贸然把他们留下来了 那我们也就理亏了 而我们现在是战里的一方 如果他们赶来我们男舞 那武道联盟就有理由帮我们了 柳青山说道 众人一听 顿时恍然大悟 他们都一脸佩服地看着柳青山 他们没有柳青山 想得那么的全面 没有考虑到男舞现在的情况 男舞现在的实力和林家 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如果男舞和林家开战 那就会两败俱伤 男舞也会损失惨重 而且 其中说不定还有什么不确定的因素存在 两大势力的开战 武道联盟肯定会出来制止 但是如果是林家先动手的话 那武道联盟就会帮助男舞这一边了 肖明没有过多的表现 他已经猜到了柳青山这样做的理由了 其实柳青山还有另外一种原因 可能就是 想要借武道联盟之手 一起灭掉林家 想到这 肖明眼神闪过一丝狠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肖明也不会手软 毕竟现在林家已经成了自己的死敌 越早除掉越好 就在这时 一只手猛然拍了拍肖明的肩膀 肖兄 牛逼啊 看到你的表现后 我都自愧不如啊 叶云洲的声音传来 肖明看向身后 叶云洲和柳之威出现在眼前 柳之威见到肖明后 立马凑到肖明身边 我只是杀了条狗而已 没什么的 肖明说道 叶云洲客套的微微一笑 点点头说道 哈哈 肖兄幽默 不过也确实是 我早就看那条狗不爽了 这下我的心情终于舒服了 省得他老是在我面前叫唤 肖明看着叶云洲 有的震惊 这话说的比自己都溜 好了 不提他了 我想问一下云洲兄 这林家的实力很强吗 叶云洲知道 肖明对这些不是很了解 他也不厌其烦地说道 林家是在南疆市的一个舞蹈世家 他们的实力 可以说是和现在的南武旗鼓相当 肖明一听 顿时明白了 柳青山这一招高啊 肖明心里想着 第159章 你猜到了吧 他这时突然醒悟了过来 想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这一切 好像是柳青山的布局 肖明根据前面所了解的一切 得出了这个想法 在一开始的时候 柳青山应该是在后面观察全场 然后发现了林辅文对肖明杀意 于是他让黄修卓来挑战他 然后柳青山看到了肖明的实力 然后引出林辅文 就到了肖明把林辅文杀了 放林家的人走 这一切 其实都是为了肖明刚才想到的一个理由 那就是 灭了林家 肖明都震惊了 他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 那柳青山真的是太可怕了 掌控全局 无论是性格 时机等等 都考虑到了 太可怕了 叶云洲和柳之威 这时看着一动不动不说话的肖明 顿时疑惑了起来 肖明 肖明 柳之威摇着肖明的手臂 就在这时 肖明猛然醒了过来 看着二人 你没事吧 是不是刚才消耗太大了 柳之威一脸担忧地看着肖明 肖明微微一笑 说道 没事 没事 就是在想刚才的战斗 我有了点感悟 听到肖明说没事 柳之威也放心下来了 叶云洲随即说道 肖明果然变态 这样也能够获得感悟 真是佩服 肖明挠挠头 说道 嘿嘿 就是运气罢了 运气 叶云洲听到肖明说运气 都要吐血了 你这叫运气 运气在叶云洲眼里看来 已经成了肖明变态的代名词了 就在这时 天空中再次传来柳青山的声音 好了 今天的选导师环节就此结束了 大家回去努力修炼 争取下次晋升高级学员 那些高级学员们 也不要骄傲自满 你们的路还长着呢 好 大家散了吧 柳青山大声地说道 楼墨走后 导师只剩下了三个了 而选择楼墨的那些学员们 也被分配到了三个导师门下 学员们听到柳青山的话 也纷纷开始解散了 但是更多的是去找上肖明了 你们看 肖明大佬在那边 我们过去看看 一个崇拜肖明的舞者说道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赫然看见 柳青山正在往肖明那边飞去 他们顿时停了下来 没敢再去找肖明 笑话 这可是肖长啊 肖长的气场 都要把他们吓死了 而肖明也见到了柳青山飞过来 肖明眼神深邃地 看着柳青山 想到刚才的那些猜想 就觉得可怕 柳青山同样看着肖明 他好像从肖明的眼神里 看出了什么 柳青山来到肖明身边后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附近 柳之威抱住柳青山的手臂说道 柳青山温柔地摸了摸柳之威的头 哈哈 长这么大了 还是喜欢黏人 柳青山温和地说道 叶云舟见状 也向着自己的导师问好 柳青山习惯性地点头 校长 肖明知道柳青山是来找自己的 他恭敬地向柳青山说道 嗯 今天你做得不错 柳青山一上来就对肖明夸奖 肖明也是微微一笑 说道 我还要感谢校长呢 其实这是我和林家的事 而校长为了帮我还扯上了男舞 我实在是受之有愧 你是我们男舞的人 就算是再强的敌人 又如何 我照样出手 柳青山一脸正气地说道 肖明听到柳青山的话 这是真情实感的 不是说说就算的 如果是那样 柳青山真的能够做得出来 肖明心里顿时有点感动 说道 真心感谢校长的厚爱 柳青山听后 满意地点点头 你最近就先不要离开男舞了 待在这里 柳青山对着肖明说道 肖明明白 柳青山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想要保护自己 如果肖明出去了 肯定会受到林家的追杀 在这里反而更安全 是 没有必要的事的 不会出去的 肖明也表面了自己的观点 柳青山点点头 然后推了推眼镜 你猜到了吧 柳青山说道 肖明这时瞪大双眼 想到自己的猜测 知道柳青山问的是什么意思 肖明看着柳青山的眼睛 肖明点点头 柳青山一脸严肃 然后嘴角露出笑容 果然 你很聪明 我刚才利用的你 对你说声抱歉 然后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柳青山对着肖明 拘了一下躬 柳之威和叶云洲 还有远处看戏的学员们 都猛逼了 这是什么操作 肖明健壮 立马上前扶起柳青山说道 没有没有 这本来 也是我和他的恩怨 就算您没有利用 这也迟早会发生的 柳之威和叶云洲一脸猛逼 听不懂也看不懂 他们在做什么 让一个强者给自己道歉 肖明哪敢啊 柳青山这时才只起腰来 不管怎么样 这是应该的 我始终相信 做了又要承担一定的后果 柳青山一脸严肃地说道 既然他坚持这样 肖明也没办法了 当作没法生过吧 好了 该说的也说完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记住我说的话 柳青山说完 转身飞走了 与此同时 一旁的柳之威和叶云洲 还是一脸猛逼 这时 叶云洲凑到肖明身边 八卦地问道 肖明啊 你们说的是什么啊 我怎么听不懂 还有为什么校长 会给你道歉啊 给我们说说呗 柳之威这时也说道 是啊 我父亲很少这样的 肖明善善一笑 说道 没什么 就是个小事而已 不值得一提 原本一脸期待的叶云洲 这时变得黯淡了下来 唉 不能说就算了 叶云洲郁闷地说道 就在这时 叶云洲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对了 肖兄 用的那招是什么功法 好强大 但是又有的熟悉 叶云洲一脸好奇地说道 肖明用了两次 两次叶云洲 都感觉到一股熟悉感 所以他非常好奇 肖明想了想 告诉他也没关系 就是普通的崩泉啊 肖明说道 崩泉 怎么可能 怎么和我了解的 崩泉不一样 叶云洲问道 肖明在想 要用什么理由来 搪塞过去呢 这时 肖明眼前一亮 想到了什么 这个就是 我的导师给我的 他说是崩泉的进阶版 第160章 触动 崩泉 进阶版 叶云洲 这时想起肖明运行的招式 他猛然惊醒 难怪他感觉到如此熟悉 原来是崩泉 崩泉还有进阶版 叶云洲 这时有的疑惑 难道是他太孤陋寡闻了吗 崩泉 都已经出来进阶版的 他看向柳之威 只见柳之威 也是和自己一样迷惑 很显然这不是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就是是肖明的导师 在原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那位看门的大爷 那么厉害 要知道 创造功法 要么需要非常强大的天赋 要么就是要足够的积累 叶云洲郁闷的挠挠头 他怎么没发现 那位大爷是个隐藏高手呢 要是早知道的话 他就应该和那位大爷 多多接触了 他每天遇到大爷 也只是礼貌性的问号而已 把他当作是一个平常人一样 谁能想到是位强者 就在这时 一旁的柳之威突然说话 肖明 我记得你和杜爷爷只见过一次面 杜爷爷怎么就成了你的导师了 柳之威好奇地问道 其实他也不知道 杜哲是个隐藏高手 他从小到大 就和杜哲的关系非常好 可以说 柳之威也是杜哲看着长大的 但是柳之威没有见到过杜哲出手 导致他也潜意识里认为 杜哲是个普通人 而现在却云里雾里地 成了隐藏高手 然后又云里雾里地 成了肖明的导师 柳之威现在想想都觉得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切 好像在做梦一样 肖明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柳之威 也不能说出昨天晚上的事吧 要是说了出来 直接轰动全国了 然后肖明就要被拉去切片 那就完蛋了 可能是他一开始见到我的时候 就觉得我骨骼惊奇 聪明绝点 所以他昨天晚上 找到我想要说我为他的学员 然后他就把这门崩拳进阶板给我 当做见面脸 肖明一本正经地说道 听到肖明的话后 叶云周和柳之威 无语地翻了翻白眼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那么不要脸的 不想说的直说吗 你说出来 他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这还不如不说呢 看到二人的表情 肖明也是尴尬地善善一笑 立马拾去地闭上嘴巴 就在这时 肖明便看见 天空中有三个人影 正在向着他们飞来 哈哈 小子 干得不错啊 我早看那个楼老狗不顺眼了 这下好了 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赫然是高文山 而其他两位 正是另外两位导师 肖明小兄弟 这认识第一天 就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实乃才貌双全啊 颜飞也笑嘻嘻地 对着肖明夸赞道 嗯 确实不错 假以时日 定能成为一方强者 虽艳雨清冷的面容 看着肖明 也有了些许动容 肖明听到三位导师的夸奖 他都要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多谢三位导师的夸奖 晚辈惭愧 为男武添麻烦了 肖明对着三人拱了拱手 恭敬地说道 哎 这你就见外了 小子 我们男武向来都是这个作风 大家有困难一起抗 同舟共计 况且这次又不怪你 要怪就怪他们找死 高文山立马站出来 义正言辞地说道 颜飞见状也跟着说道 高导师说得对啊 我们男武不惹事 也不怕事 他要来 那就让他有来无回 颜飞说得面不朝红 真情流露 没想到如此温婉如玉的人 都能这般真性情 让人不得不佩服 孙艳雨没有说话 而是点点头 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 他也是对此很有触动的 肖明 柳之威和叶云周三人 看着三位导师这般样子 他们也变得热血了起来 整个人都变得血气方刚 而周围逗留的学员们 同样说出非常正面的话 这让肖明觉得 更加感动了 他第一次感受到男武的气氛 是这般纯粹 这种同仇敌开的凝聚力 肖明也是触动很大 面对敌人就需要这种凝聚力 才能战无不胜 难怪男武在没落时 还能存活那么久 和这个脱不了太大的干系 我明白了 多谢你们的理解 肖明眼神中充满了真诚 哈哈 你小子 以后就像我们一样 把男武当作是自己的家就行 没必要那么拘谨的 高文山走上前 拍了拍肖明的肩膀 爽朗地说道 颜飞和孙燕宇 微笑看着肖明 肖明听后 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了 现在我们和林家的关系 估计闹僵了 我们也需要去 提前做好准备 校长也和你说了吧 最近尽量不要出校门 就说这么多了 我们要走了 高文山说完 和颜飞一起飞走了 而剩下孙燕宇导师在这 他的目光看向柳芝薇 芝薇 你上次刚突破大宗师 你随我来 我给你传授更高级的功法 孙燕宇对着柳芝薇说道 柳芝薇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是也没办法 失命难为 他看向肖明 肖明随即对着柳芝薇微微一笑 好像在鼓励他 然后柳芝薇便被孙燕宇 带着一起飞走了 肖兄 现在是特殊时期 估计校长那边需要我去帮忙 我就先告辞了 叶云舟也跟着和肖明告辞了 一时间只剩下肖明在原地了 肖明看着走光的人 顿时心里空落落的 现在这个特殊时期 邻家的人随时可能攻过来 他们都去做好战斗的准备了 这种程度的事件 一般都是他们的导师 都有各自的任务 然后分配给学员们 因为这导师和学员的制度 就像王对王 将对将那样 导师和学员各自配合 这样就平衡了实力 不会造成太大的实力差距 而现在肖明的导师是杜哲 杜哲只是各看大门的 肖明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有什么任务 我得去找他去 肖明在这里 也不知道该干嘛 还不如去找杜哲说清楚呢 肖明现在非常渴望 与凌家的战斗 毕竟现在已经是死敌了 肖明已经等不及要灭了他们了 这一次 他要亲手把林辅浩 送他去见他哥哥 第161章 给我半个小时 肖明可不是那种 会心词手软的人 他现在比任何人 都想要杀了林辅浩 他不会给自己留下 这样一个隐患的 如果放过了他 等他成长了 虽然肖明坚信 林辅浩的成长速度 绝对没有自己快 但是当断不断 但受其乱这个道理 肖明很清楚 所以 林辅浩必须死 肖明一边走一边想着 眼神里顿时充满的杀气 肖明已经基本上熟悉了 学校的大门口在哪里 很快 他就来到了南武的大门口 他远远就看到了 杜哲躺卧在椅子上 津津有味地看着书 肖明走近一看 杜哲手中的那本书 赫然是 霸道总裁修炼手册 肖明看到后 无语地扶了扶额头 果然杜哲不忘初心啊 肖明心里吐槽道 而正在看书的杜哲 早就感知到了肖明的道了 没有转移目光 小子 来了 杜哲一边看书一边说道 肖明健壮上前说道 哲一 我来找你有点事 嗯 什么事 是不是成了 怎么样 我的方法是不是很有用 哈哈 杜哲顿时眼睛一亮 放下书本 脸上露出微笑说道 肖明一听 顿时感觉到一阵头疼 嘴角抽了抽 这样的导师 真的靠谱吗 一点都不正经 肖明心里继续吐槽 嗯 没有 我要问的不是这个 肖明说道 杜哲一听 他脸上的笑容立马凝固 然后就是恢复回原来的模样 哼 你小子没成功来找我干什么 杜哲再次躺下 拿起书本看了起来 肖明健壮叹了口气 他现在已经后悔 任他做导师了 他这教的根本不是正经玩意 他很想说一句 我能换个导师吗 哲也 其实我想问的是 你有接到什么任务吗 肖明说道 肖明说完后 过了两三秒 任务 什么任务 我从来不接任务的 此话一出 肖明顿时不乐意了 他没想到 如此强大的舞者 居然不会派任务给他 他原以为 自己会跟着杜哲 会遇到一些更强大的舞者 现在他的想法都泡汤了 既然他没有任务 也就是说 自己也不会有任务 那他还怎么参加战斗啊 既然倒是没有任务 那我也不讨扰了 到此 肖明沉声道 说完他随即转身离开 杜哲听到肖明走了 眼皮子抬了下 哎 小子 我们没有任务 也可以有任务的吗 杜哲叫做肖明说道 肖明一听 脚步停了下来 然后转头 什么意思 肖明说道 肖哲再次放下书 一脸神秘地说道 男舞和叶家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没有任务 那我们也可以上去战斗啊 不是没收到任务的舞者 都不能参与吗 肖明听到肖哲的话 眼神里闪过一丝希望 但是还是疑惑 柳青山那小子 还管不了我 他还听我的呢 杜哲说道 肖明一听 脸上没有很大的表现 非常平静 毕竟这种强者 用不着被约束着 放心吧 你会参与的 我看你如此心急 加上你身上的杀气如此重 林家是有你想要杀的人吗 杜哲打量着肖明说道 肖明没有说出来 而是点点头回应 这下你安心了吧 你小子居然还担心 参加不了战斗 大门都在我这里 你小子真是 一点都不信任 你折也我 杜哲对着肖明说道 肖明挠挠头 善善一笑 想想也是 杜哲的实力如此强 他想离开 还能难得住他吗 肖明真是想多了 杜哲顿时美好气地看着肖明 好了 你小子 我昨天给你的金刚掌 修炼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杜哲说道 肖明一听 杜哲这下终于正经了 但是 肖明听到金刚掌后 他顿时有点尴尬 他还没开始修炼呢 那个 哲页 我还没开始呢 肖明随即直接实话实说 嗯 还没修炼 你小子干什么吃的 我要是你 昨天晚上 那点时间 我早就修炼到了第五层了 你看你 创了个异景 你就飘了 你还想去参战 做梦吧 杜哲对着肖明训斥道 哲页 你现在给我半小时 我耐够把他修炼完 肖明语出惊人地说道 杜哲一听 顿时眉头一皱 你小子真是这都敢说啊 就算是我也不敢吹那么大的牛逼啊 杜哲顿时看向肖明的目光不一样了 好像多了点失望 肖明知道 杜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 毕竟谁敢说 能够在半个小时内 修炼完整本金刚掌啊 想想都不可能了 所以杜哲才会这样说 但是肖明还是坚持下去 这个可是事关自己能不能上去参战 哲也 相信我 我真的可以 肖明眼神坚定地说道 杜哲一听 挑了挑眉头 看着肖明坚定的眼神 知道肖明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心里想着 难道这小子真的如他所说 他在天台的时候 就已经看出了肖明天赋的不凡 但是如果真如肖明自己所说的话 那他恐怕是低估了肖明的天赋了 哎 服了你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就随你吧 我替你护法 怕你走火入魔 杜哲一脸无奈地说道 一些舞者就是这样 一开始非常自信地 说着自己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修炼完 可谁知 他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反而走火入魔了 因为他的内心 一直把那个时间放在心上 如果时间超过了 这对自己的心态 造成巨大的影响 急了 所以走火入魔 肖明听后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随即盘腿而坐 闭上双眼 走火入魔 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开玩笑 他对自己的天赋 非常有自信 杜哲见到肖明一意孤行 叹了口气 摇摇头 然后坐回自己的躺椅上 拿出书本看了起来 他劝也劝过了 是肖明不听 等一下等他失败了 让他好好长得记性 看他下次还敢不敢那么做了 想到这 杜哲也不再想了 随即津津有味地看起书来 第162章 震天大怒 林家 在一个靓丽的庭院里 周围的风格看起来有点古风感 雕刻着各种特殊的图案 其中雕刻有好多个林子 庭院里还有一片小池塘 里面有好多条金鱼 在蒸香争夺着 从上面抛下来的食物 管家 你看这些鱼多可爱啊 你说是不是 发出声音的赫然是林振天 他对着身后 站在瑟瑟发抖的管家说道 确确实挺可爱的 那个管家磕磕绊绊地说道 好像非常害怕一样 林振天一听管家的话 他嘴角上扬 面目争鸣 哈哈 再可爱 他们也是 在我手上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林振天说完 只见他全身冒着金光 然后力量涌现 猛然朝着水下的鲸鱼攻击过去 轰隆 巨大的力量作用 在水上激起一个巨大的水花 紧接着 巨大的水花落下 慢慢恢复平静 一眼望去 只见水里的鲸鱼 纷纷翻着白肚 浮在水面上 全部死亡 管家看到这一幕 他立马跪了下来 浑身瑟瑟发抖 非常害怕林振天 哈哈 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喜欢掌握别人的生死 如果我统治天下 那所有人的生死 都掌握在我的手上 我想干嘛就干嘛 哈哈 林振天朝天大笑 眼神里尽是野心 管家听到林振天的惊人之语后 他变得更加害怕了 这是多大的野心啊 这也敢说出来 但是他不敢动 生怕林振天突然抽风给他来一下 林振天此时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脸上尽是疯狂 就在这时 一个手下来到院子 报告家主 有阵将级别强者 正在靠近我林家 手下 对着正在意淫的林振天 小心翼翼地说道 而此时的林振天 也清醒了回来 他的面容恢复 以往的样子 眼神锐利地看向手下 那个手下立马身体一颤 身后冒出冷汗 哼 我倒要看看是谁 竟敢闯我林家 林振天冷哼一声 然后浑身金光再现 紧接着 慢慢漂浮起来 飞在天空中 然后朝着高空飞去 林振天来到高空 望向远处 只见一个模糊的小黑点 在向他靠近 就在那个小黑点 到底一点的距离后 林振天赫然感知到 极其熟悉的力量 是楼墨和自己的儿子 然后他猛然冲了过去 很快 他就来到了他们不远处 这时 林振天看到了他一生 都无法原谅的一幕 只见楼墨背着眼神空洞的林辅号 而楼墨两手抬着的 是林辅文的残破尸体 只剩下了半边 林振天就停止那个地方 死死地盯着正在靠近的楼墨 他感觉呼吸都停止了 他不敢相信 这一切 不敢相信是真的 楼墨这时也来到了林振天跟前 楼墨看着一脸呆滞的林振天 楼墨低下头 不敢指示林振天 家主 属下有罪 没能救到大公子 然而林振天仿佛是没听见一样 一直盯着前方 楼墨也一直等着 过了很久 林振天终于眼神松动了 萧明 我要杀了你 林振天朝着天空怒吼 整个天空都仿佛震动了一样 他显然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 是他让林辅文去杀了萧明的 现在林辅文的尸体 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吼完后 他眼神变得极其凶狠 楼墨都被他震住了 林振天看向自己的儿子林辅文 死无全尸 他看到自己的儿子这副模样后 他顿时更加愤怒了 林振天痛苦嚎叫着 丧子之痛 让他无法释怀 非常难受 他原本以为 萧明只是个小小的人物而已 实力不值得一提 直接杀了就是 可没想到 却把自己的儿子给搭了进去 他发誓要杀了萧明 给自己的儿子报仇 他有好几次 都想要直接冲去南武 但是他强行 让自己不要失去理智 毕竟 如果自己只身前往 只怕是有去无回了 儿啊 是我害死了你 你放心 我会把那个萧明的向上人头 来给你祭天 林振天看着自己死不明目的儿子 眼睛里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林辅文可是他最得意的儿子了 不管是实力还是能力 都要比林辅浩要强很多 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容易被激怒 林振天猜 林辅文应该是被萧明利用了这一点 他观察过林辅文的尸体 是一招秒的 正常来说 如果一个人正常防守 是很难被一招秒了的 所以他笃定了 林辅文一定是被萧明利用了他的缺点 我们回去 林振天的怒火依然在 娄默非常听话地 跟在林振天后面 很快 他们降落到了林家 管家 林振天一落地 就大喊道 声音非常大 管家听到 立马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不敢有一点待命 他来到林振天身边 看到了林辅文的尸体 差点吓一跳 他瞪大双眼 看着眼前的林辅文 难以置信 但是震惊归震惊 他还是要冷静下来 听林振天的命令 去召集我林家所有人 在大厅集合 立刻 马上 林振天朝着管家怒吼道 管家顿时被林振天的 怒吼给吓了一跳 浑身发抖 是是是是 管家被吓到磕磕巴巴 然后又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他再不离开自己 都要被林振天给吓死了 太恐怖了 他还没见过 如此愤怒的林振天 不过他想到林辅文的尸体 顿时明白了一些 但是还是有点疑惑 大公子是谁杀的 紧接着 林振天看向娄默 让他把林辅文的尸体放下 娄默把林辅文 放在大厅的中间 然后再把林辅号交给手下 等到这一切做完 林振天眼神犀利 看着娄默 说 把这件事全部都告诉我 一字不漏 林振天对着娄默怒吼 娄默是阵将级别强者 不会被区区吼叫给阵主的 然后 娄默就把这件事 从头到尾 都讲给了林振天听 林振天越听 眼神越阴沉 阴沉的都要滴出水来 看起来非常恐怖 第163章 修炼完成 南无 大门口处只见萧明盘腿而坐 闭着双眼 还在修炼金刚掌 而躺在椅子上的杜哲在看着书 其实他也时刻观察着萧明的变化 嗯 过去了将近20多分钟了 这小子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杜哲看向萧明难难道 正常来说 这个时候 应该早就走火入魔了 而萧明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难道他没有在修炼 难道他真的能够修炼完 杜哲都不禁 感到疑惑了 他不知道 应该相信前者还是后者 哎 还是算了 等等吧 还有几分钟 等这几分钟过后 就可以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了 让你这么狂妄自大 还是尝尝记性吧 杜哲心里想着 紧接着 他准备将目光转移到书本上 就在这时 萧明浑身突然冒出金光 这个金光和运行原理的金光不同 这个显得更加圣洁 纯粹 这只 这个是金刚不坏身的欢呼雀跃 也就是说 他的金刚掌炼到极限了 杜哲立马站起身来 震惊地看着萧明身上的现象 童元的功法 如果都修炼到了极限的话 会出现相互呼应的现象 也就是 另一门已经修炼到极限的 会欢迎新一门修炼到极限的童元功法 这种现象非常罕见 毕竟修炼到极限非常困难 一般是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 或者是顶级天才 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而此时萧明就出现了 说明了什么 萧明属于后者 而且他的天赋更加强大 一般的天才 也需要两三天四五天完成 但是现在萧明只花了半小时不到就完成了 嘶 杜哲眼睛瞪大 难以置信地看着萧明 倒吸了一口冷气 杜哲之所以不相信萧明说的话 那是因为不敢相信啊 这也就吃饭的功夫 就把整门功法给修炼到了极限 这谁信啊 就算是最简单的功法 也需要好久吧 怪物 杜哲震惊地许久 憋出了这两个字 他不知道 该用什么来形容萧明的变态了 只能用不是人的怪物来形容了 杜哲看着萧明 记忆力猛然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他的样貌异常俊美 身材挺立修长 眉宇间洋溢着一股鹦鹉之色 君王之气 显露无鱼 如果萧明能够看见的话 他一定认识 这个人正是上次突然出现在萧明意识里的龙君炎大帝 杜哲回忆着 趁他不注意 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 而此时他开口了 小声地说道 主人 他的语气里透露着的是满满的思念 他看到萧明 好像看到了龙君炎一样 让他勾起了回忆 不过不知道他和龙君炎之间有什么秘密 就在这时 萧明身上的金光开始慢慢地消散 直至消失不见 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切都做完 萧明缓缓地睁开双眼 脸上的笑意洋溢 他抬头看着杜哲 只见杜哲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容上出现了一丝泪痕 满脸忧愁的样子 完全没有之前的模样 萧明有点疑惑 站起身来 哲爷 发生什么事了 萧明随即问道 这时 杜哲被萧明的声音唤醒 亦是从回忆里抽了回来 只见萧明站在自己面前 一脸疑惑 嘿嘿 没事 就是想到了一些往事 杜哲低下头 用手放在嘴巴上 咳了一咳 萧明眼神深邃 其实在他修炼的过程中 隐约间有听到了什么 怪物 主人什么的 现在看来 应该是杜哲发出来的 他看着杜哲 没有在问什么 谁还不是个有故事 有秘密的人 他也不八卦什么了 呃 你的金刚掌 修炼得怎么样了 杜哲假装不知道地问道 萧明这时一听 立马有劲了 眼前一亮 脸上的笑容更盛了 嘿嘿 就等你这句话呢 我的金刚掌 已经修炼到极限了 怎么样 我说过 我可以吧 萧明一脸自信地说道 杜哲听后 没有太大的反应 面色平淡 他点点头敷衍地回应了 萧明本来是很期待 看到杜哲的表情的 但是他看向杜哲后 杜哲一点表现也没有 萧明顿时感到有点失落 难道我做到这样 不值得一提吗 萧明心里想着 杜哲也捕捉到了 萧明失落的神情 这也是 他想要的效果 毕竟他刚刚就已经知道了 萧明修炼完了 不可能再有什么表现了 好了 接下来试验一下他的威力吧 杜哲说道 然后杜哲走到一个空旷的位置 萧明虽然失落 但是很快振作了起来 来 运行你的金刚掌 朝着我攻击 杜哲抬起手 示意萧明攻击过来 萧明点点头 他也想要试一下 这个威力如何 毕竟有些东西 需要实践才知道 萧明随即运行气血 紧接着 他的整个手掌逐渐发出金光 慢慢地气血凝聚 金光越来越盛 他看向杜哲说道 哲一 我要来了 嗯 你不运行力量抵挡一下吗 萧明看到杜哲如无其事地站在那里 一脸轻松 丝毫没有一点防备 就这样背着手站在那里 哈哈 你还担心我 性子不错 但是我很明确地告诉你 不用 你直接来就行 杜哲语气里 透露着无比的自信 萧明一听 也是 这样的强者比柳青山都要强 他还用担心什么啊 真是想多了 萧明不再想什么 眼神一凝 变得极其凌厉 气息变化 他把杜哲当作是自己的死敌 杀气生疼 哟 小子这个气势不错啊 如果我是你这个级别 我还真会被你震中 杜哲看到萧明的气势变化 开口说道 萧明仿佛 没有听到一样 紧接着 萧明猛然把散发金光的手掌 向着杜哲奋力挥去 就在这时 萧明手掌的金光拖出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手掌印 飞出 金色手掌在飞行中不断地变大 威力也在逐渐地变大 轰隆 金色手掌猛然击打在杜哲身上 强大的力量 再激起了地上的灰尘 让杜哲的身影 变大模模糊糊 慢慢地灰尘散开 第164章 琉璃金身 萧明感知不到杜哲 所以无法判断杜哲的情况 就在这时 萧明瞪大双眼 不过很快平复了 只见杜哲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 原来是什么样子 现在还是什么样子 他身上甚至连一点灰尘都没有 连灰尘都没有 那萧明的攻击 怎么可能打中杜哲 萧明刚刚观察到 杜哲周身 好像有一道未知的透明墙一样的东西 自己的攻击得不到半步寸进 萧明现在终于认识到了 和杜哲的差距 萧明在面对杜哲 感到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他们的实力差距如同天欠一般 嗯 你的实力不错 加上金刚掌 你已经打出了极限大宗师的实力了 差一点就到镇江实力了 杜哲这是说到 极限大宗师 这金刚掌的威力还不错 也就这样吧 他还以为能够打出镇江的实力呢 萧明稍微有点失望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失望 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哈哈 我之前说过 金刚掌和金刚不坏身 是同源攻法 杜哲没有继续往下说 而是让萧明自己领会 萧明一听 杜哲给自己金刚掌的时候确实说过 也就是说 需要将金刚不坏身和金刚掌结合 才能发出金刚掌的真正威力 萧明反应很快 萧明没多想 随即运行金刚不坏身 他的身体赫然呈现出金光 紧接着 金光慢慢变得微弱 伴随而来的是一股晶莹剔透的光芒 萧明整个身体都变得琉璃般的色泽 杜哲看到这一幕 他顿时一脸震惊 这是琉璃金身 这小子怎么修炼到了琉璃金色 按道理讲 金刚不坏身是不足以修炼到琉璃金身的 而且他也没有更高级的攻法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杜哲头顶出现很多个问候 难以置信地说道 紧接着 萧明气血喷涌 手掌随着变成了金色 这个过程不过十秒 萧明再一次眼神凌厉 然后猛然手掌一挥 这一次 萧明不再有所保留 手掌挥出 金光也随之拖出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 这一次的手掌明显要更凝实 威势更加恐怖 跟上一次的要强不知道多少倍 空气都被震得 发出鬼哭狼嚎的声响 轰隆 这次的声响非常巨大 灰尘直接飞舞在空中 形成一道龙卷 巨大的声响 让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那是什么 叶家攻过来了 叶家攻过来了 怎么可能那么快 不可能 走去看看 那边好像是大门口 难道真的是叶家攻过来了 南武学员们 听到声响纷纷 第一时间以为 是叶家攻过来了 但是才过去多久 不可能那么快的 他们随即跑过去 看个究竟 很快 他们就到了 直接两个人相互对立 那是萧明 他们好像在战斗 他对面的那个人是谁 这灰尘也太大了 看不清 一个人惊呼 众人纷纷看过去 真的是萧明 他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来的 先看看吧 这时 灰尘慢慢飘落 杜哲的身影 也慢慢显现了出来 众人也看清楚了 那个人是杜哲 他们面露震惊 萧明说的是真的 他的导师 真的是 那位看门的大爷 这么说 那位看门的大爷 其实真的是个隐藏高手 他现在是在教导萧明吗 看来 我们都看走眼了 没想到这位大爷 真的是位高手 早知道就 众人没靠近萧明他们 而是在远处一轮纷纷 与此同时 尘埃已然落下 萧明看着眼前 依旧毫发无损的杜哲 萧明也没感到多大的震惊 意料之中 而杜哲不同 他眼神里闪过一丝震惊的 萧明身上流离光泽消失 面色只是有点苍白 不过问题不大 实力不错 这个威力 已经达到了震将了 低段震将 杜哲说道 按道理说 极限金刚不坏身 加上金刚掌 不会打出如此高的威力的 杜哲之前猜想 萧明会打出震将级别的实力而已 现在萧明打出的是低段震将里 非常强大的威力 杜哲不管是对萧明的流离精深 还是这个 都有很多的疑惑 他感觉萧明身上有很多秘密 瞬间杜哲觉得自己看不透萧明了 萧明听到震将后 顿时欣喜了起来 这童元功法 原来还有这样的效果 太强了 这增幅的 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这下好了 萧明又多了一张底牌 这威力堪比崩拳了 不过崩拳依靠的是他的穿透力 威力还是稍微比金刚掌要差一些了 杜哲走向萧明说道 小子 你的流离精深是怎么修炼的 萧明一听 顿时有点猛逼了 流离精深 他这时想到自己的精深 确实变得流离色泽了 杜哲应该指的是这个 杜哲见到萧明一脸猛 随即说道 是的 流离精深是你的身体 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变得流离色 这也就是身体防御力 达到了很强的表现 萧明认真地听着 难怪 萧明在看到自己的身体 变成流离色泽的时候 就有些疑惑了 现在杜哲说出来 他终于明白了 这时 在远处的学员们也听到了 虽然离得远 但是还是能够听得到的 WOC 萧明大佬的身体防御 已经达到了流离精深的境界了 牛逼呀 大佬不会是大佬 不像我 别说流离精深了 我的肉身防御 还是弱得跟豆腐一样 不行 我也要继续努力修炼 众人有的惊叹 有的反思 与此同时 萧明开口说道 其实我是吃了练体丹 才达到这样的状态的 杜哲一听 点点头 没有什么惊讶之色 萧明没办法 他不想暴露自己的秘密 只能说出这个练体丹来 练体丹很稀有 所以价格特别昂贵 他能够淬炼身体 排出大量的杂质 吃多了 就会效果变差 但是如果吃多了 练就成流离精色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 杜哲听到练体丹 没有多大的反应 第165章 还有谁要反对的吗 不过杜哲不相信 萧明是用练体丹堆上去的 毕竟杜哲能够感受到 萧明的流离精色更为纯粹 不是用丹药堆上去能够比的 况且 练体丹非常昂贵 以萧明这个没有背景的人 是不可能有钱去购买的 杜哲也没说什么 谁还没点秘密了 他也只是好奇问我而已 他不想说就算了 好了 测试结束 经过刚才的测试 我也知道 你的知识很匮乏 既然我是你的导师 那我也该教你一些理论知识 杜哲转移话题 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一听 立马感兴趣了起来 他的知识正如杜哲所说 匮乏得不得了 他的眼睛发出亮光 一脸期待地看着杜哲 随后 杜哲便对萧明 展开了一系列的教学 杜哲侃侃而谈 每一个萧明有疑惑的问题 他都能答得上来 萧明大佬上课了 没想到萧明大佬还有这一面 看来在牛逼的人 也是有缺陷的 是啊 走吧 我们也该去找导师了 我们的任务还不知道呢 说的也是 先去看看任务是什么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和叶家战斗了 看到萧明在上课 众人纷纷离场 直至没人 林家 此时的林家大厅里的座位上 坐满了人 有劳有少 他们无比一脸凝重地看着 摆着中间的林甫文的尸体 诸位长老 你们也看到了 我儿就这样惨死了 他可是 你们看着长大的呀 林振天坐在上面的座位上 看着拳场说道 如同一个帝王 凝视着拳场 在座的长老 无不都是一些实力强大的舞者 总共有四个 其他的 是一些林家的供奉 大概有三人 也就是说 林家 加上林振天 一共有七个阵将级别强者 这放在整个南疆市 是数一数二的势力了 众多长老听后 大多数都低下了头 没有说话 林振天眼睛一眯 危险的气息 从眼神里发出 就在这时 其中一个人猛然站了起来 大声说道 家主 要我看 我们直接冲上南武 打进去 然后直接把南武占领了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 震惊地看着那个人 林振天听到那个人的话 他脸上露出笑容 嗯 三长老说得在里 林振天点头说道 这句话一出 林振天就有理由 去攻打南武了 家主 我觉得这样做不妥 请家主慎重考虑 这时 又一位舞者站了起来 林振天听到有人反对 眼睛再次一眯 杀气生疼 四长老 有什么不妥 林振天语气很重地说道 那个四长老 感受到了林振天的杀气 他背后冒出冷汗 但是为了林家 他还是要继续说下去 家主 我怀疑这是敌人的陷阱 是故意引诱 我们上钩 四长老说道 哼 现在区区小小的南武 已经没落成这样了 就算是陷阱又如何 他们有我们实力强吗 我们有绝对的实力 还怕他们陷阱 可笑 我看你是怕了吧 哈哈 那个三长老 立马站起来 指着四长老说道 可是 他们可能有其他势力 也说不定 四长老继续说着 哼 我看你就怕了 紧接着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而其他的长老们 看着这一切 不知道该帮谁好 林振天眼神阴沉了下来 看着四长老 紧接着 他身上的力量 喷涌金光涌现 他现在非常愤怒 只见他抬起手 猛然朝着四长老一抓 四长老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隔空抓了起来 他使劲挣扎着 自己浑身也同样冒着金光 力量涌出 但是还是奋力想要挣脱 家主 你听我说 这个就是个陷阱 别去 四长老就算被抓了起来 也还在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那个三长老 则是一脸细血地 看着被抓起的四长老 其他的长老 也是震惊地 看着林振天 抓住四长老 而林振天 也是越听越生气 给我闭嘴 林振天愤怒地大喊 紧接着 他的手掌猛然一握 咔啦咔啦 清脆的骨头断碎的声音响起 只见四长老 被林振天活活给捏死了 整个人蹊跷流血 眼珠子都爆了出来 死不瞑目 看起来非常恐怖 而长老们 这是一脸惊恐地看着四长老 就这样被捏死了 他们没想到 林振天如此心狠手辣 所杀死就杀死 林振天眼神非常凶狠 横扫着全场 他现在已经完全被杀气和愤怒 占据了头脑 但是他也非常享受这种 随时将别人生命掌握在手中的感觉 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般 还有谁要反对的吗 林振天如同从地狱里来的恶魔一般 说着恶魔的言语 就在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大长老 率先站了起来 他看起来非常的稳重 我们都非常支持家主进攻男武 大长老刚刚没有说话 就是要观察局势 他也看清了 立马站起来支持林振天才是关键 有了大长老这个带头的 其他的长老也纷纷站起来 支持林振天 他们现在都被林振天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给吓得不轻 生怕他一个不高兴 就把自己给宰了 林振天见到在场的长老们都同意后 脸上带着阴险的笑容 哈哈 儿子 我会给你报仇的 我要用整个龙国的血来祭奠你 而男武就是我的第一站 林振天心里想着 野心勃勃 好 哈哈 传我命令 明天全面进攻男武 林振天站起来大声说道 是 而长老们也一口同声答应了 林振天说完 眼神犀利地看着远处 那个方向正是男武的方向 小明 你给我等着 我要拿你的向上人头 给我尔祭奠 林振天说完 面目变得极为猙獰 好像整个人都变得扭曲 而此时正在认真听讲的小明 突然感觉到 背后传来了一阵凉意 小明瞪大双眼 他能够感觉到 这股凉意隐藏的杀鸡 有人要杀我 小明心里想着 很快 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现在他得罪最为深的 就是林家了 所以小明非常笃定 这杀鸡是林家发出来的 第166章 在于众力士 毕竟小明杀的是 林家家主的儿子 还是林家最为有前途的天才 林家不怒就怪了 看来林家是铁了心 要来攻打男武了 小明心里想到 嗯 你身上的杀鸡如此浓厚 看来林家已经是 你为必杀之人了 杜哲讲着讲着 看到了小明身上的杀鸡 然后说道 哼 我就怕他们不来 那样多没意思啊 小明嘴角上扬 饶有兴趣地说道 杜哲没说什么 静止地走向他的躺椅 然后躺了下去 我累了 今天就这样吧 杜哲懒散散地说道 小明猛逼了 这才多久 也就一个多小时不到的时间 你就累了 小明还没听够呢 他都无语了 这个导师好不靠谱啊 杜哲撇了小明一眼 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的知识漏洞太大 这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够弥补完的 我们要慢慢来 饭要一口一口地嚼 水要一口一口地喝 别着急 小明听后 叹了口气 就算是如此 也起码要两个小时啊 其他导师最低的 也是两个小时了 但是小明也是想想而已 他哪敢指挥自己的导师啊 小明也是无奈 导师说的是 小明对着杜哲拱了拱手道别 杜哲看着小明离开的方向 嘴里喃喃道 这小子真是不懂我的良苦用心 我那是为了多看看书 下次好教他更多的方法 只见杜哲拿出了 霸道总裁修炼手册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幸好小明走了 不然听到杜哲的话 估计要气得吐血了 小明一边走着一边在想 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都怪杜哲结束得太早了 现在小明都迷茫了 要是有叶云周和柳之威 再就好了 他们一定知道这个时候要去干嘛 小明来到这里才一两天 还不是很熟悉其他的地方 还是去多功能修炼区看看吧 小明没办法了 现在他认识的地方不多 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多功能修炼区了 小明说走就走 大门口离那个地方还挺远的 所以小明马不停蹄地赶往那个区域 走过去的期间 小明还遇到了许多的学员 他们都在忙着做好战斗的准备 他们还非常热情地向小明打招呼 小明看着他们这个样子 不禁有的愧疚 毕竟这件事情是自己惹出来的 而他现在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看来只有在战斗中施展自己的身手的时候 才能够弥补回来了 小明想着 眼神锐利 没过多久 小明就来到了熟悉的多功能修炼区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建筑 要知道 在南武几乎都是奇形怪状的建筑 而这个建筑 显然和小明平常在大街上看到的建筑 几乎一模一样 小明的好奇心就来了 他来到南武的时候 就没见过正常点的建筑 这个如此平平无奇的建筑赫然引起了小明的注意 小明走进一看 门的旁边有一个柱子 上面写着重力厂三个大字 小明一看便知道是什么了 这不就和小明在武馆的时候 那个重力是一样吗 他没多想 直接走了进去 小明进来一看 眼前赫然是空旷 然后在两边建造 有一个个小房间 这个小明再熟悉不过了 这不就是和武馆里的一模一样吗 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就在这时 小明的目光被一个贴在墙上的告示牌吸引 小明看过去 上面写着一些字 重力厂说明 重力厂一共有三层 第一层 重力是一至二十倍的重力 第二层 重力是二十一至三十倍的重力 第三层 重力是三十一至四十倍的重力 小明一路看下去 他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这里的重力士和武馆的重力士是不同的 武馆的重力士也才一至二十倍重力而已 而这里的有四十倍的重力是武馆的两倍 所以 小明来南武是对的 毕竟所有的修炼设施都比武馆要高级 这也难怪南疆士 还有无数的武者都对南武趋之若鹜 就算南武没落了 也还是没有影响他在南疆士武者心中的地位 不过也是有很多的武者认为 南武真的没落了 所有他们走出南疆士 去了其他的修炼圣地 小明看着这些重力士的倍数 他很容易就看出来了 这第一层 就是给武士到宗师境界的武者修炼的 第二层明显是给大宗师的武者修炼的 而第三层就是镇降级别的了 小明现在实际的实力也才大宗师 所有他是属于第二层的 他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挑战一下去第三层 他现在还不清楚第二层的重力情况 他得先去了解一番才能进行评估 他随即朝着第二层走去 他看向周围 明显学员们变得很少 他们应该大多数都去做好战斗准备了 亦或者是在导师那里上课 楼梯很短 小明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层 第二层的布局 和第一层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如果偏要对比的话 这第二层的重力室的装置 显然要比第一层的少了许多 小明看到 有些房间是空的 好像又是有过重力装置的痕迹 但是现在没有了 小明眼神沉了下来 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应该是由于男武在武道联赛中的成绩不好 导致这些资源都被挖走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男武会没落 如果多那么几台装置 就多了几个大宗师级别强者 这也是非常影响一个 势力的实力的重要因素 小明数了一下 这里之前总共应该是有20个房间 而现在没了11个 现在只剩下了9个 小明估计他之前去过的测试场 和虚拟战斗场也是这样的情况 只是小明没有发现罢了 现在想想 真的是令人愤慨啊 曾经是如此辉煌的男武 现在变成了如此凄凉的场面 这时 小明猛然握紧拳头 眼神十分坚定 他发过誓 一定要让男武重回巅峰 但是他现在的实力 还远远不够 小明也不再多想 随便走进了一个没人的重力室 第167章 第三层 小明一进来 就仿佛回到了武馆的那个重力室 这个场面非常相似 和武馆的是一个风格的 不过还是有些不同的 小明能明显地感受到 这个重力室里的墙面 和地面的材质 是和武馆的不一样的 这里的要比武馆的 要坚固许多 小明如果照着墙面打一拳 估计也只能够在墙上 留下个拳印而已 不过小明没敢尝试 开玩笑 这砸坏了 可是要赔积分的 小明可不想赔 这让他想到了 自己宿舍 院子外面的沙包和墙壁 小明想想 就心情变得沉重了 就那点东西 就要了小明整整500的积分 小明到现在想起来都心痛啊 那可是500积分啊 他辛辛苦苦 从黄修卓那里转回来的啊 这样就没了一半了 小明摇摇头 赶紧把脑子里 不好的回忆甩掉 他看向重力室 走到重力室的中间 就在这时 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扫描机器 在小明身上来回扫描 好像在确认小明的身份 滴滴 身份确认完毕 果然 机械音如约而至 这时 小明的手环亮了起来 小明意念一动 紧接着 面前出现了一个面板 这无管不一样 这个是用更高科技的面板进行操作的 更方便一些 小明 看向冒出来的面板 重力厂第二层六室 使用一小时 一百积分 一小时一百积分 果然 这个重力是和武管一样 是需要积分的 毕竟 如果是免费的话 那对其他人都不公平 而且 舞者的身体 也不能一直承受着如此高压的环境 很危险的 小明本来只想尝试一下的 但是他最低只能一百 也就是一个小时 没办法 也只能支付了 小明随即点击加一 一百积分没了 滴滴 支付完成 舞者大人请 慢慢修炼 小明点击面板上的加号 一点 就是二十倍的重力 压向小明 小明仔细感受着 没什么感觉 就好像处在正常环境一样 他继续往上加 索性一次性加个五倍 然后小明快速点击了 五下加号 就在这时 小明赫然感觉到 一股更加强大的重力 压在自己的身上 小明还是没什么感觉 难道是他没有动的原因 他随即动了动手脚 还是没什么效果 他甚至还可以跳起来 并且能够跳得很高 但是小明不想撞到头 他也没敢跳太高 这就是二十五层 还是没感觉啊 继续加 小明难难道 小明说完 继续点击面板上的加号 这一次 小明还是直接点五下 这时 小明的身体 猛然感觉一沉 终于有点感觉了 但是还是没多大的压力啊 小明轻描淡写地说道 一脸轻松 他看向面板 上面的加号 标注着一个max 最大了 不能再加了 小明没想到 这大宗师境界的重力 对自己根本没多大的压力啊 这时小明感觉自己 花了一百积分亏死了 又浪费了一百积分 早知道就直接去第三层了 不该尝试的 小明这是后悔莫及啊 小明想了想 他之所以 能够承受如此强大的压力 估计是自己肉身变得更强了吧 毕竟都已经流离今生了 还有就是 他的实力 也是跨越性的增长 也难怪这个大宗师境界的重力 没什么效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小明待在这里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在重力时修炼 是要在感到压力的情况下 才能修炼时事半功倍 小明随即盘腿坐了下来 开始修炼了起来 这积分花都花了 也不能浪费吧 没多大的效果也没关系 蚂蚁再小也是肉啊 就这样 小明直接进入状态 一个小时后 只见小明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 很显然 刚才的修炼 没有多大的成效 他话都没说 立马夺门而出 朝着第三层走去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试一下第三层的压力了 很快 小明就来到了第三层 这里和楼下两层截然不同 这里的重力装置 好像也是只有几个房间有 其他都是空的 但是房间的总体空间要大得多 材质也不一样 好像是更高级的 并且这一层没人 空空荡荡的 就连灯光都没开 暗暗的 南五本来阵将级别的学员没有 有的都是导师 而且导师现在都在工作 根本没有时间来这里 这要是放在南五以前 肯定是有很多人的 毕竟南五以前阵将多了去了 不过现在走的走 死的死了 南五现在学员里 一个阵将级别的都没有 最强的也就是 叶云洲极限大宗师了 差一步就阵将了 肖明随便走进一个重力室 紧接着熟悉的 走到指定位置 一个机器冒出来 给肖明进行扫描 很快 肖明的面板出来了 和第二层一样 肖明点击加号 重力猛然增加 30倍 和第二层最高一样 他没有停下继续加 肖明身上的重力逐渐变大 肖明这时也感觉到了 强烈的压力 不过还不够 肖明随即继续加 很快就来到了34倍 轰隆 肖明好像听见了耳边 传来轰鸣声 紧接着 浑身的重力骤然增加 肖明感觉到 身体变得特别难受 这增加的一层 好像增加了几十层一样 肖明瞬间感觉不一样 紧接着 就是他身上 开始散发出琉璃般的光泽 一点微弱的金光 那股熟悉的撕裂感 再一次传来 肖明仔细感受着 他好久没有尝试过 这个撕裂的感觉了 久违的感觉让肖明不禁感到舒服 顺着这股压力 肖明盘腿而坐 他一坐下 仿佛屁股被强力胶水粘住了一样 非常牢固 肖明闭上双眼 开始修炼起来 肖明运行气血 整个身体弥散出气血 浓浓的血腥味在空中飘散 紧接着 肖明身上的压力减少了许多 刚才肖明是硬生生 用他的肉身 抗住如此大的压力 现在好多了 不过压力 已然还是很强烈 肖明随即运行起源经 开始疯狂吸入能量因子 能量因子进入身体细胞 有的化为气血之力 有的则是淬炼身体 第168章 原力增加 肖明身上的气血 随着能量因子的摄入不断增加 他身体表面的流离色泽 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不过很微弱 微弱到看不见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能看出他流离色泽 变得更加鲜艳 很快就过了一个小时 这时候机械音响起 滴滴 舞者大人时间到 请及时充值 如不充值 我们将会慢慢下降重力 肖明睁开双眼 不敢相信 一个小时过得如此之快 他修炼过头了 紧接着 肖明再次一次性加了300积分 这一加 肖明的1000积分正好用完了 他现在还有一千 肖明看着面板上的34倍 他感觉 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这个34倍的重力了 他现在已经可以正常移动了 再加一层试试 肖明难难道 虽然这样做很危险 如果是正常人 是不敢这样做的 毕竟在这实力差距 如此大的环境下 哪怕只是一层 就会承受不住 直接被巨大的重力压死 但是肖明是谁 他身上的肉身防御非常强大 就是不行 他的肉身 应该也能够撑个几十秒 这几十秒 够肖明降低倍数了 肖明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状态 紧接着 他手指往面板的加号一点 轰隆 一道 非常巨大的轰鸣声 赫然在肖明耳边响起 汪汪 紧接着 就是一阵阵耳鸣 肖明变得呼吸困难 身边的空气都被压缩 传遍声音的介质变得稀薄 取而代之的是 强大的压力 挤压着肖明的耳膜 失去了外部声援 发出嗡嗡响 肖明身上的撕裂感加剧 好像身上有浑身的虫子 在撕咬着肖明的身体一样 非常难受 肖明眉头紧皱 一直坚持下去 然后浑身气血 全部喷涌而出 抵抗着这股强大的压力 很快 肖明变得轻松多了 浑身流离光泽散发 能量因子 如同遭遇了龙卷风一样 被吸入肖明体内 肖明还是第一次 感受到如此强大的压力 他隐约感觉自己的身体 将要裂开样子 如果继续往下加一层的话 恐怕肖明身体 就要直接爆裂开来 虽然这个修炼很快 但是同样风险也是非常大 目前来看 肖明现在的这个重力 是最高效率的 就这样 肖明感觉自己身体的气血 在一点一点地增加 同时他感觉自己 全身酥麻酥麻的感觉 非常舒服 能量因子 在不断地净化肖明的身体 肖明身上 慢慢渗出一些粘液 不过这次出来的 不是黑色的 而是带有一点血色的粘液 幸好这次肖明早有准备 将自己的衣服提前脱下 就在这时 肖明猛然睁开双眼 他脑海里 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我同时用蔑视中 脆体会怎么样 肖明喃喃道 说做就做 肖明随即一念一动 斗力大小的蔑视中 从肖明衣服里飞了出来 落在肖明手掌上 紧接着 蔑视中慢慢放大 放到肖明现在这样的大小 肖明顶着强大的压力 运行气血在拳头上 然后一拳击打在蔑视中上 咚 钟声响起 幽远流长 就在这时 一股反振之力传来 慢慢地传遍肖明全身 然后 接着是比原先还要多的能量因子 疯狂吸入肖明的身体里 如果之前是龙卷风 那么现在就相当于飓风 周围的能量因子 无一例外 都被肖明吸入身体里 就连外面的能量因子 也被吸了进来 肖明明显地感觉到气血的增加 浑身的酥麻感 这时 也演变成了刺痛感 并且越来越强烈 这是因为 肖明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 身体的毛孔舒张 然后加上巨大的反振之力 震荡体内的细胞 受到刺激 然后疯狂吸入能量因子 然后 肖明没停下来 继续击打着蔑视中 虽然顶着巨大的压力 肖明的手臂挥击得很困难 但是他 还是咬牙坚持着 然而 他全身心都投入了击打蔑视中 他没注意到的 是他体内的一些气血之力 在悄然发生变化 慢慢的那些气血之力 转变成金黄色 紧接着从微弱的亮光 慢慢变得强烈 如果肖明看到的话 一定会非常震惊 因为这和他熟知的原理一模一样 肖明清楚地感觉到 身上的压力再不断地减弱 但是肖明还是没有停下击打 他还没有达到极限 可以继续 肖明一直击打着 就这样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将近三个小时后 肖明明显地感觉 身上的气血之力在减少 难道是 自己消耗太快了吗 肖明这时疑惑想着 按道理讲 他的气血之力 还够他撑几个小时的 肖明停下击打蔑视中 然后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 他瞪大双眼 因为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已经完全感受不到压力了 自己可以很轻松地走来走去 肖明试着跳了一下 紧接着 肖明猛然跳到了顶部 肖明震惊地看着头顶 即将要撞到天花板 他赶紧轻轻一碰天花板 然后弹了回去 他倒回地面上 第一时间不是震惊 而是看向天花板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损坏 只见天花板 还是完好无损的 他随即松了口气 紧接着 他传来的是 无尽的震惊 怎么回事 肖明一脸疑惑 紧接着 他马上内视自己的身体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他发现 他身体的气血之力减少了 转而是原力增加了许多 肖明大概统计了一下 加上之前的原力 肖明现在的原力 总共是身体的 接近二分之一那么多了 肖明惊呆了 他没想到 效率如此之高 如果之前的 没用蔑视钟的时候 效率大概是30%左右吧 而肖明用了蔑视钟 直接提升到了90% 也就是还差10% 就彻底吸入 没有损耗了 这个效率 他的气血之力不净化才怪 太恐怖了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 肖明很快就能 全身都修炼满原力 但是现在肖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毕竟也得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 给身体慢慢吸收 打牢根基 这样的舞蹈 才能走得长远 就在这时 时间也刚好到了 机械音照常响起 第169章 灵家愤怒 肖明再一次仔细感受着身体里的原力 肖明估摸着 自己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阵降级别 应该属于低段阵降 肖明听杜哲说过 阵降之间的实力跨越非常大 你的战力不仅要达到10龙 而且还要全身的气血之力 转化成原力 才能算是中段阵降 到了中段阵降的时候 战力已经有了100龙的战力 这是原力制的转变 直接是低段的10倍 然后后面的高段阵降肖明就不知道了 听说到了高段阵降的舞者 可以和无极之境的舞者一样 上天入地 毁天灭地的威力 阵降之间的实力跨度非常大 低级阵降一般而言 是绝对打不过中级阵降的 这两个级别 几乎跟一个大境界一样 对低段的几乎的降维打击的程度 而舞蹈联盟的王腾飞 现在的实力是极限阵降 可想而知有多恐怖了 也是仅差一步之遥 就到了无极之境 他的实力 在阵降级别里 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 以至于再难将是 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 招惹舞蹈联盟和腾飞无管 肖明伸了身懒腰 他感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修炼过后 自己的身体 变得非常有活力 整个人神清气爽的 好像做了一次按摩一样 时间结束了 适应了下来 肖明随即走出重力室 他出来一看 整个天空呈现昏暗色 还带着一丝丝尘光 肖明看了看时间 原来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清早了 他现在有种恍惚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才刚进去没多久一样 这一出来就到了第二天 先回宿舍清洗一下 然后再去找导师 肖明看了一下 自己身上黏糊糊的杂志 还带有点腥臭味 让他觉得有点恶心 说完 肖明便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 林家 在一个宽广的练武场上 此时这里站满了人 里面大多数都是青壮年 而且还是舞者 大部分都是舞师 接着就是宗师 大宗师他们依次排开 整整齐齐地站列着 他们的目光 无不炽热地 看着台上的几个人 他们正是林家的高层 林振天 大长老 二长老等等七人 他们都是阵将级别强者 这一群人一站在台上 就发出压倒性的气势 那股力量令人窒息 恐惧 但是更加令人向往 崇拜 家主的面容 为什么这般凶狠 看起来好可怕呀 还有他把我们召集过来 看着正式是要打仗啊 这时 人群里有一个人 疑惑地看着这一幕 然后问道 我听说啊 大少爷死了 好像是被男武的人 给杀死的 现在家主 估计是要去攻打男武了 另一个人回答了他 WOC 这么大的事 难怪家主如此模样 他甚至都不和男武 进行谈判 直接打过去啊 那个人继续说着 是啊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听说四长老 还因为反对家主 被家主直接杀了 下场太惨了 你看上面 还有四长老吗 那个人的目光 看向台上 扫了一圈 紧接着 他眼睛瞪大 WOC 还真没有 那个人眼神中充满恐惧 两人继续聊着 他们旁边的人 也在侧着耳朵 好奇地听着 他们听到这里 同样恐惧地 看着台上的林振天 不敢说话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让他们不敢抗拒一样 就在这时 台上的林振天 眼神凶狠凌厉 扫视着台下 他的眼神 如同死亡射线一样 扫过每一个人的身上 台下的林家舞者 被林振天的目光扫过 他们平住呼吸 背后已经冒出了冷汗 他们纷纷低下头 不敢直视林振天的眼睛 好像看他一眼 下一秒 就会被林振天杀死一样 而刚才那两个 正在说话的舞者 也立马把嘴巴闭上 一脸恐惧地低下头 林振天看着台下舞者 一个个跟个缩头乌龟一样 他顿时火气又上来了 抬起头来 低下头干嘛 如此懦弱 不配当我林家的人 林振天朝着下面怒吼道 台下的舞者 被林振天这声怒吼震醒了 他们这时立马抬起头 直觉告诉他们 如果继续低下的话 小命就不保了 林振天看到他们抬起头来 他还是没有给出好脸色 哼 林振天冷哼一声 对于刚才他们的表现 极为不满意 紧接着 他的眼睛 又瞪了眼一旁的二长老 二长老顿时身体一颤 不敢看林振天 抬起头 目光看向前方 这个二长老 是训练他们林家舞者的 所以林振天看到这一幕 才会生气的 狠瞪了二长老 不过林振天也没说什么 转过头去 继续看着台下 好 我们林家二郎 经过昨天的讨论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大事 那就是去攻打南武 把他给彻底打下来 南武杀我儿子 我要血债血环 林振天越说越愤怒 越说越大声 此话一出 台下林家舞者 顿时开始窃窃私语 不敢太大声 如果不是林振天的威慑的话 他们一定会全场轰动的 他们显然很多人不知道 而知道的人 则是没有太大的表现 大少爷死了 怎么可能啊 我不敢相信啊 小声 我也不敢相信啊 我前几天还看他好好的 现在人都没了 小声 我的大少爷啊 是谁 谁杀了我的大少爷 我要杀了你 小声嘶吼 我儿子林辅文 相信平日里带大家也不薄 你们忍心就这么看着他 尸骨不全吗 林振天紧接着就挽起了煽情 台下林家舞者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 毕竟林辅文平日里 真的是带他们不薄 林辅文很乐于帮助他们 在修炼上会非常耐心地教导 这样的大少爷 谁不喜欢啊 就在这时 几个林家手下 抬着林辅文的尸体走了出来 众人的目光 纷纷好奇地看过去 只见林辅文的半边身体 都被打没了 他们顿时眼眶发红 有的愤怒 有的欲流泪 而大多数都是愤怒的 他们手中的拳头握紧 咬紧牙关 第170章 林振天的野心 作为一个很好的统治者 就是要学会利用一切 哪怕他是自己的儿子 林振天看到众人 纷纷露出愤怒的表情后 嘴角上扬 你们看 我的儿子死得多惨啊 大家也能理解 我为什么那么生气了吧 林振天语气带着点沉重说道 可恶 到底是谁 谁杀了大少爷 啊 我不为大少爷报仇 就不配为林家二郎啊 我要杀上南武 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林家的舞者 纷纷被林振天的话语拨动 他们满脸愤慨 我相信大家都想知道 那个人是谁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他就是肖明 林振天跟着他们的情绪走 林振天的话音刚落 场上的舞者们纷纷 开始扬言要杀了肖明 为林辅文报仇 林振天看到这一幕 心满意足 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如果他贸然发动这场战争 族内肯定会有人怀疑的 而他通过一系列的鼓动 让他们的心连在一起 这样的族人才好控制 而林振天也对自己所做的 一切都非常的满意 他非常的享受这样的画面 他就像一个统治者 在上面随便说两句 就可以让别人为他卖命 他作为一个很好的统治者 就是要学会利用一切 为了实现那个长远的目标 哪怕利用的是自己的儿子 如果你仔细观察 可以看出林振天此时的眼睛里充满了野心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话不多说 让我们杀上男武 林振天的声音振天响 传遍整个练舞场 紧接着 林家的舞者们的情绪 在这一刻瞬间被鼓动 他们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杀 杀 林家舞者这时候的声音汇聚在一起 声音大到整个练舞场都震了一下 紧接着 林振天身边的长老和其他的客亲们率先飞起 浑身冒着金色的光芒 朝着天空飞去 各位林家的将士们 随我出征 天空中回响着大长老的声音 紧接着 林家的舞者随即登上战车 往南武的方向驶去 他们现在的心情是既愤怒又激动的 无比期待着能够攻下南武 而此时的林振天还在台上没有动 他脸上露出了笑意 他没有跟着他们开拔 紧接着 他转身朝着不远处林家的小阁楼走去 他进到小阁楼里 里面赫然是收录了大量书籍和功法的地方 林振天不是要进来看书 只见他走上楼 他一层一层走着 每一层的书籍都不一样 越走到高层 书籍变得越加古朴 这看起来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书籍 还有的甚至用的是竹简写的 可见有多古老了 林振天很快就走到了最高层 而最高层出现的不是书籍 而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林振天来到门口 他深吸一口气 眼神坚定 然后敲了敲门 过了一两分钟 房间里终于传来了苍老的声音 进来 林振天随即打开门 走了进去 他一进来 引入眼帘的是各种书籍七零八落 一片狼藉 犹如一片书海一般 而在这个书海里 有一个人 他在不断地翻看着各种书籍 这一本翻了翻 哪一本翻了翻 只见那人衣衫褴褴 身形勾楼 苍白的头发和纷乱的胡须 像枯草一样 我就不信了 我找不到长生的办法 那老头一般找一般说着 林振天看着那老头这副模样 他也没立马上去和他说话 而是等他安定下来 别看这个老头 现在身体如此的敏捷 其实他已经差不多两百岁了 舞者修炼是可以增长生命的 但是这也得看你的境界有多高 功底有多厚 但是如果境界不足以突破的话 那舞者的生命也是有极限的 而这个老头就是境界 现在已经无法再突破了 他已经老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 即将迎来终结 而他显然是害怕死亡 想要在书籍记载中 找出长生的办法 所以才会一开始 看到他这般疯狂 那老头找着找着 突然想到了林振天还在一旁 他停了下来 那个疯狂的表情 也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林振天看见那老头 终于安定下来了 他立马上前 老祖 我们林家的队伍 已经开拔前往南五了 林振天恭敬地 对着那老头说道 那老头赫然是林家老祖 任谁也没想到他还没死 这是上一时代的人物了 还没死 这个境界放在上一时代 早就凉凉了 那些上一时代的没有死的人 在你这个年龄 有野心也是正常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 不要被你的野心 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林家老祖继续说着 林振天非常恭敬地说道 是 老祖 好了 你来找我 无非就是为了让我出手 放心吧 如果真到那个时候 我会出手的 林家老祖轻描淡写地说道 紧接着 他说完后 继续拿出书籍翻看了起来 林振天听到老祖说出这句话 他瞬间兴奋了起来 有了老祖的协助 那拿下南武简直就是手到擒来了 他的目标的第一站 终于要实现了 林振天越想越激动 而他看见老祖继续翻看书籍 也瞬间明白了什么意思 他慢慢地转身离开 非常恭敬 不敢发出一丝的声音 就连关门都没有发出声音 他生怕把老祖给一时惹毛了 就不肯帮他了 要知道这个老祖 现在为了长生 已经变得疯魔了 好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林振天出来后 整个人都充满了自信 他好像看到了 已经拿下了南武了 紧接着 他猛然飞了起来 速度飞快地朝着大部队赶去 第171章 来袭 WOC 你们看那是什么 好多战车啊 这是要干嘛 那是好像是林振 这么兴师动众的 想要干嘛 这架势好像是要去打仗啊 不行 我怎么能错过 这场精彩的战斗啊 我要悄悄跟上去 大街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纷纷开始讨论了起来 如此声势浩大的场面 他们这些吃瓜群众 怎么可能放过呢 很快 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跟了上前 但是由于怕阻挠到林家的人 他们就跟在很远的距离 不愧是吃瓜群众 连这点 他们都是想到了一起 而此时林家舞者们 也距离南武没多远了 与此同时 萧明回到了宿舍里 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走 将身上的杂质都清洗干净了 他走到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萧明感觉自己的自信再一次增加 只见他的皮肤变得紧致光滑 琉璃色泽的肌肤 看起来没有一点瑕疵 就像一颗没有任何杂质的宝玉一样精美 萧明看自己 如同再看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警报声 萧明顿时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萧明手里的手环传来震动 他意念一动 感觉打开来 各位南武的学员们 敌人来袭 请各位南武学员 立刻按照前往指定位置预敌 手环上的信息简单明了 萧明不用想就知道是灵家来袭了 想到这 萧明立马动了起来 萧明从床底里 拿出了一个精密的高科技密码箱 然后穿上衣服夺门而出 他这一出来 就看见了大量的学员们 在急急忙忙地跑着 他们大多数应该都是去找导师的 萧明当然也要去找到杜哲 萧明就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 毕竟他现在肯定被灵家的大部分人都盯上了 找杜哲帮助自己挡住强者的进攻 于是 萧明火速赶往大门口那边 萧明再去的路上就看到很多人 看了他们也是去大门口集合了 很快 萧明就来到了大门口 这时 大门口已经堆满了学员 他们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他们都在等待着敌人的进攻 萧明抬起头 同样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只见天空中冒着四个金光 一字排开 而站在前面的金光 显然要更胜一些 萧明知道他们是谁 那个金光最胜的是柳青山 而其他三位 就是高文山三人了 萧明没多想 穿行在人群中 来到了杜哲喜欢卧躺的位置 但是来到发现杜哲不在这 萧明都梦了 这个时候不见了 哎呀 他怎么认了个这么不靠谱的导师啊 萧明心里难受 萧明也不管了 就算没有杜哲的庇护又如何 顶多就是被强者追杀而已 他又不是没试过 而全场本来都是无比严肃地看着前方 这时 萧明的身影突然冒出来 哎哎 那是萧明大佬 是他哦 他在干嘛啊 靠那么钱 就不怕被别人的强者给杀了呀 快提醒他一下 众人纷纷为萧明担忧道 萧明这时虽然有些懊恼 但是还是释怀了 谁让他摊上了这么个导师呢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萧兄 过来过来 萧明望去 只见在人群最前面 站着的是叶云舟 对着萧明招手 而在叶云舟不远处的 就是柳之威 他是和叶云舟在不同的地方 他也是看向萧明 萧明看到他们 立马走了过去 萧兄啊 我导师说 让你暂时加入我的队伍 等萧明走过来 叶云舟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一听 他的导师 也就是柳青山 柳青山让自己加入他的队伍 那就是说 杜哲向柳青山说的 萧明想着 杜哲应该是有什么事没有来 所以就让萧明 来到叶云舟的队伍里了 萧明想到这 他不禁有点尴尬 他刚刚 还对杜哲抱怨来着 现在想想 就当做没说过吧 萧明自我安慰 萧明 看向叶云舟的队伍 只见都是一些 实力强劲的舞者 萧兄 我和你介绍介绍他们 很快 叶云舟就给萧明一一介绍了 他队伍的人物 都是一些高段大宗师 实力强劲啊 一个队伍的高段大宗师 这就是柳青山的学员吗 果然没有一个是弱的 而在给萧明介绍时 他们都非常热情地 向萧明问好 萧明也回应了回去 做完这一切 萧明和叶云舟 两人同时站着队伍的前面 看到这一幕 队伍里的人也没有意义 毕竟他们也是在 选导师的时候 见到过萧明的实力的 萧明完全可以 站着他们的前面 紧接着 众人接着严阵以待地 看着前方 他们身后就是男舞 萧明这时转过头 看向远处的柳之威 而这个时候 柳之威也非常同步地 看了过来 然后 柳之威露出绝美的笑容 萧明的心 突然颤动了一下 然后他也还给柳之威一个笑容 紧接着 柳之威的嘴唇动了起来 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萧明能够从他的嘴唇看出什么 好像在说 小心点 萧明心里一暖 然后他也同样动动嘴唇说着 谢谢你 你也是 小心点 柳之威可爱地点点头 而这一幕 全程都被萧明旁边的夜云舟看见了 他无语地服了服额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里 就在这时 在他们前方出现了几辆战车 而战车前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零字 赫然是灵家的舞者到来了 这些战车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如同装甲车一样防御的 但是这个 是按照凶兽特制的 用来抵御凶兽的 所以也只是运输而已 没什么攻击性 只是南武现在的资源减弱了 已经没什么钱去购置如此昂贵的战车了 所以他们 也不是没有 只是很少 战车停下 紧接着 就是一大批灵家舞者 从车上走了下来 一副气势汹汹地站着萧明他们面前 然后天空中出现几道金光 一共有七道 他们这时同样屹立于空中 站在柳青山他们的对面 一个个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 第172章 装备惊人 一时间 两方势力形成了一个对立面 双方紧盯着彼此 眼神在爆发出强烈的战役 仿佛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气势 在对持着 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是现在 双方火药味很浓 只要出现什么动静 一点就爆 这时 那些跟着灵家后面的吃瓜群众们 也停了下来 如果你仔细看 他们又增加了不少人 WOC 原来他们要攻打南武啊 这五道联盟 虽然不会轻易掺和势力之争 但是你打架 总得有个理由吧 是啊 他们为什么要攻打南武啊 南武虽然没落了 但是我对他的印象 还是非常好的 难道南武招惹到了灵家 南武没落了 不是低调了很多吗 怎么会惹上灵家 肯定是灵家野心太重 趁火打劫 这波我支持南武 吃瓜群众们纷纷开始询问 为什么灵家会无故进攻南武 他们对此表示疑惑 吃瓜群众最不爽的是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是很想弄清楚 但是又不帮忙的那种 此时 不管这些吃瓜群众说什么 他们都不会搭理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彼此 不敢有一点分神 就在这时 只见肖明一旁的夜云周 朝着身后的大部队大喊 穿套装 然后 大家都迅速反应过来 拿出套装 穿在身上 肖明这时看向身后 只见大部分人穿的套装 都是一样的 那些是学校定制的 虽然没有其他的特效 但是防御力 还是比较强大的 肖明一看就知道 那些低级学员们了 毕竟在他们那个境界 这件套装 对于他们已经算是 一件宝贝了 而还有其他的人穿的是 不一样的 大部分都是高级学员 肖明看到这 也没多想什么 看向夜云周 只见夜云周拿出的套装 赫然与战场上 一模一样的白色套装 他穿起来 就像一个冷面剑客 这看着肖明 都有些羡慕了 谁不想当一名 如此酷炫的剑客啊 这时 夜云周也看向肖明 肖兄 你还不穿上吗 夜云周问道 肖明微微一笑 说道 云周兄还是那么帅啊 看来下次 我要买把剑来玩玩 当的剑客也不错啊 夜云周这时愣了一下 说道 肖兄这个可以啊 你现在的剑道 已经不比我差了 甚至还比我强 这个我支持啊 肖明看着夜云周 说这句话 他明显地感觉到 夜云周的语气有些变化 而且 眼神也有点暗淡 肖明有些愧疚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毕竟自己一场战斗 就追上了他的剑道 这非常打击人的自信心 现在肖明一提起剑 他肯定会想到 之前和侯剑明发生的那一幕 云周兄 等这次完了以后 我们来一场剑的对决怎么样 肖明想通过这个约定 来提高夜云周的信心 果然 听到剑的决斗 夜云周这时 眼睛亮了起来 看向肖明 好 一言为定 夜云周的声音红亮 让人纷纷侧目 肖明看着重视信心的夜云周 他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紧接着 二人不再说话 被肖明这么一说 夜云周非常渴望战斗 他现在战意满满 肖明这时不紧不慢地 拿出自己刚刚带过来的密码箱 紧接着 他输入密码 然后慢慢地打开了箱子 只见立马有一件金色的套装 和一柄霸气逼人的战刀 赫然是地龙甲和龙牙 肖明还没真正在战斗中 用过这两件装备 他以前要么用的是自己买的 要么就是学校特制的 因为他以前都没遇到过 值得用他们的战斗 所以肖明就一直藏着 现在他终于有机会 使用这两件装备了 这时 夜云周也看到了肖明箱子里的装备 他顿时瞪大双眼 满脸震惊 这 这是地龙甲 还有龙牙 WOC 肖明这些套装 直接给夜云周震惊到 WOC都出来了 肖明微笑道 低调点低调点 我这些装备虽然不要钱 但是呢 也就这样吧 听到肖明的话 夜云周都想要吐血了 这反而在 而夜云周的反应 也吸引了队伍里 舞者们的注意 他们一看 顿时和夜云周一样的表情 WOC 地龙甲 我做梦都想要的套装 这可是价值半的南疆士啊 还有龙牙 都是好顶级的装备啊 WOC 不愧是大佬啊 家里肯定是有矿的吧 不对 就算有矿 也不一定能够买到啊 这可是 有市无价的稀罕东西啊 大佬你还缺小弟吗 你看看 我可以吗 众人震惊 纷纷想要套近乎 他们怀疑萧明的背景不简单 萧明没说话 只见他把手放在地龙甲上 然后地龙甲神奇地 吸附到了萧明的身上 一股清凉感 瞬间传遍萧明全身 萧明穿着身上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强大 萧明也能够感受到 这件套装的情绪 穿上他 整个人都变得非常威武 萧兄 可以啊 以前这么没见你 用过这个玩意 夜云周这时上下打量着萧明全身 眼睛都看直了 哈哈 那不是没机会吗 现在派上用场了 萧明说着 夜云周听完也不再说什么 这再羡慕也不是自己的 还是不看为妙 再看下去 他怕自己会忍不住眼红了 于是他呵斥了身后的武者们 让他们回到战斗状态 萧明拿起龙牙 瞬间传来一股试杀感 紧接着萧明整个人杀气腾腾 好像龙牙在向萧明传达一种讯息 既然使用我 那就要见血 非常霸道 萧明感觉压制住这股杀气 太强了 拿起龙牙 萧明感觉 连自己的刀法意境都被增幅了 非常锋利 寒芒逼人 萧明做完这一切 他接着看着对面 眼神里的炽热显露无鱼 他现在有了这身装备 自信非常大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战斗了 过了一分钟 林家那边还是没有进攻过来 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萧明他们也是一脸疑惑 这都到脸上了 还不打过来 难道就这样干等着吗 第173章 开战 柳青山看着对面的林家长老们没说话 他知道 为什么他们还不攻打过来 他们在等 等林振天 而柳青山也在等着林振天 他一想到林振天 眼神变得极为阴沉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就在这时 远处的天空一道金光 快速飞了过来 低下的人们看着 如同一颗流星穿过 很快 林振天就飞到了这里 他停了下来 紧接着 他的身影慢慢显现 出现在众人眼前 萧明同样抬起头看去 他想要看清楚林振天的模样 哦 这就是林家家主 萧明喃喃道 天空中 柳青山见到林振天的那一刻 他握紧拳头 眼神变得非常凶狠 但是很快恢复回来 他好像在强行压制住自己的怒火 刘校长 你们男武真是让我失望 我把我的儿子托付给你们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儿子的吗 林振天的声音非常沉重 表情显露出失望透顶 柳青山恢复了平常的温文儒雅 说道 林家主 这就不管我们事啊 是你的儿子提出的生死战 我还有证据呢 林振天顿时愤怒了起来 说道 我不管什么证据不证据的 舞者都有好胜心 是你们 没有及时阻止他 才导致他命丧皇权 就是你们的错 下面的男武学员们 听到这样无中生有的理由 他们都一脸厌恶 这都能扯 你也说了 舞者都有好胜心 那这打打杀杀的 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柳青山不紧不慢地说道 他的脸上 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神情 林振天这时 顿时恼羞成怒 大声吼道 你再多说也没用 今天老子 就是要攻下 你这舞到圣地 林振天的狼子野心 这时候终于显露出来了 他今天就是要攻占男武 柳青山也知道 这林家的全族人都来了 也不可能只是过来 简简单单地威慑一下而已 柳青山好像非常熟悉林振天一样 他也没在劝阻什么 只见他眼神凶狠 嘴角露出阴险的笑容 一副文人模样露出这样的神情 看起来非常圣人 林振天这时也注意到了柳青山的模样 他皱了下眉头 有些疑惑 死到临头了 还露出这样的表情 他也不管了 这个战力如此悬殊 难道还怕他翻了天不成 不过他没有立马下令进攻 他的目光看向下面 男武那个方向 眼睛不断地扫射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金色套装 如同身穿机甲的战士威武的人 出现在他的眼前 哦 他就是肖明 这套装有意思啊 地龙甲 哈哈 没想到还给我送上如此宝物 嗯 还有龙鸭 这小子 难怪能够杀了乌尔 原来是有如此强大的装备 哼 那又如何 你必须死 林振天看着肖明 眼神从凶狠变得炽热 然后再次变得凶狠 这时候 所有人就注意到了 林振天看的那个方向 肖明 哇塞 他的套装好帅啊 嗯 他是谁 那是地龙甲 没想到 现在南五这个穷不拉吉的地方 也能有地龙甲的人 嘿嘿 他的地龙甲我要了 全都别跟我抢 他是我的 这时 他们看到肖明的装备 顿时变得眼神炽热了起来 双方都有人在争论着 甚至还有林家长老 肖明被那么多的目光看着 他感觉大部分的 都是不友好的 林家的儿郎们 看见那个金甲的家伙没 他就是肖明 杀了他 我林振天重重有赏 给我杀 林振天这时大声吼着 仿佛整个天空都在震动 林家的人一听 瞬间如同打了鸡血 全部一窝蜂涌了上去 就算林振天他不提醒 他们也知道 要杀了肖明 毕竟肖明现在就像一个 全身是金子的摇钱树 这个发财的机会 他们怎么能够放过 杀 杀 柳青山见状 他对着下面的学员们说道 孩子们 保卫南五的时候到了 拿出你们的血性 拿出我们南五的风范 我们南五从来没怕过 给我杀 说完 柳青山带领着 其他三位导师杀了过去 南五这边一听 随即气势高昂 仿佛浑身有始不完的劲 杀 杀 紧接着 叶云舟 柳之威 黄修卓等人都杀了出去 肖明同样嘶吼着 奋力冲向前 WOC 要开始了 快快拿张凳子看戏了 我第一次见舞者之间的战斗 听说舞者一旦发生战争 都是拼得你死我活的 这场面 我也是第一次见 远处的吃瓜群众 看的这一幕 纷纷说着 与此同时 肖明已经杀到了 邻家舞者面前 肖明轻松砍 直接将面前的敌人 给一刀两断 而那个人 连肖明的出刀的动作都没看清 就已经隔屁了 一旁的叶云舟 也是持剑一划 轻轻松松地杀了一个敌人 然而此时大部分的敌人 都往肖明这边来了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有的是为了肖明的装备 剑前掩开 有的则是执行家主的命令 过来杀了肖明 肖明见到大批敌人在靠近 他的也没感觉什么 只见肖明停了下来 然后他整个人的气息一变 紧接着肖明浑身剑气纵横 大量的剑气快速涌出 肖明意念一动 剑气分散开来 朝着四面八方飞了过去 如同超高速粒子炮一样 攻击向敌人 那些人看的这一幕 整个人都傻了 愣在那里 他不是用刀的吗 怎么可能用刀使出剑气 这不可能 不可能 剑气 这怎么是剑气 他不是用刀的吗 他怎么 那些人都一脸猛逼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好像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紧接着 就在那些人愣住的时候 剑气直接冲破护体钢器 贯穿了他们的全身 好像被打成了马蜂窝一样 死不瞑目 就算他们没有愣住 也不可能抵挡得住 肖明的剑法意境 已经和刀法意境一样 到达了入危机极限 第174章 喜欢叫 那些男武的学员们 看到这一幕 他们也愣了一下 他们同样脑袋里 冒出了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用刀能使出剑气 这不科学啊 就连叶云舟也惊呆了 这剑气 还能用刀使的吗 他怎么不行 他刚刚本来是杀得好好的 谁知道忽然感知到 另一股强大的剑意 一开始以为是对面的呢 处于好奇心看了一眼 这一看就惊了呀 虽然他现在很疑惑 但是现在是战斗时间 所以他很快恢复过来 投入战斗当中 其实 肖明是上次推演出的 开天意境 是肖明自创的意境 他不仅可以意境融合 还可以相互转换 这就是他意境的强大 之处 也难怪他们会被震惊到 因为这放在他们的认知里 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是他们 遇到了一个怪物 一个打破认知和常理的怪物 于是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肖明的强大 他们现在不敢贸然进攻肖明了 这时 天空中的大战也开始了 只见天空中几道金光相互碰撞 爆发出强大的冲击波 震荡整个云霄 巨大的声响 如同巨大的心跳一般响亮开来 非常震人心非 肖明抬头望去 只见柳青山在和林振天打斗着 双方非常的凶狠 招招致命 毫不留情 他们的实力相差不是很大 所以 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这不仅是实力的较量 还是心理和思维的博弈 谁其差一招 就会分分钟被无情杀死 而肖明的目光 被另一边吸引 只见在那边有三道金光在闪现 肖明仔细一看 那是高文山 他在一打二 只见高文山浑身金光 然后他的身上 还有铺着一层龙灵 阵阵战斗时 阵阵龙威显现 威阵四方 龙霸天下 那两个灵家阵 将看起来非常吃力 他们好像在承受着精神上 和身体上的压力 被如此强大的龙威震射住他们 精神力都被限制了许多 而且 高文山的力量太强大了 这来回打斗 他们的身体 都被打到阵战了 肖明看到这一幕 他没想到高文山原来那么强 这一打二 完全没压力 简直就是个坦克家战士啊 要防御有防御 要攻击有攻击啊 太强了 肖明看到高文山如此轻松 他松了口气 紧接着 肖明继续看向别处 那是孙燕宇 他对战的 同样是一位女武者 双方激烈地厮杀在一起 女武者的手段 比你想象的要残忍 就如同格式仇人一样 不过孙燕宇还是比较强大的 压着龙家的长老打 就压着他 再看向另一边 肖明又一次被惊到了 只见颜飞也是在奋力 对战着两个敌人 但是这次颜飞没有像高文山那样轻松了 他显然有点被压的趋势了 但是颜飞也在不断地弥补差距 试图掌控主动权 问题应该不大 就在这时 肖明猛然瞪大双眼 他想到了一件事 为什么只有六人 他刚刚看到 不是有七人吗 那个人去哪里了 肖明仔细回想着 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满是营笑 看着肖明的人 那人正是和四长老 吵起来的三长老 在战场上 没有掌握一个阵将级别强者的动向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 他会突然从哪里冒出来偷袭你 这时 肖明的直觉告诉他 自己现在很危险 虽然感觉不到那股杀气 但是他感觉 那人就在暗处 肖明的目光 四处来回扫射 试图找出那人的位置 他现在已经可以断定 那个人 就是他回忆里的三长老了 肖明观察了好久 还是没有发现那个人的影踪 索性肖明也不再四处张望了 而是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 肖明猛然察觉到 身后传来强烈的杀鸡 肖明的感知里 突然冒出了一个人影 只见那人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 手里持着短剑 刺向肖明的头颅 那个表情 好像自己即将要得手了一样 肖明随即快速地跳了起来 然后运行太极步 消失在原地 那人就这样错中了肖明的残影 原本面露笑容的三长老 这时凝固住了 他没想到 肖明的反应如此迅速 并且逃离的速度还如此之快 他感觉肖明的步法 和身法修炼的程度应该非常高 这时肖明出现在了 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 冒着金光的三长老 三长老这时 也看向树上的肖明 然后舔了舔嘴唇 饶有兴趣地看着肖明 姐姐 小子反应很快呀 这都给你躲过去了 害我白高兴一场 说你要怎么补偿我 我看你那件套装和战刀挺不错的 十项点 把他们给我 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 哦 不对 至少也要办尸 三长老立马口出狂言地说道 他的语气和四长老对齿的时候一样 非常的自大 慌望 见到肖明 他也认为肖明的实力非常的弱小 所以他就毫无忌讳地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如果是放在比他强大稍微一点的 他都不敢这么说 也只会狗障人士 肖明听到三长老的话 他没有任何动容 果然 林家人全都是狗 就喜欢叫 肖明也遇到过这样阴险的人 那次是在地下室里 那个人同样和三长老一样 喜欢躲在暗处 然后暗箭伤人 肖明那一次 要不是推演出了破局的办法 他险些就没了 然而经过那次后 肖明变得非常的警小慎微 这一次他反应快 迅速发现不见了一人 然后做出应对 肖明眼神阴沉 他这一次 不会再像上一次那样狼狈了 就算眼前这个敌人是阵将级别 但是 肖明现在也不弱了 实力相当于低段阵将了 距离中段阵将实力 还差几乎一半的原理 肖明非常有信息 对战眼前这个阴险小人 哎呀 上次我遇到了一条狗 他也是和你一样喜欢叫 然后我觉得他烦 就把他宰了 现在又来一条 真是的 怎么到处都有疯狗啊 肖明风轻云淡地说着 眼神里充满了无奈 下面的三长老一听 他立马明白了 果然和林辅文一样 暴怒了起来 第175章 预判 只见三长老满目猙獰 眼神带着强烈的狠力之色 小子 你找死 说完 三长老突然消失不见了 肖明随即谨慎地观察着四周 这个绝对又是一个老鹰逼 肖明目光如炬 脑子里迅速推演 算算时间 他应该也快到了 紧接着 下一秒 肖明脚步一动 这时 三长老也随即出现在肖明身后 他的眼神 如同毒蛇一般狠力 刺向肖明 然而 下一秒 肖明再次留下残影 消失在原地 而三长老再一次扑了个空 刺穿肖明的残影 紧接着 三长老顺带 连那个大树都砍断了 可见他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是铁了心想要置肖明于死地 三长老看到这一幕 眼神中有些许震惊 他敢笃定 肖明绝对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那他是怎么知道 自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没来得及想 肖明这时同样出现在了三长老的身后 只见肖明这时 也是同样浑身 冒着金光 但是和三长老比起来 还是有些微弱 三长老立马反应了过来 短剑猛然朝着背后抵挡 定 一股霸道的力量传到三长老的手中 疯狂震战着他手中的短剑 是肖明的龙牙 龙牙的霸道的暴力之气 仿佛要摧毁一切 三长老此时非常嫉妒肖明的装备 要不是他手中的短剑 同样也是比较顶级的武器 估计早就被肖明的龙牙给震断了 这时 肖明没有继续攻击三长老 而是一跳 往后撤了 他现在不能和三长老硬拼 毕竟双方的力量比较悬殊 肖明刚才也只是用自己的天赋 推演出对方出现的时机 相当于预判了对手 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偷袭对方 可对方的反应也是很快地 挡住了肖明的攻击 肖明这一次 也只是抓住了对方的心理而已 知道对方现在是恼羞成怒的状态 所以必定会全力进攻过来 肖明以此计算 才找出这一破绽 不过下次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毕竟对方也不傻 一直盲目进攻 可以说 肖明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就这样没了 三长老站在原地 没有继续进攻 小子 你比我还阴险啊 差点找了你的道 幸亏老子反应快 三长老说道 就在这时 三长老看到肖明身上发出的金光 眼神里的震惊之色 显露无鱼 哦 你小子原来已经有了正将的实力了 难怪啊 难怪斧文会打不过你 原来你藏得那么深 哎呀 斧文啊 你这次真的选出了对手啊 不过没关系 我会替你报仇的 这接下来就有意思了 哈哈 三长老越说越癫狂 好像肖明有了正将级别的实力后 他反而没有惊恐 而是疯狂 肖明也是皱着眉头 他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人就是个战斗狂 不 准确来说是个虐待狂 喜欢专门找一些实力弱小的舞者 当做他的玩具来玩 肖明显然已经被他列入了玩具的范畴 而肖明的实力也强大 他玩得越开心 只要肖明的实力没有强过他 那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肖明看着眼前疯狗一样的三长老 眼神里露出极其厌恶之色 他最讨厌这类人了 欺软怕硬 遇到强大的人 就跟狗一样爬着去求情 而遇到弱小的人 他就如同化身上位者 任由他欺负 哈哈 我的快乐时间到了 你准备好了吗 可别那么快就死了哦 不然那可就没趣了 三长老甜甜嘴唇 细血地说道 肖明本来看到三长老那个样子 就已经觉得恶心无比了 现在他又来这一句 肖明都想吐了 哎呀 我说狗也不是一只叫啊 你现在连狗都不如啊 肖明毫不客气地骂道 三长老这次没有暴怒 相比之下他冷静许多 他显然已经看出了肖明刚才的计谋 他眼神阴沉 虽然他已经很愤怒了 但是他的冷静压制住了他的怒气 肖明看着三长老平淡的模样 惊了一下 居然没有效果 看来他比林辅文要冷静得多啊 果然年轻人是比较年轻气盛的 而三长老就是经历过岁月的洗礼 经验丰富 咦 狗居然不叫了 看来你是真的不如狗啊 那个什么林辅文还叫两声呢 肖明继续刺激三长老 但是三长老还是无动于衷 就在这时 三长老突然消失了 原来留在那里的是三长老的残影 肖明瞬间危机赶上头 这一下子触不及防 肖明眼神没有慌张 反而是坚定 既然如此 那也只能赌一下了 他数着秒数 这一次他要快一秒 很快 肖明脚步一动 意识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八卦症 他意念一动 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当肖明不见后 三长老也没有出现 肖明这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他看向身后 只见三长老并没有出现 很显然肖明赌错了 姐姐姐 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第二次当吗 别小看我好吗 三长老的声音 从肖明的右侧传来 肖明从刚才早就等着做好准备 等着三长老出现了 肖明速度很快 金色的光芒在刀上萦绕 直接猛然一个横砍 看中了三长老 就在这时 肖明的眼神里 终于传来了惊慌 只见肖明砍中的 是三长老的残印 肖明此时来不及反应了 肖明想要迈开 脚步逃跑 却发现 只见的脚 好像被什么东西禁锢住了 肖明知道这是原力外放的招式 肖明在很多强者身上都见过 肖明之前听高文山说过 这样的外放的原力 是可以用原力抵消掉的 但是肖明现在就算抵消掉了 也逃不掉了 他显然已经被三长老 拉入了必死的局面 肖明这时 脑子高速运转 他的眼睛不断流转 如同眼睛里出现了 大量的攻势和数据 对方的实力太强了 他必须找出破局的办法 不如他得死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三长老真正的身影 出现在了肖明的上空 他手持短剑 猛然朝着肖明的头颅刺去 他眼神里充满了狂热 好像非常渴望 刺穿肖明的头颅 肖明反应过来 然后身体一转 入危急身法发动 但是还是不足以躲开 三长老的攻击 就在这时 肖明猛然想到了什么 霸气 第176章 龙 三长老看到肖明身上凝聚出霸气 他震惊了一下 不过很快恢复了回来 显然 他已经知道了 肖明是会用霸气的 他震惊的是 肖明的霸气 居然已经修炼到了极限 最高级别的霸气 是没有弱点的 但是三长老嘴角上扬 露出了耻笑 就算有霸气又如何 还是弥补不了实力的差距 三长老没有把肖明的霸气 放在心上 果然 三长老的短剑 直接刺穿了肖明的霸气 然后微视不见 接着刺中了肖明的地龙甲 就在这时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短剑刺中地龙甲时 短剑直接擦了出去 地龙甲上面擦出了一道痕迹 不过很快恢复了回来 这地龙甲 不光防御强 还有治愈功能 不然也不会让如此多的人眼红了 三长老看到这一幕 眼睛都直了 按道理 就算他没有刺中肖明的头颅 那肖明的一只手臂 也将会被他刺穿 但是现在直接擦过去了 所以 三长老现在非常嫉妒肖明的地龙甲 肖明健壮 立马运行原力 把束缚自己的原力震散 然后向后拉开距离 肖明也是有些震惊 他本来是就没有指望 霸气能够抵挡住 但是只需要减弱对方的攻击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刺穿自己的地龙甲 可没想到 这地龙甲如此变态 还有这样的操作 肖明这下终于清除了 地龙甲的强大了 连阵将的攻击都能够抵挡下来 难怪三长老总是要攻击肖明的头部 那自己不给他打中头部 不就是无敌了吗 肖明这时信心大增 好像发现了突破点 哼 你这乌龟可还挺硬啊 三长老现在是满脸阴沉地看着肖明 肖明细血地笑了起来 哈哈 乌龟可又如何 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 你也可以有啊 不过问题是你有吗 你有吗 肖明随即嚣张了起来 他疯狂刺激三长老 不过肖明就算有着地龙甲 也不能掉以轻心 谁知道眼前这个人 还能使出什么花招出来 到时候 肖明可不想因为自己 有了地龙甲 而大意被杀了 三长老现在已经不受肖明的刺激了 但是他的眼神变得非常凶狠 他现在已经不想玩了 这个玩具 已经超出了他设想的范畴 哼 既然如此 那我就是一下 能不能破了你这乌龟可 三长老撂下狠话 紧接着 只见三长老开始浑身冒着金光 然后他的左手凝聚出了同样的短剑 散发着金光 你能逼我用出这招 你就感到荣幸吧 这是给你最大的仁慈了 三长老继续说着 肖明此时谨慎地看着三长老 看着真的是把他给惹毛了 看这家伙的阵势 是要开大的节奏啊 肖明他现在还没有阵将级别的功法啊 不对 好像是有一门 就是那个时候 从高文山身上推演出来的 肖明仔细回想起那一门功法 他只是理论进行过 还没有实践过呢 肖明担心自己会搞砸 然而 想到自己的天赋 肖明这时坚定自己的信心 有如此强大的天赋 害怕这些 他不能自己小看自己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他什么事都做不成 想到这 肖明的信心大增 然后按照那门功法的运行轨迹 调动肖明体内的原力 顿时肖明金光闪耀 紧接着 他身后开始慢慢地凝聚出一条龙的模型 三长老这时也注意到了肖明的异样 他当然不能让肖明得逞了 哼 找死 十字隐士 三长老大声吼道 紧接着 他毫无征兆地消失不见 下一秒 出现在了肖明上空 然后双手各自持着短剑 摆出十字的形状 三长老看着下面还在凝聚的肖明 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紧接着 三长老的眼神一狠 摆出十字的两把短剑 同时猛然快速地朝着肖明砍去 然后两把短剑 同时展出两道金色的剑气 死吧 肖明没有抬头 他现在正在拼命凝聚着巨龙 就在这时 他猛然回想起了 高文山发出这一招的时候的画面 他的眼睛猛然一亮 巨龙迅速凝聚成形 画龙点睛 肖明话音刚落 巨龙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顿时一阵强大的威势 传遍整个战场 那个巨龙的眼睛 让人不寒而栗 紧接着 巨龙动了起来 盘旋在肖明周围 然后一声巨大的龙吼 响彻整个战场 哦哦 顿时 战场上的所有人都看向了肖明这边 那是龙 WOC 龙 这个好像是我们男武的功法 我上次见过 是要阵将级别才能修炼的 好像是叫什么画龙点睛 场上的所有人都被吸引 他们有的停了下来说着 而此时在天空中战斗的高文山 猛然身体一颤 然后看向下方 只见一条巨龙在向上盘旋 那是 肖明 哈哈 这小子 每一次都能给我惊喜 高文山嘴角渗出一丝血迹 他擦了擦 微笑道 哼 在我们三人面前还敢分身 找死 这时 高文山旁边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没错 现在对战的是三人 而那第三个人 赫然是楼墨 他们忘记了还有楼墨 刚刚楼墨 趁着高文山不注意 在暗中给高文山来了一击 偷袭到了高文山 高文山因此受了点伤 楼墨本来就和高文山有仇 所以他就阴险地偷袭了高文山 没想到 楼墨才是那个最为阴险的人 现在他们面对的 是林家的八位阵将了 只见楼墨随即张大嘴巴 酝酿力量 而其他两个林家阵 将同样凝聚力量 下一秒 三人同时 朝着高文山发出原力 高文山这时也反应了回来 只见高文山双手合十 然后大喊 圣灵守卫 紧接着 高文山逐渐凝聚出了一个 如同天使一样的人形 护盾出来 只见那个天使整个人 拥抱高文山 天使身后的翅膀 为高文山抵挡着那些攻击 轰隆 三道巨大的声音响起 然后高文山凝聚的天使 在慢慢地变得透明 直至消失不见 第177章 怪物 高文山硬是把个阵将 级别强者的攻击 给挡了下来 但是他同样消耗很大 开玩笑 高文山现在可是和三个阵将打呢 阵将级别每一招 都是几乎要命啊 我们继续上 他快不行了 楼墨看着高文山 对着另外两名长老 大声吼道 紧接着 三人继续围攻向高文山 现在 多了一个人后 高文山变得非常吃力 再这样下去 估计不妙 而叶云洲也注意到了 萧明那边 他现在是难以置信地看着萧明 他不敢相信 萧明现在 已经有了能够凝聚出 如此庞大的原力 而且 萧明现在还对战的 是阵将级别强者 叶云洲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刚刚一直在上阵杀敌 没注意到萧明 现在一看 直接把他吓了一跳 他现在是既高兴又失落呀 高兴的是 萧明的实力强大了 能够和阵将级别强者对打了 失落的 是他现在还在原地踏步 没有一点进步 但是他一想起 和萧明还有那个剑道约定 他立马精神了起来 他还不能输 要相信自己 叶云洲随即继续冲击敌人阵地 开始大杀四方 不远处身穿紫色套装的柳之威 也同样在一脸担忧地看着萧明 他其实更加关心的 不是萧明的实力 而是对战的是阵将强者 更关心的是萧明 萧明给他带来的惊喜 都已经习惯了 但是他相信萧明 他一直都是这样 相信萧明 他的眼神变得坚定 看着如此强大的萧明 他也不能落后 随即握紧战刀 冲向敌人 这时 那条巨龙已然盘升到天空 朝着三长老的十字盏飞去 巨龙威慑的眼神一凝 然后张大嘴巴 一口咬住十字盏 两刀力量相互碰撞 轰隆 巨响传遍整个云霄 过了一会儿 巨龙消失 十字盏也消失了 一切恢复正常 而毅力在天空的三长老 他此时非常凝重地 看着底下的萧明 没想到 萧明也有如此强大的功法 他的招式差不多用完了 而他感觉 萧明就像什么功法都会一样 每一次都会出现新的功法 他也是刚刚突破到阵将没多久 也只有这一个大招 他现在已经是前驴技穷 现在 他是既打不动萧明 功法又比不过萧明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 三长老心里吐槽道 萧明用完这招后 明显有些疲惫了 力量消耗太大了 他也同样忌惮地 看着天空中的三长老 生怕他再来一招那样的招式 萧明可用不了第二招了 三长老现在一脸羞怒 他本以为自己会轻轻松松地杀了萧明 然后找家主请功 可谁知萧明实力如此强大 这让他很没面子 让家主知道了 肯定会生气的 他望向天空 林振天的那个方向 只见林振天和柳青山 打得有来有回 还是老样子在拼命地施展招数 他一想到 会惹到家主不高兴 他立马狠了下来 和萧明想得没错 这个三长老就是这样的人 就喜欢在强大的人面前讨喜欢 哼 他现在应该消耗很大了 应该没办法再用出刚刚那招了 而我的原力 也够我再用一招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赌一把吧 看看是你这个归翘印还是 我的招式强大 三长老嘴里喃喃道 紧接着 他浑身金光再一次闪耀 凝聚出一柄发光的短剑 与此同时 底下的萧明看到这一幕 他人都傻了 怎么这样 还来 有完没完啊 萧明看着如此疯狂的三长老 有点无奈 又有点震惊 难道他是想要赌一把 萧明结合种种原因 推断出 三长老为什么如此做 萧明也没逃跑 他就算逃也逃不掉 况且 他也不想逃 那我正好来试试我的开天意见 萧明这时想到了开天 非常自信地说道 他那一天使出来的那一幕 让他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 现在这个 是他的一大底牌 正好拿他试试 看看威力如何 画壁 萧明眼神一灵 整个人的气息猛然一变 变得极为犀利 两道意境同时涌出 然后萧明熟悉地 将两道意境旋转 速度飞快 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缓慢 然后他们快速融合 嗯 这是什么意境 刀 剑 三长老在空中感受到萧明的异样 疑惑到 不过他也没放在心上 他非常笃定 萧明现在的原力 已经所剩无几了 他就算翻了天 也不可能抵挡住自己这招了 他可是把自己的全部原力 全部一干二净地用了出来 这肯定比刚才那个要强大很多 他是这样坚信的 很快 萧明融合完毕 他的身后猛然间爆发出惊人的意境 直冲云霄 萧明如同出窍的神兵 降临在世间 这时 所有人再次被萧明这个气势吸引 在天空中战斗的阵将们 也是感受到这股力量 纷纷侧目 就连林振天和柳青山也看了过来 那是什么意境 好浓烈呀 有点像画镜级别的意境 林振天难难道 这股意境 是那个时候的 原来是这小子的 柳青山看同样像萧明 眼神里闪过一丝光亮 而其他的男武学员们 同样非常熟悉 纷纷开始回忆起那天的震撼场面 现在看到是萧明使出来的他们 更为震撼了 仿佛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他们以为是一位超级强大的武者 打出来的异象 没想到是萧明 三长老同样感受到了 萧明这股意境的强大 但是他也不管了 毕竟现在他剑已然在弦上了 不得不发 就在这时 萧明如同死神般的目光 看向三长老 三长老看到萧明的目光 顿时被锁定住了全身的契机 他这时面露慌张 恐惧瞬间填满 他的心灵 如此恐怖的招式 他已经逃不掉了 必死无疑 一时间 三长老凝聚的短剑 猛然间破碎 消散在天空中 他现在如同是被一个实力 极其强大的武者 是比自己高出好几倍境界的强者 在用目光锁定住了一样 三长老看着这必死一幕 整个人都颓了下来 他现在回想起人生的种种 他感觉他一生中很精明 大多数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唯独后悔来杀萧明了 这不是人 是怪物 第178章 一刀 看到这里 天空中的林家众人 立马脸色一变 变得极其凝重 不好 林真快躲开 这时的林振天 意识到不对劲 立马朝着那边 一边抵御着柳青山的攻击 一边喊着 没错 林真正是三长老的名字 他打死也想不到 萧明 还有如此逆天的招式 这威势 已经不是画境级别的意境那么简单了 别说林真了 连林振天在如此远的地方 都能感到那股胆寒的力量 何况是林真 而此时的林真 已经听到了家主林振天呼喊 他倒是想逃啊 不过他已经被盯上了 契机都被锁定了 根本逃不掉的 这一刻 他已然认清了现实 而本来在萧明 不远处的舞者们纷纷远离现场 他们如果再待个几秒 估计要被这股威势给压死 这简直就像一场天灾一样 就在这时 萧明的身后 如同出现了一柄神兵意象 那个意象看不清楚 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好像非常的混乱 就连萧明的眼神 都变得极为锋利 冰冷 可怕 别人一看到 不由自主地吓尿了 好像这是 来自深渊的恐惧 来自灵魂的颤抖 就比如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你 一时间 全场竟然无比寂静 无一人敢说话 就连那些在很远地方 看向的吃瓜群众们 也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他们平住呼吸 如同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不敢发生 萧明手中的龙牙 缓缓地抬了起来 不紧不慢地说道 开天 下一秒 萧明的手缓缓落下 紧接着 一股无比纯粹 不明所以的攻击划过天际 有如刀芒 有如剑气 一瞬间 万物寂静 时间仿佛暂停了一样 唯有一道白 很直直地挂在天空中 久久没有消散 没有天崩地裂的画面 没有华丽的花招 一切都是那么的纯粹 萧明放下刀的那一刻 身上的意境消失 意象也随之消失 他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没有看向天空 眼神依然冰冷 而此时天空中的灵征 只见他瞪大双眼 眼神里充满了无边的恐惧 他现在好像完好无损地漂浮着 但是他的生命气息已经早已消散 如果你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他的整个身体 从中间开始出现了一道非常平整的血痕 下一秒 啪卡 灵征整个人裂开了两半 鲜血这个时候反应了过来 他们相互挤压分开了两半 然后大量的鲜血猛然间涌出 飘在空中 两个灵征缓缓落下 此时的舞者们纷纷面露恐惧 他们完完整整地 看到了萧明的那一招 可以说是惊为天人 也可以说是恐惧之源 就这么看见一名阵将级别强者 死在了眼前 他们甚至觉得 灵征都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 就已经命丧于此了 这就是最恐怖的 他们甚至不敢支持此时的萧明 甚至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二十几岁就能够用出的招式 萧明现在就如同一个 披着人类皮囊的恶魔 令人不由地心生畏惧 此时在战场上的叶云舟 和柳之威同样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不敢相信 这是他们认识的萧明 他们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他们甚至觉得 萧明是没有极限的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还有什么恐怖的招式用出来 好像每一次见到萧明 他们都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萧明 而此时 一直在天空中战斗的阵将们 也非常默契地停了下来 这小子是怪物吗 我感觉 我碰到他那招我都得死 高文山趁着这个停手的时机恢复一下 顺便说道 其他的灵家长老看到了萧明 他们同样是凝重 也有着同样的疑问 他们没想到 这些阵将级别的老将还没开张 而萧明这个后起之秀 就已经杀掉了林争了 他们简直是不敢相信 他们现在二打一 甚至是三打一都还没干掉他们 现在反而是那边压倒性的实力 一方先死了 萧明这时 再一次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萧明仿佛每一次 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震惊众人 就算实力不是最强 都能够吸引人的眼球 而此时的萧明使用了这招后 显然已经有点迷糊了 脸色都有点苍白 他赶紧拿出几枚气血丹放入嘴里 这些气血丹 不足以恢复多少元力 萧明如果需要恢复完毕的话 起码要几百克气血丹 因为这个气血丹 已经不再适应元力的补充了 但是起码能够起到 饮糾止渴的效果 就在这时 天空中 林振天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现实震惊 然后现在就暴怒了 混蛋 你杀了我儿子 现在又杀了林振 我要杀了你 林振天此时已经被怒火 冲昏了头脑 而柳青山还在惊叹萧明的表现时 便听到不远处的林振天在怒吼 然后猛然朝着萧明的方向飞去 柳青山见状立马冲了上去 把林振天拦在了前面 滚开 林振天的力量变得巨大无比 愤怒地喊道 柳青山没有走开 而是细血地看着愤怒的林振天 他好像非常乐意看到林振天这一幕一样 林振天见自己被柳青山拦着 根本过不去 然后他朝着那边的长老们大吼道 那么给我去杀了他 那些长老们这时醒悟了过来 看着暴怒的林振天 听到了他的命令 他们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毕竟他们也过不去 还有高文山他们拦着呢 你让我们怎么过去 南武的导师的实力非常强大 如果是一个人对付的话 肯定会很吃力的 起码要两个 但是现在他们抽不到身了 家主 您冷静一点 我们这边也没办法过去 这时林家大长老站了出来 说道 林振天一听 他脑子恢复回来了一点 想了想也是 就在这时 他猛然间看到了远处的楼墨 顿时如同火上浇油一般吼到 楼墨 你在干嘛 还不快去杀了他 林振天现在是非常生气 因为他看到了 楼墨在和其他两位长老 联合起来打高文山 三打一还打不过 要他有何用 第179章 王腾飞出现 所以 林振天才会如此愤怒 楼墨听到了林振天的怒吼 他顿时颤抖了一下 他原本接到的任务 是和林争一起去杀了肖明的 但是林争非常自信地 说着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杀了肖明 然后两人经过商讨 楼墨便被林争说服了 随即也让林争独自去杀了肖明 楼墨也就趁机去偷袭 与自己作对的高文山 他心里也是非常放心人 林争去杀了肖明的 毕竟他也是清楚肖明的实力的 绝对打不过林争的 所以他就同意了 起初 他也是在观察着肖明和林争的战斗 他也知道林争的性子 看到他们打那么长的时间 以为我林争在戏耍肖明 然后又看到肖明用出那条巨龙的招式的时候 他没特别注意 他还在攻击高文山呢 直至他看到了肖明用出惊天动地的招式后 他慌了 他彻彻底底慌了 也变得恐惧肖明了 他不敢相信肖明能够用出如此强大的招式 如果是自己去野市 难逃一死 他有种劫后余生 又有种愧疚的感觉 感觉对不起林争 楼墨看到这一幕都愣住了 但是听到了林振天的怒吼 他才颤动地清醒了回来 他已经感觉到林振天的怒火了 好像下一秒就会杀了自己一样 楼墨见状立马往肖明那边冲了过去 他现在已经不用惧怕肖明了 毕竟肖明现在肯定已经用光了力量 文山 拦住他 柳青山这时也向高文山说道 高文山不用说也知道要拦住楼墨 随即也冲了上去想要拦下楼墨 但是就在要追上时 高文山突然被那两个长老给挡在了前面 高导师 你要过去 那要问一下我们同不同意 一位长老戏谑地说道 高文山眼神阴沉了下来 他现在很急 如果这样下去 肖明会被杀的 滚开 我爱去哪去呢 高文山随即运行原力 然后猛然攻击过去 试图硬闯 但是 哪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他刚刚一打三就已经消耗了不少原力 现在 他显然已经不是这两个长老的对手了 只见高文山赫然被打退了回来 高文山非常不甘心 还是奋力地想要闯过去 柳青山见状 他脸色一变 这一下糟了 他看向其他两位导师 只见他们同意在战斗 随即摇摇头 高文山都去不了 他们肯定也不行 柳青山现在恨不得自己冲上去就消明 但是他眼前还有个林振天 他现在面露慌张之色 而林振天这时看到这一幕 他的怒火也终于消了下去 细血地看着柳青山 哈哈 这一下他死定了 柳青山听到林振天的话 眼神沉了下来 他推了推眼镜 在想着对策 与此同时 楼墨冲向消明的速度非常快 他没有听林振天的命令 所以 这是弥补自己错误的唯一办法了 所以他现在非常急切地想要杀了消明 只有这样 才不会让林振天不满意 不然到时候 他也难逃一死 想到这 楼墨玛力拳开往消明那边冲去 消明此时同样感受到了 楼墨快速接近 只见楼墨手持着战刀 凝聚出非常强大的力量 再向消明冲过来 楼墨虽然主修的不是刀法 但是这个时候 只有用刀才是上策 随着楼墨凝聚的力量越来越多 他的威势也越来越大 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消明 消凶 叶云洲和柳之威二人 见到这一幕 他们立马 喊了起来 他们的样子非常的焦急 柳之威甚至想要冲上来 这是许多的男舞学员们 也焦急地喊了起来 有的甚至捂住眼睛 不敢看到下一幕 而消明此时没有一丝慌张 他淡定地看着即将过来的楼墨 眼神坚定 好像下了什么决定一样 只见他的手默默地伸进了口袋里 楼墨看着此时 没有一丝抵抗的消明 他有点疑惑 但是他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硬着头皮往上了 不远处 眼看要即将得手的林振天 这时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他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然后在他笑了一下没多久 便整个人的脸凝固住了 好像他看到的 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 地面上 就在楼墨即将要砍中 消明的头颅的时候 只见一旁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拳头 猛然间轰在楼墨的身上 消明看着眼前被巨大拳头击打的楼墨 只见楼墨整个人猝不及防地 被强大的拳头挤压 整个半边身体都被崩碎 消明放慢眼神的速度 看着这一幕 紧接着 楼墨猛然往一旁飞去 然后撞在了树上 但是树都承受不住那股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被撞断了 然后继续朝着另一棵树飞去 轰隆 轰隆 就这样 连续撞断了好几棵树 在场的全部人都开始欢呼 他们见到王腾飞 好像见到了神一样 不管是男武学员 还是吃瓜群众都在欢呼 只有邻家的人在凝重地看着王腾飞 只见王腾飞没有飞起来 而是落在了地上 他身后还有很多人 这架势很显然是来帮忙的 而此时的消明 只见他手中已经掏出了蔑视中 想要准备放出来 他现在是松了口气啊 多亏了王腾飞 他这时同样激动地看着王腾飞 而此时 王腾飞也在看着消明 说道 小子 刚刚那股强大的意境 是不是你放出来的 听到王腾飞的疑问 还没等消明说话 其他人便争相开口说着 镇守使 就是他放的 就是他 太强了 我恐怕此时都难忘啊 就是消明 王腾飞听到了那些人喊着 他也点点头 清楚了一切 因为他刚刚赶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不远处 就已经感受到了那股威势 非常强大 他一直在猜测 到底是谁放出来的 他能想到的 无非就是两个 一个是超级强者 一个是消明 第180章 因为极度 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没有感知到非常强大的武者 所以他便知道的一切 之所以他会这样想 是因为他 已经被消明强大的天赋 有了一定的认知 不然 他肯定不会这样想的 现在听到是消明 王腾飞也就放心了下来 哈哈 你小子进步很大 许久没见 这都有了震江的实力了呀 看来你小子很快就能超过我了 王腾飞走过来 拍拍消明的肩膀说道 消明挠挠头 谦虚地说道 和管主比 还是差远了 王腾飞微微一笑 知道消明是在谦虚 就在这时 不远处走来一个人 消明望去 只见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吴教官 好久不见啊 消明这时说道 而那个人正是吴刚 好家伙 这下吴管的人全部都来了 哈哈 好久不见啊 你小子又变强了 不过 我也习惯了 吴刚走过来说道 就在消明想要说下去时 天空中传来了一道愤怒的声音 震守使 你不守规矩 五道联盟不是不能插手 各势力之间的战争吗 林震天在天空中 一脸不服地说道 王腾飞这时转身 目光看向天空 但是他眉头一皱 看着林震天那个居高临下的眼神 他有些不爽 然后他缓缓地升了起来 这时 那些真正打斗的镇将们 也停了下来 看向王腾飞 消明是我腾飞武馆的人 而我是腾飞武馆的馆主 你要杀我武馆的人 那得问我同不同意 我是以武馆馆主的身份出现的 况且你说的五道联盟 不能插手势力之争是错的 我们是不是不能 而是尽量 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战争 我们是必须插手的 王腾飞对于林震天 一丝好感也没有 清楚林家目前的状况 通过这个处理的案件 他也清楚林家的野心 特别是林震天 所以王腾飞的语气非常不友好 林震天听后 他确实是没有反驳的理由了 他现在非常讨厌 王腾飞这个人的位置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 既是镇守使 又是馆主 这样的权力 让他嫉妒了 您的意思是 您要掺和我们之间的战争 林震天这时 想要搞清楚王腾飞的立场 到底是 想来就消明的 还是来帮男武的 毕竟他看到了王腾飞 带了如此多的舞者过来 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他虽然杀不了消明 很气愤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了 是王腾飞这个强大的舞者 如果加入进来 就算是八位镇将加起来 也不一定打得过他 别人是镇守使他的实力 不是开玩笑的 王腾飞细血一笑 沉声道 我说过 消明是我无管的人 他需要帮忙 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帮他 此话一出 林震天顿时猛然暴退 其他的林家长老 也是惊恐地看着王腾飞 他们非常清楚王腾飞的实力 这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存在 而另一边就不一样了 导师们这时 事事如释重负 兴奋且感激地看着王腾飞 而柳青山就不一样了 他的脸上 没有露出很好的神情 他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 好像这一切早有预料一样 其实这一切都是柳青山的计划 而王腾飞出现 也是柳青山计划的一部分 可见柳青山策划了这个计划 是有多周密了 而消明想不通他 为什么要灭了林家 难道林家和柳青山 有什么仇怨吗 消明看着天空中的柳青山 陷入了沉思 林振天凝重地看着王腾飞 现在他非常慌张 没想到王腾飞会突然冒出来 这下直接打乱了他的计划 他这时才意识到 是自己太急了 还没有调查过消明的背景 就贸然进攻过来 失策啊 他想到被自己捏死的四长老 顿时一阵后悔之意传来 他在没有进攻南五之前 也没想到 连他们的导师都那么强 不是一打二就是一打三的 没有一个能够打过的 要知道他们 可是有八个阵将的 南五虽然没落了 但是实力还是雄厚的 导师们的实力 有两个已经达到了中段阵将了 只有孙燕与导师还是低段的 该死 林振天沉声说道 本来是他们优势的 现在完全反过来了 王腾飞来了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男人能够影响局势 一个顶十个 镇守使人 难道你真的要和我们林家作对吗 林振天在试图劝说王腾飞 言外之意 就是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语气里还带有一点威胁 哈哈 我镇守南疆是那么多年 你还是第一个敢和我这么说话的人 看来你是不知道天道地厚啊 王腾飞说完 眼神变得很利了起来 林振天听后 在王腾飞的语气里 他能感受到王腾飞的情绪一样 他感觉不妙了 他之所以敢如此说 他也是有底气的 如果再不行 就把他叫出来 林振天想到 在阁楼里的那个疯老头 正是他的老祖 镇守使人 你也知道 小明他杀了我儿子 我自然要为我儿子报仇 林振天试图通过这个来 劝说王腾飞 嗯 我记得 是你儿子先惹的是吧 这不是合法合规的吗 王腾飞知道 林振天想要自己 以镇守使的身份退出 是这样没错 但是那家伙故意隐藏实力 他的真实实力 是镇将级别的 然后他故意挑拨我儿子和他战斗 所以他是蓄意谋杀 林振天这时指着下面的萧明说道 下面的萧明一听 他顿时乐了 这也能编出来 他都不屑于这样做 那他杀你儿子的动机是什么呢 况且 我们也没规定 武者不能隐藏实力吧 王腾飞不紧不慢地说道 林振天真是听到这里 是啊 萧明为了什么要杀自己儿子呢 说是因为钱 但是看他那身装备 很显然已经富可敌国了 因为 哦 他是因为嫉妒 嫉妒我儿子的天赋 林振天这时想到了这一点 然后一脸自信地说了出来 此话一出 再次所有认识 萧明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讲一句笑话 萧明嫉妒林辅文天赋 第181章 狗急跳墙 哈哈 这是我听到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是啊 要不是我眼睛不下 我真信了 哈哈 现在的萧明25岁 就已经有正将级别的实力了 而林辅文28岁了 还是个大宗师 说真的 只要你是个人就知道 谁的天赋更强了 下面的学员们 纷纷开始吃笑林振天 这可不是他们故意为了吃笑而吃笑 那是商标符号的真的蹦不住啊 他们刚刚才见识过萧明的可怕 那就是 那股可怕的意境一出现 不只是他们 就连敌人都变得胆寒了起来 这是普通人 能够造出来的核弹级别的攻击 要不你去试试 这些无一例外都证明了 萧明的天赋 绝对是比林辅文要强的 而天上那玩意 竟然说出如此惊人的话语 他们也是非常佩服 你说他不要脸吧 那也不见得 你说他傻吧 那还真是 萧明也是猛啊 这流编的 也提前了解一下情况 就硬编啊 就连叶云周和柳之威都在吃笑着 这谁能忍啊 一时间 林振天原本的形象全毁 一下就成了一个笑话 在天空中仿佛就像一个小丑 任人吃笑 而王腾飞没有说话 而是让林振天 听听下面人们的话语 这一听 他这时是又羞又怒 他在想 他刚刚怎么会这么傻 说出了这样的蠢话 就连他也忍不住骂了自己 但是他听到那些人的话 他现在是怒火中烧 恨不得 下去把他们全宰了 让自己挽回一些颜面 他现在的颜面 已经扫地了 就连那些邻家舞者 也开始向他投来了古怪的眼神 看来他们也开始 对这个家主的忠心产生了动摇 他们不禁自问道 为什么要跟这个傻蛋来这里呢 一瞬间 林家的士气大跌 有的甚至直接萎靡了 而长老们 更是对他产生了怀疑 他们本来是非常同意 来攻打男舞的 但是现在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也怀疑 上了林振天的领导能力 如果换个人 是不是早就打下来了呢 林振天这时也发现了 他们家族成员的面部变化 他的神情开始慌张 然后又是眼神变得疯狂 如同一条被逼急的疯狗 要狗急跳墙的感觉 哈哈哈哈 你们都不信我 不过没关系 你们很快就会乖乖听我的话了 还有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抵抗 为什么要逼我 还有你 如果不是你突然冒出来 我现在 应该已经把这里打下来了 都怪你 你们兜得死 林振天 先是指着林家长老 然后指向南无柳青山他们 最后连王腾飞也骂上了 眼神非常疯狂 毫无忌讳地辱骂着 王腾飞听到林振天 狗急跳墙说出的话语 他顿时感到不高兴了 威严的眼神变得冰冷 他还是第一次 碰到这种做死的人 如果不做点什么 王腾飞估计会很没面子 正常人哪有敢骂郑首使的 那些郑将级别的强者 就算是憋着心里 也不敢骂郑首使啊 要问一个地区 谁的权力最大 那肯定是郑首使啊 你这不是茅厕旁打地铺 离死不远吗 那些林家长老们 已经脸色苍白了 他们可是清楚王腾飞的实力的 他们肯定是打不过的 那打不过怎么办 不就等死咯 本来他们看见林振天 劝说王腾飞 还有点希望 但是现在 这狗笔林振天 直接将他们的希望 给硬生生掐灭了 要不是林振天是自己人 他早就恨死林振天了 而柳青山这时 是笑了起来 好家伙 你这是直接自投罗网了呀 柳青山反手就是一个赞 干得漂亮 原来这是自己人啊 王腾飞这时 直接一个拳头轰了出去 然后轰出了一个巨大的拳头 朝着林振天 狠狠地砸了过去 既然他执意要找死 那王腾飞就成全他 这林家就当从此不存在了 这种霸气的想法 在这里只有王腾飞敢想出来 并且能够做得到 这时 众人纷纷看到了王腾飞出手 他们的眼睛都明亮地盯着 生怕错过任何一点 好 就是这样 不怪着他的 有些世家就是整天想着 自己是高贵的 把自己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然后做一些看不见的勾当 这下要摔死了吧 哈哈 好啊 解气 是啊 这些世家 不就沾了以前大灾难时期 他们祖宗的光妈看 这给他们能耐的 都要上天了 现在都敢骂我们伟大的镇首使了 我都想不出 他们哪天会干出点啥 不会想要统治整个世界吧 这还真给其中一个舞者说对了 林振天的野心 不单是统治龙国那么简单 而是要统治整个世界啊 这放在他们眼里 简直是异想天开 他们当作开开玩笑而已 但是他们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是真的 太商标符号的抽象了 如此有野心 但是没有大家风范 没有足够的智慧 没有雄才大略 更没有能人意识 这样的野心 只能算是一厢情愿罢了 白白让其他人去送死 最后得来一场空 悲 与此同时 天空中个巨大的拳头 已然临近林振天 南武众人纷纷期待着 看着这一幕 他们的胜利就差一步 他们清楚 只要林振天没了 整个林家将会崩溃瓦解 那样就是他们反攻的机会 就在这时 林振天瞪大双眼 然后张大嘴巴 大声喊道 老祖 救我 此话一出 王腾飞放出的巨大的拳头 猛然间崩裂 然后慢慢消散在天际 林家阁楼里 白发苍苍的老头 缓缓地合上书本 叹了口气 然后眼神有些失望地说道 唉 我自认为 世间最珍贵的是自由 自由自在 随心所欲 这是大自在啊 但是当它真正发生时 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林家老祖说出了一句 耐人寻味的话 紧接着 他毫无征兆地消失在了原地 没有一点动作 就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看起来非常怪异 唯一有证据说明 他的存在就是那些 在被风吹的 哗啦哗啦翻动的书籍 第182章 林家老祖 所有人都看到了 刚才怪异的一幕 王腾飞的攻击消失了 这很显然不是 王腾飞自己取消的 他们也清楚地听到了 林振天好像喊了句 什么老祖 救我 的话 看来是有更强的敌人 要出现了 而那人可能就是 林家的老祖 老怪物 他们这事也纳闷了 都多久了 林家老祖还存在吗 如果还在的话 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一时间 南武这边变得死气沉沉的 如果真是那样 那就危险了 毕竟那些老怪物 一个个都是 比这个时代厉害的存在 此话一出 初来轰动了南武 同样也轰动了整个林家 什么 老祖 真的吗 他不是已经 WOC 真的是老祖吗 不可能的 我也在想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刚刚没看见吗 王腾飞的攻击 直接被没了 这又怎么解释呢 一听到老祖 他们林家的众人 是既高兴又疑惑 高兴的是 老祖还在 疑惑的是 老祖怎么还在 肖民这时 也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死死地盯着天空 而王腾飞 这时震惊地 看着自己的攻击 就这样轻轻松松地 被瓦解了 要知道 如果是林振天的话 不可能做到的 而且还是一瞬间 在那一瞬间里 王腾飞仿佛感觉到了 一股来自上位者的威压 只有一种解释了 比他更强舞者要出现了 也就是无极致敬强者 王腾飞 顿时谨慎地 看着眼前 导师他们 看着这突变的一幕 也是始料未及 没想到林振天背后 还有如此人物 难怪林振天 会如此的有恃无恐 而柳青山 则是眼神平淡 没有说话 他又习惯性地 推了推眼镜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每一次都猜不透他的心思 那些林家长老们的心情 更是起起伏伏的 现在他们 是从绝望到了惊喜 他们的眼神 又重新充满了光芒 他们同样有着 林家人的疑惑和高兴 现在他们也觉得自己 错怪林振天了 瞬间又觉得 林振天这个家主 当得真不错 这便连笔翻书都快 毕竟谁给他们希望谁 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了 这时他们也带着崇拜的眼光 期待着老祖的降临 这时 整个场上的人 都紧紧地盯着天空 不管是男舞学员 林家舞者 亦或者是吃瓜群众 他们都一脸紧张 都想亲眼目睹 林家老祖的出现 哦 你们都在等着老夫吗 这个时候 林家老祖毫无征兆地 出现在了意想不到的地方 众人的目光猛然望去 只见一个拉里拉遢 满头白发 胡子都是白色的老者 站立在男舞的大门上 他满脸和蔼地看着众人 他就是林家老祖 怎么看起来 就像是个乞丐啊 我第一时间也认为 这人是个乞丐 这样子 根本不像是那种强者啊 可能这只是别人的表面 这个年龄的人 可能已经不是 很在意形象了 不能以貌取人啊 还是要小心点 学员们仿佛讨论了起来 毕竟他们是第一次见到 比阵将级别还强的强者 他们当然会感到好奇了 而那些林家舞者们 更是变得狂热了起来 他们现在斗志瞬间恢复了回来 他们的自信也跟着回来了 这次他们 可是有超级强者 老祖的协助 他们拿下男舞 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WOC 真是老祖啊 我见过他一向的 我还拜过他呢 现在想来 真是好愧疚啊 老祖还没死 我却拜了 他那么久 是啊 但是我还是很激动 我们老祖还在 也就是我们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林家的综合实力 一定会大大提高 嘿嘿 到时候 我们离南江市 第一世家的位置不远了 哈哈 在那之前 我们先拿下男舞吧 哼 这次我就不信了 有了老祖的帮忙 他们还能抵抗到什么时候 林家的舞者都非常高兴 要不是这里是战场 他们开心到 几乎要跳起来 欢呼了 这剧情真是起起伏伏啊 这电影也不敢怎么拍啊 太魔幻了 萧明看到这个老头的第一眼 他看到的 不是这个老头的表面 而是他的气势 非常强大 萧明在如此远的地方 都能够感知到 那股令人窒息的力量 这个他只有在南宫井身上感受到过 不过南宫井 显然没有这个老头的威势要强 就在这时 林家老祖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猛然朝着萧明的方向望去 萧明感受到了林家老祖的目光 顿时意识到了不妙 赶紧低下头来 有意思 那小子好像看穿了我什么 这样的天赋 他应该就是那个 杀了震天儿子的萧明吧 林家老祖刚刚就感受到 一股被人看透的感觉 他顺着目光望过去 看到了萧明 他果然厉害 仅仅通过了这一点 就判断出了那个人是萧明 不过他好像也不全是靠猜的 他还用了不知道什么方法看出来的 萧明此时冷汗直流 好像被什么大恐怖盯上了一样 过了一会儿 他缓缓抬起头 只发现林家老祖并没有在搭理萧明 萧明这时顿时松了口气 太危险了 只能说萧明的天赋太强了 无形之中 推演出了对方的一点实力 没想到这样 别人都能发现 看来萧明下次要谨慎一点了 就在这时 林振天不顾王腾飞 直接穿过王腾飞 飞向林家老祖 一点也不给王腾飞面子 王腾飞知道这是林振天的嘚瑟 他顿时眼神阴沉了下来 这南疆士 居然还存在着无极致敬强者 他是没想到的 看来他要向上级汇报此事了 老祖 你是不知道啊 我现在有多憋屈啊 他们联合武道联盟一起来攻打我们 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要不是您 我早就 林振天向着林家老祖诉苦道 而林家老祖 却是一脸鄙夷地看着他 在这里发生的事 他全都知道 别以为他不知道林振天说的是假话 他现在有点失望 为什么他林家儿郎 变得这般如此不堪 一点骨气都没有 看来他真的是 没有关注林家太长时间了 难怪现在林家没落得如此之快 第183章 加入我林家 哼 这是你的无能 要换做是我以前 早就打下来了 没用的东西 还要我出手 林家老祖 这是对着林振天 就是一顿当众训斥 丝毫不顾及林振天的颜面 林振天也是厚脸皮的 被林家老祖训斥后 头是一个劲的点啊 跟大人训小孩那样 场面非常好笑 身为一家之主 就这样被林家老祖 当做小孩一样训斥 而众人早就不认为 林振天这样会损失颜面了 毕竟林振天现在脸皮 已经掉了一地了 已经是没皮没脸的人了 林家老祖就把众人晾在那 训了林振天几分钟后 终于停了下来 林振天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 反正众人认为他是没听进去的 不过说实话 将还是老的辣 林家老祖说的话 都让在场的大部分人觉得有道理 这林家老祖 显然是给经验丰富的明白人 比这林振天牛逼多了 这林振天要实力没实力 要智谋没智谋 别提有多不堪了 老祖 就是那小子 他杀了我儿子 他刚刚还杀了我们一名长老 林振天这时候 突然指着肖明说道 他眼神非常阴险 很显然没放过肖明 非常记仇 林家老祖看过去 他已经知道了肖明 在他的感知里 他看一眼就已经认出来了 确实是惊艳奇才 刚刚的强大意境的威势 也是引得了他的注意 他也是震惊了一会儿 这是旷世奇才啊 他不禁感叹 但是他这时候 眼神沉了下来 想着 可惜不是他林家的 那就留不得了 一瞬间 林家老祖眼神杀气疼起 然后他话也没说 再次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咦 人呢 怎么突然不见了 他从那里消失的 我都没看清 WOC 这就是林家老祖的实力吗 就一个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他去哪里了 大家小心点 男武的学员们 恐惧之意冲上心头 不知道敌人会突然 从哪里攻击过来 未知才是恐惧 而在天空中 王腾飞和柳青山他们 同样一脸谨慎地观察着周围 刚刚林振天他们的谈话 很显然被林家老祖给屏蔽了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说了什么 所以他们看见林家长老 这个最能影响局势的因素不见后 他们才一副慌张的样子 然而 还没等他们说话 便听到了下方传来了一声惊呼 快看 林家强者在萧明身后 顿时 全部人的目光投放过去 赫然发现 林家老祖正站在萧明的身后 萧明也感受到了 他现在是背后两嗖嗖的 见到对方没有 立刻攻击过来 他慢慢地转过头去 只见林家长老眼神中的杀意 非常浓厚 小子 我纵横这世间两百载 你的天赋 是我见过最强的 没有之一 如果让你继续成长下去 一定能够触摸到那个境界 但是你现在得罪了我林家 为了林家 我不能放过一个 对我们林家有巨大威胁的敌人 不然不久后 将是我林家的末日 林家老祖毫不忌讳地 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他也不绕弯子 直接单刀直入 毕竟他的实力 是这里最强的 就算他说了 又如何 萧明瞪大双眼 死死地看着林家老祖 他不是怕 而是想着 即将要面临无极之境 强者攻击而感到刺激 可以说 萧明这个想法是非常疯狂的 他也不是没有办法回击 但是这时是所有人 都认为萧明死定了 萧明现在是全身动弹不得 全身的契机都被锁定 但是并没有令萧明感到害怕 真正锁定住他的是 林家长老的力量 此话一出 顿时全场轰动了起来 完了 萧明大佬要完蛋了 我的偶像啊 哎呀 杀了他 老祖说的对 就是要灭除这种威胁 哼 你天赋强大又如何 没成长起来 就是个渣渣 我老祖随便虐你 哈哈哈哈 WOC 原来萧明的威胁那么大的吗 连林家老祖 都夸了萧明的天赋了 众人开始纷纷开口讨论着 确实 萧明就是林家最大威胁了 萧明现在的成长速度 只能说飞快了 短短时间 就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 那在过段时间 恐怕连林家老祖 都打不过萧明了 看来林家老祖非常有头脑 直接将萧明当做了最大的威胁 这是正确的 糟了 那小子有危险了 王腾飞这时反应了过来 想要全力冲上去 救下萧明 然而就在这时 柳青山拉住了王腾飞 摇摇头 然后给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没事的 相信我 然后又说出了意味深长的话语 王腾飞一脸疑惑地看着柳青山 不过他点点头 选择相信柳青山 随即没有冲上去 而是默默地看着 高文山三位导师 也是想要去救萧明 但是同样被拦了下来 与此同时 地面上 远处的柳之威 甚至想要冲上来 但是被叶云周给拦住了 柳之威感觉到一阵心痛 眼里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而叶云周 也是一脸惋惜地看着萧明 他使劲锤打自己 并质问自己 为什么那么无能 自己兄弟要死了 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就这样看着 叶云周这时突然感觉到 身体里某道枷锁崩断了 紧接着 他浑身气血喷涌 如同一座熔炉 整个人瞬间如同化身黑洞 疯狂吸入周围的能量因子 狂风大作 一时间所有人都远离叶云周 柳之威也不例外 这又怎么回事啊 一下子发生了太多事 柳之威现在都缓不过来了 他本来就被萧明的事给刺激到了 现在又来叶云周的 他现在是脑子一片空白了 随着能量因子的疯狂吸入 只见叶云周 慢慢地散发出了微弱的金光 嗯 云周这小子居然突破了 难道萧明的事 刺激到他 所以突破了吗 柳青山看到这一幕 轻描淡写地分析道 林家老祖 没有搭理叶云周的突破 他都不放在眼里 小子 我很欣赏你 从你面临死亡 都不曾露出一丝的惧怕之色 可以看出 你是誓死若生的人 我给你一次机会 假如我林家怎么样 林家老祖 伸出如同枯枝般的手 出人意料地向萧明邀请道 第184章 石化 此话一出 瞬间震惊全场 不是要杀萧明吗 怎么还招揽起来了 不过他们转头 想想也是 如此旷式奇才 他们也是眼红的 如果能够为他们家族效力 等萧明成长开来 那他们家族 简直是一路平不清云啊 只能说 林家老祖打得一手好算盘 把眼光放长了看 但是他们也知道 这就等于给萧明两个选择 言外之意就是 你同意就可以活 你不同意那就死 这也算是死亡威胁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得看着萧明 将要做出什么决定 南武那边是非常紧张地看着 他们也非常在意 萧明会不会为了活就背叛他们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人嘛 为了自己而活 同时 他们也会对萧明感到非常的失望 而林家舞者那边 则是细写地看着这一幕 这种掌握别人生死权的感觉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兴奋 自从林家老祖出现后 他们就变得非常自信 比林镇天在的时候还要自信 他们好像在高傲和自豪地说着 看啊 那是我们的老祖 他们一脸高傲地看着南武的学员们 这就是他们的资本 他们狂的资本 除了地面上 天上的阵将们也在注视着这一切 他们同样好奇 萧明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校长 这该怎么办 我知道那小子的性格的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那他不就危险了 高文山这时对着柳青山说道 柳青山扶了扶眼睛 眼神非常平淡 没事的 看着吧 柳青山不紧不慢地说道 高文山听后也不再说什么 柳青山说的话 高文山还是能够相信的 毕竟已经在他底下做事那么多年了 他的性格高文山还不了解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是不会这样淡定地说的 而王腾飞 这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柳青山 不知道这家伙 又在搞些什么名堂 要不是他和柳青山认识多年 他现在早就冲上去就萧明了 哪里还要这样磨磨叽叽的 柳青山没有在说话 他看着下方的萧明 他也是很想知道 萧明的选择是什么 虽然不用想都知道 但是这也说不准 就是这样的 说不准就很让人耐人寻味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紧张和期待着萧明的选择 而在不远处 只有一个人是眼神阴沉 满脸愤怒地看着这一切 没错 此人正是林振天 当他听到自己的林家老祖 要邀请萧明接任林家的时候 他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 没想到是真的 林家老祖居然要邀请萧明加入林家 那不是他党儿子林甫文白死了 那不是他的努力都白费了 那他不是就是个真真正正的小丑 如果有人说 林家老祖 这是为了林家的未来着想 你就忍一下吧 他肯定会立马暴怒而起 直接捏爆那个说 这句话的人 去商标符号的林家未来 他现在就是要杀了萧明 林家的未来是他的 是他要来为林家开太平 哪来的什么狗屁萧明 就是未来 靠一个外人得到的未来 林振天这是越想越气 他本来是故意指出 萧明就是为了让老祖 直接把萧明给杀了 以绝后患 他都已经准备好 要看萧明怎么死的了 谁知道林家老祖 居然来了这么一出 他如同受到了万军雷霆 要萧明加入林家 还不如让他去死 看着眼前的沙子仇人 天天出现在你眼前 他觉得 就是祖宗十八代之耻辱 他倒是看明白了 这老祖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他现在才想起来 从刚才到现在 林家老祖连正眼都没看过林振天 林振天这时 是眼神变得极其阴险 他看着 不管是林家老祖 还是萧明 都是这种眼神 他也没立马冲上去反对 而是先要看看 萧明的选择究竟是什么 与此同时 萧明同样有些震惊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老头会这样说 看着这老头和蔼的笑容 要不是他是林家的 萧明都要答应了 但是萧明显然是不会答应的 他现在终于体验到了 天赋绝伦的舞者的待遇了 这连敌人都要向你邀请了 我杀了你们家主的儿子 还有一名长老 这也可以原谅 萧明脑子里蹦出这个疑问 他很好奇 林家老祖面容依然保持微笑 说道 他们的事 都是因为他们旧游自取 既不如人 狂妄自大导致的 怪不得别人 话音刚落 全场再次引起了 WOC好像还真是啊 我可是看过林辅文和萧明的战斗的 他说的三个 林辅文全战了 哈哈 连自家的老祖都出来打脸了 这个老祖是自己人嘛 怎么自己打自己人的脸啊 要我看 他们老祖就是个有头脑的人 不像他们 都是墙头草 愣头青 哈哈 男武那边顿时一阵欢乐 他们都纷纷嘲笑林家的人 本来他们被林家的人那样嘲讽 就已经很不爽了 现在终于带到机会了 而且 这个机会 还是他们老祖给的 太商标符号的给力了 林家的舞者们 虽然被这样子说 他们很愤怒 但是听到老祖的话 更值得深思 天上的柳青山 听到这番话 点点头 然后嘴里喃喃道 只是陈述事实罢了 没想到他为了萧明 姿态放得这么低 其实大家都明白 林家进攻男武的原因是什么 无非就是为了资源 权力和地位 而他们也只是装容作哑罢了 现在林家老祖 居然为了萧明 而说出这一句话 可见萧明在林家老祖看来 是多么的重要 林振天这时听到 林家老祖这番话 他也没感到任何的羞耻 和愧疚感 毕竟现在的事情 已经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还能怎么样 就算说了出来 也不会影响什么 也只是会受到 广大群众的批判罢了 而这在他的眼里 更不不当回事 萧明听后点点头 眼神里闪过一丝震惊之色 没想到他居然 直接说出了真话 当然 这也只是满足 他的好奇心罢了 第185章 杜哲出现 萧明这时候深吸一口气 眼神变得非常坚定 不 可以加入 萧明语出惊人地说道 萧明还没说完 他们那些人一听到这一句 就开始破口大骂了起来 萧明 你这个叛徒 你真是个白眼狼 其中一个人 立马喊了起来 这时 其他人的情绪 也是被引了出来 然而 萧明的下一句话 就立马让他们闭嘴了 但是你们林家家主 和他的另一个儿子 必须死 萧明继续说道 这个时候 语气变得极为坚定 听到这句话 全场瞬间轰动了起来 南武的学员们的情绪 也是立马转移了回来 而刚刚那个大喊的人 立马羞愧地低下头 诶 刚刚是哪个王八蛋呆的头 别人话都还没说完呢 是啊 给我出来 我商标符号地揍死他 萧明果然牛逼 这招出的妙啊 他不仅有实力 连智商也是在线的 太牛逼了 南武的学员们 顿时欢乐一片 他们的心情真是起起伏伏啊 果然 人是很容易就被引导的 哪怕是一丁点的不对劲 这也正常 哼 这个臭小子 还挺会玩断句的啊 吓老子一跳 我就说他 不可能答应的吧 高文山这时松了一口气说道 他刚刚听到萧明的第一句话的时候 都要吐血了 但是听到第二句话的时候 又活了回来 萧明此话一出 足以说明萧明的立场和狂妄了 林家的人纷纷眼神里露出不善的目光 他们在想 我们邀请你 加入我们光荣的林家 那是你的荣幸 没想到你 居然会拒绝接受我们邀请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萧明这招 简直不要太损了 他直接是把难题还给了林家老祖 林家老祖 现在是既想要萧明加入林家 又不想答应萧明的要求 他也是皱了皱眉头 在思考着 而不远处的林振天这时 没有立马听到林家老祖的拒绝 而是陷入了思考 这说明了什么 林家老祖他犹豫了 就意味着他在权衡利弊 很显然 没有把林振天放在第一位 不然早就拒绝了 还用想什么 林振天咬紧牙关 他既紧张 又愤怒地等待着林家老祖的答案 他眼神杀气腾腾 血丝浮现 就这样死死地盯着萧明 他没想到 萧明居然会提出如此狠毒的要求 现在 他和他儿子的生死 只在林家老祖的一句话之间 萧明这时转过头去 细血地看着眼神凶狠的林振天 嘴角上扬 露出嘲讽的笑容 林振天看到萧明这副欠奏的模样 顿时怒火冲天 想要直接冲上去 把他给捏死 可恶 林振天握紧拳头 指甲都要把他的肉给抠下来 他整个眼睛都充满了血丝 看起来如同一双血眼 面部气得通红 清金爆气 这谁能忍 况且 他还是个暴脾气 但是他现在不能动 如果自己贸然冲上去 惹得林家老祖不乐意了 说不定心意狠 就下定决心 答应萧明的要求了 你的这个要求 我不能答应 能不能换一个 我可以给你很多你想要的资源 林家老祖这时开口说道 萧明的这个要求 实在是太苛刻了 他不可能答应的 再怎么说 林振天也是林家的一家之主 如果杀了还得了 林振天听后 顿时松了口气 生怕老祖为了什么狗屁林家未来 而脑子抽了 答应了萧明 这明显是个坑了 萧明面露遗憾 摆了摆手 说道 那就没办法了 我就是要这个要求 林家老祖眼神一宁 他总算明白了 这小子 一定是不肯加入林家的 只是想让林振天死而已 哼 跟你说了那么久 不过是白费功夫 你根本就不会加入我们林家 林家老祖沉声道 萧明也玩够了 他差点就让林家老祖相信了 到时候 借着他的手杀了林振天 不是更戏剧 看着萧明嚣张的笑容 林家老祖感觉自己 是被耍了 许久没有生过气的他 今天居然久违地产生怒火 既然你那么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说完 林家老祖就要杀了萧明 萧明此时立马逃出蔑视中 想要放出来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一切 哎呀呀 你想对我的学生做什么 萧明这时瞪大双眼 赫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了林家老祖身后 折一眼 只见杜哲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他站在林家老祖身后 拍了拍林家老祖的肩膀说着 林家老祖也是瞪大双眼 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危机感 他刚才居然一点都感知不到 身后有人出现 这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要杀了他不是轻而易举 林家老祖 久违地感受到了紧张的感觉 紧接着 林家老祖猛然朝着身后攻击过去 轰隆 强大的力量 把远处的树木都打断了 可是没有打中杜哲 在即将击中杜哲的时候 杜哲突然再次消失了 哎呀 吓死我了 差点就打到我了 好险啊 杜哲这个时候 出现在了萧明旁边 你小子表现得还不错 不过和我比起来 还是有些差距的 毕竟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已经可以暴杀正降级别的舞者了 杜哲昂起头 一脸自信地说道 萧明听到杜哲的话 他都不知道 杜哲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既然他这么说 肯定还是自己太弱了 是 导师 我会更加努力的 萧明回答道 杜哲点点头 满意地看着萧明 然后暗地里笑了笑 其他人听到这句话 他们都要被吐血了 这是人言否 而天空中的柳青山 则是扶了扶额头 一副无语的样子 柳校长 这人是 王腾飞这时终于知道 为什么柳青山会阻止自己上去了 原来还有如此 强者在背后 这能用他出手啊 柳青山神秘一笑 说道 他只是我们南武的老人而已 你们南武的老人 不是已经走得走 死 王腾飞没有说出后面那一句 而是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就够了 第186章 反攻 柳青山知道王腾飞会这么问 他也不紧不慢地说道 其实我们南武 一直有一位镇守南武的强者 他是很少出手啊 只有到了南武生死存亡之际 才会出手 王腾飞听后 点点头 这很正常 他毕竟是武道联盟的 这些事情见多了 一个势力里的镇派之人 那为什么他会出来帮肖明呢 王腾飞这时又有疑惑 柳青山服了服眼镜 说道 他现在是肖明的导师了 自然要保护自己的学生 而且 这肖明是他唯一的学生 王腾飞一听 顿时惊呆了 没想到肖明居然被镇派之人看上了 镇派之人可是一个势力的魂 核心啊 这样的人做了肖明导师 那就表明南武有多看重肖明了 而王腾飞感觉 柳青山还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没有说出来 但是他也不继续问下去了 别人不想说 肯定是有原因的 林振天本来就准备看着肖明即将被杀死 他非常兴奋 但是突然又出了变数 冒出来一个人 他顿时猛逼了 为什么杀个肖明那么难 他的心情 简直就像过山车一样 一上一下的 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与此同时 林家老祖这时转过身来 看向杜哲 他现在的眼神里充满了凝重 他感觉自己的实力和杜哲相差太大了 自己可能不是人家的对手 林家老祖这时候的目光看向杜哲 他看着别人同样有点邋遢的模样 他看见这个人有点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是想不起来了 阁下是 林家老祖想要知道对方的身份 杜哲微微一笑 说道 我是谁不重要 关键是 你要杀我学生 那我就忍不了 林家老祖一听 很显然 对方是来势汹汹的 连家门都不报一下 林家老祖这时候 顿时仿佛换了个人一样 变得疯狂起来 哈哈 我要杀谁就杀谁 我现在已经是将死之年了 我还怕这些 哈哈 可惜我翻阅了世间群书 却怎么也找不到长生的办法呀 杜哲看着一下子 变疯狂的林家老祖 眼神极为平淡 没有被他这番话动摇 生与死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东西 生事正托 死是长眠 你又何必纠结于死亡 凡事都有定数 而这则取决于你自己罢 杜哲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 说的只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 林家老祖现在显然已经听不下去了 他好像还是释怀不了自己即将死亡的命运 他的眼神变得极为疯狂 哼 既然我长生不了 你就毁灭吧 林家老祖这时运行着非常庞大的力量 猛然朝着肚褶轰了过去 这巨大的威势 可以将周围的众人给压到喘不过气来 WOC 这是两位超级强者要打起来了 快离远点 不然等一下被波及到了 你哭都没眼泪了 快跑 老祖他们要开打了 林家的人快跑 嘶 太强了 我在那么远都感觉到了 好强 众人纷纷逃离这里 他们连架都不打了 保命要紧 轰隆 巨大的声音响起 地上的灰尘四起 将他们整个包裹住 让人看不见 就在这时 猛然冲烟尘里 飞出了一个人 只见那人是林家老祖 他是倒飞出去的 紧接着 林家老祖猛然撞在了一栋建筑物上 还没完 继续朝着另一个建筑物飞去 就这样 林家老祖连续撞了好几栋楼 才停了下来 众人惊呆地看着这一幕 嘶 这也太恐怖了吧 没想到这位 我日常里看都不会看一眼的看门大爷 居然如此强大 啊啊 我好后悔啊 早知道就去套一下近乎了 WOC 这个林家老祖 好像完全不是看门大爷的对手啊 太强了 无狐 男武威武 男武雄起 男武的学员们 既震惊又兴奋 他们就当着林家舞者的面 在大喊着 非常的戏剧性 林家这边 则是有变得沉重 他们的情绪 仿佛在不断地互换一样 一时是男武哀愁 林家士气大掌 而现在换了过来 男武士气大掌 林家哀愁 林振天看到这里 也是不敢相信 他看到了什么 老祖居然被打飞了 很快 灰尘散去 赫然是杜哲和萧明的身影 完完整整地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我去去就回 杜哲说完 猛然间消失不见 萧明还没来得及说话 杜哲就不见了 也就是在这时 天空中的柳青山大喊 男武的兄弟们 我们的机会来了 给我杀 此话一出 那些惊呆的舞者 纷纷回过神来 然后士气满满地 朝着林家那边冲去 这是他们反攻的机会来了 他们之前说说的屈辱 要统统还给他们 一瞬间 两方势力又打了起来 柳青山则是继续杀向林振天 而林振天这事也反应了过来 感觉招架着柳青山 林振天现在是一脸阴沉 现在发起再次战争 对他们林家很不利 王腾飞则是带着三位导师 一起战其他的林家长老 王腾飞本来是 想要对付林振天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柳青山强烈要求 要自己去对付 王腾飞从柳青山的眼里 看出了一丝仇恨 萧明就这样站着原地 看着两方再次站了起来 现在是没人敢来打他 就在这时 萧明背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萧兄 萧明转过头去 赫然是叶云周和柳之威走了过来 当萧明看到叶云周的第一眼时 整个人都惊了下 云周兄 你这是突破了 萧明说道 叶云周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侥幸 侥幸 叶云周是刚刚突破了镇江 他现在的自信心非常强 他没想到 因为萧明自己阴差阳错地突破了 萧明抽了抽嘴 这小子怎么学我说话 萧明心里想着 萧明 你没事吧 柳之威走到萧明旁边 说道 没事 你看 他们根本伤不到我 我有地龙甲呢 萧明非常自信地说道 听后 柳之威才露出甜美的微笑 第187章 恶魔萧明 走 我们去杀敌 奶奶的 刚刚太别屈了 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了 叶云周一脸狂热地说道 再加上 现在他已经突破到了镇降级别 他已经按耐不住 自己想要试一试 这股强大的力量了 看看自己现在究竟有多强 说完 叶云周便像子弹一样冲了上去 以他现在的力量 还不足以飞起来 毕竟是刚刚突破的嘛 要紧自己身体里的气血 慢慢地转换为原力 到了一定的条件后 就可以掌握飞行了 而现在的肖明的原力存储量 显然已经具备飞行的条件了 但是他现在还不算是镇降级别 只是实力达到了镇降的实力罢了 他的精神力 还要突破至下一个等级 才算是镇降级别 肖明现在如果想要飞的话 还是可以飞那么一两分钟的 就是极限了 精神力跟不上 他也没办法呀 他看多了镇降级别强者的飞行 他现在也就无形之中推演出来 完完全全学会了 现在就差突破至镇降级别了 这时剩下肖明和柳之威二人在原地 肖明和柳之威相视一笑 然后点点头 紧接着 二人也跟着冲入了战斗之中 肖明来到战场 只见叶云洲如同战神一样 在战场上来回穿梭 如果不是 实力较强的武者 根本看不清叶云洲的身影 就已经被杀了 邻家武者这时变得极为恐惧叶云洲的存在 他们生怕叶云洲会从哪个方向冒出来 给自己一下致命一击 叶云洲就如同没有了任何的束缚一样 打谁都是压倒性的力量 这在战场上是极为恐怖的 如果没有更强大的力量 来制衡叶云洲 这时 邻家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随即集合各个极限大宗师 前去对抗叶云洲 叶云洲这时才结束了他的一边倒 但是这也消耗了邻家武者战场上的 十几名极限大宗师 而且还一直被叶云洲压制 可见叶云洲现在的实力 是有多恐怖了 而叶云洲这个 也只是个前菜而已 真正变态的 还是肖明加入了战场 他一加入 没有一个邻家的武者是开心了 全部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他们也是哭笑不得呀 萧云可是连他们正将级别的长老都给杀了 况且 又被萧云刚才的重重表现给震惊到了 他们对于萧云只有恐惧二字啊 这下好了 没人来制衡萧云这个强大的敌人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些碰到萧云的邻家武者 只见吓得逃跑了 但是还是被萧云给一刀砍死了 非常残忍 那些邻家武者看到这一幕 他们变得更加害怕了 这连逃跑都不给啊 那他们不是死定了 怎么办 那个变态 谁能对付一下 妈妈 我要回家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不行 我要先跑了 再不跑就死定了 这个简直就是个恶魔啊 一瞬间 邻家的大部分武者 都在落荒而逃 他们见到了如同恶魔般的萧云 被吓得尿都流了出来 有的邻家武者 则是直接跪地投降 但是萧云 还是一刀给砍了 连投降的都不放过 兜得死 萧民这时也注意到了逃跑的人 他眼神凌厉 杀意腾腾 很快 萧民瞬间出现在了逃兵的面前 你们去哪啊 萧民说出了如同恶魔般的话语 萧萧萧 萧民 你这个恶魔 我们都逃跑了 你为什么还要抓着我们不放 我不想死 求求你了 我还不想死 那些溃不成军的逃兵们 一脸哀嚎 纷纷向萧民求情 饶他们一命 萧民眼神非常冰冷 没有一丝的同情 有的只是杀戮 你们对我已经产生杀意的那一刻起 你们的死亡已经注定了 况且还是我的死敌 那就更留不得了 萧民的心里想着 他不能放过这样一些 对自己有隐患的敌人 斩草 就要彻底 萧民气息一变 变得锋利无比 紧接着 无数的刀芒和剑气飞出 攻击向一大群逃兵 哎呀 你个恶魔 你不得好死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好后悔啊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啊 这里是地狱 扑吃 他们哀嚎的声音戛然而止 全部都死不瞑目 血肉横飞 血流成河 萧民冰冷的眼神 看着这铺满一地的尸体 没有一丝感情 对待亲人好友 他可以温和似水 但是对待敌人 他绝不心慈手软 必须死 那些灵家的舞者 看到这一幕 他们的脸色无比苍白 整个身体都在 情不自禁地颤抖 这是来自灵魂的恐惧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因为这条退路 已经被萧民堵得死死的 逃跑不行 投降不行 那他们到头来都得死 他们崩溃了 崩溃的瘫倒在地上 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紧接着 就是一剑 一刀 一手急落地 纷纷被男舞舞者无情地杀了 一时间 场上的局势变得一边倒 灵家舞者的数量在急剧减少 而在天空中战斗的长老们 也注意到了 灵家的生命数量的锐减 他们本来对付 王腾飞就已经够吃力的了 现在又感知到这一幕 就是坚如磐石的心境 也出现了裂痕 他们输定了 这结局已经注定了 但是他们也别无选择了 如果顽强抵抗 还有一线生机 他们六个阵 将在奋力抵抗 这来自三位强大的男舞导师 还抵抗着来自王腾飞的压力 他们可以所说 人数上看似占优势 实则他们完全打不过他们 这里也是一边倒的情况 没办法呀 王腾飞的实力太强了 他们也只能分散开来 一边跑一边和他们周旋着 试图找出逃跑的办法 这一画面看起来非常的狼狈 现在的局势是完全扭转了过来 不 王腾飞还没来的时候 他们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他们二打一 三打一都打不过 现在王腾飞来了 那他们不是被催了 第188章 惊恐的林振天 林家长老们 现在也是非常后悔 同意了林振天的提案 不然也不至于落到 这般尴尬的境地 他们现在是打又打不过 跑又跑不掉 非常的憋屈 欲哭无泪啊 哼 想跑 门都没有 王腾飞这个时候 一下子就看穿了 林家长老的意图 他的实战经验 可是比他们丰富多了 这还看不出来 那就对不起 他镇守南江市 那么多年所参加的战斗了 此话一出 林家长老们心里一击灵 他们现在害怕极了 赶紧加大马力 分散开来跑 他们现在的办法是 跑掉一个是一个 不要回头 高文山三位导师 也在使劲地追着 而王腾飞则站在原地 只见他闭上双眼 精神力不断地扩大 100米 200米 1000米 很快 王腾飞猛然睁开双眼 他刚刚已经用精神力 锁定住了所有人的位置 下一秒 王腾飞拳头猛然一握 请羊尽咒 与此同时 真正全速飞行逃离的林家 长老们还在幸灾乐祸地 以为自己已经逃出生天了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的身体 猛然被禁锢住了 动弹不得 他们纷纷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使劲用尽全身的力量 想要挣脱开束缚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 这时 王腾飞的再次运行力量 紧接着 林家长老们神奇地后退了 往着王腾飞的那个方向飞去 很快 他们就回到了王腾飞这个地方 他们脸色苍白 无比惨淡 看着王腾飞那个威严的脸庞 让他们起不了一点反抗的心思 怂了 镇守使 饶了我们吧 我们其实都是 被那个林阵天逼的 我们也是无奈啊 他为了让我们同意 还将我们的四长老给杀了呀 你说 我们能不同意吗 大长老这时对着王腾飞诉苦道 是啊 镇守使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 我们都可以作证 二长老也随之诉苦 我们冤枉啊 况且我们来到这里 也没杀什么人 一直都是和南武的导师们战斗啊 其他的长老 纷纷一脸苦闷地 向王腾飞求情 而导师们没有说话 林家长老说的 没杀一个人 确实是真的 因为他们最清楚不过了 他们可是一直在和林家长老战斗呢 王腾飞看向导师们 也确认了却有此事 但是他们是不是被逼无奈的他 现在还无法确认 毕竟这背地里的事 他们也不知晓 你们死罪可免 但是活罪难逃 既然你们来攻打南武 那你们也应当接受惩罚 你们的生死 那也是交由南武决定 王腾飞这时说道 他们的势力之争 没有危害到社会的稳定 那王腾飞就无权来处理他们了 就交给受害方南武来解决 林家长老们听后 顿时失落了下来 交给南武解决 那他们的生死就不确定了 他们现在是既有生的希望 也有绝望 到这里 林家长老们都被束缚了起来 他们也没了危险 而此时 林振天和柳青山 还在不停地战斗着 柳青山是非常的凶狠啊 对付林振天的招式 简直是招招致命啊 林振天这时 也注意到了地上和天上的所有事 他现在变得既恼怒又不甘 所以他打柳青山 同一招式非常的凶狠 把全部的气都要撒在柳青山的身上 最好是杀了他 他现在的败局已定 已经无力回天了 同样他也知道他逃不掉了 索性往前杀 杀出一条血路 那还有一丝希望 但是想想容易 做到很难 毕竟柳青山也是非常强的 他现在连柳青山这关都不过不去 谈何容易啊 他现在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柳青山要抓住自己不放 为什么柳青山会对自己的怨恨如此之大 我和你也没仇吧 林振天这时 一边打 一边咬牙切齿是说道 柳青山听后 好像激怒了他一样 变得更加凶狠了 你完全想象不到 一个戴眼镜的斯文人 居然会如此恐怖 面目猙獰 如同化身恶魔 黑化了一样 林振天见到发怒的柳青山 他更加疑惑了 他努力回想着 自己哪里招惹过柳青山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来 毕竟他做的事情太多了 想都想不过来 柳青山疯狂地攻击着林振天 林振天这时也是憋屈 一股无形的怒火涌上来 他也怒了 随即猛然和柳青山打了起来 一时间 他们打得天崩地裂 巨大的冲击波 把周围的房子都震碎 幸好他们开打之前 这里方圆百里的百姓 也已经被疏散了 要不然 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就这样 他们从天空打到地上 再从地上打到天空 甚至直接消失在了众人视野里 柳青山虽然发怒了 但是他此时还是保持着理智的 而林振天这时候 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就是目标 就是为了杀了柳青山 不择手段 柳青山这时 突然眼睛一灵 看起来非常凶狠 紧接着 力量不断地喷涌上来 整个人的力量 从金色变得血红 这不是汽血之力的那个红 而是来自地狱的红 林振天这时醒过神来 无比惊恐地 看着柳青山这个样子 狂 狂战体 你你 你是那个人 你还没死 林振天嘴唇颤抖说道 好像遇到了什么大恐怖一样 哈哈 你终于记得我了 那个时候 真是多亏了 你留给我最后一口气啊 哈哈 柳青山整个人变得血红 牙齿都变得极为锋利 如同一个真正的恶魔一般 林振天这时 回想起了从前的事 不敢相信柳青山 还或者 在他的记忆里 出现了一个豪宅 但是在这个豪宅里面 好像经历了一场浩劫 周围都是尸体 血流成河 而此时 中间站着一个 看起来是十三十四岁的少年 而面对他的是一群 满脸是细血的人 那个少年的模样 几乎和现在的柳青山 一模一样 没错 那个人赫然是柳青山 只是那个时候的柳青山 满身是血 身体 都被大绳绑着 柳青山使劲挣扎 都没有用 柳青山整个眼睛血红 他好像非常痛恨眼前的人一样 第189章 柳青山往事 在那群人中 他们身穿的 和现在的林家 一模一样的制服 那些人显然就是林家的人 而此时 在人群的中间 出现了一个青年 如果你仔细观察 那个青年 和现在的林振天 非常相信 而他正是青年时期的林振天 见到林振天过来 众人纷纷对林振天 恭敬的行礼 少主 少主 青年林振天 一脸高傲地走了过来 说道 怎么样了 报告少主 我们已经 将这个狂战体的小子 给控制住了 一个林家的人说道 林振天这时嘴角上扬 一脸细血地看着被绑住的柳青山 林振天用手抓住柳青山的头 说道 哈哈 你不是很嚣张的吗 嗯 现在我杀了你全家 你继续嚣张啊 哈哈哈哈 柳青山被林振天这样刺激 他顿时变得更加疯狂 想要用牙齿咬林振天 哎哟 还变成狗了 都说不出话了 瑟瑟 真可怜 不过我喜欢 哈哈哈哈 林振天一边笑 一边嘲讽柳青山 柳青山眼神非常凶狠 对林振天已经恨之入骨了 林振天这时候站了起来 满脸诡异的笑容 非常甚人 我们走 我杀了他全家 我的目标也达成了 就把他留着这里 让他在失去家人的痛苦中 慢慢死去吧 我就喜欢这样折磨别人了 哈哈哈哈 我看看以后有没有人敢在我面前嚣张 这就是下场 哈哈哈哈 青年的林振天 年轻气盛 非常疯狂 柳青山这时疯狂挣扎 想要挣脱束缚 去杀了这些畜生 尽管他们近在咫尺 却无法动他们 紧接着 他们便离开了 只剩下了柳青山 和他倒在血泊中的亲人 柳青山仰天嚎叫 即使他嘴巴发不出声音 但是他 还是要宣泄着 这无尽的愤怒和不甘 林振天的回忆结束 他现在是非常后悔 当初没有除掉这个后患 哈哈哈哈 你肯定很后悔 没有杀了我吧 哈哈 整整二十多年 你知道我这二十多年是 怎么熬过来的吗 我每天做梦 都梦到我亲人 来向我诉苦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这一刻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就是你们林家的末日 我要为我的家人报仇 柳青山朝着林振天怒吼道 林振天听到柳青山的话 他终于明白了这一切 他这时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是柳青山的局 而他一直都是往柳青山的坑里跳 而且还是正中靶心的那种 他一时间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原来老祖说的都是真的 紧接着 血红色的柳青山 这时突然变成了黑色 这是狂战体最高形态 力量爆炸 全方位的提升 但是容易失控 变成眼里只有杀戮的怪物 而柳青山现在的思绪非常的清晰 他二十多年都熬过来了 还会怕区区被狂战体控制思想 他现在的意志力变得非常强大 这点理智他 还是能够留下来的 然后柳青山整个黑团消失不见 他赫然出现在了林振天面前 林振天立马伸手抵挡 然而柳青山没有立马攻击林振天 而是脸上露出了细血的笑容 此情此景真是似曾相识啊 紧接着 只见柳青山身后 迅速凝聚出一个非常威武男子的虚应 那个男子的样子 如同一个战神降临人间 只见那个战神看向林振天 仅仅只是出了一个手指头 弹向林振天 轰隆 巨大的力量击打在林振天的身上 爆发出巨大的声响 林振天抵挡在前面的手臂一麻 然后手臂一脱离开来 力量狠狠地打在了林振天的胸口上 咔嚓 林振天的肋骨都断了几根 紧接着 他猛然间吐出一口鲜血出来 林振天飞向了身后的建筑物 狠狠地撞在了上面 好在这个建筑物抗揍 没有让林振天穿过去 做完这一切 柳青山身后黑色的虚影 消失不见 还没完 柳青山身形再次消失 出现在了林振天面前 看着倒在地上的林振天 柳青山一脸细血地看着林振天 不过这也正常吧 你灭我全家 那我灭你一族 很公平吧 柳青山这事说道 然后他眼神一灵 一拳猛然轰在了林振天的脸上 林振天反应很快 运行原力 想要瞬移 飞走 但是完了 下一秒 轰隆 林振天刚起来 又被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整个人的脸都他陷了进去 鼻子哪还有什么鼻梁 变成了个没人样的怪物 狂战体最终形态果然恐怖 不仅是全方面的提升 就连预判也是如此厉害 现在的柳青山的实力 是林振天的三倍 林振天完全不是对手啊 哈哈 怎么样 滋味不错吧 哈哈 柳青山狂热的眼神里 充满了戏血 语气都是嘲讽 林振天倒在地上 脑袋昏昏地 被柳青山这么一下 他的心里的恐惧 终于抑制不住地涌了出来 他现在引以为傲的实力 地位 野心都破碎了 他没有杀柳青山的那一刻起 他的命运已经注定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 他觉得会杀了柳青山 他现在是非常后悔 这可是狂战体啊 他那个时候 居然还能如此心大 放过这样的隐患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声 柳青山没停下来 充满力量的拳头 继续轰击着林振天的头颅 哈哈 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带着后悔下地狱去吧 哈哈 柳青山疯狂 暴打林振天的头颅 随着柳青山的击打 柳青山整个血红的脸上 染满的鲜血 而林振天的头 已经被打得稀巴烂 处理流出鲜血外 还流着血白血白的脑浆 显然林振天已经死透了 地上被柳青山的疯狂击打 打出了一个大坑 柳青山这时 终于慢慢地停下了手 然后满脸露出带有释怀的笑容 看起来有点诡异 紧接着 他身上的黑色力量 慢慢消散不见 柳青山抬起头 看着天空 眼神松懈 第190章 救命之恩 柳青山眼眶湿润 留下了久违的泪水 他以前从来没哭过 而今天他哭了 父亲 母亲 柳家的上上下下的亲人们 我为你们报仇了 柳青山一脸痛苦地说着 他心如刀绞 当年林家的实力鼎盛 在南疆市 也是数一数二的市里 他们横行霸道 无恶不作 而柳青山年轻时 也只是因为一件小事 和林振天发生了争执 林振天争不过 就派强者灭了柳家 这个在当时没有任何法律的时代 实力强大就是天理 柳青山哀伤完后 他朝着一个方向 猛然间跪了下来 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大殿 多谢当年救命之恩 要不是您 我恐怕会死不瞑目 就无法报仇了 柳青山跪拜的方向 赫然是龙君炎铜像的位置 柳青山的回忆 慢慢地浮起 在柳家 此时是一片死寂 毫无生机 柳家的庭院里 满是尸体 血流成河的血 也凝固住了 而在正中间 有一个少年正在奄奄一息 但是他还在不停地发出哀嚎 喉咙都沙哑了 如果你不仔细听 根本听不出他的声音 而他的意识 也正在逐渐散失 瞳孔慢慢涣散 即将面临死亡 就在这时 一个容貌异常俊美 身体修长 眉宇间洋溢着一股 鹦鹉之色的男子 走了进来 他看见周围的惨状 露出一副同情的脸色 看样子 这里刚刚被屠杀没多久 这手段真是残忍 一个活口不留 嗯 那个男子赫然是龙君炎 龙君炎本来是在感叹的 但是他好像 发现了什么 他慢慢地朝着中间 被捆绑着的柳青山走去 柳青山看起来非常瘦小 在这样的虐待下 显得异常残忍 这小家伙 居然还活着 紧接着 龙君炎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枚丹药 直接放进了柳青山的嘴里 柳青山这时候的意识 还存留着一点 他能够听到龙君炎的声音 也能感受到口中的丹药 他知道 这是他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他用尽全身的力量 将口中的丹药吞了下去 很快 他身上的伤势 肉眼可见地恢复了回来 但是他的意识 还是处于涣散边缘 他需要休息 才能恢复回来 嗯 这小家伙 居然是狂战铁 天生的战士啊 没想到这个体质 居然会出现在 如此瘦弱的身体上 看来这是上天的安排了 你冰死时遇到 我也是命运了 我们也算是有缘了 龙君炎说道 他原本是不相信命运的 但是现在他遇到的一切 谁能说准呢 紧接着龙君炎从口袋 掏出几枚丹药 和一枚徽章 如果你仔细观察那枚徽章 上面是长着翅膀的战刀 那不就是男武的校徽吗 然后龙君炎 把他们放在地上 紧接着 解开绑着柳青山的绳子 柳青山躺在地上 他还是动弹不得 因为他浑身的骨头 都被林家的人给敲碎了 意识也是模糊的 根本动不了 这些是我的丹药 应该能够治疗你的伤势了 还有一些修炼的丹药 你好了 可以吃这些丹药修炼 效果是半功倍 最后 这是我自创的大学男武 虽然现在的知名度 还不是很高 只是个小势力 但是如果你没地方可去 可以拿在 我这枚徽章区那个学校 他们看到这个徽章 自然会收留你 龙君炎夸夸其谈地说道 做完这一切 龙君炎站起身来 好了 我也该走了 我是碰巧经过这里 遇到了你这个小家伙 以后有缘再见吧 只见龙君炎浑身金光 猛然间消失在了原地 很显然 他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柳青山回想着这一幕 他再一次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这不是感伤的眼泪 而是感激 而是怀念 从那以后 龙君炎再也没有回过 自己所创建的校园 南武 柳青山也是来到了 龙君炎所说的这个学校 他来到这里后 所有人都对柳青山非常好 柳青山也把这里 当成了自己家 他的实力 在这里突飞猛进 在这期间 他也关注着龙君炎的事 什么龙君炎带领大军打退凶兽 然后又是龙君炎 对抗各大势力 让各大势力臣服 紧接着就是建国了 龙君炎也变成了龙君炎大帝 他那个时候 每每听到这些消息 都非常的振奋 高兴 他原本以为龙君炎完成了这些后 会回到自己的学校南武看看 可谁知道 他并没有回来 反而带给他一个沉痛的信息 龙君炎不见了 是的 龙君炎建国后 仿佛就像是上天派他下来 完成了建国的使命 就返回了天国一样 人间蒸发了 他再一次感到了 龙君炎遥不可及 他现在就是想要给龙君炎一个感谢而已 这份感谢柳青山一直留到了现在 他已经报仇了 却还是无法当面感谢当初的救命恩人 他也只能朝着龙君炎的铜像朝拜了 以表感激 他现在已经有了家庭 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与凌家的仇恨 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是对不过凌家的 所以他利用一切 就是为了今天 今天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柳青山也释怀了 柳青山这时站了起来 走向林振天的尸体 眼神格外冰冷 他托起林振天的无头尸体 在地上拖出了一道血痕 朝着已经离得遥远的战场走去 很快 柳青山就回到了战场上 只见南武和林家的人还在打斗着 但是南武一方肉眼可见的一边倒 林家的人节节败退 死伤惨重 特别是叶云周和肖明 在战场上一剑 一刀一个 非常利索 柳之威也是对待敌人 一点都不心辞手软 同样持绳在战场上 迫于他们的压力 林家随即针对他们 构起了一道防线 但对于他们 根本起不来什么作用 实力就是实力 你再多人也是来送的 林家现在是既不敢当逃兵 又不敢投降 没办法呀 这两者他们都不放过 就是要把你往死里杀 他们只能奋力抵抗了 这样兴许还有机会活命呢 不然根本不可能 第191章 我是一试 自从腾飞武馆的加入后 南武的攻势变得更猛了 要人数有人数 要实力有实力呀 就这样 林家的人一路被逼退着 往他们林家退去 王腾飞没有再去参与这些 对他来说弱小的战斗 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这林家所有的阵将级别强者 也被他绑了起来 随即他的目光望向很远的天空 指尖那里可以看到 两个金光在打斗着 在相互碰撞 他们打斗之间 都爆发出强大的震荡冲击波 仿佛地动山摇 天上的云层都被他们打散 这么远都能感觉到 那恐怖的力量 非常可怕 那个赫然是杜哲和林家老祖的战斗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 这看起来是势均力敌 但是其实是林家老祖的劣势 凸显 看起来非常的吃力 而杜哲显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一点都没有发力的样子 就是完 王腾飞仔细观察着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他现在已经是极限阵将了 理无极之境 仅差一步之遥 他可要把握这次机会 试图从中观察出什么 找到突破的奇迹 而南武的导师 他们则是将那几个林家长老控制住 见到了没有阵将级别的威胁 他们随即 趁着这个机会恢复一下 赶紧调整状态 他们也趁着这个难道的机会 观摩学习无极之境强者的战斗 与此同时 柳青山已经回到了战场 他拖着林振天的尸体 南武的学员们 林家家主林振已死 给我杀 柳青山大声吼道 柳青山刚才和林振天战斗消耗很大 再加上运行了狂战体后 现在已经没有了力量了 他现在非常虚弱 需要好好恢复一下 WOC 那真是林家家主的尸体啊 好惨啊 头都被打没了 啊呀 那是我们的家主 他死了 完了 我林家完了呀 都怪他 都是他鼓动 我们来的 这下好了 我们林家注定要亡了呀 要亡了呀 南武学员们 看到林振天被打死 非常开心激动 而林家的舞者 则是变得更加悲哀 他们的士气 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他们已经没有力气抵抗了 怎么样都是死 还不如早点死算了 他们的斗志 从至少抵抗 还有希望 到了毫无希望了 但是 你以为你放下武器 就不会死了吗 不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 没有一条生命 是值得可悲的 不吃 林家的舞者 在沉重中一个个死去 还没退回林家 他们就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南武学员和腾飞武馆学员 如同钢铁洪流一般 冲向他们 冲向林家 而那些市民和吃瓜群众 早早就被武道联盟给疏散了 势力之争就是这样 他们的统一戒令 就是不能伤害无辜 不然这会受到全世界的制裁 所以 哪里有势力之争 就会有百姓被疏散 而这一切的损坏 都是由双方赔偿 此时的街上 一个人都没有 舞者们畅通舞祖 朝着林家冲去 即使林家已成败局 很显然 柳青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继续指挥着大部队 朝着林家赶去 林家的舞者们 已经被他们 杀得差不多了 一路上 都是林家舞者的尸体 横尸遍野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林家 这是一个大概有 好几亩地的大豪宅 非常壮观 他们来到这里停了下来 只见林家此时的 大门口紧闭着 而林家的围墙高高的 让人很难攻过去 而且这个大门 也是看起来非常坚硬 无法轻易突破 那些跑回来的林家舞者们 这个时候松了口气 他们差一点就没命了 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喂 这是什么情况啊 你们不是去攻打南武 现在怎么被他们打了过来啊 还要怎么 就剩下你们几个了 这是不知情的林家舞者说道 你是不知道我们是多么艰难 才跑回来的啊 我们的家主死了 长老们也被抓住了 我们现在是所有的强者都没了 那些人听到他们的陈述 立马害怕地倒吸一口冷气 看着外面一堆的敌人 他们陷入了恐慌 这怎么办 我们逃命吧 哼 逃 往哪逃 放心吧 我们的大门应该能够挡住他们 而且看他们的阵将级别舞者 也没有打过来的意思 现在 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老祖了 如果老祖赢了对面 那我们的机会就回来了 到时候 那好吧 我们也只能祈祷他们 打不开我们的大门了 林家的舞者听到了老祖 他们也从恐慌中恢复了过来 没错 只要他们的老祖打赢了 到时候就是南武的末日了 他们还有希望 这个大门看起来有点东西啊 怎么搞啊 是啊 要不我们直接跳进去得了 怎么跳啊 这墙上还有铁丝网呢 这林家是早就有准备了吗 众人纷纷开始讨论起来 他们现在战役正盛 刚刚都是生龙火虎的样子 想要直接杀进去 奈何他们现在无法进去 这就麻烦了 萧兄 我们现在两个实力最强 要不我们去试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门给打倒 叶云周已经按耐不住了 他随即和萧明说道 萧明听后 冷静地看着这个大门 摇摇头 说道 没用的 这个大门的构造 连阵降级别都打不到 只有 萧明说着 看向了天空 叶云周也知道萧明什么意思 但是他们两个 现在没有一个会飞的 他自己是原力还不够 还飞不起来 萧兄能够飞 叶云周这时疑惑地问道 萧明点点头说道 我试一试 叶云周这个时候 他也是有点震惊 他自己是 刚刚突破到了镇降级别 而萧明现在已经能够飞了 叶云周都要怀疑人生了 他以为自己突破了 能够和萧明平分秋色了 没想到是自己太天真了 这萧明还是压了他一头啊 不过叶云周也没感觉什么 这都已经习惯了 他感觉自己 好像被萧明追上后 永远都追不上他了 叶云周面露无奈之色 第192章 起飞 萧明随即脑海里 回想起飞行的运行方式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艰难的事 紧接着 萧明的精神力和原力 一起运行了起来 就在这时 萧明的身体 慢慢地飘浮了起来 整个人冒着金光 WOC 快看 萧明大佬居然能飞起来了 哇 那是我们武馆的萧明 他居然已经能飞了 这也就是说 他已经是镇江了 这下好了 他进去了 然后给我们开门就行了 众人纷纷惊呼 不管是南武 还是武馆的人 他们都对萧明非常崇拜 可以说 萧明的影响力 现在是很大的 萧明漂浮起来后 他开始慢慢适应这种感觉 这种脚底踏空的感觉 让萧明感觉很陌生 随即萧明晃悠了几下 很快就适应了 他觉得 这种飞在空中的感觉 还是不错的 自由自在 萧明以前就很向往 能够像小鸟一样飞在空中 那种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的感觉 让他非常向往 他也常常幻想着 自己有一天能够飞起来 这不现在就来了 萧明第一次飞起来的感觉 还是挺奇妙的 这种实现小时候的 一个小小梦想的感觉 让萧明如梦如幻 感觉这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切 这原本以为无法实现的 现在却真真切切地飞了起来 随即萧明便欢乐地 往上飘了起来 好像没有把攻打林家当回事 看萧明大佬这个样子 看来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也是怀着对飞行的渴望 我也要好好努力才行 至少要实现 我这个小目标 是啊 如果是我飞起来 我比萧明大佬 还要得意望行呢 哈哈 果然全部人都一样 如果萧明听到了他们的话语 一定会惊叹 原来蓝星的人也一样啊 看来是人都一样 但是萧明飞着飞着 他也没忘记 他是来干嘛的 现在他的精神力和原力 不够维持多长时间 必须要开始了 萧明也遗憾地结束了 自己欢乐时光 然后朝着下方的林家飞去 林家的舞者们 这时也注意到了 飞在天空中的萧明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不会是老祖回来了吧 不知道啊 这太远了 看起来好像不是老祖 我拿个望远镜看看 林家的人 纷纷一脸疑惑 而那些刚从外面逃回来的舞者们 这时瞪大双眼 他们死死地 盯着天空中的身影 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 那那那 是萧明 就是萧明 一个人惊呼 他脸上充满了恐惧 萧明 那不是杀了大少爷的人吗 怎么可能是他 你开玩笑吧 你没参加战斗不知道啊 他现在可是镇江了 他还杀了三长老 此话一出 林家全部人顿时震惊 难以置信 如果是别人说出这句话 他们根本不相信 但是说这句话的人 可是刚刚从战场上 回来的舞者啊 这他们不得不相信了 快 那高科技武器 把它给打下来 林家舞者其中一个人 惊恐地惊呼道 萧明已经有了 杀三长老的实力了 那怎么可能不会飞 他太傻了 忘了还有这茬 如果他知道萧明会飞的话 肯定会让林家的人 提前部署 对付高空的高科技武器来抵挡 但是现在恐怕晚了 顿时一股沉重的气息 笼罩众人心头 这下完犊子了 果然 还没等他们拿出武器 很快萧明就降落到了林家 哦 你们这是在干嘛啊 萧明一下了 就看到林家在急急忙忙的 要拿出什么玩意 他细血地问道 那些林家的舞者们 满脸惊恐地看着萧明 他们可是见过萧明的手段的 那叫一个残忍啊 根本不留情 就在这时 一个舞者猛然跑到萧明面前 跪了下来 萧明大人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参加这次战斗 都没杀过你们的人啊 我保证 我从此和林家断绝关系 我不再是林家人了 那个人满脸哭丧 看起来非常可怜的样子 眼泪 鼻涕都流了出来 看起来非常恶心 萧明大人 我也不敢了 我甚至都还没有出过林家 我完完全全没有参与这次的战斗啊 求求你饶我一鸣吧 越来越多的林家舞者 向萧明求情 求他放过他们一马 萧明摇摇头 何必呢 紧接着 萧明手起刀落 扑哧 求饶的人 纷纷被萧明一刀杀了 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看到这一幕 林家的人 顿时陷入了恐慌之中 他们都求饶了 为什么你还要杀他们 一个比较强大的林家舞者 这时问道 为什么 你这个问题真是可笑 你怎么不问问 你自己为什么要杀我呢 萧明细血地说道 那个人顿时被说得哑口无言 他确实对萧明起过杀意 但是 但凡是林家的舞者 都对萧明有杀意吧 那他的意思 是不是要将林家的人全部杀光 那个人想到这个可怕的一点 他看着萧明 他好像真的能够做出来 你个恶魔 你别嚣张 等我们老祖回来 就是你的死期 到时候 你就跪在我们面前 忏悔吧 那个人这个时候 搬出老祖 一脸自信地说道 嗯 你居然还在对你们的老祖抱有希望 他现在恐怕连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还管你们 萧明这时讽刺地说道 他一看就知道 杜哲要比那个林家老祖要强很多啊 况且 现在林家老祖的心境还不稳 那是必败的局啊 他们还在把这个当作希望 这真是可悲可叹呢 林家众人听后 他们再一次惊恐了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们老祖现在还在和对面的强者战斗着 他肯定是故意散步恐慌 让我们不团结而已 林家的人 这时讨论起来 不可能 我们老祖是不会输的 你别想骗我们 他的实力可是很强的 他应该还有更强大的招式 我可是亲眼见过的 那个人这时大声吼道 他心里也没底 但是为了恐吓萧明 他也只能这样说了 第193章 林家舞者的恐惧 哼 你老祖要是有那么强 他早就突破了 萧明冷笑一声 然后嘲讽道 那些人听后 眼神阴逸 没想到这一下子 就被萧明给识破了 得想办法把萧明给拖住才行 万一老祖真的回来了呢 与此同时 外面的南武和武馆学员们 这时也吵闹了起来 萧明大佬 怎么进去那么久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可能 萧明大佬现在的实力 可以杀镇江 里面一定没有比萧明大佬 强大的存在了 应该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 也许吧 我们也没办法了 只能等等了 要是不行 我们去禀告导师他们 外面的舞者 纷纷对于萧明 还迟迟没有开门表示疑惑 他们有的认为 萧明在里面出事了 有的认为 萧明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 看法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 都是在关心着萧明 萧明此时也是听到了外面的声音 知道外面要等不及了 他被眼前的邻家舞者 耽误了点时间 也是时候结束 这个争论了 随即萧明的眼神 杀意腾起 看向眼前拦路的邻家舞者 正在思考 如何拖住萧明的邻家舞者 顿时感觉到背后一凉 他看向萧明的眼神 他的心灵煞时间颤动了一下 整个人都弥漫着恐惧 浑身颤抖了起来 你你你 你不能杀我 要不然我们老祖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那个舞者话都说不清了 在那里害怕地抖动着 而其他的邻家舞者们 同样如同看见恶魔一般 纷纷脸色苍白 有的甚至被吓尿了 流出黄色骚臭的不明液体 别总拿你老祖压我 我最讨厌被威胁了 萧明眼神冰冷 沉声道 他的话语 如同恶魔的低语 在邻家人耳边萦绕着 挥之不去 他们仿佛受到了恶魔的诅咒一般 啊呀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那个挡路的邻家舞者 这时意识到 自己就不该来拦住萧明的 他死定了 他一直后退 已经退到了大门前 不能再退了 不要 不要 我不想死 求求你了 我可以给你当奴隶 当狗 只要你放过我 我可以帮你做任何事 那个人这时候 连尊严都不要了 只见一直跪在地上 像拜祖宗一样求饶 然而 萧明会被说动吗 不会 要是把你留着身边 哪天突然给自己 背后来一下怎么办 那不是引狼入室了吗 萧明不为所动 直接手起刀落 砍向那人的胸口 扑吃 锋利的龙牙 直接将眼前的邻家舞者 给开出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深邃地让人害怕 连里面的内脏都露了出来 鲜血如同泉水一样 猛然间涌出 你你你 你这个魔魔 魔鬼 紧接着 那人便断气了 周围的龙家舞者 看到这一幕 他们纷纷尖叫了起来 开始四处逃窜 找地方藏起来 好像看见了什么大恐怖一样 在他们眼里 萧明如同没有任何 同情心的杀人机器 萧明做完这一切后 没有搭理那些逃窜的龙家舞者 而是看向大门一旁的开关 然后按了下去 紧接着 龙家大门慢慢升起 然后 大门外这个时候 看到这一幕 你们看 大门打开了 那是萧明大佬 他成功了 WOC 不愧是我的偶像 我差点都要叫导师过来了 众人非常激动地 看着大门口处的萧明 萧明如同他们的主心骨一样 见到他就仿佛看见了希望 他们的士气瞬间高涨 兄弟们 给我杀 一个人大声喊道 紧接着 成群的舞者们涌入龄家 他们竟然有序 在萧明面前 他们给他让出了一条道 他们可不敢 在萧明面前乱来 萧兄 不愧是你啊 话说你怎么进去那么久 是出什么事了吗 叶云周这时候 没有随着大部队冲进去 而是过来和萧明说说话 是啊 萧明 你没出神妖是吧 柳之威这时 也一脸担忧地看着萧明 萧明摆摆手 微微一笑 说道 没事 就是有几只苍蝇挡到了 我耽搁了几分钟而已 萧明说得非常轻描淡写 仿佛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样 叶云周和柳之威听后 他们显然知道萧明什么意思 随即便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好了 刚刚校长命令我们杀进凌驾 我们也跟着进去吧 听到叶云周的话 萧明和柳之威点点头 表示同意 当叶云周和柳之威走进去后 便看到凌驾舞者在四处逃窜 每个人脸上 无不露出恐惧的神情 他们起初是有些猛的 按道理 凌驾的人还没那么脆弱啊 这至少会反抗一下吧 这他们 好像是他们 还没冲进来之前 就已经开始逃跑了 他们这个时候看向萧明 瞬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杀呀 嗯 他们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啊 WOC 这就跑了 那么怂 不管了 给我杀 那些杀进来的舞者 他们也是一脸猛 但是他们也没多想 直接杀了过去 哎呀 不要魔鬼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我错了 我错了 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只见那些凌驾舞者 瞬间跪在地上 蜷缩成一团 无比害怕地说道 男舞学员们看到这一幕 他们也猛了 这就投降了 怎么回事 他们也没想什么 直接将他们靠起来 带走 紧接着 越来越多的凌驾舞者 都被抓了起来 其他的人 也开始搜索整个凌驾 萧明他们看到这一幕 他们也没有在做什么 而是停下来休息 那些失去战斗力的凌驾舞者 已经没什么威胁了 索性把他交给其他人去做 呼 终于要结束了 今天的战况 真是一波三折啊 叶云洲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感叹道 他们今天真的是跟过山车一样 心情都是起起落落 果然战场上是瞬息万变的 随时都有可能扭转局势 只要出现了一个不确定因素打破平衡 那就有很大的麻烦了 第194章 老祖回来了 萧明和柳芝威这个时候 也是坐在叶云洲旁边 是啊 如果我们齐差一招 眼前这个下场 就是我们的了 萧明同样感叹道 柳芝威而是在一旁一个劲地点点头 没有说话 表示赞同 对了 今天萧兄还真是厉害呢 杀了一个正将级别强者 太牛逼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萧兄自创的吗 叶云洲 这个时候 回想起萧明斩杀三长老那一幕 他眼神中充满了敬畏和羡慕 同样他也有好奇 这到底是不是萧明自创的 嗯嗯 我记得萧明那个时候 用的是一种 我们从来没见过的意境 我感觉它既像刀法 又像剑法 但是回过神来又不是 太厉害了 柳芝威观察得很仔细 萧明这个时候神秘一笑 然后一副毫不知情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运气吧 我是在那个情急之下 一不小心用出来的 那个时候我也震惊了 我居然能够用出如此厉害的招式 萧明挠挠头 看起来真的是不知情一样 叶云洲和柳芝威 听到萧明的话 他们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这说的是人话吗 不知道还怎么用出来 凭空出现的吗 哪有这样的 不过他们 也没抱怨什么 毕竟他们都习惯了 萧明这样了 不想说就算了 还是那句话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 他不说 他们也不问了 这就是他们的信任 他们知道萧明的天赋的强大的 萧明不说 那就已经表面是萧明承认了 是自创的 萧明如果承认了 他们反倒会觉得奇怪了 萧明不想说的原因 其实是不想打击他们 毕竟不是 人人都能够承受住萧明 天赋的降维打击的 有的人会嫉妒而产生恨意 有的人会因此唯米不振等等 萧明也是为了他们着想啊 如果萧明的意图 让叶云洲二人知道了 他们还不得无语了 他们都接触萧明那么长时间了 他们其实早就习惯了 就算萧明说出来 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只会惊叹一声而已 已经被潜移默化的被萧明影响了 可以说 以后遇到再怎么牛逼的事情 他们都会平淡地看待 或者想到萧明 他们就会平复回来 就在这时 一个男舞舞者走了过来 恭敬地说道 队长 我们已经将林家的舞者们 都控制住了 叶云洲一听 随即站了起来 说道 我知道了 然后对着萧明他们说道 走吧 看样子 林家也清理得差不多了 我们过去看看吧 萧明和柳志威也同意了 随即跟着叶云洲走了过去 在这里 叶云洲现在明面上是最强的 所以大家都听他的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一处非常宽敞的地方 旁边还有许多舞台和锻炼器材 这一看就知道是林家的练武场 只见一堆人围在了一起 见到叶云洲他们走过来 他们立马恭敬地让出了一条道路 队长 他们就是林家舞者了 您看要如何处置他们 一个有话语权的男舞学员说道 叶云洲点点头 说道 先看着他们 等待校长指示 那些林家舞者本来就惊魂未定 现在再一次看到了萧明的模样 他们又重新变得惊恐了起来 哎呀 你这个魔鬼 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 我什么都没干 不要杀我 林家舞者惊恐地看着萧明 纷纷说着 众人这个时候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们瞬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学员们看萧明的目光都不一样了 有的和林家舞者一样 有些恐惧 有的崇拜 有的是敬畏 奈狗把这样的大汉给吓成这样 萧明肯定是干了什么 他们能够想出的 也只有萧明进林家后 迟迟没有开门的那一幕了 他们也不断脑补 各种奇葩的画面都想了出来 我有那么恐怖吗 别看我 我可什么都没干 我是个好人 萧明一脸无辜地说道 此话一出 全场都一脸无语地看着萧明 还有这种操作 恐怕也只有萧明能够干出来的了 这说的是人话吗 不是因为你他们会那样恐惧 难道他们是天生就对萧明产生了恐惧啊 他们也庆幸自己和萧明不是敌人 要是对面站着的是萧明 他们直接死了算了 受到这样的折磨 他们简直要生不如死了呀 顿时 他们对于萧明的敬畏 又上升了一个档次 队长 我们在林家还找到了一个密室 跟我来 那个原先带领他们过来的学员说道 叶云周点点头 让他带路 很快 他们三人便跟着他来到了一个空地处 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呀 他们的感知里 也没什么东西出现啊 他们在这里 这里是可以屏蔽我们的精神力 那个人指着一块板砖说道 紧接着 他拉开的板砖 三人望去 直接里面赫然出现了一大堆人 有妇女 小孩 老人 还有一些奴仆 只见他们非常惊恐地看着四人 这时 他们在里面还看到了一些囚犯 有男有女 有的已经死了 他们看到萧明他们 纷纷向他们求救 他们看到这一幕 瞬间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了 下面那些人 应该是林家的妇女之类 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普通人 他们应该是来这里避难的 但是被发现了 而那些囚犯 应该是林家抓过来的 之前他们就听说了 那些得罪过林家的人都消失了 原来都是 被他们抓了起来 关在这里了 武道联盟调查也查不到 叶云州眼神凝重 说道 这林家真的是脏啊 哼 活该被灭 柳之威也是一脸愤怒 萧明这个时候 觉得自己做得太对了 就是要杀光 这些这帮畜生 就在这时 天空中猛然亮起了一道刺眼的金光 那是 老祖 老祖他回来了 我们有救了 哈哈哈哈 我就说 老祖会回来救我们的 哈哈哈哈 你们等死吧 老祖会把你们全部杀光的 第195章 胜利 那些被绑起来的舞者 看到林家老祖 立马疯狂地喊叫道 萧明他们这个时候 也看向天空 只见真的是林家老祖飞了回来 但是萧明眼睛一眯 看到了林家老祖脸上的神情不对劲 看起来是慌张和惊恐的表情 看起来很是不对劲 难道杜哲输了 这不可能啊 他可是亲身体验过杜哲的强大的 这个林家老祖 很显然不是他的对手 他一边飞着 一边看着身后 好像在逃避着什么一样 看到这一幕 萧明瞬间明白了什么 原来这林家老祖是在逃跑啊 但是他为什么要跑回林家来呢 萧明这时候 眼神深邃地看着这一切 该死 这个变态要追到什么时候啊 我都被追好久了 还不肯放过我 林家老祖这个时候说道 哼 等我回去拿到那个东西 到时候你死定了 要不是我还没完全炼化完成 控制不了它 无法拿出来 不然我早就赢了 林家老祖继续喃喃道 老祖 救救我们 老祖 我们在这里 救救我们 杀光他们 老祖 特别是那个萧明 一定要杀了他 林家的舞者们 这时候 底气好像瞬间回来了 他们纷纷朝着天空中的林家老祖大喊道 而男舞学员们 这时也是 惊恐地看着林家老祖 他们脸色有点难看地 看着天空中的林家老祖 他们已经听到那些 被绑住的林家舞者的威胁 没想到林家老祖真的回来了 这些麻烦了 但是只见林家老祖 压根没搭理他们 连看都没看一样 而是静直地 朝着不远处的一个林家阁楼飞去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猛逼了 他杀回来帮林家的吗 怎么没反应啊 林家的舞者这个时候也猛圈了 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慢慢地陷入了绝望 老祖一定是还有什么要紧事要做 等他做完了 一定会救我们的 先别放弃 一个林家舞者 这时候想到了一个原因 他立马鼓励到 而林家的舞者们 这个时候的心灵是非常脆弱的 很容易就会被鼓动 他们听到这个人的话 立马信了 随即 他们的眼神也恢复了希望 叶云周他们也是猛逼了 这什么情况 不是杀回来了吗 怎么走了 就在这时天空中响起了一道声音 哼 还想跑 萧明知道 这是杜哲的声音 只见杜哲出现在高空中 俯视着下方的林家老祖 紧接着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在林家老祖的头上 突然冒出了个非常巨大的长剑 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然后林家老祖四面八方都出现了一样的巨剑 林家老祖被包围了 他这是必死无疑了 四方剑球 杜哲的声音非常的神圣 如同虚空的神明一样 紧接着 他的手猛然一握 然后在林家老祖四面八方的巨剑 猛然刺向他 不 我还差一步 林家老祖这时候 不甘地朝着天空哀嚎道 下一秒 扑吃 常见只见无视林家老祖的防御 狠狠地刺进了林家老祖的身体里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吃尸味能突破了 原来是我太过执着长生了 没想到我临死前才明白 哎 我对不起林家的所有人 对不起祖宗 林家在我手里毁了 林家老祖说出了最后的遗言 然后没了气息 他的尸体就这样被几把巨大的长剑挂在天空 临死前他才想起杜哲的那番话 他恍然大悟 带着巨大的后悔和遗憾 死不瞑目 哎 生与死是说不定的 但是害怕生死的人 你就已经被你决定了 杜哲摇摇头说道 紧接着 他大手一挥 巨大的长剑消失 他慢慢地将林家老祖的尸体 漂浮到地上 而这里就距离林家舞者不到几十米 他们直勾勾地看着 脸上难以置信 完全呆置住了 牢牢 老祖 死死 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啊 这一定是假的 都是假的 林家的舞者们 这时候已经崩溃了 他们原本是看到了 老祖以为希望来了 但是现在又亲眼目睹 老祖如此轻松就被杀了 他们不敢相信 他们绝望了 这简直就是戏剧性的一幕啊 林家老祖刚出来不到几秒 就死了 如此强大 如此不可一世的无极之境强者 就这样死了 并且 现在老祖的尸体 就离他们不远 他们不想相信 但是也不得不相信了 瞬间 林家上下一片哀嚎 他们现在如同进入了无比地狱 完完全全没了任何希望 而南武和武馆那边就不一样了 他们非常激动和振奋地看着这一幕 简直不要太震惊 无极之境 强者直接秒杀 那杜哲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啊 他们已经不敢相信了 萧明他们三人看到这一幕也是惊了 他们知道杜哲很强 但是没想到那么强 完全颠覆他们的想象 不过萧明很快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他看向不远处的阁楼 眼神深邃 思考着什么 就在这时 天空中闪起几道金光 众人望去 赫然是柳青山和导师他们 柳青山飞到杜哲旁边 恭敬地向杜哲拱了拱手 导师们同意给杜哲礼貌地拱了拱手 杜叔 多谢协助 辛苦您了 柳青山在杜哲面前丝毫没有架子 出自真心的感谢 嗯 小事而已 我曾经答应过大帝 要好好保护男武 这是我的责任 况且 我的学生还在里面呢 杜哲这时候摆摆手 表示小事一桩 毫不在意的样子 柳青山也不矫情 他知道杜哲是什么样的人 不喜欢别人的鳄鱼奉承 随即 他也带着导师们告退 往下飞去 而杜哲见到 已经没有什么事了 他便消失在了上空 快看 校长和导师他们来了 呜呜 我们胜利了 哈哈 太痛快了 今天真的是太商标符号的爽了 男武的学员们 开始欢呼起来 现在到这个街骨眼上 他们显然已经胜利了 连林家最强的老祖都死了 第196章 杀器 柳青山和导师们降落在地上 然后往萧明他们那里走去 萧明他们几个人 见到柳青山和导师过来 他们立马恭敬地向他们问候 哈哈 怎么样 你们没什么事吧 柳青山这个时候 一脸笑容地说道 他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他眉宇间 都会带着一点忧虑之色 现在看看 哪还有什么忧虑 他现在是满脸的春风拂面 他现在是大仇也报了 整个人都轻松了 犹如没有了束缚 如木春风 萧明他们 见到这样的柳青山 不禁有点错愕 而柳之威更加震惊了 他已经习惯了柳青山的满脸忧愁 现在自己父亲仿佛变了的样 他都有点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他的父亲了 校长 我们都没事 我们好着呢 我们对付这些小喽啰轻轻松松 完全不成问题 叶云舟这个时候 一脸自豪 拍拍胸脯 站出来说道 哈哈 你们几个臭小子 都出去了 这个已经突破镇江了 这个虽然没突破镇江 但是你小子的实力更胜镇江啊 现在连我都要超过了 这个变化真是大 最开始你进来的时候 还是个小小的宗师 没想到 高文山爽朗地说道 萧明则是一脸谦虚地说道 高导师 我和你比差远了 我还没谢谢高导师那个时候 交给我的功法呢 听到萧明的话 高文山也知道萧明性子 也没再多说什么 萧明的天赋 他是清楚的 他的天赋 简直是这世间绝无仅有啊 可以说是他见过最强的天赋了 他只是 给萧明随便演示了一遍 萧明立马就学会了 他何来叫一字 说来真是忏愧啊 不过他也接受了 就当是萧明的补偿了 高文山现在内心 还是非常的开心了 毕竟现在萧明是他们男舞的人 萧明的实力越强 他越高兴 到时候 舞蹈联赛一定能够回到 本该属于男舞的位置 高文山眼神炽热地看着萧明 毫不忌讳 萧明感受到高文山炽热的目光 他也没感到什么不安 他都习惯这样被人看了 这时萧明想到了什么 随即向柳青山问道 校长 我看你对林家的怨恨很大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萧明很多次看到柳青山 对阵林振天他们的时候 柳青山都是露出一脸凶狠 甚至是疯狂的表情 如果不是一些非常有仇怨的人 一般不会这样的 柳青山听到萧明的提问 他回想起以前的事 他眼神有些暗淡 不过一会儿 他眼神的光亮再次回来 现在我的仇已经爆了 这也不是不能说 随即柳青山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得清清楚楚 萧明三人 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 一脸难以置信 我都不知道 爸爸还有这样的经历 柳之威说着 其中有一点哽咽 他没想到自己的父亲 从小就承受了如此沉重的事情 现在想来 难怪他整天都是忧愁的面容啊 而柳之威这个时候 想到自己的家是被灵灭的 他顿时阴狠了起来 现在他恨不得 将林家的所有人都大谢八块 这个林家果然该灭 灭的就是他们 叶云州这时愤慨地说道 萧明同样一脸同情地看着柳青山 校长 导师你们过来看 看看他们做得饿 叶云州只向下方说道 柳青山和其他导师看下去 看到这一幕 他们也震惊了 而柳青山则是眼神阴沉 好像非常愤怒一样 但是柳青山又没有惊讶 好像这些事 他早就猜到了一样 可以说 柳青山就没有对林家保有好的幻想过 这些在他看来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这些 他反倒决定不正常了 这下好了 又多了一个灭林家的理由 我会安排人 把他们安顿好的 柳青山说道 那他们怎么办 柳之威看向底下的林家的人说道 柳青山冷眼看着底下的林家的人 那些人大多都是普通人 他们都一脸恐惧地看着柳青山 我也不是什么无情之人 如果我把他们杀了 我和林振天 林家的人有什么区别 他们就交给五道联盟的人去处理吧 柳青山说道 听到柳青山这番话 小明他们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 与此同时 在不远处的地板 是裂开了一小道缝隙 缝隙里探了双眼睛出来 扫视着全场 他好像对林家非常熟悉 没错 此人正是林辅浩 他还没死 他偷偷跑了 他现在在地方是一个地下通道 这个地下通道上面就是地板 而这个地下通道 不知道连向哪里 林辅浩看着林家 已经彻底被侵占了 他的眼神非常阴沉 该死的男武 你们杀了我个 杀了我父亲 又杀了我们的老祖 我跟你们不共戴天 林辅浩握紧拳头 拳头里都渗出血了 他咬紧牙关 整个脸都爆出青筋 现在我不是你们的对手 当我强大以后 我一定要报仇 没错 留着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我现在是撤退 就是为了报仇 你们给我等着 林辅浩嘶哑地说着 没有发出声音 这时 他的目光看向了 萧明的那个方向 当他看到萧明 他整个人都暴跳如雷一般 萧明 都是因为你 等我强大 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你必须死 林辅浩杀意腾腾 咬牙切齿地说道 萧明本来和他们说得好好的 突然感觉到 一股浓烈的杀气 他很快就锁定了方向 看向不远处 稍微有些拱起的地板 这股杀气他非常熟悉 他认定就是林辅浩的 就凭萧明被这股杀气 已经盯上了很久了 他立马运行太极步 运行到极致 猛然间瞬移到远处的地板处 糟糕 被发现了 林辅浩这个时候反应了过来 然而 这个时候 萧明已经来到了他脸上 紧接着 萧明的手速很快 迅速掀开了拱起的地板 引入眼帘的是 慌慌张张准备跑路的林辅浩 第197章 萧爸爸 与此同时 叶云周和柳芝威 一脸猛逼地看着萧明消失了 但是他们也反应了过来 而柳青山 和导师他们 则是反应很快 知道事情不对劲 跟着飞了过去 呦 原来你在这啊 我就说你跑去哪了 萧明一脸笑容说道 看到林辅浩他非常开心 在学员们搜完整个林家后 萧明就觉得奇怪了 还有林辅浩 那次去哪了 这如果让他跑了 可不是件好事啊 他也让其他人去仔细找过了 确实没有 萧明都以为这个林辅浩都跑了呢 没想到他还在 不光还在 他还做死对萧明产生了杀意 真是老天都在帮他 不对 这是自作孽 不可活啊 林辅浩刚准备逃跑 就被萧明抓住了 他瞬间整个人完全没有了 刚才的杀气腾腾的模样 怂了 萧明 怎么了 柳青山很快就来到了萧明旁边 说道 他是林振天的二儿子 林辅浩 紧接着 其他人也跟了上来 原来是他 林辅浩 萧兄是怎么发现他的 我们都没注意到 叶云周这个时候 好奇地说道 萧明也没瞒着 直接说了出来 他刚刚对我放出了杀气 而我 已经完全将他的杀气记住了 他居然敢正面对我放出来 所以我就发现了他 众人一听 顿时乐了 他们就说 怎么会感知不到 原来是林辅浩 他自己暴露了自己啊 这也太搞笑了吧 林辅浩一听 他终于意识到了 哪里出问题了 他就说 萧明是怎么发现他的 原来是这样 他现在是真的憋屈了 他好后悔 哭都没眼泪了 紧接着 林辅浩被萧明用原力锁着 他猛然将林辅浩 从地下通道里提了上来 这个时候 也引起了其他学员们的注意 咦 你们看 哪里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看见 萧明大佬 从下面掏出了个什么玩意儿 嗯 那是林辅浩 哈哈哈哈 原来是林辅浩这个傻X啊 这看样子 是被萧明大佬发现了 哈哈 我们刚刚在使劲找他 没想到这傻X居然躲在了这里 难怪会找不到 众人看到林辅浩 他们瞬间乐了起来 纷纷欢快地讨论着 时不时哄堂大笑 林辅浩来到上面后 瞬间耸到不行 整个人都摊在了地上 完全没有了刚才在地下通道里的痕迹 萧萧萧 萧明 你你你你想干嘛 林辅浩整个人都害怕到抖了起来 萧明嘴角上扬 露出微笑 想干嘛 你猜 萧明细血地说道 林辅浩这时惊恐地看着萧明 他只能想到一种可能了 他怂了 萧萧萧 萧明 你不能杀我 我 我也是南武的 林辅浩支支吾吾地说道 他看向柳青山 校长 救救我 这不是我的错 我没有参与这次的战争 我是无辜的 我也是南武的学员 求求你放我一马吧 林辅浩立马爬到柳青山的脚下哀嚎道 而柳青山则是眼神冰冷地看着林辅浩 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同情 有的只是无尽的冰冷 林辅浩看到柳青山的眼神 他瞪大双眼 心头一紧 难道柳青山 他也想要我死 他瞬间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连柳青山都执意要杀了他 柳青山没有搭理林辅浩的求情 而是看向萧明说道 萧明 交给你处置了 我先去处理其他事情 说完 柳青山便冷眼离开了 而导师们也跟随着柳青山离开了 林辅浩整个脸都白了 他到死都不会知道 柳青山和他的父亲林振天有着天大的仇怨 要不然也不是不可以对林辅浩网开一面 但是有了这个前提条件 根本不可能 萧明一脸笑容没变 如同恶魔的笑容一样 看起来非常可怕 萧爸爸 我错了 饶我一命吧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呀 真的 只要你饶我一命 你饶我干什么都行 林辅浩这时候 立马跪了下来 给萧明磕头 这头磕得很响 看来他是真心怕了 就是想要活命 为了活命 这点屈辱算什么 干什么都行 林辅浩一听 顿时觉得有希望 他马上像条狗一样 爬到萧明脚边 然后给萧明擦鞋子 嗯嗯 你看 我可以帮你擦鞋子呢 你如果需要 我就可以随时帮你擦 林辅浩如同一条讨好主人的狗一样 嗯 鞋擦得不错 林辅浩一听 眼睛一亮 但是下次不用了 萧明的语气变得极其沉重 林辅浩这时 如同晴天霹雳 整个人直接暴退 远离了萧明 他一脸惊恐地看着萧明 如同看到恶魔一样 他瞬间明白了 萧明这句话的意思 他从来没有那么聪明过 除了这次 我都答应你做任何事了 为什么你还是不肯让步 林辅浩这个时候也是怒了 他也是有脾气的 哈哈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不行了 这傻X太伤标辅浩乐了 哟哟哟 怎么还生起气来了 你以为这是你家呀 哦 不对 这本来就是 哦 也不对 这不是你家了 果然 这种人放在战场上 只会给别人当狗 这种人是最可恨的 众人经过了一天的战斗 这下终于可以有这么一个乐子看了 他们纷纷欢声笑语地讨论着 不亦乐乎 为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你必须死啊 萧明向林辅浩说道 听到萧明的话 林辅浩整个人都要爆炸了 刚刚他做的那些屈辱的事都是白做了 别人压根不想放过自己 他也只是一厢情愿 他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深入了骨子里 他慌了 彻彻底底慌了 他猛然站起来 朝着不远处敞开的大门奔跑过去 只有这样 他才能找到失去那点可怜的安全感 在他的眼前 仿佛看到了希望 生的希望 这时萧明没有追上去 只见他气息一变 整个人如同天神下凡一般 威势降临整个凌驾 萧明抬起手 轻轻地往林辅浩逃跑的方向一指 第198章 阁楼 紧接着 一道朴实无华 毫无光鲜亮丽 可言的攻击 如同子弹般飞了出去 这也只是萧明使用的普通的招式而已 没有任何的功法运转 但是萧明附上了开天意境 林辅浩在拼命地奔跑 离大门越近 他脸上的笑容变得越灿烂 快到了 就快到了 我死不了 我死不了 林辅浩想要活下去 已经变得疯狂 变得魔障了 萧明的攻击这个时候 也打到了林辅浩的身上 只见林辅浩的胸口 直接被萧明的攻击击穿 还没完 萧明附着的意境 猛然涌入林辅浩的身体 下一秒 林辅浩的整个身体 猛然爆裂开来 浑身炸裂 变成血污 众人看到这惊悚的一幕 他们纷纷露出惊恐的表情 这也太强了 直接将别人打成了血污 林辅浩就这样跑啊跑 完全没有痛觉地意识到 自己已经死了 当他的意识慢慢消失的时候 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早已经死了 做完这一切 萧明眼神冰冷 没有一丝感情地 看着变成血污的林辅浩 哼 便宜你了 毫无痛觉地死去 萧明沉生道 就在这时 天空中亮起了金光 众人从林辅浩那里的惊恐 恢复了回来 看向天空 是镇守使 一人惊呼 满脸崇拜地看着天空 那道伟岸的身影 王腾飞来到这里 然后慢慢地降落了下来 好了 诸位南武的将士们 恭喜你们这次打赢了林家 按照武道联盟的规定 势力之争 胜利的一方 可夺取失败一方的全部资源 财产 所以我宣布 林家所有的财产和资源 归为南武所有 而损坏费也由南武承担 从此 南疆市再无林家 王腾飞站着林家练武场的擂台上 用着洪亮的声音说道 此话一出 全场的所有人 瞬间沸腾了起来 吴胡 生是南武人 死是南武鬼 我此时无悔入南武 太棒了 这下 我们南武的资源有着陆了 我们就算没落了又如何 我们还是 那个南武 那个屹立于巅峰的南武 所有人这个时候无比自豪 他们纷纷对南武表白 吐露自己的心声 柳青山也是非常欣慰地 看着所有人 经过这次的战斗 他也看到了 南武还是那个南武 从来没变过 他看到这 他也放心了 他们南武不是没落了 就任由别人欺负的 任由别人踩踏的 有句话说得好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相信经过这次的战争 会让那些想要妄图 想要侵占南武的势力知道 他们还是不好惹的 你惹之前 也要考虑清楚 全场都沉浸在了欢乐之中 仿佛这一天的战斗劳累 伤痛 都纷纷被这股喜悦感驱散 与此同时 叶云周和柳之威 他们也是 开心得不得了 纷纷加入他们欢乐的队伍中去 萧明也是开心地看着他们 但是他没有加入 而是转身离开了 萧明默默地离开后 朝着不远处的阁楼走去 没错 那个地方正是林家老祖的阁楼 萧明从刚才看到林家老祖的神情推断出 这个阁楼里肯定藏着什么东西 而林家老祖 就是想要逃回阁楼去 萧明基本可以断定 这个阁楼不简单 萧明很快就来到了这个阁楼 他进入到第一层 引入眼帘的是 很多的书籍摆着书架上 萧明一眼望去 各种功法 秘籍都有 但是那些大多数 都是给武者 武师学习的 他没再看 接着往上一层楼走去 萧明一层一层地走着 每一层他看到的书籍都不一样 他走到越高层 书籍就越古朴 萧明拿出几本翻了翻 都是很古老的功法 估计这些功法 要么是从遗迹再收录回来的 要么是林家流传下来的 但是萧明更相信前者 毕竟林家无恶不作 作恶多端 他们可能专门抢夺 或者强行购买别人的这些书籍 萧明看了几本 也没多大的兴趣 随即便继续往高处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拿出书籍看了起来 高层的功法 还是有些东西的 萧明翻看得很快 他看过的书籍 基本上都记了下来 非常清楚 他将这些书籍记下来 储存在自己脑海中 等到时候再修炼 很快 萧明便记了几百本书籍 非常快 他几乎两三秒就完成了一本 做完这一切 萧明继续往上面一层走去 这上面一层 好像是顶层了 萧明走到顶层 在这里 萧明没有看见 如同下方的书架 有的只是一个小房间 看起来非常简陋 萧明没多想 随即走上前去 打开了这个房间的门 萧明打开往里一看 只见里面堆满了杂乱的书籍 好像是有什么人 在这里专门翻阅书籍一样 萧明很容易就猜出了 是邻家老祖 在邻家 所有人都往别的地方跑 唯独没有往这个地方跑 而只有老祖往这个地方飞 说明了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 只有老祖一个人 所以萧明断定 一定是邻家老祖 在这里翻看书籍 寻找着什么东西 萧明这个时候 猛然间眼睛一亮 他突然想起了 邻家老祖死前说的一句话 萧明很快就抓住了一个词 长生 萧明立马明白了 邻家老祖在这里干什么了 他是为了长生 而在书籍中翻阅 试图寻找出长生的办法 萧明这个时候不禁感叹 然而如此执着长生的人 到头来还不是要死 真是讽刺啊 萧明这个时候想着 自己如果到了邻家老祖这个境地 会不会也和邻家老祖一样 执着于长生呢 不 不会 执着于长生就是惧怕死亡 萧明怕死 但是也不会像邻家老祖这样逃避 萧明没多想 随便拿起来 递上一本书籍观看了起来 果然 萧明在书上看到了很多关于长生的东西 什么长生的办法 长生的仪式啊 甚至还有用一百个孩童的血炼住长生 萧明看这些长生的方法 真是一个比一个离谱 他在想 不会邻家老祖做过这些吧 第199章 神秘血液 这些一个个看起来惨不忍睹的方法 萧明看一眼就知道是 假的 这些明显是拿出来骗人的 看着这些书籍还挺古朴 但是萧明总觉得 这些在哪里见过 好像是在街边的那些买书的小摊位上 书上记载的内容有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毕竟惨绝人寰的 这些毫无道德底线的邪术 就应该彻底消失 萧明猛然一捏 这本书瞬间化为粉末 他们抓那些普通人 莫非就是为了这些邪术 萧明喃喃道 眼神变得无比的阴沉 这时 萧明把那些联想起来就知道了 瞬间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灭得好 萧明此生从未如此酣畅淋漓地 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 是如此的正确 萧明这时力量喷涌 金光绽放 照亮了整个昏暗的房子 紧接着 萧明猛然将那些书籍 揉成一团 萧明要将它们彻底销毁 这些书籍萧明看过了 都是些垃圾书籍 下一秒 萧明的拳头猛然一握 全部书籍化作粉末 飘落在地板上 萧明拍拍手 好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一样 萧明看着一片狼藉的房子 显然已经 没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他也无语了 本以为会有什么惊喜的发现呢 没想到什么都没得到 但是还是有几百本功法的 这也算是一大收获吧 这就纳闷了 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萧明观察 林家老祖的时候 是如此急切地要回到这里呢 萧明一想就知道 很大可能是有什么东西藏在这里 说不定是林家老祖的杀手锏 然而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 萧明更加疑惑了 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萧明这样安慰自己 萧明叹了口气 也许那些东西和自己无缘吧 想到这 萧明转身离开 然而就在他准备踏出门时 一道非常巨大的压迫感传来 萧明猛然瞪大双眼 满脸惊恐 那股压迫感萧明感觉 如同是神明出现在眼前一般 那种直面神明的压迫感 让萧明喘不过气来 萧明脸色非常难看 他发誓 这是他至今为止 感受过最为强大的压迫感 好像是整个星球 不整个星系压过来一样 这个过程不到半秒就结束了 虽说是半秒 但是萧明仿佛是过了 整整几百年一样 非常可怕 如果萧明再被压多半秒 估计他早就一时崩溃了 神行俱灭 萧明单膝跪地 大口大口呼吸着 眼睛瞪大 还没有从刚才的恐惧中缓过来 这不可能是人 能够拥有的力量 萧明在那个压迫感面前 连个小小的尘埃都不如 不 连电子都不如 甚至更微小 萧明不敢回想起刚刚的一幕 努力让自己忘记 萧明的心境还是强大的 他十几分钟后 就稍微恢复了回来 紧接着 他抬起头 目光看向一处地方 只见那里漂浮着一滩金色的液体 那个金色 不像萧明身上散发的金光 这个金色 仿佛是不可名状的 看起来是 散发着神性的光辉 刚刚萧明在陷入恐惧过程中 便看到了这滩液体 慢慢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不知道是从哪里出现的 空间震荡出一条条波纹 这看起来是从未知空间冒出来的 非常的神奇 萧明敢笃定 刚刚就是这玩意 让他陷入了如此强大的压迫感之中 赫然是这个东西散发出来的 萧明一脸谨慎地看着面前的液体 在萧明的精神力感知里 这个东西 就像是完完全全是空气一样 一点感知痕迹都没有 眼神一鸣 脑子高速运转 就在这时 萧明紧绷的眼睛突然瞪大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不明液体 萧明刚刚通过推演发现 这个不明液体萧明只能推演出它是什么 但是其他的仿佛是静锐宇宙一般 整个液体包含着万千世界 无数的公式出现在面前 很难破解出来 而这个不明液体是血液 萧明得到的信息就这两个字了 其他的萧明还不能推演出来 这个是血液 那究竟是谁的 萧明好奇地想着 但是他知道 现在是不可能知道答案的 所以不再像这些问题 这仅仅只是一滩血液 那如果是本人的话 究竟有多强大 萧明敢笃定 这个实力比我们蓝星上最强实力 都要强上几一倍 单单这一滩血液 就可以有如此强大的威能 况且 这个血液 显然它的力量在慢慢地消散 但是还是 如此强大 可想而知 如果是本人的话 究竟有多强大了 这不可以当作人了 而是神 神才能拥有这样的力量 能够出现在蓝星上 看来这个蓝星 并没有萧明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他原本以为 蓝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羞武圣地 但通过种种的现象表面 这根本不是这样的 比如那些古老的遗迹 蓝星三大绝地等等 再加上这次的神秘血液 可以看见 蓝星是如此的不简单了 萧明看着眼前的神秘血液 陷入了沉思 刚刚萧明在搜寻的时候 他没出现 而萧明要走的时候出现了 很显然 他是为了留住萧明而出来的 萧明也不知道什么目的 这个神秘血液 好像是有一丝意识的 但是他也不能说话 所以 萧明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到底想干什么 萧明随即想要不搭理他 转身离开 萧明一边走一边 看向身后 赫然发现 这个神秘血液在跟着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就跟着 萧明经过刚才的压迫后 他有些害怕这个玩意 本来是不想搭理的 去找王腾飞过来看看的 毕竟这个东西 显然不是萧明能够驾驭的 但是现在 他居然跟着萧明 这是什么意思 没想到林家老祖 藏着的是这样危险的玩意 他就不怕他的压迫感 就不怕他失控 萧明有些纳闷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血液在遇到萧明之前 是没有任何表现的 也就是一滩神秘的血液而已 其他人感受不到那股压迫感 萧明越想越觉得可能 看来这个玩意是 看上了自己了 第二百章 是福是祸 萧明能够感觉到 这个神秘血液 是对自己没有恶意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玩意看上了自己 萧明唯一想到的 就是自己的天赋了 看来这神秘的血液 也看天赋的 他这时眼神坚定 看着眼前漂浮的血液 如果能够收服这个血液的话 他敢笃定 这个血液绝对能够给自己 带来巨大的好处 既然这个血液认定了自己 那他就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将它收服 萧明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慢慢试探着 他一边走一边看着它 像急了小偷 萧明走到了血液的跟前 很好 血液并没有对萧明发出威压 萧明运行原力 整个人都散发出金光 这时 萧明也试探性地 看了神秘血液一眼 很好 没有任何表现 就这样 萧明一步步地试探着 尝试着各种的动作 看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答案很明显 没有了 即使萧明运行了自己的 超级大杀手锏 开天 他也是毫无反应的 萧明想要试探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害怕 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条件 就去触碰他 等一下又要来一下那个威压 他可不想再尝试第二次了 那种感觉太恐怖了 他此生难忘 做完这一切后 萧明运行原力 释放原力 控制着这个神秘血液 当萧明的力量触碰到神秘血液时 神秘血液突然震战了一下 这一下 直接给萧明吓了一跳 心脏病都要出来了 不过幸好没发生什么 萧明感觉 刚才那个震战 就是这个血液给萧明的反应 好像是在说 可以哦 这个东西 简直就像的祖宗一样 得哄着 不如随时可能会爆发 就在这时 那个神秘血液 突然朝着萧明飞了过来 速度非常快 萧明这时瞪大双眼 一脸惊恐 这一下完蛋了 下一秒 那滩神秘血液 猛然间转进了萧明体内 萧明这时 已经完全放弃抵抗了 他知道自己逃不掉的 他闭上眼睛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然而 当血液转进萧明体内时 萧明并没有感觉到 什么异常状态 什么都没有发生 萧明这时感觉到有些奇怪 刚刚那一下 萧明感觉自己 要死一样 没办法他太强了 在面对如此强大的东西 萧明也是只能等死了 但是现在 他转进自己的身体后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萧明赶紧内视自己的身体 赫然发现 那滩神秘血液 正在乖乖地躺在他的身体里 没有任何表现 就这样静静的 萧明这时既疑惑又恐惧 疑惑的是 为什么他要进入自己的身体 恐惧的是 放任他在自己身体里 不知道是服侍或 未知的恐惧 才是真正的恐惧 过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动静 萧明便放弃了 他刚刚想着 既然他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那自己是不是可以控制他的力量 那自己不是要无敌了 然而 答案是不可能的 他尝试勾动他 但是却毫无反应 如同一滩死水一样 非常沉寂 无论如何 都无法打动他 随即萧明便放弃了 萧明现在 还不知道他的具体意图 只能后面 自己慢慢摸索了 现在也没办法了 没想到灵家老祖 居然还藏着如此恐怖的东西 这下子萧明中招了 萧明有种欲哭无泪啊 他还以为是个什么宝贝呢 唉 萧明感叹一声 谁让自己要上来啊 自作孽啊 他随即一脸哀伤地走了下去 与此同时 外面的欢呼已经结束 大家也开始打扫战场 他们尽管很累 但是还是 如此的亢奋 喜悦之情久久没有消散 纷纷开始任劳任怨地 打扫着战场 嗯 萧兄呢 叶云周这个时候 突然发现 萧明不见了 柳之威也是四处张望 寻找萧明的身影 我也不知道 刚刚他还站在那的 怎么突然不见了 柳之威也奇怪地说道 这就奇怪了 萧兄现在怎么审出鬼没的 算了 可能他有什么要紧事先走了吧 我们也帮帮忙吧 叶云周挠挠头 说道 柳之威也点点头 表示赞同 他也觉得 是萧明有什么要紧事情 随即 他们也加入了打扫战场的行列当中去 而此时的萧明 已经从阁楼里走了出来 他一出来 就看见几个南武学员 鬼鬼祟祟地 向这边走了过来 然而 当他们看到萧明的时候 立马吓了一跳 赶紧撒腿就跑 萧明看着他们 说道 站住 那几个南武学员 顿时满脸恐惧 停了下来 他们转身面对萧明 看到萧明的眼神 他们魂都要吓出来了 萧萧萧 萧明大佬 您找我们什么事啊 其中一个学员 磕磕绊绊地说道 为什么一看见我就跑 萧明质问道 眼神变得凌厉 那些人立马怂了 我 我们就是过来 把里面的资源 搬回南武 萧明一听 就知道他们说谎了 现在这里整个凌驾 都是我们南武的 何来班一说 萧明语气沉重地说道 说完 他们瞬间哑口无言 一脸恐惧地看着萧明 我看你们 是想趁机进去 偷那几本吧 萧明这个时候 直接说道 几人瞬间一惊 难以置信地看着萧明 这个表情 已经把他们出卖了 他们显然就是这个想法 但是他们没想到 这都被萧明给看穿了 他们几人纷纷低下头 不敢说话 哼 你们这样做 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吗 对其他人公平吗 难道以后 南武收入了里面的功法 你们不能学 说到底 你们就是自私 萧明说着句句诛心 那几人也非常惭愧地听着萧明的话 对不起 我们错了 我们一时为了一己私利 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鬼迷心窍了 我们不敢了 那几个人立马认错了 萧明欣慰地点点头 看来自己还是有当领导的前置的嘛 这么三两句 就把他们说服了 嗯 你们知道错就好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好了 滚吧 萧明摆摆手 随即让他们滚办 第201章 一粒微尘 紧接着 几人立马跑着离开了 头也不回 动作非常利索 他们走后 萧明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 他其实也进去了 不过他那可不是偷书啊 只是自己的记忆力太好了 把他们全部记下来了而已 这个性质和他们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别冤枉他 萧明感觉自己 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他现在也慢慢地 把自己体内的神秘血液的事 也忘去了 他随即大摇大摆地走出来阁楼 朝着练武场走去 走在林家的庭院里 还别说 林家还挺豪华的 各种建筑用的材料 都是比较高级的 萧明就这样一路走去 很快就来到了练武场 来到这里 便看到许多人在打扫着战场 不过萧明来到的时候 也打扫得差不多了 萧明一路过 其他人纷纷一脸恭敬地 向萧明问候 这时 叶云周也看到了萧明 萧兄 你刚刚去哪里了 我们都在找你呢 叶云周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这时有点尴尬地挠了挠头 说道 我刚刚去上了个厕所 萧明只能这么说了 他总不能说 自己去阁楼那里偷宝物了吧 听后 叶云周直接无语了 这边理由也不编个像样的 好了 跟我来 校长找你 叶云周这个时候严肃道 萧明点头答应了 随即跟着叶云周走了 林家很大 他们经过了很多的庭院 豪宅 很快 他们就走到了林家的一处大厅 大厅的门框上 还有一个林字牌匾 看起来非常的高地上 萧明一眼望去 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东西 遍地黄金啊 这林家不知道背地里 做这些什么勾当 四处敛财 把这里装饰得如此富丽堂皇 萧明跟着叶云周走了进去 赫然看见大厅里仅有两人 赫然是柳青山和杜哲 萧明看到他们 也没有多大的反应 柳青山和杜哲的关系 萧明已经猜得七七八八了 叶云周将萧明带到后 跟柳青山通报了一声后 然后转身离开了 此时 在大厅里 只剩下他们三人 导师 校长 你们找我 萧明恭敬地说道 柳青山这时满脸笑容 说道 萧明啊 来坐 萧明也没有推脱 直接一屁股坐了下来 看到萧明这毫不畏手畏脚 爽快的样子 柳青山也满意地点点头 萧明坐下来随即说道 不知校长 找我所为何事 柳青山和杜哲 相互对视了一下 杜哲没说话 柳青山这时开口道 萧明啊 相信你已经猜测出来了 我们的身份不一般 萧明不可置否地点点头 我就实话实说吧 其实我们二人 相当于龙军炎大帝的手下吧 我们或多或少和龙军炎大帝有些牵扯的 你的导师杜哲 其实是龙军炎大帝的奴仆 是大帝 让哲也镇守住我们南武的 而我 柳青山夸夸其谈 将他们的所有的事情全盘拖出 萧明虽然有些许猜测到了 但是听到柳青山这么一说 萧明有些震惊了 他同情柳青山的遭遇 也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他会如此痛恨林家了 原来有如此深层的仇怨 果然 林家荡猪 但是他震惊的是 杜哲原来只是龙军炎大帝的奴仆 这也太夸张了 萧明以为会是个助手 或者战友之类的 没想到是个奴仆 萧明这个时候 神情复杂地看着杜哲 柳青山也发现了这一点 说道 哲也说是龙军炎大帝的奴仆 但是龙军炎大帝 从未把哲也当过奴仆对待 而且 他们还是一起长大的 龙军炎大帝 不可能会把哲也当作奴仆对待 萧明听后 瞬间觉得心里平衡了不少 原来有这层原因 估计是龙军炎大帝家族出来奴仆吧 萧明也明白了他们的来龙去脉 但是他好奇的是 为什么他们要告诉自己这些 这应该有其他意思 好了 我们的背景说完了 接下来 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 萧明你也知道 龙军炎大帝建国后 突然消失的事 其实在他消失的时候 我们在他房间里 发现了这个 紧接着 柳青山拿出了一个非常规则的金石 还散发着一丝微弱的光泽 萧明感知能够得出 里面含有大量的能量因子 并且 这个能量因子按质量来说 简直是蓝星能量因子的几十倍 甚至是几百倍 非常庞大 哪怕只是 这一丁点能量因子 萧明都已经感觉到强大了 萧明好奇地看着这枚金石说道 这是 这个是我们龙军炎大帝无意中发现的 你也看出来了 这枚金石富含能量因子的强大 经过我们的研究 这是因为 这枚金石所处的地方的能量因子太过庞大 所有那个地方的矿石 已经完全吸收了能量因子 但是我们蓝星上 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 所以你猜猜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柳青山健谈地说道 萧明一听 顿时明白了柳青山的意思 他看向天空 然后指了指 那证明 这个宇宙 有更加强大的文明存在 柳青山点点头 一脸认可的模样 如果是这样 仅仅一块金石 就蕴含着如此强大的能量因子 那放眼整个宇宙 究竟有多少体量庞大的文明 虚实难测 以宇宙的标志来衡量 我们所谓的武者 武师 宗师等的框架体系 恐怕也仅为武者的初级阶段 哪怕被誉为龙国 最强的龙军炎大帝 面对星空浩瀚 也不过是一粒微尘 萧明震惊 瞪大双眼 无比震撼 他又刷新了对于实力的认知 要知道 他可是亲身感受过 龙军炎大帝的恐怖的 那一次被拉入不知名空间的时候 他就已经觉得 那遥不可及的 既是世界之巅 然而他错了 彻彻底底地错了 听到柳青山说的 龙军炎大帝在宇宙浩瀚面前 也不过是一粒微尘 萧明心中猛然打战 震撼到不行 然而 在面对如此令人心生向往的武道圣地 谁又能抵挡得了 柳青山意味深长地说道 萧明听到后 说道 难道龙军炎大帝 其实是前往了那里 第202章 破译 萧明之前也不是没有想过 在蓝星外 还有更高级的文明存在 现在看来是真的存在了 难怪龙军炎大帝 会突然消失不见 原来是前往更高级的修炼圣地了 毕竟有可能龙军炎大帝的实力 在蓝星上达到了巅峰 而他为了寻求更加强大的力量 就无意间找到了这个方法 蓝星的能量因子环境 还不足以使他 突破之更强的实力 那这个金石出现在蓝星上 也就是说明 蓝星曾经来过高级文明的生物 萧明深吸一口气 柳青山眼神深邃 陈生道 很有可能 龙军炎大帝 身为龙国第一人 他的实力也是最强的 最早达到蓝星实力巅峰 现在他的实力到达了瓶颈 所以就孤身前往 他不辞而别 原因可能是想低调一点 不想引起恐慌 不过这个 我们还没有定论 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龙军炎大帝是前往了太空 这个金石也不能说明什么 而这就是我们找你的原因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 这个金石上面有一串字符 但是我们始终无法破译这串字符的具体含义 但是天赋好的人是 可以从中看出一点端倪的 柳青山继续说道 他看向萧明 萧明听后也明白了 他们告诉自己这些 他们找自己的意图 就是为了这个 而经过我们的观察 你的天赋是我们见过最强的 所以 我们想让你帮我们破译一下 这串字符的含义 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们敢肯定 一定和龙军炎大帝的消失有关 不管是去了高等文明还是其他 这是唯一答案了 柳青山一脸严肃地说道 他还服了服眼镜 紧接着 柳青山把金石递了过来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你不同意 也得同意 萧明一脸尴尬 看来自己的天赋 早就被他们看穿了 这是肯定的 毕竟自己的表现 他们还是有目共睹的 萧明现在很肯定 自己的天赋高文山 绝对和柳青山说过 不过萧明也不感到意外了 你小子磨磨蹭蹭什么呢 赶紧的 一直没说话的肚折 这个时候不耐烦地说道 萧明也不墨迹了 直接接过金石 接过金石后 萧明打量着这枚金石 这个新鲜事物 萧明还是很感兴趣的 很快 萧明就在金石上 发现了一串字符 字符齐形怪状 什么勾勾圈圈的 歪七扭八 和蓝星上的文字 一点也不相信 这一看就知道 不是蓝星上的字了 此时 杜哲和柳青山二人 都在期待着 萧明能够从中看出什么来 他们也不急 有的是时间 给萧明破译 萧明看着这串字符 脑子自动运转 慢慢地眼前 开始出现各种的数字和公式 它们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字体 萧明这个时候 目光紧盯着字符 注意力集中在上面 脑子开始高速运转 她的推演开始了 她的眼睛 如同出现了大量的数据一般 在计算着什么 柳青山和杜哲这个时候 都一脸猛逼地看着 正在发呆一动不动的萧明 这就没了 不带草稿的 虽然疑惑 但是他们也没有打扰萧明 而是静静地看着 果然 这天才就是 不能用常理来衡量的 他们以前也不是 没给过那些其他天才破译过 但是没有一个像萧明这样的 就连骗子都不敢这样 萧明总是 能够做到超乎常理的事 在萧明的脑海里 强大的天赋加持 精识仿佛如同被看穿一样 他的长 宽 密度 质量 体积等等 都被计算了出来 然而 萧明的重点是 那串字符 萧明破译字符就比较繁琐了 不过很快 萧明就破译出了第一个字 萧明看着这个字 叫杜 萧明看不出什么 他随即继续破译 时间过得很快 柳青山和杜哲 也是很有耐心地在等待着 他们为了这个事情 已经操了很多心了 但是 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就在这时 萧明紧盯着精识的眼睛 猛然眨了眨 紧接着 恢复了平常模样 很显然 萧明已经推演完了 这时时刻注意 萧明的柳青山 也看到了萧明这副模样 萧明 怎么样了 看出来了吗 柳青山迫不及待地说道 萧明看向他们 满脸自信地点点头 破译完了 这点难度难不倒萧明 这个也就相当于 推演崩拳的时候那么简单吧 这一点都不夸张 不过对于现在人族的天赋 还是有点难度的 杜哲和柳青山 看到如此自信满满的萧明他们 非常震惊 但是又带有一丝质疑 这就破译出来了 要知道 萧明从开始到现在 也不过是花了将近半个小时而已 这半个小时 他们的茶都还没凉了 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萧明 他们对萧明这一结果 还是保持着怀疑 按理说 萧明破译出来了 他们应该高兴才对 但是他们这时 显得有点不相信了 当然 他们也不是不相信 而是这个太离谱了 他们给其他天才试过 他们最起码得等个一两个小时 快 说 是什么意思 杜哲直接抢先柳青山说道 萧明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个字符的意思是 杜纳联邦 杜纳纪元 伊普洛星球产 坐标 GCJ02 二人一听 他们瞪大双眼 果然没猜错 这就是外星文明的产物 而他们也知道了一切 龙军岩大队 其实是在破译了这个字符后 就只身前往了那个坐标 这一切也解释清楚了 龙军岩大帝不是消失了 而是去了高级文明 追求更加强大的力量去了 其实龙军岩之所以要去追求更加强大的力量 是因为他想要拯救人类 当他带着人族征战时 他那个时候 已经达到了凶兽的裂缝处 他进去后 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 根本不可战胜 但是蓝星现在的能量因子浓度 还不足以达到那个敌人的高度 所以 龙军岩此前也是为了人类 大帝啊 您不用这么拼的啊 杜哲这个时候 朝着天空感叹道 听到杜哲的感叹 萧明一脸猛 也不知道啥意思 第203章 还有吗 柳青山看见萧明的模样 他随即便和萧明解释 这些都是龙国的机密 很少人知道 柳青山他们能够和萧明说出来 证明了 他们对萧明的信任 萧明听到后 他也无比佩服龙军岩大帝 真不愧龙国第一人 萧明握紧拳头 他还需要更努力才行 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深 就越认为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 要不是通过这些了解 他还沉浸在现在的实力 而沾沾自喜 甚至是蓝星外的舞者 到底有多强大 反正绝对是比现在的蓝星都要强大 萧明啊 这次多想你的协助 要不是你帮忙 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个真相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地方的坐标 相信以后 我们人类会有机会去踏足那里 柳青山一脸温和地对萧明说道 杜哲这个时候 也看向萧明说道 你小子还算有点用 萧明挠挠头 微笑道 小事一桩 此话一出 杜哲和柳青山 你看我 我看你 神情古怪 说实话 他们到现在还是非常震惊 这家伙半个小事就完成了 是别人的好几倍 而且是完成了 别人还是失败了 而他现在说这是小事 他们都要吐血了 你把这个难道人族 大部分天才的难题 说成是一件小事 这谁能忍啊 他们现在愣是给萧明整无语了 嗯 很难吗 萧明看到他们的表情 说道 听到这 他们脸都黑了 这小子都不太谦虚一下的 早知道萧明的天赋如此强大 他们就应该把这个交给萧明 那样就不用费那么多心思了 但是萧明也是刚进南武 他们也没办法呀 嘿嘿 总而言之 这次多谢萧明了 既然如此 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那我们也不能没有什么表示吧 只见柳青山拿出手环 然后意念一动 面板出现 紧接着柳青山一顿操作 看到这 萧明这个时候 看到了令他非常激动的一幕 只见柳青山 直接把两万积分转给了萧明 萧明人都傻了 这就拿到了两万积分啊 而且 柳青山还不带犹豫一下的 说给就给 太阔绰了 这是我们俩给你的报酬 怎么样 满意吧 柳青山说道 萧明这时神情不变 眼神平淡地对着柳青山说道 嗯 满意 萧明脸上 虽然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内心已经乐开花了 就这么一件小事 就拿到了如此丰厚的积分 那得来多几次啊 校长 这样的任务还有吗 萧明一点都不忌讳地说道 他们两个一听 脸色都黑了 这小子 明显是向前看的 抱歉啊 萧明 我们暂时没有了 柳青山表面心平气和 实则是有些郁闷的 萧明听后还有点希望 是啊 这样的天下掉线饼的 怎么可能那么多呢 看来他是无法耗羊毛了 那校长 以后有这种事 尽管叫我 我保证完成 萧明眼神发亮 对着柳青山说道 杜哲这个时候 无语地扶了扶额头 这小子真有前途 柳青山则是强忍着神情 点头示意 好了 既然已经没什么事了 你就先下去吧 柳青山说道 萧明点点头 便恭敬地和他们道别 然后转身离开了 柳青山如果再不让萧明走 他恐怕都要气到吐血了 这家伙 说的是人话吗 要知道 他给萧明的积分 已经算是非常多的了 他属于是大出血了 要不是看在这件事很重要 并且很难完成的份上 他才不会给那么多 但是现在这家伙 居然不把这件事 当做一个难题 而是一脸轻松自在的样子 这简直是不让人活啊 早知道他就给少点了 给这家伙膨胀的 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 萧明的天赋 确实是非常强大 强大到超乎他们的认知 这简直不像是人类的天赋 不 是不像是目前的人类的天赋 可能是人族的一个特例吧 这小子 他的天赋 恐怕比大地都要强大 杜哲开口道 柳青山一脸震惊地看着杜哲 难以置信 他可是听说龙君炎的各种事迹的 什么一眼学会一门功法 修炼速度惊人等等 而现在杜哲说 萧明的天赋比龙君炎强 他肯定很震惊 他一直敬仰的龙君炎 都不如萧明 嘶 柳青山倒吸 一口冷气 哲夜 这是真的吗 柳青山很好奇 杜哲非常坚定地点点头 说道 这小子 上次我给他修炼金刚掌 他当着我的面 直接把整本金刚掌 在半个小时内就完成了 和这次一样 柳青山瞪大双眼 震惊 金刚掌他可是知道的 有点难度 一般人要修炼个一两年 而天赋在高点的 要修炼几个月 而他现在听到了什么 半个小时 这是人吗 这可是金刚掌啊 不亚于阵将级别的功法啊 这挂不得这么开的 柳青山都要怀疑人生了 感觉他一辈子都白修炼了 都修炼到狗身上去了 连柳青山如此温文儒雅的人 都因为萧明的不是人而失态 可想而知 萧明的天赋有多恐怖了 看到柳青山的模样 杜哲也安心了 他终于不用自己 独自承受这份震惊了 柳青山虽然震惊 但是更多的是 欣慰和感激 萧明来到南武 这是他们的幸运 是整个南武的幸运 有了萧明 他觉得南武一定会好起来的 而决定正义的关键因素 就是不久的武道联赛了 他经过这段时间 对于萧明的了解 他相信萧明一定能够在武道联赛 再绽放光芒 打出南武的威风 为南武重新夺回曾经荣光 甚至是更强 柳青山眼神炽热且深邃 以前他还非常担心 如果南武倒了怎么办 那他对得起自己的救命恩人龙君严吗 对得起把南武交给他的前辈吗 他无法回答 回答就是对不起 所以他非常害怕 害怕哪一天南武会毁在他的手里 他使劲想办法 甚至想到这一次 他直接将自己的仇怨和机会 全部压了上去 誓死一搏 赢了是血赚 输了大不了一死 很显然 他成功了 第204章 你没开玩笑吧 这次 他不仅报了仇 还为南武争取了资源 可谓是一举两得呀 但是这次的胜利 对于南武来说 只不过是饮酒之可罢了 过不了多久 南武将会再次陷入危机 具体的 还得看武道联赛啊 这就是身为曾经强大的势力 没落的悲哀 如果你一直是比较弱小的势力的话 还不会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 毕竟不会有人在意这样的微弱势力 但是南武不同 南武一直都是龙国顶尖势力 只是最近衰落了 他拥有着大量的强大功法 各种齐全的修炼设施 还有龙军炎大帝的加持等等 都是让人眼缠的资源 大家都想要奋一杯羹 所以他们经常来到南武搞事情 不是谈判就是交易 这些都是抱着强盗的思维来的 几次都被挖走了一些资源 肖明在重力场那里看到的 缺失的重力装置 就是被抢走的 完美诠释了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柳青山也非常憋屈 几次都想要请出杜哲 把那些人给灭了 他那个时候非常生气 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为了南武的大局着想 就比如 那一次侯家成人之威 还要抢他的女儿柳之威 那一次要不是肖明 恐怕自己的女儿都保不住了 憋屈不已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有肖明在 柳青山仿佛已经看见了南武复兴的时候 到时候 南武所受的屈辱 一并让他们百倍奉还 柳青山想到这 整个人都热血了起来 要不是舞蹈联赛 不能让他们这些老人参赛 要不然 他拼了命也要为南武打出一片天来 杜哲也注意到了柳青山的神情 感受到此时柳青山的那股热血 他不用想就知道 柳青山是在想什么 他太了解柳青山了 青山 你不用如此执着的 有我在 南武就不会倒 杜哲拍了拍柳青山的肩膀 一脸自信地说道 杜哲是南武的守护神 大家都知道他 一般是不能出来的 他就相当于压箱底的底牌 要等到南武陷入危机的时候 突然出击 才能打出更有力的效果 如果暴露了 肯定会被针对 到时候南武必败 听到杜哲的话 柳青山一脸感激地说道 哲也一直是我们的守护神 我们相信你 柳青山一脸真诚地说着 这是他的心里话 真情实感 对于自己人 柳青山从来不完虚的 杜哲虽然绷着一把脸 但是实则 他内心还是很感动的 嗯 剩下的就交给那个臭小的他们吧 杜哲这时 目光看向远方 说道 与此同时 萧明走出邻家大厅后 一出门 就看见叶云洲在门口等着他 萧兄 什么是那么开心啊 叶云洲看见萧明心情不错 好奇地问道 萧明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说出来也没关系的 嗨嗨 没什么事 也就是小专的两万积分而已 萧明轻描淡写地说道 什么 两万 你没开玩笑吧 叶云洲震惊地说道 萧明脸上的笑容更盛了 接着说道 嗯嗯 这可是校长亲自给我的 热乎着呢 听萧明说完 叶云洲彻底相信了 他了解萧明 虽然萧明有点不正经 但是至少不会欺骗他的 说实话 他羡慕了 要知道 他要辛辛苦苦地做任务 攒够几个月 才有两万积分 而现在萧明轻轻松松就拿到了 这到底是什么事啊 校长他找你什么事啊 居然还能拿到如此丰厚的奖励 叶云洲随即好奇地问道 要是他满足的话 那他肯定会立马冲进去 平常里 柳青山可不会 对他如此的大方 要不是柳青山是自己的导师 他就信了 柳青山会如此大方 萧明随即神秘一笑 说道 这个是绝密 我不能透露 这个确实是个绝密 毕竟龙军炎可是这个国家的大帝啊 他的事情本身就是个绝密 何况是这个 叶云洲听到萧明的话后 他一脸失望 随即也放弃了 嗯 我知道了 走吧 我们回南武 叶云洲没有在这个事情上纠结 他很快就释怀了 萧明点点头 随即说道 对了 之威姐去哪了 萧明早就想问了 他从刚才就没看见柳之威了 哦 他和他的导师走了 应该是继续去完成修炼吧 叶云洲的目光看向别处 说道 其实他没说真话 是柳之威看到了自己的实力 离萧明越来越远了 这样下去他 以后就无法和萧明并肩作战了 所以 他让导师去加强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之镇江 这样啊 那我们也回南武吧 萧明眼神深邃 然后 二人便朝着南武走去 就在二人在走的时候 突然天空中亮起金光 他们二人望去 那个金光赫然是王腾飞 只见王腾飞屹立于天空 他是手里来提着一个人 那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认识的龙墨 王腾飞慢慢降落 金光消散 萧明 他就交给你处理吧 我还有很多事 先走了 萧明还没来得及说话 王腾飞便匆匆忙忙地再次飞走了 看来是真的很忙 毕竟他们刚刚经过一场大战 还有很多事情要他处理呢 王腾飞现在既要处理武馆的事 也要处理武道联盟的事 忙都忙不过来 哪还有时间和他们说话 他耐够把这个娄墨带给他们也是奇迹了 萧明和叶云周也理解王腾飞 也没说什么 他们看向被王腾飞扔过来的娄墨 只见娄墨趴在地上 奄奄一息 他的半边身体 已经被王腾飞那一个巨大的拳头打歪了 看起来就不成人样了 娄墨虽然很虚弱 但是还是有意识的 他这时瞪大双眼看着萧明 一脸恐惧 他怕的萧明了 自从他和萧明作对 自己从来没有顺心过 萧萧萧 萧明 娄墨用着被打到漏风的嘴说道 萧兄 我先走了 你处理完跟上就行 还有他的尸体你 不用管了 会有人处理的 叶云周对萧明说道 萧明随即点头示意 第205章 奴役印记 这时 娄墨听到叶云周的话 他立马慌了 这明显是要杀了他 娄墨都已经修炼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达到这个境界 那他现在的一切努力 都将要前功尽弃 自己的心血 一切都要白费了 他怎么可能甘心 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邻家的人要么被杀 要么被抓 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帮他了 只能 萧爷 我错了 饶我一命吧 我不该对你动杀意的 都是因为那个林振天 是他让我杀你的 他本来还想让我和三长老 一起去杀你呢 但是我拒绝了 我不是故意的 求求你饶我一命吧 就看在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 娄墨满脸哭丧 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威风凛凛 瘦弱的身子在颤抖 萧明对待敌人 从来都不心慈手软 就算娄墨再怎么求饶 也没有用 就算叫萧爷 萧爹都不行 娄墨见到萧明不为所动 随即更慌了 连忙爬着后退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 既然要活着 那就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萧爷啊 你看我 我是阵将级别的强者 我能够帮助你很多 只要你不杀我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你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绝无一丝怨言 娄墨为了活命 随即说道 萧明听到娄墨的话 停了下来 任何事 你我要怎么相信你 萧明只是想要耍一下他 反正他迟早都要死 娄墨 显然没见过萧明的凶狠 根本不可能回放过他的 他见到萧明说这句话 就天真的认为 有戏 我这里有一门 从遗迹里搜刮出来的功法 它是一门精神力控制功法 修炼了可以用精神力控制别人 在别人的精神力世界里 留下一道精神力印记 如果那个人想要背叛你 你只需要运行精神力 激发他精神力世界里的印记就行了 娄墨显然是耸到不行了 直接全盘拖出 只见娄墨痛苦地抬起 他那将近瘫痪的右手 意念一动 作用于右手的手环上 紧接着控制面板出现了 娄墨点开他的功法 然后赫然陈列着许多的功法 不过萧明 对于上面的大多数功法 都没什么兴趣 娄墨随即点开了一门功法 萧明看得很清楚 那门功法名字叫奴役印记 看来娄墨并没有说谎 他也没急着杀了娄墨 先看看 他究竟要搞什么花招 打开后 萧明便仔细地观看了起来 萧明随即一页一页地翻看着 过了几分钟 萧明很快就把这门功法全部看完了 而且还非常清晰地记在了脑海里 萧明看完后 他有些疑惑 这门功法没有什么问题 确实是可以奴役别人 萧明现在不知道 娄墨在打着什么算盘 要不还是杀了吧 萧明心里想着 紧接着萧明眼神杀意腾腾 看向娄墨 娄墨这个时候满脸苍白 非常恐惧 这是想要杀了他 萧爷啊 我没有骗你啊 我哪敢骗你啊 要是敢骗你 我那不是找死吗 娄墨立马说道 他看出了萧明心里的忌讳 萧明看到娄墨的行为 他收回了杀气 萧明有些纳闷了 这娄墨看起来也没有撒谎的样子 难道是他隐藏得太好了 但是 看见娄墨现在这个样子 亮他也不敢 那不如试一试这个功法 萧明心里有些感兴趣地想着 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功法 在市面上 萧明还没见过 这种奴役别人的功法 萧明没搭理他 随即意识回归脑海里 开始修炼那门 奴役印记 娄墨看着萧明 以为萧明是在沉思 他也不敢打扰 随即等待着 他确实没有撒谎 毕竟他为了活命 已经不顾这些了 但是 他现在非常害怕 害怕萧明突然不同意 直接把自己给杀了 但是也没办法 这生死皆在萧明的意念之间 他只能默默祈祷 祈祷萧明不会杀了他 萧明此时在脑海里不断地修炼 他修炼得非常快 那门功法和其他功法一样 有很多层 每一层都会加强印记地完整 以萧明的天赋 这门功法萧明很快就修炼完成了 他现在是越修炼越上头 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当萧明修炼完成后 他立马就想着 要不要试着推演下去 没多想 萧明随即说干就干 很快就进入了推演当中 萧明的脑子高速运转 思维非常活跃 沉浸在推演当中 而此时 娄墨看着眼神呆滞的萧明 他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他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人 很快就看出了萧明现在的状态 是进入了感悟状态 他没敢打扰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 这怎么说个话 都能进入感悟状态啊 这天赋 太恐怖了 娄墨震惊地想着 萧明此时是一路推演下去 没有丝毫阻碍一样 非常顺畅 很快 萧明就推演到了一个极其高的层数 直至推演不下去为止 他在脑海里 也是非常满意地 看着自己的杰作 在他推演完后 他才发现 这门功法其实存在很多的缺陷 比如 如果释放印记的人精神力太低 而奴役对象的精神力太高 适应者所释放的印记 很容易就会被摧毁掉 还有其他很多的缺陷 是萧明不知道的 果然 娄墨不怀好心 很显然 是想要趁着这个机会逃过这一劫 然后萧明不注意的时候逃跑 不愧是娄墨啊 看起来人很瘦辱 实则一肚子心思 幸好萧明推演了 要不然就被这个老奸巨华的家伙给跑了 萧明的意识 在这个时候回归 他嘴角上扬 看着娄墨 娄墨这个时候 也注意到了萧明的神情变化 他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萧明也不打算杀娄墨了 打算拿他来试一试 刚才自己推演出来的效果 萧明已经把大量的缺点给修补了 但是还是有缺点的 不过问题不大 对于娄墨来说 应该够用了 他以后有了这门功法 那他就省事了不少 以后有了不少帮手 帮他解决掉一些麻烦 第206章 奴役娄墨 萧明来到娄墨旁 眼神平静地可怕 如同一个即将退壳 而出的恶魔 娄墨一脸惊恐 难道萧明下定决心 要杀了自己 娄墨心里这个时候 非常害怕 萧嫣 不要杀我 我求你了 不要杀我 娄墨一边后退 一边求饶 他一个大老爷们 满脸哭丧 替死横流 但是萧明不为所动 在慢慢向他靠近 萧嫣 我其实骗了你 那门功法 其实有个很大的缺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骗了你 娄墨这个时候 大声说道 他怕了 他将这个说出来 试图拖延一下时间 萧明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娄墨这时终于陷入了绝望 他知道 萧明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了 哎 我娄墨努力修炼半载 从一个默默无闻 让人看不起的小人物 成长到现在 已然是上天的恩赐 而我居然为了达到 更强的实力 而亲信凌驾 只能说是自己做了太多念 也好 我也该得到应得的报应了 只是有点不甘啊 娄墨停下挣扎了 他仰起头 一脸自嘲 眼神里有一丝不甘 萧明走到娄墨旁 眼神冰冷 娄墨闭上双眼 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来吧 娄墨大声吼道 他的嘴唇和眼皮都在打颤 很显然 他还无法挣脱死亡的支配 放开你的精神事件 萧明平淡地说道 娄墨听到萧明的话 他梦了 为什么要放开精神事件 就在这时 娄墨脑子里 冒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 那就是萧明已经修炼完了这门功法 结合萧明刚刚的种种行为 娄墨越发笃定这个想法 萧爷 难道你已经修炼完那门功法了 娄墨睁开双眼 好奇地问道 你说呢 萧明反问 震惊 非常的震惊 是真的 娄墨计算过 刚刚就过去了那么几分钟 萧明居然在这几分钟里修炼完了 就算是再简单不过的功法 也不可能吧 他现在才知道萧明天赋的可怕 以前他只是听别人说 娄墨对此嗤之以鼻 觉得他们都是夸大其词 然而现在 他亲眼见证后才知道 这TM是怪物 娄墨瞪大双眼 满脸不可置信 如果让他知道了 萧明还在几分钟里推演 就把这门功法推演到极限 那岂不是要被吓死 愣着干吗 想死 萧明毫不客气地呵斥道 娄墨立马被萧明吓了一跳 他从震惊中清醒了过来 是是是 我马上放开 娄墨慌乱地说道 原来不是要杀了他 这一出 把他吓得不轻啊 关键是 刚刚他袒露了真情 现在想想 是多么的肉麻 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他现在非常后悔的是 告诉了萧明 这个功法的缺陷 完了 这一下他真的跑不了了 但是他 还是有信心的 想要取得萧明的信任 然后在萧明放下戒备的时候 趁机逃跑 他现在要好好表现才行 现在打死 也不能惹萧明不高兴 他说什么 自己就要做什么 娄墨随即立马 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放开了 没有一丝阻碍 萧明看见如此配合的娄墨 也没有什么表情 现在娄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还怕他在这个结果眼上耍花招 萧明直接就捏死他 但是很显然 娄墨和林府浩 都是那样怕死的人 没有一丝骨气 傲气 萧明的精神力 进入娄墨的精神世界 只见他的精神世界 出现了一条小河 那是精神力凝聚成了河流了 这个精神力是知的变化 而萧明的精神力里把他的蛙 凝聚成河流 还有点距离 萧明没多想 紧接着运行那个奴役功法 随即开始在娄墨的精神世界里 凝聚出印记 慢慢的 精神力汇聚过来 在娄墨的精神世界里 凝聚出一个黑色的印记 看起来如同一个烙印一样 而娄墨也在一直观察着他的精神世界 他有点疑惑地看着那枚印记 这个印记 怎么是黑色的 我记得 他修炼到极限 也才是紫色 怎么可能会有黑色的 娄墨难难道 难道是他记错了 娄墨的表情有点古怪 没过多久 萧明便凝聚完了 他看着眼前的印记 点点头 非常满意 这个效果应该还不错 他现在能够感觉到 自己对于这个印记的控制 他随时都能够 把这枚印记引爆 为了非常强大 要知道 在精神力世界里 哪怕是受了点小伤 都会轻则制变成白痴 重则直接死亡 而他的这个印记 为了简直拉满 这一炸起来 他的精神力世界 直接完全崩溃 娄墨死得不能再死 萧明对此很满意 随即他退出了 娄墨的精神世界 一直观察的娄墨 看见萧明走后 他随即靠近那枚印记 他也看这个印记越奇怪 感觉这枚印记 要比之前的 要高级许多 并且 娄墨越靠近 就越能感觉到 这枚印记的强大 仅仅只是 站在这枚印记的周围 娄墨的意识 都要被撕碎了 这这这 难道 娄墨有种不好的预感 随即娄墨立马运行精神力 试图强行消除这枚印记 娄墨精神世界里的精神力 涌入黑印记 但是 当他的精神力靠近印记时 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娄墨的精神力被震散了 娄墨看到这一幕 他慌了 这怎么可能 自己的精神力 居然完全不管用 娄墨随即一股脑地 将自己全部的精神力 凝聚在一起 下一秒 一股凝聚成了 非常强大的精神力 冲击向黑印记 轰隆 娄墨的精神世界震荡 娄墨这个时候 感觉意识恍惚了一下 紧接着 他的目光看向印记 他随即变得惊恐了起来 这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印记不可能那么强大 我已经试过了 我的精神力完全可以破除 就算是极限的 我也可以 这怎么可能 娄墨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只见黑印记完好无损 他刚刚完全把那些 强大的精神力给震散了 没有任何作用 而此时 萧明也感觉到 自己的黑印记在被攻击 他不用想就知道了 很显然是娄墨在攻击 第207章 蝶狗叫一个 萧明也没制止 这正是萧明想要的 他倒要看看 娄墨究竟能不能把自己的印记 给破除掉 同时他也可以评估出 这经过他推演过后的奴役功法 究竟有多强的效果 当他看到 娄墨的第一次攻击 自己的黑印记时 他没有太多的表情 很正常 如果自己的印记 连这瓶A都挡不住 那要这门功法有何用 而第二下全力一击 萧明则是露出了 非常满意的神情 看来在娄墨的这个精神力境界 是无法将自己的印记破除的了 此时娄墨则是满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他随即开始疯狂攻击萧明的黑印记 试图将它清除 然而 不管他怎么攻击 都毫无作用 娄墨绝望了 他本来是想着 让萧明留下这枚印记 然后取得萧明的信任 接着趁机 将这枚印记消除 但是当他看到了这枚印记的不一样时 他就感觉不对劲了 所以他过来试试看 果然 根本打不破 娄墨欲哭无泪啊 他难道要永远成为萧明的奴仆了吗 不要啊 娄墨内心咆哮 试图发泄自己的不服 别攻击了 没用的 萧明这个时候突然说道 萧明已经评估完毕这个效果了 还不错 这样他就有底气了 娄墨听到萧明的声音 他立马身体一颤 没想到这枚印记 还能感受到被攻击 这 他刚才的攻击 不就被萧明看光了 那他为什么不阻止自己 娄墨越想越恐惧 他越想越细思极恐 他现在想 自己把这门功法给他 萧明怎么会把他弄得如此厉害 他想不通 但是这件事确实发生了 娄墨此时一脸尴尬地看着萧明 看到萧明的眼睛 他突然感觉自己有种想要臣服的感觉 哼 你以后别耍什么花样 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萧明立声斥责道 娄墨也没办法了 他现在已经彻底沦为了萧明的奴仆 他让自己做的事 自己以后也不能不接受了 在他的眼里 萧明简直就是个怪物 萧明仿佛把他的心思 都看穿了一样 自己无论如何 都无法逃脱他的魔掌 现在娄墨哪敢动歪心思啊 只要有点歪心思 萧明可能会毫不留情地杀了自己 毕竟萧明一开始 就是抱着杀了自己的心思来的 小人 不敢 娄墨立马上了角色 恭敬地说道 萧明冷眼一瞥 就算是奴役了 他也不能惯着 毕竟这种人留着身边 也还是有风险的 萧明不敢百分之百 保证娄墨不会动歪心思 所以他对娄墨警告一声 好了 我们走吧 回南武 萧明随即转身 向着南武走去 今天的收获还不错 先是在阁楼上 拿到了那些功法 接着就是柳青山的两万积分 然后就是这个娄墨 给萧明带来的奴役功法 萧明想到这 心情立马好了起来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到了 还在自己体内的那道神秘的金色血液 他的心情立马跌了下去 真是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啊 这是萧明停下脚步 看向楼墨说道 你知不知道林家老祖 在阁楼里面干什么 萧明想要了解 楼墨到底清不清楚 林家老祖的事 然后再顺藤摸瓜 楼墨听到萧明的话 他有些愧疚地说道 抱歉 小人也是第一次知道 林家还有老祖存在 萧明点点头 也是 这种秘密 怎么会给一个外人发现 萧明本来想要问 那个金色血液的事的 但是现在没办法了 楼墨也不知道 他只能另寻他法了 下次问一问杜哲导师 他们走得很快 一路上 在大街上的尸体 也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街道又恢复了往常的模样 几处被破坏了 这里估计要南武赔偿的 不过这些都不用萧明操心 别人会处理的 他随即继续往前走去 很快 他们就看见了前面的叶云洲 他为了等萧明故意走慢了点 云洲凶 萧明喊道 叶云洲回头一看 他知道是萧明 但是他看到了萧明旁边 还有另外一个人 那人赫然是楼墨 叶云洲看到这里 他有些迷惑了 这什么情况 等萧明他们走过来 叶云洲一脸疑惑 萧兄 他怎么 叶云洲问道 萧明微微一笑 说道 他呀 他变成我的奴仆了 来小莫 给狗叫一个 楼墨见状 立马有模有样的 学着狗叫了起来 汪汪汪 叶云洲瞪大双眼 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他不敢相信 楼墨一个阵将级别强者 会如此听话 但是重点不是这个 萧兄啊 你把这个 他留着身边 会不会是个影话 搞不好哪一天会 叶云洲一脸担忧地说道 萧明就知道 叶云洲会这样问 他随即拍拍胸脯 一脸胸有成竹的样子说道 你放心吧 他要赶的话 那在他动手的前一秒 就已经死了 是吧 小莫 楼墨这是惊恐地低下头 说道 小人 不敢 叶云洲不敢相信 在如此短的时间 萧明是怎么让如此人物 变得如此乖巧的 就算是这样 也会有侮辱而不情愿的吧 但是眼前的楼墨 就连侮辱都能够承受 可想而知 萧明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 萧兄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知道 叶云洲好奇地问道 萧明点点头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这还是多亏了小莫呢 是给了我一门奴役功法 然后我就把他给奴役了 他现在可是非常听话的 你说是吧 小莫 萧明说道 楼墨不敢犹豫 随即狠狠地点头示意 奴役功法 没听说过 但是这听起来 像是我们的精神力控制一样 精神力控制和这个差不多 但是我没想到 这个还有功法 叶云洲说道 这个奴役功法 确实和精神力控制差不多 就是奴役功法操作起来 更加强大 更加简单 楼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是时候他表现表现了 萧明也是欣慰地看了一眼楼墨 看来他还是有点用的 第208章 质问 楼墨是这样想的 既然他已经无法摆脱 被奴役这个命运了 那他也就只好 尽量地讨好萧明了 这样至少能够活命 现在他自己的生死 已经不是他掌控的了 惧怕死亡的他 肯定要想方设法地讨好萧明 说完这句话后 楼墨同时也观察了下萧明的神情 看到萧明满意的样子 他顿时感觉好受了不少 心情舒畅 他感觉这种认可感还不错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萧兄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啊 叶云洲一脸激动地说道 萧明一听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这确实是个商机 毕竟现在市面上 还没有这类功法的存在 如果萧明抢先打入市场 收益绝对很可观 萧明想到能够获得钱 他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 云洲兄 但是我没有销售渠道啊 难道直接放到上面售卖吗 这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萧明这个时候想到 叶云洲微微一笑 说道 你可以通过我们学校售卖啊 我们学校就是一个渠道 不过你不知道也很正常 你想想 我们学校培养那么多的人才 肯定会有一些天纵旗才创造出功法 然后你如果想要 去售卖 就可以直接找上学校 学校会帮你售卖 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免费 会受一点分成的 叶云洲解释道 萧明点点头 表示理解 这不就像大学里的科研专利吗 这个理解简单 而我们处理这件事的 恰好也是我们的高导师 他平时里在学校的工作范围最广 所以 这类事情也归他管 叶云洲继续说道 萧明露出笑容 如果是高文山的话 那就更好办了 如果是这样 那他以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积分来了 想想就开心 萧明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要出售这门功法了 走 我们先回去吧 萧明立马说道 随即三人便加快脚步 赶回南武 一路上 萧明和叶云洲 在有说有笑 唯独楼墨在他们身后默默地跟着 孤单不已 没过多久 三人便回到了南武 萧明他们 看着南武的大门 已经变得破烂不堪 经过这次的战斗 在这里的各种东西 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 最能体现的就是 南武门外的那几棵树 和几栋楼了 那叫一个惨啊 他们都是无辜的啊 现在却要落得如此下次 虽然大门破损 但是南武里还是完好无损的 毕竟他们都是 在外面战斗的 如果在南武里战斗还的了 南武里有各种标志性建筑 有古老的地标 甚至有开国大地龙军炎的铜像 如果林家敢破坏 别说武道联盟了 就连整个龙国都不放过林家 允许他们进攻南武 已经是最大的人词了 这个时候 学校的一切活动 也已经恢复了正常 那些死去的学员们 也得到了南武最高的敬意 过几天就对那些牺牲的南武将士们 进行追悼 将他们的名字 都留着南武的史册上 这是他们应得的最高待遇 这次的战斗 对于南武来说 那是真的扬眉吐气啊 南武的学员们 终于可以把被被人长期欺负的那口气 给发泄了出去 打出了他们南武的威风 可谓是振奋人心啊 走到南武的大街上 赫然是学员们欢呼声音 他们大多数都聚在一起 喝喝酒 唱唱歌 一路上欢声笑语 都在庆祝着 咦 你们看 好像还真是矮 他还厉害 我至今还久久不能忘怀 他杀阵将的那招 太惊世害俗了 他那招绝非这个境界就能用出来的 嗯 萧明他们后面 那不是罗默吗 他怎么会和萧明走在一起 学员们看到萧明他们 纷纷开始讨论 但是他们发现了 萧明身后跟着我们南武的叛徒 他们有疑惑 又有愤怒 但是他们的愤怒多一点 罗默这个叛徒 居然还没死 还和他们的偶像萧明走在了一起 里面的成分可能有点复杂 他们需要当面去质问萧明 毕竟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叛徒了 这种白眼狼 他们是见一个杀一个的 并且他们刚刚参加完战斗 身上的杀意还没消散呢 这看到罗默这个叛徒 他们的杀意立马腾起 随即一群南武学员围了过去 萧明和叶云周 他们看到这来势汹汹的一幕 一开始有点猛逼 但是看见他们都往萧明身后望去 萧明瞬间知道了 是怎么回事了 罗默这个时候 也感觉到了很多充满杀意的目光 他顿时头一缩 他慌了 你真是让人憎恨啊 萧明看向罗默说道 罗默惭愧地低下头 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他是个叛徒 这个帽子 他是摘不下来了 萧明他们很快就被围了起来 围了个水泄不通 萧明大佬啊 您后面那个人 怎么会和您在一起 是啊 萧明大佬 他不应该死了吗 难道是萧明大佬救了他 萧明大佬 不管怎么说 这个叛徒就该杀啊 以前我们敬他为导师 而他却背叛了我们 他走后 又带来了邻家的人过来 这个叛徒该死了 众人的质问声不断 他们纷纷一脸凶狠地看着罗默 恨不得直接上去杀了罗默 面对众人的质问 萧明和叶云周也是哭笑不得呀 要怎么和他们解释呢 萧明有些头疼 就在这时 叶云周站了出来 说道 各位师兄师弟们 你们误会了 其实萧明是想杀了这个叛徒的 但是他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法 奴役了这个叛徒 大家想想啊 我们奴役他 他也是个正将级别强者 这对于我们男武来说也是一份力量 此话一出 众人先是震惊 然后又纷纷开始质疑了 奴役 这可信吗 萧明大佬 是被这个叛徒给骗了吧 是啊 萧明大佬肯定是被这个该死的家伙给骗了 然后再趁机逃跑 别以为我们 看不穿你 你这个叛徒 我的建议是 杀了他最为保险 他敢背叛我们一次 就还有第二次 他必须死 众人还是不服 认为萧明是被罗默给骗了 才会这样做 他们眼里的萧明 从来都是眼里进步的沙子 冷漠的人 不可能会放过罗默的 第二百零九章 不许哭 此时全部人都在骂楼默 而楼默被一生生叛徒 骂得无地自容了 恨不得找个地洞转进去 这真是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呀 萧明丝毫没有同情他 这是他自作自受 他也不说话 就这样让别人骂他 让他把脸都丢光了 而萧明脸皮厚 这一点还不让他感到丢人 自己的狗骂 被判了 自己也跟着丢脸又如何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呢 萧兄他是刚刚拿到了一门奴役功法 这门奴役功法 把这个叛徒给强行奴役了 也就是说 如果他要是动什么歪心思 萧明一个念头 这个叛徒就会暴毙而亡 叶云舟见谈地说道 此话一出 瞬间引起讨论声 奴役功法 没听说过 不过如果是萧明大佬的话 我信 是啊 我也相信萧明大佬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 萧明大佬 怎么会放过一个敌人 哼 还真是便宜了这个家伙了 不过让他如此轻轻松松地死去 也是便宜 还是萧明大佬牛逼 他肯定是想要这个叛徒做任何事 这样我觉得更划算点 你身边多出了一个强大的助手 事半功倍啊 众人这个时候 纷纷表示理解 他们也明白了 萧明这么做的原因 不过有一点让他们疑惑 这奴役功法是什么 他们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啊 不过听起来 就是奴役别人的功法 但是市面上也没有啊 他们纷纷猜测 这是新的功法 也只有这个解释了 学员们理解萧明的做法后 他们终于放下了戒备心 不过对于楼墨这个叛徒 还是一脸嫌弃 就算是他做什么 都会受到他们的不满 哪怕是一个动作 走一步路 他们都认为 这个叛徒不对 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众人纷纷给萧明他们让路 他们对于萧明和叶云周二人 非常恭敬 但是唯独到了楼墨 却是冷眼看着他 楼墨低下头 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走过 临走时 萧明他们 还顺便找个人 问了一下高文山在哪里 很快 萧明他们就得知了高文山的位置 在练武场的一处 便看到一群人整齐的列队 而他们 每个人都 直盯着前面看起来十分威严的人 而他们盯着的人 赫然是高文山 班长出列 报告伤亡人数 高文山扫视着队列 想要通过眼神 看一下他的学员里 有多少牺牲的 是 我们班这次阵亡27人 受伤36人 班长这时候站出来 说出了伤亡人数 他的眼神都是暗淡的 看起来非常的伤心 可能是身为班长的他 看着那么多的同学阵亡 他心里很不好受 说着说着 鼻子一酸 眼里险些流下来 不过被他给压了回去 而其他的同学们 同样有点哀伤 原本是一起玩耍的好朋友 现如今 他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人了 不许哭 我们生死离别 这是你们必须经历的 以后这些还有很多 哭哭啼啼的 成何体统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残酷 你们要学会的是 如何去接受 而不是哭就能解决的 高文山一脸严肃地说道 说实话 高文山看见如此多的 自己的学员死亡 自己都不好受 但是他也只能接受了 这种事情 高文山经历的太多了 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那些学员们 听到高文山的话 立马收住了哭啼 虽然如此 但是他们难受啊 早上还在的 现在人就没了 现在他们想想 那些抵御凶兽 牺牲的舞者们 他们的家属 究竟有多难受啊 他们在想 如果牺牲的是自己 那他们的父母 会有多难过了 想到这 他们心中一颤 想要哭的欲望更加强烈 但是他们只能 强行压了回去 好了 今天你们也累了 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醒来 我不希望你们 又是这副模样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高文山说道 那些学员们 随即解散开来 朝着各自的住宿走去 而高文山 还是站在原地 他的目光 看向了一个方向 你们两个臭小子 怎么来了 高文山说道 而他口中的臭小子 赫然是萧明 和叶云周他们两个 而这时 高文山的目光 看向了萧明他们身后的楼墨 他眼神瞬间变得阴沉了下来 他随即运行力量 猛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高文山的身影 出现在楼墨旁 一把抓住楼墨的脖子 楼墨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高文山给抓住了 他非常惊恐 一脸痛苦的样子 他不断地挣扎着 高导师 你误会了 他其实已经是萧明的奴仆了 叶云周赶紧说道 高文山听到叶云周的话 他顿时松了松手 疑惑地看着叶云周 奴仆 萧明这个时候说道 嗯 是的 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一条狗了 我觉得 这样子还不如捏死他 省得他以后作妖 高文山的眼神再一次狠立 手中的力度再一次加大 其实我拿到了一本奴役功法 我修炼了功法后 把他给强行奴役了 他现在已经完全是我的傀儡了 如果他敢有一丝不忠 那他必死无疑 萧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高文山看着萧明 一脸疑惑 奴役功法 这是什么功法 你可以理解成精神力控制 一个人强行用精神力控制别人 不过精神力控制的限制很大 什么距离啊 时间啊等等 而我的这门功法 则是完完全全不用考虑这些 不管他身处何处 他必死无疑 萧明继续说道 高文山听后 瞪大双眼 他有些惊讶 还有这等功法 紧接着 高文山把楼墨像条狗一样 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丝毫没有留情 高文山算是明白了萧明的解释 难怪他会看到 楼墨跟着萧明他们后面 高文山虽然不知情 但是他看到楼墨 就是想要上去给他来一下 这样他心里才好受一点 可能是高文山 从一开始见到楼墨的时候 就对他没有任何好感有关吧 第210章 达成协议 高文山这时冷笑一声 细血地看着趴在地上的楼墨 哼 你也有今天啊 我就说我怎么看你你不顺眼啊 原来你就是条狗 背叛我们 哪里有好处 尾巴就往那里摇 看来我的预感还是挺强的呀 哈哈哈哈 高文山非常的爽快 他看到了这个整天和他争吵的对手这副模样 他高兴不已 其实高文山从一开始就看楼墨不爽了 他那个时候就知道 这种人不堪大任 迟早会是个叛徒 没想到还真给他猜对了 此时趴在地上一脸摔样的楼墨 他低下头 没有直视高文山 现在他虽然一肚子火 但是他为了活命 不能反抗一句话 萧明和叶云周看到这一幕 他们也没阻止什么的 只是冷漠地看着 这是楼墨应得的 想想 如果这次他们打输了的话 那他们的下场 恐怕比楼墨还要惨 现在不杀楼墨 反而奴役他已经是 对他最大的人词了 还要可怜他 可笑 高文山看都不想多看楼墨一眼 他的目光看向萧明他们 这次你们来 肯定是找我有事 说吧 高文山一眼 就看穿了他们的意图 萧明随即立马面带笑容 说道 嘿嘿 高叔 我们这次来呢 确实是有事 而且还是 和刚刚我说的有关 就是 我不是说我拿到了一门奴役功法吗 我想要售卖出去 高文山听到这 他突然清醒了过来 他刚刚光顾想着这个楼墨的事了 完全挖忘记了 还有这个奴役功法 这个奴役功法他 还是第一次听 现在他瞬间知道了萧明的意图 如果萧明说的是真的 那这门功法 是市面上还不存在的 如果是这样 那肯定会大转特转啊 高文山看着满脸笑嘻嘻的萧明 难怪萧明会这样的态度 原来是有这等好处啊 你的意思是 想要用我们南武的渠道去售卖 萧明听后 他满脸欣喜 狠狠地点点头 说道 嘿嘿 这不找您来了吗 高文山看看萧明 再看看娄默完全没了胆识的样子 他立马觉得这个功法不简单 如果能够迈出去 一定会有很高的回报 到时候 也可以帮南武小赚一笔 好 我可以用南武的渠道帮你销售 不过 我们也不是白白给你渠道的 我们也是有条件的 高文山说道 萧明很显然早就知道了 高文山会这么说 他早做好准备了 什么条件 萧明随即附和道 第一 你要保证 就只有我们南武这个渠道 二 这门功法上交给学校 三 我们六四开怎么样 我们六 你四 高文山嘴角上扬 说道 萧明一听 前两个可以接受 但是这第三个 凭什么要六四开啊 这不应该是四六开吗 怎么赚的 比他这个提供功法的还要多啊 高文山看见萧明这副不满的模样 他随即说道 你也知道 我们南武现在的状况有点差 需要资金来维持 萧明一听 他随即陷入了沉思 确实 现在南武需要大量资金 经过刚刚的战斗 周围大部分都要赔偿 而且还要大量的死者抚恤金 就算是林家的财富加起来 也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 战争事所带来的大部分方面 都是负面的 这资金也仅仅是一方面而已 萧明长叹一口气 说道 好吧 六四就六四吧 萧明他也没有多消极 反正这个功法都是白飘过来的 他也没有损失什么 还赚到了钱呢 何乐而不为呢 高文山听到萧明的话 他一脸欣慰地笑了起来 我替南武谢谢你 高文山感激地说道 没有没有 这小事而已 况且 我也是南武的人 不用这样客气的 萧明立马回应道 高文山点点头 他越看萧明越满意 紧接着 萧明将那本泛黄的功法掏了出来 递给高文山 高文山看着那本功法 一眼就看出了不凡 这是从遗迹里拿出来的 高文山好奇地问道 萧明点点头说道 是的 高文山也不感到奇怪 毕竟从遗迹里拿出的功法千奇百怪 他们现在的大多数功法也是由遗迹来的 而萧明这次的功法 很显然 是个从遗迹里拿出的新奇功法 这也很常见 毕竟他们现在的功法 大多数就是这样来的 接过功法 高文山说道 好了 我先把他拿去处理好先 嗯 我等您的好消息 萧明客套道 话必 高文山转身离开了 他走了 还撇了楼墨一眼 这时 一旁的叶云周也说道 萧兄 我也该走了 我刚刚突破 需要稳固稳固 一下自己的实力 萧明附和 叶云周也离开了 只剩下萧明和他的奴仆楼墨 楼墨见到了高文山走后 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也是收回去了 萧明喃喃道 萧明随即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 而楼墨这个时候 也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很快 萧明就回到了宿舍 看着眼前的宿舍 萧明便开心了起来 无论怎么样 今天他活着回到了这里 萧明走进宿舍的院子 然后对着楼墨说道 你自己找个房间 楼墨现在已经是无家可归了 他也只能跟着萧明了 楼墨听后 他很识相 立马动了起来 随便找了一个比较小的房间 萧明看到这一幕 也没说什么 楼墨现在像条狗一样 做什么都要看萧明的眼色 然而萧明根本不鸟他 萧明随即走回自己的房间 一下子躺在柔然的床上 他闭上眼睛 回想起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 今天的战斗 真的是起起落落 跌宕起伏 他满脑子都是打斗的场景 萧明回忆起这些 都是感悟啊 可以将他们都推演进起源经理 萧明这个时候 想到了柳青山和他说的话 他顿时惊醒 他立起身体 他还不能休息 还需要努力修炼 第211章 心态转变 萧明盘腿而坐 随即慢慢地闭上双眼 然后萧明先将自己今天的感悟 推演进起源经 事不宜迟 没过多久 萧明就把全部感悟 融入起源经 虽然萧明略敢吃力 但是这也不过是麻烦了点 紧接着 萧明便进入到了精神力修炼的状态 这个在萧明的日常里 是最重要的 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要放在上面 毕竟他的精神力 还落后于自己真实的实力了 只要他的精神力突破了 也就意味着萧明 就突破到了阵降级别 萧明为此下了很多的功夫 但是精神力的修炼 不是乘一时之快 就可以修炼成的 俗话说 欲速则不达 所以 萧明每修炼一段时间 就要沉淀一下 打捞根基 与此同时 楼墨进入到自己的房间后 他便没有再听到萧明的动静 他不仅有些好奇 萧明平时在家里做什么 但是他也没敢偷偷去看 他哪敢啊 等一下他被发现了 萧明直接就让他去见祖宗 那怎么办 那样他之前为了活命而做的努力 不就白费了吗 娄墨虽然好奇 但是迫于怕死 没敢去探究 此时 房间里的萧明 突然睁开双眼 萧明没有任何神情 眼神平淡 这也只是他日常的一部分而已 习惯了 紧接着 萧明便继续闭上双眼 开始修炼 他没有用蔑视钟来辅助修炼 也不是说效果不好了 只是效果 没有去重力室的时候好 他也不急 这一部分 放到去重力室的时候再修炼吧 他刚刚修炼精神力 如果再贸然用蔑视中的话 可能会因为精神力枯竭而晕倒 甚至是死亡 萧明随即就这样正常地开始修炼 萧明运行着起源经 慢慢地 萧明的丹田处 形成了一个小漩涡 吸收着周围的能量因子 没过多久 那个小漩涡变大了 疯狂吸收能量因子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大到了萧明整个房间 而萧明如同暴风眼一样 无数的能量因子都被萧明吸入 紧接着 犀利慢慢地扩大到了整个房子 在另一个房间里 同样在闭上眼睛修炼的楼墨 整个时候猛然睁开双眼 眼神里充满了震惊之色 这 好强的吸力 那个方向是 萧明 楼墨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这股强大的吸力 是从萧明的房间里传来的 他还没见过这样的强大的吸力 一般而已 只有无极之境的强者 才能有这样的威势 但是 就算是无极之境强者 也没有这般威势 这明显要比无极之境要强啊 而现在 萧明虽然有了正降级别的实力 但是还真实境界 也才大宗师 别说萧明了 楼墨自己也不可能做到这般威势 这也太恐怖了吧 才大宗师 就已经有了如此猛烈的 吸收能量因子的能量 这个吸力与功法和天赋有关系 萧明现在的功法是自创的 但是对于蓝星上的功法而已 已经是顶级的了 而且 萧明现在的天赋 也是非常的强大 可以用矿式奇才来形容啊 他能够用出如此强大的吸力 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楼墨 此时停下手中的动作 没再继续修炼了 开玩笑 现在周围的能量因子 已经全部往萧明那个地方飞了 他就算是强也抢不到多少 索性放弃算了 他现在是哭笑不得呀 修炼又不能修炼 又不能去找萧明说理 这个时候 他也只能练练功法了 几个小时过后 萧明开始慢慢地收缩漩涡 直至完全消失不见 周围暴动的能量因子 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这个时候 萧明也修炼完了 萧明做完这一切 慢慢地睁开双眼 口中吐出一口浊气 这次的修炼 虽然没有在重力室里的效率高 但是效果还不错 萧明喃喃道 萧明感受了一下 他的原力增加的还不少 这样下去 估计很快就可以 将气血全部转化为原力了 萧明一脸自信地想着 就算是这样 萧明也觉得有点慢了 如果萧明让别人知道了 他的这个想法 估计萧明会被打死 这样如此逆天的速度了 他居然还不知足 这样的速度 不出一个月就转化完了 况且这还是没有借助 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修炼的 如果他们能够有 这样逆天的修炼速度的一半 他们恐怕都要烧高香了 萧明随即躺在床上 进入了梦乡 今天的战斗太累了 萧明需要休息休息 虽然萧明现在的这个境界 就算是几十天不睡觉都没关系 但是也遭不住今天这样的消耗 人体需要一定的休息 才能恢复过来 与此同时 另一个房间的楼墨 在一边修炼功法 一边恢复自己的伤势 他今天被王腾飞狠狠地轰了一拳 他的半边身体都差点瘫痪了 幸亏他抢救的及时 不然他就算没死 他也完了 他如果这样 还不如死了算了 这时 正在恢复的楼墨 突然感觉到萧明吸收能量因子的犀利消失 他立马明白了 萧明已经修炼完了 呼 这怪物终于修炼完了 幸好我的心里素质硬 不然我的五道之心早晚要碎了 他变态了 楼墨 想到萧明种种表现 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 而且他离萧明还那么近 他都要崩溃了 这商标符号的是人吗 楼墨心里不断地吐槽 不过他转头想想 其实跟着萧明还是不错的 毕竟他现在跟随的 可是一个旷世奇才 如果萧明以后飞黄腾达了 他就算是调狗 也得变孝天犬 俗话说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这样一想 楼墨便感觉到了一股自豪感 幸好他聪明 知道什么值钱 什么不值钱 要不是他拿出了 那门自己珍藏已久的奴役功法 恐怕他早就是萧明的刀下亡魂了 而这个时候面对死亡 他立马觉得 什么都不值钱了 除了自己的命 现在楼墨想起来 还是为自己竖一个大拇指 楼墨一脸高兴 随即开始修炼了起来 他现在终于可以开始修炼了 因为萧明太猛了 要萧明停下他才可以修炼 第212章 戏耍黄修卓 第二天早上 萧明自然地睁开双眼 他猛然坐了起来 伸了伸懒腰 他昨晚睡得还不错 好久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了 真是太爽了 一大早起来 他的心情就变得很好 萧明打开门 然后走出去 他一出门 便看到了楼墨在这里打扫着卫生 萧明看到这一幕 也没搭理他 这家伙闲得 那些机器人都会打扫的 他凑什么热闹 萧明也知道 这楼墨肯定是想要在自己的面前 好好表现表现 然而萧明就把他当作傻子 在这里干着这些没用的事 很正常 狗都知道要讨好主人的嘛 何况是楼墨 不 就是这样 嘿嘿 萧爷 您醒了 早上好 楼墨一脸嬉皮笑脸地说道 他那油腻的脸上露出油腻的笑容 让萧明看到都不忍直视了 萧明只是敷衍地回应了一下 便去洗漱了 随即萧明随便吃了点早饭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装 他便准备要出门了 你留在这吧 我出去了 说完 萧明便夺门出了 而楼墨还在一脸猛逼地看着这一切 头上冒出了一个问号 什么情况 萧明其实今天要参加昨天战斗 牺牲学院的追悼会 这个必须要全体学员都要参加 不参加就视为退学 毕竟 这个是非常庄严的 对于男舞来说 因为那些牺牲的舞者们 都是守护男舞的英雄 为男舞战死的英雄 如果你不去参加 就会视为对烈士的不尊重 当然 这也只是男舞的提醒而已 毕竟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会有人不参加的 大家对于男舞的情怀还是蛮大的 萧明之所以不带上楼墨 很显然 楼墨是这次战斗的敌人 如果带他去了 萧明也不知道 还能不耐把他带回来 在这个地方 对于他们来说是最神圣的 而楼墨对于他们来说 则是最为误会的 他们肯定不管什么理由 都会群起而攻之 一路上 萧明看到 有许多的学员们 都手里拿着一朵花 萧明随即也在路边买了一朵 在这里 萧明意外地发现了 黄修卓也在这里买花 黄修卓此时也注意到了 萧明的目光 他随即假装没看见萧明 想要从萧明身边擦肩而过 哎呀 这不是萧卓兄吗 我上次在战场上都看到了 你很勇猛啊 萧明这个时候说道 黄修卓尴尬地停了下来 还是被萧明发现了 哈哈 萧兄啊 谢谢 我再厉害 也没萧兄厉害啊 抬起了 那个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黄修卓说完 便想转身离开了 萧明的实力 黄修卓现在可是非常清楚的了 不管是上次萧明和林甫文对决那会 还是在战场上萧明一招秒杀镇江那会 黄修卓可是真真切切地看得非常清楚 特别是萧明那一惊天动地的一招 那可是不得不让人心声敬畏啊 黄修卓现在已经不敢再招惹萧明了 想要见到萧明就躲开的那种 没别的 就为自己能够好好的在南武修炼 哎哎 等一下修卓兄 黄修卓刚走没几步 就听见了萧明的声音传来 他随即停了下来 他心里顿时有些慌张 这萧明难道想要刁难自己 完了 萧明想要干什么 他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也只能任由萧明欺负了 黄修卓有些紧张 他慢慢地回头 说道 萧萧萧 凶 还有事吗 黄修卓说话都有些颤抖 他已经对萧明产生了恐惧 如果萧明想要杀了自己 他连反抗都没有 他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了 被萧明杀了的那个林家三长老 那叫一个惨了 一刀两半 黄修卓紧张的冷汗都出来了 别紧张啊 我就问一下 这朵花要多少积分 萧明渐渐一笑 说道 萧明也只是想要戏耍他一下而已 也没多过分 就当是给黄修卓一个教训吧 毕竟上一次萧明还记得 是他先挑起的噱头呢 但是萧明也是亲眼目睹过 黄修卓在战场上和敌人厮杀的场景 那叫一个骁勇善战 对付敌人一点都不手软 而对于自己的兄弟 就能保护的就保护 当真是为了难我 黄修卓听到萧明的话 呆在原地愣了一下 这就没了 他还以为萧明会如何刁难他呢 他都做好心理准备了 黄修卓这个时候也恢复了过来 说道 哎呀哦 这朵花只要一积分 很便宜的 黄修卓微笑地说着 萧明点点头 说道 那还挺划算 如果贵的话 萧明此时的目光 看向了黄修卓的花 黄修卓立马醒悟了过来 赶紧把花递给了萧明 萧兄 给你 我再去买一个 萧明微微一笑 摇摇头 说道 算了 我自己买吧 行了 你走吧 萧明也不再逗他了 再下去就过了 说完 萧明随即朝着买花摊走去 黄修卓再一次愣住了 他这时醒悟了过来 他瞬间明白自己 是被萧明戏耍了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摇摇头 随即走开了 萧明此时也支付了一积分 买了一朵花 便朝着目的地走去 这一次 他们要在南武的墓园 举行追悼会 据说 南武每一次经过战争后 都会这样举行追悼会 并且还专门搞了个墓园 也是专门为牺牲的舞者们 立碑的地方 很快 萧明就根据手环上的地图 来到了目的地 萧明来到这 一眼望去人山人海 萧明观察了一下 这里面不仅有南武的学员 也有一些牺牲舞者的家属 那些家属很明显 他们都在哭泣着 有的甚至哭到晕厥了 萧明看到此情此景 都无比有感触 他在想 如果哪一天 他牺牲了 会有谁来他坟头前追到他 估计没有吧 萧明眼神有些暗淡 他看向天空 回想起了在地球上的亲人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恐怕连自己的死亡都不知道吧 不 可能在萧明消失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死心了吧 萧明看到这样的场景 他又回想起了 他在地球上的种种 他既有怀念 又有感伤 第213章 你给我出来 萧明感伤了一会儿 他随即恢复了回来 虽然 他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但是他还是很乐观的 他现在需要的是往前看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哟 萧明 你站着干嘛 这时 一个手拍了拍萧明的肩膀 萧明一听这声音 就知道是叶云洲了 他回过头 只见叶云洲和柳芝威 出现在眼前 萧明 早上好啊 柳芝威然一笑 倾国倾城 萧明愣了一下 然后回应道 早上好 芝威姐 萧兄 我们走吧 估计校长他们也快到了 叶云洲对着萧明他们说道 随即 他们便走到前面去 等待柳青山他们的到来 此时的墓园 那是一片哭泣声啊 甚至有些男舞学员 也跟着哭了起来 这不是他们太矫情了 而是他们真性情啊 那可是他们的队友 他们的同学 兄弟啊 说没就没了 怎能不流泪呢 萧明他们看到这一幕 他们纷纷露出沉重的表情 柳芝威此时的眼眶 已经变得红润了 就要哭出来了 兄弟啊 你怎么就先走了呀 哎呀 我胆啊 我胆 哎 我都要哭出来了 场上众人一片沉重 非常安静 没有一个人大声喧哗的 就在这时 柳青山和导师他们出现了 众人纷纷望过去 只见柳青山和导师们 同样是一脸沉重 学员们很识相地 给他们让出了一条通道 很快 柳青山他们便来到了前台上 柳青山站在上面 眼神有些暗淡地扫视着全场 各位学员们 各位家属们 我很理解 你们现在的心情 他们的牺牲我同样很痛心 对于你们而言 你们是他们的同学 是父母 老师 但是对于我而言 他们是我的学生 我的孩子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他们都是好样的 他们是我们男舞的英雄 为此我们男舞召开了这次追悼会 下面我宣布 追悼会正式开始 柳青山说到这里时 他赶紧结束 他的语气里 已经有些哽咽了 此话一出 所有人井然有序地 为那些牺牲的学员们献上白菊花 气氛非常沉重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破了整场的气氛 萧明 你在哪 你给我出来 声音响彻整个男舞 也在这个时候 在男舞里 同样有道声音传了出去 哪来的狗在这废呀 这是杜哲的声音 前辈 我们无意打扰您 我们来 这里找的人是萧明 那个人此时浑身金光 屹立于男舞的门口外 没有踏入男舞 而在他身后 赫然是一老一少 如果萧明在这里 肯定能够认出他们来 他们赫然是刘家的刘道平 和刘淡 哼 你们就算找萧明 也不能在我男舞放肆 杜哲立声道 那个人瞬间没声了 他现在是有点忌惮杜哲的 不过他也不管了 反正刚当的声音 应该够萧明听见了 随即 他们三人便在这里等着萧明 杜哲看着他们 他们现在也没有踏进男舞 他也不好动手 索性也不搭理他们了 等待萧明来处理 不过他看着那个人 眼神闪过一丝金光 这萧明 怎么惹了那么多事啊 真是让人不省心啊 杜哲难难道 与此同时 正在追到的众人们 纷纷被这道声音给震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王八蛋在叫啊 是谁敢找我萧明大佬的麻烦啊 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这个狗东西 偏要在这个时候出来 明显是故意啊 他娘的 众人们纷纷骂声一片 他们本来气氛还蛮严肃的 但是现在被这个声音给打断了 他们当然生气了 而萧明此时也是有点猛啊 他随即迅速在脑海中寻找着记忆 很快 萧明就锁定住了目标 他现在的仇家 还剩下刘家和侯家 侯家萧明首先就过滤掉了 这一下只剩下刘家了 萧明此时的脑海里 回忆起那个时候 在战场上的事 想到刘弹和自己的赌约 是刘弹赌输了 但是刘弹想要毁约 然后就是他的爷爷 刘到平来救场了 但是被王腾飞给制止了 强行让他们下跪了 这个对于刘家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侮辱 他们现在找上门来 肯定是为了报仇来的 萧明想到着 眼神阴沉了下来 他们什么时候来不行 偏偏在这个时候来 真是贱啊 果然 刘家都是贱人 萧兄 我记得了 他们肯定是那次在战场上 和你打赌的那个刘弹 叶云周这个时候说到 柳之威听到叶云周的话 他也想起来了那天的事 他顿时一脸愤懑 明明是那个刘弹要和萧明赌的 但是刘弹读书了 有不肯认 现在反而找上门来 萧明点点头 回应叶云周 柳青山这个时候 飞到萧明身边 说道 萧明 你是不是还招惹了什么人 听到柳青山的话 萧明便把上次发生的事 全部告诉给了柳青山 柳青山听后 他眼神有点阴沉 这个叶家平日里 也对南武有过不少的打压 而且 他们把他们的少爷刘弹 放到南武里 仗势欺人 卫虎作仓 到处欺负南武学员 要不是叶云周这些老学员的阻止 恐怕 萧明 你别搭理他们就是了 反正他们 现在已经不敢明目张胆地 进入南武了 柳青山扶了扶眼镜 对着萧明说道 是啊 萧明大佬 不要理他 给他惯的 哼 这狗贼流弹 他还敢回来 我保证不打断他的狗腿 萧明大佬 如果他们赶进来 那我们就灭了刘家 他奶奶的 我现在还憋着一肚子气呢 南武的学员们 他们也都听清楚了那个人的来历 他们纷纷仗义地帮助萧明说话 一脸同仇敌开 萧明看着这一幕 有些感动 随即说道 谢谢大家 那我就听你们的 不出去 就让他们在那里干等吧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对着萧明一个劲地称赞 竖起大拇指 第214章 意已决 昨天南武刚打回了他们的威名 他们刘家的人现在 哪敢招惹南武啊 也只能站在南武的门外找萧明了 毕竟没有经过允许 擅闯别人的地方 别人有权对其进行斩杀 或者抓捕 而刘家和南武的关系也没多好 他们有命进去 没命出来 与此同时 萧明他们也没搭理刘家的人 继续进行追悼 他们一一对牺牲的战友 进行献花 这时 刘家的人在外面等了许久 也没见到人出来 那个人眼神变得无比阴沉 而啊 看着这个萧明 他是不会出来的了 我们该怎么办 这样空手而归 不是很丢脸 一旁的刘道平沉声道 是啊 爹 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 之前不是 很能的吗 怎么这个时候躲起来了 这个缩头乌龟 那个胖的刘游的刘蛋 这个时候说道 那个人 赫然是刘道平的儿子刘定峰 刘定峰他 长得身材高大 腰背挺直 肩膀宽阔 一张四方的脸庞上 双眼略显阴异 但是目光里 闪现出坚定的神色 哼 要不是他们有强者 我早就进去捏死他了 何必要如此受气 刘定峰语气重重地说道 他原本就略显阴异的眼神 现在变得更加阴异了 前辈 我乃刘家刘定峰 目前在天狼门担任外门长老 前辈可否看在天狼门的面子上 让我们进去寻找肖明 刘定峰这个时候 爆出自己的家面和背景 以此威胁杜哲 杜哲听到天狼门后 他的眼神微变 有些动容 这天狼门在龙国的西北地区的一个庞大势力 强者如云 各种阵将级别 无极之境强者 层出不穷 而他们的门主 更是在无极之境之上的强者 实力非常恐怖 就算是杜哲也不是对手 这样庞大的势力的实力 已经接近京城南宫家了 而现在刘定峰说 他的天狼门的外门长老 要知道 在天狼门外门长老最低实力 也要阵降级别 刘定峰现在拿出了天狼门这个背景 让杜哲有些难以抉择呀 现在的南武与天狼门为敌的话 简直是不堪一击呀 刘定峰的声音很大 自然能够传进墓园每个人的耳朵里 南武的学员们听后 纷纷面露忧愁之色 居然是天狼门的人 这 天狼门 西北巨头啊 没想到这个家伙 居然还有这样的背景 这个实力差距有点大啊 该怎么办呢 众人纷纷面露难色 但是他们也下意识地瞥了萧明一眼 而柳青山和导师们 也是皱着眉头 萧明此时也注意到了 所有人的表情变化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人的背景不简单啊 居然让那么多人都面露苦涩 云州兄 这个天狼门是什么势力啊 萧明随即问叶云州 叶云州也知道 萧明对于这方面的匮乏 随即将天狼门的信息告诉萧明 萧明听后 他也是皱着眉头 看来来者不善啊 这个时候 柳青山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 你是我们南武的人 无论你如何抉择 我们都站在你这边 柳青山仿佛下定了决心 眼神坚定地说道 是啊 萧明 你不用出去 我们会保护你的 柳之威也说道 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情绪 都被柳青山给带动了起来 他们纷纷说着 对 萧明大佬是我们南武的人 我们怎么忍心把他交出去 那样 我们还是人吗 就算是如此 我们也对不起这些死去的兄弟 说得对 管他什么天狗门 天猪门的 他们赶来我们就干他压的 生当作人间 死亦为鬼凶 众人纷纷慷慨地 说着豪言壮语 可以说 不愧是南武的人 就是拥有这样的胸襟和情怀 他们不惧死 萧明听到众人的话后 让他感动不已 他满脸感激地 看着南武的学员们 他想要记住他们每一个面孔 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非常的感动 但是 这次是我萧明自己的事 我自己的事 就要自己去解决 就不带上各位了 请原谅 萧明说完 转身离去 众人一听 他们都愣了 这萧明在说什么 他孤身一人 和天狼门这个庞然大物对抗 开什么玩笑 小兄 你听一下 算上我一个 叶云舟这个时候 叫住萧明 也算我 柳芝威接着说道 算我 加上我 随着叶云舟的话 众人纷纷接上 他们都想要以个人的名义 去帮助萧明 萧明停住 他看到这一幕 感动得要流泪 他没想到 南武的学员们 如此地讲义气 萧明深吸一口气 眼神坚定地说道 诸位 我意已决 随即大步离去 众人一听 他们都震惊地 看着萧明离去的背影 久久没有说话 萧明的背影 在他们心中 久久不能忘怀 这 萧明大佬糊涂 他肯定是不想要连累我们 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哎 哎 萧明大佬一已决了 我们也没办法 萧明大佬啊 其实我们都不怕的 我们先不要那么悲观嘛 萧明大佬可能有自己的办法 每一次不是 萧明大佬都能够转位为安的 相信萧明大佬 我们去看看 众人纷纷感叹 但是他们同样有期待 毕竟就连他们也无法看清萧明 萧明说不定有什么办法呢 随即 他们也没多说什么 既然追悼会已经完成了 他们也跟着萧明过去了 叶云舟和柳之威转头想象也是 他们突然清醒回来 他们想到了 萧明还有南公家这么大的背景吗 这他们还在担心什么呀 柳青山其实从头到尾 都没有任何表情 其实他早已想到了萧明背后的背景 他刚刚说出那句话 其实是有心思的 他想要靠着这句话 打出一门感情牌 试图拉近和萧明的关系 以此也就拉近了和南公家的关系 可谓是一举两得呀 这柳青山果然是老奸巨华啊 时刻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第215章 应对 而此时不远处的高文山 也是想到了萧明背后的势力 他随即冷笑了一声 想着 这个天狼门的人 恐怕要自讨苦吃了 一旁的两位导师 一脸疑惑地看着高文山冷笑一声 并且他们在高文山的脸上 没有看出一丝的紧张感 甚至是一点负面神情都没有 这不禁让他们觉得有些奇怪 这怎么回事啊 不应该是气氛沉重的吗 自己男舞的人都保护不了 眼睁睁地看着他去赴死 他们现在看到了高文山的神情后 他们也不得不怀疑了 此时 场上恐怕也只有柳青山 叶云舟 柳之威和高文山他们几个人 是没有感到一丝的紧张感 只见他们这个时候 一脸轻松 对于萧明这一次 他们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他们纷纷慢条斯理地走着 不像其他人急急躁躁的 知道结局的他们 丝毫不慌 与此同时 门外的刘定峰这个时候 没再听见再有回应了 他也觉得是男舞忌惮了 他随即一脸自信地 在门口出来回踱步 等待着人的到来 而此时的杜哲没有说话 就是要等待萧明做出决定 现在看见萧明已然做出了决定 他也没说话了 他时刻准备着 准备随时出手 现在的萧明 毕竟是他的学生 如果自己的学生出了什么事 他哪里还有脸当萧明的导师 现在他想想 这萧明也是的 怎么惹了如此多的敌人 现在连天狼门的人都惹上门来了 这臭小子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竟给人添麻烦 与此同时 萧明也快要走到大门处 他一脸轻松地走着 一副慢条丝里的样子 唉 这三三步也不错呀 萧明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时 刘丹看到萧明 他猛然跳了起来 眼神变得很利 萧明 那是萧明 他话成灰我都认得 刘丹这时 一眼就看见了不远处的萧明 刘丹的声音传出 紧接着 刘定峰和刘道平的目光看过去 他就是萧明 长得倒是有模有样的 刘定峰上下大量萧明说着 刘丹此时听到刘定峰 还称赞了下萧明 他不禁有点忧怨 心里想着 到底他是你儿子还是我是 有这样夸别人的吗 但是他也没敢说出来 而是将所有的怒气 发泄在萧明身上 他的眼神凶狠地盯着萧明 他永远也忘不了 自己屈辱地给萧明下跪的那一刻 哼 我只要我一说出天狼门这个背景 就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他们就算有 强者又如何 还不是 给我乖乖地束手就擒 哈哈 刘定峰一脸自豪 说着 他靠着天狼门这个背景 已经就可以肆意妄为了 很快 萧明走到了门口处 他的目光看见了三人 站在南五的大门面前 萧明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三人 他这个时候 能够感觉到刘丹那个浓烈的杀意 紧接着 萧明眼神一瞇 杀意升起 顺着刘丹的眼神瞪了回去 刘丹的目光 对着萧明的目光 他猛然间吓了一跳 整个人仿佛看到了万里浮石成列在眼前 而站在正中间的 正是萧明 刘丹被吓得整个人跳了起来 他随即往后摔了一跤 看起来非常狼狈 紧接着 他惊恐地躲在了刘丹丰身后 不敢再多看萧明一眼 刘丹丰看到这一幕 他眼神阴沉 好可怕的杀气 他心里想着 与此同时 男武的学员们 这个时候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刚好看到了刘丹狼狈的那一幕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他看到萧明就被吓了一跳 哈哈哈哈 哈哈 原来的刘小狗啊 哈哈 太商标符号好笑了 这刘小狗 是来给我们看笑话的小丑吗 这也太贴心了吧 哈哈哈哈 紧接着 全场哄堂大笑 纷纷在笑着 刘丹刚才那一狼狈的一幕 萧明的杀气 本来就很强烈 加上刘丹对于萧明心里还有阴影存在 所以 刘丹很容易就被萧明的杀气 给攻破心理防线 萧明此时也是冷笑一声 一脸细血地看着 如同缩头乌龟的刘丹 哼 你就是萧明 刘丁峰的语气阴沉地说道 没错 正是你爷爷我 找你宵爷干嘛 萧明一脸高傲地说道 俗话说得好啊 用魔法打败魔法 刘丁峰看着萧明这一牵揍的样子 脸上青筋四起 很生气的样子 不过他压了回去 上一次 是你让我儿子跪下的吧 刘丁峰眼神非常的阴逸 用着很沉重的语气说着 语气里 还有一丝杀意 就是你爷爷我 怎么的 不服啊 进来 萧明随即一脸拽地说道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再一次笑了起来 哈哈 不愧是萧明大佬啊 牛逼 哈哈 就是这样 应对他 对死他 太商标符号地解气了 哈哈哈哈 萧明大佬 我支持你 南武的学员们纷纷为萧明打靠 刘丁峰听到萧明的话 看着萧明这非常拽的模样 他再也忍不住了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出来 给我跪下 这一次还要磕头 磕十个响头 刘丁峰暴怒 打死的吼道 刘道平也是满脸愤怒 对 出来给我们跪下磕头 这样我们可以饶你一命 而且 天狼门也不会再追究你什么 而刘丹这个时候 听到他们的话 也硬气了回来 哈哈 磕头 快给我磕头 但是刘丹看到萧明充满杀意的眼神 立马又怂了 躲在刘丁峰身后 萧明如同看三个傻子一样 看着他们 嗯 你们以为我傻呀 我就不出 你能拿我怎么着 萧明在他们面前 大摇大摆地动来动去 萧明这一举动 再一次引起了全场的哄堂大笑 看着刘家三人 如同看小丑一样 他们纷纷都说着 幸好他们来看了这场精彩的表演 不然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的 远处的叶云周随即说道 萧兄的嘴 还是一样的损啊 扑吃 萧明好逗 柳之威也笑了起来 笑得倾国倾城 如同仙女一般 第216章 等着覆灭吧 导师他们也笑了起来 这小子 我怎么没发现他的嘴巴这么能说呢 不过我喜欢 哈哈哈哈 高文山一脸欣喜地看着萧明 大声笑道 他现在看萧明 真是越看越喜欢啊 而柳青山没有说话 扶了扶眼镜 一脸欣赏地看着萧明 刘定峰三人 听到萧明说的话 和看到这一幕 他们立马感觉自己 被萧明戏耍了 他们三人顿时怒火中烧 刘定峰更是整个人的脸 都被萧明给气红了 气得胡子都歪了 你个懦夫 就喜欢躲在里面 有本事你出来 难道你想要拉上你的男舞吗 到时候 我可不知道你男舞能不能承受得住 我天狼门的攻击了 刘定峰威胁道 萧明听后 他的眼神阴沉了下来 这个家伙在拿男舞威胁他 萧明 别答应他 我们男舞不怕 是啊 萧明 不就是个天狼门吗 来了我们便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不管你如此选择 我们都支持你 男舞的学员们 一脸同仇敌忾的模样 萧明这个时候迈开脚步 向前走去 来到门口 萧明随即踏出门口一步 然后 然后就没了 好了 我出来了 怎么着吗 萧明随即恢复了刚才的戏血 看到萧明这一举动 全场都猛了 不管是男舞的人 就连刘定峰他们都猛了 这就出来了一步 也叫出来了 好像是出来了 但是没有完全出 哈哈 萧明大佬啊 我太佩服你了 这也行啊 此时此刻 我只想说 牛逼 哈哈 这招好啊 学到了 学到了 萧明的举动 让全场大笑连连啊 更不停不下来啊 刘定峰看到这一幕 他的怒火 已经无法抵挡住了 CPU都被干烧了 萧明 你找死啊 居然敢这样 耍我们 刘定峰已然失去理智 随即他浑身金光四起 浓厚的原力散发出来 给我死 刘定峰猛然向萧明抓去 只见他的爪子 出现了一道眼睛发红的狼的虚影 速度极快 威力极强地向萧明抓去 萧明此时也是惊了 没想到这个家伙 一下子就被惹怒了 他随即想要抵挡 但是对方的速度太快了 根本来不及抵挡 萧明瞪大双眼 此等招式让他始料未及啊 他随即脑子高速运转 试图找出躲避的方法 下一秒 爪子已然贴近萧明的脸上 就差一点就要抓到萧明 而一旁的刘弹看到这一幕 他满脸激动 好像已经看到了 萧明死于自己父亲的爪子下 他终于也可以摆脱萧明的阴影了 他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萧明面前 紧接着 只见那个人紧紧伸出一根手指头 刘定峰的爪子 这个时候和那个人的手指头碰撞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刘定峰的威力消失了 狼的虚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你越界了 那个人平淡地说道 而萧明紧盯着眼前的人 萧明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那个人赫然是他的导师肚折 萧明此时的满脸震惊地 看着肚折的那根手指 这也太强了 仅凭一根手指 就挡住了如此强大的攻击 杜折到底有多强啊 萧明再一次刷新了自己 对于杜折的认知 而此时 萧明看向那个爪子 显然已经超过了南武大门的一公分 刘定峰也是满脸震惊地看着杜折 他能够感觉到 杜折身上的那股强大的压力 他这个时候断定 眼前的这个人 不是自己能够招惹的 他心想着 这股威势 他也只在门主身上感受到过 而他也恢复理智 杜折一出现 他的怒气消掉了一大半了 对不起前辈 晚辈无意冒犯 刚刚是晚辈怒气上头了 刘定峰恭敬地对着杜折致歉 而他的目光 则是阴狠地看了一眼萧明 萧明一点也不怕 同样瞪了回去 就这 嗯 只要你们不业界就好 杜折说完 随即消失不见 只要萧明不出去 杜折便可以一直保护萧明 刘定峰看见杜折消失不见 他继续说道 哼 我说过 你只需要跪下磕头认错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 如果你再不出来 我就认定为是这是势力之争了 此话一出 全场沸腾了起来 势力之争 这个家伙居然上升到了势力之争了 可恶 他就是仗着自己身后的背景吧 不然 他狗屁都不是 我们南武随时可灭 哼 不管萧明怎么抉择 我们都必须站在萧明这边 南武众人 他们没有因此产生分歧 他们都纷纷支持萧明 这一刻 压力再一次回到了萧明的身上 萧明站在原地没有说话 眼神平静 过了一会儿 萧明还是没有说话 刘定峰他们看见萧明 还是没有说话 说道 你这不说话 我就当做你们是想要开启 这个势力之争了 紧接着 全场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都在等着萧明的回答 萧明最讨厌这种 被人压着的感觉了 如果自己没有背景 就只能任由别人踩他 萧明握紧拳头 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的不满 他还要变强 变得强大到 没有人能够再次威胁自己 哼 我们走 你们南武等着覆灭吧 刘定峰等了几秒后 他的耐心已经没有了 随即对着刘弹和刘道平说道 紧接着 他们转身离开了 此时 南武这边所有人都寂静了 没有说话 如果南武和天狼门开战 他们都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众人看到这一幕 他们心里立马变得极为沉重 天狼门现在仿佛一座大山 压在他们头上 柳青山 叶云舟 柳之威和高文山 他们的神情依然没有变 还是一脸轻松 萧明这个时候 无奈地笑了 哎 到头来还是要麻烦南弓前辈你啊 萧明的声音不大 但是正在离开的刘定峰 听得清清楚楚 第217章 狂 刘定峰停了下来 他随即冷笑一声 紧接着 他转过头来 一脸嘲讽地看着萧明 南弓 哈哈哈哈 你不会想说 你的背景是南弓家吧 哈哈哈哈 我还说我背后有大地撑腰呢 刘定峰阴阳怪气地说道 萧明听到刘定峰的嘲讽 他没有感到任何丝毫生气 反而是嘴角上扬 哎呀 可是我就是有南弓家这个背景啊 怎么办呢 萧明摊开手 一脸无奈 得说道 此话一出 南武这边全场沸腾 WOCE 这萧明大佬背后 居然是南弓家 太牛逼了吧 这 我虽然有点不相信 但是还是要站在萧明大佬这边 这怎么可能 萧明大佬的背景 如果是南弓家 那萧明大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啊 不管怎么样 萧明大佬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支持他 呜呼萧明大佬牛逼 全场都在沸腾 也只有那些知情的人 没有任何举动了 他们纷纷露出饶有兴趣的眼光 看着这一场好戏 既然刘定峰有强大的背景 那萧明有更强的背景 现在就是靠背景时间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优胜劣汰 背景也很重要 之前萧明不知道啊 现在萧明终于知道了背景的重要性了 这有了背景 简直是直接省掉了不少事啊 就比如上次的侯家的人来找茬 就当快要打起来的时候 萧明亮出了南弓家这张牌 这直接给那个不可一世的侯家当头一棒 跪下来给南弓家当狗了呀 而侯家的那个侯建明的下场也知道了 还不是要乖乖去吃屎 而且还是一蹲啊 那个时候萧明可是看到了 武道联盟的武准啊 摁着那个侯建明 使劲让他吃屎啊 吃饱了又辣 然后继续吃啊 一 想想都觉得恶心 萧明此时也终于理解了 南弓警给自己这个电话的含义了 这表面了 南弓警要保护他 也就是说 南弓家是萧明的背景了 萧明回过头来想想 还真是那么回事 自己教会南弓警增幅功法 其实不是为了感谢而给萧明电话的 而是要保护自己 而且 南弓警还给萧明了一件地龙甲 这样的价值连城的装备 可想而知 南弓警是有多看重萧明了 南弓警这是要在萧明身上投资啊 毕竟萧明的天赋南弓警 可是放在眼里的 就连如此人物 都不得不佩服萧明的天赋 萧明这是暗自下定决心 他以后欠南弓警 或者南弓家一个人情 他一定会还的 哼 嘴在你身上 任你怎么说都行 你也是够牛逼啊 直接拿南弓家来当做背景 你信不信我直接把你告去南弓家那里 说 你拿南弓家的名号 到处作威作福啊 刘定峰冷笑 随即毫不客气地冷言冷语地说道 哈哈 就是 我现在投诉电话都准备好了 你继续装 刘道平也跟着嘲讽萧明 刘弹则是探出个小头 也跟着说道 萧明 只要你在我面前跪下刻想投 这件事 我们就不举报了 并且 我们的事情也一笔勾销 他们三人一唱一和的 而刘定峰这个时候 笃定了萧明绝对是想要爆出南弓家的名号 然后让他们收手的 但是刘定峰转头一想 这一小小的男武 怎么可能有一个如此强硬背景的人在这里 他断定萧明说的肯定是假的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南弓家恐怕连鸟都懒得鸟一下 萧明不耐烦地抠了抠耳朵 他们这三人的说辞 萧明都听腻了 能不能换得新鲜点的呀 紧接着 萧明随即走出了大门 光明正大的站在他们三人眼前 一脸戏血 我出来了 怎么着 让我跪下磕头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赶紧过来给我磕个头 上一次我还没让你磕头呢 这次补上 萧明一脸嚣张地说道 在场的全部人都看到了萧明这一举动 萧明的这一话语 他们全部人都梦了 彻彻底底梦了 不管是男武的人 刘定峰三人都梦了 就连一向平稳的柳青山 也是瞪大双眼 一脸惊讶的样子 WOC 这萧明大佬够狂啊 我太喜欢了 没错 就是要这样 我就喜欢这样的 不服就干 哈哈哈哈 萧明大佬牛逼 不愧是我的神 全场沸腾得起来 萧明此番话 直接点燃了全场 没办法 萧明这句话太狂了 这招直接反客为主了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萧明这种不具强大势力的压迫的勇气 很是让人称赞 虽然萧明是背后有男公家才敢这么干的 但是很少人知道 他们全部都以为 萧明这是直接无脑冲的 想让人不上头都难啊 这萧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柳之威这时候开口说道 他看见萧明走出去 还如此狂妄 柳之威没有 和其他人一样燃了起来 而是一脸担忧 不会的啦 你忘记萧兄的背后是谁了 还有 你忘记他 昨天斩杀阵将强者的画面了吗 放心吧 他既然如此自信地出去了 那就证明 萧明肯定是有准备的 我了解他 叶云周眼神坚定地说道 柳之威听后他才想起来 还有这些事 他刚刚看到萧明出去了 脑袋都空白了 随即柳之威脸上的担忧之色 也消散了许多 另一边 高文山也是一脸兴致地看着 这小子够狂啊 有我当年的风发啊 不过比我还差那么一点 高文山伸出两根手指 捏出一个很小的缝隙 一旁的颜飞和孙燕宇 则一脸鄙夷地看着高文山 你可真是那个呀 要我夸夸你吗 颜飞说道 高文山听后 知道颜飞是在嘲讽他 说道 嘿嘿 这就不用 低调低调 高文山将计就计 颜飞扶了扶额头 一脸无语 孙燕宇看着二人 你一句我一句的 没有多在意 他现在担心的是萧明 他想不通 萧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不是很危险吗 孙燕宇一脸担忧 眼神里还有点疑惑 第218章 战刘定峰 萧明这是要激怒对方啊 他是想要让刘定峰出手吗 柳青山从震惊中恢复回来 他开始分析萧明的用意 与此同时 刘定峰他们三人 听到萧明这句话 他们的表情从猛逼 然后开始反应了过来 变得极为愤怒 萧明 你这是找死 我决定了 我要把你的头拧下来 然后摁着地上 给我儿子磕头 刘定峰暴怒 浑身强大的气息涌动 哼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你脸不要脸 那你就死吧 刘道平起到白色的胡子 都气歪了 刘蛋也是跟着愤怒了起来 肥胖的脸庞 显得非常油腻 但是那个细小的眼神 显得格外犀利 萧明 我们本来也只是 让你磕头认错 但是现在你不领情 那就去死吧 三人朝着萧明怒吼 他们的样子 如同生气的泼妇一样 看起来非常滑稽 哈哈 你们看他们那个傻样 笑死我了 哈哈 他们虽然很生气 但是我看到他们这样 真的忍不住不笑啊 哈哈 三个小丑啊 真是给我们带来了 太多的欢乐了呀 哈哈 三人一个胖到飞起 一个小老头 一个国字脸 看起来就像戏剧里 经常出现的经典配角啊 很难让人不发笑啊 他们三人不知道 他们这一幕 没有多大的震慑力 反而引起了 众人的哄堂大笑 这一幕太滑稽了 他们这个时候 也听到了南武学员的声音 他们的脸变得更黑了 已经要按捺不住了 你们给我闭嘴 信不信我这就让天狼们 直接把你们这个破学校给踏平了 刘定峰朝着南武学员怒吼 然而南武的学员 被刘定峰这样威胁 他们反而没有收敛 而是变本加厉 嘲笑声也变得更加大 哈哈 你们三的小丑 看见没 他们都在笑你们是小丑啊 哈哈哈哈 我替他们感谢 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欢乐 萧明随即嘲笑道 刘定峰凶狠的目光看向萧明 他现在倒是明白了 萧明现在还是和南武的人是一伙的 他们现在联合在一起戏弄自己 他的目光变得像看仇人一样凶狠 现在萧明已经出来了 他随时可以捏死萧明 到时候 他连南武都不会放过 捏死萧明后 他会立即通知天狼门前来攻打南武 紧接着 刘定峰锁定萧明 浑身瞬间冒出金光 原力充满全身 萧明 去死吧 刘定峰飞了起来 迅猛地朝着萧明飞去 一只手释放原力捏住萧明 然后另一只手则是形成了一个狼头 狼头张开嘴巴 如同深渊巨口要将萧明吞噬掉 与此同时 在暗地里 杜哲眼神凝重地看着这一幕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就算是自己破戒了也要救下萧明 杜哲的眼神随即变得坚定 萧明此时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被刘定峰强大的原力禁锢住 很显然 自己已经落入了刘定峰的杀招 萧明反应很快 随即眼神凌厉 整个人金光大战 紧接着 萧明的身体用力一振 轰隆 巨大的原力 震掉了刘定峰施加于萧明身上的原力 下一秒 萧明的身体能够动了 正在急速靠近的刘定峰也是震惊了一下 没想到萧明的实力居然那么强 他低估萧明的实力了 他原以为萧明也只是个刚刚突破的小小震僵而已 没想到 一下子就把他强大的原力给打破了 但是这没用 刘定峰已经锁定住萧明了 萧明跑不掉了 必死无疑 就算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刘定峰这个时候 嘴角上扬 已经看到了自己把萧明的头拧下来的样子了 他现在已经在幻想 自己把萧明的头摁在地上使劲地磕头 然后一旁的男武的学员们 那个痛苦的表情 刘定峰现在想想多兴奋啊 哼 让你们一直笑话我 现在这就是萧明的下场 刘定峰心里想着 越想越舒畅 萧明强烈地感受到 刘定峰飞过来那股强大的力量 萧明眼神平淡 毫无波澜 紧接着 萧明运行原力 他抬起右手 下一秒 萧明的右手金光焕发 刘定拳头 原力迅速凝聚 力量非常强大 空气都被震战出巨大的声音 萧明的拳头上 震荡出了一道道气流 在他的拳头上 形成了一圈一圈的气环 这次的气环 更加凝实呈现金光 随着气环的数量的增加 萧明感觉到 拳头传来非常巨大的力量 空间都被震得不稳定 仿佛下一秒就要塌陷一样 强大的力量 萧明无法精准地控制住 他现在非常吃力地控制右手 另一边 柳青山看见萧明这一招 他震惊了 这是上一次萧明测试的时候 用的功法 没想到变得那么强大 柳青山望着那股力量 都有些窒息感 柳青山看着刘定峰 摇摇头 与此同时 刘定峰此时也发现了萧明的变化 他变得十分惊恐 本能再告诉他 不能再靠近萧明了 想要他逃离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能再回头了 只能硬上了 萧明看见刘定峰靠近 眼神一凝 杀气生疼 紧接着 萧明猛然挥出手中的拳头 朝着刘定峰的狼头虚影轰了过去 下一秒 双方强大的力量碰撞在一起 轰隆 巨大的力量爆发出强大的冲击波 地上的灰尘 从他们中间猛然间散开向四方 紧接着 他们中间的地面也开始裂开来 慢慢地 地面开始被强大的力量压到凹陷 这时 冲击波快速地波及到了南武里面 南武的学员们也被波及了 一股巨大的窒息感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WOC 我还呼吸不了了 好强大的力量 噗 好强我的气血都紊乱了 哎呀 我的头要炸了 南武的学员们仿佛痛苦地哀嚎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 柳青山看到这一幕 大手一挥 一个巨大的屏障出现 抵挡住了这些冲击波 做完这一切 柳青山眼神凝重地看着萧明和刘定峰 第219章 经过我同意没有 这时 刘弹和刘道平二人 也是被这个巨大的力量给震飞 他们本来就离那个中心地要近 他们一开始 很显然没有想到 萧明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他们都以为 萧明这是必死的 所以他们 也不做任何调整 直接就站在原地 现在好了 被震飞了 刘道平倒好 他实力毕竟强大 而刘弹就不好了 他整个人直接晕了过去 而此时的中心点 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 两个人还在撑着 萧明此时是一脸凝重 他现在居然无法直接打破 刘定峰的防御 这很明显 刘定峰的练体功法练到家了 而且还是一门 很强大的练体功法 而刘定峰 则是没有萧明那么轻松 而是满脸猙獰 他能够感觉得到 自己的拳头上 传来强烈的撕裂感 那股撕裂感 仿佛无法抵挡 直冲自己的防御 刘定峰惊恐地看着萧明 他看着萧明如此年轻 居然如此强大 他不敢相信 这实力 已经是与他几乎齐头并近了 刘定峰感觉自己 有些落入下风了 随即加大力度 萧明感受到刘定峰的力量 也跟着加大力度 轰隆 巨大的冲击波 再一次震荡开来 刘定峰加大力量后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差了 因为他感觉那股撕裂感 更加强烈了 下一秒 他的拳头开始出现了裂痕 鲜血标出 萧明这个时候 嘴角上扬 终于打破他的防御了 既然已经开出了一道口子 那就是机会来了 萧明随即猛然间加大力量 这个时候刘定峰触不及防 他没想到 萧明这个时候就加厉了 紧接着 刘定峰拳头的那道口子 猛然间开裂 鲜血大量地涌出 下一秒 刘定峰拳头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裂痕 刘定峰感觉到撕裂的痛 哎呀 刘定峰痛苦地嘶吼着 他现在非常想要退出 但是这样的局面一旦发生 是不可能退回来了 因为他知道 他只要一退 自己就会被萧明击中 那个时候 非死极惨 这是什么功法 穿透性居然如此强大 刘定峰痛苦地说着 想要知道答案 萧明凝重的模样 已经变得一脸春风得意 就是崩泉啊 萧明平平淡淡地说道 正在承受巨大痛苦的刘定峰 这个时候 听到萧明这句话 他险些气到要吐血了 你跟我说 这个是崩泉 刘定峰直接怀疑人生 但是 萧明用的就是崩泉啊 只不过有一点点调整 又有一点点升级而已 此时 刘定峰拳头上的裂痕 已经蔓延到了他的手臂上 鲜血直流 刘定峰非常痛苦 仿佛他的手臂 如同遭受了千万把刀搁着他 我们这样 我们各种退步可好 刘定峰怂了 他随即说道 但是他也不想丢失颜面 萧明听后 笑了 现在明明是他处于上风 还各种退步 想得美 萧明没说话 手中的力度再一次加大 下一秒 刘定峰痛苦地哀嚎了起来 啊 裂痕继续往刘定峰的手臂裂开 并且裂痕变得更大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听见喊叫声啊 我也听见了 但是我敢笃定 这不是萧明大佬的声音 不是萧明大佬的 那 南武的众人听到这痛苦的哀嚎声 他们纷纷开始猜测 因为现在萧明二人 已经被巨大的灰尘给挡住了 看不见 就算用精神力 也会被强大的力量给绞碎 这怎么回事啊 萧明到底怎么样啊 柳芝威一脸担忧 叶云舟也是听见了这个声音 放心吧 我萧兄的声音 还不至于那么难听 叶云舟随即安慰道 听后 柳芝威还是一脸担忧 而柳青山则是服了服眼镜 没有说话 眼神平淡 另一边 高文山也是有些担忧地看着忠心 这个臭小子 直接爆出自己的背景不就完了 还搞那么多事干嘛 高文山随即抱怨道 此时 刘定峰看见萧明不肯做出让步 大声吼道 是你逼我的 刘定峰狠力地说道 下一秒 刘定峰浑身的力量涌出 全部传入他的手臂中 萧明看到这一幕 他没有变得慌乱 反而变得无比兴奋 这正是萧明想要的效果 紧接着 刘定峰强大的力量涌入手臂 萧明此时感受到强大的力量 他也运行原力 将力量一股脑地涌出右手 轰隆 两股巨大的力量轰然爆炸 顿时 一股更加强大的冲击波席卷整个地方 就连远处的树木都被震得沙沙作响 如果遭受狂风一样 双方的力量达到了平衡 相互抵消 慢慢地开始消失 他们这时所在的地方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坑 很快 他们只见的力量消耗完 一切都回归 下一秒 只见刘定峰的手臂猛然爆裂开来 啪咖 他的整个手臂都炸成了血污 啊 我的手 刘定峰痛苦地哀嚎着 而萧明则是整个右手都散布着血丝 但是看着问题不大 我的手 刘定峰还在哀嚎 与此同时 南武的学员们 这个时候也能够看清楚情况了 他们看到这一幕 满脸震惊 WOC 这 小明大佬牛逼 我只能说 小明大佬牛逼 震撼 太震撼了 小明大佬直接把别人的一条手臂给打没了 小明威武 你永远是我的神 不只是他们 就连高文山 柳青山 杜哲这样的人都震惊了 此时刘定峰虽然很痛苦 但是立马给自己的右臂点穴 封住穴位 以免鲜血再次流出 他此时凝重地看着眼前的小明 眼神里充满了对于小明未知的恐惧 他现在是看不清小明的实力了 这种未知感 让他感觉非常的难受 小明 我承认你很强 我这次认栽 先放过你 我们走着瞧 刘定峰怕了 说完 他猛然间朝着刘道平和刘弹那边飞去 小明这个时候 冷笑一声 怎么 这就想走了 经过我同意没有 小明细血地说道 第220章 笑话 不远处 刘道平他们二人 被震飞后 刘道平没有立马冲向刘弹 他扶起刘弹 检查了一番后 他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 只是晕了过去 随即他的目光看向战斗中心 他现在是不敢相信小明的实力 要知道 他那个时候 第一次看见小明的时候 也还只是个小小的宗师 他根本不把小明放在眼里 但是现在他看到了什么 刚刚那个巨大的反正力 就是证明 现在看来 小明的实力 已经不亚于自己儿子刘定峰的实力了 他算了算 从他第一次见到小明到现在 也不过是几个月罢了 但是现在小明的实力 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小明是阵将 他还没那么惊讶 但是小明 现在不是简单的阵将了 而是和自己儿子 齐头并进的阵将 太敬畏天人了 小说也不敢这样写啊 下一秒 刘道平听到了惨烈的哀嚎声 这个时候 刘道平的目光 也看向了战场中心 他听到这个声音 有种莫名的熟悉 然而 他这个时候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 居然是自己儿子刘定峰 在痛苦的哀嚎 然后又是在下一秒 他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儿子的手臂爆裂开来 化为了血污 刘道平看到这一幕 呆住了 他的脑子转不过来了 他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一秒 可谁知下一秒 就完全颠覆了 他刚刚还在想着 萧明的实力 和自己儿子势均力敌 现在就看到了 自己儿子被打断手的一幕 这说明了说明 说明了萧明的实力还不止于此 他的实力要比自己的儿子强大 震惊 震撼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萧明已经成长到了这个地步 他不是人 他是怪物 刘道平看萧明的眼神不一样了 有敬畏 有后悔 但是更多的是惊恐 这时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刘定峰 朝着这边飞过来 他立马心领神会 刘定峰是要撤了 剑打不过萧明 只能跑了 这一次 他们都低估了萧明的实力 以至于轻敌了 怎么 这就想走了 经过我同意了吗 然而他们听到了什么 萧明居然还不让他们走 他是怎么敢的 正在飞行的刘定峰 这个时候也在空中猎牵了一下 差点摔下去 他原本以为萧明只是想要抵抗自己 但是没想到 居然给萧明蹬鼻子上脸来了 难道这个萧明 不知道自己的背景吗 居然还敢直接将自己留下 还是说 萧明是这样没脑子的 刘定峰和刘道平 心里都出现了这个疑问 我走还需经过你的同意 刘定峰转身 目光阴冷地看着萧明 萧明也没墨迹 说道 既然你们来了 并且招惹了我 就别想离开这里 萧明的声音很大 大到全场都听得见 此话一出 再一次沉寂的众人沸腾了起来 萧明大佬说的话 真是让我们这些人感到太爽了 就是要这样的狂妄 WOC 萧明大佬好霸道啊 我好喜欢 就是要这样 他连手都被萧明大佬给打没了 他居然还如此嚣张 说走就走 真是气煞我也 不过看到萧明大佬这个反应 我也就放心了 众人对于萧明的这番豪言 双手称赞 这也太伤标符号热血了 直接燃起来了 萧明对于刚才的一场战斗很满意 特别是他用出来的崩拳 简直太无解了 直接穿透防御 通过刚才的战斗 萧明也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一定的认知 他现在感觉自己的实力 已经在中段阵降左右了 要知道 中段阵降 可是要把全身的气血 转化成原力才算的 但是没关系 萧明可以通过强大的功法来弥补 萧明这是未到阵降级别 反而有了阵降级别的实力 他属于是越级挑战了 而且还是强势碾压的那种 这种别人吹牛都不敢那么吹 太夸张了 刘定峰听到萧明嚣张的话语后 他没有愤怒 反而异常的冷静 现在他没了一个手臂 并且在刚才也消耗了不少的原力 他现在的实力大打折扣了 根本不是萧明的对手了 你就不怕我天狼门 直接踏平你们这个破学校吗 刘定峰转威胁道 萧明听后 他笑了 你天狼门算什么东西 也佩灭我男舞 而且 你说得好像我放你走 你就会放过我们男舞一样 笑话 天大的笑话 萧明一脸不屑地看着刘定峰 对 说得对 不能放过他 是啊 他既然说出了这句话 很显然已经把我们男舞 放在了灭掉的名单上 我们不能放过他 萧明大佬 杀了他 他们的对话 瞬间引起了男舞学员的巨大反响 杀气直冲刘定峰 刘定峰看着眼前这个情形 他暗自不妙 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这番话 暴露了自己的想法 他确实是这样想的 想要自己回去后 告诉门主灭了男舞 现在他看见自己的想法 被萧明戳穿 他有些不知所措 还有些慌乱 他怕了 他怕男舞的强者会出手 到那个时候 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他看了看底下的刘道平 和晕倒的刘弹 他非常后悔 后悔带上了自己的亲人过来 其实他也是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本以为自己找死萧明 让他跪下磕几个想头而已 没想到这个萧明 就是个最大的变数 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他带上了自己的亲人 如果没带上他们 他就可以随时逃跑了 但是现在带上他们 逃跑肯定是逃不了的 顿时 一股恐惧充斥他的心头 这个萧明很显然是 不肯放过自己的了 而自己也已经不是 萧明的对手了 难道他已经穷途陌路了吗 不 他还有天狼门这个背景 只见他缓缓地 抬起手中的手环 意念一动 面板出现 刘定峰用紧剩的一只手 在面板上滑来滑去 很快 他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 直接拨打了过去 萧明也注意到了 刘定峰的这个举动 他没有打断刘定峰 任由他打 第221章 大长老迪灵 萧明用脚翔也知道 刘定峰一定是要找救兵了 走投无路了 不过正好 萧明顺便把刘定峰 背后的天狼门给收拾了 刘定峰一脸焦急地 等待着电话的接通 他同时也是 时不时瞄一下萧明 看见萧明没有动手 他就放心了 不过他也有些疑惑 为什么萧明看到 不攻击过来呢 他随即也没多想 也许是萧明傻吧 不过这样正合他意 只要自己和刘道平 他们能够活命就行 今天他们 真是倒霉透了 出门没看皇帝啊 如果他们知道 萧明的实力如此强大 那刘定峰就请来 天狼门的抢者了 就在这时 电话突然接通了 只见面板上出现了一个人 那人下巴尖靴 撞似尖刀 和嘴巴里的两排 惨白的利尺相互映衬 更显陰险狡诈 红舌翻卷 透着嗜血的残忍之色 快看 那个家伙要找人了 哈哈 他走投无路了吧 奇怪 萧明大佬怎么不阻止一下 这样不就让他得逞了 到时候想要杀他就难了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萧明大佬 有自己的想法吧 我们要相信萧明大佬 众人看到天空中 面板上出现的那个人 随即纷纷讨论着 看来萧兄是想要玩一会啊 真是的 受不了他哎 叶云舟在远处扶了扶额头 无奈地说道 柳芝威听到叶云舟的话 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他眼睛如同发亮了一般 直直地盯着在远处 意气风发的萧明 另一边 高文山看到这里 他也是觉得萧明太磨叽了 臭小子 怎么这样磨磨叽叽的 要是我 直接摊牌得了 搞那么麻烦 不过说实话 还是挺有意思的嘛 高文山虽然自己做不愿意 但是看萧明这样做 还是挺爽的 这场戏真是精彩啊 而柳青山 也在时时刻刻地 看着这一幕 他看着天空中 面板上出现的那个人影 他的眼神阴沉了下来 没有说话 这时 那个人狡诈的眼神 看向刘定峰 刘定峰 你找我干嘛 嗯 你怎么了 怎么没了一条胳膊 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那个人的声音非常尖 透露着一股阴冷之气 他看着眼前的刘定峰 变成了这样 他眼神都隐狠了下来 这个可是自己的得意下属 居然被人伤成这样 他很生气 刘定峰这个时候 恭敬地给那个人行礼 大长老 救救我 我要被他打死了 就是 他把我的一条手臂给打没的 刘定峰立马一脸哀嚎 他一边说 一边指着底下的萧明 大长老一听 他立马回想了起来 刘定峰说过 今天会去南江市找一个仇人 现在看来他的这个仇人 有点强大 连自己得意的下属 都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随即好奇地看向底下 目光落在了萧明身上 看到萧明时 那个大长老震惊了一下 嘴里喃喃着 好年轻 他没想到 刘定峰的仇人如此年轻 更关键的是 如此年轻 已经能够拥有超越刘定峰的实力了 这是个旷世奇才啊 那个大长老 看到萧明的年轻 也不得不感叹一下 哦 就是他 小子 你是什么人 大长老随即居高临下地问着萧明 眼神里充满了不屑 萧明冷笑 这反派 怎么那么多话 你眼瞎呀 眼瞎就把眼睛挖了 给有用的人 萧明直接毫不留情地对了上去 刘定峰听到萧明的话 他小心翼翼地 看向大长老 这一番话 肯定会把大长老给激怒了 要知道 在天狼门大长老的脾气 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是出了名的臭 但凡是什么人惹怒了他 他二话不说 直接派人把他给灭了 死的人顶撞大长老 大长老一怒之下 直接下令 把那个宗门给满门抄斩了 而那个顶撞大长老的人 还被大长老给挂在了视频上 让天底下的人知道 他天狼门大长老 是不好惹的 现在萧明居然敢和自己的大长老 这么说话 刘定峰这个时候 也不得不佩服了 萧明真是够勇的 够爷们 同时他也露出了笑容 想着 这个萧明真是找死啊 看来不用自己推波助澜了 依照大长老的尿性 肯定会把南无给灭了的 正好省了他不少力 果不其然 大长老听到萧明的话后 整个人直接红温了 他的脸变得像猴子的屁股一样 红了 小子 你很嚣张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没有听过我的名号吗 那个大长老愤怒的吼道 急了 急了 他急了 萧明嘴角上扬 这样的人就是好激怒了 这样就被激怒了 他是有多自卑啊 没听说过 哎 可能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吧 不值得我记住 萧明摇摇头 一脸细血地说道 他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是还是要损一下的 那个天狼门大长老一听 顿时火气消下去了一点 原来是个没有听说过自己名号的人 难怪他会一点都不怕自己 刘定峰 你告诉他我是谁 天狼门大长老望向刘定峰 大声吼道 刘定峰听到大长老的吼叫 整个吓了一跳 他是我天狼门大长老 狄林 实力无极之境 号称天狼之怒 刘定峰意气风发地为狄林介绍着 他仿佛很自豪 哈哈 天狼之怒 哈哈 怎么不说是舔狗之怒啊 我看你们叫舔狗之怒算了 你们看了 那个人像不像一条舔狗 哈哈哈哈 兄弟 你这句话 太商标符号棒了 我喜欢 他们舔狗们 就是舔狗多呀 这也能舔啊 哈哈 此话一出 顿时引起了南武学员们的哄堂大笑 特别是看到刘定峰的那个样子 他们蹦不住了 这一画面 结合他们的宗门的名字 简直是舔狗们的最佳诠释啊 南武学员们说话的声音 传到刘定峰和狄林的耳朵里 他们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好像是出了狗屎一样 第222章 刀来 你们这些贱民 难道就这么想要死吗 狄林愤怒地朝着南武那边吼道 此话一出 南武那边没有变得老实一点 反而变得更加嚣张了 他们说的话也变得更加难听 狄林的脸色再一次红温了起来 哈哈哈哈 兄弟们好样的 说得好 不愧是舔狗们啊 我看你们是舔上去的吧 哈哈哈哈 萧明听到南武那边发出这样的话语 他顿时乐了 小子 你找死 我告诉你 你死定了 还有你们 我现在立马派大军过去 踏平你们这个破地方 狄林已经忍无可忍了 直接暴怒 朝着萧明和南武那边吼着 南武的学员们听到这句话 他们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让他们的火气上来了 你个老东西 来啊 我怕你们啊 尽管来 来多少 老子杀多少 老子就算死了 那也赚妈了 哎呦 我好怕怕啊 有本事你现在就过来打我啊 他们随即朝着天空中的狄林纷纷挑衅 他们也是有脾气的 好好的在这看戏呢 怎么就无端端的把他们给拉了进来 狄林听到那些非常挑衅 他渐渐的下巴都 气得变平了 大长老 我们不用搭理他们的 我们到时候攻打过来 直接把他们给杀光了 看他们还怎么嚣张 刘定峰随即说道 狄林听到刘定峰的话 顿时火气消掉了不少 刘定峰讲的确实有道理 反正他们都是将死之人了 何必要和将死之人计较呢 这样只会显得自己太沉不住气了 随即狄林的怒火便消了下去 他眼神阴溢 他已经好久没有感觉到这般的气氛了 他在想 是不是时间过得太久了 世人都忘记了他的名号 那就接着这一次的屠杀 让他的名号 再一次响彻整个龙国吧 刀来 这时他们突然听到 下方传来了一声大喊 下一秒 南武那边的一位学员 刀鞘中的刀突然飞出 朝着萧明的方向飞去 WOC 怎么回事 是萧明大佬 他要借你的刀一用啊 WOC 萧明大佬用你的刀 你今晚就笑着睡觉吧 萧明早上出门 本来是要参加追悼会的 所以没带战刀 这时 狄林和刘定峰的目光看过去 赫然看见 萧明把手举过头顶 做出握刀的姿势 刘定峰看到这一幕 他顿时想了起来 自己是让大长老来救自己的 现在大长老已经和南武宣战了 那也就意味着 这怎么回不去了 不好 大长老 他要杀了我 救救我 大长老 刘定峰看到萧明的动作 立马一股危机感传来 他立马朝着狄林求救 狄林这个时候 才想起来 刘定峰打给自己 是要求救的 但是他刚刚和南武宣战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理由 和南武谈判了呀 狄林刚刚被怒气 给占据了自己的理智 应该要沉住气地 先把自己的下属给救了先 这个时候 那柄战刀 已经飞到了萧明的手中 接到战刀的萧明 眼神变得极其凌厉 冰冷之气充斥着他的眼眸 仿佛他的情感 全部消失了一般 他的眼睛里 只剩下了杀戮 大长老 怎么办 刘定峰一脸急切 对着大长老说着 狄林看看刘定峰 再看看下方的刘道平 和刘弹 还能怎么办 抛弃他们你 直接跑吧 或者你用全力和他一战 狄林给刘定峰 出了两个主意 狄林碍于面子 对于自己刚才说出来的话 已经不可能收回 或者改变的了 这个南武 他是灭定的了 他总不能厚着脸皮 先去跟南武的人说 放过刘定峰 然后转头 就再和南武宣战吧 刘定峰听到狄林的话 他的心里咯噔一下 仿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他知道了 狄林显然是放弃他了 他的意思就是 我也没有办法 你好自为之吧 与此同时 萧明这时浑身的气息突变 变得极其锋利 紧接着 两道异镜同时涌出 两道异镜旋转 速度飞快 他们快速地融合 慢慢地 两道异镜融合完毕 萧明这时 浑身如同神兵出窍一般 一道非常强大的异镜 直冲云霄 天空的云朵 都仿佛被切割开来 WOC 来了 来了 萧明大佬神迹来了 WOC 这个好朴实 但是又惊艳 萧明大佬牛逼 此招一出 那个人必死无疑 南武那边看到这一幕 他们一脸憧憬和敬畏地看着 如果萧兄对我用这招 我恐怕也是必死啊 叶云周感受着萧明 释放出来的强大的气息 感叹道 柳之威同意 一脸憧憬地看着 另一边 高文山瞪大双眼 而其他的两位导师 同样震惊地看着 我上次就深切地感受到 这招的强大了 恐怕我上去也是死 太强了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物啊 高文山眼神 闪过一丝恐惧 这这 这是什么 刘定峰惊恐地看着下面的萧明 狄灵的目光同样看过去 因为他不在现场 无法感受到 这股强大的气息 嗯 好精妙的意境啊 这是什么意境 但是狄灵可以通过眼睛观察 就在这时 刘定峰猛然朝着远处飞去 连手环都没挂断 直接跑了 他怕了 他要跑 还是命重要啊 刘道平和刘弹 他也不管了 此时地面上的刘道平 看到自己的儿子跑了 他顿时陷入了绝望 但是他也没怪自己的儿子 他听到狄灵的那两个主意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他随即叹了口气 说道 哎 孙儿啊 我就不该答应你啊 我糊涂啊 我就不该答应 你要来这里啊 我们俩这次恐怕 刘道平非常后悔 自己要答应刘弹了 他看见刘弹对萧明的怨恨如此之大 索性就同意了 然后找来他的儿子 然而 他也没想到 萧明居然成长得如此之快 这都怪他没有做好调查 刘道平现在好内疚 好自责 但是刘弹此时还是晕厥状态 完全没有听进去 第223章 在线开天 此时正在朝着远处急速飞行的刘定峰 是满脸惊恐 他刚刚离萧明最近 他能够感觉到萧明那一招的恐怖 在这个时候 他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他的身体在打仗 不由自主地想要逃离 就好像他的身体感受 多了什么恐怖的存在一样 那是本能的 想要做出的反应 他刚才就盯了一下萧明的眼睛 顿时被萧明眼神里的那股杀戮之气 给吓得不轻 那种冰冷 那种蔑视 不可直视 就算是他居高临下 但是在萧明的眼里 他如同一只小蚂蚁一般 仿佛就像再看一位神明一样 刘定峰甚至连面板都来不及 关掉就跑了 而面板则是跟着刘定峰跑 此时面板里的狄灵 也是满脸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他看见刘定峰那个表情 很显然 萧明的这一招非常恐怖 这究竟是什么意境 他好像是将两种意境融合了 这意境还能融合 狄灵看得很清楚 萧明是将两道意境相互融合了 而且还是刀法和剑法的意境 要知道 刀法和剑法意境都是主攻法 威力极强的意境 他们之间已经公认了 是不能相互融合的 因为这会产生巨大的排斥反应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从武道盛行开始 也不是没有人没有尝试过这一想法 但是无一例外 都失败了 没有一个成功的 从那个时候 他们就认定了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并且 这个已经被写进了教科书里了 而现在萧明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做到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不合常理啊 开挂了 狄灵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他现在的心思 已经不再留定峰身上了 而是震惊于萧明的这个意境 就在这时 正在全速飞行的刘定峰 猛然间停了下来 只见他瞳孔扩大 四肢僵硬地停在原地 他跑不了了 他感觉到浑身的契机都被锁定住了 再怎么跑也没用了 嗯 刘定峰 你怎么停下来了 狄灵疑惑道 刘定峰顿时T4横流 大长老 救我 我跑不掉了 我已经被锁定了 必死无疑 刘定峰朝着狄灵哭丧 狄灵也意识到了 萧明这招的强大 居然那么远都能够锁定住 非常震惊 随即他一脸同情看着刘定峰 他听到刘定峰的求救 自己也是无能为力 刘定峰是他比较得意的下属 帮他办成功了很多事 现在却要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得意的下属即将死去 他也是很愤怒 刘定峰啊 你安心地去吧 我保证 我会替你报仇的 我会带着我们天狼门大军踏平这里 然后我拿他的向上人头 为你送行 狄灵对着刘定峰一顿安慰道 然而刘定峰此时已经听不进狄灵的安慰了 他现在已经被恐惧填满了整个心灵 果子脸上已经没有了丝毫的严肃 整个脸都非常的苍白 紧接着 萧明灵力的眼神一下子变得锋利 凶狠 让人不寒而栗 没有人敢知是萧明的眼睛 因为好像你只要看一眼 你就能够感觉到 那无边 未知的恐惧 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哀嚎 萧明把举过头顶的战刀 稳稳地握紧 他不快不慢地说道 开天 下一秒 萧明的战刀缓缓地落下 朝着萧明锁定的方向挥出 紧接着 一股非常纯粹 说不清 道不明的光芒划过天际 如刀似箭 只见天空猛然间黑了一下 一瞬间 万类俱迹 时间仿佛停滞 空间也猛地一下阵列 但是很快恢复 这时 众人望向天空 唯有一道直直的白痕挂在天际 久久没有消失 如同在空间中留下了一道疤痕一般 又如同天空被狠狠地切开两半 平平淡淡 没有华丽的一幕 但却惊为天人 没有持久的震撼 但却一瞬已深入众生 与此同时 天空中的刘定峰睁大双眼 张开嘴巴 想要说着什么 但是怎么也开不出口 而他的整个身子也僵直在那里 一动不动 慢慢地 他的瞳孔溃散 从他的整个身体的正中间 出现了一道血痕 开始从头上蔓延 紧接着蔓延了一圈 形成了一个闭环 下一秒 啪卡 刘定峰的整个身体 猛然间平整地爆开了两半 鲜血如同洪水般爆出 洒落在高空中 刘定峰的身体 分开了两半 慢慢地从高空中陨落 刘定峰 足 一旁在面板里的笛灵 双眼瞪得异常的大 震撼 前所未有的震撼 他刚刚只觉得 眼前闪过一下什么 然后就没了 他完全没有看清 开玩笑 他可是无极之境啊 就连他也无法看清 萧明的招式 那岂不是连无极之境 也不敌 不 如果是他的话 他还是有办法抵挡下来的 但是躲的话 是躲不掉的 太惊艳了 这是人类能够创造出来的招式 狄灵看到这里 已经怀疑人生了 他一脸心疼地 看着直接死亡的刘定峰 不过他也没多少感觉 毕竟这样的人 没了可以再选上来 狄灵看着萧明的眼神 有点惊艳 又有浓烈的杀意 有这样的人 存在的话 必须死 毕竟现在他已经 和南武宣战了 与此同时 地面上的刘道平 看到一幕 他整个人都呆滞了 脑袋变得无比的空洞 好像对这个世间失去了认知 这时 晕倒的刘弹 也慢慢地清醒了过来 他缓缓睁开双眼 却看到了这一幕 他看着天空中 那个落下的尸骸 他一开始还有些迷迷糊糊 看不清 但是再仔细看一眼 用上精神力 他先是皱眉 然后是难以置信 最后是哀伤 爸 爸 爸 刘弹朝着天空中 飘落的两个尸骸 大声嘶吼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悲伤 他的心灵被猛然间冲击了 心颤了一下 一阵刺痛 儿啊 是我害了你啊 都是我 都是我的错 刘道平的呆滞 被刘弹唤醒 他立马哀嚎 整个人跪在地上 使劲地垂打着地面 非常的自责 第224章 接招吧 在南武那一边 众人则是张大嘴巴 眼睛瞪得咕噜圆 上一次 他们很多细节都没有看清楚 毕竟上一次是在战场的突发情况下 他们也很多都没有时间看 但是他们 还是能够感觉得到 那股让人敬畏的力量 这一次 他们以吃瓜群众的视角观看着 他们才发现 萧明用出的这招 究竟有多惊艳 已经不能用任何一个词语 来形容这一幕了 他们真真正正地完整地看完 心里即将对于萧明 产生了和柳青山一样的敬畏 在他们的心中 萧明的地位 已经相当于柳青山和杜哲野 境界的人的存在了 可见萧明这招 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WOC 我的天啊 我怀疑萧明大佬不是人 是神啊 太震撼了 那个人在那么远 直接死亡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好像就一瞬间的事 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太帅了 千里之外直接取敌人手机啊 我真的 太佩服了 男武的学员刚刚还屏住呼吸 不敢说话 现在他们看到这惊人的一幕 他们纷纷开始惊叹起来 萧兄太牛逼了 这一招已经是神技了啊 叶云周惊叹道 同时 他的眼神有点暗淡 面对如此的竞争对手 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与萧明相比 就像在浩瀚星辰中 萧明是那个最为闪耀的星星 而他却是一颗暗淡的星星 天差地别啊 但是他很快就从这种落差中恢复了回来 既然他做不了最闪耀的那颗 那就成为硬衬萧明的星星吧 毕竟浩瀚星辰中 他们这些 同样必不可缺的 柳之威也是眼神中有些忧伤 他感觉如此闪耀的明星 他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萧明身边的那一刻 导师那一边 三人同样满脸震惊 他们上次也是没有时间去仔细观察 现在看真是无比震撼 这小子 高文山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欲言又止 而此时柳青山也是非常罕见的 面露震惊之色 群星争明 必有一颗最为闪亮的 柳青山说的话不多 就这几个字 随即他的震惊 缓缓地收了回去 与此同时 萧明在使用完这个招式后 只见他松开手中的战刀 战刀这个时候猛然飞出 战刀如同有了灵性一样 朝着自己原先的主人飞去 然后 战刀找到主人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刀鞘里 看的这一幕 众人也是惊叹连连 萧明眼神平淡 迈开脚步 往前走去 此时 刘道平和刘旦同时看到 萧明朝着他们这边走过来 他们顿时一脸惊恐 慌乱了起来 爷爷 那个怪物要来了 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还不想死 刘旦顿时T四横流 一脸哭丧 刘道平满脸阴沉地 看着走过来的萧明 他现在是对萧明充满了恨意 刚刚萧明就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给杀了 现在看着自己的仇人在眼前 而无能为力 他很憋屈 孙儿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等一下我拖住他 你就趁这个机会快跑 绝对不要回头 用尽全力跑 刘道平眼神坚定 看着刘旦 刘旦听到这 他已经明白了 随即使劲地点点头 过了几秒 萧明已经来到了他们面前 萧明 你已经杀了我儿子了 何必还要赶尽杀绝 就不能放过我们爷孙俩吗 刘道平想要尝试一下 能不能说服萧明 萧明听后 平淡的眼神没有变 而是冷笑了一声 哼 他的死也跟你俩脱不了干系啊 明明是 你们把他坑了呀 不就是给我跪下了吗 至于这样吗 况且 还是你最为心疼的孙子 和我的赌鱼啊 这可是白纸黑字写明的啊 至于为了这点小事 而冤冤相报吗 现在好了 你们亲自送上门来了 那也正好了却 我的一个麻烦 萧明满脸不屑 箭谈地说着 刘道平一听 他顿时一愣 猛然间心里颤动 萧明说的没错 这确实是他们不该 并且合法合理 但是他们心里不甘啊 他们也是要面子的 那一跪 他们刘家的面子就没了 以后别人都会说 刘家的人是给人跪下过的 没骨气 刘道平无奈地叹了口气 反而是刘淡 他现在是非常的后悔啊 他没有刘道平想那么多 只是想到了自己就是 不该来找萧明的 要不是自己坚持 要萧明磕头 他们也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后悔啊 刘淡满脸悔恨 你说的没错 但是这已经无法挽回了 看来你也是不打算放过我们了 那就来战吧 刘道平把刘淡护在身后 眼神坚定地说道 他悄悄地把手放在身后 拍了拍刘淡 示意他随时准备逃跑 刘淡收起悔恨 他现在就是要逃出去 到时候他要报仇 他要将萧明千刀万剐 为自己的爷爷和爸爸报仇 哦 看来你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不错 你这视死如归的眼神 不得不让我敬畏啊 既然如此 那我也认真和你打一架吧 萧明看着刘道平那个眼神 不禁有点钦佩 对方很显然已经 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了 那就给他足够的尊重吧 他看到这一幕 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刘道平 很显然是想要用自己的死 来拖延住自己啊 然后让刘淡逃跑 虽然壮烈 但是刘淡 他是不会放过了 刘道平知道打不过萧明 但是只需要拖住他就行 尽量给刘淡的逃跑 争取时间 刘道平顿时浑身冒出金光 原力涌现 他慢慢地漂浮了起来 下一秒 刘道平的拳头猛然握紧 然后朝着萧明轰了过去 拳头金光大战 如同岩浆一般耀眼和炙热 接招吧 刘道平嘶吼道 他的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惨死的模样 他顿时眼神凶狠了下来 同时 刘淡立马迈开脚步 全速朝着萧明反方向飞奔 头也不回 萧明看到这一幕 他眼神毫无波澜 看着刘道平高速接近的身影 他同样没有任何表现 任由刘道平攻击过来 第225章 你可真行啊 你们看 萧明大佬杀完那个人 那两个人 他很显然是不会放过的 WOC 还有戏看 我以为结束了 太好了 这一场戏也太长了 时常感人啊 哈哈哈哈 也好 我们看到这一场戏 也值了 看完我们可能就要准备与那个什么田狗们的战争了 来战 哈哈哈哈 南武的众人 还在欢乐地讨论着 但是他们无形之中 产生了一股沉重之气 很显然是他们对于这一次即将开始的战争的恐惧 这一次的敌人的实力太过强大了 实力悬殊啊 他们可能也只有死了 不过他们 也很乐观 誓死如归 坚决和敌人抗争到底 就算打不过他们 也要让他们脱一层皮 让世人知道 他们南武的气概 而此时只有叶云州 他们是没有感觉到一丝的恐惧和慌乱的 他们是知道萧明的背景的 叶云州他们看着南武的众人的表情 他们很想告诉南武众人真相 但是他们忍住了 这就当做惊喜吧 与此同时 刘道平的攻击 依然临近萧明的脸上 下一秒 萧明猛然间伸出手 挡住了刘道平的攻击 萧明就这样直接挡住了 没有后退半步 甚至连身体都没有晃动一下 刘道平先是震惊地看了萧明一眼 不过很快就适应了下来 他刚刚还有些不适应 萧明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毕竟萧明在他的认知里变化太大了 看到自己的攻击 对于萧明毫无作用 刘道平也是没有过多的表现 这是意料之中 他的儿子刘定峰都比自己 强大很多 何况是萧明 紧接着 刘道平加大原力输出 金光弥漫他的全身 既然这样 那就加大力量 大力神 刘道平大喝一声 只见他身后 慢慢地出现了一个三头六臂的巨人 威视震撼整个大地 去死 刘道平继续大喊 然后他身后的巨人 猛然间攻击向萧明 萧明此时 看着刘道平身后的巨人 一脸饶有兴趣的模样 紧接着 萧明同样金色充斥全身 朝着巨人的拳头挥去 他没有运行任何攻法 就是平淡的一击 然后 下一秒 两个拳头碰撞在一起 轰隆 巨大的响声响起了 灰尘朝着四处飞散 然后巨人的一只手臂崩裂 刘道平眼神凝重 继续 紧接着 巨人的其他的手臂 猛然间连续着朝着萧明攻击 萧明看着连续的攻击过来 他随即松了松手关节 站意满满 狮吼拳 萧明大喊一声 萧明的手臂 迅速凝聚出一头狮子的虚影 然后狮子张开血盆大嘴 嗷吼 巨大的狮吼声响起 下一秒 强大的波音力量攻击过去 紧随其后的 就是萧明的拳头 紧接着 两者的攻击碰撞 轰隆 轰隆 轰鸣声不断 灰尘四起 笼罩着整个战斗场地 慢慢的轰鸣声消失 灰尘也慢慢的落下 一盏茶功夫 灰尘散去 萧明还是站在原地 毫发无损 而另一边 刘道平身后 哪还有什么巨人虚影 只见他的胸口凹陷下去了一块 看起来非常的猙鸣 扑 然后刘道平猛然吐出一口老血 很显然 刚刚他的进攻落入了下风 但是他眼神坚毅 没有倒下 还能继续站下去 哈哈 这就是你的全部实力 你认真了吗 别瞧不起我 刘道平朝着萧明嘶吼 萧明听到刘道平的话 他无奈地摇摇头 何必呢 刘道平双手合十 准备再来一招 然而就在这时 他发现萧明的身影不见了 这就是我的实力 接好了 萧明的声音从他的身后 传入他的耳朵里 刘道平瞪大双眼 想要回头 但是当他回头的时候 他便看到了 萧明的拳头已然临近 在拳头上他 看得清清楚楚 那上面还带有一圈圈的环 下一秒 拳头实打实地 打到他的胸口上 轰隆 只见刘道平的整个身体 猛然间爆裂开来 化为血污 尸骨无存 萧明做完这一切 眼神毫无波澜 异常的冰冷 你接不住啊 萧明一脸可惜地说道 萧明刚才用的赫然是崩泉 就连他的儿子刘定峰 都抵挡不住了 何况是他 直接尸骨无存 WOC 这 太残暴了吧 不愧是萧明大佬 直接整个人都没了 这得多强啊 嘶 太恐怖了 南武的学员们 看得这一血腥的一幕 他们纷纷感叹到 萧明一次又一次地 带给他们震惊 每一次都冲击他们的三观 此时萧明他杀完流道平后 他的目光看向远处 他从一开始 就已经锁定住了流弹的位置 不管他跑去哪里 萧明都能够找得到 紧接着 萧明运行原力 慢慢漂浮起来 他现在虽然飞不了多久 但是这追流弹已经够了 萧明飞起来 朝着流弹的那个方向 飞了过去 萧明飞在空中 感受到这不是一般的快 这简直是比坐飞机还要舒坦 可以只有的遨游于天际 感受着大自然的风吹拂过 风声在耳边吹响 让人无比的激动啊 不过他现在还不是 享受飞行的时候 很快 他就飞到了流弹的上空 萧明望下去 便看见流弹在使劲地飞奔着 萧明随即细血地看着流弹 那肥胖的身体 一顿一顿地 前面跑 身上的肥肉在后面飘 这看起来非常滑稽啊 流弹他此时的大口大口呼吸着 一边跑一边看向身后 爸爸 爷爷 等我逃出去 我会替你们报仇的 我会将那个萧明一刀一刀地切下来 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流弹一边跑一边说着 他想到萧明 眼神都变得仇恨满满 哦 你可真行啊 恐怕你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彻整个上空 流弹听后 瞪大双眼 一脸恐惧 他慢慢地抬起头 第226章 流弹 死 他便看见 浑身散发着耀眼光芒的萧明 徐徐降落 居高临下 如同神明一般 然而在流弹的眼里 萧明如同恶魔降临一般 他是索命的死神 流弹此时正正地站在原地 他浑身颤抖 眼睛瞪大 瞳孔扩大 萧明出现在这里 这也就意味着 他的爷爷刘道平已经死了 流弹现在是既伤心又害怕 但是同时心里也有埋怨 为什么刘道平不再抵挡多点时间 他现在是五味杂陈 心里非常地复杂 要知道 他现在跑了也不过几分钟 他爷爷刘道平 难道连几分钟都抵挡不住 那萧明的实力 究竟有多变态啊 他顿时变得更加害怕了 他现在很显然 已经是被恐惧占据了整个心 连迈开脚步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了 萧萧萧 萧明 我 流弹说话支支吾吾的 说都说不清楚了 这时 萧明也是 稳稳地降落在地上 他一脸细血地看着流弹 我错了 萧明 求求你放过我 是说的对 我不该为了这点小事来找你的 是我不好 求求你放过我 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死在你手上了 你就大发慈悲放过我吧 放过我 流弹满脸哀求 想要萧明饶他一命 萧明微微一笑 然后萧明靠近流弹 用手拍拍 他肥得流油的脸庞 流弹看着萧明的微笑 他感觉 这是来自地狱的微笑 阴冷无比 我刚刚可是听到了 你要把我一刀一刀地剁掉 然后再把我的脑袋拧下来 当球踢哦 萧明凑到流弹的耳边 如同恶魔的低语 流弹一听 他顿时浑身一颤 整个身体的肥肉都颤动了一下 他的脸色变得无比的苍白 没想到自己的一尸口 还被萧明听见了 他现在是非常的想抽自己一巴掌啊 真是嘴贱啊 这时 萧明的眼睛冰冷地看着他 他立马整个身体向后倒了一下 满脸惊恐 萧萧萧 萧明 不是这样的 我您听错了 我说的是您如此厉害 今日看您大显身手 直接就把那个我的父亲给打死了 然后又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我的爷爷干碎了 您真是举世无双 冠绝一时啊 刘弹随即对着萧明 那是一个夸 要不是萧明真真切切地听到了 他还真信了 这夸的 有当狗的钳制啊 同时他也是真的够笑的 居然为了取悦萧明 把自己父亲和爷爷的死拿来调侃 可惜 刘定峰生了这门的逆子 真是刘家的悲哀啊 而且 刘道平也是对于刘弹宠爱有加 那更是注定了刘家的灭亡啊 但是萧明被刘弹一顿夸 他的眼神里 没有一丝动容 毫无波澜 照你这么说 你是怀疑我的听力咯 萧明话音一转 朝着刘弹质问道 刘弹这是慌了 他忘了 萧明有正将级别的实力了 那个听力还会差 况且 就算不是正将级别 就连大宗师级别 也能够听见吧 毕竟他刚刚说的 好像还挺大声的 刘弹真是想要对着自己破口大骂 刘弹 刘弹 你真是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废物 难怪他的父亲刘定峰 会经常这样骂他 他现在才如梦初醒 自己真是商标符号的废物 没没没 没有 我不敢 您说的对 但是 那只是我的一时的计划 我该打 啪啪 刘弹马上用手大力朝着自己的脸打 打到他的胖脸上 出现了大大的巴掌印 萧明也是感叹 这家伙为了活命 真是连脸都不要了 也是 如果命都没了 要脸还有什么用 这家伙 还真是实实伪 哼哼 你也承认了你说的话了吧 萧明继续细血地说着 刘弹这时 顿时眼里飙出 一边打一边说着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 和您做对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 出现在您眼前 我有多远滚多远 他满脸鼻涕和泪水 掺杂在一起 非常的恶心 萧明叹一口气 看来 他还是不太了解自己啊 下辈子注意点吧 萧明平淡地说着 刘弹一听 他也不傻 不不不 我对你有用 我的天赋是仅次于林辅文的 您收我为手下吧 我对你还有用 刘弹满脸惊恐 萧明听到刘弹的话 简直是听到了一个笑话 就林辅文的那个天赋 根本不及萧明的十分之一 何况是你 萧明随即抬起手 手掌摊开 慢慢地 手掌金光大战 不不不 不要 求你了 我不想死 我还年轻 我不想死 不 刘弹一脸懊悔 他对着萧明一个劲地哀求 然而萧明根本无动于衷 下一秒 萧明的手掌猛然间轰出 紧接着 一个金色的手掌 硬冲萧明的手掌中飞出 慢慢地 手掌变大 不 啪咔 巨大的手掌碰撞在流弹的身上 流弹随即整个人 如同炸弹一样爆了开来 血肉横飞 到处都是流弹的血块 飘落在地上 一片狼藉 血肉块都是流弹的肥肉 其他的早就被崩成了血物 消失不见了 做完这一切 萧明的心中毫无波澜 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里是一个很少人的小巷子 一般很少人经过 这个流弹 真是会选地方 而 此时因为这个声音 吸引了周围的居民 发生什么了 啊 杀人了 什么 杀人了 哦 WOC 那个好像是男武的萧明啊 他怎么在这里 他刚刚杀的人是谁啊 周围的居民 有的看着这一血腥的一幕 纷纷呕吐 大喊 而也有少部分认识萧明的 毕竟他们这里离男武不远 知道萧明也很正常 抱歉啊 打扰各位了 我这就走 萧明微微一笑 一脸歉意地说着 紧接着 他运行原力 漂浮起来 下一秒 萧明猛然朝着天空飞去 众人呆呆地看着飞走的萧明 他们震惊了 这居然是一位阵将级别强者 他们是知道阵将的 毕竟阵将的标志就是会飞 很容易认出来 第227章 大义 而那些认识萧明的 更是震惊到不行 他们刚刚认识萧明的时候 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 那个时候 萧明连飞都不会 现在已经飞起来了 才过了多久啊 据他们所知 也不可能那么快啊 太不可思议了 看的这一幕 全部居民无一例外不震惊的 他们一脸震撼 与此同时 萧明朝着 一边飞去 那个地方看起来不像是南武 但是和南武相距不远 一展察的功夫 萧明突然停了下来 看向地面 而不远处就是南武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个地方和刚刚流定峰陨落的地方 是同一个地方 萧明很快就发现了流定峰的尸体 赫然是被萧明展开了两半 掉落在地上 萧明缓缓地降落 他能够感觉得到 自己的飞行时间就要到极限了 不过时间也刚刚好 他很快就降落在地上 看着流定峰的尸体东 一边吸一边各一半 看起来有点瘆人 而流定峰的眼睛 还在死死地睁大 盯着萧明 如果任谁看的这一幕 都会感觉到不是 不过萧明也没啥表情 静止地走向流定峰的 另一边的尸体残骸 萧明慢慢地靠近 就会看到流定峰的半边尸体 非常猙獰 他的整个身体都被非常平整地切开 上面的各种器官 还在不断地渗出血来 萧明毫不在意地 在流定峰的面前蹲了下来 而流定峰的眼神 就这样诡异地盯着萧明 萧明没有觉得有什么 而是伸出手 抓住流定峰的右手 上面赫然是一枚手环 萧明猛然间把它取下来 紧接着 萧明站起来 意念一动 手环发亮 然后一个面板出现在萧明的眼前 正在验证身份 验证失败 请重新验证 萧明也知道 这个是要验证身份的 他的表情也没露出失望 只见他走向流定峰的另一边尸体 萧明的手一抓 把流定峰的另一半尸体抬了过来 然后他将将这一半和另外一半给贴合了起来 场面看起来非常的惊悚 萧明做完这里 他拿出手环开始验证 下一秒 手环便解锁了 紧接着 萧明在手环上寻找起来 很快 他就找到了最近通话 最近通话的那个人正是迪灵 萧明点击他 拨打了起来 很快 电话那边接通了 出现的人赫然是刚刚的那个迪灵 迪灵接通后 他满脸凝重地看着眼前的萧明 是你 你居然还敢打给我 迪灵顿时对着萧明大声吼道 萧明嘴角上扬 冷笑一声 我为什么不敢 你以为你是谁 萧明一脸不屑 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乃天狼门大长老迪灵 地位仅次于门主 迪灵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还没自爆家门呢 随即他一脸高傲地说着 田狗门的大长老 这位置还挺高的呀 那是 嗯 不是田狗门 是天狗门 迪灵愤怒地吼着 我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更顺口一点 萧明细血地说着 迪灵听后 他的眼神阴狠了下来 很显然 这个萧明是想来气他的 哼 我告诉你 你别得意 我们马上就会把你所谓的学院给踏平 到时候统统都杀死一个不留 哈哈哈哈 然后你想死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会把你留到最后杀死 让你亲眼看着你们学院里的一个个人死去 哈哈哈哈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死是多么幸福的事了 哈哈哈哈 我至今都还在怀念着上一个人那个表情啊 他说让我死吧 让我死吧 哈哈 就这样哀求的要去死 迪灵整个疯狂了起来 他朝着萧明说着 萧明听后 他的眼神阴沉了下来 这个迪灵真是够狠毒的 居然还用如此惨不忍睹的方式 估计那些得罪过这个迪灵的人都是这个下场了 这样的人一定不能留 他死死地盯着迪灵 记住他的脸 等以后强大了 这个人必须死 哎哟 你很气吧 哈哈 快了 就快见到了 你等着吧 哈哈哈哈 迪灵看见萧明的眼神 他说道 萧明这个时候恢复了回来 他随即微微一笑 哎呀 真是让你失望了吗 恐怕你的幻想要落空了 萧明神秘地说道 迪灵一听 他的笑容顿时一宁 嗯 你什么意思啊 迪灵疑惑道 萧明嘴角上扬 也没什么 我和南宫世家的人 有点关系而已 萧明轻描淡写地说道 迪灵听后 他的眉头一皱 但是很快 他又舒展开来 哼哼 你居然还想拿出这个来骗我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上当吗 小把戏而已 你还是太嫩了 迪灵想到了这一点 他想着 萧明一定是想要活命 然后就说出南宫家背景来骗自己 这种骗小孩子把戏 他怎么可能会上当 这萧明也太小看他了吧 萧明听完迪灵的解释 他笑了 你不会觉得 我敢打着南宫世家的名号来找死吧 迪灵这时愣了一下 确实 如果打着南宫世家的名号的话 没有经过允许 会受到南宫世家的惩戒的 那可是比死都难受的惩罚 而且武道联盟也授权了 这才是关键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敢打着南宫世家的名号 那南宫世家就可以无理由决定你的生死了 要知道 南宫世家可是龙国第一世家 那个实力不是任何一个势力 能够比拟的 何况是一个人 迪灵听到萧明的话 他陷入了沉思 哼 这也不排除你前后都是死 还不如得罪南宫世家 然后想要让我们产生忌惮 以此阻挡我们的进攻 以你一个人换了整个南武人的命啊 真是大意啊 迪灵笑着说道 他仿佛看穿了一切 牺牲萧明一个换取南武众生 这真是大意啊 不得不说 迪灵整个幻想真的是绝了 居然找不出一丝破绽来 萧明听后他也是愣了一下 他差点以为自己真的是这样想的了 第228章 迪灵慌了 这迪灵的脑补真的是绝了 萧明都想要给他来个鼓掌啊 太商标符号能想了 他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如果萧明真的没有南宫世家这一背景的话 这个办法很好啊 如果那个时候被迪灵戳穿了 那就尴尬了 迪灵这个时候观察着萧明的神情 他奇怪了 在萧明的脸上 他居然没有看得萧明一丝的慌张 那张帅气的脸上平淡无比 然而 他这时居然看见萧明笑了 嗯 难道是自己猜错了 还有没想到的地方 迪灵顿时这一次陷入了沉思 试图找出萧明这样做的理由 但是他死活都没有把南宫世家当作萧明的背景 唉 别猜了 看来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萧明对着正在思考的迪灵说道 紧接着 萧明拿出自己的手环 一面移动 面板出现 萧明熟悉地在面板上指指画画 很快就找到了南宫景的电话 然后点击 拨打了过去 迪灵此时也是看着萧明的举动 有些奇怪 这萧明想要搞什么鬼 迪灵心里疑惑 这其实是萧明第三次求助南宫景了 第一次是在那次的西面防线的战争中 第二次是在南武 对付侯家的人 果然 有背景 麻烦都迎刃而解呀 这个时候 萧明 面板上的电话接通了 只见面板上出现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帅气的中年大叔 你小子又找我什么事啊 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了 你小子真是不客气啊 说吧 什么事 南宫景说道 嘿嘿嘿 都是自己人 客气啥呀 其实呢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想打电话给你 你出面一下而已 萧明搓搓手 一脸笑意地说道 这个时候 面板里的迪林 看到南宫景的模样 他瞪大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面板上出现的那个人 这不是南宫世家 最近刚刚回来的大少爷吗 这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认识这个无名小卒啊 迪林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 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 眼前这一切 这行为举止 这模样 是不可能假的了 然而他又转头一想 这个南宫世家的大少爷 前些年听说 他去龙国的各地溜达了 现在才回来 如果是这样 那在图中认识的萧明 也说不定 不过他有些好奇 南宫景是怎么会看上 这样毫无身份地位的无名小卒的 他现在有些慌了 没想到萧明说的是真的 那他刚刚幻想的那些都是 毫无意义的 那就快点解决 我还有事呢 南宫景不耐烦地说道 萧明随即点点头 然后指着另一个面板 说道 就是他 天狼门的大长老 他说是 想要灭了我们南五 我真是天将横护啊 我也没招惹他们 他们就要杀我 萧明说得很委屈 笛林听后 他梦了 萧明他是只字不提 他杀了刘家的人 不说那个刘定峰是他的下属啊 这样做说话的 哦 天狼门 大长老 哦 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西北的天狼门啊 我记得他们的门主 还想要和我交朋友来着 南宫景回想道 笛林一听 他顿时慌了 他也知道 门主想要和南宫世家打好关系 然后天狼门门主 就从南宫世家的大少爷南宫景入手 他的门主甚至不惜花费重金 为了讨南宫景喜欢和南宫景做朋友 以此拉近和南宫世家的关系 这放在整个龙国 谁不想和南宫世家打好关系的 刚刚都挤破头去 比天狼门强大的势力多得多了 如果这一下子 搞黄了他们门主与南宫景拉近关系的事 那他这个大长老 就别想当了 甚至还要接受他们门主的怒火 等一下他们的门主脑子一抽 把他杀了怎么办 他现在慌了 南宫景少爷 您误会了 其实不是肖明小兄弟所说的 那都是我的一些气话罢了 我其实是不会真的这样做的 您误会了 狄林随即说道 肖明这时笑了起来 这就小兄弟了 刚刚他可不是这么个态度的 现在见到南宫景立马怂了 还气话 真是不害臊啊 这老东西 哎呀 我真是何德何能啊 让一个无极之境强者 说出这样的气话 居然只是气话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这样做呢 我们南宫的所有人 可都有心忡忡忡呢 肖明一脸细血地说道 狄林听到一旁肖明说的话 他想要吐血 他也不傻 瞬间明白肖明要表达的意思 他的意思不就是 我可是有整个南武的人作证的 你居然只说这是气话 谁信啊 南宫景听到这里 已经了解到了 事情大概的内容了 当然 他肯定是不会信狄林的狡辩的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南宫景一点面子也不给 只见质问狄林 狄林听到南宫景的质问 他知道 自己的狡辩是没有用的 他现在非常后悔啊 要是他不你们多疑 早点相信肖明说的是真的 他就会阻止肖明了 不 他后悔的是 自己要说出灭南武这样的话 都怪那个刘定峰 都是他 要不是他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想到刘定峰 他就想要灭了刘家 以解心头之痕 南宫景少爷 我认了 我说过要灭了南武 不过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您认识肖明小兄弟 我现在说回我的话 狄林低头说着 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私聊 但是那样的话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的 到时候不好收场就完了 与其那样做 还不如诚恳承认 这样做 起码还能够收场 门主和南宫景的关系是皇定的了 到时候 他的大长老的地位 恐怕要不保了 没想到 他居然会因为这样的小事 而做出了这样的蠢事 他也认栽了 遇到南宫世家 只能这样了 南宫景听到狄林的承认 他点点头 随后看向肖明说道 我的话没问题 但是肖明的话 我就不知道了 狄林这个时候 看向肖明 看肖明的脸色 他没想到 有一天居然会沦落到 要看一个小辈的脸色 真是讽刺啊 这件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肖明这个时候说道 第二百二十九章 不能再少了 肖明怎么可能那么轻易 就放过他 既然招惹了他 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个狄林之前 不是很嚣张的吗 口口声声说要灭了南宫 然后再羞辱肖明 怎么现在南宫景出现了 他就怂了 如果肖明没有南宫景 这个背景的话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了 狄林听到肖明的话后 他眼神非常阴沉 阴沉的都要滴出水来 他都已经承认了 并且不会再进攻南宫了 没想到肖明还这么不识台举 丝毫不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南宫景心里想着 果然 让这小子吃亏 简直是不可能的 肖明小兄弟 有什么不满 尽管提出来 狄林恭恭敬敬地说着 但是 你如果仔细看 他的脸色非常黑 好像吃了屎一样 肖明听后 嘴角勾起 等的就是这句话 你可是把我们 整个南宫吓得不轻啊 既然如此 我的要求不高 也就是要你们舔狗 天狼门为我们南宫 提供三分之一的资源就行了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肖明满脸笑容 说着 此话一出 狄林瞪大双眼 死死地盯着肖明 别说狄林了 就连南宫景都震惊了 要别人三分之一的资源 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啊 要知道 如此强大的天狼门 自然是资源无数 才能培养出你们 多强大的舞者 吸引龙国舞者的舞蹈之地 而现在 肖明居然张口 就要天狼门的三分之一的份额 这不是谈判了 而是抢劫啊 不行 这个我一个人决定不了 这个份额太大了 就算我拿得出来 你们也吞不下 狄林摇摇头说道 肖明听后 才知道他 确实是说的是有点多了 没办法 肖明不知道这个概念啊 不知道具体情况 他这次其实还是网小说了 其实他本来是 想要天狼门一半的资源的 嗨嗨 那就四分之一 肖明试探性地说道 狄林摇摇头 肖明看到后 顿时有点不乐意了 居然连四分之一都不愿意给啊 那么靠 五分之一 肖明继续缩小 但是狄林还是摇摇头 五分之一也不行 肖明皱着眉头 这怎么跟讲价似的 不是他提出赔偿要求吗 肖明随即眼神坚定了下来 说道 不能再低了 就五分之一 真是给你脸了 就不惯着你 肖明心里想着 南宫井也没说话 对于这个份额他 同样没有意义 狄林很显然 是想要肖明继续往小说 但是肖明也够聪明 直接硬了下来 不惯着他 狄林看着如此坚决的肖明 他眼睛一眯 如同狐狸一般 肖明则是迎着狄林的目光 丝毫不避讳 肖明嘴角勾起 细血地看着他 这个份额还是太大了 我做不了主 狄林同样不肯松口 哈哈 我就不信你堂堂天狼门的大长老 会在这个世上做不了主 那你这个大长老 也真是够废的 肖明毫不客气地 对着狄林说道 南宫井也是看着狄林 想要听听他的解释 肖明说的没错 大长老确实是有这个权利的 他连发动势力之争的权利都有了 还会没有资源分配权 狄林握紧拳头 他现在很透肖明了 要不是肖明的背后是南宫世家 他现在是捏肖明十次 都难解心头之恨啊 他确实是有这个权利 但是他这样割让资源 必定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都时候别说大长老了 就连内门的职位 他都保不住了呀 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啊 前面是南宫世家 后面是天狼门 狄林随即陷入了沉思 虽然自己的职位可能会保不住 但是至少能够活命 但是如何得罪了南宫世家 那真是寸步难行 甚至命都可能丢掉 搞不好还会连累天狼门 到时候 他们如果面对的是南宫世家的话 只有被灭的份了 南宫世家的实力 是龙国顶尖的 并且还掌握着龙国非常重要的经济命脉 如果南宫世家下令制裁天狼门 他们天狼门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不这儿败 当然 他们也不是第一例了 之前也有过得罪南宫世家的势力 但是无不都灭亡了 其中大多数都是没用动用一兵一卒 非常可怕 当然 南宫世家也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要不然 南宫世家是怎么坐稳龙国第一世家的宝座的 萧民也是等待着 他也不急这一两分钟 他现在有些后悔了 他感觉自己说少了 应该坚持在三分之一才对 唉 果然他还是太嫩了呀 如果南宫有了天狼门资源的三分之一 那就不得了了 相反南宫警有些不耐烦了 他还有事要处理 他看向萧民 心里想着 这小子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啊 把自己拉过来当枪使 好 我接受 狄灵这时突然开口道 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沉重 他经过权衡利弊 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 得罪南宫世家 太不明智了 没办法 南宫世家在龙国的影响力太大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 乃至整个天狼门 能够对付的庞然大卧 南宫警点点头 对着萧民说道 你小子还有什么意见吗 他现在是把萧民当作个祖宗看待 他是看中了萧民的天赋 在萧民的身上投资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不过如果让萧民成长起来 对于人类肯定是一件好事 他敢肯定 萧民以后一定能够成为 对抗凶兽的中间力量 所以 南宫警才这般帮助他 换做是别人 他肯定鸟都不鸟一下 萧民听到南宫警的话后 摇摇头 说道 没了 好 居然双方都接受了这个条件 那就这样吧 萧民 如果他没有履行 条约你尽管告诉我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说完 南宫警挂断了电话 消失在面板上 萧民还想对南宫警道声谢脸 没想到这就挂了 什么是那么急啊 不过萧民也没什么 南宫警应该是有什么急事 本来他贸然找上南宫警来帮忙 就已经打扰到人家了 萧民也对于这一点 他也没感觉到什么不妥 第二百三十章 烦恼 萧民此时也不再多想 他的目光看向狄灵 而此时狄灵也在看着萧民 狄灵用充满杀气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萧民 要是用眼神能够杀死萧民的话 萧民现在恐怕已经被狄灵杀了上百上千万次了 哟 怎么了 是不是很气啊 我都跟你说了 我认识南宫世家的人 你还不信 萧民细血地说着 满脸嘲讽 狄灵咬紧牙关 整个人的脸都战红了起来 红温了 清金爆气 你等着 这件事 我和你没完 狄灵随即大声吼道 没了南宫警在 他现在是又恢复回原来的模样了 虽然萧民背后有南宫世家 但是南宫世家 也不会保护萧民一辈子吧 他记住了 他记住了这一次的屈辱 保证以后一定要还回来 好家伙 这萧民之前也是记住了狄灵 他也同样想过 有一天要灭了他 没想到 二人现在想到了一起 这仇恨 可谓是双向奔赴 哟哟 刚刚还像条哈巴狗 那样耸呢 加起尾巴 不敢说话呢 现在的口气怎么硬起来了 还小兄弟 哦 我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恶心啊 萧民一脸恶心地看着狄灵 非常嫌弃 狄灵听到萧民的话后 整个人变得面目猙獰 一怒之下 就挂断了电话 面板上狄灵的身影消失不见 哼 这就受不了了 真够窝囊的 萧民最后还不忘嘴碎一句 见到眼前的乐趣消失了 他还有些意犹未尽啊 刚刚真的是太爽了 看到狄灵那副模样 越想越舒畅了 他最讨厌这种 仗着自己有点实力和权力 就可以为所欲为的畜生了 随便一句就决定别人的生死 生命在他们面前 一点都不值钱 把自己当做天上的神仙 而那些实力低微的 或者毫无实力的普通人 则是凡人 萧民真是越想越气 他现在看到狄灵吃瘪的一面 真是太伤标符号的爽了 这一次 萧民也再一次认识到了南宫世家的实力 他之前听到天狼门的实力 就已经非常震惊了 在天狼门大宗师不如狗 阵将满地走 而无极之境也是有很多 但是就连如此强大的势力 都惧怕着南宫世家 那南宫世家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 萧民摇摇头 不再想了 反正避天狼门强大就是了 以后自己的实力强大了 自然会接触到的 他随即关闭面板 朝着南宫走去 与此同时 南宫的人还站在原地 他们已经看不到萧民了 萧民那个地方离这里有点远 但是他们也没离开 一直等着萧民 而叶云州和柳之威 也是死死地盯着远处 叶云州没什么表情 但是柳之威则面露忧愁 萧民大佬应该是去杀榴弹了 按道理应该不会那么久啊 是啊 萧民大佬去干嘛了 莫非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可能会出事了 天狼门还在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西北呢 他肯定是被什么事耽搁了 众人随即交头接耳地在讨论着 他们随即产生了各种猜测 一边的高文山等导师 也是有些疑惑 在想着 萧民为什么会那么久 同样冒出萧民出事的想法 与此同时 柳青山没说话 盯着远处 就在这时 在他的一旁 翘无声息地出现了一个人 仿佛毫无征兆一般 出现在这里 没有任何的突兀 哲夜 萧民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这出去有点久了 柳青山沉思道 而他一旁的人 赫然是杜哲 杜哲微微一笑 说道 放心吧 他没事 他现在正在 朝着我们这般过来 杜哲给柳青山 吃了个定心丸 柳青山听后 他的心也悬了下来 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破了在场的讨论 你们看 那个人是不是萧民大佬 众人的目光 纷纷投过去远处 是萧民大佬 萧民大佬回来了 萧民大佬威武 呜呜 萧民大佬 这次直接一个人干翻了三个 太牛逼了 太精彩了 真是给我们呈现了一场好戏 萧民大佬回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 那个流弹已经死了 真是大快人心啊 南武的学员们看到萧民 他们纷纷开始大声欢呼起来 这虽然不是他们的胜利 但是他们非常高兴 毕竟萧民代表的是南武 所以 也等同于他们的胜利 萧兄真是 叶云舟没有继续往下说 他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萧民了 太商标符号的变态了 看着萧民 如同挂在高空中的闪耀的巨星 耗日当空 照耀群星 柳之威看到萧民后 他握紧的手 终于是松了下来 面露甜美的微笑 没事就好 柳之威小声的喃喃道 这小子 给他能的 已经能够对战两个阵将级别的了 也就比我当年 差了那么一丢丢 高文山嘴平道 一旁的两位导师 无语地看着高文山 一脸比一 萧民此时是走过来的 他已经倒继续了 无法再飞起来了 要不然早就到南五了 萧民用多几次飞行后 他还是非常享受那种感觉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早突破阵江 那样就有足够的精神力 维持自己的飞行了 很快 萧民就走回到了南五 萧民 威武 萧民 威武 回到南五后 众人纷纷喊着萧民的名字 他们满脸 狂热地看着萧民 这阵仗 简直跟迎接什么大明星似的 震撼无比 整个南五都响了起来 萧民看到这一幕 也是震惊了 这也太震撼了 他的名声已经那么高了吗 他不就是杀了几个人吗 至于吗 哎 没办法 长得帅 实力强大 这谁不崇拜啊 这待遇 恐怕连校长柳青山 都未曾体验过 对于萧民的崇拜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 这场面 已经几乎是整个南五的学员 都对萧民崇拜了起来 萧民看到这一幕 他有些头疼 这太有人气 也是一件烦恼啊 第231章 欢呼 萧民深吸一口气 大声说道 各位请安静下来 此话一出 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他们人人目光如炬 狂热地盯着萧民 萧民见状 继续说道 各位 之前在面板里出现的 那个人说的话 诸位可还记得 众人这时 回想起 那个面板里的狄灵说的话 他们纷纷面露狠义 萧民大佬 我们当然记得 不就是和田斗门开战吗 怕什么 我不怕 哼 他来给我杀一个 不就是一死吗 有什么可怕的 南武是我的家 他们要侵略我们的家 我第一个不同意 我为南武而战 虽久死 其由未毁 我们南武人 不怕死 南武雄起 这时 整个场上沸腾了起来 战役满满 每个人都道出了 他们心中的决心 萧民看到这一幕 他再一次被南武人 这样的品质给震撼 到了 这凝聚力 如果是天狼门来袭 恐怕真的能够 咬掉天狼门的一层皮 甚至是咬掉一块肉 萧民惊叹的同时 也无比自豪 他庆幸自己来到了南武 来到了这个人人万众一心 一致对外 满是傲骨的南武 此时 不管是叶云周他们 还是导师 都满脸自豪 这就是南武 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了结果 但是任谁看到这一幕 都会有所触动 无比震撼 就连一直不说话的柳青山 也是露出了欣喜 我们的那个南武 真的要回来了 柳青山喃喃道 他的眼神里 出现了一丝波动 就在这时 萧民随即一脸遗憾地说道 我已经感受到了 各位壮士的斗志昂扬 你们说得很好 你们是好样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 那个所谓的田狗门 是不敢来攻打我们南武了 各位可以放心 众人本来还在同仇敌忾 意气风发地说着 满脸斗志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了萧民说的话 他们顿时愣住了 场面安静了下来 什么 不来了 真的假的 萧民大佬说的 还有假的 肯定是那个田狗门怂了 不敢来攻打我们了 这 你 马的田狗门 怎么就怂了呀 我本来还要干爆他们的 此话一出 他们立马争论了起来 他们这是白白担忧 和白白浪费了如此斗志 他们当然不乐意了 所以他们 纷纷开始谩骂天狼门 而叶云州 柳之威 高文山和柳青山他们 则是对于此事早有预料 也没表现出多大的情绪 只是静静地看着 这时 他们突然意识到 这个不合常理啊 按道理 这个天狼门 不可能会突然放弃了 要知道 天狼门这样强大的势力 是非常注重面子的 这样搞这么一出 不是有损颜面 天狼门怎么可能 会如此轻易地放弃了 随即 他们纷纷开始询问萧明 萧明微微一笑 神秘地说道 至于为什么那个田狗门 会放弃了 我不方便透露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 田狗门确实是耸了 并且还给我们赔偿了 他们的五分之一的资源 萧明说完 全场顿时爆炸了 沸腾开来了 就连知情的那些人 也瞪大双眼 直瞪瞪地看着萧明 满脸不可思议 他们本来以为 萧明只是搬出 南宫世家这么个背景 将天狼门威慑回去 没想到还得到了 天狼门的五分之一的资源 这也太牛逼了 把别人的人杀了 还向对方讨到了资源 震惊 无比的震惊 WOC 萧明大佬牛逼啊 哈哈 我就说吧 田狗门怂了 他们怂了 而且还反过来 给我们提供资源 哈哈哈哈 太爽了 我这 不是在做梦吧 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全场的南武学员们 兴奋地手舞足蹈 非常高兴 他们仿佛是经历了一场 极为巨大的过山车 先是对于天狼门的进攻 他们虽然充满斗志 但是人都会怕死 怕死就会产生凝重的情绪 这很正常 然后就是萧明跟他们说 天狼门不来了 并且还道天 这也太魔幻了吧 萧明 威武 萧明 威武 全场大喊萧明的名字 狂热之情 溢满整个场地 就连叶云周和柳之威 也跟着喊了起来 柳青山这个时候 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了 这家伙 竟然比自己的影响力还大 到底你是校长 还是我是啊 但是抱怨归抱怨 他看到这一幕 还是很开心的 他已经很久 没有那么开心过了 柳青山盯着萧明 萧明此时 就是南武的希望之心啊 萧明此时 都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他们太热情了 萧明此时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感觉自己要走不出去这里了 他被南武的学员们包围住 哈哈 萧兄这下好好感受 我们南武人的热情吧 哈哈 叶云周这时笑道 柳之威这时 也是笑了起来 他们把萧明高高举起来 然后抛到天上 场面非常欢乐 萧明也是享受着 来着他们的喜悦 此时是属于他们南武的胜利 而萧明 正是南武的魂 是南武学员们的精神支柱 在他们心中 萧明成了他们的信仰 这样的画面 持续了很久 此时萧明已经回到了地面上 他刚刚被南武学员们 抛了整整十几分钟 这时 众人没有在看着萧明 他们的目光汇聚在柳青山的身上 等待着柳青山的发话 我们今天本来是进行追悼会的 没想到会来这么一出 但是我觉得这来得太好了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的萧明 他一个人 就把对方的两名阵将强者给干翻了 并且还为我们南武解除了危机 看到这一幕 相信大家都沸腾不已 如果是我们昨天是去的将士们 看到这一幕 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所以 这场戏来得刚刚好 柳青山在台上意气风发 春风拂面地说着 非常的激昂 第二百三十二章 一起加油 柳青山这段话说出来后 立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说得好 兄弟们 这是萧明大佬 给你们的送行礼啊 是啊 这也算是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我相信 他们看到这一幕 会很欣慰的吧 南武人的情怀 就是这样直白 经过了昨天的战斗 他们对于南武的情感 也变得更深沉 萧明听到柳青山的讲话 他也是惊叹连连 将追悼会和刚刚的是巧妙的结合 勾起了众人的情绪 这柳青山在领 道 层面果然是有一手的 萧明不得不感叹 好了 相信大家 也看到了 我们的敌人 随时都可能 是像天狼门这样的强敌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实力 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啊 当然 我同样也看到了 我们南武人的血气方刚 看到了我们南武人的精气神 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地修行 这样我们才能有对抗敌人的实力 所以加油吧 我相信你们 柳青山今天说的话有点多 因为他今天看到了真实的南武 但又有些不一样 南武众人 这时是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浑身都是力气 对 我们的实力还不够 我们大家都要努力 好 今天我要努力修炼 今天的目标 就是不达宗师不罢休 看这形势 大家的气势都很高啊 估计今天的重力场 会被挤满人了 看来我要先去抢位置先 南武众人被柳青山这一鸡汤惯的 浑身试镜啊 干劲十足 他们产生了从来没有那么浓烈的修炼感 随即一群人都冲向多功能锻炼场 场地一下子就空了 这帮臭小子 平常也没见到他们有多勤奋啊 现在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 高文山看到这一幕 随即说道 是啊 这也多亏了肖明啊 这下 我们这几天要加大力度才行 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这般干劲 那就必须要有这样的觉悟 颜飞导师说道 嗯嗯 两位导师说得很好 这是好事 我们男五会好起来的 孙叶宇这时也开口道 三位导师随即便开展了一系列的教学计划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叶云周和柳芝威走向肖明 肖兄 你今天又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牛逼啊 兄弟 叶云周搭着肖明的肩膀 爽朗地说道 嗯嗯 肖明每一次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 柳芝威微微一笑 说道 他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肖明所带来的惊喜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表现的有多么的拘谨 都是大大咧咧的 欢声笑语 毕竟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肖明善善一笑 挠挠头 说道 哈哈 没有了 机操 机操 过奖了 过奖了 肖明也是丝毫不客气地接受了他们的夸奖 好了 我看到肖兄的这番操作下来 我觉得我还是太菜了 我的实力还是不行啊 我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行 我就先走了 修炼去了 叶云周一脸惭愧地说道 他以前心里其实是非常不爽的 对于肖明超越自己 毕竟是人都有攀比心理 而且肖明超越自己 没有用多长时间 这给叶云周心理上 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落差 但是现在叶云周看开了 这不是 他看清了自己和肖明的差距才看开的 而是经过他对肖明的观察 他真心佩服肖明 他的心理 开始逐渐地默认肖明的强大 对于肖明每一次给他带来的震惊 他也是打字心里的 为肖明高兴 所以他现在也是勇敢地承认了 自己比肖明差 需要加大努力 这是一种进步 承认别人 看清自己 才能走得更远 我也去修炼了 柳之威也对着肖明说道 他现在的实力 真是距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他也要加大修炼力度才行 不然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肖明给拉开了距离 到时候 柳之威咬咬嘴唇 眼神坚定 举起粉粉的拳头 给自己鼓气 看起来非常可爱 肖明点点头 一一答应他们 好吧 其实我也要继续努力才行 我们一起加油 肖明微微一笑 说道 他自从认清了这个世界强大的存在后 他现在也是非常努力地修炼 他现在不会因为自己的突破 而感到沾沾自喜了 在强大敌人面前 他也不过是 一粒不起眼尘埃罢了 叶云周和柳之威他们也是微笑了起来 他们重重地点点头 然后朝着各自的导师走去 到这里 再一次剩下肖明一个人站在原地 看到这熟悉的一幕 肖明也没感到什么 大家都去忙活了 他也该行动起来了 随即他迈开脚步 朝着一个地方走去 肖明走去的方向 是一个小小的庭院 里面长满了各自植物 庭院墙壁上的花纹 也非常的有特色 透露着古朴 温馨 雅致的感觉 肖明走进庭院 便远远地 便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躺椅 而躺在上面的人 赫然是杜哲 这个庭院是杜哲的家 他平常都是住在这里 也是杜哲告诉他的 说实话 这个庭院看起来古朴 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品味 就能够感觉 这里非常的舒适 给人一种高雅的感觉 丝视漏视 唯无得心 肖明走上前去 恭敬的队 正在躺椅上的杜哲敬礼 哲也 只见杜哲还是老样子 看着那本书 霸道总裁修炼手册 肖明每一次看见 杜哲看这本书 都感觉很疑惑 这本书 究竟有什么好看的 都是些教坏小孩的 难道这也是 强者的一种特殊癖好 还是强者的某种 修炼独特的方式 肖明想着 他也觉得这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能够成为 这样强大的舞者 一般都是有什么本事的 嗯 有一说一啊 你小子今天表现得不错 已经能够对战 一名中段阵将 你的实力估计也在中段阵将左右 杜哲没有放下书 就这样讲着 肖明听到杜哲的夸奖后 他也是非常欣喜的 毕竟他 可是很少见过杜哲夸自己的 第233章 短版 肖明随即装作非常谦虚地说道 晚辈不才 这点实力放在哲也面前 还是不堪一击啊 哲也这属实是过奖了 看似一本正经 实则肖明 心里已经乐开花了 杜哲一听 他顿时眉头一皱 说道 你小子别在这里装了 我还不知道你啊 你小子现在心里 早就已经笑到不行了吧 臭小子 肖明尴尬一笑 说道 嘿嘿嘿 没有了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意 杜哲这个时候放下书本 站了起来 说道 哼 你小子也就是在这方面 表现得好一点 其他方面真是不行啊 我说的方法 你肯定有没有用吧 真是不堪重负啊 杜哲摇摇头 非常失望 肖明无语了 这导师强是强 就是有些不正经 这不 又来了 哎 没办法 谁让肖明选了 他做导师呢 让您失望了 肖明也是非常配合地说道 杜哲也是一脸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肖明 哎 算了 我再好的方法不用 也是白下 对了 我有点好奇 你是这么让那个什么天狼门 放弃了攻打男武的计划的 杜哲这个时候 有些疑惑地看着肖明说道 肖明一听 他也没有多奇怪 毕竟知道肖明的背景的人 也才几个而已 而杜哲显然是不知道的 不过肖明告诉肖哲也没关系 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我说是我把他们吓退了 您信吗 肖明这个时候 满脸笑容 调皮地说道 肖哲脸一黑 随即斥责肖明道 你小子正经典 嬉皮笑脸 成何体统 肖明听后 笑容里面一缩 憋了回去 一脸忧怨地看着肖哲 你不正经就行 我不正经一下 就要被骂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肖明心里抱怨 那我说我背后的人 是南宫世家的人 您信吗 肖明继续卖关子 就是要继续不正经下去 肖哲一听 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不相信的 但是他仔细地想了想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 而是很大可能 毕竟 如果是让一个 如此强大的势力收手 也就只有 抬出比他更加强大的势力出来了 这样才能让前者收手 肖哲这是一脸怪异地 看着肖明 在想 如果肖明的背景 真是南宫世家的话 他们究竟看中了肖明什么 这小子 虽然他的天赋非常强大 但是其他方面一窍不通啊 就比如 他给肖明的方法 为什么他一个不用啊 真是搞不懂 他现在唯一肯定的就是 南宫世家看中的肖明的天赋了 如果肖明知道杜哲心里所想的 他都要气到吐血了 这能成为南宫世家看中的点 这时杜哲就明白了 为什么那个天狼门会突然放弃了 起初他听到天狼门会来攻打南武的时候 他都有些忧愁了 毕竟 如果天狼门这个强大的敌人真的来了的话 南武可能就保不住了 他可是答应过龙军炎大帝的 要好好保护南武 要是南武没了 他哪里对得起龙军炎大帝的嘱托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了 如果天狼门来了 他就会以死抵抗 但是刚刚肖明回来后 他突然说不攻打了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心里如同过山车一样 从一开始的忧愁 瞬间震惊 然后如释重负 现在他当然非常好奇 肖明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了 所以他才会问肖明 你小子行啊 都有那么硬的背景了 那你以后不会用这个背景来压我吧 杜哲调侃道 肖明一听 立刻明白了杜哲的意思 晚辈哪敢啊 你是晚辈的导师 是教我东西的人 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做如此畜生的事 肖明回答道 杜哲微微一笑 说道 那就好 这肖明真是南武的复兴啊 肖明这有了如此强大的背景 那肖明再南武一天 南武就会受到南宫世家庇护一天啊 他看向肖明的眼神不一样了 眼神里有感激 有高兴 等等 非常复杂 肖明这个时候 也注意到了杜哲的目光 他顿时有些背后发凉 这杜哲怎么这样 看着自己啊 他有些不习惯了 嘿嘿 好了 我们开始上课了 杜哲收回目光 可了可说道 肖明随即正经微作 等待着杜哲的讲授 对于杜哲的讲授 肖明还算是非常满意的 肖明很多不懂的知识 也得到了补充 并且 杜哲还会讲那些比较罕见的知识 杜哲的目光 再次看向肖明 他这次的目光不一样 这次的目光 是变回了以往的严肃 他上下审视着肖明 肖明感受到杜哲的目光 也没抵触 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 看看杜哲究竟在看什么 过了一会儿 杜哲的目光 随即从肖明的身上移开 你的原力已经非常充足了 还有三分之一 就可以转化完成了 这对于你来说 并不难吧 肖明点点头 回应 这确实不难 他只要去重力室 然后用上蔑视中修炼 这效果 简直跟开火箭一样 重点是你的精神力 你的精神力 现在是严重没有跟上原力 这看起来 也就是凝迪成蛙的境界而已 并且距离城河还有一段路 杜哲继续说道 肖明点点头 杜哲很是精准地说出了 现在肖明身上的不足啊 他也没说话 想要继续听下去 其实 我可以帮助你 快速提升精神力 杜哲微微一笑 一脸自信地说道 肖明一听 眼睛亮了起来 还有这等好事 能够快速提升精神力 肖明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精神力 这个短板就可以补上了 但是他也没有太过高兴 毕竟现在还没正式开始呢 嗯 这个具体的方法 就是以我强大的精神力 辅助你修炼 可以加快凝聚你的精神力 快速达到成河的效果 杜哲不紧不慢地说道 他现在要做的是 让肖明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阵将 突破到阵将他的精神力 要达到在精神力世界里 凝聚出一条小河的状态 而不是单单达到阵将级别就可以了 第234章 融合 肖明听到这个方法后 他顿时感觉有点熟悉啊 好像在哪里实践过 他仔细地回想着 很快 他就在脑海里 找到了这个记忆 那是在突破凝雾成堤的时候 他在南宫井家里 强行将那些精神力物器凝聚的时候 险些暴动 走火入魔 然后精神力爆炸而亡 幸亏南宫井及时出手 才制止了这场危机 那个时候 肖明还不明白这些 他才会一股脑地 想要把精神力物器凝聚起来 以为这样做又快又省时间 但是现在想起来 肖明觉得自己真是太傻了 肖明现在听到杜哲讲的这个方法 他才觉得有点熟悉 同样是用精神力辅助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确实是快速了很多 杜哲 看着肖明 他这个时候 没有从肖明的神情上看到什么 非常平静 他有些疑惑 难道这小子 已经知道了这个方法 好了 我们来吧 杜哲席地而坐 坐在草坪上 肖明同样盘腿而坐 你先开始修炼精神力 然后我再辅助你 杜哲这实话都还没说完 便看见肖明已经闭上了眼睛 开始修炼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他不得不怀疑 肖明是不是真的知道了这个方法 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啊 不过他也没有想太多 这个方法也不是什么秘密 也只有那些强大的舞者知道 而肖明的知识 本来就匮乏 也就不得不让他怀疑而已 肖明很快进入了状态 杜哲随即闭上双眼 将自己的庞大精神力 涌向肖明的精神力世界中 肖明在精神力世界 感受到杜哲的精神力 他随即放开精神力世界 让杜哲的精神力进来 很快 杜哲的精神力 辅助肖明修炼了起来 这修炼速度 一下子提了上来 就这样 杜哲一直在消耗自己的精神力 为肖明修炼 事半功倍 效果非常好 肖明精神力世界里的水洼 随即也变得越来越多 他的精神力也在快速增长 肖明感觉 以现在的精神力 已经能够飞起来 持续一段时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杜哲的精神力在不断地消耗 但是他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一如既往的模样 而肖明现在的精神力 越来越强大 周围的花草树木 都能够被肖明 溢散出来的精神力给浮动 这也不奇怪 在刚刚肖明和刘定峰的战斗中 肖明将远处的战刀借过来 用的就是精神力 精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就已经可以欲物了 但是这个消耗非常大 肖明单单是这么一下 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精神力了 如果是长时间欲物的话 恐怕不行 这要精神力非常强大的舞者才能做到 甚至更强的 还能同时操作几把战刀 用精神力欲物的特点就是 可以远程 并且速度非常的快 加上精神力这个破坏了 可以直接将十几块大钢板 一下子击穿 非常恐怖 好了 已经修炼的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凝聚吧 一举突破阵将 杜哲的声音 从肖明的精神力世界里传来 肖明听到杜哲的声音后 他随即停了下来 然后将开始聚集小水蛙 如果是全部一起 凝聚的话 这个风险有点大 你还是不要这样做了吧 我可以辅助你将一大部分的水蛙 和另外一大部分的水蛙凝聚起来 杜哲的声音 再次出现在肖明的精神力世界里 肖明听到后 他随即停了下来 他本来就是 想要全部凝聚在一起 毕竟现在有杜哲在身边帮助自己 但是听到了杜哲的警告后 他随即清醒了过来 确实 他刚刚的操作有些鲁莽了 这可是水蛙啊 比精神力雾气都要大的 这样强行凝聚在一起的话 肯定是会非常的不稳定的 很容易就造成精神力爆炸 到时候别说肖明了 就连肚折也会元气大伤 想到上一次这样做 肖明现在不禁有点后怕 差点他就那样做了 肖明随即将精神力世界里的 一群小水蛙聚集在一群 然后和另外一群凝聚在一起 两个如同巨大的新群碰撞在一起 紧接着 激起了巨大的精神力冲击 颤动着整个精神力世界 碰撞在一起后 肖明运行巨大的精神力 将它们强行融合 揉捏在一起 肖明非常吃力 它恐怕要坚持不了多久了 只见那个被揉捏成一团的水蛙们 开始剧烈地晃动 大多数的小水蛙都在相互排斥 一融合就弹开 并且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这整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团子 在四处晃动着 在精神力世界里飞来飞去 肖明输出强大的精神力 压制住它 肖明现在还是有些后悔了 它加入的水蛙太多了 这样非常的不稳定啊 想想 如果是全部都这样凝聚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估计它们相互之间 爆发出的强大的能量 都能够把肖明的精神力世界给震碎 很快 肖明就要坚持不住了 而现在 也才只有几个融合在一起 下一秒 一股庞大的精神力 猛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 向着这团东西包围了过来 紧接着 巨大的网保住它 被巨大的网包住后 再慢慢地缩紧 而这个团子 便稳定了许多 不再四处剧烈的摇晃 里面排斥的小水蛙 也不得不被融合在了一起 这是杜哲的精神力 好强 肖明看到这一幕 心里感叹 刚刚还如此桀骜不驯的团子 现在变得温顺无比 乖乖地接受融合 慢慢地小水蛙 已经融合得差不多了 紧接着 这些融合的小水蛙 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小池塘 肖明看到这一幕 他满脸激动 这是他的精神力 在大幅度地提升 这提升可不是一星半点 继续 杜哲的声音 在肖明的精神力世界里回荡 肖明这个时候 从激动中猛然清醒了过来 然后他再一次投入到 水蛙的融合当中 他就按照刚刚的那个量来融合 这样稳妥一些 第235章 我们玩一波大的 肖明又是再一次 将那些小水蛙聚集起来 有了刚刚的经验后 肖明也是变得熟练了许多 掌握那个节奏 这样就可以减少 他们暴动的几率 然后肚子的精神力网 就这样包裹住整个团子 这个速度 简直是飞速了 肖明估计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话 那就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了 而现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把成千上万的小水蛙 给凝聚了起来 就这样 他们在不断重复的相同的工序 很快 就在精神力世界里 形成了大量的小湖泊 他们各自独立 互不干扰 只要挨在一起就会弹开 排斥力非常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后一个小湖泊 也凝聚完成了 肖明看着这些湖泊 每一个都散发着磅礴的精神力 一个小湖泊 就已经相当于 在他镇降之前的全部精神力了 难怪很多人都说 突破镇降级别是最难的 肖明一直都不理解 他的原力简简单单 就达到了接近中断镇降的程度 这有什么难 肖明现在才知道 他们所谓难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指精神力突破的困难 肖明点点头 确实是很难 要不是自己有肚哲 帮助自己修炼 他都不知道 自己还需要多久 才能突破到镇降啊 难怪叶云洲 会卡在极限大宗师那么久 应该也是 因为这个吧 镇降和大宗师境界 就如同一个大观 大宗师的面前 如同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障碍 需要跨越过去 但是想要跨越过去 谈何容易 对于一些天赋比较差的人来说 这道障碍 是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天谦 不管怎么努力 都无法跨越 对于天赋平平的人来说 就要用尽浑身解数 才能突破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总有一些人是 需要被淘汰的 而这个有时候 是完全不能够取决于自己的 就像肖明以前一样 他那个时候 如果还是这样的天赋 别说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了 就连通过五者测试 都需要渺茫啊 这就是现实 优胜劣汰 自然选择 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肖明虽然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他知道 自己走到这里 已然是不易了 他更要好好珍惜 对于自己的每一次进步 都抱有感恩之心 肖明也没多想 随即便准备开始 把那些小湖泊给聚集起来 准备融合 就在这时 杜哲的声音 再次从肖明的精神力世界里传来 我们玩一波大的 将它们全部聚集起来 融合 震惊 肖明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听到了什么 要把这些 全部一股脑融合起来 这不是找死吗 但是他回过头想了想 杜哲说出这样的话 应该是有足够的实力进行的 不然 如果如此庞大的精神力爆炸的话 杜哲自己也无法信念 杜哲也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吧 愣着干什么 赶紧的呀 杜哲不耐烦的声音 传遍精神力世界 肖明此时也没再多想 他现在只能相信肖哲了 随即肖明运行庞大的精神力 大量的精神力涌现过来 将那些小湖泊引动 慢慢地移动 将它们聚集在一起 肖明这是用尽了自己全身的精神力 来将它们强行聚集起来 无数的小湖泊碰撞在一起 如同激起千层浪一样 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险些把肖明的精神力给崩掉 这些小湖泊 如同一群星系一般 碰撞在一起 发生大爆炸 看起来非常魔幻 爆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震荡出去 它们周围的花花草草 都被吹得东倒西歪 一些落叶甚至被精神力作用到漂浮了起来 久久没有落下 就这样在天空中飘着 如果放在地球上看到这一幕 那个牛顿的棺材板不得掀了起来 肖明此时是脸色苍白无比 额头上汗珠流出 而此时肖明的精神力世界里 那些小湖泊已然被聚集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团体 这时 无边的精神力威压传来 只见肖明的精神力世界中 涌入庞大的精神力 那个强大的气势 压得整个精神力世界都在颤动 这是肖泊的精神力 无比强大 紧接着 那些精神力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手 而在另一边 同样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手 他们两者相互对立 环绕在那个巨大的团体面前 此时肖明咬紧牙关 他就要坚持不住了 已经到了极限 那个团体里 不断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在撕裂着肖明的精神力束缚 然而就在这时 肖泊的两个精神力聚手动了 只见他们猛然间张开 朝着那个团体抓去 下一秒 两个精神力聚手猛然抓住团体 极其暴动的团体里面 变得极为乖巧 强烈的晃动也消失了 那些暴动的能量 对于肖明来说 本来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 但是放在肚泊这里 简直跟没事一样 一点影响也没有 就像给肚泊挠痒痒 肖明看到肚泊出手了 他也就松了口气 有肚泊出手 这下估计是稳了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肖明此时同样配合肚泊在强行融合 肚泊的两个巨手握住整个团体 慢慢收紧 那些小湖泊不断排斥着 但是都没有任何作用 它们排斥爆发的力量 比刚才的小水蛙强大 不知道多少倍 团体里的小湖泊 也逐渐融合起来 此时 肖明变得非常的轻松 丝毫没有费力 全靠肚泊巨大的精神力 肖明的脸色也恢复了回来 额头上的细密的汗珠 也慢慢变少了 而肚泊这时 还是没有丝毫的变化 就好像这些举动 对于他来说是造成不了多大的消耗一样 然而事实也是如此 肚泊确实没有消耗多大的精神力 笑话 人家都是无极之境强者了 镇降在他面前也成了蝼蚁了 他的精神力怎么会差 就差一步了现在 肖明就差一步 就可以突破到镇降级别了 肖明现在能够感觉到 自己精神力带来巨大的变化 但是也只是一点而已 现在 肚泊的精神力巨手 还在不断地收缩 在那个团体里 那些小湖泊 再不断地被强迫地融合在了一起 第236章 神秘空间 就像两个完全不同密度的液体 很难相互融合一样 但是它们融合就需要庞大的能量 而且 自身还会因为排斥 而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果然 在里面无数的小湖泊相互融合后 它们一下子就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巨大的能量震荡开来 这时 肚泊的巨大的手 也被震得松开了一下 但是很快又紧了回去 而这也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很多的能量同样爆发出来 就这样 肚泊巨大的精神力巨手 被一松一紧地消磨着 肚泊的巨手 这时也出现了一丝裂痕 不过 这也是很微小的 可以忽略不计 肚泊此时的眉头一皱 紧接着 一股更加庞大的精神力 涌入肖明的精神力世界 这些强大的精神力 涌入肖明的精神力世界后 肖明便感觉自己的脑海 传来了强烈的震荡感 肖明的脑袋 便传来了一丝撕裂的震痛 你坚持住 我很快结束了 肚泊的声音传来 如果被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涌入别人世 精神力世界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因为肖明现在的精神力世界 还不足以承受如此庞大的精神力 这样会出现严重的精神力干扰 而如果你反过来看 这也是一种 极其具有破坏力的精神力攻击 这样的精神力攻击的功法 是存在的 用强大的精神力 攻击敌人的精神力世界屏障 穿破屏障后 那个强大精神力 便会攻击敌人的精神力世界 造成非常恐怖的精神力干扰 这样做重则 直接意识消散而死 轻则变成白痴 或者成为一个有生命体征 但是却醒不来的废人 这种阴险的精神力攻击 防不胜防 很难不让人警惕 而此时 杜哲涌入的精神力 没有达到肖明的极限 所以肖明可以坚持 杜哲想要一鼓作气 把他给融合了 就这样 庞大的精神力 凝聚在那两个巨大的手上 巨大的手慢慢地变大 那些裂痕也开始逐渐修复 紧接着 两个巨手用力一摁 轰隆 精神力世界里 传来巨大的轰鸣 而此时 肖明的脑袋 传来剧烈的阵痛 如果是从脑子深处 有无数的针在往外扎一样 非常的痛苦 肖明的脸色 再次变得苍白无比 他的额头上 也再次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甚至都流到了他的脸上 何止是额头 肖明的全身都在冒汗 这可是来着大脑神经中枢的痛啊 无与伦比啊 肖明的脸都猙獰了 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他握紧拳头 咬牙坚持着 而肚折他的脸色还是一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 他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与此同时 肖明的精神力世界里 肚折的精神力巨手里的团体 已经凝聚得差不多了 就差一点 只见肚折的巨手 猛然间一松开 他要放弃了吗 不 不是的 是他要发力了 下一秒 肚折的巨手又猛然间摁紧 这一次 肚折的力量已经爆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 轰隆 精神力世界震荡 没震荡一次 肖明都在承受着剧烈的痛苦 但是肖明咬咬牙 坚持了下去 这时 那个巨大的团体 在被肚折的巨手摁下去时 他随即出现了坍缩 那个团体慢慢地缩小 而这个时候 他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吸引力 肚折健壮 他里面崩散了精神力巨手 将全部的精神力 迅速地往肖明的精神力世界里抽走 然而 那个坍缩的团体 如果变成了一颗黑洞一样 吸引着肖明精神力世界里的任何东西 而精神力更是难逃出去 肚折虽然够快了 但是还是 有些精神力 被那股强大吸引力 给吸进去了一些 自己的精神力 从肖明的精神力世界里抽出来后 肚折松了口气 差点就逃不出来了 肖明此时的疼痛感 也减少了许多 他现在是脑子里传来了一阵酥麻感 他的脑袋 好像被脑痒痒了一般 非常舒服 肚折张开双眼 看着肖明 你最近的表现不错 这就当做送给你的礼物吧 肚折喃喃道 而此时 肖明压根没用空听肚折的话 他此时的意识 不知道在哪里 他好像陷入了一个不知名的空间里 在这个空间里 非常的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肖明现在感觉自己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下一秒 整个空间都赫然闪烁了起来 一瞬间 黑暗的空间出现了无数的星体 星光点点 肖明如同身处宇宙一般 旁边是无数的星体 但是肖明仔细感受 这里很显然不是 然而 就在这时 在肖明的下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星体 只见他猛然间爆裂开来 然后巨大的能量爆开 强大的冲击波 把他周围的一切星体都震碎 而那个爆炸开来的星体 发出非常耀眼的光芒 这光度 简直可以照亮这一片区域 估计他的温度 已经达到了几十 几百万度了 下一秒 爆炸开的星体的亮光 在这个时候 猛然间消散不见 只见他的那块区域 开始出现摊陷 摊缩 强大的吸引力出现 快速地将周围的星体吸入 那些星体 如同受到了撕裂一般 一点一点地被吸入 场面非常恐怖 肖明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被这一场面给震撼到了 这一幕 好像是在他的精神力世界里出现的 那个犀利非常强大的一个洞 那是由那个巨大的团体 转变而成的 肖明这个时候有些疑惑 这两者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 肖明看着那个摊缩的洞 他隐隐约约地想到了宇宙中的黑洞 看着很像 他看着看着 好像入迷了一般 慢慢地 肖明感觉自己的意识里 多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肖明在非常努力地感受着 随即时间的推移 肖明意识里出现的那个东西 越来越清晰 他这个时候瞪大双眼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洞 下一秒 肖明猛然间从那个未知的空间里 弹了出来 他的意识回归到本体 回到了那个自己的精神力世界 肖明看着自己的精神力世界 已经变得风平浪静 第237章 突破阵降 肖明看向自己的精神力世界 赫然发现在里面出现了一道小小的河流 河流流得很远 不知道流到何处 肖明看到这一幕 他震惊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的精神力 已经突破到成河阶段了 也就是说 现在肖明的实力 已经真真正正是阵降级别了 肖明没多想 他的意识里面回归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他这不感受不知道啊 一感受就给他吓了一大跳 肖明他赫然发现 自己的精神力强大了何止一点 简直 是和之前的 比是天差地别的存在啊 这如果肖明 想要用精神力 和之前的自己比较的话 他绝对能够秒杀 几千个这样的自己啊 太夸张了 按道理 应该是不可能提升 那么多的精神力的 这肯定是和强行 将如此庞大 且数量多的水洼凝聚的缘故 之前他听南宫井讲过 如果这样强行融合的话 风险是很高 但是如果成功了 收获是相当的丰厚的 这估计就是这样了 肖明现在 是非常的感激杜哲了 他感觉现在的自己 已经能够完全掌握飞行了 已经不用怕飞到一会儿 就要停下来了 他现在是想 怎么飞就怎么飞 除非你飞到没原力了 肖明现在是越想越激动啊 他现在已经真真正正的事 踏入了蓝星强者行列了 但是和真正的强者对比 肖明知道自己还是很弱的 也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肖明没多想 他慢慢睁开双眼 他的眼前出现的身影 赫然是杜哲 杜哲这时 也是在看着肖明 杜哲看到肖明醒来后 说道 怎么样 肖明满脸欣喜 说道 哲爷 多谢您的辅助 我现在的精神力 已经超过了原本的预期水平了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 阵将级别的强者了 肖明恭敬地对着肖哲说 他现在是很感激肖哲 无论是帮助他突破阵将 还是那个 嗯 突破了就好 以你现在的实力 在中段阵将级别 已经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 肖哲说道 肖明听后 他同样是非常激动的 可以说肖明突破到了 阵将级别的实力 是变强了的 不是原力方面 而是精神力 精神力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就比如 肖明现在的精神力 已经能够感知到 周围好几公里的距离了 非常恐怖 并且 他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欲物的威力和持久性 也更加强大了 不过肖明认为自己的实力 还远不止于此 如果是再加上 他的地龙甲和龙牙的话 那他的实力 肯定还要再高 他恐怕已经能够和高端阵 将掰掰手腕了 对于杜哲的评价 肖明还是很认可的 这时杜哲一脸疑惑地 看向肖明 你刚刚在突破的时候 没感觉到 有什么异样吗 杜哲好奇地问道 肖明听到杜哲的话 他的表情没有变 还是一脸感激 其实我刚刚被拉进了 一个未知的空间 里面的场景 让得非常的震撼 然后我感觉到了 在我的意识里出现了一个 类随精神力攻击招式 肖明随即坦诚地说道 没错 肖明在那个空间里 得到的 就是一门精神力攻击的招式 这也是肖明 为什么要非常感激杜哲的原因 肖明也知道 杜哲那样做的原因 就是想要自己 进入那样的空间 得到这个未知的 精神力攻击手段 嗯 你说的那个空间 是精神力宇宙空间 而你得到的精神力攻击 就是先天性精神力攻击 这个先天性精神力攻击 强于一切的 精神力攻击的攻法 也就是说 在同等级的情况下 你的精神力攻击 直接降为打击 那些所谓的攻法 杜哲不紧不慢地说道 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个他也是第一次听说 没想到那么牛逼 他在那个什么 精神力宇宙空间的时候 就已经感受到 出现在他的意识里的 精神力攻击不简单了 没想到会如此强大 直接降为打击啊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别人对你发起的精神力攻击 基本上可以说是废的 而自己 给别人用出这个 先天性精神力攻击的话 只能看他精神力屏障 能不能抵挡住 肖明的精神力攻击了 我在你精神力世界里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 你得到的先天性精神力攻击不凡 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和破坏力 我的一些精神力 都难逃出你的精神力世界 杜哲一脸羡慕地看着肖明说道 先天性精神力攻击 是各有不同的 但是大多数都是直接攻击 别人的精神力世界的 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威力强了点 但是肖明的完全不同 他的精神力攻击 是带有吸引力的 其他的 要么高温灼热 要么极致冰冷 要么单纯破坏等等 也就这几种而已 那些所谓的精神力攻击的功法 肖明这次 很显然是出现了 与众不同的精神力攻击 这让杜哲都有些嫉妒和羡慕了 杜哲对于肖明这一精神力攻击 非常的感兴趣 来 你试一下 用你的精神力攻击 来进攻一下我的精神力世界 杜哲对着肖明说道 肖明点点头答应 也没拒绝 他也不担心自己的精神力攻击 能够伤得了杜哲 毕竟 他可是亲眼目睹过 杜哲精神力的强大的 肖明也正好想要试验一下 自己的这个先天性精神力攻击 到底有多强 肖明的兴趣 一下子就上来了 他看向杜哲 说道 哲爷 我要来了 杜哲还是老样子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你小子老是磨磨叽叽的 赶紧的 杜哲现在也是等不及 要看看肖明精神力攻击的效果了 肖明此时也不再磨叽 他随即运行精神力 慢慢地 在这精神力世界里 凝聚出了一个长相和肖明 在那个空间里看到的 一模一样的黑洞 黑洞的吸引力非常强大 极具破坏性 但是 他对于肖明的精神力世界 没有造成一丝伤害 紧接着 黑洞凝聚完毕 第238章 恐怖的黑洞 黑洞深不见底 看起来非常恐怖 那股强大的吸引力和破坏力 就连肖明都感觉到不寒而栗 哲爷 我要上了 你小心了 肖明眼神一灵 对着杜哲说道 杜哲听到肖明的警告后 他还是一样 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 神情还是一样的平静 他感觉肖明的先天精神力 攻击再强 又能强到哪里去 对于这点 他不是不屑 而是对于自己的实力 太有自信了 肖明现在的实力才多强 和他相比 简直是天差地别 他怎么可能会被小小的中断症 将实力的精神力攻击伤到 肖明看到杜哲这副模样 他也预料到了 这是他嘴角上扬 既然杜哲那么自信 那肖明要是再警告 也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给他上真材实料才行 这样他 才会收回这个自信 肖明随即按照意识里的运行方式 下一秒 在肖明精神力世界里的黑洞 猛然间坍缩 然后慢慢地消失不见 肖明满脸震惊地看到这一幕 他能够感觉到 这个黑洞有着极强的空间力 也就是这个黑洞 不像其他的精神力攻击一样 是直来直往的 而是利用空间之力 来进行距离直接的转换 好强 肖明深吸一口气 就连他也感受到了 这一招式的恐怖 那这样的话 如果肖明用出这个精神力攻击的时候 别人岂不是完全看不到 感觉不到 直接进入到空间中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在敌人的精神力世界里 那不是直接无敌了 那是不可能的 肖明试过 这个黑洞 是不可能突破到 敌人的精神力空间的 只能攻击别人的精神力 屏障后才可以 果然啊 还是这样 不过仅仅如此 也是非常恐怖了 不过肖明还是要验证一下 杜哲究竟能不能感知到 黑洞的存在 毕竟 这是直接无视空间的存在 也不知道无极之境 强者能不能感知到 杜哲此时则是眉头一皱 他等了很久 没看到肖明攻击过来 只看见肖明在那里傻笑 这臭小子在干嘛 杜哲心里骂了起来 这时 杜哲皱着的眉头更加深了 凝成了一条绳一样 他刚刚清楚地感知到 肖明的精神力猛然间消失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小子已经攻击过来了 杜哲这时谨慎了下来 这究竟是什么招式 他怎么会感知不到他的存在 就在这时 杜哲精神力世界里 突然感知出来了一个 如同针孔一样小的黑洞 而且 他还在在慢慢地扩大 杜哲看到这个熟悉的黑洞 便知道这是肖明施展的招式了 这是 空间之力 杜哲震惊地说道 杜哲他知道 在那里感受到过 就是在那个凶兽 入侵蓝星的空间裂缝中 他就说 怎么感觉这股气息那么的熟悉 原来是空间之力 杜哲他是真的有些淡疼啊 他没想到 自己随手帮一下萧明 就出来了如此爆炸的东西 他羡慕死了 居然是拥有空间之力的精神力攻击 杜哲现在终于真的 自己 为什么感知不出来了 那个黑洞出现在杜哲的精神力屏障旁 杜哲也没放任他不管 直接大量的精神力涌上去 然后他熟练地凝聚精神力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手 紧接着 杜哲操纵巨手 向黑洞抓去 想要直接把黑洞碾碎 黑洞这个时候 已经呈现出了整体 强大的吸引力和破坏力 碰撞着杜哲的精神力屏障 但是这不愧是 无极之境强者的精神力屏障 果然坚硬 没有一丝破损 而这也只是黑洞的 第一波钱财罢了 后面他会也来越强大 与此同时 杜哲的巨手杀倒 一抓 轰隆 只见整个巨手包裹住黑洞 好像杜哲占据了上风 但是 杜哲这时没有开心起来 反而是感觉到了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 他的巨手猛然间崩裂 如同玻璃破碎一般 爆裂了开来 而黑洞完好无损地 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时 黑洞强大的吸引力 猛然间吸着杜哲庞大的精神力 吸入后 黑洞肉眼可见的变大了 杜哲看到这一幕 他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 而变得更加强大的黑洞 疯狂攻击着杜哲的精神力屏障 杜哲现在如灵大敌一般 立马调动更加强大精神力 他这次吸取教训了 没有轻敌 他刚刚就是以为 自己轻轻松松地一击 就可以破坏这个黑洞 但是他错了 完完全全错了 面对这种如同神技一般的攻击 他要全力以赴才行 杜哲眼神凌厉 不再小看他 下一秒 杜哲的精神力猛然聚集在一起 庞大的精神力 震荡着整个精神力世界 他的精神力 如同汪洋一般 涌动了起来 很快 他的精神力就凝聚出了一个雏形 是一柄巨大的长剑 由精神力凝聚出来的巨大的长剑 看起来如同真的一般 啪咔 此时 强大的黑洞 凭借着疯狂的破坏力和吸引力 已经对杜哲的精神力屏障 造成了伤害 只见他的精神力屏障 出现了一道很深的裂痕 黑洞还在不断地破坏着 试图感觉没有底线一样 久久没有消散 就在这时 杜哲的精神力巨剑 已经凝聚完成 哼 我就不信你如此强大 去吧 杜哲的声音回荡在这里 下一秒 那柄威震四方的巨剑 威势磅礴地朝着黑洞掠去 速度飞快 轰隆 巨剑和黑洞碰撞 巨大精神力能量溢散出来 震荡四方 黑洞受到强大的攻击 他也在疯狂地抵抗 他的吸引力变得更加强大 试图摧毁巨剑 然而这次的巨剑 根本不同刚刚的巨手 他显得更加坚不可摧 并且这个威力如同一天一个地一样 黑洞无法抵抗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慢慢的吸引力变得微弱 杜哲健壮 他的眼神终于显露出了亮光 他随即操纵巨剑 用更加强大的精神力攻击黑洞 黑洞这时也是缩小 直至消失不见 终于 杜哲松了口气 他没想到 这个萧明的这个精神力攻击如此强大 第239章 杜哲的回忆 太恐怖了 他看着自己的精神力屏障 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裂痕 如果他再晚点出手 自己的精神力屏障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杜哲顿时一股后怕感传来 看来他是真的小看了这个玩意 差点就翻车了 他现在回想起萧明的警告 他才知道 萧明的话是什么意思 果然 他是有点太过于自信了 这次真是让这个臭小子上了一课 虽然有些不爽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这次真的是盲目自信了 而这时萧明 也感觉得到 自己的黑洞已经消失 他就知道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撼动无极之境强者 更何况 杜哲还不是普通的无极之境强者 但是总体来讲 他还是非常的满意的 这简直是自己的一大杀招啊 很明显 杜哲没有感知出来 因为这是跨越空间的存在 而且他刚刚已经看到了 那个黑洞的破坏力 如果趁别人不注意 释放出这一招的话 可以杀敌人于无形之中啊 这可以作为自己的一大底牌来用啊 杜哲这个时候看向萧明 他的眼神有些复杂 他在想 如果萧明的实力再强大一点 会不会自己刚刚的精神力屏障 就已经被他给打破了 如此恐怖的精神力攻击 萧明如果到了无极之境 他已经不敢想了 那不是要乱杀了 杜哲越想越心惊 他现在是既羡母又极度 但是他 还是替萧明高兴的 就算他得到了这个精神力攻击 他也没什么用了 他的成就也就这了 不能再高了 与其自己拥有 还不如给萧明如此有未来的后背 这时 想到空间之力 他随即陷入了回忆当中 如果他那个时候 拥有这个精神力攻击 他会不会已经赢了他呢 记忆里 只见有两个人在相互对立 他们双方都是 手持着战刀 他们二人眼神犀利 都在打量着双方 火药味极其的浓烈 仿佛一点就爆 一触即发 其中一个人长相神似杜哲 就连脸上的质都一样 就是比现在的杜哲要年轻 没错 这就是年轻时的杜哲 而如果柳青山在的话 他绝对能够认出杜哲对面的那个人 赫然是年轻的龙军妍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龙军妍比杜哲要更年轻 好像就二十岁左右 然而他的身上 却散发着阵将级别的威压 没错 他这个年龄 就已经达到了阵将级别 并且还不是普通的阵将 他的原力已经完成了转化 和现在的肖民相比 相当于完完整整的中段阵将了 另一边的杜哲也是非常强大 这边的杜哲显然已经离高级阵将 只有临门一脚了 哼 你个低微的贱民 居然敢得罪我 那你死定了 年轻的杜哲嚣张跋扈 面露不屑地看着龙军妍 相反龙军妍没有说话 他显得沉稳很多 杜哲话是那么说 但是他明显没有要先上的意图 他对于龙军妍也是非常谨慎的 龙军妍 他也不是畏畏缩缩之辈 既然杜哲不先出手 那就由他先打响这一枪 反正这一战是免不了的了 只见龙军妍浑身金光璀璨 如同一位被上天未灵的绳子 这帅气的脸庞加上强大的实力 很难不让人嫉妒 而杜哲打龙军妍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 紧接着 龙军妍举起手中的战刀 慢慢地原力巨线出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原力战刀 下一秒 龙军妍眼神一宁 奋力朝着杜哲砍了过去 如此巨大的战刀 从那么远的距离砍下来 如果杜哲中了的话 不死也惨 他也不是傻子 想要快速躲开 然而 就在这时 那个巨大的战刀的速度 仿佛是开了挂一样 速度飞速到极限 连残影都没有出现 直接消失了 不到一秒 出现在杜哲的头上 杜哲看到这个如同一座山一样的巨刀 他顿时恐惧从心底滋生 刚刚 龙军妍是怎么做到的 杜哲心里非常有疑惑 但是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他要躲开这个巨刀 巨刀已经能够包裹他的全身了 他移动身形是躲不开的 只能移动整个身体 随即杜哲将自己的步伐运行到极致 消失在原地 而巨刀也在同时砍了下来 轰隆 砍下来后 巨刀崩裂 消散不见 杜哲这个时候 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只见他套装的左臂 已经被砍得破烂了 杜哲这时 他的眼神非常的凝重 没想到这个龙军妍的实力 如此的恐怖 这真实的实力 已经不是中段阵将那么简单了 他刚刚如果再慢点 就可能成为龙军妍的刀下亡魂了 然而 当他看向龙军妍的时候 他赫然发现龙军妍不见了 杜哲这个时候 被吓了一跳 他赶紧赶支着 然后还不停地观察着四周 他根本发现不了龙军妍 他慌了 没办法了 只见杜哲运行原力 漂浮起来 迅速朝着空中飞去 杜哲想要利用空中 来减少龙军妍的操作空间 但是 下一秒 不吃 他的后背被划了一刀 一道深深的伤口出现 杜哲惨叫起来 根本没用啊 好强 他刚刚是看清了龙军妍的身影 但是他反应不过来啊 太快了 这时 龙军妍划了一刀后 又消失了 杜哲怒了 他现在跟个废物一样 根本还不了手 非常的被动 杜哲一怒 浑身金光 如同不要钱一样呈现出来 强大的原力 都让空气受到了压缩 都变成了液体 只见杜哲的原力 猛然在他的身上凝聚 慢慢地凝聚出来了一个巨人 原力巨人 金色巨人屹立于高空 如同一尊大佛一样 非常的魔幻 杜哲随即操纵的原力巨人 朝着四周疯狂挥打 他就不信了 这样还找不到龙军妍 而龙军妍此时鬼魅般地 出现在了更高的空中 如果萧明在的话 他能够认出来 刚刚龙军妍居然使出了空间之力 之所以杜哲找不到龙军妍 就是龙军妍顿入了虚空中 第240章 想起一些是罢了 难怪杜哲发现不了了 这个级别的精神力 还不足以感知到虚空里 就连感知空间之力 也是感知不出来 而更加震惊的是 龙军妍居然在正降级别 就拥有了空间之力 这还不是最变态的 最变态的是 这空间之力 如果要领悟它 也可以说难如登天 99%的人都不可能学会 只有1%的人 而龙军妍赫然是其中之一 并且 那1%的人 还都是在非常强大的境界 才能够领悟到的 而现在龙军妍居然在正降级别 就领悟出来了 这还是人吗 如果是这样 那她的天赋 是比现在的肖民还要强大 龙军妍此时就站在高空 冷漠地看着杜哲 她的目光一直看着 试图找出杜哲攻击的破绽 杜哲现在已经是恼羞成怒了 使劲地挥舞着拳头 一个拳头不够 就两个 两个步行在四个 直到打中龙军妍为止 这时 只见龙军妍 没有继续上前攻击杜哲 她的精神力 世界里精神力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涌出 然后在她的额头前 凝聚出一根非常细小的针 这根针 如果你仔细地感受 就会发现 她身上寒气逼人 阴冷之气不满在上面 让人感到一股未知的恐惧 而此时 杜哲也就是这样的感觉 她能够清楚地感觉得到 那个恐惧感 但就是不知道 敌人在什么地方 她后悔了 她觉得自己 不该来和龙军妍对战的 这商标符号的是个怪物 给我出来 你躲着算什么本事 算什么男人 你就是个废物 永远的地剑 杜哲试图通过激将法 来让龙军妍出来 但是她怎么喊 龙军妍就是没有出现 下一秒 龙军妍额头前的细针 猛然间飞出 速度难以言喻 已经不能够用任何词语来形容了 杜哲停下来 她感知到了 她的目光猛然间看向高空 她慢慢地感知出来 那是一根细针 杜哲瞪大双眼 心里说着 完了 她能够感受到 这是一门先天精神力攻击 而她现在没有 是自己不能够对付的 遇到就降维打击 只能躲开 她的生存本能告诉她 一定要躲开 不然 必死无疑 杜哲再次运行步伐 运行到极致 毫无保留 然而 就在这时 飞来的极寒细针猛然间消失 杜哲看到这一幕 一股死亡之气扩散 又是这招 杜哲哀嚎 这个赫然是龙军妍的空间之力 而一开始的那柄巨刀 也是龙军妍用了空间之力 下一秒 细针精准地出现在杜哲的额头上 然后穿入杜哲的脑袋 而此时 杜哲也转移走了 但是已经晚了 细针已经进入到了她的精神力世界 紧接着 极寒细针朝着杜哲的精神力屏障飞去 定 极寒细针撞在精神力屏障上 一秒 两秒 啪咔 清脆的声音响起 极寒细针穿过精神力屏障 而杜哲的精神力屏障 形同虚设一般崩裂 消散不见 杜哲惊了 同时也慌了 她感觉死亡在向着自己笼罩 她害怕到浑身没力了 身后巨人崩裂 化为虚无 饶了我 我愿意当阁下的奴仆 杜哲眼泪流出 嘴唇打颤 艰难地说出了这句话 她怕了 她的心里还是是怕死的 她才艰难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她为了活命 抛弃了自己的尊严 这就有人说了 这么怕死 能成大气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谁都惧怕她 谁不怕死 谁愿意去死 在面对真正的死亡时 就不一样了 此话一出 她精神力世界里的极寒细针停了下来 然后崩裂 消散不见 龙俊炎的身影 再一次如同鬼魅般 出现在杜哲面前 杜哲现在是眼泪流成了两行 但是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呆滞无助 放开你的精神力世界 龙俊炎的声音传来 杜哲随即也没有犹豫 直接照做了 她现在已经是战败方了 没有任何不做的理由了 对方让自己干什么 就只能干什么 紧接着 龙俊炎磅礴的精神力 涌入杜哲的精神力世界 然后在杜哲的精神力世界里 留下了龙俊炎的精神力 这就是世人所知的精神力控制了 做完这一切 龙俊炎对着杜哲说道 你以后就是我的奴仆了 你的品性还不错 就是有点歪了 你以后就跟着我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不过 我也不会强迫你 杜哲擦干眼泪 听着龙俊炎的话 当他听到最后一句 他无语了 什么叫不会强迫我 然后又说 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不就是强迫吗 杜哲心里骂娘 他现在也已经是 龙俊炎的奴仆了 只能接受现实了 走 我们去南疆市 龙俊炎的说道 紧接着 二人便朝着南方飞去 哲也 哲也 杜哲这个时候 从回忆中醒来 他面前的人赫然是消明 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的双眼已经湿润 流出了两行泪水 这和他记忆里的 两行泪不一样了 杜哲听到消明的喊叫 随即擦干眼泪 消明也是非常的疑惑 他刚刚还想要过来和杜哲炫耀的 但是他突然看见 杜哲居然流泪了 并且满脸悲伤 消明看到这一幕 他有些心惊了 心想 难道自己的精神力攻击 打击到了杜哲 让杜哲极度到哭了 消明越想越觉得离谱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他了解杜哲 杜哲不是那种人 他想着应该是因为其他原因 但是消明怎么想也想不到 到底是哪里出来问题 杜哲擦干眼泪 恢复了回来 嗨嗨 他看着消明疑惑的神情 咳了一咳 哲爷 您怎么了 消明好奇地问道 他实在想不到了 杜哲随即摇摇头 说道 没什么 就是想起了一些事罢了 消明看着杜哲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很显然杜哲的眼神有些暗淡 这杜哲肯定是想到了什么 让他难忘或者悲伤的事了 第241章 杜哲的认可 消明随即也不再问了 毕竟这是别人事事 嘿嘿嘿 那哲爷 怎么样 我的这个先天性精神力攻击 还可以吧 消明满脸笑意地说道 嗯 很强 他拥有空间之力 让人防不胜防 杜哲点点头 说道 听到杜哲的认可 消明还是很高兴的 他刚刚了解到 这门精神力攻击 目前也只能发出一发 不能连着发出来 估计要过几天才能恢复过来 果然 强大的招式 就是有限制的 不然消明岂不是无敌了 直接站在那里 放出那个黑洞就完事了 不过消明感觉 如果不是杜哲 在帮助自己突破阵将的时候 消耗了如此多的精神力 他的黑洞 也不可能造成这样的效果 直接把别人的精神力 屏障打裂 消明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如果真的 要拿这个招式 去对付无极之境强者的话 恐怕也是 没有什么作用的 好了 你现在已经成功突破到阵将级别 而且还获得了先天性精神力攻击 不得不说 你的收获还蛮大的 也就比我年轻 那会差了点 杜哲抬起头 一脸骄傲地说道 消明听到杜哲的话 翻了翻白眼 他刚刚还担心 杜哲会想起悲伤的事情 心情不好呢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他又开始不正经了 哎哎 你小子可别忘了 你能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攻击 我的功劳可是非常大的 杜哲这时转头说道 消明听到这句话 他也没办法反驳 确实 如果没有杜哲的话 他也不可能拿到这门精神力攻击 可以说是杜哲直接给他的 也没问题 要知道 如果想要进入那个精神力宇宙空间的话 必须要像刚刚那样 一股作气 凝聚成一股团体 然后使他爆发出强大的精神力 以此开辟出这个精神力宇宙空间 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有的就算是有别人帮忙 也不一定开辟的了 所以说杜哲的功劳确实很大 消明随即一脸感激 说道 这次多谢哲也的鼎力相助 此等恩情 消明定会铭记于心 杜哲看见如此懂事的消明 他随即满意地点点头 如此可教也 其实 杜哲也对于这个感谢不敢冒的 消明是他的学生 这是他应该做的 他也只是想要过过被别人感谢的引罢了 好了 我们开始上课吧 消明听后 他也磨叽 坐了下来 认真的听着杜哲的讲话 也不知道是不是消明的错觉 他感觉 经过刚才的事后 杜哲显得认真了许多 西北 西多 这是西北地区的省市 而这里正是市中心 此时这里人山人海 来来往往都是人 一旁有很多的小摊 摆着各种别具特色的美食 和其他的特色产品 还有各种和南疆市不一样的建筑 场面热闹无比 但是在这个市中心 有这么一个地方 无人敢经过 都是绕道走 就算他们走走远一点 也不敢经过这里 只见 这里是一个非常巨大且奢华的豪宅 但是也透露出一股磅礴大气的感觉 看起来十分的威武 如同圣地一般不容侵犯 如此巨大的豪宅 林家在他面前也是自愧不如 这不知道比林家要大多少倍 这要比起来 一个天一个地 而在这个豪宅的大门上 赫然写着三个看起来威势磅礴的字 天狼门 没错 这里正是萧明遇到那个狄林所说的天狼门 只见天狼门的大门出 赫然画出了一只凶猛无比的狼 但是无不透露着阴冷的气息 仿佛你被那头狼盯上了一般 令人毛骨悚然 那头狼仰望天空 朝着天空嚎叫 栩栩如生 好像下一秒他就要 从里面跑出来一样 让人不敢多看一眼 而此时在豪宅的一个 非常如同古代朝廷般大小的大厅里 传来了一阵怒吼 你说什么 只见大厅里一个人高高地坐在上面 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的人 那人一袭得体的灰色西装 线条硬朗 布料考究 透着难以掩饰的奢华之气 他那近乎苍白的面孔上 一双冷冽的双眸里 透着寒潭般的幽深之色 俊美异常的侧颜 在阳光下更显线条分明 硬朗无比 但是此时他是怒意 只见呈现在脸上 而在他的下面 就是坐着两排人 无不都是散发着极强的威压 让人喘不过气来 但是他们现在的目光 纷纷一脸细血地 看着那边站起来的人 那个站起来的人低着头 不敢看上面的那个人 但是光看侧颜 就能够看出他那尖尖的下巴 撞似尖刀 如果肖明在此的话 一定能够认出来这个人 而这个人赫然是狄灵 我好不容易讨好的 那位南宫少爷 你现在和我说你得罪了他 上面的那个人 直接将灰色的西装 生气地脱了下来 很显然 他应该是刚刚参加完 什么重要的会议 狄灵他还是低下头 门主 我不知道那该死的肖明 居然和南宫少爷认识 要不然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狄灵一脸委屈地说道 那个在上面的 赫然是天狼门的门主 狄灵很显然已经 做好了准备了 这些都是他提前做好的说辞 哼 大长老 这要不是我们知道了你 悄悄给那个什么南宫 输送如此庞大的资源 你不会是 想要就此瞒下去吧 这时 一旁的人阴阳怪气地说着 那人长得贼眉鼠眼 细小的眼睛 就如他的心胸般狭窄 宽厚的下巴 和红得发亮的嘴唇 使得整个人油光满面 一副猥琐之相 天狼门门主听后 他的眼神阴冷 狄灵 你把这件事从头到尾 一字不落地丢说出来 天狼门门主 语气非常的沉重说道 狄灵听到门主的命令 他也不敢不从 随即他便把这件事 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 不敢有一丝的隐瞒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 也在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 他们想要知道 到底是谁让他们 一直害怕的大长老吃亏 他们的表情 随着狄灵说的话一遍再遍 神情非常精彩 第242章 处罚轻了 在上面的门主 也是仔细地听着 他平时非常看重的大长老 这么会变成这样 要知道 他之所以把狄灵认为 大长老不为别的 就是大长老精明能干 遇事都能够完美地处理好 雷厉风行 在整治天狼门时 不管是内外 狄灵都处理得非常的好 对内 狄灵很好的 让门内的各大势力处于平衡 对外 狄灵也是表现出强硬的手段 让别人不敢招惹天狼门 天狼门门主 可以说是非常的欣赏大长老的 所以他 才会让狄灵解释 不然以他的性格 早就 直接把人给杀了 直接斩首示众了 听完狄灵的陈述后 天狼门门主 终于是把事情搞清楚了 狄灵说完 他还是低着头 萧明 一个拥有中段阵将实力的大宗师 如此弱小的势力 还有这般天才 这时场上的各种长老 开始讨论 男武 是那个以前很强大的男武 听说他最近没落了 但出了人们的视野 要知道 他可是龙军炎大帝创建的 果然不容小觑啊 哼 那又如何 现在他已经没落了 落后就要挨打 任由我们这些强大的势力宰割 可谁知冒出来了这样的家伙 他的背景 还是南宫世家 要不然 我就支持大长老了 顿时 大厅里叽叽喳喳 都在争论着 天狼门门主 这时也是眼神深邃 是啊 如果是没有出现萧明这个人物 男武灭了也就灭了 他才不管呢 但是现在出现了萧明这么个变数 很明显 他也不能够完全怪狄灵啊 关键是 这个萧明的背景好巧不巧 就是他要讨好的南宫景啊 这也太操蛋了吧 要是是其他的人 他还能够周旋一下 但是现在显然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了 他也是要面子的 他不耐够连脸皮都不要了 去 舔别人吧 要是这样 他还有资格当天狼门这样强大势力的门主 他们这可不是什么三流小势力 如果门主 都没脸了 那岂不是让人看不起 被别人欺负 他听到笛林的描述 把萧明说的神乎其神 实力超群 就连他得意的手下 都死在了萧明氏手下 综合种种 这个萧明的天赋极强 那个没见过的意境 和超群的战斗意识等等 萧明 天狼门门主喃喃道 他的眼神冰冷了下来 就算不完全怪狄灵 但是这件事 就是由他引起的 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 就是要罚 不这样 肯定会让在场的所有人不服 就在这时 天狼门门主 朝着大厅里喊道 安静 此话一出 全场争吵的人 立即安静了下来 不敢再说一句话 他们都看着 上面的天狼门门主 事已至此 我们也不能挽回了 那个萧明 既然得罪了 我们天狼门 那自然是我们的敌人 只不过 我们现在还奈何不了他 但是如果他有朝一日 进入我们西北地区 那就不一定了 到时候 我们再好好地招呼他 天狼门门主说着 他眼神变得凶狠无比 确实 他们天狼门 现在还不能对萧明出手 毕竟萧明的背景摆在那 如果他们对萧明动手了 任谁都能够想到 是他们天狼门 到时候得罪了南宫世家 他们就别想 在蓝星上活下去了 但是到了他们西北地区 就不好说了 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小手段 把萧明弄死 毕竟在这西北地区 可不是什么太平的地方 凶兽常年轻袭 说是凶兽杀死的 也不为过吧 哼 真是憋屈 这样的垃圾 我们既然对他动不了手 我们天狼门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啊 你别说了 没彻底得罪南宫世家 你就知足吧 如果真的得罪了 你还能说出这句话来吗 唉 都怪大长老 要不是他我们 也不会受这般气 并且 我们以后也能够 和南宫世家有合作了 到时候 我们的实力 肯定能够更上一层楼 然后我们再成为 龙国第一的势力 就是 都怪大长老 紧接着 众人便开始 将矛头再一次指向狄灵 而那个原先贼没鼠眼的那个人 更是喊得最大声 生怕天狼门门主听不到一样 天狼门门主看了眼狄灵 只见狄灵仍然低着头 果然 全部的人都开始不服了 如果他再不做点什么 恐怕难凭名分 好了 对于这件事 大长老狄灵 确实是有错在先 我宣布 暂时撤销狄灵大长老的职务 天狼门门主 朝着下面的人喊道 然后他的目光 看向一边的 长得贼没鼠眼的那个人 继续说道 二长老 你暂时代理狄灵的大长老职务 二长老 哈哈 恭喜啊 唉 我倒不太喜欢二长老当大长老 我还是喜欢狄灵当 不过也没办法 毕竟二长老的这些年做得还好 门主应该都看在眼里 那个人赫然是天狼门的二长老 他是叫得最欢的那个 他现在是满脸心血啊 激动到不行 毕竟他是二长老 对于前面的位置 他已经眼红了很久了 所以他听到大长老狄灵 这次终于犯错了 他随即觉得 有机可乘 便开始不断地炮轰狄灵 果然 现在他成功了 他终于成为了大长老了 嗯 等等 暂时 二长老 这是心里愣了一下 这只是暂时的 也就是说 随时都可以恢复 看门主的心情 那他的这个不是 等于没有 是给虚职 他立马不乐意了 门主 我觉得这个处罚 还是有点轻了 毕竟他让我们天狼门 受到了如此大的损失 不但让我们错失了 与南宫世家合作的机会 还让我们的五分之一的资源 给了南五 这五分之一 已经能够给我们天狼门 带来很大的影响了 如果是这样 恐怕难以服众啊 二长老直接站了起来 对着门主说道 这五分之一 对于天狼门来说 已经是不小的资源了 这可以培养出 十几名镇将强者来了 并且 有些强者 还会因此流出天狼门 这也就直接损失了 好几十名强者了 第243章 强势的天狼门门主 他们的实力 也就会倒退 这样的损失 确实是很大的了 狄林此时 听到了二长老这些话 他眼神阴沉了下来 这个二长老 总是和他作对 但凡狄林有什么过失 二长老每一次都会冒出来 说得最欢 不过他也知道 毕竟二长老到了这个职位 最眼红的 就是大长老这个职位了 别看大长老和二长老 只是相差一级 但其实是天差地别啊 就比如 大长老说什么 二长老就没有发言权了 大长老什么都能够命令 而二长老 也只能掌管 一个地方而已等等 这个权力相差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 二长老才会这样眼红 不遗余力地炮轰狄林 试图拉狄林下马 二长老 这时满脸细血地看着狄林 就是 我们也不服 大长老让我们的天狼门 承受了如此大的损失 就这样的结果我们不接受 是啊 不服 这太轻了 我们要公平公正 不然这样我们不接受 这乍一看 确实是大长老的错 但是我觉得吧也可以了 大长老其实干得还挺好的 厂上的各位长老们 开始抗议起来 虽然他们其中也有支持狄林的 但是也只是少部分而已 大部分人都是反对的 狄林看着这些人 眼神凶狠 这些人平常狄林都是采用强硬的手段 使他们安定下来 现在他们肯定是想要来报复来了 天狼门门主 听完二长老的讲话后 他皱了下眉 这个二长老和大长老不对付 他是知道的 但是没想到 这个二长老 对于大长老的 这个执念那么深 他本来是想让二长老暂时当当的 可这家伙 还是不知足啊 要是这样的话 如果让他到了大长老 他是不是也会来 惦记他这个门主来了 那样不是很危险 天狼门门主 随即阴沉了下来 这种有野心的人是最难搞的 他看向那些在起哄的人 很显然和二长老 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他这个时候 要是妥协了 那这些人 就永远得不到满足 天狼门门主的眼神凌厉 看着二长老 二长老此时感受到门主的杀气 他整个人汗毛竖起 背后冷汗直流 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打战 他看向门主 赫然发现 门主那充满杀气的眼神 强大的气势 让二长老想要跪下来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门主会这样看着他 带着杀气 难道门主是 看出了他的心思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二长老在心里不断地想着 门门门 门主 我 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为大家打抱不平而已 这样做很难让人信服的 毕竟那么大的损失 二长老满脸惊恐地说着 天狼门门主听后 他随即变得更加生气了 这家伙还不知悔改啊 坚持要和天狼门门主杠下去啊 看到这样的天狼门门主 在场的长老们 随即立马安静了下来 他们不敢说话了 怕了 下一秒 只见天狼门门主大喊一声 跪下 二长老顿时两脚一沉 猛然间跪了下来 他浑身被强大的威压压着 哎呀 门主 我错了 原谅我 我错了 二长老立马哀嚎了起来 众人看到这一幕 他们惊呆了 不知道二长老做错了什么 他们在想 难道他们也说错了什么吗 他们这时顿时心里恐慌了起来 满脸害怕地看着天狼门门主 迪琳看到这一幕 他也是震惊了 他没想到 门主突然动手啊 不过他的脑子转得很快 他立马就知道了 门主这么做的原因 果然 你越体现出想要攀升的迹象 就越受到别人的猜忌 野心越大 就会受到限制 他随即也幸灾乐祸地看着二长老 他也细血地看着二长老 以牙还牙 而此时的二长老 根本顾不得迪琳的嘲讽 他现在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下一秒 他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 这个威压不减反增 门门门 门主 饶饶饶 乐祸 我 我错了 二长老一直在不断地求饶 天狼门门主 没有丝毫要收手的意思 他的眼神变得非常的凶狠 嗜血 如同一匹狼一样 就连他的眼神 都变得和狼一样 众人此时慌疾了 纷纷屏住呼吸 不敢说话 他们现在再也不敢 为二长老说话了 生怕下一个就是他 门 下一秒 二长老还没说出来话 啪咔 只见二长老整个人被压到爆了开来 整个头颅 身体爆开 场面非常的恐怖 血腥 惊悚 血见到到处都是 离二长老比较近的长老 被见得一身血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 无疑人不是瞪大双眼 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那个二长老 被天狼门门主压到扎都不剩了 只剩下一堆衣服 和一滩血 狄灵也是瞪大双眼 他没想到门主那么狠 说杀就杀 这可是二长老啊 天狼门门主做完这一切 仿佛没多大事一样 这样的二长老死了也就死了 他天狼门有的是 再让一个人上来就是了 这种有野心的人 特别是位于权力比较大的人 他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他让狄灵当上大长老的原因 其实也不全是因为狄灵干得好 更多是因为狄灵没有野心 他不可能放任一个 对自己有威胁的人到这个位置 虽然他的实力强大 可以挡住一切强敌 但是也挡不住背后捅刀子的人 别说他猜疑心大 这样的势力多的是 比如什么一方强者 让如同亲人般的兄弟 当上重要的职位 可谁知被自己的亲兄弟陷害了 还有什么未婚夫和别人搞在一起了 然后在背后捅刀子 拿走了原主的权力和地位 等等多了去了 而他天狼门门主 亲手信信苦苦创建起来的天狼门 并且还让他发展到了如此强大的实力 他这么可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疏忽 而让自己的努力毁于一旦 付诸东流 天狼门门主随即朝着大厅喊道 你们还有谁是反对的吗 第二百四十四章 你懂我的意思吗 天狼门门主的声音震耳欲聋 声势浩荡 震得众人心里直打战 此话一出 满听文武无一人敢言 他们纷纷低下头 不敢说话 他们现在是害怕极了 看到二长老那个惨样 他们已经被吓得不轻了 这个时候 谁还敢和门主杠啊 现在天狼门门主正生气着呢 谁站起来 他不就是蠢蠢脑残吗 这二长老 平时在天狼门干得挺好的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这说杀就杀啊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太残暴了 所有人不敢说话 二长老就是杀给他们看的 杀鸡儆猴啊 天狼门门主扫视着全场 眼神是血 每个人都低下头 被门主的眼神扫视过来 他们都好像经历了一场生死一样 天狼门门主 见到也没有再站出来的人后 他随即把自己的杀气收敛了回来 慢慢地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天狼门门主 此时握紧拳头 他想通了 最主要的还是天狼门的实力不够 如果他们的实力 能够比肩南宫世家的话 那今天的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他也不会去委屈求全 去讨好南宫井了 但是南宫世家实力深不可测 其表面实力都那么强 如果是真实实力的话 那该有多强大 天狼门门主越想越觉得窒息 他感觉自己的头上压着一块大石 始终也无法撼动 让他艰难地喘气 此时下面的长老们都不敢动 他们看到门主那变化莫测的神情 他们也是有点疑惑 不知道门主在想些什么 既然二长老已经死了 那就由三长老上位 然后由你担当代理大长老 诸位可还有一件 天狼门门主沉声道 紧接着 三长老立马站了起来 说道 紧尊门主号令 三长老起来带头了 其他人立马跟了起来 紧尊门主号令 全场声势浩荡的声音传开 如雷贯耳 天狼门门主看到这一幕后 他才露出笑意 这才是他天狼门该有的样子 他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天狼门就能够比见南宫世家 而眼下就要从最近快要到来的五道联赛开始 天狼门门主眼神一眯 变得极其深邃 好了 既然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你们都下去吧 天狼门门主威严地说道 紧接着 众人纷纷一刻也不敢多留地走出大厅 很显然 对于二长老的死 已经把他们吓得不轻了 特别是那些和二长老关系匪浅的人 更是如同耗子见了猫一样 抱头鼠窜 没过多久 大厅里便走得空空荡荡了 现场只剩下大长老 还在那里呆呆地站着 不知所措 这时 天狼门门主看向狄灵 狄灵 我很欣赏你 你在处理我们天狼门方面做得非常好 我知道你这件事不完全怪你 但是这一次 我只能这样做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天狼门门主对着狄灵说道 狄灵受宠若惊 没想到门主那么欣赏他 他随即立马说道 属下懂门主 天狼门的骚乱 才不得已这样做的 天狼门门主满意地点点头 当初你知道 为什么让你当大长老 而没有让他当吗 天狼门门主 指着那个已经死无全尸的 二长老说道 狄灵听到门主的提问后 他顿时几倍一凉 这可不能乱说啊 要不然 就是二长老 那获得下场了 这样最好的方法 就是装作不知道 属下不知 狄灵一脸真诚地说道 天狼门门主眼神一眯 然后又恢复回来 他很显然是在试探着狄灵 听到狄灵的回答 天狼门门主 才放心了下来 你知道吗 我为了现在的天狼门 到底做了多少的努力 才有了今天这份成就 我可不想 被一个对我这个位置 有兴趣的人给接胡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天狼门门主 语气非常沉重地说道 狄灵听后 他心里想着 果然 这个门主担心的 就是像二长老那样 有野心的人 而他也不是没有野心 只是对于这个职位 他已经满足了 当不当什么门主的他 早就没兴趣了 他大长老 已经有了很大的权利了 但是他突然想到 如果光靠门主一人 怎么可能能够让天狼门 取得如此成就 一般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势力 都是经过一群人的 共同努力 才建设起来的 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的 这要么是他们都死了 要么就是 他们都离开了 而狄灵想到门主的性格 他顿时几倍一凉 很显然 他更愿意相信前者 那些人都死了 只剩下门主一个人或者 那也就是 他们都是被门主 狄灵想到这 他已经不敢想下去了 他现在是如梦初醒了 他终于明白了 门主卫石妖对于 他这个位置 那么的有执念了 狄灵这个时候 已经浑身都直冒冷汗了 太恐怖了 幸好他见好就收了 成为了大长老后 也没有什么野心了 不然他现在已经坟头上长草了 和二长老一起 黄泉路上结伴了 狄灵赶紧安定自己的情绪 属下懂门主意思 属下对于门主绝对忠诚 我一辈子都为门主尽心尽力 让我们的天狼门发展得更好 狄灵立马拍马屁道 狄灵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生怕门主觉得 狄灵太过拍马屁了 一生气就把他给捏死 天狼门主听后 他随即满意地看着狄灵 走到狄灵旁边 拍了拍狄灵的肩膀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狄灵听后 如同一头恶魔 在他的旁边滴雨一样 这天狼门门主 是不准狄灵有一点野心啊 这也太疯狂了吧 狄灵在想 这门主以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既然会产生如此执念 太可怕了 他很显然 是想要将狄灵当作是自己的傀儡 任由他操控啊 生死都掌握在他的手上 只要你产生了一点的抗拒 那不好意思 重开吧 不过也没办法呀 狄灵现在的实力 还打不过门主 就算是被当作傀儡来使唤 也没办法 他只能暂时认命了 第245章 娄莫想法的转变 他本以为自己来到了大长老这个位置 是他的无上光荣了 所以他才会如此的卖力苦干 狄灵没想到 却是这样的 好了 你下去吧 你在南宫世家 捅了这么个搂子 我现在还要去给你补上 天狼门门主随即说道 狄灵立马对门主非常恭敬地说道 多谢门主 给门主您添麻烦了 随即狄灵便转身离开了 他一边走一边在想着 他是不是得感谢一下萧明啊 要不是有他 他也不可能知道 门主这番心思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但是他想到这 他的眼神还是阴狠了下来 就算如此 他还是忘记不了 萧明那个欠揍的嘴脸 让他颜面扫地了 对于这方面 他对萧明的狠意更加深了 萧明 你给我等着 狄灵眼神阴冷 咬牙切齿说道 阿秋 哪个混蛋在骂老子 此时萧明真正认真的 听着杜哲的讲课 他突然感觉鼻子一痒 打了个喷嚏 此时杜哲也停下了讲课 说道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说完 杜哲立马掏出他 那本爱不释手的书 走到堂椅旁 一屁股坐了下来 然后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萧明看到这一幕 他本来还想说 怎么那么快就没了 但是他突然想到 杜哲帮助自己突破的事 他随即也就算了 那哲也我就先走了 萧明说道 杜哲也没回萧明 萧明也没再问 这都习惯了 然后萧明就走了 在萧明走后 杜哲看了萧明一眼 嘴里喃喃道 主人 你在哪 而此时 萧明走出杜哲的小院后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是时候回去了 萧明随即朝着宿舍走去 一路上 学员们都是忙忙碌碌 看来他们都是 被萧明所激励到了 纷纷开始奋发图强了 但是学员们 但凡看到萧明 都会激动地向萧明问好 在他们心中 萧明已经是他们的全民偶像了 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萧明也是一一回应 他也不觉得烦躁 萧明悠哉悠哉地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他回想起了今天发生的事 真是又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一定的认识 以他的实力 已经能够调打中段阵将的强者了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阵将级别了 也不知道具体实力 他今天最大的收获 莫过于是那个先天性精神力攻击了 这又多了一个杀手锏 让萧明美滋滋啊 很快 萧明走着走着 就回到了宿舍 只见宿舍里的灯光打开着 萧明随即走了进去 一进来 便看到楼墨在那里 恭恭敬敬地等候着他 欢迎主人归来 娄墨说道 身为奴仆的他 只能好好表现 来博取萧明的欢心 这时 娄墨看向萧明 他的瞳孔猛然间一缩 一脸震惊地看着萧明 他能够感觉到 萧明身上的变化 这变化不是一般的大 这商标符号地直接给他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萧明身上 散发出非常强大的气息 让他都觉得恐惧 太可怕了 他今天早上看见萧明的时候 他还没有感觉到 萧明身上如此强大的气息 就连他的气息 都要比萧明的强大 但是这过了多久 萧明就已经比他要强大了 这是不是人啊 娄墨心里 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想当年 他为了达到如此高度 他付出了多少 只有他自己知道 而现在他眼前的 这个人才多少岁 就已经比他厉害了 最关键的不是这个 而是他这个进步的速度 这才过去了几个小时啊 就已经这样了吗 娄墨已经怀疑人生了 他这上辈子 都是活到了狗身上去了吗 萧明看着娄墨那震惊的眼神 说道 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知道我很帅 但是也别一直看啊 娄墨这个时候清醒了过来 他听到萧明的话后 顿时想要翻白眼 萧明其实知道 娄墨在震惊什么 其实刚刚那股气息 是萧明故意放出来的 要不然 萧明如果不想 让娄墨知道 他怎么可能知道 要知道 萧明的实力 现在已经是比娄墨要强很多了 要想在比自己弱的人面前隐藏 还不简单 萧明要他知道 主要是想要震慑一下娄墨 免得娄墨生出什么歪心思 如果他知道萧明的实力如此强大后 他还怎么敢动歪心思 本来就打不过萧明了 现在萧明的实力 已经如此强大了 他还怎么敢啊 果不其然 娄墨心里已经绝望了 这一下好了 他已经彻底没了希望了 还是好好地当他的奴仆吧 娄墨随即立马上前 蹲了下来 想要为萧明脱鞋 萧明看到娄墨 这副如此上镜的模样 他嘴角上扬 他的计划的效果还不错 萧明也没拒绝 给娄墨拖 随即萧明进到屋子 什么也没干 直接往房间里转 萧明就要开始每日打卡了 修炼 娄墨此时看到萧明这样 他也没感觉到奇怪 但是他有些哭笑不得啊 要是萧明开始修炼的话 那他就要得等到萧明修炼完才能开始了 娄墨欲哭无泪 他现在已经改变了对萧明的看法 如此有天赋 有如此努力的舞者 不强大才怪 进步不快才怪 他现在想着 其实跟着萧明也不错的 如果萧明以后强大了 那他应该也能奋一杯羹 到时候 只要他表现得好一点 可能还有更多的好处呢 娄墨有预感 感觉萧明一定能够成为举世瞩目的存在 并且不会太遥远 娄墨满脸期待地看着萧明的房门 娄墨随即也赶紧返回房间 开始修炼了起来 就算不能修炼原力 但是他还有其他的地方需要修炼 他也要开始努力起来 不然等到萧明强大起来 和他拉开距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恐怕萧明已经看不上他了 从这可以看出 娄墨的想法 已经发生了360度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不是他认命的结果 而是他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得出的结果 那就是跟着萧明走 准没错 第246章 来一场 第二天早上 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 此时整个男武都是非常安静的 校园里各种的鸟叫声 虫鸣声等等夹杂着 非常温馨 萧明这时睁开双眼 口中吐出一道灼气 他很显然已经修炼了 一个晚上了 这也是家常便饭了 这是他以前就养成的习惯了 萧明也改不了了 他也不想改 萧明伸了身懒腰 好像是睡了一个好觉一样 随即萧明站起身 朝着外面走去 打开房门 便看到楼墨已经为萧明 准备好了早饭 主人 您醒了 楼墨看到萧明 随即和他问好 楼墨仔细地观察着 萧明的身上的气息 他一惊 果然又强大了一点 楼墨昨天晚上 就已经感觉到了 那股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把周围的能量因子都吸走了 他胆肯定 萧明昨天晚上的规模 要比前天晚上要大 这不是楼墨吹的 楼墨可是一整晚 都没有得到能量因子修炼 他感觉不清楚才怪了 嗯 萧明也是敷衍地应了一声 随即便去洗漱了 很快 萧明就洗漱完了 出来吃早饭 还别说 楼墨做的饭 还是很香的 这楼墨 估计下了不少心思吧 楼墨看到萧明满意的样子 他也是心里高兴了起来 能得到主人的认可 可能已经成为了他最开心 得一点了 你今天去找柳校长 他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萧明这个时候 对着楼墨说道 楼墨一听 顿时瞪大双眼 主人这事 楼墨一脸疑惑 他没想到 萧明居然会如此放心他 让他去工作 这是对自己的信任 楼墨此时心里是充满了感激 这样 他是不是已经被萧明认可了 你也不能闲着吧 还不如去给南武做点贡献呢 顺便为你的罪行忏悔 萧明说道 楼墨听到萧明的话 随即低下头 他确实非常的后悔 后悔加入了林家和萧明 南武作对 如果他那个时候坚定一点 没有被林家的小小利益所蛊惑 那也不至于这般下场 到那个时候 他说不定还能像导师一样 风风光光呢 楼墨是后悔不已啊 而且他还不会被萧明奴役 每每想到这个 楼墨都是一脸悔恨 多谢主任 我立马就去 楼墨也没磨叽 立马答应了下来 他也没得选了呀 随即楼墨便走出门去 萧明刚才也看到了 楼墨的神情 他也是摇摇头 这下知道后悔了吧 萧明心里想着 萧明很快就吃完早饭 随即夺门而出 萧明一出到门口 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着他的门口 萧明望去 赫然是叶云舟 萧兄 哈哈 我这么早过来 没有打扰到你吧 叶云舟爽朗地对着萧明说道 萧明看到叶云舟 出现在自己的门口 有些疑惑 没有没有 我正准备出门呢 萧明礼貌地回道 那萧兄可还记得 我们之间的约定 叶云舟说道 萧明听到叶云舟的话后 猛然间回想起了 那个时候 他们在战场上说的话 还有这回事 那就是 萧明和叶云舟约定好了 要来一场见到之间的比武 萧明没想到 叶云舟记得如此清楚 他以为也只是开开玩笑的 没想到叶云舟还当真了 不过萧明想了想 可能也是 他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吧 记得 萧舟兄这是想要来一场 萧明问道 叶云舟随即微笑了起来 紧接着 他浑身战意凌然 对 萧兄 我们从相识到现在 还没正式来过一场 现在有时间 我们来一场怎么样 叶云舟大声说道 这个时候 叶云舟的声音 也引起了行人的注意 他们本来看见萧明 就多看两眼 现在听见叶云舟的话 他们更是感兴趣了起来 我刚刚好像听到了 叶云舟 想要和萧明比我 WOC 昨天那场好戏 我还没缓过来 今天又要来一场啊 我真是太幸福了 这下又有好戏看了 不行 我得通知其他的人 让他们也来看看这次好戏 不然他们错过了 肯定要怪我了 走在路上的学员们 立马驻足了下来 纷纷开始讨论着 不亦乐乎 顿时 萧明的家门口 被人群围了起来 围了个水泄不通 不得不说啊 他们吃瓜看戏的速度 是真的快 这动员能力真是强啊 这不到一两分钟 就已经来了那么多人 不过也正好是萧明 他们才会如此之快 不然一般的小打小闹 谁会在意啊 毕竟萧明现在 已经成为了男舞人的偶像了 他们当然会注意萧明的一举一动 现在这个重磅消息 他们当然不会缺席了 萧明此时看到叶云洲的决心 那个坚定的眼神 坚定的不可动摇 他随即微微一笑 好 那我们就痛痛快快地来一架 萧明随即满脸战意 叶云洲看到萧明的回应 他便眉头舒展地开来 没错 他就是想要和萧明 痛痛快快地来一场 不管输赢 就算他看到了自己和萧明的差距 但是还是想要和萧明来一场 这是他从上次的西面战场上 就已经决定了的 不可能改变 那个时候 他还没想到 萧明的实力居然能够成长得如此之快 从落后于自己 到超越自己 甚至是拉远这个距离 萧明答应了 太好了 好谢要来了 男舞第一 现在萧明应该是男舞第一了 那就是昔日的男舞第一 和现在的男舞第一的一战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快到开始吧 两个昔日都是我们的偶像 他们之间的战斗 男舞的学员们 开始纷纷期待了起来 二人达成了一致后 他们默契地运行原力 浑身金光呈现 紧接着 二人便朝着天空飞了起来 然后朝着擂台飞去 男舞的学员们看到这里 纷纷开始如同蜂窝一般 涌向擂台那个地方 很快 萧明和叶云洲就来到了一个擂台上 他们对立而战 双方眼神里战意满满 第247章 剑来 与此同时 那些学员们 也是非常迅速地到达了场下 很快 整个场地都挤满了人 有座位的都已经被站完了 没座位的只能站着看 但是就算是这样 还是有些人被挤在了外面 他们也只能站着远处观看了 一脸可惜 而此时在观众席上坐着一道歉影 赫然是柳之威 他在得知这件事的第一时间 也是赶来了这里 观看这场战斗 对于这场战斗 他谁也不支持 毕竟都是他的朋友 然而 就在这时 天空中赫然闪起了几道金光 WOC 那是导师他们 就连导师都来了 还有 那个中间的是校长 嗯 还有那是 楼墨 他怎么看来是 萧民大佬 给这个叛徒安排了工作了 虽然很厌恶他 但是这是萧民大佬的意思就算了 不然我打死都不会放过这个叛徒 没想到连校长和导师他们 都被惊动了 越来越有意思了 这本来只是简简单单的对决 没想到连柳青山他们都被惊动了 可以见得 萧民现在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了 如果是其他人的话 根本不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 能够让整个学校的人都为之震动 甚至是导师和校长 这已经是萧民 在南武的最高荣誉了 校长和导师们来到后 他们立马坐在了尊贵的观众席上 相当于VIP客户的位置了 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全貌 还有这个舒服的服务 这小子 真是一天都不能消停 昨天刚刚闹完 今天又开始了 高文山随即说道 他嘴上是那么说 但是他 还是非常期待的 哈哈 年轻人嘛 就应该这样 柳青山也笑道 自从他灭掉了林家后 柳青山变得开朗了许多 那个不苟言笑的性格也不见了 平常里 他都是一脸严肃的 还不怎么喜欢说话 现在他反而话多了 笑容也多了 就连高文山他们几个导师也是一愣 看到柳青山这一反常的一面 他们当然有些困惑了 随即 高文山朝着擂台飞去 很快 高文山就落在了擂台上 稳稳地站在了二人中间 萧民和叶云周看到高文山 立马对高文山问好 嗯 你们两个臭小子 都有点分寸 大家都是自己人 特别是你啊 紧接着 高文山指着萧民说道 萧民善善一笑 他之前确实是有点残暴了 但是那也只是对付敌人而已 对待自己人 萧民是知道分寸的 况且 叶云周还是他的好朋友 好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来当你们的裁判 你们准备好了吗 高文山看向二人 萧民和叶云周同时点点头 好 这时 只见柳青山站了起来 运行原力 大手一挥 下一秒 金色的原力瞬间将整个打雷台给包围了起来 这一次的屏障看起来更加凝实 很显然防御力更强 那就开始吧 高文山大喊一声 画壁 全场顿时沸腾了起来 欢呼雀跃 呜呜 好戏要开始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叶云周打得过萧民大佬吗 如果萧民大佬用出那一招 不是 是哦 萧民大佬现在的实力 不是秒杀叶云周的吗 时间秒了 那这还有什么看点啊 搞不懂啊 紧接着 全场的学员们都开始了讨论 他们这时候意识到 萧民和叶云周的实力差距 顿时产生了一阵迷惑 而此时就连导师们也是有些看不懂了 这叶云周按理来说 是根本打不过萧民的 为什么他还要挑战萧民呢 相反 柳青山则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场上 但是从他的眼神里 可以看出 他也对这场战斗的期待 好像疏于赢在他面前 变得毫无意义了 不过也是 毕竟两者都是男舞的星星 无比耀眼 他们越是强大 那他们男舞就越有希望 此时 萧民和叶云周 还是没有什么动作 这时 只见叶云周猛然拔出长剑 把剑亮了出来 指着萧民斗志满满地说道 萧兄 拔剑吧 萧民这个时候有些尴尬 他现在还没有一柄长剑 他之前也是准备买的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他一直没有买 现在好了 到了关键时候没剑 云周兄 稍等一下 萧民对着叶云周说道 叶云周这个时候 有些疑惑地看着萧民 不知道萧民要干什么 然而这个时候 叶云周便发现了 萧民身上并没有携带长剑 他随即立马知道了 萧民要干什么了 叶云周这个时候 又想起了萧民 为什么不那么在意剑了 因为萧民用剑 也是萧民的意识兴起的 那个时候 萧民仅仅几秒钟就学会了 并且还顿悟出了入微级剑法 现在叶云周想想 还是有些想要吐血啊 这天赋 太恐怖了 这时 只见萧民大喊一声 剑来 这个时候 台下观众中有一名剑修的长剑 猛然脱窍而出 快速地朝着萧民飞去 下一秒 就落到了萧民的手上 萧民大量只长剑 非常满意 然后他转头对着那名剑修说道 兄弟 剑不错 借我用一回 那名剑修还在猛逼中 这个时候被萧民惊醒 他立马点点头 表示同意 这时他回过神来 大声说道 哈哈哈哈 我被萧民大佬借剑了 太好了 可恶 为什么萧民大佬 借的不是我的 便宜了这家伙了 为什么不是我 如果是我的剑 被萧民大佬借走 我一辈子也不会换剑了 看到这一幕 全场再一次沸腾了起来 萧民这借剑的一幕 太能引起他们的情绪了 他们纷纷都想要把剑借给萧民 积极地不行 同时 他们也是疑惑 为什么萧民要用剑呢 他擅长的不是刀吗 众人一脸猛 难道萧民还会用剑 这时他们的心中 同样冒出了这个想法 但是现在萧民不需要那么多的剑 一把足矣 萧民拿到剑后 他随便耍了两下 锻炼锻炼熟练度 毕竟他也很久没有用剑了 第248章 压制 萧民随便笔划两下 剑光剑影 非常娴熟地展示出了萧民的剑道 萧民此举一出 直接惊叹连连啊 如此强大的剑道 让那些剑修纷纷感叹 自亏不如啊 但是他们 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他们反而 变得更加积极 斗志满满 他们觉得自己还要更加努力才行 WOC 萧民大佬 居然还会剑法 太牛逼了 不愧是萧民大佬啊 真是每一次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 在他用出那招非常强大的意境的时候 我就已经隐约地感觉到了 萧民拥有剑法意境 没想到是真的 萧民会剑法 也就几个人知道 叶云舟 柳之威 柳青山和导师们都知道 导师们的实力强大 自然能够看出 萧民用出开天的时候的剑法意境 而叶云舟和柳之威 则是亲眼见到过萧民用剑 那叫一个震惊啊 直接见证了萧民的剑法 从零道入威 而且还是不到十几分钟就完成了 如果让全场的人知道 那还不得炸开了锅 叶云舟也是对萧民一吨称赞道 萧兄的剑法 还是这般深厚 萧民知道叶云舟是在谦虚 他随即也说到 和云舟兄相比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二人各自给对方拍了拍马屁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就只是剑道之间的对决 萧民随即说道 此话一出 全场立马顿悟了过来 原来是剑道的对决啊 我还以为 他们是战力之间的比拼呢 就是 如果是战力之间的比拼 叶云舟恐怕不是萧民大佬的对手了 我就说嘛 这下终于明白了 如果是剑道的比拼 那就不一定了 毕竟叶云舟的剑道 可是我见过最强的 WOC 这下刺激的来了 果然啊 萧民的战斗大佬重来 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一定会让我们看得爽的 全场再次一片哗然 柳青山也是饶有兴趣地看着下方 他微微一笑 扶了扶眼镜 眼神深邃 哈哈 云舟的剑道可不弱呀 这下萧民这小子 可要吃亏了 高文山爽朗地说道 是啊 云舟的剑道和我比起来 也是不相上下的了 甚至比我还要强 不过可惜的是 他的剑法还没入微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的剑道实力 恐怕在这个境界 已经无人能敌了 这时 高文山旁边的颜飞开口道 颜飞本来就是一名用剑的剑客 是教导学员用剑的导师 所以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而他说出这句话后 高文山也是惊了一下 我看 还不一定呢 萧民他 可是有入微级剑法的 并且 他没错 都能够创造奇迹 如果这次 他又创造出一个奇迹呢 冷清的孙艳宇导师 也开口说道 他的话一出 其他两位导师愣住了 很显然 他们认为孙艳宇说的 也很有道理 毕竟他们也是亲眼 见过萧民的变态的 没准这次也是一样的 他们也不好妄下定论 只能看着了 此时场上 叶云舟听到萧民的话后 立马战意涌了上来 来战 叶云舟气势磅礴地喊着 叶云舟直接冲了上去 他知道 萧民是很少直接冲上去的 叶云舟想着 与其浪费时间 不如主动出击 直接压制对方 不得不说 叶云舟很了解萧民 萧民也是一般都是 等着别人先上的 后发制人 萧民这时也是一惊 萧民没想到叶云舟那么直接 不走寻常路啊 萧民感觉持剑格挡在前面 叶云舟也即将攻击到萧民 然而就在这时 叶云舟突然身形一转 剑如同毒蛇一边身形幻影 朝着萧民的侧面刺去 萧民看到这一幕 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也同时身形一转 格挡 定 剑与剑的碰撞 发出清脆的声音 叶云舟见到没有打中萧民 随即继续猛攻上去 萧民也是持剑反击 但是此时显然已经被叶云舟 占据了上风 萧民也是震惊了 没想到叶云舟的剑道 居然如此深厚 这萧民的每一招 都被叶云舟给看穿了 而自己也无法看出 叶云舟的剑道 每一次都是差点被划到 但是萧民的身法不是吃素的 就这样躲闪着 激烈的战斗骤然开始 场上的众人 此时看得非常入迷 他们的目光都是齐刷刷的 就连表情都是一样 看起来非常好笑 不是吧 萧民怎么好像落入了下方了 叶云舟的剑道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萧民的剑道很显然还有些声音 这一眼就看出了 萧民和叶云舟剑道之间的区别了 这样看萧民大佬是不是要输了呀 萧民大佬为什么要和叶云舟比剑啊 比刀多好啊 直接碾压啊 看的这一幕 场下的众人纷纷开始讨论 萧民处于下风 那些崇拜萧民的 纷纷为萧民打抱不平 哈哈 我就说吧 萧民这小子在剑道上还不行 高文山这个时候说道 其他两位导师这个时候也是在认真看着 没有说话 柳青山这时也是露出了笑意 叶云舟是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打出了风 采自然要高兴一下 不过就算是萧民 他也会这般开心 还是那句话 不管是萧民还是叶云舟 他们都是南武的人 没必要存在这种攀比 柳青山的看法就很有大局观了 不愧是校长啊 与此同时 擂台上 萧民对于叶云舟的进攻显得有些吃力 他现在发现了 其实他一开始就已经落后了叶云舟 叶云舟先发制人用得很好 这一下子 直接打乱了萧民的阵脚 萧民反应过来也是需要时间的 这几秒钟就让萧民落入了下风 如果是叶云舟 没有发起突然的进攻的话 萧民还有时间周旋呢 和叶云舟开启追逐战 但是现在他被叶云舟黏着 脱不开身啊 面对这一局面 萧民只能早点把入危及剑法用出来了 只见萧民猛然间浑身气息一变 变得如同保剑锋从魔力出一般 第249章 叶云舟剑法入危 紧接着 剑气从萧民的身上飞出 剑气横升 萧民的周围赫然飞满了剑气 旋转在周围 叶云舟这时见到这一幕 立马一退 赶紧脱身出来 别小看这些剑气 特别是萧民的剑气 那叶云舟不得不谨慎了起来 萧民有入危及剑法 使萧民的剑道变得更加锋利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剑道的不足 再加上剑气 那就更加厉害了 云舟兄 不好意思啊 我剑道不如你 只能这样做了 萧民很是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剑道 叶云舟微微一笑 眼神释然 哈哈 这才有意思嘛 我要的就是萧兄这种欲强则强的模样 叶云舟爽快地说道 WOC 萧民大佬的剑法 居然是入危及 牛逼 是啊 你不知道吗 他用出那招的时候 就有入危及剑法呀 对 我就说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感觉到 萧民身上有两股意境 原来是入危及剑法 全场哗然不断 他们根本没有停过 见到萧民用出了入危及剑法 叶云舟显得谨慎多了 他没有贸然进攻萧民了 而是在远远地看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时 萧民也是没有立马冲上去 近身叶云舟 只见他伸出左手 下一秒 他身上的剑气 猛然间凝聚 很快 就在空中凝聚出了一柄 由剑气组成的长剑 萧民看向叶云舟 说道 云舟兄 接好了 紧接着 萧民意念一动 长剑猛然间飞出 速度快到 让这柄长剑 如同一束光一样飞过 叶云舟眼睛一挑 危机感上升 他随即迅速挥着长剑 格挡在前 但是这个时候 剑气长剑 猛然间改变方向 会拐弯 剑气长剑 抓到了叶云舟空挡的地方 直直地飞过去 这一画面似曾相识啊 叶云舟的反应也不慢 只见他身形一歪 便躲了过去 但是这时 他突然感知到 萧民已然接近到面前 举着长剑 就要给叶云舟来一剑 叶云舟此时 躲避完剑气长剑后 他现在是歪着身体的 已经抽不出手来 抵挡萧民的进攻了 就算要抽出手来 也是晚了 而他的头上的剑气长剑 这个时候也反了回来 朝着叶云舟飞来 众人平住呼吸 看着这一幕 惊险无比 这场面直接扭转了过来 有来有回 真是精彩啊 叶云舟现在是 已经被萧民彻底堵死了 就要将军了 叶云舟看着这必败的局面 他随即眼神变得极其凌厉 整个人的气息突变 他的身上 立马变得极为锋利 这一场面 如同萧民的剑法入微的时候 萧民这个时候 也是发现了叶云舟身上的突变 他随即满脸震惊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云舟 萧民顿时感觉到不祥的预感 他立马收住将要落下的长剑 感觉退后 远离叶云舟 这时 剑法入微了 萧民满脸惊讶地说道 众人此时也是看到这一幕 瞪打双眼 这是入微剑法 叶云舟的剑法突破到入微了 WOC 这也行 打个架的功夫就入微了 这下完了 入微级剑法加上顶级剑道 萧民大佬估计要完了呀 厂下的学员们都在惊呼 叶云舟 这是借助萧民的压力突破到了入微级 这是不破不利呀 他们看见萧民多了 也忘记了叶云舟的天赋 也是顶级的 忘记了叶云舟 曾经也是丽亚群雄的男武第一 这下叶云舟的剑法突破入微 他们才醒悟了回来 那个叶云舟 还是一样的强 高文山这时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 云舟好样的 就是要这样 这样才刺激啊 哈哈哈哈 高文山的声音非常的爽朗 看到了叶云舟 得剑法突破了入微级 他也是非常开心的 他是知道的 叶云舟的刻苦和不甘 叶云舟曾经一直想要剑法突破入微 只有他和柳青山知道 叶云舟付出了多少 这下 叶云舟突破到了入微级 终于如愿以偿了 他们当然替叶云舟高兴 而一边的柳青山也是笑了起来 他的笑容变得更盛了 终于是踏出去了 柳青山欣慰的说道 此时 擂台上 叶云舟剑法突破入微后 他浑身立马 凝聚出了剑气 环绕在他的周围 而此时 萧明的剑气长剑 也临近到了叶云舟的头上 下一秒 猛然间碰撞弹飞了出去 慢慢地回到了萧明身边 萧明此时满脸谨慎地看着叶云舟 没想到自己给叶云舟压力 巧合地让叶云舟的剑法 突破到了入微级 果然 进步最快的方法 就是战斗 萧明的实力 也是经过不断地战斗来的 战斗能够提升舞者全方位的能力 毕竟你哪方面是短板 那敌人就在哪方面压制你 你也不得不做出进步 叶云舟这时是满脸激动 他感受着自己身上细微的变化 无比的享受 可以说 现在已经没有词来形容他此时的激动了 多久了 多久了 我终于 终于 叶云舟抬头 说道 他盼望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他以前看到萧明的剑法入微的时候 他感受到的不是开心 而是羡慕 现在终于轮到他了 他梦寐以求的 云舟兄 恭喜啊 现在的叶云舟 虽然是敌人 但是也只是一时的而已 这也不妨碍萧明给叶云舟道喜 叶云舟则是满脸微笑地看着萧明 说道 我能够突破入危机 还得感谢萧兄 不然的话 我恐怕一辈子都突破不了了 萧明听到叶云舟的话 他觉得有点夸张了 一辈子 哈哈 这也没什么 我感觉我也没做什么呀 就是正常的攻击而已 萧明说道 不 要不是你这一下 使我在危机中顿悟 我也不可能突破 叶云舟坚定地说道 他还是要感谢萧明 萧明其实也是很猛逼啊 他真的只是正常的进攻而已啊 这就被叶云舟感谢了 他真的担待不起啊 但是看着叶云舟那坚定的样子 萧明也不得不接受了 第250章 破绽 这叶云舟的天赋 放在南五也是 数一数二的了 难怪能够常年霸占南五第一 特别是在剑道方面 叶云舟更是独占熬头了 强大的剑道无人能敌 就连严非导师都曾自愧不如 而现在萧明的剑道 比不过叶云舟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萧明才修炼剑道多久 本来萧明还有入微级剑法的 但是现在他引以为傲的入微级剑法 已经没用了 现在叶云舟的剑法 已经突破至入微级 而他在剑道上又非常强大 萧明怎么可能还是对手 萧明此时眼神有点凝重 这下麻烦了 自己的优势没了 照这样下去 对他很不利啊 但是萧明现在也没办法了 毕竟现在也只是剑道之间的对决 他也不能用其他的招式 他只能是剑招拆招了 叶云舟这个时候微微一笑 他随即说道 萧兄 我要来了 紧接着 凭空对着萧明 划出了两剑 下一秒 只见叶云舟从长剑中 划出了两道剑气 朝着萧明迅猛飞来 萧明看向叶云舟的举动 他没有慌张 而是非常的冷静地分析着 他的眼神非常的专注 脑子都在高速运转 这时 萧明眼前一亮 他突然发现 叶云舟放出的这两道剑气 不是很凝实 这看起来漏洞百出 很显然 叶云舟的剑法 刚刚突破到入危急 还不是很娴熟 导致这两道剑气过于生疏 萧明随即嘴角上扬 这是他的机会 萧明本来还在寻找出 叶云舟的破绽 以此来破局的 没想到这就来了 很快 两道剑气飞到萧明的面前 萧明没有躲避 只见他抬起长剑 不慌不忙地抵挡着 叮叮 两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然而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像萧明气势汹汹飞来的 两道剑气 猛然崩裂 化为虚无 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目瞪口呆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剑气 那么容易躲挡下了的吗 学见的解释一下呗 嗯 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如果单纯用剑挡下了的话 根本是以卵击石 这萧明大佬是怎么挡下了的 我也不懂 难道是叶云舟手下留情了 这不可能 我刚刚都感受到那股威势了 怎么可能手下留情 我还有一个可怕的想法 那就是 如果萧明 找到了这两道剑气的破绽了呢 众人看到这惊人的一幕 议论纷纷 有的认为是叶云舟放水了 有的认为是萧明太厉害了 还有的认为 萧明肯定是悄悄使用原力了 等等 各执一词 不仅他们在猜测 就连导师们也是看猛了 这萧明是怎么做到的呢 没有用原力 我什么都没有感知到啊 好像就是简简单单地挥了两下 高文山第一个提出疑问 颜飞也是皱了下眉头 他也没看懂 也不说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 孙燕宇同样是这个表情 他们身为导师也是不明白 会不会是萧明找出了 剑气的破绽 孙燕宇分析到 高文山听后立马瞪大眼睛 说道 以那小子的天赋 这也不是不可能 紧接着 只见他们深吸一口气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太恐怖了吧 一般人 谁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看出那两道剑气的破绽 就算漏洞百出 也不可能做到吧 他们算过了 这一过程不到一秒的时间 在一秒不到的时间里 要找出破绽 这根本不可能好吧 那不是人类能做到的 除非是怪物 正常人都是会直接躲避 或者使出另外一种 对等的招式抵消掉 但是萧明却是怎么做的 不可思议啊 一边的柳青山 没有表现的疑惑 而是表现出 惊叹连连的样子 他虽然也没有看出 萧明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他就是高兴 此时擂台上 叶云周看到这一幕 他也是惊了 但是他很快就恢复回来 他很了解萧明 对于萧明做出的 这样的举动还少吗 每一次不是震惊众人 叶云周这个时候 只是感觉到 自己可能 也会和那些 被萧明打败的人一样 仿佛这是一个魔咒 就是打不过萧明 叶云周的心里 顿时感觉心慌 他这时联想到了自己 他在想 自己会不会也是打不过萧明 想到这 叶云周顿时有些泄气了 他这时突然摇摇头 使劲甩掉这个想法 他就是叶云周 就是要打败萧明的人 他要打破这个魔咒 在他的心里 萧明现在 就如同一颗巨石压在他的头上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打破这个巨石 他现在有顶级的剑刀 还有入微级的剑法 清醒一点 他自己已经很强了 萧明他已经没有 比自己强大的招式了 已经是前驴技穷了 叶云周想到这 眼神的微米直接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斗志昂扬的精神 意义生辉 萧明刚刚确实是 推演出了叶云周 剑气的破绽 他才会如此 不然他肯定会躲开 但是不需要 他在做完这一切后 没有发起进攻 而是一脸谨慎地 看着叶云周 毕竟叶云周 现在是已经占据了 实力的上风 他贸然进攻的话 不是去送菜 不过 他还是可以进行 远程攻击的 只见萧明将那个 剑气长剑 放到他的面前 他猛然一捏 剑气长剑崩裂 重新化为了剑气 还没完 萧明意念一动 他浑身的剑气 飘零开来 他们纷纷在空中凝集 慢慢地 他们逐渐 凝聚出一道道细微的小剑 如同一柄匕首 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萧明身后 就相当于有了 无数柄长剑 那叫一个壮观啊 但是萧明现在的剑气 还不足以达到那个程度 只能凝聚成小剑 这场面 有点像万剑归宗 不过 这些都是剑气罢了 万剑归宗也不是不能实现 等萧明的精神力 强大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肯定能够用出 万剑归宗那样的壮观场面 萧明在做完这一切后 下一秒 只见萧明喊出了一声 去 无数的小剑飞出 在空中飞驰着 如同一根根细针一样